你爹是个十恶不赦的强奸犯 变污了本是豪门小姐的母亲 为了报复父亲 母亲一家人将所有的仇恨 都发泄在年仅两岁的你身上 不仅每天将你掉在房梁上鞭打 甚至还给你取名叫饭奸强 时刻提醒你是个强奸犯的儿子 同你父亲一样 是一只卑劣的老鼠 可你并没有怨他 只是幻想着有一天母亲能发泄完 对你好一点 直到四岁那年 母亲将你赶出了家门 从此你变成了真正的老鼠 古城区的夜是凄凉的 就像是被利益折磨的人们一样 这里的夜同样是混乱 道路上充斥着醉酒之人 黄毛等一众社会青年在这里喧闹 此刻一个身材消瘦的少年 正在向一间酒吧走去 因为他帅气的面旁 迎来了不少路边艳庄小姐姐的青睐 可他都一一回绝 走进了酒吧 半个小时后 少年从酒吧出来 头发湿漉漉的 头上还有玻璃渣 脸上带着淤青 应该是被酒瓶砸了 这个样子在古城区太常见了 少年紧了紧背后的背包 向另一间酒吧走去 他穿过震耳欲聋的舞池 来到一间房中 将背包放在桌子上 语气冷漠地说到我做到了 钱要回来了 誓言闹了 桌子的后面坐着一个妖艳的女人 她轻挑眉梢 带着耐人寻味的微笑 不错我很满意 少年没有说话 只是安静地盯着她 女人被少年盯得有些不自在 妩媚一笑 别这么盯着人家嘛 所谓债主 我来讨债不过分吧 你那该死的父亲欠的债 需要他慢慢还 说完他向后挥了 挥手身后的保镖会议 从房间里面将一个男人拉了出来 女人走到男人面前 伸展了下诱人的身体 冷笑着说道你这种败脸 能有这么好的儿子 运气是真的好 男人没回话 一瘸一拐地走到少年身边 满脸愧疚 低头不语 少年抬头看了眼男子 眼神中的复杂 只有自己能懂 他淡然起身 只说了句回家吧 女人赶紧说道 别着急走吗 不愿意陪小姨喝两杯吗 少年没有停下脚步 继续向外走去 语气淡然地说道我不喝酒 你也不是我小 我们只是两只老鼠而已 感谢你留他一命 话音落下 少年也消失在了房间之中 女人轻叹口气 眼神中带着些许的复杂姐姐 也真是的 这些年的折磨 并没有消除他心中一丝的怨气 如今 更是将这份恨 迁移到这个孩子身上 古城区的街道上 少年沉默不语 就这么一步步地走着 身后的男子叹了口气 带着歉意小声说道阿胜 对不起少年脚步没有一丝停顿 语气和之前一样的冷漠 你是我爸 不用向我道歉 无论你之前做过什么 我照顾你是应该的 听闻此言 男子面色更加愧疚 心中充满了悔意 没想到当年的一时冲动 现在需要自己的孩子承担后果 许久两人来到古城区郊外 一个极为破旧的房子前 少年转身看向男子好好休息吧 这里是我存的一些钱 你自己省点花 好好吃饭 别想太多 做错了就赎罪 让自己痛苦也是一种赎罪 如果实在难受 你可以选择自我了断 死了也是一种解脱 男子眼圈微红 略显勾楼的身体轻轻颤抖 缓缓点了点头 自己亏欠这个孩子太多 从监狱出来的时候 他已经四岁了 可他却有着超乎年龄的冷漠和淡然 他经历了太多太多 就在这时 一个年迈的声音传来 是十二回来了吗 两个头发苍白的老人从房里走了出来 一脸心疼地看着少年 老太太走了过来 看着少年满头的碎玻璃渣 还有嘴角鲜血 心中满是担忧 这事又被打了吗 老头子快拿药水来 快去他没有责备无声 因为自己一家 除了眼前的孩子 都是罪人 身后的老爷子 赶紧转身走回了屋里 片刻后 拿着一个泛黄的塑料瓶走出 老太太接了过来 小心地给少年的头上擦了擦 看到自己的爷爷奶奶 少年终于露出了一丝微笑 和他们聊了会 就离开了家 两位老人看着少年的背影 又看了看助力在旁的男子 叹了一口气 是我们没教育好年 还连累了事 另一边一个公园里 一对情侣 正在里面 做着不可描述的事情 从里面不断传来的泥男声 可以判断 此时 他们正在追求原始的刺激 可他们并没有发觉 在不远处 一双星红的双眼 正盯着他们 而此时的你 也走进了这座公园 自然也听到了清晰的喘息声 就当你要转身离开的时候 你猛然发现 不远处的那道星红 紧接着喘息声 变成了凄厉的惨叫声 一头浑身有黑的野猪 身高将近两米的生物 从林中跳出 从外观看 跟头野猪一般 可那锋利的獠牙 嗜血的双目仿佛在素 说着他的凶残 他看向了那对 衣衫凌乱的情侣 看男人的目光 仿佛是食物那般 可看到女人时 眼中尽是邪意 野猪没坐停留 直接冲了过去 震天的嘶吼声 伴随着嘴里冒出的白气 直接吓得那对情侣 瘫软在地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一柄红色长刀 挥向了野猪的头颅 野猪躲闪不及 直接被劈中 倒退了树部 可他的脑袋上 只泛起了淡淡的白色印记 没有造成实质的伤害 可这也激起了野猪的凶性 看着长刀飞来的方向 一名少年 正死死地盯着自己 仿佛受到了挑衅 他调转猪头 直接冲向了那名少年 此时 你重新握回长刀 凝重地看着冲来的巨物 右手用力 巨大的身躯轰然倒地 收回长刀 看着地上的鲜血 你心中毫无波澜 仿佛这种事情 每天都在上演 你已经习惯 你掏出手机 将公园的地址报了过去 一只三街的猪头人 记得来收钱 打到我卡上 与婢女直接挂断了电话 川鼠的某个秘密基地 接电话的男子 无奈摇了摇头 用不用每次都这么高冷 身边一个白衣女子 疑惑地看着他 出什么事了 男子倾笑看向他 说道是魔鼠 那个家伙又杀入狱者 安排我们去说试 女子先是一乐 接着名嘴轻笑 这不是好事吗 自从魔鼠出现后 我们过得多情形啊 其他去的人都羡慕我们呢 男子叹了口气 话虽然没错 不过他今年才17岁 竟然已经像这样 杀了十年了 总感觉在我们区域 有些浪费于人 听闻也是点了点头 男男说道 没事 还有半年他就可以出去闯闯 第二天清晨 你早早起床 登上一辆破旧的三轮车 来到一个废品站 大伯这是昨天刚受的 眼前的男人是你的大伯 也是父亲的亲哥哥 当年为了救你父亲 他便卖了所有的家产 妻离子散 可他一点也不后悔 弟弟犯下的错 他当哥哥的 拼了命也要还上 大伯一脸心疼地看着你 小时候你自己也别太累 又要上学 又要收废品 你还小别把身子搞垮了 你冲大伯笑了笑 放心吧 我还年轻 就当锻炼身体了 就是我不在的时候 还要麻烦大伯 照顾下爷爷奶奶 大伯笑骂到臭小子 你爷爷奶奶 是我亲爹亲骂 这是用你提醒我吗 文言你笑了笑 将车上的废品放下后 骑着车子离开了 大伯看着你的背影 深深地叹了口气 真是造孽啊 他心中并不恨弟弟 可这件事 能牵扯到孩子身上 是他接受不了的 他只是自责 自责自己 当年没教育好那个人 回到家中的你 背上书包 看像正在做饭的吴建国 出门小心点 碰到他的 想办法活下来 我会去救你的 吴建国愣了一下 然后点了点头 小生说道 我昨天就是想出去卖点菜 没想到被他抓到 我没怪你的意思 看像他我知道你 改过自新了 可你要为曾经犯的错赎罪 说完你转身出了门 留下了满脸晦涩的吴建国 川鼠圣保的中学 是你正在读的高中 现在已经是高三了 你骑着车子来到学校 刚锁好车子 身后就传来一道 宛如银铃 般的声音 哥哥你来了 我不是你哥 找我什么事 你看着少女 淡淡地说道 只是一脸期待看着你 我们学校家长会 妈妈这两天很忙 你可不可以 看着她袭击的眼神 你点了点头 说道 到时候你联系我 我直接过去 少女听到后 一脸高兴地点了点头 然后转身离开了 她叫吴威 是大伯的女儿 虽然大伯和大伯母离婚了 但是 其实只是分居了而已 两人感情还是挺好的 你在众人指指点点下 走进了教室 并没有理会那些人 因为这是每天都在上演的事情 因为父亲的事情 你在学校里挺孤傲的 经常要遭人非议 甚至 有人想对你动手 不过没一个打得过你的 你本不该享受这种待遇 毕竟犯错的也不是你 可那些人不会想这些 而你 也只是用来报复 那个人的老鼠而已 你将书包放下来后 直接趴在桌上开始睡觉 高中的东西 你都学完了 没什么意思 不如白天睡觉 晚上淡活呢 教室中 有两个长相有气氛相像的人 正看着你 他们是你母亲 新生的儿子和女儿 没错 同母异父的那种关系 从你四岁得知事情真相 并且被赶出来后 你其实对于两边 都没什么留恋 第一节课还没开始 上官清荣走上前看着你 好像想要说什么 有什么事情吗 你面色依旧冷淡 好像什么事情 都不放在心上一般 什么态度 少女总是会在 各种奇怪的点上生气 可能是因为 你父亲的原因吧 不好意思 你有什么事情吗 你并不想和他吵架 依旧是那个脸色 语气依旧冷淡 只是加了些许禁词 上官清荣看着你 完全没有生气的样子 感觉一拳打在了棉花上 今天晚上 外公七十大寿 想让你过去 你点了点头 我会去的 谢谢说完 你继续趴下去睡觉 小妹怎么样 上官展有些急切地问道 她说她知道了 晚上会去的 上官清荣不在乎地说道 听到自家妹妹的回答 上官展松了口气 刚想说些什么 妹妹就有些不开心地开口道 什么骂她嚣张什么 难怪妈妈小时候 上官清荣还想说什么 上官展直接上前 捂住了她的嘴巴 并且将目光放在了不远处 还在熟睡中的少年 哥你干嘛 上官清荣 一脸不满地看着自己的哥哥 好了小妹 她怎么说 也算是我们当的哥哥 上官展叹了口气 这个年龄 女孩子应该懂事更早呢 但是很显然 长期的娇生惯养 让她有些受不了 无声那冷淡的态度 当然也有 可能是觉得无声不配 什么骂 她小时候被赶出家门 就不是我们哥哥 少女撇了撇嘴 回忆拉回了那场小雨天 妈妈你不要我了骂 那个四岁的小男孩 满脸惊恐地说道 我本来也不打算要你 生下你 就是为了报复他们 我要让他这辈子 都陷入那种无尽的痛苦之中 女人的语气有些兴奋 可能确实 前两年的打击 对他来说实在是太大 而女人身边的男人 则是连忙走上前抱住他 小生你先走吧 过段时间叔叔去接你 女人正脱开男人 而后撕心裂肺地大喊道 接什么剑 我才不要这个孩子 要不是那个出生 我怎么可能会生下他 现在好了 他残疾了 家也没了 把这个孩子还给他 让他天天看着自己的儿子 受人唾弃 女人的话 让才四岁的你愣在了原地 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有些暗淡 你从小生活在这个地方 就不受待见 不管是外公外婆 小姨舅妈妈都不喜欢你 他们喜欢的 是后来 妈妈和另一个叔叔生出来的双胞胎 你很聪明 懂事得很快 当然这可能和你体内的魔魂有关 可你还是被送出了上官家 回到了奶奶家里 也是第一次看到 那位名为父亲的男人 那个犯下大错的男人 从那以后 你就以老鼠自称 因为老鼠的儿子也应该是老鼠 老鼠的生活也应该是人人喊打的 拿出手机 给自己的奶奶发了条消息 今天晚上我有点事情 你们先吃饭吧 发完之后 你站起身走出了校门 到上官家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八点了 上官家的势力很庞大 商业政客界 地下界基本上都有势力 门口的两个保安 在看到你后 没说什么 恭敬地鞠躬到少爷 你摇了摇头 道我只是来吃个饭 不是你们 少爷说吧 你抬起脚步 朝着这个曾经的家走去 你迈开腿 按照脑海中的路线 一步一步地走着 不远处的别墅中 此刻灯火通明 隐隐间能看到不少人影 有点凉了 你看着天空中飘落的雪花 喃喃自语道 怎么回事 这个时候 怎么会突然下雪啊 就是啊 门口的保安 也是一脸疑惑地 看着飘落地面的雪花 眼中充斥着不解 而此刻在上官家 的庄园中 一棵树木 好像扭曲了一下 你一步一步地 走入上官家中 此刻的家里面 人都到齐了 上官家有三个孩子 两女一男 之前抓走 你爸爸的那个女的 其实真的是你小 不过现在也没什么关系 之所以来 也是你并不想惹麻烦 不管怎么样 血脉上的联系 你是没办法割舍 这也是属于你的责任 你们好你走进门槛中 朝着那群人聚了个宫 所有人 都面色有些复杂地 看着这个少年 你的外公坐在首位 他叫上官站 他笑着向你招手 小商来了呀 落桌吧 上官站 看着这个外孙 眼中带着些许的愧疚 谢谢外公 你说话做事滴水不漏 你不会在称呼上计较 与其刻意地去疏远 不如顺其自然 会少很多麻烦 大家围坐在一起 你的外婆已经去世了 而坐在上官站 最靠近位置的是个女人 女人长得很漂亮 看上去也很温柔 她就是你的妈妈 上官子 此刻的她 看向你的眼中 也充斥着愧疚 那些年 她被怒火和仇恨 充斥了双眼 虽然现在也是 但是当年的她 更为极端 生出了这个孩子 并且还伤害了她 小商来 妈妈这里坐吧 上官子伸出手 让你坐在她的附近 好的妈妈 你的面色 依旧是无比的淡然 没有故意去疏远 也没有像那孩子一样发脾气 不去喊妈妈 对你来说 这些称呼 都是正常的 也是礼貌的 刻意地疏远 除了能掩饰心中的在乎 也做不到其他事情了 你落座后 饭菜也上齐了 你并没有丝毫的尴尬 坐在那里拿起筷子 吃起了饭 你的小姨 也就是之前的那个 抓走父亲的女人 叫上官姨 她伸出筷子 给你夹了一筷子菜 谢谢小姨 你赶忙点头说道 听到你的道谢 上官姨无嘴笑道 昨天不还是说 我不是你的小姨吗 你微笑看向她 昨天不懂事 道歉有时候不在乎 才是最锋利的刀 上官家的人 看着你的样子 也是心头有些脚痛 说实话 如果你做出什么不礼貌 不开心 或者是任性的事情 还能说你心里有他们 他们还好补偿一点 但是 你现在这种毫不在意 或者说 一板一眼的公式话 让他们十分难受 你吃完后 站起身 朝着上官战校到外宫 祝您生辰快乐 时间不早了 我该走了 说完后 你朝着对方鞠了一宫 而后挨个地 给其他人问号 突然一个愤怒的声音响起 你为什么每年都这样 瞬间 场上的众人全部愣住了 吴生则是将目光 放在了门外 看着外面的飞雪 他皱了皱眉头 妹妹 你 上官战想要说些什么 而上官轻荣 则是直接冲到了吴生的身边 而后指着他的鼻子怒吼道 为什么你每年都这样 每年你来 大家都不开心 妈妈回到屋子里哭泣 外公外婆也难过 而你就跟没事人一样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无情 上官轻荣 将这些年的不满 全部发泄出来 所有人都愣住了 不过很快 上官轻荣的父亲 冲上前将其拉开 轻荣 怎么和你哥哥说话的 什么哥哥 他不是我哥哥 他就是个强奸犯的儿子 啪 响亮的耳光响起 上官轻荣 有些不可置信的 看着自己的父亲 你凭什么打我 我又没说错什么 他就是 展儿 带你妹妹回房间 上官战语气有些严厉道 而上官展文言 也是连忙拉着上官轻荣 朝里面走 放开我 我不走 凭什么吗 每年都喊他来 他每年都是这样 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 上官轻荣哭了 他就蹲在地上 眼中满是泪水 上官子的眼中 也是充斥着悲伤 他走到吴生的身边 伸出手抓住他 十二 对不起 吴生微微一笑 没事 他并没有说错 有些事情做了就是做了 你能把我生出来 我能活下来 我就很感谢您了 吴生说完后 就没有再说什么 一场生辰 就这样落下了帷幕 场上有些寂静 上官义想要说些什么 但是想了想 还是没开口 上官义 看向自己的这个侄子 也是有些愧疚 主要是 吴生实在是太懂事了 他从来不会去维护 他那个强奸犯父亲 也从来不会去 指责这些人 生儿 那么看 外面下雪了 要不你今天 不了 谢谢陈叔叔 男人抱着自己妻子 想要说什么 但是最后 还是被吴生回绝了 陈亮看着这个吴生 眼中也是有些复杂 吴生的父亲 当年强奸了 本该和他结婚的女人 夺走了他最宝贵的第一次 他本该愤怒 掐死这个仇人的孩子 但是吴生实在是太懂事了 懂事到 连他最后也不愿意 去将这仇恨 迁就到他的身上 小生 妈妈对不起你 上官子哽咽着 看着自己的儿子 吴生其实和他长得很像 大部分也是遗传的他 但是就是这么个懂事的孩子 他将前妻的仇恨 全部转移在了他身上 他从小就会打骂吴生 但是吴生还是很听话 也不会去抗拒什么 他最后悔的一件事 就是将他父亲做的事情 在他四岁的时候就告诉他 并且还和他说了一句 我永远不会原谅你们 他就是只卑劣的老鼠 哪怕从我的肚子里生出来 你也只是只小畜生 他现在还记得当时 把吴生送走后他的眼神 吴生在那天愣愣地看着他 眼中的光芒一点一点地退去 最后默默地离开了 也没有哭闹 也没有发脾气 之后再见吴生的时候 也是五年后了 那年吴生九岁 因为吴生的外婆去世了 所以就把他喊过来了 上官子当时其实十分忐忑 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也明白 仇恨不该转移到孩子的身上 何况他们这些年 其实一直在折磨吴生的父亲 他当时其实是想补偿吴生的 但是那时候九岁的吴生 十分地懂事 他就像一个完美的考生 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 礼貌 涵养 行为举止无可挑剔 当然 不管对谁 后面他也和吴生说过 问他愿不愿意和他一起生活 吴生的回答是 一起生活的话 等以后吧 现在我还小 需要自己的空间 他调查过吴生这些年的生活 越查越愧疚 被邻居嫌弃 被老师嫌弃 被同学嫌弃 经常和人打起来 那么小就出门卖菜 捡垃圾 没有 我长大了已经 小时候的事情 也忘得差不多了 吴生笑了笑 而后看向前方 此刻 一道黑影出现在了门外 吴生皱起眉头 那双黑色的瞳孔 在此刻再度被染上红色 别墅里面的人还没发现 外面站着一个人影 而此刻 吴生的手机响起了铃声 喂 魔鼠 有进化者去你那了 序列123号亿能雪人 他的目标是你 碰 突然 合金座的大门被直接轰开 伴随着一道巨大的声音响起 吴生皱着眉头看向前方 听说 魔鼠在这里 一道月儿 但却让人内心发寒的声音响起 烟雾中 一个恶诺的身姿 一步一步地走入了别墅内部 此刻的别墅众人 一脸震撼地看着这一幕 他们看到了什么 大门被直接轰飞了 你是谁 来这里有何贵干 上官站不愧是老江湖 很快就镇定了下来 将自己的家人 全部护在身后 一脸凝重地看着前方 那位头发雪白的女人 这里和普通人没关系哦 我是来找魔鼠的 雪人的红唇倾起 将目光放在了不远处的 吴声的身上 我们这里没有什么 陈亮皱着眉头 想要说什么 但是突然 吴声打断了她的话 找我 你对我的异能感兴趣 当然了 第一批红月进化者 古城区的天才少年 异能序列004魔刀 12生效忠代号魔鼠的异能 谁不想要呢 吴声看着眼前的女人 一双瞳孔被红色彻底侵占 伴随着一道红色的雾气 在其右手中生腾 一柄新红色的长刀 在此刻显现而出 想要我的异能 你来试试啊 吴声刀指前方 一头黑发在此刻变得暗红 恐怖的杀气 在其身上喷涌而出 第六章 进化者的对决 小声 你 所有人都看着吴声的变化 眼中满满的都是震撼 想不到啊 大名鼎鼎的魔鼠 还是位美少年啊 不过就是有点凶哦 雪人无嘴倾笑 周围的温度 也愈发的冷了下来 出去打吧 碰 吴声暴射而出 新红色的长刀瞬间出手 暗红色的刀器 直接将对方轰飞 两人一前一后冲出了门外 上官家的人已经梦了 他们面面相去 看着这魔幻的一幕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外面此刻已经是大雪纷飞 吴声脚踩积雪 看着前方的雪人 龙国规定 在外界进化者不能自相残杀 你不清楚吗 哥哥哥 什么不能自相残杀 这种规则制定出来 就是用来放屁的 真正的强者 谁会去在意这种东西呢 雪人微微一笑 而后伸出洁白的手 朝着吴声一指 消消消 雪花化作尖刺 朝着吴声击射而去 脚下也出现了 无数的雪花尖刺 吴声皱着眉头 看着这一幕 手持长刀的手臂一甩 一道龙卷一般的刀器 将雪刺尽数化解 而这时 那雪花突然宛如藤蔓一般 瞬间覆盖在吴声的身上 一时间 吴声感到了一股 无与伦比的低温冰寒刺骨 大雪覆盖住吴声的下半身 让其一时无法动弹 而前方的雪人 则是轻笑道 大名鼎鼎的魔鼠 也不过浪得虚名罢了 你的异能我就收下了 雪人说罢 双手抬起雪花 宛如海浪般升起 朝着吴声攻击而去 小声 看到这一幕的上官子 瞬间坐不住了 连忙冲出来 想要去保护吴声 子儿 姐姐 妈 伴随着众人的惊呼声 吴声也出手了 蹭 新红色的长刀上 燃起暗红色的火焰 火焰升腾起 瞬间将周围的雪花 尽数融化 妈 在那别动 吴声转头朝着上官子嘱咐了一声 而后抬起长刀 再度斩出一道两米高的刀器 怎么回事 雪人也是有些惊慌了起来 刚刚还无法动弹的吴声 怎么瞬间就打出如此恐怖的攻击 不打听清楚实力 就敢妄言杀我 无知的悲哀 扑刺 鲜血洒落在地面 那人影被直接一刀两断 吴声的眼中充斥着不屑 净化一接就赶来找死 说完后 他眼中的星红之色慢慢退去 那一头红发也再度转黑 便回了那个冷面少年 不过脚下的鲜血 在诉说着刚刚的一切都是现实 小声你没事吧 上官子上前看着吴声眼中满是担忧 没事 吴声摇了摇头 而这时 上官站带着其他人也走了出来 众人一脸震撼地看着吴声 当然 眼中也有些许的恐惧之色 小声 这是怎么回事 上官站面色凝重地看着吴声 他这么大年纪 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东西 吴声闻言张了张嘴 想要说什么 但是又说不出口 所有人都把目光放在吴声的身上 希望他能给个解释 也就这是在上官家 家大业大 见多识广 这要是在普通家庭里 吴声都已经被当成怪物了上官老爷子 我来给您解释一下吧 突然 一个男人不知道从何处走了出来 男人看了眼吴声 吴声点了点头 然后转身离开了 上官站看着面前的男人 疑惑道 你是 介绍一下 我叫王斌 隶属于龙国生肖组织 代号豪猪 王斌伸出手 将自己的证件给上官站看了一眼 上官站在确定了对方的身份后 朝着对方进了个礼 王斌 我那个外孙 上官老爷子 我会和您解释 不过 我得先将尸体回收 说完后 王斌拿出一枚绿色的手环 只见手环将尸体扫描了一下后 尸体就消失了 这 上官站一脸震惊地看着这一幕 而王斌笑道 上官老爷子 能否借一步说话 上官站点了点头 而后将众人转移到了室内 接下来的事情可以告诉你们 但是请不要外传 你们之所以能知道 是因为魔术的原因 所以 王斌说完后 脸上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而众人听到后 也表示绝对不会说出去 王斌满意地点了点头 而后开始讲述 从上古时代开始 我们龙国就有各种修炼的人 他们手段都是极为强大的家伙 也就是小说里面的修炼者 而因为时代的原因 这些修炼者 在进入到近代的时候 已经所剩无几了 你的意思是 我大哥他是修炼者 上官站有些震惊地说道 听我说完 王斌瞥了他一眼 而后继续道 十年前 蓝星发生了一次异变 那天被称为标记日 也就是那天起 蓝星被其他世界的人标记了 而后世界壁垒开始变薄 很多异世界的怪物 人类开始进入蓝星 想要占领蓝星 这些家伙的实力很强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 他们已经脱离的探机生物的范畴 普通的火器根本无法将它们消灭 只有超级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才可以 就在上面苦恼之时 部队中出现了奇特的人 这些人突然拥有了奇怪的能力 能察觉到空间壁垒破碎的地方 从而前往防御 而这些人被称为净化者 我哥是净化者 扎儿闭嘴 听人家说 上官子呵斥了一下自己的儿子 没错 魔鼠是首批觉醒的人 他的异能是魔刀 魔鼠是小生的代号吗 王斌点了点头 上官子不说话了 那今天那个女人 为什么要攻击事儿啊 上官站问出了关键的问题 而众人文言也是将目光 放在了王斌的身上 这就涉及到了净化者变强的问题了 净化者除了自身 自带的修炼方法之外 还有一种变强的方式就是掠夺 众人听到这里 好像是想到了什么 面色突然一变 你的意思是 那家伙是想抢小生的异能 没错 净化者击杀生物后 会夺取对方身体内的能量 而这股能量名为灵能 而灵能基本上是个人都会有 只不过普通人的体内太过稀少 所以净化者看不上 而斩杀对方后 是有可能继承对方的异能的 虽然概率很低 此话一出 上官子一脸担忧倒 那小生岂不是很危险 王斌点了点头 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 因为虽然无声很强 但是他毕竟还小 而且没人知道 整个蓝星到底有多少净化者 上官站文言摸了摸自己的胡子 而后疑惑道 小生是魔鼠的事情 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你们的身份不保密吗 上官站的话一出口 王斌瞬间就噎住了 他挠了挠头 有些不好意思的 前段时间 他和我们联系的时候 被人听到了 那里面正好有个血人 不过放心 这家伙死了后知道 他身份的人并不多 王斌的话一出来 上官家的人看向他的目光 全部充满了气愤和质疑 第七章 蔚来 你们这是什么队伍 不行 不能让小生再跟着你们了 太危险了 上官子的语气有些激动 本来就亏欠这个大儿子 现在真的无声天天 处于这种危险当中 他根本就无法接受 如果你能劝解他的话 我是没什么意见的 他的年龄太小了 我们队伍中第二小的 都比他大了七岁 他的潜力还很大 王斌也是无奈一笑 其实他们在无声很小的时候 就劝过他去安城了 但是无声死活不愿意 说在这里也可以变强 不得不说 无声的天赋和战斗力 也确实极为逆天 没有系统的修炼 没有强悍的招式 但是在那个学院 王斌觉得 里面的学生没有一个人的 是他的对手 断层的天赋 甚至那个学校的校长 都来邀请过无声 可惜他拒绝了 好了 该了解的都了解了 现在有一个其他的问题 这个问题会影响到 您剩下的这两位孩子的未来 王斌将目光放在了上官子身上 你的意思是 上官站听出王斌话语里面的言外之意 有些惊讶 没错 无声的天赋太过强悍 我们想着 他的同母异父的兄妹 应该也不会差 而他另一个妹妹 也就是他大伯的女儿 我们也检查过 灵能远超常人 不过无声并不愿意 让他进入这个世界 因为一旦进化后 就会被进化者察觉到体内的灵能 听到这句话 上官轻荣不高兴了 他什么意思 他大伯的女儿 就不能有危险 我和我哥哥 就无所谓是吧 轻荣 别那么没礼貌 陈亮皱了皱眉头 对着少女训斥了一下 无声并没有那个意思 他的原话是 他和你们的关系 不足以让他帮你们做决定 让我们自己来问 你们要是愿意的话 我们可以尝试 给你们觉醒一下 王斌并没有生气 而是笑着 解释了一番此言一出 众人瞬间沉默了 好了 上官老爷子 这是我的电话 如果你们决定好了 可以来找我 毕竟未来的话 我们也不清楚 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现在国家 也急需这方面的力量 当然 如果可以的话 多劝劝无声 让他好好考虑 去安城修炼的事情 王斌说完后就离开了 独留下上官家的人 面面相去 当晚 上官家聊了一晚上 另一边 无声已经回到了家中 家里面的人已经睡了 他并没有过多打扰 将该做的事情 做完后就休息了 第二天凌晨的时候 又是出门收了回废品 而后继续上学 他没钱吗 其实也不是 他的资金还是挺充裕的 至少让家里面的人 安稳的生活 一辈子没什么问题 但是无声 十分清楚一件事 现在的同情与友好对待 全部是因为 他还处于同一阶级 一旦见到他过得好了 一切都会有变化的 所以他挺喜欢 现在的状态的 家人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住的地方也算温馨 反正也不太出门 一家人聚在一起 挺好的 苦难才是造就 共情的最好办法 第二天 吴天照常去上学 回到教室的吴天 准备趴着 这时候 上官轻荣和上官斩 走到了他的身边 那个 大哥 上官斩看着无声 有些欲言又止 无声从桌子上爬起来 看着靠近自己的两人 有些疑惑 什么事情 昨天的那个王斌大哥 问我和妹妹 想不想去觉醒 说我们两个人 可能有点天赋 无声一愣 皱了皱眉头 教室里面很吵闹 虽然有人 在注意无声他们 但是无声的说话声音小 所以 众人也听不见 三人在说什么 你们跟我出来吧 无声说完后 就站起身 带着两人来到了天台 我给你们一点建议吧 现在的趋势是 未来的敌人会越来越多 并且 可能觉醒的人 也会越来越多 当然 我现在的身份 可以保证你们的安全度 比普通人高很多 成为普通人过完一生 危险系数不大 另一种建议呢 上官轻荣问道 反着来 你们觉醒 生命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当然可能觉醒的能力不强 一旦觉醒过一次了 进化者就能察觉到 你们体内的灵能 所以一切都看你们自己 你们自己回去商量 是平淡地过完一生 还是打算来一场 惊心动魄的变强之旅 说完之后 无声就离开了 选择这种东西 交给他们两个人 自己就好了 无微的话 无声是不打算让他 进入另一个世界的 至少在他能无敌之前 是肯定不可以的 虽然加入生肖组织后 会有人保护家人 但是随着进化者的实力 越来越强 社会已经出现了 不少反动组织了 所以 在局势彻底定下来之前 他还是打算 让无微过普通人的生活 当然 未来如果他有进入 这种世界的机缘 他也不会去强行 阻止人生的路 只有自己走才知道 他不会去过多干涉 自然发生的事情 毕竟他现在一个人的实力 就已经够镇压 这古城区了 川鼠附近 乃至全国的进化者 也都清楚 古城区内有一位杀神 这就是他这十年 打出来的威名 无声回到教室后 看见上官展他们 被朋友围住在聊什么 无声也没在意 他在这所学校没朋友 硬要说的话 平时可能会和上官展 和上官轻荣说两句话 剩下的时间都在睡觉 想着想着 无声又进入到了梦乡 嗡嗡嗡 睡梦中 无声的手机开始震动 喂 无声迷迷糊糊地 拿起手机接通了电话 哥 来校门口了 给我开家长会 少女的声音响彻电话 无声闻言开口道 你先回家 我知道你教室在哪 我自己去就好了 说吧 无声挂断电话 然后收拾东西 朝着另一所学校走去 开完家长会 已经是晚上八点了 将自己妹妹的事情 打字发给了大伯和大伯母后 无声就回家了 家中 吴建军在看到无声后 也是开口关心道 回来了 在学校待得怎么样 还行 过得挺好的 你在家怎么样 爷爷奶奶 今天还好吗 吴建军点了点头 很好 都很好 饭放在桌子上了 都热好了 吃完早点睡 无声闻言点了点头 小声 怎么了 无声转过头 看着面前满头白发的男人 你之后打算去哪里上大学 就在附近吧 古城大学挺好的 说完后 无声埋头吃起了饭 无建军听到无声的话 低着头 不知道该说什么 转头进了房间 无声并没有过多的理会 犯错就是需要赎罪的 他可以原谅无建军 可以照顾无建军 但是他不会去否认曾经的错误 也不会去阻止 被他伤害的人 现在反过来伤害他 毕竟他无法感同 身受其他人的痛苦 所以他不会去祈求别人原谅 第八章 觉醒与禁剑 今天是周六 无声大早上就被吵醒了 喂 小声吗 是我有什么事情吗 今天轻荣和掌儿去觉醒了 你看看 你能不能去看着他点 我怕到时候 他们两个出问题 上官子的声音 从电话那头传来 无声闻言答应了下来 好 我这就联系豪朱 电话挂断之后 无声联系了豪朱 喂 又杀入狱者了 没 上官轻荣和上官展 今天不是要觉醒吗 我去看着点 行 那你来吧 还是老地方 需要我去接你吗 不用 无声挂断电话后就起床了 穿好衣服后 和爷爷奶奶打了个招呼 就出门了 无声的爷爷奶奶也知道 有时候无声会在假期出门 说是去兼职 两位老人也没有过多去担心 从小到大 无声给他们的感觉就是靠谱 他们相信自己孙子 不会做坏事的无声 扫了辆共享单车就过去了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 无声走进了一家情趣店 哟 魔手来了 你弟弟妹妹进去了 现在在觉醒 要吃点什么吗 坐在玻璃柜内的白衣女人 给无声打了个招呼 然后笑着问道 吃点甜的吧 无声就直接坐在外面了 女人闻言也是 接了杯奶茶给无声 喝吧 无声接过后 朝着对方道谢 谢谢 都是老队友 不用谢啊 女人笑着摆摆手 然后继续刷起了手机 她叫范琳 代号红击 异能是炎斥 序列在125号 异能不算弱 天赋比较一般 是B级 现在的修为 也就进化四阶 你说 你弟弟妹妹 能觉醒什么天赋啊 范琳刷着 刷着有些无聊 于是有些好奇地 看着无声问道 不太清楚 不过既然已经走上了这条路 那越强越好吧 毕竟太弱的话 除了给自己带来危险 就没什么其他的用 范琳文言 也是十分认可的 点了点头 说的也是 过了半个多小时 豪猪带着上官轻荣 和上官斩 从一个门走了出来 豪猪的面色有些激动 而两个少年 则是有些震撼 好像还没缓过来一样 天赋怎么样 范琳有些好奇地看着豪猪 从对方的表情来看 天赋应该不弱 两个S级 上官斩的异能 是序列100的八卦 上官轻荣的是 序列88的天工 无声一愣 他是没想到 两个人天赋这么好 S级天赋的话 在全国乃至全世界 也算得上是 第一梯队的一批了 这时 上官斩和上官轻荣 也回过神来 他们两个人 刚刚在消化记忆 算是一种传承吧 传承他们怎么变强的记忆 两人面色有些激动 他们来的时候 也有些忐忑不安 害怕天赋不好 到时候天天出危险 现在看来 他们变强的基石已经有了 现在只需要时间了 挺好的 把他们送去安城吗 无声面色很快就恢复了 淡然的模样 看着王斌问道 送 这种天赋保送 王斌一脸激动 想不到他这个区域 居然能出这么多天才 还被他挖掘出来了 那个 保送是怎么回事啊 上官轻荣举起手 有些好奇地问道 保送进龙国的觉醒者学院 进化学院 是龙国在安城建立的 一个超大型大学 现在并没有对外公布 王斌给两人解释了一番 上官兄妹 文言也是明白了 是王斌想让无声进入的学院 既然觉醒好了就走吧 变强的事情 你们的记忆里 应该会自己传承吧 无声看着两人确认了一下 传承了 我的变强方法 除了掠夺外 还有就是一本书 我每天读就好了 说着 他的手中显化出一本古朴的书 上面写着两个字 八卦 不过其他人看不到 其他只能看到一个白色的书 啥字都没有 无声点了点头 而后将目光 放在了上官轻荣的身上 我除了掠夺就是信仰了 只要有人对我有崇拜的情绪 我就能收获灵能从而变强 不过人数是有限量的 现在只能一个人 说着 上官轻荣将目光 放在了无声的身上 你崇拜他吧 滴 突然 一道刺耳的警报声响起 范林面色瞬间严肃了起来 他打开电脑 过了几秒后开口道 鼓楼商场那边出现了标记点 灵能强度在进化二阶 种族不明 出现时间预计半小时候 我去吧 正好顺道回家了 无声开口道 行 那你小心点 把你弟弟妹妹也带走吧 王斌没有阻拦 进化二阶的 对于无声来说并不算强 随便打 嗯 走吧 无声点了点头 而后转身 对身后的二人说道 啊 哦 两个少年被无声喊的回神过来后 就跟了上去 大哥 进化二阶是境界吗 标记点是什么 距离不远 时间也不急 无声打算直接走路过去了 进化者的境界分为 进化 退壳 换身 脱帆 这是前面的四境界 每个境界有十阶 后面还有境界 但是我不太清楚 后续你们去进化学院 应该就知道了 标记点 就是一世界的家伙 标记的空间点 他们会穿越过来 攻击入侵 这类生物被称为入狱者 无声解释完后 上官斩和上官轻戎点了点头 而后好奇地问道 大哥 你什么境界啊 进化六阶 力量在三万斤 速度的话百米四秒多 身体能扛住中小口径的子弹 上次那样斩击 可以放出三次 无声将自己的数据说完后 上官轻戎和上官斩 一脸震惊 这 这么厉害 一般 无声淡淡地说道 但是他所说的 一般已经是极为顶尖了 目前为止 龙国最强的 也不过是退科进九阶 这还是举国之力培养的十二位 他们也是十二生肖的最顶尖者 无声他们 属于是城市首位 他们则是 属于护国 而且 这十二位在红月之前就有修炼过 只是速度其慢而已 在标记日后 整个世界的一变开始之后 他们的修炼速度就快起来了 加上国家的培养 其实要说天赋的话 那十二个人 也并不是顶尖的 但是国家看人培养 不仅仅是需要顶尖的天赋 还要有忠于龙国的心 这也是为什么 首先修炼的十二生肖是他们 而不是无声这种绝世天才 不过无声这些年 也进入到了不少人的眼中 现在也有很多人在盯着他 不仅仅是看中他的天赋 更多的是对他的心性和三观的欣赏 无声太理性了 理性到上面并不敢直接培养他 一个人如果没有信仰和冲动 脑海中只有理性和判断的话 至少他们现在从来没有看到过无声冲动 基本上都在判断幽恋 第九章 疆域 很快 无声就带着上官斩和上官清荣 来到了大街上 大哥这里没有什么问题啊 上官斩也算是半个进化者了 但是他并没有看出来什么问题 一旁的上官清荣也是一点好奇 似乎想看出来有什么不同 你们两个修为太低了 而且没有佩戴玉环 看不到很正常 说着 无声撸起袖子 一个暗红色的圆环出现在他的手中 圆环上闪烁着蓝色的流光 看上去极为神秘 哥 这是什么东西啊 上官斩有些好奇地问道 玉环 两种功能 第一种可以存储物品 相当于你们小说里面的空间戒指 还有一种功能的开域 短暂地制造一个两界之中的夹缝空间 可以将入狱者拉入空间进行战斗 以免造成破坏 无声讲解完之后 眼神在四处观望了一番 周围也有不少人一脸好奇地看着他们 不过也仅仅是看一眼而已 这里 走吧 上官斩和上官清荣 看着突然闪烁了一下的玉环 也是有些震惊 今天一天也算是给他们的世界观 重新塑造了一下 让他们知道了 太多曾经接触不到的东西 就是这里了 无声走到了商场中 在一家奶茶店停留了下来 很多普通人在排队 他们什么都看不到 但是上官斩和上官清荣 却瞪大了眼睛 大 大哥 那是 直接在奶茶店门口 在那些排队的人身上 或者说空间 仿佛是被扭曲了一般 泛起了涟漪 人的身体都被扭曲了 但是那群普通人 一点感觉都没有 那就是标记点 普通人看不见的 无声说完后 拿出手机发了条消息 很快 商场的广播开始发出声音 各位客户 商场中有凶恶的犯罪分子潜入 请无关人员赶紧撤离 十分钟后 会有警察前来逮捕 请各位迅速撤离 广播的语气极为严肃 而在他们说完后 外面也出现了警铃声 一群警察冲进了商场 好像真的在找犯罪分子 而商场中的人也反应过来 一个个的前扑后继的 朝着商场外跑去 不到十分钟 整个商场就只剩下了 无声他们三人 无声小哥 好久不见 一个中年男人 走上前看着无声爽朗一笑 李队长 麻烦您了 哎 为人民服务 李队长看着上官家的兄妹 有些好奇地问道 新队员 今天带他们来适应一下吧 原来如此 辛苦了 李队长闻言后 也是朝着上官展两人进了个礼 毕竟无声他们做的事情 和他们没什么两样 甚至有时候 还要更危险一点 他也尊敬这些小辈 您言重了 上官展和上官轻荣 也是连忙敬礼鞠躬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阵势 还是有些紧张 哥 不说是可以开玉环吗 为什么还要把人清空出去啊 上官展有些好奇地问道 玉环会将附近灵能高于常人的人 一起拉进去 容易出危险和暴露 无声讲出了缘由 而后将手中的玉环展现出来 将玉 无声念出两字后 手环射出一道蓝色的光芒 那光芒连接在那片泛起涟漪的空间之中 紧接着 无声三人瞬间消失在原地 李队长看着这一幕 眼中带着些许的羡慕之色 没办法 这种神奇的力量 谁都会想要 不过李队长的天赋不行 不过他也不算在意 现在的他 不也是在保护群众吗 上官展和上官青蓉 再度睁开眼睛的时候 已经出现在了另一个地方 脚下的土地宛如烧焦了一般 带着暗红之色 整片空间也呈现出这种颜色 暗红 死寂宛如地狱一般 而无声此刻 头发再度变成红色 手中的长刀显化而出 可 这个空间就是疆域吗 看起来好恐怖啊 上官展有些畏惧地说道 无声并没有理会他 右手持着新红色的长刀 眼中杀气磅礴 此刻的他再度入魔 恐怖吗 突然 无声微微偏过头 新红色的瞳孔注视着两人 上官青蓉和上官展 看着无声那新红色的瞳孔 心里也突然悸动了一下 咕噜 两人咽了口口水 此刻的无声 有些太让人心悸了 新红色的瞳孔 修长的身姿 配上那一头暗红色的头发 宛如那上古杀神一般 充满着煞气 恐惧就对了 喂 为什么 上官兄妹有些不解 好 突然 前方空间开始扭曲 一头三米高的牛头人 出现在此地 他手持巨斧仰天咆哮 仿佛在发泄着心中的不满 以及愤怒 也仿佛是在庆祝自己 来到了另一片世界 可以尽情地 享用那些两脚羊 但是很快 他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周围并不是他向往的龙国 没有无尽的食物和灵能 他有些疑惑 不过很快就瞪大了 那双宛如同龄般的牛眼 看着前方持刀的无声 入狱 就如同进入地狱 龙国欢迎一切友好的入狱者 也绝对不会纵容 一切想要进入其中破坏的入狱者 天堂与地狱 结在他们的一念之间 无声说完后 星红的瞳孔爆发出强烈的杀气 死死地锁定前方的牛头人 吼 那入狱者只觉得 被一股强大的力量锁定 恐怖的杀气 让其汗毛竖起 眼中开始暴露出强烈的恐惧之色 魔刀欺斩一试 分尸 瞬间 无声宛如和手中魔刀融为一体一般 一到三米高的刀器 瞬间朝着入狱者斩去 无其斧头想要挡下这一招 可惜不过皮肤汗术罢了 刀器以一种摧枯拉朽般的气势 直接将其锯斧斩断 连同身体被一分为二 牛头人被直接斩成两半 血液宛如雨滴般洒落 没有半点染到无声的衣衫之上 无声长刀一甩 将尸体收入玉环之中 凡踏入龙国领地者 若有 则入天宫 我等皆为浩克仙 若敌 则入九幽 我等皆为索命鬼 这 就是我们的责任 第十章 亦能与副作用 无声说完后 江玉也在此刻散去 三人再度回到了商场之中 李队长见无声他们出来后 也是微笑了起来 解决了 无声点了点 都解决了 我先离开了 有事情找我就好 李队长文言也是笑道 我可不想找你 要是有什么事情能找到你 那麻烦可太大了 无声笑了笑 而后带着身后 依旧呆住的两个家伙离开了 哥 我也想像你这么强 过了一会 两人从震撼中清醒过来 一脸激动地看着无声 眼中满是小星星 刚刚无声的那一刀 实在是太帅了 直接给两个人俘虏了 嗯 会的 你们两个天赋都不弱 迟早会变得和我一样强的 无声点了点头 他没有撒谎 两个人的天赋 迟早会变强的 只是需要时间而已 哥 我也能变身吗 上官清荣 突然小跑到无声的身前 然后一脸星星眼地看着他 变身 你是指入魔吗 上官清荣一愣 就是大哥你 眼睛变红 然后头发变红的样子 上官清荣也冲上来问道 两个人将这些事情消化后 就开始中二了 幻想着能和无声一样 毕竟无声刚当的样子 实在是太帅 太把气了 那不是变身 是入魔 有什么区别吗 上官清荣有些好奇地问道 有区别 因为异能的获得 是需要付出些代价的 啊 上官清荣和上官清荣 一脸疑惑地看着无声 异能其实并不算凭空生成的 更多的还是继承 继承曾经某些强大的存在的异能 就比如你的八卦 可能就是曾经的一个倒是修炼出来的 所以 你继承了他的心得 代价就是 你的行为和性格 会逐渐地向曾经的他靠拢 当然 这种的一般是好的 没有太大的影响 无声说完后 上官清荣和上官斩 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那我的天公 岂不是和仙女有关系 莫非是嫦娥 上官清荣有些激动地说道 不太清楚 也不知道曾经有没有嫦娥这人 无声摇了摇头 表示不太清楚 那个 你的副作用是什么啊 突然 上官清荣好奇地问道 无声一愣 而后转过头 并没有回答他的话以后 你就知道了 说完后 留下一脸疑惑的两人 就朝着前方走了 大哥 你不和我们进去见见妈妈吗 上官斩有些紧张地说道 不了 我还没死 总有见面的机会的 说完后 无声转身离去 没有丝毫地留恋 上官清荣和上官斩 想要说些什么 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 两人对视一眼 叹了口气了 回到别墅中了 另一边 无声给王斌打了个电话 表示事情解决了后 就回到了家中 一切又照常了起来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无声过完了两个平淡的周末 周一的时候 又开始上学了 而此刻 在川鼠的某座大山中 伴随着空间的扭曲 一直像史莱姆的怪物 从空间中掉落了出来 那怪物并不高 就一滩水一样 但是是金色的 阳光的照射下 就好像是金子一样 让人不自觉地想要靠近 而确实 也是有人这样做的 咦 这是什么 一个背着锄头的农户 看着前方反射着金光的东西 眼睛瞬间亮了 莫非是金子 想到这里 那农户瞬间洗上霉梢 连忙小跑了过去 而伴随着他的靠近 瞬间 金色的液体 宛如海啸般膨胀而起 将其彻底地吞没 连惨叫声都没有发出 大牛 你怎么在这里啊 挖到好东西了吗 另一个农户 在看到手上 戴着锄头的大牛 也是连忙问道 没 没有 大牛呆滞地摇了摇头 怎么了 生病了 怎么突然呆头呆脑的 男人看着呆滞的样子 还以为对方生病了 走走走 我带你下山吧 反正看这样子 也挖不到什么东西了 那人看着大牛没什么反应 于是转身打算 带着大牛下山 而他身后的大牛 在听到这句话后 也开口道 好 在那人转身的瞬间 大牛的脸上 掠出一个极为诡异的笑容 他的脸宛如橡皮一般 嘴巴占据了半张脸 就好像一个怪物一般 而在远处 一座白骨正安然地躺在土地上 而这时的王冰也斩掉一只入狱者 呼 真是的 最近入狱者的入侵越来越频繁了 以前一个月才一两只 现在一周就得出现两三只 真是越来越忙了呀 王冰吐槽了一番 一旁的范林笑道 据说其他区域也是一样的 不过还好魔术在我们这里 也见不到什么太强的 王冰文言点了点头 回去吧 另一边 学校中 无声有些疑惑地 看着身边的两人 有事情吗 上官展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道 哥 我们想问问入狱者都有什么等级 也方便我们分辨一下 无声点了点头 而后开口道 我把信息发给你们 在学校少讨论这些问题 好好修炼 说完后 无声把手机拿了出来 复制了一段文字 发给了两人无声 入狱者的等级 从低到高分为 E D C B A S 这些 当然后面可能还有 但是目前需要接触到的就这些 这些代表的是血脉 并不是境界 境界上和我们的境界是一样的 无声 血脉越高 他们的实力会越强 智慧也会越强 就像你们两个 同境界下 一般只有S级血脉的家伙 可以在你们手上占据优势 或者是军事 其余的同境界下 一般是打不过你们的 无声把该说的都说完后 就睡觉了 上官斩和上官清晚 则是一脸兴致勃勃的 一个看着自己的无字书 一个想着第一个绑定谁 而无声也并不清楚 随着时间的推移 龙国乃至世界各地 都开始出现了更为强大的入狱者 这些入狱者有好有坏 但是更多的是 他们是智慧开始变强了 不再是和之前一样 傻愣愣地冲锋了 或者说 之前进入龙国的 可能就是他们的先遣部队 第十一章 阴谋 是这里吗 川鼠的牛家村 迎来了几位不速之客 没错 是这里 一群人走进了村庄里 而后看到了 无比恐怖的一幕 哦 此起彼伏的呕吐声响起 前方一个男人 正对着尸体大快躲移 他的前方 是一大群重叠在一起的村民 只不过全部死了 脚下还有一根根 染着血液的骨头 宛如屠宰场一般 阁下可是抑郁者 那群人中 一个男人走了出来 他的面色也有些苍白 很显然是第一次 遇见这样的事情 不过想到上头 交代下来的任务 他还是强忍着 心中的恶心走上前 我是我们抑郁的先遣队员 我的名字叫做巴卡斯 你们就是 和我们联系的自然组织 那入狱者 嘴角残留着血肉 看向身后的人问道 原来是巴卡斯大人 我是自然组织的人 您可以叫我小张 上头让我来协助你 那人一脸谄媚地笑着说道 而巴卡斯啃着人肉 有些不屑地看着他说道 你们自然组织的实力这么弱吗 才进化五阶 这在我们抑郁 连小孩子都不如 巴卡斯的话 让张文眼中闪过一抹阴霾 不过很快就隐藏了下去 巴卡斯自然是察觉到了 不过他也并没有说什么 弱者的愤怒 对于强者来说 充满着可爱的意味 好了 我现在也没资格说你 我也就进化九阶而已 该死空间 把我的修为压掉了大半 巴卡斯伸了个懒腰 而后也有些不爽地说道 巴卡斯大人就是九阶 在川鼠这片地区也够用了 这里最强的 也不过是个六阶的家伙 估计连您的一招都扛不住 张文公为道 也是 说吧 你们有什么计划吗 巴卡斯点了点头 颇为认可地说道 嘿嘿 我们的计划是这样的 川鼠地区有生肖组织守着 他们的实力强劲 我们不是对手 我们想着的是 我们把他们聚集在一起 再由大人 您出手解决他们 之后 就可以将整个城市标记 而后把抑郁的大军 召唤过来了张文的计划很简单 这让巴卡斯皱了皱眉头问道 这么简单的调虎离山记 他们能中吗 张文笑道 您放心 现在龙国正规的进化者 数量并不会多 反倒是有很多 不想被约束的进化者 而我们自然组织遍布全球 实力虽然都很弱 但是人数上 是绝对占据优势的 张文这话真没说错 他们组织的人数很多 但是两有不齐 强者几少 他这个进化五阶的 在里面都算中等偏上的一列 最强者也不过 他们的首领退可进 至于多少阶也没人清楚 没问题 既然如此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出手 五个月之后 等第二次红月出来的一个月前 那个时候 也正好是空间壁垒 最脆弱的时候 我相信 异域应该也是准备 在那段时间大举进攻吧 听到张文的话 巴卡斯点了点头 不错 现在我们异域 并没有派出太多强者 而我则是个例外 我本身就带有任务在身 加上你们自然组织的首领 找上了我们的首领 就是这样 以为红月那段时间 肯定是防守最为严密的时候 而我们提前一个星期 出手 他们绝对想不到 只要将川鼠的十二生效 尽数击杀 后续我们首领 会直接在川鼠中心标记 那时 你们异域的大军 即可出发占领 张文将计划全盘说完后 巴卡斯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 那这段时间 就由你来照顾我了 张文点了点了头 不过这村庄里面的一切 还需要想办法处理一下 张文面色有些难看的 看着这一道片尸体 喂 你们过来 我给你们一容一下就好 只要修为不超出我的实力 都看不出来区别 巴卡斯说完后 张文也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 那就麻烦巴卡斯大人了 一场针对于川鼠 或者说整个世界的计划 在此地悄然成形 而此刻 无声正在学校中睡觉 伴随着放学铃声的响起 无声从睡梦中苏醒 将自己的东西收拾好后 无声朝着家中走去 上官兄妹 也是匆匆忙忙地离开了 看样子 是打算回去好好修炼的 无声骑着小电驴 朝着家中驶去 心情没有丝毫的变化 回来了 什么时候放寒假呀 奶奶在看到无声回来后 瞬间就笑了起来 无声的爷爷的脸上 也露出些许的笑容 我爸呢 无声看了一圈后 发现少了个人 他在你大伯那里帮忙呢 这两天卖废品的人多了起来 无声闻言点了点头 那还等他吃饭吗 不等了吧 他应该在你大伯家吃了 无声闻言点了点头 也就没再过问 走去厨房帮忙做起饭来的小生啊 其实你不用一定要在川鼠读大学的 我问过你戴伯母 他说 以你的成绩 可以去更好的学校 见识到更多 没必要为了我们几个老家伙 在这里熬着 嗯 到时候我会考虑的 现在还早 一切都还说不准 无声并没有反驳爷爷的话 他知道 有时候顺着点说 会解决很多麻烦 模棱两可的说辞 也可以为自己留后路 行 我们也老了 不过有你爸在这边照顾我们 还有你大伯 你不用 为了我们在这里 无声的爷爷在一旁叙叙叨叨地嘱咐着一些重复的话 老人家嘛 到了岁数 总喜欢说一些啰嗦的话 毕竟能活一年是一年 也不知道 他们会在哪个冬天扛不过去了 我知道了 吃饭吧 无声边回应边做饭 将饭做完后 把两位老人喊上了桌 吃饭吧 十月末期 温度仿佛也降下了些许 不过仿佛又随时会回升 一顿晚饭过后 无声照常出门 骑着三轮车 开始在大街上巡逻 整个古城区都是他负责的范围 白天由范林和王冰把守 晚上就是他了 第十二章 遇袭击 夜晚 无声在大街上游荡着 收着废品 也守着这一整条街道的安全 周围的小池滩散发着烟火的气息 时不时的 还有城管的呵斥 无声挺喜欢这种气息的 不会显得他太孤独 体内的多巴胺也会自动分泌 能让他嘴角不自觉地勾起一抹笑容 两侧的道路上人越来越少 无声也慢慢地靠近了公园这种夜晚 除了情侣找刺激也没什么人来的地方 碰 突然 无声的前方 一辆汽车直接朝着他急驰而来 没有丝毫地减速 禁止将其三轮车撞飞 无声站在大树上 看着被撞翻的三轮车 眼中带着些许怒意 而这时 车子上也走下来两个人 进化者 你们是谁 胆敢当街行凶 无声的脸色十分地难看 他还是第一次碰到这么嚣张的进化者 哈哈 十二生肖久仰大名 你应该听说过 我们自然组织的威名吧 自然组织 原来如此 无声站起身 手中的魔刀再度显现而出 新红色的瞳孔爆发出强烈的杀气 这就是川鼠十二生肖中的绝世天才 手持魔刀 诸神的魔鼠骂 名不虚传 张文看着无声眼中的赞叹之意 没有丝毫的掩饰 这是你的遗言吗 无声单手一甩 一道新红色的刀器擦着地面 就斩向张文 碰 一道淡蓝色的光幕 挡在了张文的面前 是他身边的人出手了 那光幕看上去极为轻薄 但是却能感受到其中的沉重之意 这是 在下自然组织神海 序列二百一十二 一能海洋 久闻魔鼠的魔刀中 有一股可以灼烧人肉体和灵魂的魔艳 刻来请教一二 身旁的男人一头蓝发 身材也极为高大 身上的气息宛如海洋一般 深邃而又充满着危险 我从不与人切磋 既然拔刀 那就留下点东西吧 无声眼中 鸿芒一闪而逝 抬刀瞬间栖身而上 锋利的珠神划过一道弧度 恐怖的力量瞬间将那屏障轰碎 砰 突然 一道三叉戟和一根狼牙棒挡住了这一击 强大的反振之力将无声和张文那两人震飞 无声后退三步稳住身形 而张文和神海各退七步 高下立判 无声皱了皱眉头 对方的力量有些不对劲 你是力量型的异能 无声看向张文问道 不愧是魔鼠 好眼力 自我介绍一下 在下张文 自然组织队长 一能瞒 说吧 只见他的身体瞬间膨胀起来 一股蛮荒之气在他的身上散发而出 身体趋近三米 浑身上下充斥着无比可怕的肌肉 上衣被直接撑爆 右手拿着一根一米多的狼牙棒 无声皱了皱眉头 而后身上爆发出一股无比灼热的气息 新红的火焰在其魔刀上燃起 魔焰升腾在半空中 仿空间仿佛都扭曲了一般 这就是魔刀的魔焰吗 让我们见识一下吧 张文嚣张一笑 而后轮起狼牙棒 就朝着无声砸了过去 他的身后 神海也拿出一银白色的三叉戟 朝着无声刺去 魔刀七斩第一式 分尸 无声压低身体 恐怖的刀器再度爆发而出 三米高的刀器在地面上 拖出一道巨大的痕迹 朝着两人冲去 蛮力 后海 两人看着这恐怖的刀器面色瞬间变了 直接祭出权力 以及自己的天赋神通 张文的双手再度膨胀 一股恐怖的力量 从其手中爆发而出 而神海则是身上升腾起无尽的海水挡在前方 海水悬浮在空中 组成一道水墙 接近三米后 碰 海水组成的墙壁被直接轰碎 而张文的身体也被刀器轰得节节败退 挡住 张文双手轻轻爆起 脸上被憋得通红 伴随着一道爆炸响起 恐怖的烟雾升起 另外两人则是直接被轰飞数十米 身上的衣服也被打得破破烂烂 身上也出现了些许的伤痕 烟雾散去 无声笔直地站在原地 眼中的杀气愈发地浓郁 分尸 无声弯下身子 打算再来一刀 送两人见阎王 靠 大招不要钱啊 打个屁 真是个疯子 张文见无声还要来一刀 直接抱了句粗口 而后身体闪烁起白光 两人瞬间消失在原地 而新红色的刀器一闪而过 无声的身影显现而出 他皱着眉头 看着消失的两人 喂 是王斌吗 什么事情 刚刚我被自然组织的人袭击了 两个净化五阶 目的不明 最近让大家都小心点 自然组织 你没事吧 远在地下室的王斌 瞬间站起身 而不远处的范林 听到自然组织的名字后面色 瞬间凝重的起来 我没事 两人一个叫张文 蓄力204 异能蛮 一人叫神海 蓄力212 异能海洋 好的 我清楚了 我马上通知其他人 最近你也小心一点 好 将电话挂断后 无声看着虎口处 一出的鲜血皱了皱眉头 虽然实力差距巨大 但毕竟是两个人 配合下来 也让无声受了点皮外伤 虽然不碍事 多事之秋 无声转过身看着 已经报废的三轮车和汽车 也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麻烦 拿出手机和上面的人 说了一声后 无声就离开了 过了大约半个小时 就有人出来善后了 无声也只能骑着共享单车 开始巡逻了 另一边 张文和神海 也回到了村庄当中 两人捂住胸口 喷出一口鲜血 面色苍白地对视了一眼 两人都能看到 对方眼中的苦涩 是啊 两人辛辛苦苦修炼了这么久 游走在刀尖之上 居然被一个小了 他们接近十岁的少年 一招秒了 甚至在不走性命 都要交代在那里 这让一直在组织中 处于中上游的两人 感受到了强烈的挫败之意 唉 两道叹息声 就这样在空旷的场地中回荡 有天赋不可怕 有天赋还比你努力的人才最可怕 第十三章 自然组织 没事吧 王冰找到无声 与气有些担忧道 不知道他们出现是想干嘛 上来就直接找上了我 看样子 应该是冲着我们十二生肖来的 无声说完后 将目光放在了王冰的身上道 这几天都小心一点吧 通知一下上面 有事发信号 那两个进化五接的挺强的 王冰点了点头 这里还有车子吗 我的三轮车被他们撞翻了 无声看着王冰问道 车子 三轮车肯定没有 不过有摩托车 你会开吗 王冰思索了片刻后开口道 无声一愣 给我一辆吧 到时候 如果真出事了 支援的时候也会快一点 无声这个时候也不打算低调了 现在自然组织出现的话 就不能再去搞巡逻了 无声需要的是超强的机动性 行 正好上头派发的装备也到了 王冰点了点头 而后带着无声去拿车 很快 在一个仓库中 一辆暗红色的摩托车 出现在了无声的面前 摩托车呈流线型 通体红色和黑色两种 看上去宛如熔岩一般 这是上头给我们用的熔岩型300 全速状态下能达到音速 能适应各种环境 搭载着灵能转换器 可以将我们的灵能 转换为防御光照和武器 可能不会强 但是至少 能让你在高速状态下 保护好自身 无声点了点头 在城市中音速 肯定是用不了的 但是至少 可以让自己更快速地支援 那我开走了 王冰笑道 本身也是为你准备的 这个时候就不适合低调了 估计上头 在下次红月出现的时候 也会将事情公之于众了 现在虽然压制得很厉害 但是民众 也看出了些许的不对劲了 最近的超自然现象 越来越多了 无声点了点头 嗯 不过没事 我在古城区 至少在下次红月之前 不会有什么问题 我信念 王冰不可否置地笑了笑 无声的实力 他们穿属十二生肖 全部认可 无声将摩托车 收入了手环之中 而后就离开了 今天晚上 他将张文神海两人击退后 就直接来到了王冰这里 有些事情 还是需要当面说比较好 天空也蒙蒙亮了起来 无声朝着家中走去 到了家中 无声的家人 也早早地就睡醒了 他们做好早餐 等着无声回来 在看到无声的时候 三人眼中带着些许的喜色 不过在发现 无声是走过来的时候 无声的父亲 连忙快步靠近 小声你没事吧 无声一愣 看着面前神色担忧的男人 他摇了摇头 没事 就是收废品的时候 车子停在被人撞坏了 被人拉走了 大人赔了钱 我没事 而这时 无声的奶奶走上前 抓起无声的右手 而后有些担忧地说道 还说没事 你看看都流血了 要是感染了怎么办 来来来 跟奶奶回房间 奶奶房里面有药 说着就直接抓起无声 朝着房间走去 一家人因为无声的手 擦伤了而担心 无声也没有反抗 就跟着奶奶 将手包起来了 今天还去学校吗 要不在家里休息一天吧 无剑军看着无声担忧地说道 不用 不是什么大事情 无声摇了摇头 学校处于城市的中心 不管去哪里 基本上距离都差不多 而且无声在学校想逃学就逃学 和在家里没区别 而且热闹点的话 他的心情会更加舒适些许 人毕竟是群居动物 享受孤独的人 不会去排斥热闹 我吃好了 你们好好休息 这段时间 尽量少出门吧 无声嘱咐了一声 而后朝着学校走去 无剑军看着无声的背影 眼中闪过些许的挣扎 他又转过头 看着头发花白的两位老人 最终眼中的挣扎隐匿而去 只剩下了叹息 唉 他转过头回到了家中 无声又来到了三点一线的生活 上学 巡逻 顺便找点活干 至于上官家的话 已经很久没有再来找无剑军的麻烦了 毕竟一找无剑军无声就得来 他们可能也不想麻烦无声 当然 无声也将自然组织的事情 告诉了上官家 自然组织是什么东西啊 上官轻荣好奇地问道 而他身边的上官展 也是一脸疑惑地看着无声 一个反动组织 他们在获得力量后 不想再受规则束缚 觉得国家的政策十分有问题 限制他们变强 想要将整个世界的秩序推翻 或者说 他们想要和普通人区分开 他们不想 活在阴暗的角落里 想要光明正大的杀人 变强 就像自然界一般 强者随意宰杀弱小者 上官轻荣点了点头 而后仰起头有些骄傲道 没事的 我和我哥都已经是进化者一阶了 也是很厉害的 不会那么容易出事的 上官展的眼中也充斥着骄傲 看来第一次的突破 让他们对自己的实力 并没有多少清晰的认知 不过也是 毕竟实力暴涨了吗 反正你们小心一点就好 有什么危险可以找我 或者王斌都可以 或者找当地的十二生肖 你们应该是有电话的 无声并没有劝解两人 因为他知道 有些事情不去经历的话 口述是永远无用的 知道了 上官展和上官轻荣点了点头 无声也没有多说什么 就直接回教室睡觉了 一天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而之后 那自然组织 好像彻底消失了一般 无声也没有再遇到过袭击 只不过入狱者的出现频率 反倒有些高了起来 一周经常出现四五支 无声的实力 在这段时间也有了不小的长进 就这样又过了两个月 寒假如期而至 考完试之后 无声收拾好自己的东西 朝着学校外面走去 这时 上官轻荣走了 过来问道 哥 我们一家寒假要去旅游 妈妈让我来问问你 要不要一起 两人的眼中带着些许的期待 无声这段时间 已经彻底将两个人折服了 只要两个人问无声问题 无声都能对待如流 两人的修为也大有长进 距离进华二阶 也仅仅是一步之遥 不了 我寒假还有任务 无声摇了摇头 直接拒绝了 上官轻荣两人闻言 也是对视了一眼 从对方的眼中 看到了失落 回见 无声轻声地打了个招呼 而后就朝着家中走去 第十四章 旅行 回到家中的无声 也没有做什么 平淡的生活 并没有什么 可以让他内心 生起波澜的事情 那个 你小一丢打过电话 问你愿不愿意 和他们一起去旅游 要不你 无见军走出门 在看到无声回来后 磨蹭了一回 而后开口道 不用了 我寒假有事情 没办法去旅游 你要想去 的话我可以带你去 可以吗 无见军突然情绪有些激动 有些期许地看着他 无声一愣 他转头有些疑惑地 看着无见军 他之前从来不会 要求这些事情的 你想去哪里 我应该能抽出来一段时间 我想去三亚看看 正好天气转凉了 无声点了点头 想去的话就去 我这两天安排 你把爷爷奶奶也带过去吧 顺便大伯他们也一起去吧 旅游游问题 应该不会太大 无声摸了摸下巴 他这段时间应该够低调了 去旅游 应该不会有人说什么 他倒是无所谓 主要是怕有人去说 无见国他们 还有爷爷奶奶 不过无声倒是有些许疑惑 为什么无见军突然想要出门 他都以为无见军打算 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过一辈子了 不过 无声也不会去阻碍这些事情 他要是想去 无声有能力都会满足他 毕竟他是无声的父亲 不过 曾经做了再多错事 他确确实实 好好的把无声养大了 并且也没有对无声打骂 给了他能给的最好的 虽然微不足道 但是也足够了 喂 是王斌吗 怎么了 有事情吗 我想请一周的假期 最近有没有什么任务 有的话我一并解决了 啊 请假呀 你请假要干嘛 任务的话 倒是没有多少 王斌有些猛逼 这么多年 无声还是第一次请假呢 我爸说想去三亚 我准备带他去一周 一周后回来 无声的话让王斌一愣 他挠了挠头 思考了一会后 开口道 你先等等 我问上头怎么说 好 王斌挂断电话后 又打了另一个电话 喂 那位 电话那头传来一道慵懒的声音 是个男人 请问是银虎大人吗 是豪州啊 有什么事情吗 那个 是魔鼠的事情 嗯 魔鼠出事了 那边的语气 瞬间变得有些认真了起来 不是 是魔鼠说想带家人去一趟三亚 说是家里人想要去看看 那边的声音瞬间消失了 银虎大人 想去就让他去吧 他也确实在休息了 顺便和他说 让他放心消费 全面 那边的声音响起 而王冰文言也是乐开了话 行 我这就和他说 电话挂断后 王冰又给吴声打了电话 表示没问题 并且费用全部报销 吴声文言后 直接拿出手机 开始订票 让大伯他们也一起吧 今天晚上就出发 吴声订了七张票 他打算让大伯和大伯母 也待一段时间 因为吴建军的事情 他们也很多年没有出去玩了 好 我这就和你大伯说 吴建军脸上露出笑容 而后一拳一拐地 朝着吴建国的家中走去 爷爷奶奶的脸上也挺高兴的 能一家人出去走走 对于他们来说 也并非什么不好的事情 他们两个 还是很喜欢和孙子出趟 远门走走的 当天晚上 一大家子就坐上了飞机 朝着三亚飞去 几经辗转 吴声带着一家人 来到了一家五星级酒店 小 小声 我们真的能住这里吗 吴建国咽了咽口水 眼中带着些许的震撼和自卑 嗯 放心 我手里有钱 安心得住吧 又不经常来玩 吴声安慰了一声后 就带着一家人走进了酒店 你好 几位 服务员还是十分专业的 没有什么看不起人的意思 七位 四个房间 吴声将自己的订单交给他们 服务员见状伸出手 接过他们手中的行李 而后带着七人朝着楼上走去 吴声自己一个人一个房间 吴建国一家一间 爷爷奶奶一间 吴建军一个人一间 就是这样分配的 到酒店后 吴声打开窗户 看着不远处的沙滩和海水 眼眸中没有丝毫的波澜 那美丽的景色 对于他来说 好像并没有什么吸引力 那是 吴声看着远处海水中 突然出现的阴影 皱了皱眉头 不过阴影很快就消失了 吴声也并没有感受到 什么玲珑波动 大鱼骂 咚咚咚 突然 门口传来一道敲门声 紧接着吴威的声音响起 哥哥 别在房间里待着了 陪我去玩 来了 吴声没有拒绝吴威 对于他来说 现在的吴威就是孩子 既然是孩子 就是需要哄的 他愿意 让对方不算完美的 童年中过得更好 这也是为什么 他不愿意 吴威进入进化者的世界 对于吴威来说 还太小了 如果未来他有机会 接触到 并且愿意地进入的话 吴声也不会去阻拦 哥 你穿的什么呀 换一身衣服 吴威看着吴声 一身奇怪的服装 也是有些称怪地看着他 我没带衣服 吴声回应道 那正好 我们去看看 有没有什么可以买的 说着 少女就一脸兴奋地 拉着吴声 朝着门外走去 泳装店中 吴威兴奋地 给吴声挑选泳装 哥 你穿这件 见吴威拿出一个 四四方方的泳裤 吴声皱了皱眉头 不过在看到 少女期待的眼神后 他还是妥协了 嗯 吴声将身上的衣服脱下 而后换上了泳裤 白色的衬衫 就这样套在外面 身上的肌肉 看上去极为匀衬 且没有过度的膨胀 看上去极其具有美感 吴声的皮肤很好 身材也很漂亮 加上长相帅气 简直就是少女杀手 也不为过 哇塞 哥你太帅了 吴威看着吴声的样子 一脸崇拜 而后又得意地笑道 不过也有我的功劳 能把你打扮得这么好看 看见吴威活泼的样子 吴声笑了笑 而后伸出手 拍了拍他的小脑袋 走走走 去海边玩去 在给吴声打扮完之后 吴威就直接拉着吴声 朝着海边走去 此时 吴建军和吴建国他们 也都在海边 吴建军一蹶一拐地 在大海边走动着 他的眼底有些激动 又有些释然 当然 还有些许的不解 他在因为童年的向往而激动 因为少年的失望而释然 又因为中年的成熟而不解 他看着大海 此刻的他好像 就是他自己 不再是那个为了赎罪而活的人 吴建国则是和自己的前妻 如交似妻去了 爷爷奶奶 当然是找了个地方 坐着聊着曾经的事情 欣赏着美景了 这是他们第一次来 可能也是最后一次 吴生跟在吴威的身后 他的嘴角勾起一抹笑容 拿出手机给吴威拍照 周围有不少女生 正一脸花痴地看着他 没办法 长得帅真的很受欢迎 第十五章 偶遇 妈 你看那是谁 不远处的上官清荣 此刻正拉着身边的上官子 朝着远处指去 当然 上官清荣的表情 有些吃味 小声 不远处的吴生 听到声音后一愣 转过头 就看见上官子 一脸笑容地看着他 而他的身边 上官清荣正鼓起脸颊 看上去蛮不高兴的 妈 好巧 吴生点了点头 打了声招呼 而吴威见状 也是连忙走到吴生的身边 然后抓起吴生的手 哥 咱俩走 吴威抓起吴生 就要把他拉走 他知道的事情不少 他不是怪上官子 抛弃吴生 也不怪对方 报复吴生的父亲 毕竟 换做是他经历那样的事情 也不可能无动于衷 他气的是 既然已经抛弃了 为什么还要经常性地 来打扰吴生 他一直觉得 自己哥哥的沉默寡言 是因为他们 老是把吴生 喊过去的时候孤立他 吴生没有挣扎 而是朝着 上官子笑着点了点头 就离开了 上官清荣一下就不乐意了 你拉我大哥干嘛 上官清荣走上前后 一把抓住吴生的另一个胳膊 要把他往上官子那里拉 他不是你哥哥 他是我哥哥 你们当初就不要他了 你放开 吴威在听到对方 喊吴生哥哥的时候 瞬间就像只发怒的小猫一般 直接炸毛了 直接朝着 上官清荣呵斥道 上官清荣一愣 手也松开了 不远处想要过来的上官子 听到吴威的这句话 也瞬间愣住了 眼中的愧疚 一下子就流露了出来 小威不要乱说话 道歉 吴生皱了皱眉头 而后朝着 对着吴威说道 对不起 吴威撇了撇嘴 一脸不服气 但是还是 朝着上官清荣到了声歉 上官清荣不说话了 一时间场上的氛围 突然就甘大了起来 你这人怎么回事 这时 不远处突然传来一道呵斥声 众人将目光转移过去 全部愣住了 爸 叔叔 吴威和吴生 一口同声地喊出 那道熟悉的身影 两人连忙走了过去 只见吴建军此刻 正给人道歉呢 前面是一对男女 很年轻 看上去也就和吴生差不多大 吴生皱着眉头 他从对方的身上 感受到了灵能的波动 怎么回事 没什么大事 就是走路太入迷了 一不小心撞到了他们 吴生点了点头 而后看着面前的两位少年 两人一男一女 看样子是兄妹 男的长得很帅气 浓眉大眼的 显得十分的阳光 但是这阳光之中 又带有些许的威严 而女的 则是面部线条比较柔和 一头长发如铺锤 垂直腰间 穿着一身白色的裙子 在这沙滩中极为显眼 露出半截白嫩的小腿 长相也是倾国倾城 抱歉 我父亲撞到你们了 有哪里受伤或者损失吗 合理的情况下 我都会赔的 吴生对着两人道了声歉 而后表示 会赔偿他们的损失 两人对视一眼 而后那男生摆了摆手道 没事 就是被吓到了而已 道了得歉就行 下次走路小心点哈 毕竟不是所有人 都像我这么好的 少年的语气并不重 甚至很和蔼 脸上也是洋溢着笑容 吴生点了点头 而后带着吴建军离开了 路上 吴建军也看到了上官子 他愣了一下 不过随着上官 轻荣挡在了上官子的身前 他连忙低头一蹶一拐地离开了 吴生和吴威也追了上去 妹子 感受到了吗 刚刚被撞到的阳光少年 问向身旁的少女 嗯 很强 并且充斥着杀气 少女的声音很好听 也很轻柔 十分的温柔 想不到还能碰到进化者 年纪还这么小 你说他是谁家的呢 不像是帝都之人 外城之人吧 少年点了点头 而后再看了一眼吴生的背影后 转身离开了 他们此行可是有任务的 另一边 吴建军走在吴生的身旁 低着头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别想太多 没大事 解决了就好了 你在这里玩就好 没人认识你的 好好放松一下 你身上的钱够吗 吴生声音地安慰着吴建军 吴建军点了点头 并没有说话 别想太多 吴生说完后 看向了身旁的吴威 事宜让他哄哄 吴威点了点头 然后蹦蹦跳跳地 走到了吴建军的身旁 抱住了他的胳膊 叔叔 你陪我去玩吧 我看到那边有好多好玩的 说着就用力地拉起吴建军 啊 我妈 要不让小生和你去吧 不行 我哥哥 他还有事情要办 你陪我去 你看 我爸妈也在那里 走走走 说完后 就拉着吴建军 朝着远处走去 临走的时候 还朝着吴生 偷偷地比了个OK的手势 吴生见状笑了笑 而后转过头 看向不远处的那对兄妹 作为公职人员 他需要去确认 那两个净化者的身份 吴生赤着脚 踩在金黄色的沙滩上 朝着不远处的人群走了过去 哟 有礼貌的小哥又见面了 有什么事情吗 温俊看着吴生 笑着打了声招呼 而后问道 吴生皱着眉头 看着这群人 一共六个人 全部都是净化者 不好意思 我是川鼠十二生肖之一 需要确认一下各位的身份 吴生将自己的证件拿出来 给六人看了一眼 本来还一脸好奇的众人 此刻都变成了吃惊 他们看向吴生的眼中 充斥着惊讶 上下打量着吴生 生肖组织 这么年轻 其中一人 有些不可置信地说道 温俊也是一脸惊讶地看着吴生 不过很快 他的笑着说道 川鼠的十二生肖 没有资格过问三亚的事情吧 他的眼中 带着些许挑衅的意味 很显然 他想和吴生斗一场 但是吴生的回答 有些出乎他的预料 知道了 抱歉 打扰了 吴生说完后 转身就离开了 独留下温俊 一脸猛逼地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就这 众人面面相去 他们还以为 能有一场精彩的对决看呢 结果对方 吴生直接不按套路出牌离开了 而温俊身边的少女 也是一脸好奇地看着吴生离开的背影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第十六章 尴尬的一幕 吴生离开后 直接打开了自己的手机 然后给三亚的十二生肖打了个电话 在得知对方的身份没有问题后 他就没有管了 至于刚刚对于温俊的挑衅 他完全不放在心上 因为对方提醒他了 这件事情完全不需要他插手 打个电话问一下就好了 而此刻的无为一行人 正一脸尴尬地坐在一起 不远处上官轻荣他们也有些尴尬 没错 他们又撞在一起了 并且是全家人 上官子一家人 带上他的小妹上官仪 还有陈亮和上官义 他们双方都挺尴尬的 吴生见状也没有说什么 而是看着无为问道 饿了吗 无为闻言点了点头 那走吧 我们去吃饭吧 吴生揉了揉吴威的小脑袋 而后抓起他的手 就准备打破这僵局 妈 我也要去吃饭 突然 上官轻荣也来劲了 他看到吴生抓起吴威 就很不舒服 明明我也是你妹妹 对我的时候 怎么就没那么温柔 上官轻荣心中想着 而后抓起上官子 就跟在了吴生的身后 最后形成了这样的局面 吴生和无为在前面走 后面跟着低头的吴建军他们三人 然后后面 还跟着一脸不爽的上官轻荣 和其他一脸尴尬的人 当然 上官仪和上官子的眼中 依旧有些许恨意 很显然 当年的事情 他根本无法忘怀 不过这也正常 在有心上人的时候 被人强暴 换谁来 都不可能原谅这种行为 很快 众人齐聚于一个餐厅之中 两桌人相对坐 看上去极为尴尬 上官轻荣 一脸不爽地看着 坐在吴生身旁的吴威 很快 两桌一模一样的菜品 就这样搬了上来 两桌人都极为尴尬 吴生道道 没觉得有什么 安安稳稳地吃着饭 在这种尴尬的氛围中 吴威一脸挑衅地 看着上官轻荣 时不时地给吴生加菜 一副我才是妹妹的架势 咔吧 伴随着木质的筷子 被直接掰断 上官轻荣一张漂亮的小脸 仿佛能看到一个紧字符 好好吃饭吧 不用给我加了 吴生拍了拍吴威 让他自己吃 而后站起身 走到上官子的身旁开口道 妈 有事情和我说 你有我联系方式的 上官子闻眼脸上 瞬间喜笑颜开 好 你吃饱了吗 吴生点了点头 而后转身离开了 郑主走了 剩下的两人逗来逗去也没意思 最终伴随着两道交亨 这一场尴尬的吃饭之旅就此结束 而此刻的吴生 则是穿好衣服来到了海边 海风带着苦闲的味道 吴生看着远处的乌云 心中突然有了些许的不安之感 海底异常的能量波动吗 吴生喃喃自语 这是他从生肖组织这边得到的消息 那些孩子是进化学院明年的学生 但是现在依旧在进化学院培养 今天来的任务就是调查这个 吴生看着远处的乌云 那里仿佛在酝酿着一场风暴 也仿佛是在孕育着什么 当然可能也不仅仅是大海 蓝心中好像进化的不仅仅是人类 吴生注视了许久 最终还是离开了 没有接到命令他并不想擅自行动 万一打乱了别人的计划 会造成很大的麻烦 而因为天气的原因 大家也全部回到了酒店当中 爷爷奶奶脸上充斥着笑容 看样子今天他们过得很开心 小生呀 今天玩得怎么样 开心吗 奶奶看到吴生后 脸上充斥着慈祥的笑容 很开心 你们呢 身体没什么问题吧 没问题 放心吧 你爷奶奶的身子骨还阴亡呢 吴生点了点头 而后跟着两个老人回到了房间中 在将老人送回房间后 吴生也回到了房间中 他打开电视 看着电视的节目默然不语 仿佛这个世界与他毫无关系一般 另一边 温俊此刻正看着前方的巨大章鱼 一脸惊讶 哟 海鲜成精了 温俊的身边他妹妹 也是一脸好奇地看着面前 这只三米高的章鱼 放肆 无奈海族先遣部队 特来找你们人族的首领商议事情 哪里来的小辈居然敢如此不尽 那章鱼口吐人言 身上的触脚在海洋中甩动着 而此刻的温俊六人正在一艘船上 在听到对方口吐人言后 也是一脸震惊 你 你会说话 哼 人类不过在进化中占据到了运气而已 现在世界灵能复苏 吴等为何不能说话 那章鱼的眼中映射出一抹人类的不屑 仿佛在看几个香巴佬一般 还真有意思 你还真成精了 来来来 你和我说说 你想和人族首领说什么 温俊的脸上露出些许的玩味之色 他伸出手 毫无尊敬可言 和你这种小孩说 有什么用 让你们管事得出来 章鱼并不打算和温俊他们废话 游动着身体准备离开 放心 我的身份不低 不然也不能直接来找你啊 你和我说说 如果可能的话 我就帮你转告一声怎么样 温俊的语气充满着轻挑 而章鱼好像听不出来一般 一脸认真地思考了一番 然后点了点头道 既然如此 那么就你就转告一声 我们海族愿意和你们人族结盟 一起防御抑郁的入侵者 当然 结束后 我们海族需要人族三分之一的土地 章鱼的话 前面还让温俊有些惊喜 不过越听到 后面脸色越发的难看 在对方说完后 他的面色瞬间沉了下来 小子 你怎么不去通知 还在这里待着干嘛 这件事不用找上头 我在这里就可以告诉你的案 温俊低着头 语气有些低沉 哦 可是答应了 这件事情 不可能 伴随着温俊的抬头 他的头发瞬间变成金色 一双金色的瞳孔 仿佛太阳一般无比的炙热 而他的身上 也瞬间燃起恐怖的金色火焰 人类 你耍我 章鱼的眼中 瞬间充满怒吼 身上的触手 也开始不安分地甩动了起来 小船被海浪打得摇摇欲坠 你不配 神通 地言语 伴随着火焰开始汇聚 温俊身上的火焰 在其身后凝聚成一对翅膀 金翅伸展开来 竟足足有六米 恐怖的温度 让其脚下的海水沸腾 空间都被高温扭曲了起来 第十七章 温俊 温俊 序列012 异能 太阳神君地骏 温俊的眼中充满着高傲 他的手中 一柄金色的长剑开始凝聚 剑身一指宽 剑韧长三尺 火焰吞吐着剑气 仿佛要将海水切开一般 小子 竟然敢耍我 那我就先拿你开开位 伴随着章鱼的怒吼 恐怖的海水 瞬间朝着半空之中的温俊 轰沙而去 宛如一小型海啸一般 充满着压迫感 哼 雕虫小技 温俊的眼中依旧不屑 他单手一推 身前形成一道火焰墙 灼热的高温将海水瞬间蒸发 白色的雾气 充满着一片区域 看招 突然 章鱼从海水中冲出 他的嘴中喷出大量的墨汁 那墨汁带着腥臭之味 让船上的几人有些头晕目眩 兄长小心 墨汁有毒 温俊的妹妹开口提醒道 而温俊依旧不屑一顾 长剑一斩 就将那墨汁一分为二 锐利的剑气将其触手斩断 章鱼看着被瞬间斩断的触手 眼中有些不可思议 他没想到眼前的少年这么强 可恶 小子 你给我等着 等我回来 带大军将你们先行斩杀 后再去海岸上 将那些人类全部吃光 章鱼放出狠话 而后瞬间潜入茫茫大海中 温俊并没有追击 他完全没有将对方的话放在心上 对于他来说 一切来犯者都不过蝼蚁罢了 他的火焰能将一切全部烧光 很显然 温俊继承的异能 让他拥有了无与伦比的骄傲和自信 甚至是自负 温俊回到船上后 船上的人有些担忧地说道 俊哥 这样真的没问题吗 放他走万一塔 放心吧 我们人族才这么点进化者 他一个进化三界的章鱼 怎么可能能叫来很多 就算来了 也不过从一只海鲜 变成了海鲜盛宴而已 温俊的语气充满自信 完全没有将对方放在眼里 也是 俊哥可是咱们学校里最强的一批 年纪轻轻就进化五阶了 没错 更何况还有温习呢 回去吧回去吧 都饿了 可惜了 刚刚应该将那头章鱼拿来炖了的 一群少年就这样回去了 一群从小在温室中长大的花朵 再没有经历写的教训 是无法品尝到后悔的 另一边 无声并不知道海洋中发生了什么 此刻的他正在睡觉 12月4日凌晨零点 咚咚咚 无声的房门口响起了一阵敲门声 在这黑暗的房间内显得无比的诡异 无声睁开眼睛 从床上起身开口问道 谁 门口并没有人说话 而敲门声却没有停顿 依旧在响 无声皱着眉头朝着门口走去 从里面看不到外面的情况 而在无声打开门的时候 碰 哥生日快乐 18岁了 无声有些猛 他看着面前的吴威和身后的吴建军等人 突然想起来了 今天是他的生日 嗯 生日快乐 进来吧 无声微微一笑 而后把门打开 把众人带进房间 爷爷奶奶也在 他们的脸上充满着慈祥的笑容 奶奶更是走上前抱了抱无声 乖孙子18岁了 时间过得真快呀 一转眼就这么大了 这是奶奶送给你的 奶奶满是老简的手 拿出一个玉佩 玉佩是一个笑口常开的弥勒佛 奶奶直接给无声带在了脖子上 而其他人也送了礼物 吴建军的礼物 让吴声有些惊奇 他送了吴声一个相机给吴声 这是我在网上买的 想着我们一家人都没怎么拍过照 正好一起拍一张 吴声看着他有些局促的样子 一股暖流在其心中流淌 谢谢爸 正好我们一家人拍一张吧 吴声拿出相机 我来我来 我来把好 正好蛋糕也在 这可是我挑了好久的 无微一脸兴奋 吴建国和一个有些沧桑的女人 一脸慈爱地看着他 女人叫张花 是吴声的大伯母 也很不容易 慢点 慢点 他温柔地叮嘱着 而众人也站在了一起 吴声和无微站在蛋糕的前面 他无声的身后 是爷爷奶奶 还有他爸爸 吴声的身后 则是他的爸爸妈妈 咔嚓 伴随着相机快门的按下 一张全家福在此刻就拍好了 好了 吃蛋糕了 让我来给我哥见 吴微脸上洋溢着笑容 众人也一脸宠溺地看着他 行行行 你来见 你哥过生日 你比你哥还激动 吴建国假装板着脸说道 但是他的脸圆圆的 板着也就那样 嘿嘿 这可是我唯一的哥 吴微一脸娇憨道 切下一块蛋糕 递给了吴声 哥 吃蛋糕 吴微把蛋糕递给吴声 而后一脸期待地看着他 吴声接过后吃了一口 怎么样 怎么样 好吃吗 吴微的语气有些紧张 很好吃 你也快吃吧 吴声咽下后微微一笑 给出了一个令吴微满意的答案 妈你看到没 我就说 我哥会喜欢吃 你还说会太甜了 是是是 你最聪明 最了解你哥了 张花看着自家女儿的样子 也是宠溺地迎合着他 一场低调的成人礼 就这样举行了 半个小时后 吴声的爷爷奶奶 就先扛不住去睡觉了 而后陆陆续续的 其他人也回去了 最后折腾到一点多 房间内终于只剩下了 吴声一个人 吴声坐在一片狼藉的房间内 有些呆呆的 嗡嗡嗡 吴声拿出手机 看着手机中 吴微发来的消息 吴微 哥哥生日快乐 18岁要开心一点啊 烟花表情包 吴声嘴角勾起一抹弧度 就这样在一片狼藉的房间中 睡了过去 第二天一早 吴声就起床 将房间收拾了一下 收不收拾 其实也没所谓 但是早上起来 也没什么事情干 稍微收拾一下 也可以让人家不那么麻烦 哥 吃饭 门口吴微的声音响起 吴声将垃圾打包 放在垃圾桶中 而后推开门 走走走 听说这里好多海鲜呢 跑快点 我们不能让其他人抢鲜了 吴微抓起吴声 就火急火燎地 朝着楼下走去 吴声为了不让他摔倒 也只能跟着他的节奏 第十八章 在狱 这家酒店有自住餐厅 吴声被吴微拉着 一路小跑到了餐厅 餐厅这个时候人还是很多的 两人在角落找了个位置 哥 你在这里看好位置哦 我去拿吃的 你要吃什么 吴微把吴声按在椅子上 然后自己跑了 吴声见状 也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哟 这要巧 突然 吴声的身后 出现了一道略显熟悉的声音 吴声转过头 他的身后 温俊正带着他的朋友们 再吃早饭 嗯 吴声轻轻点了点头 就没有再说话了 大家都不熟 也没什么好聊的 温俊见状也没有说什么 打个招呼 也不过心血来潮 温熙倒是多看了眼吴声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哥 吃饭 这时 吴微也回来了 他盘子里装了好多吃的 然后全部递给了吴声 你也吃 两人就这样 开始享用起了他们的早餐 大哥 你也在这里啊 突然 不远处传来一道声音 紧接着就是两道声音走了过来 上官轻荣 直接坐在了吴声的身边 上官展则是朝着吴声礼貌地 打了个招呼 哥 早上好 吴声点了点头 好像对待谁 都是这个态度 而这时 温俊和温熙他们也是 一脸好奇地看着这一幕 因为他们 从上官展他们身上 感受到了灵能 虽然不算强 这都是你的弟弟妹妹吗 温俊看着吴声笑道 他们不是 我才是我哥的妹妹 吴微这时突然开口了 他就像个护独自的小猫一般 鼓起脸颊 一脸敌意地看着上官轻荣 什么嘛 我也是他的妹妹 而且血脉上 我们还比你更亲近呢 上官轻荣也是针锋相对 血脉上有什么用 小时候都是我陪着我哥玩的 他现在长大了 你们就要抢走他 不行 吴微的语气有些激动 他大声地 呵斥着上官轻荣 而上官轻荣听到这后 也瞬间呆愣住了 上官展在一旁听到这里 也是一脸尴尬 那 那又不是因为我们 上官轻荣身影瞬间低了下去 刚刚的气势直接被打散 没事 从没怪过你们任何人 别想太多 想吃饭就在这里吃吧 吴声见场面有些控制不住 连忙开口安慰道 上官轻荣抬起头 看着这个大哥 眼眶一时间酸酸的 吴微撇过头 娇哼了一声 一大早就以这样尴尬的局面 落下帷幕 另一边温俊他们 一脸好奇地看着这一幕 吃过饭后 吴声就回房间了 这些事情太过麻烦 他也没想到能这要求 正好还就碰到了上官子他们 想到这里 他也有些无奈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这时 吴声的手机又响了 喂 小声吗 有事情吗 你能出来一趟吗 我在海岸边等你 挂断电话后 吴声看着手机上的来电显示 也是有些猛 刚刚打电话的是他爸 这段时间 吴建军的行为 确实有些奇怪了 吴声将手机放回口袋里 而后朝着海岸走去 很快 他在沙滩上看到了吴建军 此刻的他 正坐在阳光底下 看着前方的大海 有什么事情吗 吴声走上前开口道 没什么事情 就是觉得我们父子俩 好久没说过话了 想和你聊聊天 吴建军的话 让吴声一愣 他俯视着吴建军 眼中带着些许的复杂 想聊什么 吴声坐下后问道 你有什么理想吗 吴建军开口 问了个十分特别的问题 没什么理想 好好做现在的工作就好了 吴声淡淡地说道 这样啊 你恨我吗 突然 吴建军的语气有些哽咽 他甚至都不敢回头看吴声 生怕对方的眼中 透露出些许的厌恶 或者是恨你 哼 为什么要恨呢 吴声转问道 因为我的错误 才让你承受这么多 让你这么辛苦 没有多少朋友 小时候还被指指点点 吴建军的语气 愈发地哽咽了起来 他其实对于吴声是愧疚的 但是他也从来没有 对吴声有一点不好 只是他这辈子就这样了 再好也只能到这里 是你的错误 我没必要恨你 我出生了 长大了 该有的不该有的 都有了 既然我已经扛下来了 也就没有必要去 强行追寻曾经了 况且就从来就没有恨过你 也没有恨过我妈他们 未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这种道理我很小 就清楚了 海风吹动着吴声的黑发 他看向远处的大海 那平静的海面 就好像他小时候的精力一般 从波涛汹涌到现在的 静如止水 吴建军转过头 看向这个儿子 其实说实话 他是很为吴声骄傲的 想到有这么个儿子 他真的很骄傲 只是他并没有给吴声 一个很好的出身 吴声拍了拍身上的沙子 站起身开口道 别想太多 人生在世 为了责任而活之人 世人称他们为孝顺 为了自己而活之人 世人称他们为洒脱 迷茫地度过一生之人 世人称他们为病人 不管怎么样 人生总会有人 给你定义上标签 过好我们自己就好了 现在你需要寻求的 是我妈他们的原谅 法律已经原谅你了 你也并没有愧对他的原谅 吴声说完后 转身离去 可能是因为他的专注力 太过集中 他并没有发现 不远处有个少女在看着他 少女的眼中 带着些许的好奇 和一抹心疼 温惜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看到那个明明 该意气风发的少年 眼中充满着沧桑 他的内心就不自觉地一抽 这种感觉 就好像一个 本该无忧无虑的少年 却好像因为被生活 疯狂地锤打 而失去了反抗之心一般 看破了一切 惹人心怜 第十九章 海足 一 吴声离开后 独留下吴建军 坐在沙滩上 他的眼中 勤满了泪水 这是吴声他们 来到三亚的第二天 而时间不会因为 你的停滞不前 而多留一会 第三天如约而至 而吴声看着 波涛汹涌的海面眼中 带着些许的疑惑 天空之上 依然高悬着太阳 明明风平浪静 但是海水却充满着海浪 不少人一脸兴奋地 在大海中冲浪 而吴声的眼中 却带着些许的凝重之意 不过很快 他就看到了 温骏他们乘着船 朝着大海中出发了 任务吗 吴声喃喃自语 既然有人去解决了 他也不打算过去 以免妨碍到人家 嗡嗡嗡 又是手机来电 吴声看着来电显示 直接接了 喂 妈 小声 你在忙吗 不忙 那你能过来一趟吗 我挺想你的 好 吴声挂断电话后 看了眼已经出海的小艇 而后转身 朝着沙滩中走去 怎么了 此刻的上官一家全部在 他们正围坐在一起聊着什么 吴声走上前好奇地问道 没事 就是想见见你 上官子见吴声来了 也是喜笑颜开 站起身 将其拉在了身边坐下 小声你明年就高考了吧 嗯 吴声点了点头 这时 吴声的舅舅上官一笑道 小声准备去哪里上大学 有心仪的吗 有的话我给你安排 就在古城区附近上吧 我不打算离家太远 吴声答道 而上官子文言却开口道 可是古城区附近 没什么好大学啊 我听青荣说 你的成绩很好啊 离家近点就好 我不太想跑得太远 毕竟爷爷奶奶他们的身体不太好 众人文言也是沉默不语 上官子皱了皱眉头 不行 你这样的成绩 在这里上学太浪费了 家里的事情你不用担心 我会帮你照顾的 此言一出众人瞬间愣住了 甚至是吴声 也有些诧异地看着上官子 这些年上官子除了吴声 其他的吴家人是一概不提 提起来就不开心 甚至有时候情绪会激动 现在居然愿意为了吴声 说出这样的话 吴声也是有些诧异 不过一会就好了 他微笑道 还早 等到时候再说吧 我会考虑的 又是这种拖延时间的说法 但是不得不说 这种说法真的很有用 众人还想说些什么的时候 突然 不远处的沙滩 传来了树道尖叫声 嗡嗡嗡 与此同时 吴声的手机 也有人打了电话过来 喂 魔鼠吗 是我 你现在还在沙滩那边吗 我在 那麻烦你一下 大海中出现了很多怪物 他们自称为海族 之前进化学院预备学院 全部被击败 四人死亡 只剩下两人 他们描述为首的进化七阶 带着二十头 进化四阶的海洋怪物 正在朝你所在的方向进发 我们现在在树立群众 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 请尽力保下温家兄妹 还有尽量拖延一些时间 我知道这很苛刻 但是在保证自己生命的情况下 请尽量 变化那头的语气很急切 吴声面色 也是瞬间凝重了起来 你们现在回酒店 这里也会有危险 吴声对着他们说完以后 就朝着海滩上跑去 而上官子健壮 也是连忙大喊道 你小心一点 这时 上官斩和上官轻荣对视了一眼 两人心领神会后 跟随在吴声身后 爸妈 我们去帮我大哥 众人还没反应过来 就看见两人头也不回地冲出去 轻荣 扎儿 陈亮大声喊道 可惜他们两人 完全没有回头的意思 我们先回去吧 别让孩子们担心 上官一把抓住 想要冲出去的陈亮劝慰道 对啊 接我们先回去吧 轻荣和轻荣 毕竟已经成为进化者了 这是必须要经历的 上官一说完后 就拉着人往酒店内走 而另一边 海浪越来越大 一股不知名的狂风席卷沙滩 不少人被大海卷走 生死不知 吴建国等人 此刻正带着吴威 朝着酒店赶去 哥哥 沙滩的风卷动着尘土 让人难以睁开眼睛 但是吴威还是一眼 就看到了吴声的身影 并且大声喊道 扎儿 在哪 吴建国和吴建军 一口同声地开口 而后费力地转头 看向远处 在无数人远离沙滩的时候 吴声此刻正在朝着沙滩冲去 真的是事儿 大哥 你把微微先带回去 我去找事儿 吴建军说完后 直接松开吴威的手 顶着狂风 朝着吴声的方向走去 此刻的他 费力地挪动着 已经瘸了许久的腿 力量也在此刻疯狂地涌上来 吴建国看着自己弟弟 又看着身边的妻女 最终他还是决定 先把妻女送回酒店再说 建军你自己小心点 一时间 本来凭劲又热闹的沙滩 在此刻化作了炼狱 无数人在奔跑着 也有人摔倒在地 被无情地践踏 在自然面前 人类好像显得如此微不足道 妈妈 妈妈你在哪里 小女孩趴在地上 撕心裂肺地哭喊着 她不敢动弹 因为站不稳 她只能趴倒在地 这样的话 还能稳住身体 只不过沙滩没有受力点 她的身体 依旧在朝着大海挪动着 她的数十米外 一个女人正艰难地 朝着她的方向走去 别怕 妈妈这就来救你 女人艰难地迎着风沙 朝着自己女儿对方方向走去 明明只有数十米 但是在此刻 却宛如天谦一般 此刻 海水已经快要触摸到小女孩了 如果被海浪卷走 这个小女孩的下场可想而知 海水再度上涨 而伴随着女人绝望的嘶吼声响起 一道身影一把抱住了 即将被卷入大海的小女孩 快回去 现在这里很危险 无声面色严肃地将小女孩递给女人 那女人如获珍宝一般 死死地抱住女孩 想要道谢 但是无声已经离开了 二十章 海足 二 无声环顾四周 发现沙滩上已经没有人之后 就站在原地看向前方 哥 这时身后传来两道声音 你们怎么来了 无声看着身后的上官斩两人有些诧异 我们是来帮你的 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吗 两人在风沙中站得很稳 一脸期待地看着无声 既然这样的话 你们去看看周围有没有走散的人吧 把他们安全地送回去 如果没有了 你们也不要过来了 这一次的对手有点棘手 无声想了想 也没有训斥两人为什么不听话乱跑 既然来了说再多也没用 不如让对方帮忙看看 有没有走失的人 好的 保证完成任务 两人一脸认真地点了点头 而后转身朝着远处跑去 开始找人 无声见状也是将目光转移在了海面上 此刻的大海波涛汹涌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动弹一般 这时 天空上 一道金色的光点在此刻朝着这边袭来 无声皱着眉头 此刻的温俊正扇动着翅膀 他的手中还抓着他的妹妹 他妹妹的手中则是拿着一把扇子 两人看起来极为狼狈 温俊身后的火焰都有些许的暗淡 他们的身后 一大团黑影正在拼命地追赶 时不时地还能看到海水冲击着两人 还有黑色的墨汁等 碰 温俊辗转腾挪 最终还是抵达了沙滩 他将妹妹放下 而后整个人摔倒在地 金色的瞳孔满是怒火和不甘 那一头金发在此刻也已经暗淡无光 没事吧 无声走上前一把抓起温俊 而后将目光放在温修的身上 温俊此刻看上去状态也很不好 本就白皙的小脸 此刻更显苍白 嘴唇毫无血色 一双黑色的眼眸满是愧疚 他们 他们 全部被杀了 温俊语气哽咽 无声闻言皱了皱眉头 你们先回去 这里交给 我来解决 无声将温修护在身后 海面有东西爬上来了 只见大海中 几头巨大的生物从水中爬了上来 为首的是一只浑身上下满是尖刺的鱼类生物 不过此刻 他已经不能称之为鱼了 已经和人没什么区别了 不过脸上依旧是鱼的特征 他的身后则是一群巨大的龙虾和螃蟹 还有几头章鱼 他们体型巨大 为首的家伙就有接近三米高 身后的龙虾和螃蟹也有接近两米 章鱼更是还要大上一点 跑得真快啊 怎么了 小鸟人飞不起来了吗 那为首的海族语气充满着嘲讽的意味 你这个混蛋 温俊瞬间暴怒 身上的火焰再度燃起 而后一记火焰拳头朝着对方砸去 那鱼人单手一甩 一道海浪瞬间席卷而来 火焰与海浪瞬间撞在一起 呲呲呲 伴随着大量的白色雾气升起 火焰被逐渐熄灭 温俊看到这一幕眼中的怒火更盛 但是却也无能为力 只能怪他太过轻敌了 本来以为只是些虾兵蟹将的蝼蚁 没想到在鹰沟里翻了船 还害死了几位同伴 温俊挡在温俊的身前 很快 白色的雾气散去 无声看着面前的海族冷声道 入狱者 这时 那海族也看到了无声 在听到无声称呼他为入狱者后 直接反驳道 我们可不是入狱者 我们是蓝星土生土长的生物 海洋族 而我是海洋族东海先前部队队长 你可以称呼 我我为狱队长 无声闻言皱着眉头 海洋族 没错 伟大的海洋族 蓝星真正的主人 狱队长一脸骄傲 我不管你是海洋族还是入狱者 现在请你退离这片土地 无声面色冰冷 瞳孔开始染上红色 一头暗红色的长发 右手生起一片血雾 那雾气中 诸神刀出现在手中 入魔后 一股恐怖的杀气席卷沙滩 温俊和温熙一脸震惊地看着无声 尤其是温俊 他自认为在年轻一代 已经是最为顶尖的那一批 小小年纪也修炼到了净化五阶 但是眼前的这个少年 居然比他还高上一阶 身上的杀气更是恐怖 温熙也是同样的想法 不过 他反倒是心中更为好奇了 无声的杀气太重了 让他有些不舒服 而在沙滩不远处的椅子后面 吴建军瞪大眼睛 看着手持长刀的无声 眼中满满的都是震撼建军 你找到杀了吗 这时 他的身后 吴建国也顶着风沙找到了他 生 杀在哪 吴建国顺着吴建军手指的方向看去 那不远处 少年手持长刀 屹立在几十头怪物身前 风沙的吹动 没有让其后退半分 那 那是 杀 吴建国说话都结巴了 从侧脸上看 样貌无一是吴生 但是那一头暗红色的长发 和手中那长刀 是怎么回事 撤离 不可能 既然谈判失败了 那我们就是敌人 作为敌人 我们会毫不留情地碾碎你们 于队长的话 让吴生一愣 什么谈判 吴生的语气充斥着疑惑 而这时 身后的温西开口道 他们说 可以与我们合作 一起抵抗入狱者 但是后续胜利后 需要三分之一人类的领土 我哥没同意 并且嘲讽了他们 还将他们前来谈判的人打伤了 人类 你听到了吧 是你们先犯错的 两军交战尚且不斩来使 你们不仅打伤我的同伴 还对其出言不逊 我杀你们几个人可有问题 更何况 我们的要求如此简单且合理 你们还敢如此 真是不识好歹 于队长的语气充满着愤怒 而身后的温西 则是低下头 对着吴生轻声道 对不起 是我们的错 温俊则是已经变回了黑发 灵灯的消耗 让他无法维持那种状态 他握紧拳头 一拳重重地砸在了沙滩上 眼中满是不甘和愧疚 不甘的是 自己太弱了 愧疚则是对于死去的队友 吴生并没有回应温西 而是走上前 那你想怎么样 此话一出 于队长以为吴生服软了 伸出手指向了吴生身后的温俊和温西 将这两个人交给我们 平息了我们的怒火 我们才会考虑与你们结盟 你怎么看 吴生突然出言 温俊听到他的声音 站起身 将温西护在身后 一人做事一人当 既然是我做错了事 那就和我妹妹没关系 要杀就杀我 我没有再和你说话 吴生微微偏头看向温俊 而温俊也发现了 吴生的耳朵里 突然出现了一个耳机 而此刻 吴生口袋里的手机屏幕亮着 屏幕显示的是 银湖 通话中 而此刻 远在安城的一个办公室中 一个男人正翘着二郎腿接着电话 他的目光看向窗外 嘴角轻轻勾起 你有把握吗 时程 那还等什么 忘记我们生肖组织的宣言了吗 责任你担着 没问题 但是有一点 什么 给老子 把他们切成生鱼片 吴生听到这句话 摘下耳机 语气透露着刺骨的含义 没问题 场上的渔队长 有些不耐烦道 你说什么呢 考虑的怎么样 凡若我龙国者 若敌 责入久忧 我等皆为索命鬼 此地禁止通行 你们的条件 不通过 第21章 湛海族 小子 你敢耍我 渔队长瞬间怒了 伴随着他的愤怒 身后的海族 也瞬间躁动了起来 海水也开始 升起一大片波涛 我并没有耍你 只是谈判失败 要打吗 废话 那海族瞬间 出现在吴生的身前 手中的长脊 直接朝着吴生杂举 小心 十二 在场的人 全部朝着吴生大喊 吴建军和吴建国 朝着吴生的方向冲来 温熙的头发变成银色 手中一把扇子 若隐若现 都别过来 把你个带走 还有我爸他们 不许让任何人接近这里 疆域没有空间 媒介无法打开 吴生的身影 出现在温熙的面前 拦住了对方 想要出手的念头 并且让其带走 吴建军等人 他刚刚就发现了 但是没办法 他还有事情要做 他们只要不出危险 就没问题 知道了 温熙先是一愣 在看到那些海族正 朝着自己冲来的时候 他也明白 现在听吴生的 才是最好的选择 我知道了 你撑住 我马上就回来 温熙说完后 手中扇子一扇 一道银白色的圆月出现 将温骏包裹离开 而后冲向了 不远处的吴建军两人 四人瞬间消失在原地 别让他们跑了 渔队长朝着身后的 虾兵蟹将 怒吼一声 章鱼开始朝着那边 喷涂有毒的墨汁 虾兵蟹将也冲向前方 速度极快 蹭 突然 一道暗红色的火焰 凭空升起 将所有海族竞数挡下 你们喜欢吃烤螃蟹吗 吴生将目光 放在了左侧的 虾兵蟹将身上 分尸 恐怖的灵能 汇聚于诛神之上 暗红色的火焰迅速升腾 吴生暴射而出 化作三米刀器 朝着渔队长的手下斩去 让我来 渔队长手中的长脊 直接朝着 吴生砸脸上上去 两道恐怖的力量 在此刻扩散开 周围的海族 根本就插不上手 小子 六界与我势均力敌 你足以自傲 可惜你是人族 既然不愿意合作 那么就请你这位天才 再次陨落吧 渔队长的眼中 带着些许的欣赏之意 不过这些欣赏 很快就转为了 更为强势的杀意 抱歉 我说的胜率是实诚 今天只有你们死 刀器中传来吴生的声音 碰 渔队长一脸震惊地 看着被挑飞的长脊 不过他的反应也极为迅速 身边瞬间包裹一个 巨大的水球 而吴生 也并没有打算对其动手 转而展向了其他海族 后退 渔队长朝着自己的手下大喊 但是他的手下可不是他 速度远远不够 直接被分尸 两刀分尸 沙滩上多了十多具尸体 剩下的 则是已经逃回海中 吴生转过身 看向渔队长 武器没了 还要打吗 我们海族可不仅仅只是近身搏杀 渔队长怒吼一声 而后一跃而起 身后的大海 瞬间波涛翻涌 一道道水柱 升起数十米高 渔队长被水柱托举着 高高在上小子 让我看看 你的火可能燃尽我这无尽大海 渔队长说完后 双手朝着吴生一推 一道道巨大的水柱 朝着吴生轰去 而在远处 将温骏等人送回安全地带的温熙 也看到了远处升起的水柱 哥你在这里待着 我去帮他 温骏面色担忧 但是并未阻止 注意安全 温熙点了点头 而后就朝着吴生的方向再度离去 而吴建军和吴建国 看着以非人速度离开的温熙眼中的震惊之色 更浓了 另一边 树到水柱朝着吴生冲去 吴生的身体生腾起 魔燕朝着水中挡去 又是一阵巨大的雾气生腾而起 魔燕将水柱挡在外面 不过很快就被压制 渔队长说得很对 吴生的火焰温度很高 但是也不足以将整片海域蒸发 魔燕被压制 水柱也愈发地靠近吴生 小子 去死吧 渔队长脸上争鸣一笑 海中再度冲出树到水柱 将吴生的魔燕彻底熄灭 巨大的水柱将无声覆盖 哄 伴随着一道巨大的声音响起 温熙看着这一幕 瞪大眼睛有些不可置信 扑通 温熙跪倒在地 美眸中勤满泪水 这一刻她再也扛不住了 对有死在自己的面前 刚刚来救他们的人 也为了他们惨死 并且全部是在她面前死的 这种强烈的打击 让她心头瞬间崩溃 16岁被称为天之娇女的 她第一次感受到了 强烈的悔恨和无力 可惜 如果与无等合作 未必不能免去一死 都出来吧 今日这地方就由我们占领了 于队长开口说道 而她的身后 刚刚逃离的海族再度出现 他们眼中充斥着嗜血的意味 很显然 如果没人阻止的话 今天这方圆十里内 大概率将血流成河 我不能哭 必须拖住他们 不能让大家白白牺牲 温熙在听到他们的话后 也是回过神来 她站起身 小脸上充满着坚定 手中的扇子 闪烁着银白色的光滑 长发如扑披在腰间 银白色的发丝 宛如银河一般 整个人瞬间美得不可方物 就在她准备上前 阻止海族的时候 一道声音响起 你可能没听清 我说的是 石城 诸神 掠夺 突然 空中飘落雪花 强烈的寒意席卷整个海滩 所有人被这股 突如其来的寒气惊注 不自觉地打了个寒颤 咔嚓 咔嚓 什么 于队长看着脚下的水柱 一点一点地凝结成寒冰 瞳孔瞬间放大 快走 察觉到不对的她想要让手下离开 但是此刻她的手下 已经化作了一座座栩栩如生的冰雕 冰雕中 他们恐惧的表情被记录 而远处攻击无声的水柱 也化作了冰柱 碰 冰柱爆开 无声的身影在其中显现 你可能不太清楚 魔鼠这个代号的由来 老鼠 是一种喜欢打洞的生物 而你永远不清楚 它打出来的洞有多深 又有多少个 雪花飘落 无声的身影显现其中 呼 白色的雾气从其嘴中吹出 空中的雪花飘落在其长长的睫毛之上 看上去唯美而又危险 此刻的她一头白发 一双新红色的瞳孔 在此刻也变成白色 看上去就好像没有瞳孔一般 修长的刀身也是纯白 此刻的她 褪去了一身的煞气 带着些许的贵气与柔美 如果是之前的她 是霸气的魔神 现在的她 就是手持魔刀的雪中精灵 魔刀的第二天赋 掠夺 与其他人的掠夺不同 魔刀可以掠夺对方的灵魂 而后转化一柄 拥有全新属性的魔刀 当然是有限制的 掠夺来的能力 用过一次就消失了 也就是说 现在无声手中的长刀 应该称呼为 魔刀 雪人 第二十二章 斩海族 我当真是小看你了 不过 你现在有多少灵能和体力与我较量 要知道 只要在大海 我们海族的体力 就是无穷无尽的 于队长面色阴沉 早已被捡回来的长脊 再度捏在手中 他指向无声 而后愤怒地大吼道 把你做成生鱼片 是肯定没问题的 无声说完后 瞬间消失在原地 整个人直接冲向海边 所过之处 皆为动土 狂妄 于队长怒吼一声 而后举起长脊 就朝着无声砸去 当 长刀和长脊 碰撞在一起 爆发出巨大的声音 金歌交错之声 充斥着战场 双方的每一次碰撞 都有雪花散落 于人脚下的海水 被冻结 根本没办法再控制 太远距离的 又没有那个实力 一时间 对方被无声狠狠地压制着 但是双方的力量相差不大 所以 一时间也无法破开 对方的防御 当 双方再度决力 喂 动手啊 突然 无声朝着远处的温熙喊道 而温熙也瞬间反应过来 刚刚的他 惊艳于无声的美丽 一时间忘记了 还在战场之上 现在被无声提醒 他连忙冲向那愚人 什么 大将交战你 怎可寻求他人的帮助 你可还有一点强者之风 我可从来没说我是强者 老鼠自然是需要 其他人的帮助 咔嚓咔嚓 恐怖的寒气再度出现 紧接着 地上的积雪被无声控制 将两人瞬间覆盖 无声不打算让对方脱离 而这时 温熙也出现在了愚人的头顶 潮汐 只见他的身上 爆发出一股沉重的力量 银白色的光滑 看上去好似并无危险 但是覆盖在那愚人身上之时 强大的压力 瞬间让其跪倒在地 而无声也抓住他失利的瞬间 手起刀落 将其斩首 扑刺 滚烫的血液滴落在地上 无声也支撑不住 头发转为黑色 将战场收拾一下 你应该会用 无声将手中的手环 丢给半空之中的温熙 而后瞬间倒地 两次分尸 加上转换魔刀 让他的灵能和体力全部见底 他的异能不适合大范围薄杀 单对单道是极为强横为 隐约中 无声看到了那少女 朝着自己飞来 两天后 这是哪 无声撑起身子 环顾四周 看着洁白的床单 他也清楚了 这里是哪里 小声 你终于醒了 在无声醒了后 瞬间围满了人 无剑军等人围上来 当然 还有上官家的人 他们一脸担忧地看着无声 我没事 就是脱力了 有糖吗 无声问道 他的面色有些发白 体内的能量 看样子有些不够了 有有有 我们准备了好多吃的 无剑军和上官子等人连忙点头 而后开始给无声喂吃的 爷爷奶奶呢 无声好奇地问道 不是大事就没和他们说 怕他们担心 说你在三亚其他地方完了 无剑果解释道 无声闻言点了点头 而后摸了摸身上 我的手机呢 在我这 无剑军从口袋中 拿出了无声的手机 只是面色有些不对劲 无声看着最近的通话记录 和聊天框皱了皱眉头 你们都知道了 无声看向无剑军等人 无剑军有些尴尬地点了点头 而这时 无微也冲到了无声的面前 哥 这么大的事情 你怎么一直不和我们说啊 无微的语气有些埋怨 而无声闻言也是轻声道 有些事情顺其自然比较好 你现在不是知道了吗 听无声这么一说 无微也觉得 好像蛮有道理的 小生 你那个银虎队长说 小微也有这种天赋 问我们愿不愿意让他演 无声的大伯母 走上前问道 主要是这件事被提出来后 他和无剑果的意见不太统一了 无剑果觉得可以 但是张花却有些舍不得 而无微 则是和他父亲的想法一样 也想去 伯母 这件事情 其实当时他就问过我 我当时说的是 我不会推荐家人来 但是你们要有想法 我也不会阻止 最多让无微跟在我身边 我尽量保护好他 无声说完后 张花也是点了点头 而后将还想说什么的 无剑果拉走了 小生 你的上司已经将 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了 以后你不用偷偷摸摸的 我支持你 无剑君走上前开口道 嗯 无声点了点头 反正这件事情迟早也得公布 自己家人知道就知道了 不要乱传就好了 哼 连自己的儿子都不关心 当年就不该鬼迷心窍 把小生丢给你 不远处的上官子 语气有些微冷 没办法 妈妈是这样的 只要是因为别人 伤害到自己的孩子 他们会短暂的 忘记自己的过错 妈 别说了 我没事 小展和清荣呢 无声开口 制止了上官子 而后问起了 上官展两人的情况 大哥 我们没事 没有危险 还救了不少人 王冰大叔都夸我们呢 上官展总算找到了 说话的机会 一脸骄傲地说到 无声笑着点了点头 那很好 嘿嘿 上官展和上官清荣 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着 看来第一次救人 给了他们很大的成就感 和自信心 这是 无声看着手机上 多出来的电话号码 有些疑惑 只见他手机上的联系人 多出来了一个 温惜 他妈 无声想到了 那个一头银发的少女 爸 你们先回去吧 我自己休息会 应该晚上的时候 就能回了 无声看着被挤满的病房 有些头疼 而且双方的人都太尴尬了 他出言让两边的人都走了 也行 你要回酒店的时候 和我打电话 我来接你 给妈妈打电话也行 上官子也插嘴道 嗯 你们先回去吧 将房间的人全部清空后 无声躺在床上 拨打了银虎电话 喂 是银虎吗 哟 醒了 海族的实力感觉怎么样 很强 尤其是在海边 貌似有控制海水的能力 根据那海族所说 他们海族在海边的体力 无穷无尽 说法可能有些夸张 但是我和他权力 站了有十分钟 确实没感觉到 对方有颓废之势 这样吗 行 我知道了 对了 你的手环被人带到了安城 我们需要你手环中海族的尸体 你先上川鼠那边拿一个新的吧 好 无声挂断了电话 而后看向了窗外 世界的局势愈发的复杂了起来 现在地球本土的生物也开始进化了 要更强才行啊 第23章 吴建军的心事 吴生在病房内休息的时候 已经回到酒店中的吴建军 仿佛也在思考着什么 昨天 喂 请问是哪位 嗯 不是吴生吗 我是吴生的父亲 请问你是哪位 他现在还在昏迷中 昏迷 他受伤了 不是 医生说是脱离了 那就行 那你等他醒了 让他给我打个电话 我叫银虎 等一下 吴建军在对方准备挂掉的时候 喊住了对方 另一边 吴生看着何银虎的通话时长 陷入了沉思 通话时长 61 04 吴生的思绪不知飘向了何方 吴建国这边正在和张花吵架 不行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 几天前的场景 你又不是没看到 她就是个孩子 怎么能经历那样的危险 张花的语气极为激动 看样子 前两天的事情 给她很大的阴影 可是 你又不是没听到那个领导说的 未来的世界变化 可能会越来越大 既然有这样的天赋 为什么不行 虽然有危机 但是这不是为了孩子 未来的安全着想吗 吴建国的意见 完全不一样 吴建军觉得 如果未来世界真的会这样 那么现在的危险 和以后的比起来 完全微不足道 那天的场景 她是亲眼见过的 她也见到了吴生的力量 她觉得 趁现在危险还不那么大的时候 让孩子拥有更多的自保之力 才是正道 可是 可是小生那样子 你又不是不知道 这项工作又是官方的 建军的身份 你又不是不知道 真的要出名的话 万一被扒出来 小生和小微 会承受多大的压力啊 张花说完后 坐在床边抽气着 一旁的吴建国 听到这个 也是瞬间愣住了 她从口袋中 摸出自己的香烟 而后坐在床前 一言不发 她知道自己的妻子是什么意思 那个领导说 吴生的天赋 在全国乃至全世界 都是顶尖的一批 不出意外的话 吴威的天赋亦是如此 但是绝强的天赋 带来的是更大的危险 更大的关注度 一旦自己弟弟的强奸犯的身份 被扒出来 很难想象 自己的孩子 会遭遇那些恶人的怎样讨伐 永远不要小觑人类的嫉妒之心 而此刻 吴建国并不知道 他的门口一到人影 正缓缓离去 房间中的情绪 一时间有些压抑 最终只剩下吴建国的叹息声 以后再说吧 吴建国抽着烟 此刻的他 好像老了几十岁 本就沧桑的脸 显得更为沧桑了 他清楚地记得当年 被无数人口诛笔伐的时候 也清晰地知道 那段时间有多难 他想让自己女儿去帮吴生 但是他又害怕自己的女儿 没办法扛住那种舆论 他为自己的自私而愧疚 又为吴生的懂事而自责 最终独留下一句 我们一家 都欠小生的呀 我这个大伯 真不称职啊 一声不称职 道尽了无数的心酸 夜晚 吴生回到了酒店 他先去自己奶奶的房间 道了声平安 而后又来到了吴建军的房间 敲响了房门 谁啊 房间里面 吴建军的声音响起 我 而伴随着一阵乒乓之声 房间门被打开了 小生啊 你怎么不喊我去接你啊 吴建军笑着 而后把吴生拉进的房间 有什么事情吗 吴建军的语气有些好奇 也有些紧张 你和银湖打过电话了 啊 是 我和你领导聊了几句 吴建军先是一愣 而后低着头轻声道 嗯 有些事情 我需要和你说清楚 吴建军看着吴生 这么认真的样子 也是一愣 而后坐正开口道 你说 银湖是不是和你说了 我去进化学院的事情 他告诉你了 吴建军有些惊讶 没有 我猜的 不过看样子 我应该是猜对了 吴生的话 让吴建军有些尴尬 他挠了挠头 而后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 其实我觉得 这个地方 你真的可以去 既可以长见识 又可以 我知道 但是有一件事 我必须和你说清楚 我不去进化学院 并不是因为你的原因 是因为家在这里 我觉得手着家会更安心 你不用想着 我是因为你的身份的原因自卑 这种问题并不存在 你也不要想着自杀 把我的身份安到我妈那边去 你清楚我的性格 这是不可能的 我 我没有 吴建军的语气有些低落 有些不太敢抬头 不管你有没有 我之所以来说 是想告诉你 这种事情展现不了你的父爱 你把我养大 你做了父亲该做的一切 你对我很好 我从四岁开始 跟着你受尽流言蜚语 我从来没有怪过你 因为你对我很好 对爷爷奶奶 他们也很好 我原谅你了 所以 我会去 把你从小姨他们那边带过来 吴建军抬起头 他看着自己的这个儿子 眼眶一酸 他做错了事情 他认了 他没有过怨言 腿被打断 手被打断 都是他活该 他从不奢求别人原谅他 但是他真的觉得 特别对不起吴生 从小吴生就特别懂事 现在吴生这种身份出来 更让他无地自容 他一个父亲 儿子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居然都不知道 吴生站起身 背对着吴建军 想自杀我不会去拦你 但是不要以为我好的名义 这不是一个男人该做的事情 在十二生肖中 我的代号是魔属 我已经在洞中生活了十年 我并不向往阳光 我的未来 应该是由我自己拼出来 我也不希望未来有人说 我的未来 是我的罪犯父亲自杀而获得的 吴生说到这里顿了一下 他转过头 看向身后 已经泪流满面的男人道 你的责任是养我 我的责任 是用我自己的双手养你 这才是男人该做的事情 吴生说完后 就退出了房间 独留下吴建军一个人 在房间中流泪 过了一会 吴建军掀开了被子 他将藏在被子中的安眠药 拿了出来 最终里面的 要尽数用马桶冲走 独留下空瓶 丢入垃圾桶中 这一刻 他好像解开了心结 另一边 吴生也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当中 从他看到银虎的通话记录 就明白 对方肯定和吴建军说了什么 吴建军这段时间的压力也太大了 吴生也猜测到了一二 今天的这番话 也是他一直想和他说的 他并不会去阻止他自杀 但是他不希望对方以这种方式 而且他也不想做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他看着手中的全家福 看着生日蛋糕前的自己 看了许久 第24章 回家 在三亚的日子过得很快 又过了几天 吴生带着家人回到了古城区 回到了那破旧的房子中 川鼠的温度已经很低了 最近这段时间 爷爷奶奶脸上的笑容就没有停过 并且经常在回忆过去 还拉着吴生一起聊天 说了很多啰嗦的话 吴生也没有不耐烦 他们说什么 吴生就回什么 回到川鼠后 吴生和王斌他们说了一声 然后又开始了自己的巡逻 可能是临近过年的原因 吴生这段时间 也没有遇上什么入狱者了 那自然组织 好像也沉寂了下去 一切好像都慢慢地趋于平静了起来 春节也如期而至 吴生一家人围坐在一起 在当年的事情发生后 吴生家也没有所谓的亲戚了 只剩下大伯一家 所以大家自然而然地聚集在了一起 吴生笑着给吴威包了的大红包 摸了摸他的小脑袋 新年快乐 嘻嘻 哥哥新年快乐 吴威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张花和吴建国等人在厨房忙碌着 爷爷奶奶则是在房间中看着电视机 吴威和吴生坐在他们的身边 一家人喜气洋洋 吴生的手机也有很多人给他发来了祝福 王斌 新年快乐 新的一年祝你五蕴昌龙 范玲 新年快乐 上官子 儿子新年快乐 上官展兄妹 哥哥新年快乐 还有舅舅 银虎他们都给吴生发来了消息 吴生的脸上露出些许的笑容 一一回应 咔嚓 突然 一道拍照的声音响起 吴生一愣 只见吴威正拿着洗出来的照片一顿甩 嘿嘿 哥哥还是多笑笑好看 之前那个冰块一样 没有笑起来好看 吴威欣赏着自己拍的照片 一脸笑容 吴生也是微微一笑 而这时 吴生的手机又响起铃声 有人给他打电话了 看着上面的来电显示 吴生一脸疑惑 喂 吴生将手机放在耳边 你好呀吴生 记得我吗 电话内传出一道温柔 而又好听的声音 记得 温西 哇哦 你还记得我呀 那你有没有偷偷想我呀 在安城的某个别墅区中 少女在阳台上 看着天空高怪的月亮 白皙的脸上有些红郁 不知是少女的娇羞 还是寒冷的天气冻的 没有 你有什么事情吗 吴生先是一愣 而后实话实说道 哼 真不会说话 没事情就不能给你打电话了吗 没事的话我挂了 吴生说完后 温西连忙说道 不要不要 我有事情 温西的语气有些急切 好像真的害怕吴生挂掉一般 什么事情 吴生问道 就是你的玉环是被我拿走的 我知道 银虎和我说了 什么骂 是银虎大人 要带尊称 哦 吴生轻声应了一句 而后就没有下文了 嗯 新年快乐 吴生一愣 语气有些复杂道 你打电话 就是为了说这个 对啊 新年的祝福 肯定要有啊 嗯 你也是 新年快乐 吴生礼貌地回应 而温西的嘴角 却不自觉地扬起一抹笑容 一场没头没脑的对话 最后就这样结束了 吴生挂断了电话 而吴威却一脸好奇地看着吴生 身边的两位老人 则是靠在一起睡着了 年纪大了 困意来得总是快的 哥 是谁给你打电话了 听声音是个女生 而且声音很好听 吴威一脸八卦的表情 吴生则是微微一笑 而后伸出手指弹了一下他光洁的额头 少八卦 吃饭去了 七 吴威撇了撇嘴 而后跑去了厨房 吴生看着靠在自己肩膀旁的奶奶 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 奶奶 该吃饭了 吴生的声音很轻 也成功地叫醒了吴生的奶奶 吃饭啊 好 吃饭 奶奶醒了后打了个哈欠 而后拍醒身边的老伴朝着厨房走去 而在安城 少女正看着天空的月亮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吴生 魔鼠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温惜回想几天前 少年如天神下凡一般 就他于水火之中 那一头红发充满着霸气 而那雪中纯白的头发又无比惊艳 平常的他又有一股惹人心怨的静默 想什么呢 突然 少女的身后传来一道声音 嘿嘿 没想什么 想着妈妈晚上会做什么好吃的 少女抱着女人的胳膊撒娇道 女人拍了拍少女的小脑袋 一脸宠溺 另一边 吴生一家围坐在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 大家都很开心 而在吃完饭准备睡觉的时候 吴生的手机突然震动了起来 吴生接通电话 电话那头 王斌有些焦急的声音响起 快来鼓楼区 这边有大规模的入狱者入侵 好 我这就来 吴生挂断电话准备离开 吴生穿戴好后走到门口 突然 他的身后出现了两道影子 是小声吗 听着熟悉的声音 吴生一愣 转过头就看见 奶奶站在门口 眼睛微眯 奶奶你还没睡吗 吴生转过头 而老人家此刻也有些奇怪 好像在梦游一般 他跨过门槛 而后一步一步地 走到吴生的身前 他颤颤巍巍地伸出手 而后放在了吴生的脑袋上 长这么大了呀 真好 吴生有些发愣 温热地掌心抚摸在他的头上 好像回到了小时候 第一次见奶奶的时候 还这么小呀 真好 奶奶 你怎么了 没事的话就快回去吧 我有点事 一会就回来 吴生想到那边的任务 于是开口道 没事呀 就想看看你 和你说说话 和你说说 爷爷奶奶这几天 玩得都很开心啊 吴生闻言微微一笑 而后轻声道 开心的话 等过段时间 我再带您去一趟 奶奶笑了 他轻轻地揉着吴生的头 苍老的手摸了摸吴生的脸 好 下次再去一趟 而这时 房间中 爷爷的声音也响了 老伴 该睡了 声音听起来中气十足 来了 奶奶轻声回应道 而后放下手 转身朝着房间走去 吴生见状 也是准备出门 小声 嗯 记得早点回来 多穿点衣服 不要感冒了 嗯 我知道了 马上就回来 吴生回答得很认真 特别认真 认真到连他自己都不清楚 为什么那么认真 第二十五章 我们会在过去 看着你的未来 吴生走到门外 在他来的那天 就拿了一个新的御环 和交通工具 他将御环中的车子 放了出来 伴随着摩托车的轰鸣声 吴生的身影 瞬间消失在原地 不知道为什么 吴生的心中 总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 这种感觉 让他现在的情绪 有些许的暴躁 摩托车在大街上 以极快的速度飞驰 十公里的距离 吴生仅仅用不到 十分钟就到了 可想而知 他在路上骑得有多快 很快 吴生就在前方 看到了王斌和范林两人 呲呲呲 轮胎划过马路 划出一条长长的黑色印子 怎么样 吴生走下车 语气有些焦急到 就等你了 其他区域已经打起来了 现在就剩我们这里了 那就快点吧 吴生的语气有些激动 而王斌和范林 也察觉到了这一点 你是有什么急事吗 王斌有些好奇地问道 没什么急事 快点吧 吴生拿出玉环展开疆域 一道熟悉的暗红色空间 再度出现 吴生手持长刀 眼中的血色 比之前浓郁了许多 魔术你没事吧 王斌和范林 感觉吴生的情绪很不对劲 吴生此刻展现出来的杀意 甚至让他们都有些惊惧 曾经和吴生执行任务的时候 吴生入魔之时 会爆发杀气 但是不会像这样无差别的传播 而且 吴生的杀气 有些太浓郁了 魔术 你怎么回事了 冷静点 王斌抬起手 他的头发瞬间倒竖了起来 地面的尘土 开始微微震动 王斌 代号豪猪 序列217 一能尖刺 可以将触碰到的东西 变成尖刺 用来攻击敌人 天赋A级 净化五阶 我没事 就是心情有些差 吴生皱着眉头 心中愈发地不安起来 他现在只想赶紧弄死那群王八蛋 然后回家 魔燕升堂而起 紧接着 前方的空间开始扭曲 四头怪物走了出来 他们四肢着地 看样子像是蜥蜴 但是身后 却又有着一对对的肉意 他们出现在空间后 还没来得及观察四周 吴生就已经出手了 分尸 吴生出手极为全力 恐怖的刀器 瞬间朝着那四头蜥蜴 斩去 帮忙 王斌一跃而起 身前出现无数道尖刺 土黄色的尖刺 宛如金属一般 但是看上去 好像又比金属还锋利 身后的范林点了点头 身后展开一对赤红色的翅膀 那翅膀 好像是火焰形成的一般 一颗颗人头大小的火球 朝着蜥蜴轰去 砰 恐怖的爆炸声响起 吴生的身影 从烟雾中冲出 吴生连头都没有回 就直接离开了 你们收拾一下残局吧 吴生说完后 退出疆域骑上摩托车 就朝着家中冲去 而王斌和范林 看着已经死得不能再死的四肢 入狱者眼中 也是透露着强烈的疑惑 他怎么了 可能家里有事情吧 范林看着吴生离去的背影开口道 两人将尸体回收后决定 回去问问吴生怎么回事 而另一边 吴生已经回到了家中 他将摩托车收回 而后走到了奶奶的房间 凭住呼吸耳朵贴在房门口 听着什么 呼 听到里面的呼吸声没什么问题 吴生也是松了口气 心中的不安也渐渐消散 吴生在门口站了一会 而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心中的不安消散后 吴生一会就睡着了 小生小生 迷迷糊糊中 吴生听到了爷爷奶奶的声音 他睁开眼睛 看着突然出现在床前的两人眼中 带着些许的疑惑 爷爷奶奶 早上了吗 你们饿了吗 吴生感觉眼睛好像有些睁不开 但是确确实实能看到人影 并且能认出是爷爷奶奶 不饿 我们就是来看看你 吴生点了点头 想要起身 但是身体好像有些动不了 小生啊 要好好生活啊 可惜看不到你结婚了 奶奶的语气有些低落 一旁的爷爷安慰道 没事 看着他长大了也是好的呀 爷爷奶奶 你们怎么了 吴生有些疑惑 而爷爷奶奶则是步履蹒跚地 退出了吴生的房间 突然 吴生的视线变得极为清晰 他看着门口的爷爷奶奶 心里突然一突突 奶奶 你们去了 吴生的语气有些激动 他伸出手大喊道 我们呀 想去看看你的过去啊 奶奶回过头 满是沟壑的脸上充满着充满慈祥 熟悉的笑容让吴生有些心慌 你们还回来吗 吴生突然问出了这一句话 我们会在过去一直看着你的 奶奶微笑着说完后 和爷爷一步一步地退出了房间 小生啊 嗯 不要打冒了 嗯 吴生突然从床上起身 他看着前方的孩子和老人家 他瞳孔放大 眼中充满着不可置信 在那大雪中 四岁的吴生被送进了吴家 吴生的脸上满是泪水 而他面前的老人老人 看向他的眼神充满着慈祥与怜爱 不要哭 会感冒的 老人家把自己有些破旧的帽子 戴在了那个小男孩的身上 然后牵着他一步一步地 回到了那个破旧的家中 奶奶 吴生睁开眼睛 所有的景象 宛如泡沫般彻底地破碎 他扯开被子冲进了 爷爷奶奶的房间中 房间带着温热 他看着依偎在爷爷怀中的奶奶眼中 带着强烈的不可置信 这一刻 他多么希望 希望自己没有超乎常人的感官 又多么怀疑自己 怀疑真的拥有那么强大的力量吗 我能听到雪花落地之声 为何却无法从你的怀中 听到那颗心脏跳动的声音 我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为什么却没办法将你从死神中抢回来 2月4日 吴生的爷爷奶奶 在此刻安详离去 寿终正寝 至此 他最重要的两个人 彻底地从他生命中消失 第26章 温惜 吴生的爷爷奶奶寿终正寝了 生离死别 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看着灵堂中的黑白照片 吴生的瞳孔有些涣散 他很少会想这些事情 爷爷奶奶对他很好 他也只有在爷爷奶奶面前 才可能不会像个大人 突然两个人一起离开了 他有些不知所措 心中没有丝毫的准备 吴建军和吴建国哭得很厉害 缓了很久才缓过来 吴威这几天经常会来安慰吴生 吴生总是说 没事 因为是寿终正寝 无病无灾在睡梦中 离开吴生觉得还是蛮好的 至少对于爷爷奶奶来说 这种死亡并不会让他们痛苦 吴生也为他们高兴 只是有意无意的 吴生还是会去看看爷爷奶奶的房间 看着被收拾整齐的屋子 他的心中有些空落落的 吴建军也找吴生聊过 让吴生有什么事情不要憋着 一切都有他 以后他会好好地照顾家的 吴生点了点头 表示自己没什么事 确实 这几天吴生的状态很正常 除了有时候会走神之外 并没有哭泣 吴生的手机 很多人都发来了慰问 上官家的人也来看吴生了 上官子看着吴生 坐在奶奶房间中 面无表情的样子 瞬间一阵心疼 他走上前抱住了吴生 想哭就哭吧 没事的 妈妈在 谢谢妈 我没事 吴生没说什么 王斌他们在知道这件事之后 也没有再和吴生聊任务的事情 默默地将一切任务都完成 吴生就这样度过了暑假 度过了这个吵闹的假期 他在家中沉寂了几天 就又开始巡逻了 他的杀气更为浓重了 修为也再度提升了一阶 现在的他已经是净化七阶了 银湖打过电话问他 明年要不要去安城上学 他还是没有回答 开学后 吴生照常去上学 照常来到自己的位置 然后趴在桌子上睡觉 上官轻荣看到 吴生眼中透露着心疼 他走上前 想要安慰一下这个哥哥 轻荣 让大哥睡一会吧 上官展叫住了上官轻荣 可是大哥 让大哥自己静静吧 上官展说完后 将目光放在了吴生的身上 这段时间 他们经常会去看吴生 发现对方真的没什么异常 如果非要说的话 吴生最近的手段 越来越凶残了 基本上和敌人 见面就是一击分尸送给对方 能接住 就会再吃一招分尸 扛不住就成为尸体 而且 吴生这段时间 也越来越孤默寡言了起来 曾经还会礼貌地回应 现在的话 基本上很少说话了 放学的铃声响起 吴生精准地苏醒后 拿起书包离开了 下雨了 哥 你坐我们的车吧 我们送你回家 上官轻荣走到吴生的身边 抓住他的衣服 打算把他拉到车子上去 上官子也从自己的车子上走了下来 而后朝着这边过来 他给吴建军打过电话了 说他今天会来接吴生的 而吴生则是在原地一动不动 他将目光放在远处 好像在看什么 上官轻荣和上官子 顺着他的视线 看向前方的一个小超市的门口 奶奶 你来给我送伞了 不远处 一个在公交站的小孩子 正一脸高兴地 看着前方的老太太 老奶奶面容宠溺地 递给他一把伞 而后带着孩子 离开了超市门口 小生 上官子看着自己儿子这样 也是有些心疼 他想要伸出手抱抱吴生 但是吴生已经离开了 吴生宛如一个机器人一般 走入了雨中 细微的雨滴滴落在吴生的身上 吴生的面容平静 他临着雨一步一步地 朝着熟悉的家中走去 上官子坐上车 打算去追吴生 但是被上官姨阻止了 姐 别追了 让她自己安静一下吧 上官子听到自己妹妹的话 看着走向远处的吴生 最终也是沉默了下来 你怎么在这里淋雨啊 吴生一步一步地朝着家中走去 突然 他的右手处走过来一个人 温惜看着吴生在雨中的样子 连忙小跑了过来 温惜穿了一件白色的大衣 头上戴着一个小熊帽子 小脸微红 脚上穿着一双米色的靴子 看上去极为可爱 他是来找吴生的 特地打听到了吴生的学校 结果在去学校的路上碰到了对方 看着对方淋雨 连忙小跑了过来 温惜看着吴生浑身湿透的样子 皱了皱好看的眉头 你这样会感冒的 跟我过来 温惜一把抓住吴生冰冷的手 而后朝着商场跑去 吴生也愣住了 手中传来的温热让他回过神 看着前方的少女太有些猛 但是双腿却不自觉地动了起来 温惜带着吴生来到一家服装店 而后给吴生挑选了一身衣服 去换上 你这样会感冒的 而一听到感冒两个字 吴生好像是想起什么了一般 点了点头就朝着更衣室走去 很快就将一身试掉的衣服换了下来 而温惜趁着这个时候 去买了两杯奶茶 还有一个毛巾 真是的 你家人呢 怎么不来接你 不来接你你也不能淋雨啊 感冒了很难受的 温惜拿起毛巾 开始给吴生擦拭湿润的头发 而后将热热的奶茶递给他 喝一点热的 谢谢 吴生点了点头 而后机械般地接过奶茶 而这时 吴生好像突然想起来了什么 他站起身 看着身边的温惜问道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你有什么事情吗 温惜看着吴生 跟突然应激一样的反应 突然扑刺一下笑出了声 哈哈 你好有趣啊 反应怎么这么慢 要我是坏人的话 你估计都得被我干掉了 少女的眉眼 弯弯笑得极为开心 而吴生听到此言 也是开口道 你要是敌人的话 现在看到的 就不是人 而是刀器了 吴生的语气极为认真 温惜听到后 也是收回了笑容 撇了撇嘴 好了好了 我是来给你送玉环的 能 少女把暗红色的玉环递给吴生 吴生健壮点了点头 而后接过玉环 认识一下吧 我叫温惜 家里住在安城 你是叫吴生吗 温惜小手 吴生健壮 也是将手伸了出去 嗯 我叫吴生 第27章 连衣 吴生接过玉环后 朝着温惜告谢了一声 谢谢你 加个联系方式吧 衣服的钱我转给你 吴生拿出手机开口道 扑辞 你用这么老套的方法 来要女孩子的联系方式吗 温惜嘴角轻轻翘起 语气带着些许的轻快之意 那你跟我去一趟银行吧 我给你现金 吴生完全没有尴尬 也没有在意对方的打趣之意 准备带着温惜朝着银行走去 定 温惜抢过吴生的手机 然后将自己的号码扫了过去 给我备住哦 温惜朝着吴生眨了眨眼睛 然后走到了商场门口 哇 还在下雨 我送你回去吧 温惜笑着说道 不用了 我家很近 之后就准备朝着家中走去 而这时 少女再度抓住了她的手 温惜鼓起脸颊 有些不高兴地说道 会感冒的了 吴生一愣 而后点了点头 谢谢你 而后两人在大雨中撑着伞 一步一步朝着家中走去 路上的行人并不多 小贩们也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 准备离开 你今天高三了 你之后打算去哪里啊 温惜突然好奇地问道 还不清楚 吴生撑着伞开口道 你不去进化学院吗 你的实力这么强 没道理进不去吧 没有 我没答应 家里还有人需要照顾 所以之前没有那个想法 这样呀 还真是个孝顺的好孩子呢 温惜突然看着 吴生笑道 嗯 吴生点了点头 走了快有十分钟 吴生就看到了自己的家 你要去我家坐坐吗 吴生没什么别的意思 只是单纯地问一下 你这是在邀请我吗 温惜俏皮地说道 不算 你送我回家 我总是需要礼貌地招待一下的 吴生的语气很平淡 没什么情绪波动 这样呀 那就喝一杯吧 温惜无嘴轻笑 而后跟着吴生回到了家中 温惜看着家中的陈设 也是有些好奇 环顾了一下 就发现墙上点着白色蜡烛的灵台 这 温惜有些不知所措 他转过头 看向身后的吴生 爷爷奶奶 从三亚回来后就走了 吴生说完后 就给对方倒了杯热水 哼 吴生站起身 伸出手准备 把水递给温惜 而温惜却是直接把走上前后伸出手抱住了他 吴生只感觉 一个人柔软而又温暖的身体 突然闯进了他的怀中 他有些猛 身体也瞬间僵硬了起来 你 温惜温柔 而又带着些许颤音的声音 出现在他的耳边 很不容易吧 要是难过的话可以哭一会 不用忍着的 少女的声音在吴生的耳边回荡 吴生也瞬间愣住了 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心头一颤 他在自己人面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 但是温惜简单的两句话 却让他情绪有些波动 我 吴生想要说什么 但是又说不出来 不知道为何 他的眼睛突然有些酸涩 两个人就这样抱了不知道多久 这时 门口突然有人进来了 小生啊 你 吴建军看着自家儿子 被一个漂亮的小姑娘抱住 瞬间猛逼了 而温惜也立马反应过来 连忙松开了吴生 那个您是吴生的父亲吧 我叫温惜 来给吴生送点东西 那 那个 我先走了 少女的小脸有些微红 而后冲出了吴生的家门 而吴生则是愣在原地 似乎还没反应过来 发生了什么 手臂甚至还举着水杯 水杯上冒出的白气 仿佛在诉说着 时间并未过去多久 吴建军突然反应过来 他转过头 看向已经消失的温惜开口道 刚刚那是 朋友 来送东西的 吴生说完后 就将手中的水杯放在桌子上 如果仔细看的话 会发现他的耳朵有些微红 修长的手也有些颤抖 可能是冷的吧 而另一边 温惜打了辆车就走了 此刻的他 面色极为红润 整个人看上去极为可爱 他捂住自己的小脸 眼中满是尴尬和羞涩 温惜啊温惜 你在干嘛呀 你胆子也太大了吧 温惜暗自吐槽自己 他也没想到 自己胆子能这么大 只是听到吴生的爷爷奶奶 离世后 心中涌现出一股强烈的心疼之意 不自觉的 就将吴生拥入怀中 今天的他 其实也是特意来找吴生的 不知道为什么 这段时间 他一直在想着吴生 眼中经常会浮现 当时吴生救他的场景 心神不宁 不过 突然 温惜抱住身子 眉毛中满是心疼 他调查过吴生的身世 也知道吴生很不容易 更知道 最爱吴生的人 就是他的爷爷奶奶 现在两个老人家都走了 他甚至都不知道 该怎么安慰对方 从小在被爱包围的家庭 长大的他 无法与吴生做到感同身受 所以 他并没有去劝吴生怎么怎么样 只是默默地给予他的温暖和安慰 可能这也是 他现在能给予吴生最大的帮助了 他看向窗外 那雨滴打在地面见起水花 下次再见吧 吴生 当天 温惜坐飞机回到了安城 而吴生此刻 正在被面对着自己的父亲 小生啊 那个 我知道我不太该说这个事情 但是 如果你真的喜欢 你跟爸说 爸可以 啊 求你妈帮你去问问 吴建军的语气有些激动 也有些欣慰 终于 他儿子终于不再是独来独往了 吴生瞥了他一眼 而后转过身道 你别想太多 只是朋友 他送我回家 看到奶奶他们的灵味想安慰我的 没有其他事情 我们都没见过几次面 好好 爸不想太多 你好好休息 我去做饭 说着 吴建军就一脸高兴地 哼着小曲离开了 那个小姑娘 他很满意 他要去给大哥 分享这个好消息 他儿子和小姑娘畜上了 他已经有些迫不及待 告诉自己家人了 而此刻吴生看着聊天框中 温熙发的可爱表情包 可爱的懒兮兮 我回家了 别想我 下次再来看你 懒养养表情包 吴生 好 一路平安 吴生礼貌地回复了一句 就没说话了 而聊天框中 也没有再出现新的消息 第28章 川鼠的危机 1 距离温熙来吴生家 已经过去了几个月了 而吴生后续 也没有经常性 和和温熙聊天 只有温熙 偶尔会给吴生发一句 节日快乐什么的 当然 偶尔也会给吴生 吐槽一下自己的小生活 吴生也会回应 两人也会有一茶没一茶地聊着天 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 上官斩两兄妹 也来到了进化三街 没事也会跟着吴生 执行些小任务 吴威的话 被张花看管得很严 并不打算让其跟着吴生 吴生也没有去劝些什么 一切顺其自然就好 好像一切又变回了曾经的样子 一切都没有变 时间就这样一点一点地 拉到了高考的前夕 而此刻 在川鼠的某个小村庄中 巴卡斯啃着一根 是享受 怎么样 一切准备得如何 巴卡纳看向身边的张文问道 放心大人 一切都准备就绪 第二次标记日就在高考那天 这一天 也是我们第一次光明正大的 站在世界中 就让川鼠成为我们狂欢的乐园吧 张文的眼中带着些许的狂热 这一段时间 他们可是布置了许久 哈哈 放心 等蓝星被我们占领 你们自然组织将活得投工 巴卡斯眼中带着嗜血之意 他已经好久没有打一场了 身体内的血液都有些微凉 他需要血液 需要净化这温热的血液来激活他体内的细胞 你们自然组织来了多少人 巴卡斯好奇地问道 放心 是川鼠十二生肖的五倍 虽然整体实力很弱 但是用来吸引那群十二生肖足够了 加上标记日巴卡斯你们的人 绝对能让这的生肖组织有来无回 好 这一次 我们将会前来一位将军 那位将军的实力 应该也会被压制到退克境巅峰 但是也足够将这里移为平地 巴卡斯话语间 透露着强烈的自信 好像川鼠已经成为他们的囊中之物一般 张文和巴卡斯讨论着 两人的大笑声在这片人际罕见的村庄 回荡着第二日清晨 吴生睁开眼睛 他收拾好自己的东西 准备去考试 小生 东西都弄好了吗 吴建军在厨房忙活着 声音中气十足 这段时间上官家的人也不折磨他了 他的精气神也好了很多 嗯 全部弄好了 吴生背起自己的包 而后吃过早饭就朝着考场走去 小生加油 不用紧张 考得不好 银虎大人也说过了 你可以去进化学院的 吴建军看着自己的儿子 脸上带着骄傲的笑容 他脸上的沧桑也褪去了些许 心结打开后 他的状态好了很多 我知道了 你在家好好待着 这几天都不要出门 这段时间的夜晚会有不小的事情 吴生是知道标记日的事情 他多次和吴建军嘱咐 并且也告知了身边的所有人 当然 国家也开始有意无意地透露着些许的东西 这段时间 夜晚不能出门的事情也昭告了全国 放心吧 新闻上都说了 吴建军连忙点了点头 吴生见状 吃完饭就离开了 嗡嗡嗡 熟悉的震动声响起 吴生打开了手机 喂 喂 今天高考呀 紧不紧张啊 安城的某处别墅区 少女正躺在床上 翘着小脚 一脸笑容地给吴生打电话 不紧张 你不考试吗 吴生想到了什么好奇的问道 不用爱 我明年就直接进进化学院了 原来如此 吴生文言后也是明白了 这些孩子全部是内定的 对了 我订了大后天的机票 到时候去找你啊 找我 找我干嘛 吴生眼中透露着些许的疑惑 切 你又不来找我 那我肯定去找你了 到时候 你带我再穿属玩 请我吃饭 可以 吴生点了点头 这并不是什么大事情 那就这样说定了 讨试加油 不要忘记带东西 我去吃早饭了 温熙挂断电话后 就朝着门口走去 脸上的笑容怎么都止不住 饭桌上 温熙的父亲看着女儿一脸笑容 也是笑道 是有什么好事吗 大早上就这么开心 嘿嘿 不告诉你 温熙俏皮的笑了笑 而后开始吃饭 温熙的父亲 文言也是失笑的摇了摇头 另一边 吴生将手机和手环放在门口 就走进了教室 这种东西不怕丢 吴生的东西 基本上都带着GPS 不怕死 可以试试抢走 吴生所在的教室 并没有熟人 所以他走进教室后 就等着老师发试卷 伴随着考场的铃声响起 第一场考试正式开始 当然 开始的不仅仅是考试 还有六位冲向这里的人 张文 沈海带着三位 进化二阶的小喽喽 朝着吴生所在的地方走去吧 两人的修为并没有提升 依旧是进化五阶 毕竟他们这段时间 一直躲在村庄里 也不敢太过嚣张 加上天赋的限制 所以修为的长进不大您好 这里是考场 不能进入 张文看着面前拦住自己的安保 嘴角勾起一抹邪恶的笑容 抱歉 这个世界 没有我们自然组织 不能进入的地方 碰 啊 无数在外面 等待孩子的家长 一脸惊恐地看着前方的一幕 当然 也有反应快 且不怕死地开启了直播 只见前方 张文再度发动异能 三米高的身姿 一拳砸死地 挡在自己面前的安保 还有大门 这一拳 轰开得不仅仅是大门 还有世界混乱的序幕 考场中 吴生瞬间站起身 他的瞳孔变得心红 并且将目光看向了窗外 第二十九章 川鼠的危机 二 这位同学 你有什么事情吗 老师看着吴生 一脸严肃地 走到吴生的面前 而吴生则是直接将其推开 而后来到窗口 将窗户推开 入眼 瞳孔瞬间收缩 同学 你要 老师一脸不悦地上前 想要把吴生带走 但是窗外的场景 瞬间让他们说不出话来 这 这是什么 外面 张文肉体膨胀 手持狼牙棒 一脸凝笑 他的身边 神海手持三叉戟 身上环绕着海水 身边的三个人 也是用出自己的异能 一脸嚣张 碰 狼牙棒轰在地面 砸出一个巨大的深坑 魔鼠 你在这里吧 巨大的声音 响彻整个学校 所有人此刻 站在窗口 看着这令人震撼的一幕 眼中充满着惊恐 魔鼠 再不出来 这里的人 全部得死 说着 张文的手中 捏住了一个安保的脑袋 并且直接将其捏碎 血腥的场面 瞬间让众人发出尖叫 他们躲在教室中 一脸惊恐 安城 生肖组织 川鼠发现异常能量波动 十二生肖 全部被人盯上了 负责观察的人员将川鼠的信息告知 什么 在这种时候 没错 看样子是有预谋的 川鼠很可能会遭遇一波十分强烈的攻击 观察人员一脸凝重地看着最上方的中年男人 其他城市呢 其他城市也出现了异常的能量波动 但是并没有川鼠强烈 川鼠的最强者是谁 魔鼠 序列004 修为在进化期间 中年男人文言沉思了片刻 让引虎前去帮忙 其他生肖也全部出动 通知川鼠的在家的群众不要出门 在外面的迅速逃离 是 张文等了几秒 见无声还没有出来 脸上凝笑了起来 魔鼠 既然你不出来的话 那就让这些祖国的花朵 全部死在这里吧 说吧 他看向了身旁一人 那人见状也是双手拍击地面 一瞬间 一颗巨大的土球开始凝聚 很快就达到了四米多高 张文双手环抱 轻筋抱起 他一把举起土球 而后朝着那学生考试的教室砸去 而教室中 无声将手环带好后 直接冲向了窗户 教室中的人纷纷退后 一脸惊恐地看着前方的巨大土球 而这时 无声的考场老师看着无声 直接踩在窗口条件反射一般地 伸出手朝着无声抓去 不行 这是四楼 无声的速度极快 让老师抓了个空 他脚踩在窗口后一跃而出 看 有人冲出去了 他不要命了 这是四楼啊 什么鬼 所有人张大嘴巴 看着前方的一幕 眼中充斥着震惊 只见无声伸出手 直接将那颗巨大的土球推了回去 他的身体和对方完全不成正比 但是那比他体型大树辈的土球 就这样被他毫不费力地按在地上 碰 无声看着前方的张文 心红的瞳孔爆发着强烈的杀气 今日所有自然组织的人 一个都活不了 无声一字一句说完后 诸神再度显现在他的手中 瞬间 全场震惊 这 这是什么 教室中 学生们张大嘴巴 看着前方的红发少年 一时间忘却了恐惧 哈哈 小小年纪口出狂言 让我看看 你怎么杀我们 张文大笑着说完后 瞬间消失在原地 在出现之时 已经来到了无声的面前 巨大的狼牙棒 带着强烈的进风 朝着无声砸去 而无声的左右两侧 还有头顶 另外三个自然组织的人 也是一脸凝笑的 朝着无声攻去 瞬间 无声就被包围其中 蹭 魔焰自无声的身上升腾而起 恐怖的火焰 将那三味净化二阶的垃圾 直接烧成灰烬 而面对张文的狼牙棒 我说过 今天你们这些自然组织的人 全都得死 冰冷而又充满杀气的声音 响彻全场 无声单手一推 就将张文推开 张文的眼中 充满着不可置信 这家伙 又变强了 魔刀欺斩一试 分尸 不好 张文快撤 神海的周身 换出无尽的海水 将张文包裹其中 而无声 则是斩出一道四米高的刀器 扑刺 刀器沿着地面速度极快 神海根本就反应不过来 看着被斩掉手臂的张文 他的眼中充满着惊惧 撤 说完后 他的脚下升起一道水柱 瞬间将其冲逢 速度奇快 而无声 则是换出摩托车 直接追了过去 教室中的学生 看着这梦幻的一幕 他们面面相去 眼中满是错愕 通知 通知 考试结束 所有人回家 等危机结束 一切等通知 此刻 整个川鼠 乃至整个龙国 全部出现了这样的广播声 而在广播声出来的瞬间 众人先是愣了几秒 然后连忙朝着家中跑去 不管怎么样 反正听国家的就对了 而此刻 王冰等人也遭到了袭击 虽然没受伤 但是依旧让他们怒不可遏 他们也和无声一样 直接追了出去 甚至因为不再闹事的原因 他们的速度 比王生快了不少 此刻的川鼠 所有人都在朝着家中赶去 他们脸上或恐惧 或好奇 也有兴奋 他们拿出手机开始录像 甚至是直播 而他们录像的原因 也仅仅是因为 前方的警车和部队 整个川鼠的武装力量 全部出动 开始进入了紧急防备状态 另一边 无声骑着车开始追击 看着在屋顶上喷射的神海 他动用了摩托车上的武器 但蓝色的子弹 朝着天空打去 速度骑快 也确确实实命中了不少 但是对方也并没有停留 但是速度也确确实实慢了下来 距离越来越近 无声抓住机会 站起身一跃而起 分尸 咻 红色的刀器 在半空中瞬间击中对方 将其斩落 看着从半空掉落的身影 无声准备过去收尸 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了 他的刀器直接将其斩成两半 哪怕净化者生命力再强 也活不了多久 哈哈 魔术 你以为你赢了吗 去看看你的队友吧 我在地狱等你 此言一出 无声瞬间皱眉 他猛地拔下手腕的玉环 玉环可以定位到其他人的位置 他用力一拍 一道屏幕出现在半空中 屏幕中 他看着不远处的红点 瞬间瞳孔紧缩 前方的红点在消失 这也就是说 有人死了 第三十章 川鼠的危机 三 无声在看到这一幕后 瞬间朝着前方暴射而去 而这时 群众们已经走得差不多了 无声并没有去理会张文他们 这一刻 他的心中无比地交集 而此刻 王兵的意识十分模糊 他的右手已经被打断 怀中抱着梵玲 看上去凄惨无比 他的身边 一具具尸体倒地 宛如炼狱一般 前方的男人 一脸玩味地看着王兵 宛如看蝼蚁一般 如果你们的实力 仅仅是这样的话 那么川鼠这个地方 就将成为我们占领的第一个地方 王兵听到此话 他的脸上 咧出一抹笑容 呵 你们的 从你们计划这么久的时候 这边土地就不可能是你们的 势均力敌的人 用计谋战胜对方 这叫智慧 而你 明明拥有着比我们强数倍的力量 却还是使用这种阴谋诡计 甚至还要和我们本土的人合作 这恰恰你说明了 你们在恐惧 哈哈 罗姨 你说话很有意思 恐惧 恐惧什么 我们不过在 等待着空间的虚弱罢了 你这算什么 巴卡斯的脸上充斥着嘲讽 似乎王兵的话 对他造成不了什么伤害 嗨嗨 是吗 既然你们拥有那么多强者 连一个空间能力都没有吗 此言一出 巴卡斯的笑容戛然而止 强者 可笑 你们是在害怕吧 害怕地球中有隐藏的至强者 所以你们不敢大举进攻 只能小心翼翼地试探 你们在害怕 你们害怕隐藏的强者 你们害怕人类 你们也害怕地球上的生物团结起来 罗姨 我承认你成功激怒我了 下一拳我会送你和你的队友一起下地狱 我身一死 魂又龙土 死 又何妨 怎么 你很怕死吗 王兵看着他 苍白的脸上露出嘲讽的笑容 力量上他们虽然有差距 但是精神上 王兵完完全全地碾压的巴卡斯 死 巴卡斯瞬间暴尸而出 一拳轰穿了王兵的肚子 哼 我 我会在地狱 等着你 王兵呕着鲜血 最后无力地躺倒在地 哼 地狱 这座城市谁能杀我 分尸 就在巴卡斯准备吃掉王兵等人尸体之时 一道无比恐怖的刀器瞬间斩向他 碰 巴卡斯汗毛竖起 而后瞬间朝着远处退去 挨着何人 烟雾中 吴声的身影缓缓地显露 恐怖的杀气席卷战场 吴声看着已经死去的王兵等人 眼中的杀意暴涨 不错的杀气 可惜 修为太差了 巴卡斯看着吴声那进化期间的修为 嘴角露出一抹邪笑 而后瞬间暴射而出 一拳朝着吴声轰去 碰 长刀和拳头相撞 吴声被一拳轰入不远处的房子中 小子 你的队友很弱 想不到你也如此不堪一击 你就是那最后的魔鼠吧 果然是只老鼠 熟弱而又垃圾 巴卡斯的语气充满着嘲讽和不屑 当然还有一丝恼怒 他恼怒的是居然被这么个矛头小子给吓退了 加上王兵之前说的话 这让他更为恼羞成怒 小子 受死吧 巴卡斯没有废话 再度一拳朝着远处的吴声轰去 但是这一次 吴声并没有提刀 而是握紧拳头 一拳对了上去 碰 两拳相撞 这一次 吴声没有被轰飞 而两人拳头相撞的地方 一道真空地带瞬间形成 怎么可能 巴卡斯瞪大眼睛一脸震惊 刚刚还被一拳轰飞的吴声 现在居然可以和他势均力敌 我是一只老鼠 但是 我的底牌多到你无法想象 吴声抬起头 此刻他的双目变得通红 一股血红色的雾气再度在其周身飘散 吴声手持长刀的手用力一展 新红色的刀器将巴卡斯直接红飞 扑通 吴声的身体好像膨胀了一下 而后又缩回了原形 被击飞的巴卡斯皱着眉头 看向不远处缠绕着红色雾气的吴声 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心中突然涌现出一抹恐慌 小子 你成功惹怒我了 巴卡斯感受着身体传来的恐慌 愤怒瞬间占据了他的大脑 他居然被一个曾经可以随手 捏死的蝼蚁鸡飞了 他的外皮开始撕裂 很快 一摊巨大的灰色液体型生物出现 宛如淤泥一般 身上的液体滴落在地面上 发出了滋滋滋的声音 小子 让我看看 你有什么底牌 能和我较量 巴卡斯的身体高五米 有着四米多宽 看上去极为恶心 这也是他的本来形态 烂泥一族 吴声右手持刀 红色已经将他的瞳孔彻底的淹没 净化久接 一把刀打不死 不如再来一把 吴声说完后 又是一柄长刀出现在他的手中 黑色的刀身充满着力量感 很显然 这是张文的魂魄化作的长刀 而刚刚吴声能与巴卡斯力量上相停抗衡 也是因为这个 吴声手持双刀 双目彻底被红芒侵占 双刀流 魔魂解封 话音落下 自吴声的身体中 一股红色光柱冲天起 杀气侵占了吴声的意识 这一刻的他 不再是他 而是魔刀 诸神 此刻 川鼠的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一道冲天的光柱 李队长看着远处的光柱 心中默默地为吴声等人祈祷 而上官斩和上官轻荣 则是在看着两个扭曲的空间 很显然 这是即将出现的入狱者 那是 大哥 两人也注意到了光柱 并且瞬间就察觉到了那是吴声的气息 强烈的血腥之气和煞气 让他们两个一眼震撼 而另一边 吴建军也看到了这一红色光柱 小声 吴建军突然想起来了 之前吴声变身的时候 身上也会散发红光 看着那巨大的红光 他瞬间想到了自己的儿子 再加上他从刚刚通知发出后 他没有联系上吴声了 于是他当机立断 朝着光柱的方向冲去 小声 你等着我 吴建军骑着电动车 眼中满是担忧 第31章 川鼠的危机 4 而此刻的吴声 已经完全变了一个样子 整个眼睛被红色填满 手持双刀 嘴中发出宛如野兽般的低宁声 而很快 红色的光柱也开始消散 周遭升起了一道血红色的雾气 巴卡斯看着这雾气 眼中充满着金句 因为他看到 雾气中有很多若隐若现的影子 他们哀嚎 他们嘶吼 他们的身体被一次又一次地斩断 好像在重复死前的过程 装神弄鬼 而此刻天气也在慢慢地暗了下来 高悬在天空之上的月亮 在此刻化作了血红色 而在他化作血红色之时 世界各地 一道道空间开始扭曲 隐隐间还能听到巨大的轰鸣声 好似有人在攻击一般 川鼠的李队长此刻正躲在汽车后面 他的前方一道接近两人高的大树 正在疯狂地扭曲 很显然 入狱者正在攻击这片空间 李队长指挥着队友 让他们不要紧张 放宽心 这一次的入狱者数量会很多 但是实力并不会很强 大部分是可以用火力压制的 李队长的话 让众多队员仿佛打了一针强心劲 眼中的紧张也缓缓地退去 另一边 巴卡斯身上的液体 划作一道巨大的拳头朝着无声轰去 小子 双刀和拳头碰撞在一起 那宛如液体般的拳头 在此刻宛如最坚硬的石头一般 而在双方碰撞到一起后 那拳头直接爆开 那些有毒的淤泥朝着无声箭射而去 分尸 无声的声音十分沙哑 宛如从喉咙中吼出来的一般 这一刻 双刀抵在胸前 双刀闪烁着火焰 咻 伴随着身体仿佛被吸取了什么东西一般 本就消瘦的身体变得更加纤细了 很显然 魔魂是有副作用的 但是副作用的出现 也就预示着更为强大的实力 两记五米刀的刀器带着磅礴的杀翼 直接斩向了前方的巴卡斯 老子不可能会输给你这种蝼蚁 巴卡斯怒吼一声 而后化作一道水柱一般的形状 直接撞了上去 噗 刀器和淤泥轰击在一起 这一刻 双方仿佛势均力敌一般 一场绝力就此拉开 巴卡斯内心更为愤怒 无声只是一个净化七阶的蝼蚁 就算他的实力被压制 他一个净化九阶的和净化七阶的打平 更何况他还征战了那么多年 给我死 碰 淤泥开始从四面八方朝着无声轰去 而无声因为和巴卡斯绝力 根本无法动弹 一时间 无声仿佛陷入了死局 吼 伴随着无声的怒吼 以及身体的紧缩 刀器的鸿芒更加耀眼 也更加锋锐 伴随着无声的身体冲出 巴卡斯巨大的身体被斩出一个大洞 那洞中滴落着红色的液体 看样子是血液 巴卡斯低下头 看着身体上的大洞 眼中充斥着不可置信 怎 怎么可能 扑通 巨大的淤泥 身体无力地坠落 最后散落一地 而无声也跪倒在地 死死地攥紧手中的长刀 他的额头轻筋抱起 大口地喘气 好像在压制着什么 再 再来一刀 无声转过头 他左手的黑刀已经破碎 只剩下一把诛神 而诛神此刻也在疯狂地颤抖 好像想要冲出无声的束缚 魔 魔刀欺斩 分尸 无声站起身怒吼一声 此刻的他 蹊跷流血 看上去毫不凄惨 而他的目标 则是前方被扭去的空间 他将体内的灵能彻底榨干 手中的长刀用力一斩 又是一记刀器朝着那空间斩去 而就在这时 那道空间也被瞬间撕裂 无声的刀器直接斩入其中 而正准备出来的入狱者 还未来得及说话 就被直接斩成碎肉 无声看到这一幕 将手中的诛神散去 而后无力地瘫倒在地 他的身体变得无比消瘦 如果有透视的话 就会发现此刻的他体内的血液 仿佛被抽了一般 变得极为稀薄 心脏的跳动也逐渐快了起来 现在的无声 哪怕来个两岁的孩子 都能直接要了他的命 而不仅仅是这一边 川鼠的其他地方 也有被入侵的地方 一群长相怪异的人类 冲出空间裂缝 迎接他们的是来自龙国的火力 李队长在空间被撕开的瞬间 就让队友射击 子弹无情地 宣泄在前方的入狱者身上 这一刻属于蓝星与异域的 第一场战争 彻底打响整个世界的人 也终于知道了所发生的一切 靠近战场的人 在家中震撼地看着这一幕 其他城市 也出现了几个巨大的空间裂缝 这些空间裂缝 也出现了不少入狱者 不过实力基本上都在进化期 最强的也不过进化九阶 被当地的强者轻松斩杀 川鼠这边因为位置的问题 所以守备力量不算多强 也没想到 他们将最强的家伙 放置在了川鼠 安城中 温熙斩杀最后一头入狱者后 拿出手机给无声打电话 宁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提示音的传来 让温熙心中一紧 这时 他的不远处传来一道声音 陈龙大人 安城的入狱者 已经全部解决了 不远处 一个手腕上带着玉环的家伙 正在和生肖组织的人通话 很好 既然解决了 就清理好战场回来 电话那头传来一道有些低沉的声音 是 男人接到命令后 将玉环从手中扒了下来 准备清理战场 抱歉 你的玉环借我用一下 温熙冲了过去 一把将那位战斗人员的玉环抢了过去 玉环的用处 温熙的是清楚的 也知道 玉环可以定位其他生肖组织的成员 这些学院中 全部交过 喂 你干嘛 那人一脸猛逼地看着温熙跑远 在反应过来后 连忙跟了上去 而温熙 已经开始查看十二生肖的定位了 他找了许久 最终定位到了川鼠 看到川鼠的定位后 他的瞳孔瞬间缩紧 此刻的川鼠 只有一个孤零零的红点在闪烁 这也证明 川鼠的十二生肖只剩下一人 温熙看着这里脚下的速度更快了 他拦住一辆汽车就直接坐了上去 你干嘛 不要命了 司机怒吼一声 而温熙语气有些颤抖地开口道 去机场 去你妹 下车 司机的语气十分愤怒且急躁 而少女的头发开始逐渐转为银色 去机场 温熙的眼中含着泪水 语气十分激动 而这股气势让司机一愣 他看着一头银发的少女 咽了咽口水 吃 知道了 温熙看着手中的玉环 看着上面的红点 他的泪水勤满了眼眶 不知道为什么 他觉得那最后一个人绝对就是吴生 这种直觉让他想要去救他 他了解过吴生的过去 这些时间的聊天 也让吴生在他的心中有了重要的位置 可能他自己没察觉 或者说 哪怕是为了报答吴生的救命之恩 这一次 他也必须去 第32章 川鼠的危机 5 而吴生这边的门户 再度走出来一个怪物 那怪物身材矮小 就像一个孩童 但是双手的利爪 和尖锐的牙齿 又不像人 有点像恶鬼一般 实力不强 也不过进化一阶罢了 但是此刻的他出现在这里 宛如那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吴生躺在正中间 那怪物嘴角流着口水 一步一步朝着他走去而紧接着 那道空间中又走出来一人 那人身高两米 皮肤有黑 除了比龙国人高大一点 没什么不同 有种混血人的感觉 手持大忌 一步一步地走出虚空裂缝 这就是蓝星吗 真是熟悉的场景啊 那么 接下来这地方 就是我们的了 利卡嘴角勾起一抹笑容 身上散发出恐怖的气势 最前方的那只怪物 在看到利卡后 直接趴在地上瑟瑟发抖 很显然 利卡的实力远在他之上 哼 是吧 我对这些东西 没什么兴趣 利卡瞥了他一眼 而后转身准备 朝着闹市走去 而此时 两支炮弹拖着巨大的火蛇 朝着此人轰击而来 碰 利卡瞥了一眼 而后单手一挡 他的面前 好像出现了一道 看不清的屏障 这屏障直接将炮弹挡下 哼 弱者的玩具 利卡说完后 两发炮弹瞬间爆炸 延误将其覆盖 而天空之上 此刻的直升机中 银虎的脸上 带着战役与愤怒 银虎大人 是否在要这里降落 驾驶员说完后 还未等银虎回答 就被一股距离 从驾驶位给扯了起来 哼 一道弧形斩机 将直升飞机拦腰斩断 巨大的爆炸的空中响起 而银虎则是单手 提着惊恐的驾驶员 掉落在地面 你先走 这里就交给我了 银虎说完后 驾驶员连忙朝着远处跑去 而前方的烟雾 也逐渐散去 想不到现在蓝星 还有你这样的强者 不错 有点意思 利卡的声音从其中传出 只见他笔直地站在原地 身上毫发无伤 哼 蓝星的强者可不少 我算不上 不过杀你应该够了 银虎说完后 双手化作虎爪 后方出现九根虎尾 一股强势的风锐之气 从其身上爆发而出 十二生孝首领之一 银虎 序列零四九 异能 九为虎陆无 其记载为上古时期神兽之一 其为昆仑山神 顶尖异能之一 杀伐之气极为强横 银虎身上爆发出强大的气势 退可九阶的 修为在此刻展露无遗 他身后的九道尾巴 宛如钢鞭一般 随意一甩 混凝土地面 就被直接砸出一道裂缝 哼 一群受祖辈庇护的弱者 又怎能与我等 自行修炼出的力量相媲美呢 利卡说完后 抡起大脊 朝着银虎砸去 碰 银虎双手挡在头顶 强大的冲击力 让其脚下的土地都陷入一点 而银虎的脸色 却依旧游刃有余 成祖辈之音 并没有什么丢人的事情 毕竟 你们不过是 我们祖辈的手下败将而已 狂妄 利卡听到银虎的话 瞬间怒吼 而这时 无数道鞭影朝着袭来 碰 利卡被直接抽飞 身上被打出树道红色的印子 银虎咆哮一声 宛如虎啸山林一般 张开手直接冲向对方 利卡面色难看 刚刚被击退 让他十分不爽 双方再度碰撞在一起 无数的找影 鞭影 以及大己挥舞的残影 交错在一起 两个近身搏杀的高手 在此刻展现了他们的实力 脚下的水泥路 一点一点地下陷 周围的房屋 在两人的打斗下被损坏 两人随手一拳 既有万斤之力 而此刻的另一边 吴生也遇到了些麻烦 因为战场被拉到其他地方了 此刻的他并没有管 而前方提前出来的入狱者 正一步一步朝着他走来 眼中毫不掩饰的杀意 让人不寒而栗 滚 突然 在入狱者即将靠近吴生的时候 不远处一辆电动车 直接撞了过来 恐怖的力道 直接将其撞飞 吴建军看着倒地不起的吴生 顾不上身上的疼痛 一把将其背起 而后跨上电动车 就朝着远处行驶而去 吼 被撞飞的入狱者直接怒了 咆哮一声 直接朝着吴建军追去 此刻的道路上 有着无数的汽车 交通瘫痪得差不多了 只能骑电动车 而主要的两方战场 也是十分激烈 根本就腾不出手 吴建军只能背上吴生 骑着电动车 朝着前方逃窜 还不能往人群中走 不然这个怪物 一旦大开杀戒 吴建军可拦不住 吴建军开始在狭窄的道路中穿梭 他甚至都不敢回头看 因为他能感觉到 对方一直在跟着他 小声别怕 爸一定给你揪下来 吴建军的语气充满着坚定 这一刻 他好像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父亲 开始保护起自己的儿子 另一边 银虎和立卡的战斗 陷入了僵局 两人实力相当 经验也都十分的老道 力量上的差距并不大 一时间还真不好分出胜负 而两人所处的街道 马路已经被砸出 一个个深坑和裂缝 周围的房子 也是被撞出一个个大洞 痛快 安心的家伙 虽然我的力量被压制 但是能与本将军 占到如此程度 我认可你了 有如此实力 不如加入我们 我封你为我的副将 立卡看着前方 杀气腾腾的银虎 心中生起了爱才之心 开始劝导对方 我对副将军没什么兴趣 如果真的想拉拢我 不如让我来提个条件 哦 有什么尽管提 能满足 我一定满足 立卡还以为 银虎真的有了投靠之意 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但是下一秒 银虎又是一找 直接朝着他拍来 让我当你们抑郁的老大 然后一起 并入我龙国怎么样 银虎咧嘴一笑 话语间充斥着 对抑郁的不屑 敬酒不吃吃罚酒 找死 立卡的脸上露出愤怒之色 而后长脊一甩 从绝力中挣脱出 常常我们军中绝学 碎玉 只见立卡的长脊 出现些许的裂纹 仿佛下一刻 就会直接破碎一般 而那些裂纹 却散发着一股强大的力量 让人心计 九虎拜天 另一边 银虎也开始续起招式 身后的九条尾巴开始甩动 一道道虚影 出现在他的身后 慢慢地化作九只巨虎 巨虎匍匐在地 仿佛下一秒 就会朝着前方扑击 来 立卡抡起大脊 直接朝着前方用力一砸 而银虎也是咆哮一声 直接朝着前方冲去 两道身影撞在一起 巨大的爆炸 让大的都震动了一下 整个川鼠都感觉到了 第三十三章 川鼠的危机 六 另一边 吴建军看着前方的死路 瞬间就愣住了 身后的入狱者逐渐逼近 吴建军看着身后 呼吸微弱的儿子 当机立断 吴建军将无声放在角落 而后骑着电动车 就撞了上去 别碰我儿子 要打我和你打 吴建军的电动车 直接将那入狱者撞开 吴建军带着对方 想要将其带走 刺 入狱者双脚突然稳住下盘 直接将车子顶在前方 强大的力量 让吴建军有些猛圈 不过入狱者并没有 给吴建军反应的时间 将车子逼停后 一拳砸向他的脑袋 扑通 吴建军朝着地面扑去 而后在地上 打了几个滚就连忙站了起来 他左右看了看 只有一把铁锹 他抄起铁锹 挡在了吴生的面前 他的双手微微颤抖 但是眼神却无比地坚定 小生 你放心 爸绝对不会让他碰你一下的 吴建军默默地给自己打气 看着后方沉睡的吴生 他攥紧铁锹 看着前方的怪物 入狱者发出尖锐的笑声 而后伸出爪子 朝着吴建军扑来 扑刺 力找贯穿吴建军的身体 他甚至都没有来得及 将铁锹挥出去 就被直接洞穿 力量上的差距 根本就不是信念上可以媲美的 他 终究只是一个普通人 吴建军被其单手拍飞 而那入狱者 则是舔着手中的鲜血 一步一步地朝着吴生走去 另一边 吴建军的身体 重重地摔倒在地 他并不疼 只是觉得有点冷 他此刻头脑十分地清明 他突然想到了很多的事情 曾经的错误 未来的畅想 以及现在的抉择 突然 他瞪大眼睛 瞳孔中充满着血丝 他突然想起来了 自己儿子说的话 你可以死 但是倾向的男人一样 当 铁锹拍在入狱者的脑袋上 吴建军此刻猙獰着脸 血液从其胸口一点一点地流出 但是他好像感觉不到一般 用力地挥动着铁锹 离我儿子远点 铁锹拍打头颅的声音 回荡在巷子中 而入狱者的面色 也愈发地愤怒 入狱者一把抓住铁锹 看着身后这个不知死活的蝼蚁 他决定先杀了他 碰 又是一拳直接将吴建军飞 一口鲜血喷出 吴建军无力地瘫倒在车上 眼中的光芒开始缓缓地涣散 入狱者见状 也是转过身 继续朝着无声走去 而这时 铁锹砸在了他的脑袋上 蝼蚁的接连挑衅 也终于让他愤怒了起来 他转过身 看着吴建军眼中 透露着残忍之色 哼 来啊 吴建军躺在车子上面 胸口也不再流血 面色苍白的他那一双眼睛 在此刻却出奇的亮 吼 伴随着一声咆哮声响起 那入狱者一拳朝着吴建军轰去 这一拳打中吴建军也不用活了 而这时 吴建军的嘴角勾起一抹笑容 他看着放大的拳头 眼中爆发着些许的感慨 他好像在感慨自己的一生 又好像在感慨自己这种人 能拥有一个如此优秀的儿子 扑刺 拳头力找再度穿过吴建军的胸膛 并且直直地砸向了身后的车子 伴随着一丝火苗的出现 电动车彻底地燃烧了起来 火焰覆盖车子也烧在了吴建军的身上 强烈的灼烧感和痛感在此刻一起涌上脑海 吴建军忍不住惨叫出声 但是他明白 他现在不能死 事情还没到最后一步呢 吴建军突然不知道 从何处爆发出一股强大的力量 他死死地抱住了入狱者 不管对方如何抽身都不松手 他的目光放在了不远处的无声身上 看着对方的样子 此刻的他感受到了一股责任和满足 这一刻他才完成了自己可能这辈子都完成不了的事情 成为一个合格的父亲 但是其实吴建军很早之前就已经认可他了 认可这个男人成为他的父亲 火焰灼烧的琵琶声 入狱者的尖叫在此刻组成了一道完美的音符 隐隐中他的目光好像回到了过去 回到了他第一次和吴建军见面的时候 十四年前 在家中的吴建军看着母亲抱来的孩子 眼中充满着错愕 当听见母亲说这是他的孩子的时候 他第一反应不是欣喜 而是想要将吴建军 因为他明白现在他的处境 现在的他如果有一个孩子 那么很难想象 这个孩子会承受多大的压力和多么痛苦的童年 他的心中疯狂地挣扎着 而这时 那孩子说出了一段话 让他铭记到现在 你是我的爸爸 啊 是 吴建军低下头 这个本该令所有男人骄傲的称呼 似乎令他有些不安 既然你是我爸爸 那就拜托就把我养大吧 我希望你不要逃避自己的责任 放心 未来的我也不会让你失望 也会肩负起当你儿子的责任 四岁的孩子 说出了令在场之人 无比动容且震惊的话 从那一天起 吴建军的家中 多出了一个沉默寡言的小男孩 而吴建军 也开始频繁地走出家门 开始寻求生机 哪怕他每次出门 都会遭受唾弃 哪怕他时不时都会被打 但是他依旧无怨无悔 责任二字 好像不知不觉中 就肩负在他的肩膀上 此刻 吴建军看着前方让自己骄傲的儿子 他的脸上突然绽放出一抹欣慰的笑容 抱歉 父亲二字 我好像做得有些不合格 希望 希望你不要怪我 伴随着车子的爆炸声响起 吴建军和入狱者双双隐命 而躺在地面的吴声 不知道是不是听到了吴建军的话 他的眼角流出 滴落出一抹精英的泪珠 泪珠从他的脸划过 最终掉落在了地面 一个男人 在这一刻 死在了一个无人问津的巷子中 为了保护他的儿子 第34章 川鼠的危机 7 此刻的安城 温熙已经到达机场了 他紧张地看着一直在移动的红点 在发现对方停下来后心都提了起来 生怕红点的消失 不过等了几分钟 发现红点并未有问题 他连忙松了口气 以为红点是找到了安全的地方 殊不知是有人用命保下了吴声 那个小姑娘 到机场了 司机转过头 小心翼翼地说道 好的 谢谢你 实在是不好意思 因为情况有些紧急的原因 我把钱给你 温熙说完后 扫了一下对方的收款码 打了一百块过去 而后就直接朝着机场中走去 他走到机场大厅直接找人询问 请问一下 今天有去穿梳的机票吗 越快越好 多少钱都没问题 温熙抓住一个工作人员焦急地问道 不好意思 最近几天收到通知 机场不开放 也没办法去穿梳 工作人员吓一跳 不过在温熙说出由来后 也是直接开口解释道 工作人员的话 瞬间让温熙无力地坐在地上 他的面色有些苍白 心中的担忧在此刻化作泡影 他有些想哭 明明上次你一下就能过来救我们 这次 这次我明明知道你的位置 却无能为力 温熙坐在机场 他哽咽地默念着 仿佛下一刻就会哭出来一般 小熙你怎么在这里 这时 机场外有一个人火急火燎地冲了进来 温熙看着自己的妈妈 眼中的泪水再也绷不住了 直接抱着他哭了起来 怎么了怎么了 哭什么 你怎么跑这来了 你知道我多担心吗 要不是家里面调出来了你来着的监控 我还以为你受伤了吗 温熙妈妈抱着温熙 一脸地担忧 而这时 机场也陆陆续续地来了其他人 有男有女 还有温熙的哥哥温俊 怎么了这是 温俊等人一脸担忧地看着哭泣的温熙 哥 他 他出事了 众人一愣 完全不知道温熙在说什么 谁啊 而温俊则是好像想到了什么一般 你是说川鼠的那个生肖组织的家伙 温熙点了点头 看上去十分惹人恋爱 你们是说 在三亚救你们的那个魔术 温熙妈妈瞬间想到了之前自己女儿和自己说的事情 嗯 他出事了 川鼠的十二生肖就剩他一个人了 此言一出众人瞬间面面相去 小心你别担心 我记得银虎大人在川鼠 我们问问他 让他把人救下来 温俊这个时候 还是十分冷静地 瞬间想到了解决方法 对 银虎大人 我们联系银虎大人 温熙瞬间激动了起来 好像是自己获救了一般 火急火燎地朝着机场外冲去 一时间 众人面面相去 一脸无奈 而他们所说的银虎此刻依旧在和利卡对战着 两人的身体都有损伤 周围的箭柱也被打得破破烂烂 脚下的马路仿佛是被钻土机刚打过一般 上面满满的都是乱石 石头下面则是一些泥土 银虎看着前方的利卡 眼中充斥着不屑 战斗中并不仅仅只讲究实力 心态其实也十分的重要 尤其是这种实力差距不大的战斗 心态更是尤为重要 就比如现在的这个状况 银虎其实已经占据了优势 两个人的心态 其实完全是不一样的 利卡从刚开始的不屑一顾 到惊讶于银虎的实力 再到内心十分的屈辱 毕竟 他一个大将军和银虎这种 之前从未修炼过的人 战成势均力敌 实在是太过丢人 哪怕他现在的实力是被压制 但是这都不是借口 毕竟银虎的实力也就与他相当 反观银虎 从刚开始忌惮与凝重 到现在的越打越自信 甚至已经觉得 抑郁的强者也不过如此了 此消彼长下 银虎的攻势愈发的迅猛 而利卡则是已经开始 逐渐的转入被动 再来 银虎脸上的战意 愈发的浓厚 再度化作猛虎重向利卡 而利卡见状 也是甩起大脊迎战 双方的战斗余波 将周围的东西摧毁 周围大厦的玻璃 也早已震碎 银虎的双爪 配合身后的尾巴 攻势迅猛的同时 又让人防不胜防 伴随着利卡身上的伤口 越来越多 利卡的面容 也愈发的难看 他明白 再拖下去他必死 毕竟他是孤身一人 而对方可是在主场 哄 双方再度分开 利卡深深地呼吸了一下 而后再度将灵能 注入大忌中 恐怖的能量波动 让空间开始扭曲 很显然 这一招 已经倾尽了利卡的所有 而银虎健壮 表情也是瞬间凝重了起来 他明白 对方是打算拨命了 小子 我承认你很强 但是这次 我不过是来试探你们的 而我也是 我们抑郁中 最为弱小的将军 我死后 下一次标记日来的人 只会更加强大 而世界的壁垒 也会日渐减弱 你们蓝星 终将会成为我们 抑郁的乐园 利卡说完后 手中的武器再度破碎 这一次是真正意义上的破碎 武器上的纹路 闪烁着光芒 宛如即将破碎的 玉器一般 那么 我也在这里告诉你 其他地方我管不着 但是在这龙国 那么这群入狱者 只会成为我们手中的亡魂 龙国 也永远是你们 不可触及之地 对于你们 龙国 就是九幽地狱 而五等十二生肖 就是那索命恶鬼 银虎说完后 整个人仿佛都变成了一头猛虎 数米高的九尾虎 仰天咆哮 九条尾巴宛如钢鞭一般 将空气抽出阴暴 玉碎 九虎拜天 双方怒吼一声 而后再度撞在了一起 紧接着 一到数十米的爆炸原地升起 周围的树木 被直接吹飞 甚至一些小一点的箭竹 也被这恐怖的冲击力 轰成碎渣 爆炸过后 烟雾散去 银虎和利卡的位置已经交换 双方都站在原地 而利卡的胸口 一到圆形的洞口 出现在其中 银虎嘴角一出鲜血 一双虎爪满是鲜血 他的嘴角勾起一抹笑容 很显然 这一战 是他赢了 第35章 川鼠的危机 完 银虎躺倒在地 脸上满是笑容 虽然在龙国 他是最强的那十二位之一 但是实话实说 这还是他第一次 和异域的强者战斗 这一胜利 也让他明白了 所谓的异域并不可怕 这时 他的御环想了起来 哪位 银虎看着手中的御环问道 银虎大人 川鼠十二生肖 还剩一个人 现在可能在一处养伤 已经很久没移动过了 快去救他 温惜焦急的声音响起 而银虎也想起来了自己的任务 连忙开始寻找其无声的定位 谢谢你了 也赖我 来得太晚了 银虎说完这句话后 面色也瞬间就痛苦了起来 战斗中他兴奋 但是回过未来之后 想起了自己职责 川鼠的十二生肖 被杀得只剩下一人 甚至还生死不知 银虎看着屏幕上的红点 连忙拖着疲惫的身子 朝着无声的方向跑去 几分钟后 银虎在巷子中 见到了躺在地上的无声 此刻的他面色苍白 身材和之前相比 又瘦了一大圈 就像皮肤包着骨头一般 仿佛随时都会死去 而银虎也看到了 已经烧成焦炭的两具尸体 空气中弥漫着狐卫 他看着吴建军的尸体 眼中露出强烈的痛苦之色 抱歉 我来晚了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你儿子死的 说吧 银虎将吴建军的尸体收回 而后抱着虚弱的无声 朝着医院跑去 又一次的标记日落下帷幕 世界也彻底地拉开了混乱的序曲 所有人也都清楚了一切 现在进化者成为世界之人 讨论的主流 有人很激动 也有人很害怕 各种情绪都有 龙国也在尽力地安抚群众 并且表示 未来会在学习的科目中 增加一项有关于进化者的科目 而一场进化热潮 也在世界兴起 蓝星正式进入进化时代 而在川鼠的医院中 吴生此刻正躺在病床上 吴建国坐在他的身边双目无神 很显然 他已经很久没有合眼了 这件事情 没有多少人知道 除了吴建国 甚至连吴威都不知道 吴建国这段时间 也是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父母离世 弟弟也走了 现在弟弟留下的子嗣还生死不明 强大的压力和痛苦 一时间压得他有些喘不过气来 银湖已经早早地回到安城报道了 毕竟他还需要处理很多的事情 吴建国抹撒着手中的御环 眼中闪过一抹痛苦 御环中有吴建军的尸体 他还没有给他安葬 而吴生也已经昏迷有数十天了 完全没有苏醒的迹象 据说是因为精神被控制住了 无法清醒 生命体征什么的都稳定下来了 吴叔叔 病房外 一个少女走了进来 温熙是前几天过来的 当然 跟随温熙来的 还有他哥哥温俊 两个人对吴生这个救命恩人 还是挺担心的 这些天 各种专家全部都来看过吴生 最后都是摇了摇头 表示需要吴生自行走出 是小夕啊 吴建国看着温熙 也是强扯出一抹笑容 说实话 他还是挺感谢这个小姑娘的 这几天来了之后 就经常来问吴生的状况 吴叔叔 你先去忙吧 他我来看着就好了 你哥哥呢 吴建国有些好奇地看着温熙身后 我哥去接人去了 我就先来看看他 好 这些天多谢你们了 吴建国向温熙报以感谢 毕竟这些天 确实帮了他很多忙 这些天空出来了他 也有空去忙葬礼的事情了 没事 他救了我和我哥哥命 这点事情不算什么 温熙笑着开口道 而后又将目光 放在了远处 面色苍白的少年身上 眼中满是心疼 上次来的时候 吴生的爷爷奶奶走了 这一次 吴生的队友和父亲也走了 命运真的是捉摸不透 明明才十八岁 却苦不堪言 开始照顾吴生 说是照顾 其实也就是坐一旁 看着点吴生而已 这些天银阳瓶补充的挺好的 吴生的脸 也不像刚来医院的时候一样 皮包骨了 只是脸上依旧毫无血色 你什么时候能醒呢 温熙在一旁喃喃自语 然后时不时地 给吴生发发牢骚 而此刻的吴生 正在一片血红色的空间中 他的身边是一个长相和他相似 但是头发和双眼 却一片心红的人 两个人坐在一起 没有说话 你该回去了吧 那心红身影开口道 回去吗 不知道回去能做什么 该做什么 回去的意义是什么 吴生抱着自己的腿 语气愈发地低沉了起来 你在我这里很烦爱 而且你当年怎么和我说的 说好了 我们要杀到所有人 对我们恐惧的爱 我天下第一魔刀诸神 天天在这和你形成很无聊的爱 身边的人走到吴生的面前 用手指着他大喊道 语气充斥着不满 没错 这道红色的身影 就是魔刀诸神 不过是里面的魔魂 也可以说是刀灵 知道了 我一会就出去 猪神开口道 这就对了吗 没事 死了个爹 你不是还有大伯吗 还有妹妹 再不计你还有个亲妈 我这一个天生地养的孤儿 都活了这么多年 你没必要啊 猪神看着吴生 打算出去 也是兴奋地劝解道 吴生瞥了他一眼 而后站起身 朝着红雾中走去 没必要啊 和我一起活长点 猪神看着吴生 越走越远的身影 也是连忙大喊道 在吴生的身影 彻底消失不见后 他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直接躺在地上 可算是走了 还是一个人好 想干嘛就干嘛 说着 他不知道从哪里 摸出来一本漫画书 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 而在吴生消失的时候 现实世界中 吴生也缓缓睁开了眼睛 吴生看着洁白的天花板 愣愣出神 身边传来少女的憨声 很显然 温熙睡着了 吴生微微偏过头 皱了皱眉头 温熙此刻正趴在她的身上 头发散落在床上 精致的小脸挤出一点肉 看上去十分地可爱 虽然趴在吴生的身上 但是并不重 而吴生皱眉的原因 是对方的嘴角 挂起了一条金银的口水 吴生看了看窗外 天已经黑了 病房内的时钟 也来到了十一点多 吴生皱了皱眉头 然后亲手亲脚地爬了起来 他将少女抱上了 隔壁没有人的病床 然后给对方盖好了被子 他的手机没了 所以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 体内的灵能又上涨了一点 即将突破进化八阶 但是吴生也高兴不起来了 他微微偏过头看向窗外 一双漆黑的毛子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愣愣出神 第三十六章 空荡的家 温西伸了个懒腰 而后睁开了眼睛 眼中满是迷茫 很显然 他不太记得自己是 什么时候睡着的 也不太清楚 只是记得自己在自言自语 然后就睡着了 咦 我怎么在病床上了 温西有些猛猛地 睁着眼睛一脸好奇 你醒了 这时 一旁的吴生开口了 温西听到吴生的声音 猛然回头看向他 你 你没事了 温西的语气有些激动 他掀开被子 直接从床上跳了下来 而后冲到了冲到了 吴生的床前 吴生点了点头 而后好奇地问道 你怎么在这里 我 我 我听说川鼠出事了 然后给你打电话 你不接 就过来找你了 吴生文言点了点头后 就不说话了 温西见吴生不说话了 于是又问道 你饿不饿 要不要吃点东西 不用了 你有手机吗 借我用一下好吗 我给我大伯打的电话 吴生开口问道 而温西文言 直接将自己的手机递给他 紧接着就是吴生拨打电话 过了大概半个小时 吴建国来到了病房 他一脸激动在冲到吴生的面前 眼眶都红了 谁也不知道他 这段时间的压力有多大 现在好了 吴生醒了 大伯 我爸的葬礼弄好了吗 吴生语气并没有太大的波动 好像在说一件很小的事情 你怎么 吴建国还想着 怎么将吴建军的事情告诉吴生呢 没想到吴生就直接说出来了 嗯 我知道 我当时在现场 有点意识 吴生仿佛在诉说 一件平常是一般 而吴建国听到后 眼泪瞬间夺眶而出 他走上前拍了拍 吴生的肩膀哽咽道 放心 以后还有大伯 大伯不会 不管你的 温西在一旁也想说什么 但这时 病房的门却被推开了 小妹 魔术那家伙怎么样了 行 温俊提这些东西 身后还跟着一个少年 那少年穿着十分的贵气 洁白的西装 衬托出其出色的外貌 充满着贵族气息 少年一看到 温西眼睛瞬间就亮了 连忙冲到对方的面前笑道 小蝎 你爱穿鼠 怎么不和我说啊 害得我找你好久 少年走到温西的身边 一脸的担忧 王荣 哥 就是他要来啊 温西语气带着些许的质问之意 而温俊 也是一脸尴尬的挠了挠头 最后转移话题到吴生的身上 魔术你恢复得怎么样 我还想感谢你一下呢 哥 你也真是的 他才刚醒 怎么可能恢复得很好 温西有些称怪地看着温俊 而温俊听到后 在原地尴尬地笑着 大伯 出院吧 我没什么事 吴生并没有心情看他们聊天 而是看向吴建国道 啊 现在就出院吗 你身体没问题吗 吴生点了点头 而后按了一下病床头的按钮 等待着医生来检查身体 以此让吴建国安心 要不再住几天吧 你才当醒 外面有什么没事情了 温西的语气十分的轻柔 而在他身边的王荣 看到温西对吴生这么温柔 瞬间眼中生出敌意地看向吴生 吴生皱了皱眉头 对方身上爆发的敌意 自身也不由自主地爆发出强烈的杀意 瞬间 所有人都感受到一股阴寒的感觉 而王荣的目光也变得有些惊恐 他仿佛看到了一个手持长刀 站在尸山血海上的红色身影 正死死地看着他 魔术 他没有恶意的 这时 温俊连忙开口道 而吴生也是瞬间反应过来 将心中的杀意遮掩 一双微红的瞳孔也化为漆黑 这时 医生也走进了病房 再给吴生检查完身体后点了点头道 你理论上是可以出院了 但是最好再多住几天观察一下病情 不用了 我们没钱了 吴生直接说出了最优秀的解决方法 果然 在听到吴生说没钱后 医生也不再劝阻 而是放任吴生办理了出院手续 谢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 这次算我欠你一个人情 以后有什么用得上我的地方 我一不容此 吴生朝着温西道谢 说完后就跟着吴建国离开了 温西本来是打算追上去的 但是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决定 他觉得现在的吴生 可能更需要的是安静 温俊 你们怎么认识这样的人 真是可怕 一身血腥气跟个疯子一样 在一旁一直没敢开口的王荣 在这一刻开口了 他看着温俊吐槽道 王荣 请尊重我的朋友 他是生肖组织的 一身杀气不是很正常吗 又不是和我们一样娇生惯养的 温西转过头一脸严肃地看着王荣 温俊也是有些不高兴地看着王荣 而王荣在听到吴生是生肖组织的后 也是瞬间闭嘴了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这件事 不过 不过 我也不是娇生惯养的 王荣最后小声地说道 而温俊也是一脸无奈地看着他 自己这个朋友平时都还好 一碰到自己妹妹就失了分寸 小夕不如我们先走吧 外面也怪冷的 等过两天他办完了事情 我们再去找他吧 温俊看着自己妹妹 一直看向吴生离开的方向 忍不住开口道 嗯 温西点了点头 而后恋恋不舍地回过头 正好 小夕我来的时候做攻略了 我们可以再穿鼠玩一段时间 王荣心冲冲地走到温西的身边 而温西则是有些兴致缺缺的样子 小夕 正好去看看吧 魔鼠这段时间估计是够多 温俊也上来劝道 再说吧 温西说完后 独自一人快步走回了酒店 独留下温俊和王荣面面相去 最后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 跟在了温西的身后 而在那次标记日过后 世界就好像有某种东西在复苏一般 某些野兽的身体 开始一点一点地突破人类的认知极限 并且朝着各种奇怪的方向发展 长出骨包和爪子的蛇 身披猎火的老虎 甚至是某些好像只有在上谷中 记载的生物也出现了 而另一边 无声也回到了家中 此刻他的家 或许已经不能称之为家了 里面空荡荡的 一个人都没有 他看着林台山的黑白照片 愣愣出神 直到吴建国喊他的时候 才反应过来 他们今天要去处理一下 吴建军的尸体 拿吴建军的骨灰去安葬 折腾到夜晚 无声看着林台山 多出来的一个牌位 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照常地做饭 做菜 煮饭 而后拿出四个碗走了出来了 哦 做多了 无声看着桌子上的四个菜 看着一大锅米饭 最终意识到了 他从今以后 只需要做他自己的饭菜就好了 最终 少年一个人坐在凳子上 默默地吃完了一碗饭 将其他的菜放进冰箱后 他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第37章 新的事端与未来的打算 后续的几天 无声的妈妈上官子 也来看他了 一看到了他就抱着他哭 上官子没有带着其他人 就他一个人来的 他就抱着无声哭 在自己哭完后 开始安慰无声 让无声去他那里住 不过最后 无声都拒绝了 无声给出的理由 是想和爷爷奶奶在一起 并且表示 之后 他会去安城进化学院上学 上官子听到后愣了几秒 而后表示支持无声 并且会和无声一起去安城照顾他 无声并没有说什么 不管上官子是 为了照顾谁 至少他说出这样的话 无声没有理由去拒绝他的好意 后来 无声和引虎说了这件事 引虎表示没问题 并且会将他魔术的代号一直留着 待遇也会一直存在 毕竟这次除了引虎之外 功劳最大的 就是无声 一个人逆罚了进化九阶的强者 已经彻底的 让上头的人坐不住了 其实 就算无声这次说不打算去 上头也会强制把无声带过去 一个七阶打九阶 还刚满18岁的天才 他们是绝对不会允许 无声浪费在这里的 无声可能自己也明白 也就直接准备过去了 反正他现在的事情也并不多 截然一身 正好上官子也在那边 无声正好可以报答 一下他前四年的养育之恩 和生育之恩 无声打算八月份的时候过去 现在也正好接近八月份了 因为进化学院 会有提前一个月的集训 可能是为了让这些孩子 提前适应一下吧 毕竟进化学院的管理 还是挺严格的 提前筛选出 不适合战斗的人 和适合战斗的人 这天 无声在家里发呆的时候 温熙来到了他家 无声 你在吗 温熙站在门口探头望去 并没有看到无声 你有什么事情吗 无声打开房门 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而温熙在看到无声的瞬间 也是瞬间面露喜色 不过无声的状态 让他有些担忧 你没事吧 几天不见 脸色怎么这么差 也没有好好吃饭 温熙走上前 捏住了无声的脸 而后问题宛如连猪泡一般冲出 我要好好吃饭 我不是小孩子 无声打掉他作怪的手 而后淡淡地说道 可是你脸色真的好差哦 你这几天吃什么了 无声闻言走到冰箱 而后将冰箱打开 就一盘菜 土豆炒鸡 无声需要补充能量 这种蛋白质和碳水 都高的食材很适合他 就吃这个呀 温熙皱着眉头看着无声 他还以为无声会吃什么好吃的 没想到就吃一个菜 家里现在就我一个人 不用做太多 此话一出 温熙看向无声的眼神 充满了心疼 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无声的语气没什么变化 情绪也没什么波动 但是他总感觉无声就好像死气沉沉的 之前的无声虽然性格也冷 但是好歹不会像现在这样 现在的无声用他的话来讲 就好像是个彻彻底底的机器人 等完成了某些程序就会报废一般 而无声并不知道 这个少女想了这么多 他将冰箱门关上 而后给温熙搬了个凳子问道 你有什么事情吗 对 我这次来是问你点事情的 你是不是也准备加入进化学院了 温熙收回了眼神 坐下来好奇地问道 嗯 川鼠这边没什么事情了 新的生肖组织也来了 不需要我在这里 镇守了 银虎让我去进化学院系统学习几年 等几年后再出来 那太好了 以后我们就是同学了 温熙的眼中充斥着期待和兴奋 而无声点了点头对了 你的新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温熙拿出自己的手机 准备记下无声的新号码 没有变 上面给了我一个新的手机 和之前的没两样 联系方式都没变 这样啊 那太好了 你最近有空吗 温熙突然话风一转 靠近无声说道 温熙离得挺近的 无声甚至能闻到 对方身上的一股清香味 说不上来是什么味道 但是挺好闻的 有空 你有什么事情吗 我带你出去逛逛吧 你一直待在这里 会呆出病的 万一感冒了 会有人担心的 无声一愣 而后看了一眼后方的照片 好 去哪里 无声答应下来了 而温熙在无声答应下来后 也是一把抓起她的手腕 然后将其从凳子上拉起来 当然是去人多的地方了 走 温熙脸上露出甜美的笑容 在阳光的衬托下 极其美丽温柔 少女就这样抓着无声 朝着外面走去 而此刻在旅馆中 温俊看着王荣 也是一脸无奈 你要干嘛呀 当然是问小夕去哪里了 我说 你这个哥哥也真是的 你能不能好好地对待小夕 大早上就不见了 你也不着急 温俊无奈道 他那么大一个孩子 怎么可能出事 你少管 我这个哥哥都不着急 怎么可能不管 我们可是青梅竹马啊 王荣冲到温俊的面前 看上去十分的激动 少来 还青梅竹马 不就是小时候一起玩吗 我的青梅竹马多了去了 都一个地方的 少拿着身份绑架我妹啊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什么 王荣面色一僵 不过很快就调整过来道 那要怎么样 自己人多了解啊 你我都知根知底 小夕跟着我你不放心吗 温俊文言撇了撇嘴 一脸不屑道 这群玩伴里面 你都不知道 是第几个这么和我说的 少不要脸啊 我妹小时候没那么好看的时候 你们女朋友就没断过 现在我妹长得好看了 想来搞这种深情人设了 一边去 温俊说完后 王荣整个人都尴尬了起来 哎呦 你别这样嘛 咱们好歹也算哥们 你多少 帮我在小夕面前说点好话 而温俊则是毫不犹豫地拒绝道 想都别想 自己有本事自己追 没本事就闭嘴 少拿我当挡箭牌 而且 安城那边 已经有不少给我妹提亲的长辈了 我家里人一天天的都看花了眼 你排队吧你 温俊说完后 就闭上眼睛开始休息 独留下王荣一脸猛 这群家伙真该死 不行 我也得和我爸妈说一声 反应过来后 王荣开始给他爸妈打电话 当然了 安城因为处于荣国中心 所以世家数不胜数 世家也不可能只有一个孩子 他们根本就不缺婚姻这种事情 只是需要挑选罢了 第38章 伤人的猫 游乐场 吴生看着前方巨大的摩天轮 转过头有些疑惑地看着温俊 我看你也没什么事情了 你不想完就不完吗 我们在这里做一会也好啊 你以后要执行任务 肯定要接触很多人的嘛 温西一副为吴生考虑的样子 吴生有些怀疑地看着他 吴生感觉这小妮子 就是自己想完 怎么了 你不喜欢这里吗 温西见吴生的脸色 好像不开心的样子 有些紧张地问道 没有 就这样吧 挺好的 来的来了 吴生也不想扫别人的心 而且 温西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 他确实应该多接触点人了 不至执行任务的时候 会免去很多麻烦 两人买完票之后 就朝着游乐场走去 你不玩吗 吴生和温西 在游乐场逛了有小十分钟 温西也没有打算去干嘛 本来就是带你来散心的 怎么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呢 你都不说话 我怕你到时候丢了 都不会找人问路呀 温西双手放到背面 而后一脸娇笑道 我没那么傻 你要玩什么 我跟你一起 温西的注视着吴生 而吴生则是直接偏过头开口道 哇 真的吗 你要陪我一起玩吗 温西听到吴生的话 瞬间兴奋了 起来 身体不自觉地靠近道 嗯 来都来了 不管是谁 总要有一个开心的吧 吴生淡淡地说道 而温西闻言后 也是直接拉着吴生 朝着过山车跑去 走走走 去玩过山车 嗯 这个东西 玩的就是刺激 说实话 对于进化者来说 这东西 应该无法挑起的你情绪吧 吴生的话 让温西撇了撇嘴道 是啊 但是我可以看其他人哭啊 比自己害怕刺激多了 温西的话 让吴生一愣 然后有些诧异地看着对方 他一直以为 对方是那种十分温柔内敛的女孩子呢 你那是什么眼神啊 我又不是什么古代的大小姐 这种时候矜持什么啊 温西可能是猜到了吴生的想法 直接开口道 然后拉着对方 朝着过山车走去 很快 两人就来到了过山车的最前头 两人坐在一起 身后也都是些情侣在玩 温西一脸兴奋 时不时地还朝身后看去 看到不少男生和女生 都露出害怕的神色后 一脸幸灾乐祸 吴生也是感到一阵惊气 他还从未发现过 对方如此他跳脱呢 伴随着工作人员的指令下 车子开始缓缓移动 在最高处的时候 不少人直呼刺激 当然也有许多人闭上眼睛 一脸恐惧 吴生一脸淡定 反倒是温西 一脸幸灾乐祸地 看着身后的人 时不时地 还拉着吴生的一起看 一趟下来 吴生和温西啥是没有 倒是看到了不少 在一旁吐了的人 你真饿去喂 吴生站在温馨的身旁 看着他脸上洋溢着的喜悦 开口吐槽道 略略略 我又没做什么不好的事情 就是在一旁看戏而已 走走走 我们去玩其他的 两个人在游乐场逛了一大圈 从早上玩到了傍晚 而夜晚 因为有烟花表演的原因 游乐场的人不减反增 大人带着孩子 情侣之间互相拍照 看上去十分的温馨 当然 这也是因为温西他们玩完了的原因 毕竟排队这种事情 可不是什么太过让心情愉悦的事 我们去吃点东西吧 温西看着吴生说道 嗯 不过那边有点奇怪 吴生将目光看向了不远处 温西一愣 而后跟随着吴生的目光看去 只见那前方 一群人正围在那里窃窃私语 当然 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甚至能听到争吵的声音 是发生了什么冲突吗 温西有些好奇地问道 不太清楚 不过能感受到 一股奇怪的力量 去看看 吴生说完后 就朝着前方走去 温西也连忙跟了上去 他就是 这小猫他有什么错 你这人怎么这样 不管他是猫还是人 他伤人了 我又不是要把他弄死 就是抓走放出圆区而已 你这小姑娘 怎么这样 远远的就能听到 游乐园的管理人员 在和一群年轻人在吵架 年轻人有男有女 当然 最重要的是 他们的身后 护着几只流浪猫 那几只猫的瞳孔 泛着轻微的红色 也挺好看的 这猫不对劲 吴生皱了皱眉头 他能清楚地感受到 灵能是从猫的身上爆发的 并且 三只猫的灵能一模一样 这就很不对劲了 灵能这种东西 一般进入生物的体内后 就会沾染上气息 一眼就能感受出来 虽然不强 但是也有进化二阶的程度 而温惜却将目光 放在了不远处的 一对情侣的身上 那对情侣中的女生 此刻正在消毒 男生则是一眼气愤 很显然 那对情侣就是受害者了 而且从对方伤口的流血处来看 那伤口并不小 而且还带着一股奇怪的能量 吴生 你看他的伤口 嗯 有点不对劲 吴生也注意到了 点了点头 而后朝着那群小年轻的身边走去 准备去处理那三只猫 而那三只猫 好像也察觉到了什么 瞬间炸毛了 不过三只猫的眼中 却流露出一抹人性化的思考 而后瑟瑟发抖地 躲在护住他们的人的怀中 这一下 瞬间就激发了这群人的保护欲 他们撸着猫 安慰着 而后一脸愤怒地 看着围过来的安保人员 你们干嘛 这只猫那么怪 谁知道是不是那个女的身上 有什么奇怪的气味刺激到她了 你看她现在有伤人的迹象吗 抱住小猫的女生说完后 她身边的人 也义愤填膺地说道 就是猫猫可是能知道 谁对他们好 谁对他们不好的 这群流浪猫本来就很不容易了 你们还这样驱赶她 而不远处受伤者的男朋友 听到这群家伙 诋毁自己女朋友 瞬间就怒了 撸起袖子 就准备上前 不过被她女朋友制止了 你干嘛拦着我 男生一脸愤怒 而女生则是无奈地示意了她一眼 你看那边 男生顺着女友指着的方向看去 就发现 已经有很多人 开始举起手机拍视频了 甚至能看见有人 一脸愤怒地在打字 还有发语音的 虐待 欺凌弱小 等字眼出现在他们的嘴中 而看到这一幕的男友也明白了 握了握拳头 最后只能无奈地松开拳头 第39章 三尾猫 安保人员的压力也有点大 不少人已经开始指责他们了 算了算了 我没事 自认倒霉吧 那个女生也很善解人心 走上前和安保人员说道 而安保人员兼政主都不追究了 也是无奈地收起了自己的网兜 准备等今天闭缘的时候再来处理 没办法 现在这种时代 一个舆论随意就会招惹来上百万人来指责你 他还想好好活着呢 更何况 现在又出现了一群名为进化者的家伙 万一真要碰到一个拥有超凡力量的人打他 真的是报复都不敢报复回去 那群保护猫咪的人看到这一幕 眼中也闪过些许的得意之色 无声见到这一幕也是皱了皱眉头 他不会去反对善良这种事情 但是 就算是人犯错了 都要受处罚 更何况是猫 而且 就算是原谅猫 也不该是以这种方式 这就好像把那对情侣和安保人员推到了反面 好像他们都是即将要欺负猫咪的坏人一样 但是其实 善心也是情侣的 安保人员也是因为工作迫不得已 这个世界上真正意义上变态的人 还是不会太多 你好 这头猫我需要带走 麻烦让一下 无声走上前 而后看着面前抱着猫的女生说道 干嘛 你也是想对咪咪动手吗 看你长得这么凶一看 也不是什么好人 身边的一个男生 走上前挡在了无声的面前 不由分说地开始指责他 而周围的人也把手机摄像头指向了无声 你们干嘛 这只猫无缘无故划伤了人好吗 你们又不了解真相 也不是受害者 搞得跟这只猫是你们家的一样 温惜挡在了无声的面前 宛如一只护独自的母狮子一般 一脸愤慨地看着周围指责无声的人 谁说不是我们家的 这猫我现在就带回家 那男生可能是想在女生面前出风头 当然也可能是真的善良 抱起猫就准备离开 而温惜闻言嘴角翘起 那既然是你的猫 伤了人就得赔偿 当然也不会冤枉你 我们可以去监控室看看 是不是这只猫无缘无故的伤人 温惜的话一出来 那对情侣中的男生瞬间来劲了 他走上前大声喊到这个小姐姐说的对 既然是你的猫 那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我们去监控室看看 是猫先抓人还是人先抓猫 要是我女朋友先打猫的话 我给猫和你道歉 要是是猫无缘无故抓伤我女朋友 那你赔钱 男生的语速极快且逻辑清晰 看样子早就憋了一股气 而这段话出来后 那男生瞬间就愣住了 他连忙将猫放在地上 而后一副不关我的事的样子开口道 什么啊 这只猫不是我家的 它只是一只可怜的小流浪猫而已 而无声已经懒得废话了 和这种人根本就没必要说那么多 温惜 你打电话联系一下上面的人 让他们过来接收这只猫 好 温惜点了点头 而后拿出手机走到一旁 而无声的瞳孔变得通红 恐怖的杀意 直接锁定了三只猫 喵 那猫好像是感受到了什么危险的事情 开口嚎叫了一声 然后惊悚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那三只猫瞬间融合在一起 化作了一头宛如狮子一般大小的三尾猫 啊 怪物啊 而女生看着 突然出现在面前的巨大三尾猫 瞬间连滚带爬地朝着一旁逃去 周围的人也瞬间四散逃开 当然 也有冷静一点躲起来后准备看戏 毕竟现在进化者也不是秘密 不少人还是对于这个群体很好奇的 而无声这头发突然变红的家伙 很显然就是进化者 无声看着面前呲牙咧嘴的三尾猫皱了皱眉头 对方合体后 修围在三街 不强 但是很奇怪 你能说话吗 无声冷声道 嗷嗷 回应无声的是一道刺耳的尖叫声 那猫的瞳孔变得心红 不远处被抓伤的女生突然瞳孔涣散 整个人直直地朝着无声冲去 宝贝 你怎么了 那男生想要抓住女朋友 但是那被抓伤的女生力气大的出奇 直接朝着无声冲去 看样子就好像是被控制住了一般 找死 见对方还敢出手 无声瞬间消失在原地 连诸神都没把 直接握紧拳头 一拳砸在了那猫的头上 等猫反应过来的时候 无声的拳头 已经即将轰击在他的头顶 喵 在生死关头 那三尾猫的三条尾巴 突然便大挡在了头顶 但是无声的力量 远远地超出他的承受范围 哄 一个直径一米多的裂纹 出现在这水泥地面 三尾猫被拳头牵在地里面 瞬间失去了意识 而在三尾猫失去意识后 那个女生也是瞬间 倒在地上昏迷了过去 无声单手抓起对方的尾巴 而后看向周围的人 各位 执行公务 视频不能上传 一会有人会有人来删除 你们手机中的视频 如果私自上传 后果自负 其实视频上传 也是无可厚非的 毕竟现在网络上 已经有很多非人类的视频了 主要是 无声并不想抛头露面 尤其是他身份比较敏感 他也不知道 上头会不会给他清除 或者保密 反正被扒出来 也是够麻烦 而周围的人一听 瞬间就不敢发了 主要是无声的样子 太吓人了 一身杀气 而且一拳给地面轰出个裂缝 他们可不觉得自己的骨头 能比水泥路硬 而很快 一群人就来到了游乐场 魔鼠队员你好 我是新任十二生肖 也是古城区的新生肖 代号为赤虎 无声点了点头 来者是个中年男人 气息上也不弱 进化五阶 好像是标记日之后出现的生物 可能是和海族一样 在灵能复苏后进化的产物 你带回去吧 还活着 无声将手中奄奄一息的三尾猫 递给赤虎 而赤虎看到无声手中 接近一人高的三尾猫 也是一脸严肃 他用玉环将三尾猫收走后 朝着无声进了个礼 感谢 都是队友 这只猫的能力 应该是和幻术有关系 还有那个女生 好像是中招了 帮忙检查一下吧 说着 无声指了指不远处 昏迷不醒的女生 赤虎点了点头 而后喊着身后的队员 将那对情侣带走了 后续就是看戏的群众 被警告了一番 表示 如果在当事人 不同意的情况下 在网上看到了视频 将会追究责任 这一场闹剧 这才落下帷幕 而最开始 保护那只三尾猫的男女生们 则是早已消失不见 善良在人类中不算错 但是强制要求受害者 和自己一样善良 这就不是善良 是纵容 第四十章 心得旅程 无声处理完事情后 就带着温惜离开了游乐场 游乐场在出了这档子事情之后 也避免了 温惜走在街上 有些闷闷不乐道 可惜了 还说一起 看个烟花秀的呢 嗯 等以后有机会吧 你说的 不许反悔 无声的随口一句敷衍 则是被温惜牢牢抓住 温惜的脸上 洋溢着喜悦 他似乎很喜欢笑 嗯 无声点了点头 嘿嘿 那下次我们估计就是在安城了 到时候在安城你带我去玩 无声一愣 而后有些疑惑道 我没去过安城 不知道玩什么 那我不管 我还是第二次来穿鼠呢 不一样带着你出来玩了吗 温惜撇了撇嘴 看上去极为可爱 好 最终无声还是答应了 而温惜也宛如诡计得逞一般 脸上露出狡黠的神色 毕竟去到一个新地方 想带别人去玩 肯定需要诚意啊 那你需要诚意 是不是就得知道对方的喜好 需要调查 安城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那无声要是想知道这些东西 是不是就得去找温惜 就得去了解他 只能说 这一次温惜站在大气层 温惜早就看出来 无声的性格了 冰块脸 其他都是豆腐做的 这种性格的人 是绝对不会太过去糊弄别人的 这几天 温惜也算是给无声性格摸透了 无声的性格很好琢磨 不过想要走进他的内心 这点很难办到 两个人并肩走着 最后 无声把温惜送回了酒店 然后回到了家中 跟着一起过去怎么了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一起搬去安城 现在小生也出息了 这个家也散得差不多了 我们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受苦 为什么不能换个地方 开始新生活 建国 这些年的日子 我真的过够了 小微见个爸爸 都要偷偷摸摸的 这小生再怎么出息 也是小生自己的 和我没有什么关系 我开不了那个口 你也是 赶紧跟我回去 在小生家里吵什么 他万一突然回来怎么办 还未走到门口 无声就听到了张花 和无见国的争吵 而无声听到内容 也大致了解了 大伯 大伯母 想去安城就跟我一起去吧 我身上的钱挺多的 买房子没问题的 正好到时候我回家 也可以直接去你们家了 无声直接走进家里 开口说道 真的吗 那太好了 张花一脸高兴 而无见国张开嘴 想要说些什么 但是被无声打断了 大伯别说了 放假的时候再回来就好了 没必要一直留在这里 我爸走了 你没必要一直停留在这里 无声说完后 无见国也不说话了 只能默默地低下头抽着烟 张花很高兴 将做好的饭给了无声就走了 而无见国则是坐在家中 看着前面的灵台 小生啊 其实没必要的 你以后也要生活 大伯 我这些年执行了很多任务 这些任务都会有奖金的 我的钱很多 你放心吧 只要不乱花买栋房子 还是可以的 到时候 直接把小微转到那里上学就好了 无声的话 无见国也不再反驳 沉默了许久 最终只能说到 你也别怪你大伯母 怎么会呢 大伯母只是一个母亲和妻子而已 而且 他对我也很好 这些年 他过得也不容易 而且 小微现在 在青春期 你们两个一起带着 会更好一点 去大城市 眼界也能开阔一点 无声脸上带着些许的笑容 而无见国的眼眶 早已同红 自家人知道自家事 无声此刻说得越简单 就证明他前些年有多辛苦 毕竟那些怪物每一次对战 都游走在刀尖之中 还不能暴露身份 这对一个朝气蓬勃的孩子来说 是多大的孤独 更何况 无声本就在孤独中长大 最终无见国回家了 无声让他回去的 明天 无声就准备去安城了 毕竟 如果大伯要去的话 他得提前安排好些东西 而且 银湖也让他早点去安城 说是有点事情 他再安城没朋友 现在家人也所剩无几 早点去也没什么不舍的 说起来 温惜本来说想和他坐同一班飞机的 但是因为某些原因 无声不太想惹麻烦 毕竟温惜的身份很显然非福极贵 要是和他一起回去的话 估计刚下飞机裤衩都要被人调查干净 第二天一早 无声就给吴建国发了个消息 吴建国让他注意安全 到了安城下的飞机给他打个电话 等一系列啰嗦而又温暖的话 无声还顺带地去看了一眼曾经的基地 变化很大 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 需要用东西藏了 直接就是一栋大楼上面写着生效总部 并且在上面标注了电话号码 标注着有异常现象或者异常生物 可以打电话通知 而无声也看到了很多朝气蓬勃的人 一脸期待地走进了大楼中 生效组织可以帮忙测试 是否拥有成为进化者的潜力 而这也让很多人有了新的目标 那就是成为进化者 当然 这些经过生效组织的进化者 是需要登记和管束的 而也有很多在标记日突然觉醒的人躲了起来 这些就是在拥有力量后膨胀 而又自命不凡的人了 强大的力量让他们想要获得自由 而所谓的自由就是不受规则约束 甚至是想制定属于他们的规则 而这些人也将是社会的一大隐患 第41章 安城以及新任务 无声收拾好东西后就来到了机场 没有人送他 知道他走的人也不多 无声就这样坐上了飞机 带着自己的行李朝着安城飞去 新的旅行也即将开始 无声将手机关机 而后坐在飞机上就直接闭上了眼睛 一路上并没有发生什么狗血的劫机事件 毕竟也没必要 现在这种时候 没人会带现金在手里面 除了脑子有病的人 基本上不会有人会去劫持飞机 夜晚的时候 飞机也成功安全地抵达了安城 无声排着队走下了飞机 一下飞机 无声就先给吴建国发了条消息 表示自己安全到了 而后再给银虎打了个电话 我到了 你先出机场 我在大厅等你 银虎的声音从电话中传来 无声闻言挂断了电话 而后带着行李朝着银虎给的定位走去 哟 好久不见 恢复得怎么样 银虎戴着墨镜 身穿一身黑色的便服 在看到无声的时候 抬手打招呼道 还可以 让我提前来 是有什么事情吗 无声好奇地问道 别急 先带你去我办公室 到那边再聊 银虎说完后 就带着无声朝着机场外走去 而无声见状也是跟了上去 银虎亲自开车 而无声则是将目光放在外面 安城的夜 依旧有许许多多忙碌的人 他们成群结队为生活奔波 手中的手机 可能是他们唯一的娱乐项目 安城很繁华 至少在无声看来 他比川鼠繁华太多了 到处能看到衣着显贵的人 安城的本地人 和非本地人 也很好区分 本地人都一脸笑容自信 而来打拼的 基本上不会抬头 他们行色匆匆地朝着家中走去 不想在路上浪费过多的时间 怎么样 安城和川鼠有什么区别 银虎脸上含笑地问道 没什么区别 安城的节奏 可能快一点吧 无声淡淡地说道 而后就没有了下文银虎见状微微一笑 而后专心地开着车子 很快 银虎带着无声来到一处 类似于军工厂的地方 距离安城的市中心不算远 但是这个地方并没有多少人 银虎开着车 直接朝着里面驶去 一路上也是畅通无阻 大门也是早早地就打开了 放心 里面全部都是我们十二生肖的人 这不是什么秘密基地 只要想调查 就能调查出来 不过龙国境内 应该没有那么找死的人 直接进攻生肖组织的大本营 无声点了点头 这也确实 危险人员进入龙国境内都是难事 而龙国本土的最强战力 也基本上全部在这个组织里面了 里面的人并不多 甚至可以说没有 至少无声没有看到 银虎带着无声走进他的办公室 而后给无声倒了杯水 坐吧 不用太拘束 都是自己人 银虎笑着说道 而无声闻言也是接过水 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 是有什么任务吗 无声好奇地问道 是的 这次的任务比较重要 银虎听到无声的话 也是面露正色 而后点了点头 什么任务 具体内容是什么 无声见银虎面色严肃 神色也是不自觉地认真了起来 你还记得 上次你们在三亚碰到的海族吗 无声点了点头 和海族有关系 不止 银虎面色凝重 而后继续说道 自从上次标记日之后 全球出现了很多进化者 这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本土的生物也开始觉醒了 你是指海族 无声皱着眉头道 不止 还有飞禽走兽 全部都觉醒了 他们正在朝着进化者的方向进化 甚至有些明川大山中 已经出现了进化之上的生物 昆仑山 五月 甚至是长江黄河中 都出现了一些极为强大的生灵 此话一出 无声也明白 这是一场多大的事情 任务内容是什么 杀 还是 不是 这次主要是对方找上了我们 这段时间里 我们这些最上层的十二生肖 全部要离开 但是问题就是 这次进化学院的筛选 会有些许的危险 里面很多人的身份不凡 无声听到这里 皱了皱眉头 保护那群学生 那这个所谓的集训 有什么意义吗 我们也知道 但是毕竟身份特殊 他们的家长 也全部都是些上层人士 虽然都说过 死在了战场上是活该 但是这毕竟只是 一次集训 要是真出人命了 不太好看 无声点了点头表示理解 不过很快 他就疑惑到 这种事情 也不是什么大事情 引虎摇了摇头 这件事情只是顺带的 最主要的还是 这段时间安城的治安问题 因为主要站里全部离开 所以到时候 安城你的修为 将是最强的那一个 我会向上面申请 给你最大的权利 这段时间 你要维持好城中的秩序 至少不能让 突然觉醒的人 胡乱破坏 维持的时间是一周 此言一出 无声顿时感受到了压力 安城这么大 我一个人怕是忙不过来吧 这个你放心 安城的入狱者的空间通道 全部被锁定了 你所负责的是一个区域 中心区古宫 以及他周边的博物馆 还有大会堂 因为这个地方的旅游的城区 所以鱼龙混杂 到时候 需要你镇守在那里 无声闻言点了点头 可以 银虎听到无声答应下来 也笑了笑道 你也在川鼠的那个地方 镇守了有十多年了 本来你早点来进化学院的话 境界可能还会上涨一点 川鼠有川鼠的好处 境界也不是检验实力的标准 无声淡淡地说道 而银虎闻言也笑了笑 这是上头给你的奖励 私人御还 里面有不少奖励 全部是你的 没什么事情 的话你可以离开了 或者 你要是想在我这里 休息一晚上也可以 在说完任务后 而无声闻言摇了摇头 不了 正好我也想在安城逛逛 先走了 路上注意安全 银虎并没有挽留 这么多年了 他很了解无声的性格 嗯 第四十二章 温惜的心结 走出生肖组织驻地的无声 骑着御环中的车 朝着市区奔去 他订好了酒店 打算先去将行李放一下 很快 无声就骑着摩托车 来到了酒店中 来到自己订的房间 将行李放进去 后无声就离开了酒店 现在是夜晚九点钟 外面的人还是很多的 夜风吹在身上 带着一阵凉爽之意 无声一个人走在马路上 想找点吃的 看着两边的酒店和饭馆 无声皱了皱眉头 他不是很喜欢 这种正式的地方 突然 无声好像想到了什么 拿出手机拨打了一个电话 哟 这不是大忙人吗 下飞机了 电话那头 一道温柔 而又甜美的声音响起 无声在安城 没什么认识的人 也就是温惜和温骏了 温骏的话 无声和他并不是很熟 所以还是打点温惜比较好 嗯 下飞机了 无声附近有没有什么夜市之类的地方 我想去逛逛 这样呀 那你给我发个位置 我看看你在哪里 温惜的声音从手机中传来 而无声也是很听话的 将自己的定位发给了对方 而在不远处的一栋别墅中 温惜看着无声发来的位置 嘴角扬起一抹弧度 嘿嘿 还蛮近的吗 说完后 温惜就起身朝着别墅外跑去 小西 你去哪 家中的母亲 看到温惜眨眼间冲出门外 大声道和同学出去玩 温惜远远地回应道 而后头也不回地朝着无声的方向跑去 温惜的母亲看到这一幕 也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她倒也不担心温惜的安全 毕竟自己的女儿知根知底 另一边 无声正坐在路边等待着温惜的到来 嘿 等久了吗 温惜骑着电动车出现在了无声的身边 她还未成年 不能开汽车 没等多久 你吃饭了吗 没吃的话一起吃吧 无声摇了摇头 而后语气平淡地说道 你这算是在邀请我吗 温惜歪着头微笑道 看你自己理解 你觉得那种说法开心 那就是那种 嗯哼 那我就当作你是在邀请我了 少女一脸俏皮地说道 而无声也没有反驳 去哪里 无声将话题引到正轨 等一下呀 我去把电动车还了 我们坐地铁 温惜说完后 就骑着车去把车放回原位置了 而后带着无声朝着地铁口的方向走去 你找好住的地方了吗 温惜好奇地问道 嗯 就在附近的酒店 很近 这几天我应该就会找到住所 这样呀 那你找到了住所 记得后说一声哦 无声一愣 而后诧异了 看了眼温惜 你看我干嘛 温惜见无声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 耳朵瞬间就红了 没事 我只是住几天而已 后续应该会给我 大伯他们住 进化学院没有宿舍吗 应该有吧 我不太清楚 我也没去过 只是有时候 进化学院会发布些任务 让我们这些即将入学的人去执行 上次你救我们的时候 是我们第一次执行任务 但是 温惜突然低着头 小脸瞬间垮了下去 无声健壮也明白 他可能想到了 那几个一起执行任务的人 人各有命 运气也是人生的一部分 别想太多 也不是你们的错 你们不是队长 也没有责任 一定要保护他们 那个时候 能保护出自己就不错了 无声的语气很平淡 说出来的话 也很残忍 可是 毕竟是因为我们错误的判断 他们才死的 要是我和我哥哥再强一点 别那么自大 说不定就不会死了 可能吧 无声说完后 两个人陷入了沉默 无声不擅长安慰人 他也不喜欢安慰人 温惜也没有说话 他的眼神有些暗淡 好像在谴责自己 后来他们的家人怎么说 突然 无声开口问道 温惜一愣 然后直接脱口出道 没说什么 学校去处理了 在进入进化学院的时候 我们就有过心理准备了 学校也会有相应的补贴 你们呢 有做过什么吗 无声又问道 嗯 我们找到了他们的家人 给了一大笔钱 并且给他们的家人道歉了 他们的家人呢 骂你们 打你们了吗 温惜摇了摇头 他们说 他们有心理准备 而且 学校也给了他们很多的补偿 既然学校 法律 当事人的父母 都没有怪你们 你们为什么要自己怪自己 此言一出 温惜愣住了 他眨巴着大眼睛看着无声 而无声则是看着地铁的站台 到了 走吧 无声扯了扯温惜的衣服 而后带着对方下了车 接下来往哪里走 无声偏过头 看向温惜 啊 走左边 无声点了点头 而后迈开腿 朝着左边走去 哎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其实他们很恨我们 但是碍于我家的势力太大了 所以敢怒不敢言啊 温惜突然好奇地问道 不排除这种可能 但是通过我这段时间的观察 你们的家教都是上上之选 你哥可能比较自大 但是本身还是善良的 如果你们家真的臭名昭著的话 在这种时代 多半早就被所谓的正义逝者给灭门了 听到无声的话 温惜点了点头道 说的也是 我家也不是什么超级无敌坏蛋家族 很显然 对方的心情好了一点 至少注意力已经被无声转移了 没办法 这种事情说残忍一点 其实温惜他们没有做错什么 但是 人类又是一种感性的生物 所以 转移话题是最好的方法 一旦人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或者对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产生了愧疚 那么 不管旁人怎么说 他们的内心都会带着这种情绪 只有等时间的磨灭 和自己的消化 无声能做的 只能是转移话题 让他不去想这些 果然 他还是很不喜欢安慰别人 第43章 很高兴认识你 两人走出地铁后 温惜就开始带路了 很快 无声就看到了一所大学 安城大学 这附近有吃的吗 笨啊 大学附近肯定会有夜市的 走走走 这里好多东西 味道都挺好的 无声点了点头 两人朝着大学城附近的夜市走去 夜市人很多 估计有不少不回宿舍的大学生 在外面玩耍 无声和温惜两个人 也是回头率很高 俊男两女十分的养眼 走走走 去买东西吃 你请客 温惜一点不客气 拉着无声的衣服 就朝着摊子上走去 而后就是温惜点食物 无声在后面付钱 顺便也点点吃的 你要不要尝尝我的 温惜拿着手中的烤串 递给无声问道 我不吃辣椒 无声看着上面的辣椒粉 直接拒绝了 真的假的 你一个穿属的孩子 还不吃辣椒啊 温惜仿佛是发现了 什么新大陆一般 好奇地看着无声 嗯 我不喜欢吃辣的 说着 拿出他自己买的奶茶 和一些雪妹娘之类的甜食 吃了起来 不是吧 你一个男生喜欢吃甜的 温惜眨巴着大眼睛 满脸想笑意 不行吗 辣的吃多了容易喝水 我执行任务的时候 不能一直喝水 甜的可以让我的心情 更好一点 无声讲出了 为什么喜欢吃甜食的缘由 当然 其实还有另一个原因 小时候他上小学的时候 他没什么朋友 有一次 一个女孩子给过他一根辣条 最后 他被辣得面红耳赤 那个女生带着一群同学 嘲笑他 从那之后 他就没有再吃过很辣的东西了 慢慢的 也越来越喜欢甜食 这样 你从几岁开始进化的呀 我是在第一次标记日的时候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从五岁 温惜说完后 好奇地看着无声 七岁的时候进化的 也是在标记日的时候 之后就被银虎发现后 成为了生肖组织的一员 温惜点了点头 那你的天赋 是什么等级的呀 我的是S家 据说是最强的一批哦 不太清楚 不过应该也是S 银虎他们测试完我的天赋后 就没有和我说过 说是要保密 这样啊 那你一定吃了很多苦吧 温惜看着无声 一脸心疼 还好 七岁之后 进入生肖组之后 我基本上就不太缺钱了 也没吃多少苦 那个时候的入狱者不强 无声摇了摇头 而后继续吃着手中的甜食 果然 老天爷不会让好孩子受苦的 温惜将手中的食物吃完后 点起脚 拍了拍无声的脑袋 你把嘴里的东西吃完吧 我怕你喷我脸上 温惜此刻嘴巴鼓得 和个小仓鼠一样 嘴角还有些许的油渍 嗯 温惜因为塞太多吃的了 说不出话 只能皱着眉头 朝着无声凶了一下 表示自己的不满 不过虽然是凶 看上去 却和撒娇没什么两样 擦擦吧 无声从口袋里面 拿出了一张纸 递给温惜 而温惜 也是接过纸巾后 擦了擦嘴 我吃东西从来不会吐的 哪有男孩子这样 和女生说话的 有 我 无声淡淡地说道 而后吸了口奶茶 准备将手中 最后一个雪妹娘消灭 啊 你这个家伙真讨人厌 不 别吃了你 温惜的小脸变得恼火 他朝着 无声手中最后一颗雪妹娘 扑了一口 就好像小孩子 为了防止别人吃自己的东西 而故意弄脏食物一般 不吃了 你吃 无声皱着眉头 看了看手中的雪妹娘 他知道 刚刚并没有口水喷出来 但是看到对方 一脸得意的样子 又想到刚刚对方吃的辣椒 于是他直接将手中的雪妹娘 塞进了温惜的嘴巴里 温惜反应也十分的迅速 在无声抬手的时候 就张开了嘴 一口吃了进去 嗯 谢 温惜问道 有 这两天我得找住所 安排好我大伯他们 之后的话 我有一周需要去骨宫那边守一周 这样 那到时候 我可以去找你玩吗 温惜一脸期待地看着无声 啊 看情况吧 因为我不太清楚 到底会不会有人趁机制造混乱 说的也是 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吗 温惜突然转移话题地问道 以后 不太清楚 可能会在生肖组织待一辈子吧 毕竟好像也没什么很想做的事情 无声被温惜的问题问得一愣 思考片刻后 如实回答道 这样啊 那我问你啊 你觉得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一个很好的人 很温柔善良 也很漂亮 无声给予的评价很高 不过并没有从他的脸上 看到什么害羞之类的情绪 好像就是在说答案一般 那你要不要和我做朋友啊 嗯 我以为我们现在的关系应该算是朋友 温惜的话让无声有些摸不着头脑 不一样 我说的是那种 很好 很好 很好的朋友 可以将自己的快乐带给对方的朋友 有区别吗 无声好奇地问道 当然了 你看你天天和一个傻蛋一样 肯定没什么朋友 也没人陪你玩 一天天的多孤独啊 多了我这个朋友 你有事可以找我啊 可以找我玩 找我聊天什么的 都行啊 你修为没有我强 正常来说 我应该不会需要找你帮忙 无声的话 让温惜瞬间不高兴了 他鼓起小脸 皱着好看的眉头看着无声 而后直接将头甩到一边 抱着胸生起了闷气 哼 他就像那小孩子一样 情绪完全地展现在脸上 高兴 不高兴都是 无声看着他的样子 突然嘴角轻轻勾起 那就交个朋友吧 无声的声音很轻 好像多了一丝感情 好像和之前说话有些不一样 嘿嘿 好 温惜瞬间高兴了 在看到无声脸上的微笑后 也是伸出自己的小手 小脸微红 少女青色的娇羞与美丽而又温柔的笑容揉捏在一起 在路灯下显得如此清诚 你好 我叫温惜 你好 我叫无声 无声见他这么正式 也是伸出了自己的手 少年和少女的手在此刻交错在一起 仿佛他们的命运一般在此刻交错 很高兴认识你哦 以后我请你吃糖 好 第44章 猛虎父亲 两人在夜市逛完之后 无声将其送回了别墅区 无声对于温惜的家庭 是有些许的猜测的 但是在看到对方家里的别墅 还是有些吃惊 呆愣了几秒后就离开了 而无声也不知道 他送温惜回来的场景 也被其他人看到了 回到酒店中的无声 看着手中的玉环 将里面的东西 全部取了出来 里面有四样东西 不多 一一个拇指大小的凝胶 一个注射器 注射器中有一些淡蓝色的液体 一个老鼠的面具 黑色金属的 看上去栩栩如生 无声带了一下 大小正合适 还有一个 就是一张房产证 无声拿出手机 给银虎发了条消息 谢谢 不用客气 本就是你应得的 注射器中的液体 是欧阳博士研究出来的 可以阻碍灵能传导的东西 用来处理不听话的进化者 凝胶也是博士 新研究出来的灵能胶囊 可以提升修为 数量不多 只有生肖组织中的少数人有 好好休息两头 大后天就可以上岗了 银虎发了一大段 无声回了一个好字 无声将面具戴上 面具只有眼睛露出 漆黑的质感 老鼠的样子实在是不好看 但是无声也没所谓 很适合他 将东西收回到玉环中后 无声就睡了 在安城的某个小区的房子中 四个男人正围坐在一起打牌 四人的长相各异 尤其是其中一人的肩膀处 居然有一头碧绿色的蜥蜴 喂 这几天可以行动了 安城最强的生肖 几天后需要离开安城 去和妖族海族谈判 知道了 记住 抢到欧阳博士就可以走 绝对不可以伤到对方 也绝对不可以伤到那些位高权重的人 最差也必须拿到一个灵能禁锢业 放心吧放心吧 我们四大天王出手 你还怕什么 挂断电话后 四人继续打着麻将 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般 第二天 无声一大早就将酒店退掉 然后朝着上头 给他的房子的位置走去 说来也巧 这个房子的附近就是别墅区 算是一个高档小区 而这个别墅区中 温熙也在其中 无声拿出了放在玉环中的钥匙 将门打开后 看了看里面的布局 房子很大 是两层的 上面一层有一两个房间 一个是卫生间 一个是卧室 下面有两个卧室 一个厨房和卫生间 很显然 对方这种安排 就是提前给无声的大伯想到了 里面的装修也全部解决了 被子什么的都有 无声可以直接入住 无声将自己的衣服之类的 放在了衣柜后 给大伯打了个电话 喂 小声啊 在那边怎么样 嗯 还好 大伯我这边房子都买好了 是执行任务奖励的 装修都好了 你们可以直接搬好家过来住了 东西都弄好了 我过两天要去执行任务 这边的入学的话 可能需要你们自己解决 无声将一切都说完后 无见国也是连忙表示等 无微的学籍弄好了就走 挂断电话后 无声就将房门反锁 而后将玉环中的玲能胶囊 吃了下去 一股强大的玲能 开始灌输在无声的四肢百孩 无声闭上眼睛 身上玲能涌动 开始尝试突破 另一边 温熙大早上 也开始接受来自父母的盘问 说 昨天晚上送你来的男生是谁 奈家的 什么身份地位 温熙的父亲一脸严肃 一张国字脸 看上去充满着威严 而温熙的母亲 则是与其温和地劝解道 好了好了 别那么凶 女儿大了 有喜欢的人很正常 和男孩子玩也很正常 有没有夜不归宿 你这么凶干嘛 一旁的温俊吃着饭 一脸幸灾乐祸 差点笑出声 你笑什么笑 嬉逼笑脸的 你妹妹出去玩你也不知道 你这个哥哥怎么当的 温父看着温俊的笑容 一下就将矛头转向了他 温俊举着筷子 一脸猛逼 哎呀 爸 就是个朋友而已 你至于骂 又没干嘛 温熙撒娇道 试图蒙混过关 什么朋友大半夜一起玩 女生也就算了 还是个男的 你知不知道 现在这群小男生 多会骗人 你看你这个哥哥 就经常去骗小姑娘 温父说着说着 又将矛头指向了温俊 温俊瞬间抗议道 爸 你干嘛 我又没有脚踏两条船 而且我分手都是有理由的 又没睡他们 还经常给他们花钱 你怎么这样冤枉我 而温母则是伸出手 拍了一下温俊的脑袋 瞎说什么呢 你妹妹还在这里呢 无缘无故挨打的温俊 只觉得 这个家好像不太需要他 好了爸 你别怪我哥了 那就是上次 我说了救我的人 他今天刚来安城我 陪他熟悉熟悉地方而已 而且是约人家的 你不要老是 各意揣测别人好不好 温熙说到最后 有些不高兴了 你是说那个魔鼠 他来安城了 温父皱着眉头道 对啊 温熙点了点头 而温母则是突然笑道 既然是救了咱女儿 也就别说了 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咱女儿也不是什么蠢蛋 对了小夕 有空你看看 能不能把她叫家里来一趟 我和你爸当面谢谢她一下 对 找个时间把她喊家里来 我看看她 温父突然不生气了 反而是一脸感兴趣的模样 爸 你变得也太快了吧 少废话 以后大晚上少和别人出去玩 出门后打个报告 我批准了晚上才能走 晚上八点之前必须回家 不然以后不让你出去了 温父假装一脸严肃地说道 略略略 我就不告诉你 尽我阻我飞出去 别说温熙还真有这个能力 好好 现在都敢这么跟温父说话了 温父被温熙的话给逗笑了 但还是假装愈怒道 哎呀 爸爸我跟你开玩笑的了 我怎么可能会随便看上其他人呢 网上不是有句话很火吗 被猛虎保护过的女人 怎么会看上猫咪呢 温熙微妙微笑地模仿着 而温父这个不怎么上网的家伙 听着女儿的话 也是自信一笑 也是 被我这样的猛虎父亲保护过的女儿 怎么可能看得上那群傻小子呢 扑刺 一边喝汤的温骏差点喷了出来 第四十五章 任务 又过了几天 无声的大伯来了 并且搬进了家中 无声将钥匙给了他们 陪着他们在安城逛了一天街 并且告诉了他们 之后一周需要执行任务 吴建国让他自己注意安全 而后就开始着手搬离无微的学籍问题 说起来 无微这几天还天天吵着 让无声带他去觉醒 说高中不好玩 无声给的回答是 如果大伯和大伯母都同意的话 我就同意 不然的话 我不能替你做决定 最后很显然 没有用 张花的根本就同意不了 无微只能闷闷不乐地躺在家里玩手机 时不时地被监督着看书 说是提前遇袭 大伯 这几天我要执行任务 你们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 最近尽量不要出现在骨功那附近 可能会有危险 这天 无声清晨和吴建国说了一声 吴建国点了点头 而后开口道 知道了 你也注意安全 任务固然重要 但是能保护好自己 就保护好自己 无声点了点头 而后推开家门离开了 天还没完全亮 早餐店已经升起些许的白雾 充满着温暖之意 无声买了点食物 朝着骨功走去 他拿出手机给银虎发去了消息 无声 这次任务需要什么注意的地方吗 过了一会 银虎回了 银虎 没有太注意的 这次给你的权力很大 也算是考察一下 你这数十年来的成果 这七天一定要肃清所有萧小之辈 让世人明白 龙国生肖组织 并非只有守卫才有实力 最重要的是 你所守卫的地方 有一个极其重要之人 这些天一定要杜绝 一切可疑人员靠近那边 无声 收到 无声一步一步地朝着前方走去 在周围上班的人 也开始慢慢地变多 大家或买着早餐 或打着电话 反正每个人都在忙碌自己的事情 无声顺着人群 一双瞳孔慢慢地变得心红 手中也出现了一个黑色的老鼠面具 慢慢地 也没有人发现 一个身材消瘦的少年 消失在了马路中 就好像那街边的老鼠一般 躲在阴暗的水渠当中 古城来旅游的人很多 大家兴奋地看着里面的建筑 时不时地拿出手机拍照合影 突然 一个孩子眼中闪烁着兴奋的神色 妈妈你看 超人 小孩子指向屋顶 家里人一愣 而后顺着孩子的方向看去 空无一人 哈哈 世界上是没有超人的 大人无情地粉碎了孩子的梦想 而无声 却已经出现在了其他地方 此刻的他有些无奈 可能是因为老鼠面具太逼真了 他被几只猫围在一起 那猫的眼中充满着好奇 好像在说 好大的老鼠 无声倒也没有赶走他们 而是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 将肉包子中的肉给掰了出来 吃吧 这些猫其实不会太饿 毕竟这里的人流量并不小 甚至会有人定期喂食 不过猫这种生亡的想法 更大于吃 说起来 这些猫的体型 也比普通的猫大了一点 看上去也神俊了不少 仿佛发生了什么变化 很快 可能是因为有大猫在这里的原因 突然又不知道 从哪里跑出来一群小猫幼崽 他们围在无声的身边 嗷嗷地叫着 时不时地还举起爪子 扑向无声 可惜力量太弱了 他们的扑击 只能勾住无声的衣服 大了不少 看来你们也在进化呀 无声提溜起一只 即将爬到自己肩膀上的小猫 瞅了起来 小猫被掐住后颈毛 瞬间就老实了 一脸呆萌 面具下的无声笑了笑 而后伸出手 在其额头上弹了一下 去玩吧 说着 就将对方放在了地上 那小猫一接触到地面 又活泼了起来 开始朝着无声呲牙咧嘴 又顺着他的裤腿往上爬 无声笑了笑 而后释放出一丝杀气 嗯 猫瞬间老实了 上一边玩去吧 我得去其他地方看看 无声对着小猫说道 而后消失在原地 这种守卫任务 其实是很枯燥的 至少对于其他人来说是这样的 毕竟你七天得保持 高度集中的注意力 还不能休息太长时间 无声巡逻一圈 又回到了原地 他躲在骨宫最深处的某个树林中 林中的小猫 仿佛还在等待着他的回归一般 无声抱起一只小猫 就撸了起来 而小猫则是直勾勾地盯着他的脸 仿佛下一刻就准备扑上来 咬着金属面具一般 哦 小猫一个扑击 直接朝着无声的面具弓去 不过无声眼急手快 将其的后颈肉带住了 说了 白打 无声说完后上去 就是一个弹指神功 猫猫仿佛有灵性一般 伸出肉爪捂住了脑袋 看上去也是可爱无比 趁着没事的时候 无声打开手机看了一眼 发现温熙发了几条消息给他 前面的都是早安等问好的消息 最新的一条则是发了张图片 图片上是一顿丰盛的大餐 附带着一段话 中午吃的什么 有没有被馋到 没有 吃的饭 无声逐一地将消息回完后 继续坐在原地 看着小猫打架 过了一会 无声站起身 打算去外面再巡逻一会 这个时候 时间已经来到了中午 温度也开始慢慢地升高 毒辣的太阳 无情地照射在每个人的身上 不过有人机智地打开了伞 无声站在制高点上 俯视着下方的所有人 渐渐地 他发现一个问题 这群人中有进化者 虽然都很弱 但确确实实是进化者 有的进化者一眼就能看到 因为在直播脉椅 展示各种非人类的力量 不过破坏力不大 而且这么明目张胆 很显然就不像什么坏蛋 也有些混入人群 不知道是来旅游的 还是另有打算 无声想了想 拿出手机给银虎发了条消息 我发现 人群中有很多低阶进化者 有些人能分辨 但是有些不好分辨 要不要全部清除出去 过了一会 银虎发来消息 看你自己 用哪种方法你自己把握 只要任务完成了 并且不会因为你的原因 造成恐慌就好 无声看到这一条消息 也有了自己的打算 紧接着 人群中开始出现 一个红发的面具人 那老鼠的面具 配上新红色的瞳孔 看上去无比的惊悚 无声开始游荡在那些 隐藏在人群中的 净化者的视线中 他时不时地出现在某个角落 散发着些许的杀气 普通人可能会感觉 空气微凉了一下 而低阶的净化者 则是瞬间感到汗毛竖起 他们环顾四周 发现不远处会出现 一道戴着面具的鼠头人 看上去无比的恐怖 再想起古宫的某些传说 他们更慌了 于是转身就离开了 毕竟他们都能获得 飞人的力量 那么里面出现 飞人的生物 也并非不可能 无缘无故 出现一个鼠头人 盯着你看 换谁来都得慌 第四十六章 天庭 广目天王 一整天下来 无声将那些 隐藏在人群中的净化者 全部驱逐 没办法 特殊时期 无声必须解决掉 所有的隐患 夜晚 无声坐在鼓宫中 看着围成一圈的小猫 手中时不时地 丢出一根小鱼竿 鱼竿是顺路的时候买的 毕竟这七天 也就这群小猫咪陪着他了 你今天任务 执行的怎么样 微不危险啊 拿出手机 温惜的消息 赫然出现在其中 无声 还好 不危险 可能是第一天的原因 温惜 是吗 我告诉你啊 我们今天来了净化学院了 因为教官还没有来 这七天 我们自行认识和磨合 顺便学习些知识 今天净化学院的老师 和我们说了 一些关于抑郁的事情 无声 挺好的 抑郁的事情早点知晓也可以 温惜 是啊 这里面的导师说过 段时间 会有一批强者来学院 教我们战斗和配合 还说未来我们可能要打尽抑郁 毕竟不能一直这么被动 无声 我知道 银虎和我说过 温惜 对了 我和你说 我们这个队伍一共三十个人呢 我还看见了你弟弟妹妹 上官斩他们 他们还问我 你去哪里了呢 说你一直不回他们消息 无声 这几天太忙了 没怎么看手机 他们想知道你就告诉他们 温惜 好的 对了 我们班级里面有不少臭屁的家伙呢 你来的时候注意点 特别讨人厌 还弄了个什么战力排行榜 无声 好 之后又聊了几句有的没的后 无声就没有再回消息了 进化学院中的某个宿舍中 少女正躺在床上 等待着少年的消息 而这时 她的摄友突然走了过来 嘿 小夕你在和谁聊天呢 一个短发少女 正一脸玩味地看着温惜 朋友呀 你那是什么眼神啊 温惜不假思索地说道 哟哟哟 朋友聊天的时候 笑得跟花一样 勤王吧 另一个女生笑着说道 哎哟 小双你说什么呢 别瞎说 温惜的脸上一红 然后称怪道 温惜的一脸坏笑 进化学院的宿舍 并不是单人间 四人间 毕竟未来是需要出去战斗的 团队肯定要团结 毕竟未来的任务 全部是有危险的 如果没有一个值得信赖的队友 是很致命的事情 而另一边 无声所在的地方 只留下了一群小猫 在吃着小鱼竿 而无声早已消失不见 夜晚的鼓宫 并没有多少人 在鼓宫附近的一个建筑中 一群白大褂的人 正在研究着什么 而此刻他们的外面 一个碧绿色的蜥蜴 正吐着舌头看着这里 一双瞳孔在眼眶中转动 眼中流露出人性化的喜悦 找到了 蜥蜴口吐人言 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找到了什么 突然 一道冰冷的声音响起 而蜥蜴好像也察觉到了什么 一跃而起 咻 半米高的刀器 穿过刚刚蜥蜴停留过的地方 无声的身影出现在此地 一双星红的瞳孔 看着前方的小蜥蜴 右手举起诸神 无声挡在了那建筑的门前 这栋建筑 可不仅仅是欧阳博士 搞科研的地方 还是龙国具有象征性的建筑 很多大人物 平时会在里面开会的 虽然现在里面人并不多 但是能在里面的 无意不是龙国的脊梁 绝对不能出半点差错 想到这里 无声看向蜥蜴的杀意 愈发的浓烈 哦 好一个杀气浓郁的家伙 抱上明来 蜥蜴看到无声并没有害怕 反倒是语气玩味地说道 很显然 这头蜥蜴是被人控制的 十二生肖 魔鼠 来者何人 我乃天庭四大天王之一 广木天王 蜥蜴的语气充满着傲然 无声皱了皱眉头 天庭这个组织 它没有听说过 至于这个广木天王的异能 它也能猜测出一二 估计是和御兽有关 而异能中 确实有收入御兽的异能 不过不会太强 毕竟那个时候的动物并不强 但是眼前的这头蜥蜴 却拥有进化七阶的修为 着实让人不解 没听过吗 看来得换个名称了 自然组织 怎么样 有听说过吗 蜥蜴见无声不说话 就猜出对方在想什么 于是将天庭的前身 告诉了无声 原来是一群杂碎 一群垃圾聚集在一起 妄称天庭 无声的语气充满着不屑 而广木天王文言 也是瞬间怒了 狂妄的小子 除了你们十二生肖的首领 你们这些低阶的垃圾 我还真就没有放在眼里 吼 伴随着蜥蜴的一声咆哮 它的身体急速膨胀 慢慢地变成了一只四米多高 宛如西方巨龙一般的生物 身后两只巨大的蝙蝠翅膀 看上去极为霸气 粗壮的两只大腿和前爪 充满着力量感 嘴角还滴落出绿色的液体 液体滴落在地面上 宛如进入油锅一般 发出滋滋的声音 不一会就腐蚀出一个小坑 哼 带着头蜥蜴就自称天王 那我拿根棍子 岂不是可以自称齐天大圣 吴声嘲弄地说道 而后眼中鸿芒一闪 受死 碰 脚下的大理石被踩出裂纹 吴声的身影栖身而上 一刀斩向对方的头颅 找死 据吸口吐人言怒吼一声 而后伸出爪子朝着吴声打去 扑刺 而以前无往而不利的鳞片 在吴声的诸神下 宛如豆腐一般被直接斩破 锐利的刀锋斩出一道伤口 蜥蜴吃痛间也察觉到了不对 迅速朝着不远处的房子 就是吐出一大滩毒液 他很聪明 知道打吴声肯定没什么作用 既然如此 不如攻击不远处的剑主 哼 吴声冷哼一声 拔出诸神 转而朝着毒液追去 一大滩足以融化肉体的毒液 被吴声一刀斩散 而后一道磨焰升起 将其蒸发殆尽 而吴声看向原来蜥蜴所在的地方 那巨蜥早已消失不见 毒留下青石板上的一滩红色血迹 第47章 阴谋见起 此刻 在某座酒店中 四个男人正一脸阴沉 其中一个男人 看着手中蜥蜴的伤口 心疼不已 想不到那十二生肖 在古城处 留了这么只小老鼠 真可恶 其中一个手持二胡的男人 一脸愤怒 而一位手持常见的男人 也是一脸阴沉 老四 那家伙实力怎么样 说着 三人将目光放在了不远处 给蜥蜴治疗的男人 净化八阶 他手上的刀估计不简单 平常来说 我的宝贝 哪怕是净化九阶的人来 也不一定能一刀斩破他的灵片 那家伙手上的刀飞比寻常 男人的话充满了忌惮 而手持宝剑的人 摸了摸下巴的胡须 先观望一下吧 好好的计划一下 到底怎么处理那个家伙 以确保万无一事 另一边 吴声在原地待了一个多小时后 就离开了 回到了远处的 他将诸神收回 前段时间的灵能胶囊 让他从七阶突破到了八阶 这也是 为什么能一刀斩破 对方防御的原因 吴声将消息给鹰虎汇报了一下 对方并没有回应 看样子应该是在忙 吴声看着咬着自己裤腿的小猫 突然想到了什么 你们能听懂我说话吗 吴声蹲下看着这群大猫小猫问道 而在吴声蹲下的时候 这群猫也是十分乖地坐在地上 而后一起点着头 这场景在外人看来 还是挺惊悚的 一只红眼睛的鼠头人 在和一群猫咪对话 那你们能不能帮我个忙 我给你们买好多小鱼干怎么样 吴声拿出了小鱼干 诱惑这群小猫 猫咪咪们齐刷刷地点头 真乖 吴声面具下的脸上露出笑容 如果没有进化的话 他其实是很喜欢小动物的 因为小动物不会反驳他 也不会议论他 就算议论他也听不懂 吴声和这群小猫说道 你们在这个地方很熟悉 能不能多教解小动物 来帮我看一下 这附近会不会出现很可怕的人 就像我这样的 出现的话 你们来通知我 吴声打算主动出击 毕竟他的感知范围有限 全速前进的话 消耗灵能太多 不过应该不会太多 喵 猫咪们齐刷刷地叫着 吴声也听不懂 不过却能看懂些意思 其中一只小猫张开嘴巴 然后伸出爪子 指了指嘴巴 现在想吃吗 那我去找找 明白对方意思后 吴声就找了家24小时便利店 将里面的小鱼干火腿肠之类的 尽数打包 将包装袋拆掉后 全部放在了御环中 而后朝着原路返回 回到原地后 将食物全部分给了他们 这群猫猫吃完后 休息了一会后就出去了 进化了之后 这些被人类养大的猫咪 确实很懂事 吴声微微一笑 而后找了个位置靠了下来 第二天的人少了一些 但是本身因为是假期 人还是很多的 吴声游走在角落中 宛如老鼠一般隐秘而又迅速 今天还是有进化者 也都是些低阶的进化者 吴声照常将这群进化者接连赶走 因为昨天的事情 让他警惕性已经上涨了起来 白天一整天下来 并没有出什么危险 到了夜晚 昨天的蜥蜴今天并没有出现 吴声觉得 对方可能在密谋些什么 而这时 他打开手机 除了温惜的消息 还有一条就是银虎的 银虎 我们这边很忙 全力已经放给你了 出事了我一例承担 反感扰乱者 杀 吴声看到这一段话 眼神也愈发地冰冷了起来 而另一边 此刻 天庭组织的人 正出现在一家人的屋中 他们玩味地 看着一脸愤怒和绝望的男人 开口道 怎么样 这件事情你答不答应啊 你这个进化者 应该明白我们的差距吧 同意 我们就走 不同意 你的老婆和孩子 今天就得受尽折磨了 男人看着一脸惊恐的老婆孩子 最终答应了对方的条件 时去 我们在你老婆孩子身上下了毒 乖乖听话 我们会给他们解药 不听话 他们两个几天后 就会毒发身亡 当然 你也可以去生肖组织中告发我们 那样的话 你的老婆孩子 现在就得死 说完后 四人从他的家中离开 而男人见状 连忙抱住老婆孩子安慰 呜呜呜 老公我害怕 大板呜呜呜 男人听着老婆孩子的哭泣声 眼中愈发的坚定 放心吧 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们的 同样的事情 在后来的几天晚上发生了很多气 而这些人 无疑不是在第二次标记日觉醒的进化者 他们的修为低下 但是却拥有超越常人的力量 也是最好的武器 不出无声所料 一场针对于无声的阴谋 逐渐拉开序幕 有人说 男女主进展太快了 这是很正常的 刚开始的情感升温 都是很快的 后续肯定会慢下来的 毕竟新鲜感这种东西 是控制不了的 人与人的相处 肯定都是先上头 再慢慢磨合的过程 不用太担心 两个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然 前提是这本书有人看 第48章 四大天王 又过去了几天 终于迎来了周末 周六周日两天 也是无声最为需要警惕的两天 这几天 猫猫们很乖 白天睡觉 晚上巡逻 也为无声争取了一点微薄的休息时间 周末的天气依旧炎热 无声站在楼顶俯视着下方的众人 下方人头攒动 他也不打算下去逛了 人太多了 根本就是人贴人 连猫都不想出来 无声不得不佩服这群人的毅力 人这么多 天气这么热 居然还来看景区 进化者依旧有 但是无声也不打算下去驱赶了 这次的人太多了 他换了一种更为直接 而又简单的方法 手中握着猪神在上空 看着下方的进化者 眼角的余光 看着右侧靠近实验室的地方 只要有人有想要动手的想法 他的猪神下一秒 就会出现在对方的头顶 无声就像一个死神一般 手持长刀站在最高点 一双新红色的瞳孔 看着下方密密麻麻的众人 因为无声背对着太阳 所以没人会在这个超级热的天气 去盯着上面看 时间一点一点的流逝 慢慢的来到了夜晚 一整天下来 风平浪静 之前来的天庭之人 仿佛在这一天全部消失了 但是无声清楚 这群家伙绝对是在密谋着什么 太阳工作完一天后就落下去了 月亮也并没有出现在头顶 无声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给猫咪们喂了点小鱼干等零食后 就将它们全部放出去了 无声重点还是夜晚 文言他觉得 这群家伙应该不太敢 直接大白天出来战斗 目标太大 而且这很显然 完全就是在挑衅一个国家 这种疯狂的行为 无声觉得应该不太现实 无声在将猫咪全部放出去后 就一个人前往几天前 和那广目天王对战的地方守着 因为敌人已经出现 在和银虎报告之后 他基本上就没有再碰过手机 将全部的注意力放在了守卫上面 而今天晚上 也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夜 夜幕中 四个高大的男人 一步一步地走到了广场中 无声皱着眉头 看着前方的四人 天庭 没错 四人一步一步地朝着无声靠近 脸上净是狂妄的笑容 从左向右 四人依次站了出来 我乃增长天王 男人说完后 手中幻化出一柄宝剑 宝剑长三尺 吞吐着些许的剑气 看上去极为锐利 十国天王 第二个男人抱着二胡原地坐下 仿佛随时都会揍上一句 多闻天王 第三人手持一宝塔走了出来 宝塔闪烁着金光 看上去无比坚硬 小子 你应该认识我 我是几天前的广目天王 今天你必须死 手持蜥蜴的男人 一脸愤怒地看着无声 伴随着其蜥蜴 再次化作毒龙 另外三人也爆发出强大的气势 无声看着这所谓的四大天王 星红的瞳孔充满着不屑 什么狗屁冒牌天王 还天庭 吃我一刀再说 无声说完后 手中的诸神再度闪烁红光 魔刀欺斩一试 分尸 熟悉的刀器再度爆发而出 朝着前方的四人轰杀而去 来得好 金塔说 当 多闻天王手中宝塔开始放大 化作数十米之高 将四人护住 但是他不过是七阶的修为 又怎么可能能挡下无声的攻击 宝塔被攻击的地方被斩出裂纹 仿佛下一刻就会碎裂 退 多闻天王面色一变 大吼一声 四人瞬间朝着后方暴退 哄 一道巨大的爆炸声响起 宝塔宛如玻璃一般被轰碎 碎片中 无声站在原地 老鼠面具配上星红的瞳孔 在此刻充满着强大的压迫感 多闻天王面色一红 嘴角一出一口鲜血 很显然 刚刚那一刀对他造成了些许的伤势 无声将诸神指向前方的四人 怕了 狂妄 曾掌天王怒吼一声 而后手持宝剑朝着无声斩去 无声直接迎了上去 而多闻天王推到了后方 并没有出手 持国天王手持二胡 而后拉了起来 一曲渡仙 渡佛 一渡仁 伴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一首节奏十分铿锵有力的曲子 响彻战场 而在曲子响起的瞬间 无声也感觉到了一股烦躁之意 身上的杀意不自觉地涌动出来 而曾掌天王也是一剑披向他 当 诸神和对方的长剑撞在一起 金属交割之声响起 火花似箭 面具下 无声皱了皱眉头 对方的力量不太对劲 完全就不像是进化七阶可以爆发的力量 是曲子的问题 无声一瞬间就想到了那拉二胡的家伙 眼中杀意锁定对方 滚 一刀将对方逼退 无声瞬间朝着持国天王斩去 滋滋滋 而这时 一大滩毒液宛如瀑布一般出现在无声的面前 恶臭的味道让他极为不适 毒液挥洒在地面 一块块青石板被腐蚀 小子 今天就在我们四大天王的河立下安息吧 黄泉忠 我会为你拉上一句 持国天王剑逼停了无声 再度拉开距离 语气十分得意 仿佛胜券在握一般 留给你们兄弟四个吧 无声说完后 手中的鸿芒再度一闪 分尸 这一次 无声并没有去攻击持国天王 而是转向了身后 想要偷袭自己的增长 而增长天王 似乎也没想到 无声会转攻击自己 连忙用出权力 想要抵挡 只见他手中的宝剑瞬间变长 剑尖之上延伸出数米的剑气 直接朝着无声刺去 不过 连他以防御著称的兄弟 都没有挡下的攻击 他又怎么可能正面对抗 剑气一个照面被直接轰碎 无声新红色的刀器 威力不减地朝着增长天王爆射而去 小弟救我 增长天王朝着不远处的广目天王大吼一声 而广目身边的毒龙 也是朝着无声的方向 喷出一大滩毒液 毒液覆盖的范围很广 甚至连增长天王也包括进去了 无声皱了皱眉头 而后将刀器斩向了空中的毒液 毒液从无声的身边散落 甚至还掉落在了增长天王的身上 伴随着对方的惨叫声 那毒龙腾空而起 增长天王奋力一跃 跳到了毒龙的头顶 再看去 广场上的天庭之人全部离开 无声皱了皱眉头 眼中充斥着不解 这群家伙是在密谋什么吗 第49章 阴谋起 无声感受着体内少了三分之一的灵能 皱了皱眉头 他能感受到四个人的杀意 但是并不强烈 好像不是来战斗的 是来试探无声一番 甚至是有可能想要消耗无声 一时间 无声的心中有了些许不安之感 这四个人的配合十分默契 并且好像一切都是计划好的一般 和无声战斗 而后撤退 没有丝毫的停留 撤退的十分果断 无声也不敢贸然跟上去 他不太清楚 这四个人搞什么鬼 万一乱跑 导致这里遇袭他的任务可就失败了 无声看着周围的青石板 也是有些无奈 每一次战斗 多少都会破坏点东西 玉桓的疆域 又是需要拥有空间节点 才能制造 并将对方拉入其中 而在这种空间完好无损的地方 玉桓也用不了 开不了疆域 无奈的摇了摇头 无声也没什么办法 而另一边 已经逃离的四大天王 均来到了一户人家中 他们选择的人 也是一个进化者 不过是个刚觉醒的 二话没说 直接将其击杀 击杀后 增长天王的脸色 也好了些许 净化者击杀净化者 可以掠夺对方体内的灵能 像这种低阶的净化者 可能对修为上没什么帮助 但是多出来的灵能 还是可以用来修复伤势的 增长天王身上的毒液 已经被毒蜥蜴给解除了 毕竟是他的毒液 他也肯定知道如何解决 这个十二生肖 实力很强啊 本来想消耗他一下 顺便试探一下实力 没想到 差点栽在他手里 增长天王心有余悸地说道 而其他人也是点了点头道 确实 这个魔术的实力确实恐怖 尤其是一身杀气 让人心悸 不过听他的声音 感觉他的年龄不大 那么明天的计划 大概率可能会成功 我也察觉到了 这个家伙年纪不大 明天的场面 他肯定没办法处理 到时候 大哥你去将欧阳博士抓出来 我和三弟四弟 在外面挡着那家伙 持国天王的话语中 充满着底气 好像计划已经成功了一般 嗯 让那群家伙明天准备好吧 明天中午我们就行动 就在这最热闹的时候 把他逼出来 我倒要看看 他怎么办 好 其他三人齐声说道 而他们的脚边 还有一具死不明目的尸体 无声等了一晚上 发现对方并没有出现 于是就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猫咪们一个个的 也全部回来了 无声见状 将欲还中的小鱼竿 全部拿了出来 帮个忙 今天早上也巡逻一天 明天我就走了 猫咪们全部听懂了 他们将小鱼竿全部吃光 而后又出去了 不得不说 这些猫咪还挺讲信用的 吃了东西就办事 无声的脸上露出微笑 虽然在面具后看不到 无声摸了摸胸口 不知道为什么 他依旧有些不安 总感觉今天中午会发生大事 而中午的时候 人依旧很多 无声皱着眉头 因为他发现了 突然出现了很多的低阶进化者 突然 伴随着一声尖叫声 只见几十个低阶进化者 突然展现出了他们的异能 他们或手持火焰 或者用着一些 并没有被收录的低端异能 将面前的人抓住 魔鼠呢 让魔鼠出来 伴随着一声声的怒吼声 广场瞬间暴动了起来 无数人开始乱跑 尖叫 甚至有人倒地儿后被踩踏 被挟持的人 先是有些猛逼 不过很快就转变为了惊恐 身体开始颤抖 这群进化者 挟持着普通人 喊着无声的代号 让魔鼠出来 对 魔鼠快出来 不然我就杀了他们 一声声怒吼声响起 高楼之上 无声皱着眉头 所有人 停下 无声夹杂着灵能怒吼一声 声音扩散得很远 所有人将目光放在了上方 只见那上方 一个身材消瘦的鼠头人 正站在那里 手持长刀 我是生肖组织十二生肖之一 代号魔鼠 你们想干嘛 你们知不知道 你们现在在做什么 你们想与龙国为敌吗 无声的语气 充斥着冰冷之意 他看着下方面色 有些癫狂的进化者 眼中有些不解 也有些愤怒 什么与龙国为敌 我老婆孩子都要死了 我管他 我只需要你这里 待上一段时间 只要他们 将那个该死的博士带走了 我们就放了他们 之后要杀药寡随你们 但是现在你只要 敢消失在我的事业中 我就杀了他们 男人面色充斥着疯狂之意 眼中含着泪水 他们的周围 露出一个数米的空间 无声也听懂了 他什么意思 天庭的人挟持了你的家人 没错 我全家的命 都在他们的手上 你不许走 不然这个人就得死 说着 他手中的力量 加重了些许 被他挟持的人质面色 瞬间就痛哭了起来 哈哈 魔鼠好好待着吧 欧阳博士 我们就带走了 放心 我们不会伤害其他人的 这时 天空之上 四大天王再度出现 他们朝着那广场 再度冲去 想要进入那栋建筑 找死 无声一跃而起 手中的长刀 斩出一道刀器 拦住他 不然你们的家人 就等死吧 独龙闪避掉刀器 上面的增长天王 朝着下方的众人喊道 魔鼠 不许动 让他们过去 一个人的命而已 我们这几十个人的老婆孩子 也全部都是人命 你不能走 男人歇斯底里的大喊 让无声不许过去 你知不知道 欧阳博士 对于我们龙国来说 意味着什么 关我什么事 我只知道 我家人要没命了 而他只是 一条命而已 难道他比我们高贵吗 难道我们普通人的命 不是命吗 你们这些家伙 到底是保护我们 还是保护 那群身居高位的家伙 说什么维护 普通人的性命 全部是假的吗 龙国难道不是说好了 要保护普通人 不被净化者伤害吗 此话一出 在场的数万人 将目光放在了 他没想到 对方能说出这样的话 而自己接下来的回答 关乎的 可能不仅仅是 一个人的命运 你们生肖组织 难道只是一群 谁给利益 就保护谁的家伙吗 伴随着男人 猙獰地说完后 全场 一片寂静 第五十章 斩天王 无声看诊前方的男人 又看了看身后 即将进入那建筑的 天庭之人 他冷声说道 我知道 我不管说什么 你都不会接受 因为现在接受 危难的是你家人 你会觉得 我无法感同身受 所以我并不会说什么 我只想告诉你 我是前川鼠十二生肖之一 代号魔鼠 那又怎么样 今天你 只要敢离开 我就杀了他们 你们这些组织 要罔顾人命吗 今天是我 未来就是在场的 其他普通人吗 男人说完后 在周围的人 也用奇怪的目光 看着无声 人就是这样的 在没有危险的时候 他们就会各种感同身受 川鼠十二生肖 现在只剩下魔鼠 其余人禁数阵亡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但是有件事情 我必须告诉你 无声转过身 一跃而起 当你为了你的家人 来威胁我的时候 可曾想过 如果没有龙国 你又何来所谓的家 你又是否能知道 如果欧阳博士 落入敌人手中 这个世界 又会出现多少 像你的家人一样 被威胁的人 又会出现多少死亡的人 我无法感同身受你 但是本次我的任务 只有一个 誓死保护欧阳博士 无声说完后的身影 消失在原地 留下愣在原地的人群 男人看着消失不见的无声 先是有些发猛 不过很快 他就抱走了 他手上的力量 愈发的恐怖 他朝着无声所在的方向怒吼着 试图阻止无声 他们如果死了 你们也会死在这里 我说到做到 无声的语气充满着杀气 让举着人质威胁的人心声胆寒 他们手上的力量 不自觉地弱了下来 眼中再度带着恐惧 没办法 人类永远都会恐惧生命的流逝 也会恐惧于强者的威胁 而无声好像是为了验证 自己有杀人的力量 半空之中 一到四米多高的刀器 朝着飞向那建筑的天庭组织斩去 分尸 新红色的刀器 托着暗红色的火焰 在天空上划过一道痕迹 所有人震撼于这非人般的力量 当然 眼中亦有恐惧 那些威胁无声的人 也是失神地看着刀器 喵 突然 一道道猫叫声响起 伴随着那些净化者手中一疼 这群家伙瞬间松开了 掐住人质脖子手 而人质们也趁机逃离 强烈的求生 欲让他们冲进人群之中 很快 一只只猫咪不知道从何处钻出 他们身上的毛发炸开 刺着牙看着这群净化者 这 哪里来的猫 有人惊讶于猫咪的出现 也有人好像想到了什么 一个个地朝着后方退去 毕竟这群家伙失去了人质 肯定还会抓人 万一抓到了自己不就死定了 你们这群畜生 给我去死 极端的绝望下 有人滋生出来的是极端的暴虐 男人冲上前 一拳朝着猫咪砸去 而猫咪的速度也很快 一个个地四散开来 手上的爪子十分锐利地 朝着男人的身上抓去 而无声的那一边 刀器将独龙和四天王挡在门外 恐怖的烈焰中 无声一步一步地走了出来 小子 你难道不管那些普通人的性命了吗 增长天王立声喝道 无声的语气 充满着森然的杀意 在其位 谋其指 我的任务 是保护欧阳博士 也是捍卫整个龙国 而你们 将成为我刀下亡魂 那就站吧 增长天王怒吼一声 手中的长剑 再度延伸出剑气 直接隔空朝着无声劈去 而其他天王 也各自使出绝技 一时间 战场之上 一刀二胡的声音 在此刻响起 毒龙加入战场 朝着无声喷吐着毒物 蹭 魔焰宛如喷泉一般升腾而起 毒液在瞬间蒸发 无声一刀将剑气劈碎 而后朝着远处的持国天王斩去 分尸 这一次 无声声化刀器 整个人朝着持国天王冲去 给我挡 广木天王用尽全力 想要把这刀挡下来 宛如切豆腐一般直接将宝塔击碎 这一刻 广木天王瞬间喷出一口鲜血 眼中满是不可思议 怎么可能 你为什么会认为 我昨天用全力了 无声的声音充满着嘲讽 刀器眨眼间展向持国 扑刺 伴随着一道鲜血飙出 持国天王面色痛苦地 看着不远处的右手 惨叫一声后 昏迷了过去 二弟 二哥 其余三人的语气 充满着担忧和震惊 而无声的身影 却早已消失在原地 曾长天王听着冰冷的声音 瞳孔瞬间放大 身上汗毛竖起 大 多闻天王话都没说完 头颅就已经高高飞起 双目瞪大 眼中满是恐惧与悔恨 小爹 伴随着剩余两人 撕心裂肺的吼声 无声再再度续起灵能 别吵 马上送你们一起走 魔刀七斩一试 分尸 红色的灵能还是续起 手中的诛神 仿佛是因为沾染了鲜血 兴奋了起来一般 刀身开始轻微颤抖 小子 我们走着瞧 这仇 我们以后再算 曾长天王见吴声 催枯拉朽地秒杀了两人 自知圣他和广木 根本不可能是敌手 他的手腕上 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圆环 而不远处受伤和死亡的 三人手中 也同样出现了一样的手环 伴随着空间一阵扭曲 四人瞬间消失在原地 而吴声见到这一幕 也是收回灵能眉头紧紧锁起 玉环 场上只剩下了一个头颅 和一只碧绿色的蜥蜴 不过 这一次 四人因为不清楚 敌我的实力被碾压 当然 也是因为吴声这个家伙 藏得实在是太厉害了 而此刻 在吴声身后的建筑中 一群穿着白大褂的科研人员 正在记录什么 他们面前的大屏幕 显示的正是外面的场景 四大天王 先天进化者 异能种类 玉物 强度正常 科研人员语气十分低沉 而在他说完后 他的身边一个白发苍苍的 年轻人也开口道 魔刀的数据怎么样 序列004 魔刀 后天进化者 刀内传说中藏有魔魂 修为在进化八阶 但是爆发的力量 足以与星进入九阶 但是境界不稳的强者对拼 据川署战役分析 其魔魂复生后 拥有斩杀退壳镜以下 所有普通进化强者的实力 但是会消耗体内血肉 严重会危及寿命 嗯 继续研究吧 看来外面没有危险 白发年轻人说完后 就坐在计算机 和一堆器材面前 计算着什么 而在这片独立的实验室中 还有个小房间 小房间内摆放着一个 巨大的类似石碑的东西 石碑很大 有一层楼高 石碑的最上方 记录着密密麻麻的字 序列222 第51章 是否下毒 嗷嗷 伴随着一声尖锐的惨叫声 男人手中的小猫 被活生生地捏死 而在愤怒过头后 男人仿佛也意识到了什么 他松开已经四肢无力 垂着的猫咪 眼中满是惊恐 其他的猫也是双目 露出凶光 看着周围的净化者 一只大猫冲上前 将小猫的尸体叼走 而后放在了地上 身体开始匍匐 做出攻击状 好了 突然 无声的身影 出现在了猫咪和净化者的中间 他的身上带着浓重的血腥味 身后的净化者 看到他也瞬间吓了一跳 连连后退 回去吧 我把仅剩的灵能 全部传入了他的体内 不知道能不能活 抱歉 无声看着地上的猫猫 道了一声抱歉 而为首的猫咪 看着无声的出现 又看了看无声身后的人 那充满人性化的毛子中 带着些许的痛苦 但还是转身 朝着身后的猫叫了一声 猫猫们仿佛是 接收到了什么信号一般 叼着猫的就离开了 他们人呢 那四个家伙呢 而在猫咪走掉后 这些净化者 又冲到了无声的面前 大声问道 死了一个 剩下的三个跑了 无声淡淡地说道 没什么情绪波动 什么 你怎么能放跑他们 为什么不能把他们留下来 他们跑路 家人怎么办 他们死了怎么办 你说啊 说啊 男人歇斯底里地 朝着无声怒吼 周围的净化者 有的已经无力地跪倒在地 眼中满是绝望 去医院吧 命运如何 我没办法左右 我的任务只是保护欧阳博士 如果他们真的死了 那我只能抱歉 你这个混蛋 一句抱歉就能换人命吗 我把你杀了 能和你抱歉吗 男人脖子上轻轻抱起 虽然语气十分的愤怒 但是他的双眸中 却满是绝望 你算什么龙国的组织 你们这群家伙 不应该是为我们服务吗 草菅人命 我要你偿命 可能是危险过了 也可能是因为 确确实实太愤怒了 男人挥动着拳头 就要打向无声 碰 男人的拳头 打在无声的面具上 纹丝不动 而一丝鲜血 却从无声的面具上流下 为什么 为什么 他的命就是命 我们普通人的命 就不是命吗 男人的手无力地垂下 他的语气哽咽 充满着痛苦和绝望 他的手溢着鲜血 看上去无比的凄惨 而其他净化者 仿佛也被感染了一般 周围的人仿佛是被男人的话触动到了 也可能是因为 男人绝望的模样 唤醒了他们心中的善良 他们开始怯怯私语了起来 真可怜啊 就是啊 这个生肖组织的人也真是的 明明能救人 非要出手 那个博士等一下会死吗 就算被掳走了 也可以找回来 万一人家根本就没想要 那个博士的命吗 就是就是 而这时 人群中突然出现了一道 其他的声音 可是这群叔叔 明明差点杀了其他人 他们应该是坏人 充满着童真的声音 在这里面显得格外刺耳 受害者们早已远离了 这是非之地 也没人同意孩子的话 人又没死 说不定人家就没想杀人呢 你看看他多可怜 看着也不像会杀人的人 就是说啊 你说这种组织 我们怎么放心他们保护我们啊 就是 投诉他 无声听着周围人的议论 他看着面前跪倒在地的进化者们 面具下的嘴巴微微张开 想要说些什么 但是最后还是默默的闭上了 过了一会 无声开口道 群众的命也是命 但是我的任务并不是保护群众 我也不是神明 没办法预测到所有的不幸 你如果一定要将仇恨归结于我的话 我可以给你们机会 和我打一场 你们赢了 我自吻于此 你这人怎么这样 他们怎么可能打得过你 他们都这么惨了 你还这样草尖人命 就是啊 戴着个老鼠面具就算了 说话也跟老鼠一样 让人讨厌 就是 周围的群众 仿佛是被无声这句话点燃了一般 一个个的出声指责 任务 任务比人命都重要吗 男人语气哽咽 他质问着无声 但是并没有想要出手 你也知道 人命重要啊 无声说完后 就拍了拍男人的肩膀 回去吧 不管你恨我也好 怪我也罢 但是请你记住一个事情 家这种东西 只有在安全的地方才会拥有 请不要忘记你 曾经的安全是如何来的 如果没有龙国 像我这样的存在 是不会和你废话的 这很残忍 但是这是事实 说完后 无声就离开了 他不知道自己的话是否有效 他拍男人的肩膀 也不过是在对方身上 留下一抹灵能 当然 刚刚动手的进化者 他全部标记了 同情是一回事 但是对方的行为 已经危害了其他人 而且情绪很不稳定 真要出事 无声也能第一时间过去制止 这很残忍 但是为了保证其他人的安危 无声必须这么做 无声回到了猫咪所在的地方 猫猫们也消失不见了 只剩下他一个人 外界依旧在议论着 现在发生的事情 有人或愤慨 有人同情 也有人谩骂无声 无声也没有什么情绪波动 他没有感觉什么委屈 也没觉得有什么难过 他很清楚 这个世界上需要的 从来不是真相 而是需要苦难 苦难是人类产生共情的 唯一办法 幸福是成为 其他人口中坏蛋的第一步 至于怀疑自己是否正确 无声从未怀疑过 自己走的这条路 对于他来说 保护龙国 就是正确 从他加入的那一刻 其他就明白 社会可能黑暗 可能不公 可能会让人愤怒 但是请记住 只有足够安全的情况下 人类才能思考这些 人类有好有坏 但是请不要迁怒国家 在不和平的年代 享受到和平的安乐 这难道还不够吗 就像无声所说的 如果不是龙国 强者根本就不会与你对话 没有国 何来家 而回到家中的那些进化者 看着家中活蹦乱跳的妻儿 也是喜极而弃 四天王真的下毒了吗 或许根本不重要 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 作为强者的他们 不管下不下毒 这群家伙都会接受他们的条件 之所以说 一个下毒 是为了骗他们吗 当然不是 成功了 这群帮忙的进化者是帮凶 多半活不了 妻儿要么受尽疾苦 要么改嫁他人 失败了 这群家伙也是威胁到了 其他人的性命 牢狱之灾事 肯定免不了的 妻儿依旧要痛苦 反倒是下了毒 这群进化者 说不定还会因为情有可原 而成为某些专门 针对他们的武器 多树立多少敌人 现在好了 没下毒 这群家伙全部进监狱 就算不进监狱 对他们的恨意也小 根本不可能成为仇敌 为什么 能成为仇敌的人 早就被扼杀在摇篮中了 而在一家人相拥之时 电视上的新闻 也同步播出这些什么 昨日晚上 一共有一口 人家遇害 被灭满门 有那种血性的人 当场就反抗了 毕竟把自己 和妻儿的命运交给坏人 那和死神做交易 又有什么区别呢 人嘛 总是怕死的 一边是向强者反抗 但是必死 一边是向更加无辜的弱者出手 但是可以换取一线生机 又有多少人 会选择第一种呢 第52章 任务结束 无声这边 猫猫们又一个个地走了出来 而其中有一只小猫 也是引起了无声的注意 活了就好 面具下 无声笑了笑 然后伸出手揉了揉小猫的脑袋 小猫很享受 用手蹭了蹭无声的手掌 任务需要执行到等 银虎他们回来 所以 无声还要待到明天 等银虎给他电话 他就能走了 他抱着猫咪 并没有再去外面巡逻 按照他的推算来说 后续应该不会有出现 不对劲的人了 无声拿出手机 手机有很多条消息 有温熙发的 也有吴威和上官兄妹发的 银虎还是没有回复他 看样子 应该是很忙 温熙的消息 就是在说一些日常 最后一句话说的是 在没事的时候 给我发个消息 报个平安 而无声 也是一一地回了消息 然后关上了手机 时间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过去 最后一天 就这样悄然过去 嗡嗡嗡 伴随着手机的震动声 无声接通了来电 喂 任务结束 你可以离开了 休息一天 明天会有人带你 去进化学院的 任务完成得很好 不用在意那群人说的话 无愧于心就好 银虎说完后 就匆匆地挂断了电话 那边好像还是很忙 无声听到了很多嘈杂的声音 好像在讨论什么 我要走了 你们好好地在这里待着吧 不要乱跑 无声拍了拍在怀中的猫猫 而后摘下了面具 俊秀的脸没了什么血色 可能是一直戴面具的原因 红色的长发 也变回一头漆黑的碎发 有缘再见 无声说完后 就朝着谷宫外走去 没有丝毫地 留恋无声走在大街上 看着街边的各种小吃店铺 走了进去 你好 我要这个蛋糕 无声买了不少甜食 坐在路边上吃了起来 甜腻的滋味 在其口腔中散开 无声的脸上 也露出些许的笑容 可能甜食真的会让人快乐吧 至少无声是这样认为的 大街上 人们来来往往 有人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 也有人脸上满是愁容 无声吃过甜食后 站起身朝着家中走去 明明相貌很出众的他 不知道为什么 却不太惹人注意 就哈皮像一个普通人一般 融入进了人群之中 无声拿出钥匙推开门 大伯和大伯母 一脸错愕地看着他 不过很快 无声国的脸上 就露出笑容 回来了 有没有受伤 无声国走上前 脸上带着喜悦和些许的担忧 喜悦的是 无声安全地回来了 担忧的是 害怕无声在出任务的时候受伤 没受伤 小薇呢 在上学吗 无声摇了摇头 然后好奇地问道 大哥 现在的暑假 你是不是想害死我 无微从房间中走了出来 而后没好气地 朝着无声说道 怎么和你个说话的呢 你哥这不是关心你吗 张花有些称怪地 看着自己的女儿 只是脸上的笑容 怎么都遮掩不住 好了好了 小薇刚回来 让她好好休息 你出去买点好吃的来 多做点好吃的给小薇 张花见无见国 还想拉着无声说些什么 直接将对方推出门外 而后让无声上楼休息 谢谢伯母 无声朝着张花道谢 而张花却有些不高兴地 拍了拍无声的脑袋 说什么谢谢 都是一家人 快去休息吧 要吃了喊你妹妹 让你妹妹给你送过去 妈 你怎么能康他人之凯呢 就算要送也是我懂事 你怎么说的 好像是你的功劳一样 学习去 无微的抗议被无情镇压 而后无声笑了笑了 回到了楼上 上楼后 他就直接躺在床上 闭上了眼睛 这七天 他都没怎么合过眼 要说疲惫吧 也是有点 睡一会也好 过了一会 吴建国带着一大堆菜 回到了家中 小生呢 吴建国好奇地问道 嘘 小生估计是累了 让他好好休息会吧 等他醒了再吃 张花的声音很轻 而吴建国听到后 也是看了眼楼上 眼中带着些许的心疼 唉 是我这个做大伯的没用啊 吴建国轻声自责道 也不怪你 我们本来就是普通人 小生不平凡 是他应得的 他有回报 但是压力会更大而已 有时间你和他说一下 家里的钱够用 如果是为了钱的任务 就少做些 如果是为了国家的话 就好好的 张花的话 让吴建国叹了口气 但是也有庆幸 他娶了一个很好的老婆 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 吴生张开眼睛 从床上坐了起来 这么晚了 吴生看了眼手机上的时间 而后下了楼 楼下 吴建国正坐在沙发上 看着电视 醒了呀 来吃饭吧 吴建国在看到吴生后 就招呼着对方来吃饭 吴生一愣 而后点了点头 你们没吃吗 吴生好奇地问道 没呢 正在坐 估计你这个时候 也差不多该醒了 要是再不行 我都得上去叫你了 吴建国笑着说道 而后走进厨房 将饭菜全部端了出来 吃吧吃吧 吃完去洗个澡 然后早点睡觉 明天你要去学校吗 张花好奇地问道 不用 明天可以休息一天 后天去 那就好好休息 好好地养精蓄锐 想吃什么和我说 我给你做 吴生听着张花的话 点了点头 晚饭过后 吴生洗了个澡 而后跟温熙道了声 晚安就睡了 而另一边 温熙看着这么早就睡觉的吴生 也是有些担心他 看来真的很辛苦呢 温熙喃喃自语道 谁那么辛苦呀 突然 温熙的身边 出现一道细血的声音 此话一出 温熙的耳根子瞬间通红 而后转过身 和对方打闹了起来 一切好像都陷入了平静之中 黑夜暗潮涌动 安城的上方 一道身影穿梭在城市之中 那人的身材十分的修长 身穿一身宽松的黑色袍子 看不出对方是男是女 但是那黄色的薯头面具 无不在映射着他的身份 十二生肖之一 紫薯 第五十三章 出发 进化学院 房间中 无声突然睁开了眼睛 他看着屋外的人影 眼中充满着警惕 紫薯看着无声 伸出戴着黑色手套的手指 朝着无声勾了勾手 我是生肖组织头领之一 紫薯 和我出来一趟 声音很奇怪 分不出男女 仿佛是使用了变声器一般 像是那种机械音 十分的僵硬 紫薯说完后 转身离去 而无声打开了窗户 然后冲入黑夜之中 两人一前一后 在城市中跳跃 速度极快 但是无声却已经使用了权力 反观紫薯 背着手一副游刃有余的样子 很快 紫薯在一处无人之地停了下来 紫薯大人 有什么事情吗 无声的语气带着些许的恭敬 他和银湖很熟 所以并不会加上大人二字 子 你就是这七天守在古宫的魔鼠吗 嗯 无声点了点头 古宫的事情我全部听说了 你做得很好 但是又不够好 紫薯说话 有些云里雾里的 无声并没有反驳 紫薯大人可是有什么任务 没有任务 我来找你是问你几个问题 无声一愣 然后皱了皱眉头 什么问题 紫薯转过身 两人站在楼顶上 头顶就是满月 作为生肖组织的你 保护的是国家 还是这些生灵 生肖组织 只有紫薯这一门是特殊的 你应该也清楚 告诉我 为什么选择紫薯 紫薯的语气 虽然有些冰冷 但是无声却能从其中 听到些许好奇之意 保护龙国 就是为了保护生灵 国无罪 人有罪 杀人 不处国 至于为什么选择紫薯 因为我本就是老鼠 我只适合行走于黑暗之中 魔刀选择了我 我也不会辜负魔刀 沾满鲜血的人士 不适合做英雄的 无声平静地回答了这两个问题 他的四周是城市 明明是黑夜 城市却被灯光照得十分明亮 自然的光芒有些 无法照亮全部的黑暗 而人类却可以将黑暗驱赶 多么的神奇 你的回答很有意思 魔鼠 这个名号也很适合你 紫薯沉默了一会 而后开口说道 魔鼠是人 不是名号 无声说完后 就准备离开 你很不错 足够理智 但是作为前辈的 我也不得不劝告你一句 转过身的无声一愣 他刚想转身 听听对方说些什么 而这时 紫薯已经消失不见 只留下了冰冷的机械音 想得太明白 会很痛苦的 紫薯的声音 回荡在无声的耳中 无声看着空荡荡的楼顶 突然失神了一会 过了一会 无声也离开了 紫薯的到来 在他的意料之外 不过他也没有多想 可能就是来测试一下他而已 而另一边 紫薯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办公室中有很多人 他们此刻正在开会 紫薯 你干嘛去了 其中有人好奇地问道 没干嘛 紫薯淡淡地说道 而后找了个位置坐下 只见会议的最前方的大屏幕中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标题 与海族 妖族共守蓝星合作事项 回到家中的无声 就继续睡觉了 就这样持续到了第二天中午 他睁开了眼睛 从床上坐起来的他 伸了个懒腰 眼中满是茫然 起床 刷牙洗脸过后 被吴建国拉着吃了点东西后 无声就又回到了房间 突然这么闲 他还真不知道做些什么 无声拿出手机 温熙的消息不出意外地 出现在了聊天框中 温熙 今天教练来了 据说是退壳镜的 看上去很强呢 他说 我们今天休整一天 明天开始分队伍训练医院 无声 退壳镜 修为这么高啊 分队伍是什么意思 温熙 我也不太清楚 教练没说 你怎么样了 身体没问题吗 无声 没问题 就是可能太累了 睡了一觉就好了 两个人又聊了几句有的没的 温熙就去训练去了 而无声一个人躺在床上 不知道干什么 最后拿出手机刷着视频 网络上已经出现了不少进化者了 官方也并没有遮掩 甚至有国外的视频都出现在了 各种奇奇怪怪的进化者 一脸兴奋地将自己的能力 发布在互联网上 让不少进化者的人羡慕极度 无声突然想到了什么 搜索了一下骨公二字 出来的视频全部是警官之类的 或者旅游感想 并没有无声前两天的事情 无声明白 这是上面出手了 就这样 无声刷着视频 无聊地感受着 时间一点一点的消失 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吃饭 洗漱 睡觉 第二天 无声被手机铃声唤醒 他从床上起身 然后洗漱了一下过后 对着吴建国道别 大伯 我去学校了 你们有什么事情 和我打电话 吴建国点了点头道 放心吧 家里有我和你大伯母看着呢 你自己也小心一点 别受伤了 而这时 无微也从房间中跑了出来 大哥加油 一定要好好的 回来带我去玩 无微伸出小手 给无声打气 无声笑了笑 而后揉了揉他的脑袋 在家里面听话 好好上学 等大哥回来的时候 给你带礼物 说完后 无声就走出了家门 外面 银虎早已在楼下等待着他 走吧 带你去学院 下次就是你自己去了 银虎笑着说道 而后骑上了车子 无声见状 也从御环中 取出了自己的摩托 而后跟在他的后面 两人一前一后冲出了小区 而楼上 无见国目送着无声的离开 眼中满是忧心 一定要好好的呀 无见国默默地 为无声送上了祝福 而无声跟随着银虎 骑了半个小时 就来到了一个大学门口 进化学院在这里 无声皱着眉头 看着前方和大学一样的建筑问道 不然你以为呢 本来就是一个和大学一样的地方 没那么神秘的 走吧 我带你去报道 说吧 银虎带着无声 朝着学校中走去 而无声也收起了自己的摩托 跟在了银虎的身后 少年将在这里图写新的篇章 第五十四章 序列001 银虎带着无声 朝着学校里面走去 走了十多分钟 也没发现几个人 无声皱了皱眉头 有些疑惑 人怎么这么少 不是人少 是在这里的话 你们其实很少会玩闹的时间 而且大家基本上 都要待在一起培养默契 毕竟你们以后 是要一起执行任务的 这样啊 对了 我想问你件事 银虎听到后 有些惊讶地转过头看向无声 哟 这么稀奇问我问题 说吧什么事情 无声健壮伸出自己的右手 一柄白色的长刀 出现在了无声的手上 击杀天庭的四大天王的杀了一个 我从他身上掠夺来的异能和灵能很弱 也不能说很弱 就是他们的灵能 好像和我之前杀的完全不一样 之前继承的异能 会跟随着我的能力成长 但是这一次 他的强度就定格在了净化期间 说着 无声将手中白色的长刀散去 你说这个啊 那是因为他们的实力 只有净化期间 是属于他们自己修炼的 引虎听到无声的话后 笑了笑道 什么叫自己修炼的 哈哈 说起来 我好像确实没和你说过来着 引虎笑了笑 而后解释道 净化者分为先天和后天 我们属于后天 从觉醒开始 体内就带有灵能 甚至是像你这种 觉醒就有修为的 还有一种就是先天了 他们的异能种类 就是属于自己的 觉醒后就是从灵开始 那四大天王就是 无声听到这里点了点头 他大概明白了 他之前 展得像神海之流 是后天净化者 他们的力量 是继承上古之人的力量 所以 本身的力量 其实远不止此 只不过是他们的身体 没有办法发挥出 那么强的力量而已 这也是四大天王 用出异能后 本身没什么变化的原因 到了 对了 在学校里面 好好地交朋友啊 你现在已经不是 生肖组织的了 而且 这里面说不定 未来会有你的队友吗 引虎说着 朝着无声眨了眨眼睛 你别这么恶心好不好 无声面无表情 说实话 看着一个接近四十岁的大汉 在他面前挤眉弄眼 还是很需要强大的心理能力的 滚一边去 校长在里面 让他带你 去你的班级 引虎翻了个白眼 而后把无声滴流了进去 陈龙 人给你带过来的 记得带他去班级 里面 一个中年男人 正处理着文件 看到引虎后 皱了皱眉头沉声道 下次进来敲门 引虎毫不在意地 找了个地方坐下孝道 都是自己人 那么多规矩干嘛 快带这小子去教室 陈龙将视线放在了无声的身上 皱着的眉头也松开了 魔鼠 无声一愣 而后点了点头 不错 确实是一表人才 走吧 我带你去你的教室 对待无声 陈龙的态度好了很多 可能是因为他很早就听说过无声的名字 也可能是因为 无声确确实实狠手规矩 一路上 无声也是有些惊奇地 看着这些教室 地板什么的都没问题 就是教室门口很奇怪 从窗户看里面一片漆黑 无声看着这神奇的一幕 好奇地问道 这 陈龙笑道 欧阳博士研究出来的虚拟教室 就像我们的疆域一样 里面就是一个类似于疆域的空间 适合你们训练切磋 说完后 就带着无声走到了一个教室门口 对了 你的序列是004是吧 陈龙突然问道 嗯 魔刀 你的队伍里面的队友 全部是后天进化者 一共30个 人都挺傲的 而且 未来的话 你们这批队伍人会越来越多 你的序列很靠前 可能会有人找你打架 你下手轻便哈 无声一愣 而后点了点头 放心 我有分寸 不错 我肯看好你 陈龙拍了拍无声的肩膀 而后打开门 门内 一道白色的漩涡出现在无声的眼前 无声也静止了走了进去 所有人 集合 进去的瞬间 无声就听到一道中气十足的声音 紧接着 就是几道带着欣喜的声音 大哥 无声 入眼 无声先是看到了 站在最前方的温熙和上官轻荣 还有不少女生 而后还是后方的上官站 当然 还有几个引人注意的家伙 周围的空间也和江域没什么区别 不过是空地 也有蓝天白云 看上去和外面没什么区别 众人好像站在了学校的操场之上一般 你是今天新来的同学吗 前方 一个身穿黑色作战服的中年男人 面色严肃地看着无声 嗯 我叫无声 因为某些事情 今天来报道 抱歉 教官点了点头 无声的态度很让他满意 无声的事迹 他是听说过的 本来以为是个高傲的家伙 现在看来无声很懂理术 我叫石龙 你来得正好 今天是 你们这支队伍第一次训练 我需要你们这个团队 展现一下你们擅长的领域以后 分配你们的工作 正好你来了 这里有个人等你听久的 听到石龙的话 无声皱了皱眉头 而后将目光放在了温熙的身上 温熙见无声看着他 脸上也是露出些许的无奈之色 而后伸出小手指向了他后方的一人 无声顺着他的手指 看向了他的身后 温熙的后方人不少 但是无声一眼就锁定到了一个少年 少年长得很帅 也很威严 没错 就是威严 一身气质 仿佛是天生的上位者一般 看上去极为霸气 而在无声将目光放在少年身上之时 少年的眼中也是充满着战意 他自信地笑着 仿佛他就是世界的中心一般 教官 我能出来吗 少年的声音很有雌性 也很浑厚 出来吧 正好看看你们两个谁强 石龙的嘴角勾起一抹笑容 他也很好奇 序列第一和序列第四到底有什么区别 说着 石龙的脚下突然升起一座擂台 擂台十分直径 大约有着二十多米宽 方形 石龙朝着无声招了招手 上来吧 这家伙等你很久了 说是不管怎么样 都要分个胜负呢 无声一愣 而后将目光放在了走向自己的少年 充满着疑惑 他的记忆中是不认识这个少年的 少年脸上充斥着笑容 而后走到了无声的面前 你好 我知道你可能很疑惑 但是因为我们未来会是战友 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发号施令的家伙 很多人都和我说过 你比我强 但是我不服 无声皱了皱眉头 他并没有拒绝 因为他知道对方说的是事实 只要是团队 就一定要有一个首领 不然到时候执行任务意见不合 很容易出问题 可以 无声点了点头 而后走上了擂台 少年看着无声 而后脸上露出笑容 两人站在擂台上 下方的人看着这一幕 眼中也露出些许的激动 温惜和上官轻荣他们眼中 则是带着些许的担忧 因为在这里待了很久 他们很清楚少年的能力 我叫无声 序列004 异能磨刀 如果说向哪方面发展的话 无声想了想 而后开口道 战斗力很强 头脑冷静 说晚会 无声的右手朱神显出 头发也开始变红 一双新红色的瞳孔凝聚着杀意 磨刀 无愧其名 很好的气势 接下来请你听好我的名号 少年很自信 与温俊的自傲不同 少年的自信由内而外地散发着 仿佛坚信自己的一切一般 我叫轩缘天骄 序列001 异能 少年顿了一下 而后头身前凝聚出一块金色的令牌 少年头发和瞳孔 没有丝毫的变化 黑得十分浓郁 人黄 话音落下 少年的身体微微腾空 一头金色的龙出现在他的身边 第55章 轩缘天骄 无声看着面前的少年 终于明白了那股威严之意 是从何而来 序列进化者的异能 并没有强弱之分 只有天赋的强弱 但是有些事情不得不承认 序列越靠前的异能 天赋也愈发的强大 当然 这也并不代表 序列靠后的家伙 天赋就弱 而看见对方如此拉风 无声的内心并没有多少波动 序列001 他早就听说过 但是一直没怎么见过 不过能与强者切磋一番 也并非不是一件好事 而就在这时 无声的脑海中 突然传来一道激动的声音 我靠 这么帅 你看看人家怎么用异能的 这拉风程度 你赶紧地给我来一次帅的 不能让他丢比下去 脑海中的声音很激动 疯狂地催促着无声 整点拉风的 无声皱了皱眉头 但是也并没有拒绝 对方好歹 也陪伴了他这么多年 有些要求能满足无声 还是会满足的 我察觉到你 没有用权力 用出你磨刀的最强状态 我也想看看 从小就被我家人夸奖的磨刀 有什么神奇之处 能被称为当时战力最强一能 薛渊天骄大声说道 渊渊不断的金色能量 在其身边环绕 看上去充满着神圣和威严 无声健壮 嘴角勾起一抹笑容 他骨子里 其实是一个十分喜欢战斗的人 不然魔刀也不可能选他 只是他平时 将自己的负面情绪压制 并没有爆发而已 魔魂解封 无声的声音 宛如九幽地狱传到人间的声音一般 充满着暴力和杀气 伴随着无声周身 闪烁出恐怖的红雾 强大的能量 将无声的双目染得通红 无声也并没有全部展开 将魔魂解封到一个理智的灵界点 无声停止了 无声长刀指向轩缘天骄开口道 人黄 人道之黄 可惜 魔刀诸神 斩的是神 无声说完后 他的脑海中一道兴奋的声音响起 对对对 就是这样 干翻它 就这样介绍我 轩缘天骄看着无声的样子眼中 也是充斥着兴奋之意 来 一招奋出胜负 说吧 他身前的金色令牌出现在他的前方 金龙也开始环绕在他的身边皇者 乃众生之首 人黄 乃人族之地 众灵听令 伴随着轩缘天骄的声音落下 他身边的金龙蓄势待发 而那令牌也开始生腾起各种元素 火焰 雷霆 飓 飓 砂石 大水 他们化作一个原形 在轩缘天骄的面前 宛如即将出征的将军一般 等待着对方的发号施令 上 轩缘天骄单手一指 面前的金龙带着各种元素朝着无声冲去 而轩缘天骄在后方看着这一幕 宛如古代点将的帝皇一般 魔刀七斩一试 分尸 无声的招数很简单 一刀分尸斩尽一切 红雾凝聚进刀内 能量积蓄到最高点后 无声双手持刀用力一斩 一道数米高的刀器朝着金龙轰去 而无声斩出这一刀后 双目渐渐地清明了起来 不再有之前那种 力气浓郁到实质的感觉 砰 伴随着一道剧烈的爆炸声响起 刀器摧枯拉朽般地将金龙轰碎 而后直直地朝着轩缘天骄打去 而薛元天骄健壮眼中 也并无不可置信之感 他将手中的人黄印朝着 被弱化的刀器轰去 而金龙再度凝聚在他的身边 挡住了这一刀 他的面色有些许的苍白之意 看样子应该是灵能消耗过多 反观无声脸上并没有什么不适质感 薛元天骄并没有丝毫在意自己输了 他脸上露出笑容道 你赢了 之后这团队你的命令是第一位 不过未来如果被我超过了 这指挥权我会拿回来的 薛元天骄说完后 十分痛快地走下擂台 天骄大哥 你就这样输给他了 下面有少年有些不可置信 输又怎么样 人又不可能一直赢 输得痛快 有问题就改 我只是 亦能是人黄 又不是真的人黄 改变规则这种事情 我可做不到 少年的脸上充满着洒脱和自信 仿佛输对他来说 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况且 他最强的地方也并不是战斗力 只是少年的骄傲 让他有些好奇 为什么无声可称战力最强的蓄力而已 现在看来 单凭战斗力 他们这里确实没人是无声的对手 同境界也如此之强 无愧诸神之名 轩辕天骄 毫不吝啬自己的赞美和欣赏 石龙这时走了过来 他的嘴角勾起一抹赞叹的笑容 不错 同境界下 我都打不过你 天赋一柄 下手也有分寸 怎么样 有人不服吗 石龙赞美了一下无声 而后将目光放在了下方的少年身上 见无人说话 石龙转头看向无声道 你执行过不少任务 判断力我相信你有 希望这支队伍 不会在你手中少人 石龙拍了拍无声的肩膀 而无声听到此话 也感觉肩膀仿佛中了些许 好了 找个地方待着吧 别把其他学生的风头给盖掉了 石龙突然画风一转 就给无声赶下去了 无声点了点头 而后找了个位置站着 温西一脸笑容地看着他 顺便朝着无声竖了个大拇指 而上官斩在看到无声后 连忙朝着无声举了举手 大哥 这这这 对方这么高调 无声也不好 让他太尴尬 于是走了过去 大哥 太强了 上官斩一脸兴奋地夸奖道 好像是他自己那么强一样 无声看着他 上官斩并没有多少变化 不知道是不是这里修炼的问题 修为长得挺快 进化五阶了 而这里的人最弱的 也就进化五阶 最强的就是无声和轩辕添交了 两个进化八阶 剩下的就是一群六阶和七阶的了 五阶的也不少 第五十六章 石龙的教导 之后就是众人展现了一下自己的异能 上官庆荣的天宫主要能力 就是出现一个类似于宫殿的东西 在里面 他的恢复能力可以变强 防御也很强 而其他能力 就是他的信徒在进入后 也可以获得庇护 攻击能力的话倒是不多 算是一个辅助的能力 当然 这也并不代表他不能打 只是天赋偏辅助 但是本身身体的力量就不低 上官斩的话 还挺有意思 一身的法术 但是很看地理位置 在什么位置什么位置的法术强 一种很灵性的异能 很需要判断力和冷静的头脑 其他人的无声也大致地了解了 全在序列之中 可能在未来的战斗中都会一一呈现 不错 你们都是这一世的天骄 这段时间大家就互相了解 好好修炼 寻找最匹配自己的队友 石龙在众人介绍完之后 也是满意地拍了拍手 好呀好呀 温惜拍拍手 眼中满是兴奋之意 他突然这么兴奋 给他身边的人整不会了 一脸猛逼地看着他 温惜可能也察觉到了 自己有点太激动了 有些尴尬地缩了缩脖子 他身边的短发少女 眯着眼睛看着他 一脸玩味 而无声则是在和上官展聊天 哥 你来安城多久了 妈说想你了 想让看看你 嗯 等这次放假我就去一趟 前几天在执行任务 执行完任务就来这里了 无声点了点头 并没有拒绝这件事情 没什么意义拒绝来拒绝去的 顺从的话 麻烦是总会少一点 上官展听到无声答应了 也是瞬间高兴了起来 拿出手机给上官子发了条消息 一直在偷听的上官轻荣也高兴了起来 无声则是有些好奇的看着石龙 他很好奇对方有什么训练办法 毕竟在座的众人都是一些天赋很强的家伙 对于你们呢 我其实并没有什么所谓的教学方案 因为你们明天就该出任务了 所以今天你们需要做的就是简单的了解 明天开始 我会带着你们在全国乃至国外乱跑 而我们明天的第一站就是最为边境的南疆 石龙的话让众人一愣 而后眼中流露出兴奋之色 当然也不止兴奋 他们多多少少 其实是和异域组打过交道的 但是全部都是长辈在身边 所以并没有经历过多少危险众人议论纷纷 互相讨论着需要和谁组队 小蝎 我们一起吧 还有你大哥 还有天娇大哥 王荣也在这个班级里面 他走到温惜的身旁说道 我才不要呢 温惜毫不留情地拒绝了王荣的邀请 而后走到了无声的身边 要不要邀请我呀 我也很有用的哦 温惜脸上带着笑容 话语间带着些许的矜持 那就一起吧 不过具体的话 还是需要到地方分配 毕竟我们也不太清楚 对方的实力和能力 无声看着温惜走上前 也是答应了下来 而这时 石龙拍了拍手 你们应该知道标记日吧 众人点了点头 知道就好 标记日自从上次出现后 时间也变短了 根据推算 到明年的时候 标记日会再度出现 而到那个时候 我们这边的空间会更加薄弱 甚至会出现更加强大的对手 所以你们这段时间要好好修炼 也要明白现在这个情况 进化者这个群体之间 是十分残忍的 石龙开始为众人讲解 而标记日的事情 无声也知道 这一次出现的是退壳镜 后续出现的 可能就是更高境界的家伙了 而银湖也说过 他们执行任务 甚至可能会需要去 异域打探情报和消息 上头已经开始计划主动出击了 而这时 石龙继续说道 记住 在遇到陌生的进化者之时 你们的脑海中 最先出现的想法 绝对是击杀对方 而不是遇到同类 石龙的语气逐渐严肃 众人也不自觉地将笑容收起 认真地听讲 石龙讲了很多事情 也让众人互相了解了很多 最后石龙开口道 对了 有一件事 你们必须知道 因为曾经的动物也开始进化了 所以 如果碰到了会说话 很强的妖 在对方没有吃人伤人的情况下 你们不可以先出手动手明白吗 为什么 开口的是温俊 他对于海族杀自己之前 一同执行任务的队友这件事 还耿耿于怀 因为人族海族和妖族签订的协议 在抑郁的事情解决之前 三方不能无故对对方的族人出手 没办法 我们现在整体的实力不如一语 只能合作 这也是各国共同认定的事情 所以 见到乱跑会说话 或者长在奇奇怪怪的动物 不要太激动 石龙说完后 众人也是十分听话的 点了点头 只有温俊眼中带着些许的不甘 温俊的眼中 则是带着些许的难过 温俊是因为自傲 对于杀人的海族不爽 温俊则是很难过 自责 因为他清楚地明白 双方本来就是杀与被杀的关系 说来说去 也是他们判断失误 只是重新提起这件事 他还是难过 吴生看到这一幕 也没说什么 有些事情是走不出来的 只能用一件件事情掩盖 石龙又说了些事情 而后就让众人离开了 其实说实在的 他真的没什么好教的 这些学生全部是后天进化者 吴生属于是一直在一线 虽然杀的不多 但是他是最先接触抑郁的一批人 而剩下安城的一些人 则是因为资源和现在灵能 愈发浓郁的原因 境界也长得快 而且也是因为进化学院 故意地向着一些境界跟不上的人 倾斜了很多资源的原因 就比如上官兄妹 他们来安城的时候 就给过资源让他们修炼 两个人天赋也不差 加上灵能的问题 所以修为长得快也正常 现在全国的资源 基本上就两个地方倾斜 进化学院还有生肖组织 我来说几件事情 第一 上官兄妹他们的爹是入坠的 他们比吴生小一岁多 吴生是因为上学晚 但是成绩好 后续被他妈妈安排到了一起 第二 吴生的修为问题 吴生的变强方式主要是略夺 但是第一次标记日之后 抑郁出现的频率并不高 哪怕是十年下来 他杀的也并不算多 而且灵能浓度不高 加上本来就有修为限制的问题 后天序列者是继承 他们觉醒就有修为 只是高于低而已 而且 男主不是唯一一个 在第一次标记日就觉醒的孩子 只是他很特殊 他修为慢也是有原因的 后续会说 不要急 第57章 南疆篇 1 在吴生他们上课的时候 银虎回到了生肖组织中 欧阳博士 您怎么来了 欧阳博士站起身后解释道 来拿点东西 顺便了解一下吴生的情况 银虎点了点头道 明天他们会去南疆 不出意外的话 大概率会碰上 欧阳博士点了点头 资源分发的怎么样 全部安排好了 除了临近突破的时候 陈龙会给他 其他的时候 全部会集中给其他人 欧阳博士点了点头 而后转身离开 两人就这样聊得云里雾里的 让人摸不着头脑 银虎看着欧阳博士离去的背影 眼中突然涌现出些许的复杂之意 这样会不会不太好 你我都在局中 我们连自己都算进去了 又何故在意这些 成功与否 上天自会安排 欧阳博士说完后就离开了 整个人看上去高深莫测 银虎也是无奈地叹了口气 然后处理起来了自己的事情 而这时 远在昆仑山的一个丛林中 几道巨大的身影在聊着什么 找到了吗 找到了 在南疆 刘穷其余山中 其余妖众跟我走 那几道身影说完后 就飞入高空 朝着某个方向急迟而去 另一边 无声也结束了他第一天的课程 在和温西吃过晚饭后 他就被成龙带走了 带你去宿舍 明天早上六点 你们就要起床去南疆一趟了 这一次的南疆标记点不多 但也算是你们第一次合作遇敌 你这个老油条 可要好好地代代他们 成龙半开玩笑 半认真的说道 嗯 只要他们听从安排 我会尽力不让他们死掉 无声点了点头 成龙的话 某种意义上算是一种任务 哈哈 没必要这么紧张 回宿舍吧 你的宿舍没有摄友 知道你不喜欢和别人一起 成龙拍了拍无声的肩膀 而后带着无声走到了一个门前 好好消息 将钥匙递给无声后 他就离开了 而无声也打开门走进了房间中 房间内和无声想的也大差不差 一张床 一个桌子 一个卫生间 就是个普通的房间 无声将自己的东西 从玉环中取窗后放在了柜子中 而另一边 温西也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他的身边摄友 一直在问他无声的事情 小夕 你是不是和那个无声认识啊 居然比天骄大哥还厉害 就是啊 之前只是听说过 进化者中有个战力极为强横的家伙 这第一次见果然名不虚传 就是性子有点冷 没有我大哥那么开朗 薛元荣和王斌 把温西夹在中间问道 嗯 之前他救过我和我哥 算是很熟的人了 温西点了点头 而后回到了自己的床上 哇 英雄救美啊 那你这几天 是不是一直在和他聊天啊 刘灵笑着打趣道 对啊 那小夕 你是不是得以身相许啊 摄友们的调笑声瞬间让温西红了脸 他转过头根本就不理他们 不知道是不是上学的原因 无声一到床上就睡着了 眨眼间就来到了第二天 六点钟 大家准时起床 准时走出了校门 他们脸上充斥着激动之意 第一次执行任务 看来还是十分兴奋的 众人议论纷纷 而无声的身边 则是上官斩在跟着 因为无声的身边都是男生 上官轻荣也不好过来 而且最近他也挺烦的 上官同学 我给你准备了点吃的 要不要尝尝 少年的脸上洋溢着舔狗一般的笑容 上官轻柔文言礼貌道 不好意思 我早上不太吃饭 减肥 说完后就朝着女生的队伍中走去 少年文言眼中也闪过些许的暗淡之意 不过很快就消失不见 情这种东西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 薛元天娇走到了无声的面前 脸上带着笑容 无声兄弟 这是我们第一次出任务 希望你能带我们走向正确的道路 毕竟这三十人的队伍也不好带领 不过放心 我会帮你的 无声听到薛元天娇的话 脸上也是露出些许的笑容道 放心 作为领队 如果真的出现必死之局的话 至少在我死之前 我不会让你们死的 无声也给出了自己的承诺 好 如果真到了那个时候 我薛元天娇必定随你而去 薛元天娇嘴角扬起笑容 依旧充满自信 好了小子们 别聊了 先说好啊 学校包的飞机七点起飞 没有钱给你们整什么交通工具 我相信你们这群小子也不缺钱 嘴角想办法跟上我 石容站在最强方大声喊道 而后手臂上的御环闪烁光芒 一辆摩托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摩托和无声的一样 不过颜色上有所区分 是灰色的 无声的是暗红色 小子们 跟上了 石龙跨上摩托 而后发动油门就冲了出去 无声见状也是从御环中 取出了自己的摩托 你们两个要不要跟着我 无声看着上官展问道 不用了哥 这是老师布置的任务 我们也不能一直躲在你身后啊 上官展笑着拒绝了 他而后到路边扫了辆电动车 机场不远 时间足够 无声点了点头 上官展他们看来也成熟了一点 至少没有了之前那种娇气 无声拧动油门 而后朝着石龙离开的方向 跟随而去 然后就是富二代们 展现超能力的时刻了 一个个的拿出电话 开始召唤司机 更有离谱者 直接从御环中 掏出一辆汽车 没错 这个离谱的家伙 就是温俊 说起来 学校给所有人都配备了御环 不过只有储存能力 没有和无声一样的 展开疆域的能力 无声也感觉怪怪的 据说当时发育环的时候 就准备了29个刚好 也不知道是忘记发他的了 还是知道他本身有 无声更倾向后者 而伴随着众人的离开 学校中 陈龙站在窗口 看着远去的少年 眼中也带着些许的复杂 未来还是你们这群年轻人的呀 加油吧 天地 据消息 进化学院后天进化者 全部前往了南疆 包括魔刀 在一片荒漠中 一座白玉天宫 凭空出现在此地 天宫占地有数千平方米 外界被一种奇怪的屏障包裹 里面有很多人 包括之前的四大天王 不过现在只剩下三大了 最上方 一个男人高坐在王座之上 俯视着下方的众人 嗯 妖族也出发了 三天王 你们去挥挥你们的老朋友吧 顺便把聚灵神带去 是 这一次 我们一定要让那个该死的魔刀 有来无回 去吧 帮帮妖族 那所谓的天地摆摆手 漆黑的瞳孔中 仿佛有万千思绪 魔刀啊 第58章 南疆篇 二 众人准时地来到了机场 而后乘上了学校 专门为他们包下的飞机 安城离南疆还是挺远的 怎么说 也得在飞机上待上半天 众人纷纷寻好座位 温熙也没有主动地来找吴生 而是和自己的朋友坐在了一起 而吴生则是找了个角落坐下 飞机上的位置很足 吴生一个人待在角落也很安心 上官展本来是想过去跟着吴生一起的 但是看到吴生直接闭上了眼睛 想了想也就没过去 时间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过去 而吴生也在经历着刀铃的折磨 漫画书看完了 你再看几本让我从你记忆里面复制一下 诸神抱着吴生的大腿 大吵大闹 之前不是看了很多吗 怎么还要看 吴生感觉很头疼 他真的不喜欢看那些漫画书 但是诸神喜欢看 诸神又是从他记忆中提取的 一旦看腻了就愁 我不管 我不管 谁让你修为提升那么慢 还有 多吃点好吃的 薯片什么的都吃腻了 我要吃辣的 我不要 我不喜欢吃辣的 吴生毫不留情地拒绝了诸神 啊 我不管我不管 你给我吃 我要吃 诸神满地打滚 吴生看着这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刀铃也是 特别无奈 你一个都不知道多少岁的老东西 怎么跟个小孩子一样 你又不遵老挨幼 我出了撒泼打滚 还能怎么办 诸神里直气壮道 吴生一脸无语 行行行 我一会就去看 辣的免谈 你吃甜的就行 一个刀铃是这么多 什么意思 你看不起刀铃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 我要跟你单挑 诸神顺从地上爬起来 伸出手指指着吴生 你再说话 我出去拿诸神刀砍臭豆腐 吴生淡淡地说道 而诸神听到吴生的话 也瞬间变了脸色 哎呦 你怎么这样 那臭豆腐臭死了 我可是神兵魔刀 你怎么可以让我 斩那种误会之物 老实点 我有空就看 别催 吴生说完后 就离开了刀铃的空间 而诸神见吴生离开后 也是气鼓鼓地 拿出漫画书 躺地上看了起来 身边还放着奶茶和各种食物 活脱脱的就是个肥宅 而外界的吴生也睁开了眼睛 他有些无奈地掏出手机 而后在网上搜寻一些漫画 刀铃是个二次元 他也很无奈 有好多次这个家伙 看到结局不好看 扬言要让吴生去樱花国和棒子国 去砍死作者 吴生快速地翻了很多个漫画 而后闭上了眼睛 本来是想睡觉的 结果被诸神吵醒 安安静静地度过了几个小时 众人也终于来到了南疆之地 而此时时间也来到了夜晚 吴生看着漆黑的天空 而后将目光放在了石龙的身上 别看我 蓝江这个地方有十二生肖 你们要去的地方不远 我在手机上给你们标记位置了 你们是打算直接过去 还是等等都随意 接下来的行动 由你们自行指挥 是听吴生的 还是怎么弄 你们都随意 石龙说完后就离开了 而吴生看着这二十九个少年 也是有些头疼 他没想到 石龙会直接做甩手掌柜 我们直接过去吧 我可以开疆域 这次我们三十个人来证明 这次的标记点强度不弱 我们直接过去守着 你们怎么看 吴生开口问到我没意见 早点结束早点离开 说不定还能趁机休息一天呢 南疆我还没来过呢 轩辕天骄同意了吴生的提议 而这里的人 基本上也都是以轩辕天骄为主 只有少数的几个人是听吴生的 吴生见状也没说什么 直接拿出手机朝着某个方向走去 而这时 在南疆某个背靠大山的村庄中 一个少年一脸悲伤地 跪在一个木板立起来的坟墓前 在坟墓前待了一会后 少年收起了脸上的悲伤之意 朝着村庄中走去 另一边 吴生看着前方扭曲的空间 面色冷了下来 到了 说吧 吴生展开了玉环的疆域 伴随着一个新红色的空间出现 众人被拉进疆域中 不少人一脸惊奇地看着周围 烧起熊熊烈焰的空间 看样子也是第一次见 各位 这次的标记点强度并不弱 所以都多加小心 尽量一个主攻一个掩护 不要受伤 吴生大声地嘱咐道 而后换出诸神 众人也是显现出序列异能 一个个地看着前方的空间通道 充满着战意 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 伴随着一道战吼声出现 吴生大喊道 来了 备战 而伴随着吴生的话音落下 前方一个个巨大的身影 出现在了此地 蓝星人 为首的是一个狼人 他们通体幽蓝色 双手的爪子极为锋利 身高二至四米的都有 修为也普遍在进化五阶 最强的那个进化七阶 整体实力不如吴生他们 但是数量很多 细数下来也有五十多只 废话就闭嘴吧 先吃我一刀 吴生没有丝毫的废话 一跃而起 分尸 令人胆寒的杀意在空间中弥漫 这杀意让众人毛骨悚然 但是也开始热血沸腾 为了抑郁 为了孝月一族 为了抑郁生灵 杀 嗷 伴随着一声声狼嚎声 为首的狼人 直直地朝着吴生冲去 兄弟们 对方如此热情 我们又怎么能不敬敬地主之意呢 众声听练 轩辕天骄气势十分的高涨 他悬浮在空中 抬起手朝着前方伸去 宛如下令的帝王一般 火焰和雷霆 开始出现在他的身边 金龙咆哮着 朝着前方冲去 哥 我保护你 上官轻荣 朝着跃跃欲试的上官斩喊道 好 上官斩点了点头 手中出现一本古朴的书 伴随着书页的翻动 他也发动了自己的异能 术法八卦 梨位 火龙卷 伴随着上官斩的抬手 一道数米高的火焰龙卷 朝着前方轰去 被卷入火焰中的狼人 发出了哀嚎 月神 朝夕 不远处的温熙 一头银白色的长发 手中的圆扇 绣着一个月亮 伴随着他随手一扇 一道宛如瀑布般的银白色栗子 朝着前方吹去 被触碰到的狼人 仿佛遭受了什么重物击打一般 捂着自己被触碰的位置 一脸痛苦 血裂014 月神长息 而另一边的温俊 也是一头金发 宛如火神一般腾空而起 手中的经验 将和他战斗的两翼御者 烧得苦不堪言 那和无声战斗的狼人 也是面色难看 此刻的他也十分狼狈 身上都是刀痕 爪子也有些顿了 还在担心其他人吗 无声瞬间栖身而上 长刀直接斩向对方 怎么样 要不要告诉我些情报 我考虑放过你 无声的面色如常 仿佛根本就没有发力一般 诸神死死地将对方压制 可以啊 就是你们蓝星人覆灭之时 狼人也是十分硬气 大声怒吼 是吗 不管谁覆灭 你都看不到了 因为你现在就要死 说吧 无声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 诸神也泛着红光 分尸 又是一刀分尸 无声的身影化作刀器 传过对方的身体 伴随着狼人一分为二 无声转头 杀向了其他抑郁者 第59章 南疆篇 3 伴随着众人的冲杀 50多头狼人 很快就被众人击杀完毕 而众人最严重的伤势 也不过是轻伤 看着众人脸上的自得 无声也是点了点头 不得不说 后天净化者 在某种意义上是 完全碾压这些先天异能者的 说起来 无声也挺好奇的 异域会不会也有所谓的后天异能者 无声拿出手机 给食龙发了条消息 杀完了 之后怎么办 食龙也很快就回复了无声 消息一晚上 而后去一趟一个名为 鱼米之乡的农家乐 他们那边据说出现了妖族 你们去想办法 把那些妖族驱赶 顺便确定一下 那群妖族是否杀过人 杀了人 你们可以就地处决 无声看着食龙的回的消息 而后转告给了众人 众人点了点头 而后退出了疆域 解散吧 明天到鱼米之乡集合 自己找地方住吧 无声说完后 就打开地图 就进找了家酒店 而后开着摩托车就过去了 众人也纷纷结伴行 上官展带着自己的妹妹也离开了 无声找了个酒店开了个房间 而后洗了个澡 就回到床上了 打开手机 温熙的消息依旧是在最上方 发了好几条 怎么样 有没有看到我战斗的样子 是不是英姿飒爽 无声看到这条消息 嘴角勾起一抹笑容 而后打字 看到了 是很英姿飒爽 很厉害 嘿嘿 你也很厉害哦 早点睡觉哦 我要洗澡去了 好 晚安 和对方道了声晚安 无声又看到了引虎的消息 你现在在哪里 南疆的入狱者 处理完了吗 修为有没有提升 处理完了 现在南疆 明天说是 要去一家名为 鱼米之乡的农家乐 修为的化灵界点 需要一个契机 或者斩杀一个 同境界的家伙 引虎很快就又回了个消息 有确切消息 你那边有天庭的人 而且也是要去 你那个什么鱼米之乡 你自己注意点 情报显示 是上次逃掉的三位天王 还有一个后天进化者 序列200 亦能聚灵神力 修为在进化八街 好 办公室中 引虎看着无声回复的消息 眼中闪过一抹愁容 亮起的电脑屏幕 照亮他的脸庞 而那屏幕中 也显示着一些信息 序列200 聚灵神力一级 序列003 无声见引虎没有回消息 也就将手机关上了 而后就闭上眼睛睡觉了 说起来 他最近睡觉的频率 越来越高了 不过也没什么办法 他睡得都不太安稳 感觉怎么睡都不舒服 所以睡的频率也长了 第二天 无声看着面前的 寥寥树人 皱了皱眉头 人呢 温熙和上官轻荣 有些不好意思道 我摄友 我摄友说 妖族不是说同盟了吗 他们觉得不会有事 所以就去逛街了 温俊和上官展 也有些尴尬道 他们说 南疆美女很漂亮 说去见识一下 薛元添娇 则是没怎么在意 好了 既然来了这些人 就先用着吧 等事情完成了再找他们 毕竟我们两个都在 要是连我们两个都出危险了 他们大概率也要出事 无声点了点头 而后语气有些微冷道 不管怎么样 等回去再算账吧 再怎么样我好歹 也算他们的队友 这样不顾队友的安危 我觉得 可能需要换种方式立位 薛元添娇耸了耸尖道 随你了 反正我来了 最后一共也就来了六个人 上官兄妹 温家兄妹 还有无声和薛元添娇六人 其实无声有些觉得 薛元添娇 估计是坑了他摄友 毕竟以昨天的观察来看 他身边的人 还是很听他的话的 他要来那群人 怎么可能不来 要么就是薛元添娇 忘了告诉他们 要么就是故意的 人皇异能 却没有人皇的那种责任感吗 无声在心中默默地想到 他似乎有些明白 为什么要把这些 后天进化者放在一起了 目前看来 他们这些人的性格 多多少少都有点缺陷 先走吧 那个鱼米之乡不远 很快 六人来到了所谓的鱼米之乡 看着面前背靠大山的村庄 无声眼中带着些许的疑惑 这个村子 大哥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上官展有些好奇地问道 村庄好繁荣啊 温熙感慨了一句 确实 至少在目前无声的视线中 这些人全部是肥头大耳的人 就好像常年食肉的家伙 他们满脸红光 看样子生活得十分幸福 也没有什么茅草屋之类的 全部那种好几层的小楼房 门口停着辆比较好的车 来来往往的人 戴着金项链 手表 看上去很有钱的样子 而最前方 则是一个巨大的山庄 上面写着 鱼米之乡 农家乐 而在此刻的大山中 一道沙哑的声音 在森林中回荡 净化者 一个少年 仿佛也察觉到了什么 将目光放在了村口 奇怪 第六十章 南疆篇 四 无声在走进村庄后 就被周围人聊天的内容 吸引过去了 哈哈 听说今天有大补汤喝呢 九千九百九十九元一碗啊 是啊 朱老板 你也是冲这个来的吗 是啊 毕竟一个月就一次啊 轩辕天骄 嘴角勾起一抹笑容道 这地方还真是有意思啊 大补汤卖这么贵 人还这么多 看来这地方这么繁华 不是没有道理的 一旁的温骏也点了点头道 我也觉得 去看看吧 我也想见识一下 价值九千九百九十九的大补汤 是什么样子的 说吧 六人跟随着人群 朝着山庄中走去 山庄的门口 一个个穿着靓丽的美女 迎接着客人 而无声见状 也是找到了一个服务员问道 你好 我想问一下 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 还有那个大补汤 是什么材料做的啊 服务员见无声几人 也是气度不凡 以为是谁家的小少爷 慕名来游玩的 于是也是笑着介绍道 就是兔子 山鸡 还有鱼 全部是我们这里 用后面的大山养的 吃的饲料也都是药材配的 大补汤 更是用野山餐 加上各种名贵药材煮的 无声点了点头 而后和对方说了声谢谢 进去看看吧 无声带着几人 挤进了人群中 而此刻 在大堂中 一个大富翩翩的 从厨师正面录笑意的 站在中间 他的面前 是一口巨大的锅 锅中则是一大盆金黄色的浓汤 还能看见 有各种肉类混杂其中 以及人参等药材 周围的人 一脸贪婪地看着这一锅汤 眼中满是欲望 各位老板不要急 还是之前的老规矩 一人献一碗 一碗9999 大补汤 喝了之后强身健体 延年一瘦啊 厨师宛如一个推销的家伙一般 大声地吹捧着这锅香飘 四溢的浓汤 好像是什么绝世神药一样 温熙靠近无声小声道 闻着挺香的 但是这也太扯淡了吧 无声也点了点头 确实有点扯了 而这时 无声的身边有个老板 好像听到了他们俩人的聊天 哈哈 小伙子 这种功效确实有些扯淡 但是来这里的人 也不是冲着他的功效来的 我告诉你啊 这汤功效先不说是不是真的 但是那味道 却是极其鲜美 世间罕有啊 我老猪也是个老涛了 但是每个月就指着这一口呢 朱老板脸上带着笑容 说着说着 还流出了口水 哦 那我倒有兴趣尝尝 温俊的脸上露出一抹感兴趣的神色 而后朝着前方大喊道 这个汤什么时候能卖 厨师听到温俊的声音也是大笑道 哈哈 看来已经有小哥有些迫不及待了 不过不要急 半小时后即可开锅 哈哈 小兄弟 这个汤可是限量的 想要预定都预定不到 更何况你们这些限来的 朱老板在一旁笑着说道 而无声在此刻 却将目光放在了人群中 无声的瞳孔微微泛起鸿芒 而其他人也察觉到了无声的异常 大哥 怎么了 上官展有些好奇地问道 天庭的人 无声说完后 众人也瞬间跟随着他的目光 朝着远处看去 而在不远处的人群之中 四个男人正一脸杀气地看着无声 三大天王 还有一个身高两米的壮汉 四个人十分显眼 不能在这里出手 温俊抓住无声的手臂说道 我知道 而这时 远处的男人对着无声 扯出一抹笑容 而后伸出手指了指外面 示意无声出去 哼 无声冷哼一声 而后走出庄园 其余人则是跟在身后 警惕地看着不远处的四人 魔道啊 还在为龙国卖命吗 他们还是舍不得给你资源吗 壮汉开口就道出了无声的身份 并且说了一段莫名其妙的话 你就是聚灵神 怎么 精华八阶给了你很大的勇气吗 直面我 无声的话充满着寒气 两队人马中间仿佛有一颗炸弹 随时都准备爆炸 别叫我聚灵神 我叫官吏 要不你加入我们吧 你看看 你辛辛苦苦修炼十年 才精华八阶 再看看你身后的队友们 一个个的资源用到手软 修炼这么点时间 就比你几年的时间还快了 官吏完卫地说道 而他身后的三大天王 也是发出了嘲笑声 是吗 那要不我们出去打一场 无声并没有被对方的话影响 而是嘴角含笑地说道 这可不行 我们可不是来打架的 只是来倒个乱而已 放心 只要你们不对我们出手 我们也不会伤及无辜 官吏笑道 说完后 就带着身后的三天王离开了 无声目送着他们离去 想要跟上去 但是想到这次的任务 却又不是击杀天庭的人 于是又停下了脚步 要不我把人全叫回来 轩辕天骄朝着无声见一道 先不吧 这个大山应该不太简单 如果连天庭都出动的话 我们就不能离开了 而且人多的话 有时候不一定是好事 先把这里的任务处理一下吧 听到无声的话 轩辕天骄也不抢求 而一旁的温习眼中 却带着些许的思索之意 而这时 山庄中传来一阵嘈杂之声 伴随着众人的惊呼 一道极为浓郁的香气 飘散在空气中 让人心神陶醉 不得不说 这大补汤的香味确实罕见 我长这么 大都没闻到过这么香的味道 温骏深吸一口气 而后由衷地赞叹道 一旁的其他人 也是点了点头 确实 这个山庄确实有些水准 无声看了看时间 而后对着众人说到 先吃点东西吧 然后问问这里的人 怎么样进入山庄 好 几人回到了山庄中 看着里面的人 面前的一小碗汤 也是不由地感慨的 不得不说 真的有一手 看着平平无奇的山庄 居然能做出这种美食 而温骏则是靠近了无声 而后好奇地问道 你认识天庭的人吗 无声一愣 他有些猛地看着少女 你怎么这么问 因为我看他 好像就是静止来找你的 目标也太明确了吧 众人听到温骏的话 也是有些好奇地看着无声 天庭的前身是自然组织 自然组织 就是各国的一些进化者组织的 而每个国家 都会有几个后天进化者进入其中 龙国这里有很多 第一批培养的后天进化者 也进入了 他们是知道我的 那边有位置 我们去坐吧 顺便打探点消息吧 第61章 南疆篇 五 伴随着菜品的上棋 无声他们看着面前的菜 也是有些疑惑道 看起来就是普通的山笋炒鸡呀 怎么会那么贵 尝尝吧 说不定味道很好呢 无声说完后 就端起碗开始吃饭 众人见状也纷纷地吃了起来 不过在东西入口了几人 就皱起了眉头 一般 很一般 肉质确实好得出奇 但是这个手艺很一般 做得有些不伦不类的 还有盐栗子 温俊有些无语看着笋干上的盐栗子 而上官轻荣也开口道 是的 那个汤那么香 但是这个跟没什么味道一样 而无声却没多在意 他本来就不是主要来吃东西的 你好 能问你们件事吗 无声将服务员招呼了过来 你好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我们想问一下 你们后面的大山可以进去吗 服务员听到后点了点头笑道 可以的 但是价格会有点贵 五千元一天 里面的猎物可以自己带走 众人一愣 我去 你们这农家乐还挺挣钱啊 温俊有些惊讶地说道 他确实是没想到 一个游玩的地方要五千的门票 还不是什么有名的地方 也并没有 因为山里面也有很多药材 说不定几位就能在里面 挖到什么人参之类的珍贵药材呢 服务员无嘴轻笑 无声点了点头 而后超级煎熬着对方到了声线 哥 你看那边 好大 上官轻荣突然对着无声和上官展说道 而后一脸惊讶地看着某个方向 无声一愣 而后转头看去 只见一个男人 正捏着一个硕大的鸡腿啃着 那鸡腿就是从汤中捞出 还带着些许的金色汤笛 看上去极为漂亮 最主要的是 那鸡腿的体积 都比火鸡腿大了很多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说不定是鹅腿呢 上官展有些无奈地 看着自己的这个妹妹什么吗 不是说 这里只有鸡鱼兔吗 哪来的鹅呀 上官轻荣 有些不开心地说道 好好好 你说得对 而无声却是皱着眉头 看着那男人撕扯着鸡腿 不知道为什么 他感觉有些不太舒服 小子 是怨气 你小心点 这片山庄的怨气很大 突然 无声的脑海中 诸神的声音响起 怨气 有鬼啊 电视剧看多了吧你 哪来的鬼 我只是说有怨气而已 就像你身上封印的负面情绪一样 会让人不适合倒霉 但是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不过这山庄这么大的怨气 你可得小心点 别吃人血馒头了 诸神有些无语地说道 而后就没再说话了 你们吃得怎么样 无声和诸神对完话之后 看着几人问道 我吃完了 这味道太一般了 没什么胃口 温俊放下筷子说道 温熙等人 也是放下了手中的筷子 等待着无声的下闻 我们进一趟山吧 这个山庄不太对劲 无声站起身说道 众人闻眼也是有些疑惑 不过还是跟在了无声的身后 大哥 这山庄哪里奇怪了 上官展好奇地问道 而走出山庄的无声 也是开口道 诸神感受到了一股 很强烈的怨气 就好像是被诅咒了一样 但是又不会危及生命 无声的话让众人一愣 一旁的温熙 突然想到了电视剧中的各种剧情 莫非这是个拐卖的村子 又或者他们杀人了 众人闻眼一脸奇怪地看着他 那个 最近有时候刷短视频 会刷到这些 温熙面色一红 有些尴尬的 不确定 但是先去山里面看看吧 先把腰弄走 再想办法调查一下 我觉得也是 还有天庭组织的人 到时候可能会起冲突 薛元天骄 也十分同意无声的想法 众人就这样朝着山中走去 很快 几人来到了一条小路上 众人一脸奇怪地 看着前面的安检门 我靠 这么专业 上官展也忍不住抱了句粗口 这哪里是什么农家乐呀 景点吧 先进去看看吧 无声带着众人走向了入口 你好 门票五千 请问怎么支付 门卫一脸笑容的合法抢劫 让人心计 众人纷纷拿出手机付了款 而后过安检 你们这个安检 是为了干嘛 不让人带武器 温俊没远助地问道 一方面 最主要的是 防止有人带一些毒药之类的化学物品 进山污染环境 门卫微笑着解释道 众人也是点了点头 走进大山中 里面有很多人在埋头找着东西 也有人走入丛林中 希望打出一些野味来玩玩 山里面这么多人 我们怎么弄 轩辕天骄看着无声问道 没感受到山里面有什么奇怪的气息 分头行动吧 我一个人一组 你一个人一组 温俊温谢 你们两个人一组 上官展和上官轻荣一组 好 无声的分配很合理 无声和轩辕天骄两个人实力最强 单独行动 其余的四人则是朝着其他方向去 一个小时候 不管有没有发现 我们都回到这里先会合 无声嘱咐了一声 而后朝着一侧方向走去 众人就这样分散开来 而此刻 这座大山的某个洞穴中 几只动物正聚集于此 老狼 进化者来了 而且实力威压很强很强 至少我们不是对手 怎么办 一只接近三米多高的白毛猴子 正一脸凝重地看着身旁 匍匐在地上的巨狼问道 按照计划形式 这次 我们必须成功 也必须拖住 老狐狸 你能撑几天 如果不被发现的话 三天 灰色毛皮的狐狸开口说道 行 这几天你用老龟的壳躲起来 只要撑住三天 计划就赢了 巨狼说完后 从地上爬起 而后朝着外面的洞穴走去 伙计们 再会 巨狼一步一步地朝着洞穴走出 阳光照射在他的脸上 那狼头上少了一个眼睛 也少了一只耳朵 第六十二章 南疆篇 六 和其他人分开后 无声朝着森林中走去 他看着前方的密林眼中有些凝重 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心中总有些不安 好像会发生什么一般 沙沙沙 这时 一阵稀稀疏疏的声音从前方传来 好像有人在踩着地面的枯枝 朝着无声走来一般 紧接着 一头两米多高 四米多长的黑色巨狼 出现在无声的眼前 无声皱着眉头 看着前方只有一只眼一只耳的狼 身上不自觉地散发出杀气 进化者 你好啊 巨狼口吐人言 语气满是玩味 妖族 山中的妖就是你吗 话语间 无声的瞳孔变得心红 右手凝聚出诛神 你要杀我吗 我可没吃人哦 你要破坏妖族和人族间的合约吗 巨狼的语气 有些许的玩味 只是那一条巨大的尾巴 不知道在何时 已经卷到了腹下 而无声也并没有在意这些细节 反而是听到对方的话后 收起了长刀 既然你不吃人 为什么要在这里待着 你脑残吗 我家住这里 我不在这在哪 出来密个时 碰到个脑残 真晦气 巨狼那紧盛的瞳孔 露出一抹人性化的不屑 而无声还真没办法反驳他 无声 对了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 瘦巴拉几和你差不多大的少年啊 突然 巨狼话锋一转 朝着无声抛出一个问题 嗯 什么少年 无声一愣 而后好奇地问道 不知道算了 找饭吃去 巨狼撇了撇嘴 而后转身离去 无声看着巨狼远去的背影 也是陷入了沉思 第一次碰到会骂人的狼 让他有些猛逼 而在另一边 温熙和温骏 此刻正和一个白色猴子打了起来 那巨大的白色猴子 手持一根木棒 朝着温骏砸来 金屋剑 金色的长剑 凝聚于温骏的手中 伴随着一道剑气展出 木棒被直接一分为二 巨猴剑撞 双手合十 想要挡住剑气 碰 剑气产生的冲击力 直接将其轰飞数米 巨猴用凶狠的目光 死死地盯着 躲在温熙身后的少年 眼中满是杀意 小子 你给我等着 说完后 就朝着丛林深处跑去 温骏健壮 也并没有追击 而是看向身后的妹妹 和少年问道 没事吧 温熙摇了摇头 我没事 说着 转头看向了身后的少年 少年穿的一身灰色运动服 黑色的运动鞋 长得很漂亮 没错就是漂亮 能明显地感觉到 他是男生 但是一双单缝眼 配上薄薄的嘴唇 看上去极其邪魅 而一双漆黑的瞳孔 又极其地深邃 吸引人 你没事吧 温熙问道 没事 谢谢你们 少年的声音略带沙哑 好像很久没说话一般 但是很礼貌 温熙健壮 也是松了口气 他刚刚和温骏走到这里的时候 就发现 那只白色的猴子 在追着这个少年 差点把少年打死了 你叫什么名字 温熙好奇地问道 王二狗 啊 温熙一脸怪异地看着少年 很难想象 长这么漂亮的孩子 却有这么离谱的名字 小妹 我们先回去吧 我怕那头妖怪又冲出来 温骏警惕地环顾四周 而后朝着温熙说道 好 我们先把他送回去 说吧 两人带着王二狗 朝着山下走去 而此刻的时间 也已经到了下午一点 过了一会 吴生见时间差不多了 也就朝着原路返回了 这是 吴生看着温熙身边的漂亮少年 有些疑惑道 一个被妖怪追杀的少年 我们在路上救下了他 本来是想送他下去的 结果他死活不愿意 好像是被吓到了 温骏有些无奈 少年在说完自己的名字后 就没说话了 一直跟在他们两个人身后 哪里都不去 被妖怪追杀 吴生一愣 他突然想到了那头巨狼说的话 而后认真地打量起来了少年 他发现少年确实很瘦 你为什么被那些猴子追杀 吴生走上前问道 可能是吴生的语气 有些太过冷淡 也可能是被吓到了 少年的脸上 突然露出惊恐的表情 而后朝着某个方向冲去 喂 你去啦 温骏见状连忙追了上去 温骏和吴生对视一眼 而后也连忙跟了上去 很快 众人来到了一个巨大的瀑布前 那瀑布中 有很多人正围在一起 他们一脸愤怒地讨论着什么 这头该死的乌龟 居然差点让我死在河里 回去就顿了它 男人此刻浑身湿透 衣服破破烂烂的 身上也到处是伤痕 腿上还有一个巨大的牙印子 不过伤口不深 只是溢出来了些许的血液 轩辕添娇和上官斩兄妹 正在此地观望 看样子已经看了很久了 而温骏看着停下来的少年 也是松了口气 你不要乱跑啊 这里很危险的 温骏语气温柔到 眼前的孩子也就十五十六岁的样子 虽然和他差不多大 但是他还是得保护对方 因为他是进化者 吴生和温骏也来到此地 他们倒是第一眼 看着前方的轩辕添娇他们 你们在这干嘛呢 温骏好奇地问道 哦 这里是钓鱼的地方 有人钓到了一只老大的乌龟了 还给钓鱼的人拖谁里去了 差点给人弄死 轩辕添娇说着 指了指前方围观的人 吴生和温骏也是愣住了 那乌龟确实无比地巨大 只是现在已经死了 光是身长就有一米多 不过那乌龟可有点小 感觉有些不伦不类的 这么大 这是什么百年老王八 还不是妖 这也太稀奇了吧 温骏也连忙上前凑了凑热闹 一脸惊奇地说道 而那被乌龟拖下水的男人 还在不停地踹着 已经死掉的乌龟脑袋 吴生皱了皱眉头 而后走上前 看着男人开口道 这乌龟你卖吗 不卖 老子不缺钱 不吃了这该死的乌龟 难解我心头之恨 男人说完后 就招呼人 把巨大的乌龟抬走了 嘴里还直呼晦气 温骏这边 少年看着被带走的巨龟 突然开口了 姐姐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温骏一愣 而后笑道 当然可以啊 乌龟错了吗 啊 温骏一愣 他有些不明白 对方什么意思 乌龟要是把那个人 拖入水中吃了 是乌龟的错吗 应该 是吧 温骏有些不确定地说道 可是 鱼是因为肚子 饿了觅食而吃 这是自然规律 那人呢 他为了什么钓鱼呢 温骏听着少年的话 他呆呆地看着少年的侧脸 他想说什么 但是却说不出口 乌龟错了吗 他是因为生存而吃鱼饵 吃鱼 吃人 他不吃 他会饿死 人是为了什么钓鱼呢 单纯的为了开心吗 难道只是因为 乌龟让人不开心了 他就是错的吗 他就该死吗 这 温骏的瞳孔放大 他只觉得 少年的话说出来后 他的心脏仿佛都慢了一拍 他张开嘴 但是却始终无法 发出声音 这时 大山中突然升起一抹浓雾 浓雾开始向外蔓延 一点一点地 开始将整个村庄包裹 第六十三章 南疆篇 七 让开 温骏还沉浸在二狗话语中的时候 吴声就冲了过来 吴声将温熙和二狗直接推走 而后手中凝聚出诸神 朝着上方一挡 砰 伴随着一阵巨大的轰鸣声响起 整座大山仿佛都震动了一下 烟雾散去 观力那五米多高的身体 此刻正举着一柄三米多长的斧头 砸向吴声两人的体型 完全不成正笔 诸神纤细的刀身 将那巨大的斧刃拦截住 吴声的身下 被巨大的力量砸出裂痕 好伸手 无愧魔刀之名 观力嘴角勾起一抹猙獰的笑容 而后再度挥动巨斧 上 伴随着观力的声音响起 他的身后 三大天王再度出手 增长天王手持长剑 直接朝着吴声刺去 小子 我今天就要为我弟弟报仇 哼 你们的对手是我 仁皇道 血缘天骄迅速反应过来 直接挡在了吴声的身前 金龙在此刻咆哮 他身体微微浮空 仿佛帝王一般 别冲动 这家伙是仁皇 你们这些仙天进化者会被天然压制 观力看到增长天王 冲向轩辕天骄呵斥道 知道的不少 可惜 晚了 轩辕天骄说罢 单手一抬 三天王的头顶瞬间被金光包裹 金光压制之下 三人发现 修为被压制到了进化六阶 仁皇道 凡仙天异能者均受其压制 无视修为等级 直接压制一小阶 压制范围是仁皇本身修为而增长 八卦术 坎位 洪流 另一边 上官斩首持八卦书站在瀑布前 而瀑布仿佛接收到了什么命令一般 直接朝着三天王的方向轰去 瀑布将三人包围在其中 其恐怖流速让人一时间无法冲出包围 温骏 一起上 轩辕天骄招呼了一声 而后率先出手 雷灵听令 神通 地言语 伴随着雷霆和火焰的灌入 三大天王的身体被禁数淹没 另一边 无声正压着观力打 因为体型庞大的问题 观力的速度对比起无声实在是太慢 加上力量也压制不住无声 就导致被无声当成猪崽在耍 分尸 无声见另一边战场已经收尾 也是一记分尸 直接斩了出去 魔刀 下次见 观力没有停留 手中的手环闪烁出些许的光芒 而后伴随着空间扭曲中 观力的身影直接消失在原地 而另外的一处战场 薛云天骄看着被烧得漆黑的地面 眼中带着些许的疑惑 空间之力 无声收起长刀 此刻他也突然发现 山中被一股浓雾包裹 而整片森林也陷入了寂静 秦蓉呢 温谢也不见了 突然 上观展大喊一声 而后面色焦急地朝着无声跑来 大哥 小容不见了 别慌 你先打个电话再说 无声十分冷静 而后掏出手机递给上观展 对对对 可能是因为战斗发生的太过突然 让上观展头脑一时间有些混乱 而另一边 本来准备开口的温骏 也默默地掏出了自己的手机 喂 小妹你在哪里 上观展见电话接通了 连忙开口道 哥 这个村庄被雾气封住了 走不出去 而且有村民被杀了 上观轻荣的语气有些焦急 上观展听到后连忙开口道 你呢 你没事吧 我和温惜都在这里 看到你们战斗处在优势 我们就下山疏散群众了 但是现在这里情况很复杂 电话那头 依稀传来了嘈杂的声音 声音中带着愤怒和恐惧 哥 我们先下山吧 小容在山下 说是有村民死了 听到出人命了 众人瞬间就惊了 无声皱了皱眉头 他转过头看向被浓雾包围的深山 眼中带着些许的凝重 怪事 四人朝着山下飞奔而去 而在此山的某个山洞中 一直蜷缩在龟壳的狐狸此刻 正散发着强烈的灵能 本该灰黄色的毛发 在此刻变得仿佛在朝着另一个颜色转变 老狐猎 老鬼走了 老狼也下山了 我也该走了 那猴子看着身后的龟壳 开口说道 嗯 三天 而在此刻某处的高空之上 几道巨大的身影正在飞行 几天后可以到达 三天 另一边 无声来到了村中 此刻的村庄被浓雾包裹 一群人正在愤怒地大吼着 时不时地还拿出手机发消息 报警 无声皱着眉头 看着地面死亡的人 而后看向了不远处 维持秩序的温熙和上官轻荣 怎么回事 温熙看见无声来了 也是连忙走了过来 面色凝重道 突然冒出来一头巨狼 杀了时来的村民还有游客 我和小荣 没能全部保护下来 说着说着 温熙和上官轻荣低下了头 有些自责 好了 不怪你们 谁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能联系到外界吗 可以 我联系了导师 他说 这浓雾是由生命能量凝聚的 三天后会自动解散 不会有危险 但是会让我们在里面迷失三天 温熙将食龙的话 原封不动地告诉无声 无声闻言皱了皱眉头 有些进化者的异能很强大 但是副作用也是极为恐怖 像这种以生命为代价的异能 制造出来的迷雾 可想而知 对了 你说巨狼 什么样子的 无声看向温熙问道 独眼独耳 修为在进化六阶 杀了人之后就躲进了雾里 不像是狩猎 更像是故意来杀人的 温熙将情报悉数告知了无声 而这时 突然 一个巨石突然从天而降 朝着无声这群人砸来 或者说是朝着众人身后的王二狗砸来 碰 轩辕天骄抬起手 一道同样大的石头 将那块巨石顶住 而后推向了不远处 周围的人 一脸惊骇地看着轩辕天骄 你 你们是进化者吗 有人语气颤抖地问道 没错 诸位不要慌 这个节节三天后 就会自动消失 这里面的生物实力不强 你们可以先行躲起来 只要食物和水源足够 我们会保佑你们的安全 轩辕天骄的话很有作用 可能是因为异能的问题 众人十分信服他 也没有过多的吵闹 而这时 在那迷雾之中 一道声音凭空生起 进化者 将你们身后的那个孩子交出来 不然 这三天里面 我会杀光这里的所有人 吴声一愣 这道声音很耳熟 是那头狼的声音 孩子 谁 就是你们身后的那个 吴声转过头 看向王二狗 而后指了指道 他 没错 把他交出来 不然我会杀掉更多的村民 虽然我打不过你们 但是凭借着雾气 杀死这些手无寸铁之人 还是绰绰有余 此话一出 不少刚刚亲眼见过巨狼杀人的人 瞬间惊慌了起来 而在巨狼说完话后 王二狗突然一脸恐惧 而后趴在地上抱着头瑟瑟发抖 第六十四章 南疆篇 八 众人看着瑟瑟发抖的少年 也是皱了皱眉头 吴声向前一步 后大声道 娇人 没问题 不过 你既然已经违反了妖族与人族间签订的合约 那么你也活不了 说出你 为什么要动这个人的缘由 我是情况将人交给你 身后的很多村民 本来是打算回家躲起来的 在听到吴声说 要将二狗交给对方的时候 瞬间脸色变了 他们纷纷对视一眼 而后一个老者点了点头 一群村民瞬间冲到了二狗的面前 不行 不能把二狗交给山里面的畜生 没错 不能把二狗交给他们 村民们挡在二狗的面前 面色坚定 温俊等人有些惊讶地看着这一幕 他们倒是没想到 这里的村民这么团结 送出去就送出去呗 难不成要拿这个小傻子的命 来换我们的安危吗 有经常来的旅客开口道 放屁 你再说一遍 我杀了你 这时 山庄中的厨师 露示着说话的那人 配合着脸上的横肉充满着压迫感 二牛 瞎说什么呢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开口呵斥 而后缓缓地走到无声的面前道 小哥 进化者我也是知道的 这个孩子真的不能交给他们 求求你救救我们吧 说着 老人家就要下跪 无声健壮伸出手 连忙抓住对方 放心 都是龙国人我肯定会救的 放心吧 对方的实力不如我们 不会有太大问题的 无声安慰了老者一番 然后继续朝着浓雾中喊话道 既然是妖 那么你应该明白 我们两个实力间的差距 你有自信在我眼皮底下杀人吗 说着 无声手中凝聚出诸神 周身也开始爆发出杀气 哼 那就试试 伴随着浓雾中的一声冷哼 紧随其后的是一个个 从天而降的大树和石头 天宫 看着朝着这边攻击而来的巨石 上官轻荣连忙 跑到村民的面前 凝聚出一个三米多高的宫殿须影 而无声刚准备朝着上方斩出一刀 这时 他突然感觉到了一股危险的气息 蹒跚 声音出现后伴随着一个巨大的斩头袭来 无声抬起诸神格挡 是天庭的人 轩辕天骄大喊道 而后一跃而起 准备向对方发动攻击 小心 温骏朝着半空中的轩辕天骄大喊一声 而后身后凝聚出火焰 朝着某个方向轰去 碰 突然 一道惨叫声响起 温熙转过头 看向身后的居民区 一头巨狼此刻正叼着一个村民 温熙眼中闪过些许的惊骇 声音从前方传来的 为什么会出现在他们的身后 巨狼的牙齿上沾满了鲜血 眼中充满着杀意 咔嚓 锋利的牙齿洞穿村民的身体 惨叫声响起 巨狼也转身冲入浓雾中 磨刀 天地的空间之力感觉怎么样 你猜猜他还能用几次 观力看向不远处杀气腾腾的无声调侃道 而后再度消失不见 另一边 温骏看着消失的增长天王 也是一脸愤怒 到底是怎么回事 轩辕天骄也从空中落下 他的眼中充满着凝重 空间之力 很强的空间之力 不过 这些天庭的人在搞什么 邦妖族 无声收起长刀面色难看 他还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 他转头看向 被众多村民围住的少年 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村子发生过什么 无声的语气很冰冷 他必须要了解到事情的真相 不然死的人只会越来越多 如果这群人实在是不说的话 无声会将那个少年丢给那头狼 没有理由的话 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无声不可能让其他人 给这个少年当替死鬼 这 最前方的二牛 语气有些迟疑 他将目光放在了身后的村长身上 如果你们不说的话 我会把他丢出去 我不能用他一个人的命 换其他人的 无声冷声说道 而其他人听到无声的话 也是表示支持 温惜等人也没有阻止无声的意思 因为提不出其他的解决办法之前 他们没有资格说话 唉 你们跟我来吧 我们进去说 村长叹了口气 而后带着众人回到了山庄中 我去听 你们在这里守着 有什么情况喊我就行 无声看着轩辕天骄等人说道 嗯 你去吧 外面我来看着 不会有问题的 轩辕天骄点了点头 温惜等人 也是围绕着村庄的入口四散开 防止那头巨狼出来袭击山庄 无声坐在凳子上 等待着前方的老者说话 而王二狗则是蹲在角落中又是笑 又是哭 跟个傻子一样 这件事情说来话长了 村长缓缓开口 讲述了这个村子的曾经 我们村子曾经是一个十分贫贫困的村庄 因为背靠大山 村里面的人都不喜欢种田 都喜欢去山中打猎 或者找名贵的药材 希望可以一夜暴富 但是暴富这种东西 又怎么可能会出现呢 直到后来 二狗的出生 说着 村长将目光放在了二狗的身上 这和他有什么关系 本来是没什么关系的 直到有一天 天空之上的月亮变得星红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那一天之后 我们的山中 突然出现了很多名贵的药材 村里面的老少爷们全部去采摘 直到有一次 碰到了山中的狼群 说到这里 老者突然面色痛苦 这突然出现的痛苦面色 让无声一乐 那一次 村里面的很多人被狼群包围 只有少数人跑了出来 那些狼不知道为什么变得体型硕大 攻击力也更加惊人 就跟一头头老虎一样 那一次 不少的老少爷们受伤和死亡 后来 王二狗的妈妈知道这件事 连夜带着王二狗冲上山中 说是要把自己男人找回来 就算是尸体 也要找回来 无声皱了皱眉头 对方说的话没什么问题 确实 标记日之后 灵能就开始慢慢复苏 很多植物会生长变快 也是正常 更何况 这本就是个环境极好的山林 后来呢 后来 村里面的人告诉我这件事情 平时村庄就十分和睦 虽然人懒惰了些 但关系却都是极好的 这一次听说 村里面有女人和孩子冲上山里 大家也是二话不说 抄起武器 浩浩荡荡地冲上了山中 最后却看到了 极为不可思议的一幕 村长的脸上 闪过些许的追忆之色 二狗的妈妈 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 被那些畜生给吃掉了 但是二狗却完好无损 我永远我忘不了那一天 那群狼撕咬着二狗身边的空气 仿佛那边上 有什么东西挡着他们一般 村里面的人看到这一幕 也是瞬间怒火中烧 和狼群打了起来 最后就只剩下了那只独眼独尔狼 村长缓缓地讲完故事 而后看向蹲的地上的二狗 明明极为漂亮的小脸 在此刻却显得十分的痴呆 宛如傻子一般 之后 我们将二狗的父母埋葬在山中 把那些恶狼的尸体 埋在这山庄的地下 让这群畜生永世不得超生 无声听到这里 眼中闪过一丝了然 原来这地下的怨气是狼群的 不过很快 他的有些疑惑到 既然如此 那那头狼 为什么要找他的麻烦 没有二狗 我们可打不过那群狼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 让那群该死的畜生 把二狗抢回去 这时 厨师二牛突然开口 嗨嗨 村长突然倾咳一声 二牛也闭上了嘴巴 这又和二狗有什么关系 因为这群恶狼 当时很想吃掉二狗 所以被我们偷袭成功 村长简洁一概地说道 第65章 南疆篇 9 听完村长讲述的故事 无声将目光 放在了蹲在地上的少年身上 无声站起身 走到少年的身边轻声道 把手伸出来 二狗胆怯地看了眼无声 而后颤颤巍巍地 伸出了无比消瘦的手 无声抓住对方的手腕 而后松开了 我需要请示一下上面 说完后 无声拿出手机 给银狐打了的电话 喂 你们那边出事了 银狐仿佛知道了一切一般 开口问道 嗯 现在有个选择题 这里有个孩子天赋不低 是进化者 但是脑子可能有点问题 山中的妖想要杀了他 拿村民的姓名威胁 现在该怎么办 你自己决定了 老子有问题的话 带回来欧阳博士 是可以治疗的 你自己考虑 行 无声挂断了电话 而后看向村长道 两个选择 你们看看 你们能接受哪一个 村长一愣 而后疑惑道 什么选择 第一 我把他丢给狼群 换所有人的命 不行 绝对不行 当年要是没有二狗 帮我们弄死那群畜生 我们怎么可能会过得这么好 这绝对不行 二牛站起身 情绪很激动 那就是第二个选择 我会把村民和无辜的旅客分开 你们村子的事情 你们村子里的人自己承受 我们这边有六个人 我会派出四个人 保护无辜的旅客 两个人保护你们和这个孩子 但是你们村民的危险性 会提高很多 简单的来说就是 既然你们要他的命 那就拿你们自己的命换 这 村长迟疑了 他将目光放在了村民的身上 村民们一个个低下头 眼神闪躲 我会保护这个孩子 他绝对不会受到一点伤害 但是你们的话 我会交给另一个人保护 会有一定的危险性 我无法保证你们全部人能活 你们可以接受吗 小哥 我们能商量一下吗 村长有些迟疑道 可以 我在外面等你们 说吧 吴声走出房间 外面的众人 在看到吴声后 也是询问了起来 吴声将事情全部告诉了他们 众人也是有些沉默 想不到啊 这村子虽然宰人 但是却这么讲一起啊 温俊有些感慨道 而温熙确实眼中 带着些许的疑惑 他将目光放在了吴声的身上 想说些什么 但是看到周围的人 好像想到了什么 最终还是没说出口 你说他们会选择什么呢 温俊好奇地问道 应该是第一种吧 怎么可能会有人 把自己的命 看得比其他人还重要 上官展开口说道 其他人也是认可地点了点头 而这时 村长他们也从房间中走出 那个 小哥能问你们几个问题吗 吴声点了点头 你问 你们要是带走二狗的话 他能治好吗 吴声一愣 他刚想说什么 温熙却开口了 不一定 这种脑子问题不好治 就算能治好 也会失忆 那那头狼腰的话 会怎么处理 村长又问道 杀了 吴声淡淡地说道 听到吴声的回答 其他人对视了一眼 然后点了点头道 小哥 我们愿意换 我们选第二个 二狗这孩子命苦 我们这个村子的财富 有他一半的关系 这是我们欠他的 村长说完后 村民们也是齐刷刷地点头 行 那这个山庄 你们就出去吧 天骄 你安抚一下游客们 接下来 你带着温 吴声刚准备分配 这时温惜又打断了他的话 我和你一族保护村民 吴声一愣 他有些疑惑地看着温惜 而温惜却是朝着吴声眨了眨眼 那就这样安排 吴声同意了 接下来 轩辕天骄充分地展示了 他的人皇属性 周围的游客瞬间不说话了 表示理解 甚至还有人流出泪水说道 这群村民真讲意解 众人开始行动 吴声站在门口 爆发出强烈的杀气 眼中的时不时被鸿芒冲斥 仿佛下一刻 就会朝着某个方向来一刀 而在某处 增长天王看着官吏问道 大人 我们为什么不现在上 官吏瞥了他一眼 而后淡淡地说道 看到那小子的眼睛了吗 增长天王闻言 朝着吴声的瞳孔瞥了一眼 那双眼睛此刻变得通红 宛如野兽一般 充满着压迫力 咕噜 增长天王咽了口口水 而后点了点头 那是他的入魔状态 他之前凭借这个状态 在七阶的时候 斩了个九阶的入狱者 怎么 你觉得这个时候出去 是他的刀块 还是我们按天地 给我们的救命手镯块 而且 手镯就剩下两次了 用完就报废了 听完官吏的话 增长天王有些畏惧地 看着远处 那道手持长刀的身影 想不到 上次吴声和他们对战 还没用出全力 其他两大天王 也是瞬间打消了 蠢蠢欲动的心 过了一会 游客被全部安排到了山庄中 而二狗则是和几个村民 待在一栋屋子里 其余的村民 则是各回各家 祈祷着自己不要那么倒霉 而吴声 也是从入魔状态中退出 走向了不远处的温熙 怎么了 吴声有些疑惑道 温熙刚刚的表情 明显就是有事情要说 我怀疑这些村民在撒谎 温熙看了看周围 而后靠近吴声的耳朵 轻声说道 怎么回事 为什么这么说 一听到这里 吴声皱了皱眉头 因为我感觉 那个叫二狗的孩子不是傻子 温熙说完后 就将和二狗在瀑布边的对话 说了出来 听完温熙的话 吴声也觉得很奇怪 他将目光看向了 村长待着的屋子 而后看了看天色 此刻天空也呈现出昏暗的颜色 夜晚即将降临 这样 晚上你去村长的房子那边 看看能不能听到些什么 我去看看 那边山庄下面埋的到底是什么 温熙点了点头 两人就这样分开 龙雾中一只幽绿色的眼睛 正看向了村庄 他的视线并没有看向二狗所在的位置 而是看向了那山庄 第66章 南疆篇 十 村长 那山里面的狼都会说话了 他会不会知道当年的事情啊 在某个房间中 二牛的语气有些担忧 而村长却看了他一眼道 应该不知道 好了 当年的事情别说了 等到他们把那头畜生杀了 我就撒泼打滚 你们到时候就记得录像 我这一条老命 也想了这么多年服了 不能让他们把二狗带走 大不了 他活的时间也够长了 这些年该想的服也都想了 这把老身子骨 是时候为村子做最后的贡献了 村长 全靠您了 二牛也是一脸感激地说道 这些年想的服也够本了 好好地对待我孙子他们吧 村长站起身开口道 二牛目送着这位得高望重的老人离开 而后有些畏惧地 看了眼外面白色的浓雾 屋外 温熙正靠在房子的墙壁上 刚刚里面的对话 他听得一清二楚 果然他没猜错 这里面真的有引擎 另一边的山庄中 他朝着某处打去 巨狼哀嚎一声 叼着一个东西朝着浓雾中躲去 温俊看着消失不见的巨狼 眼中带着些许的疑惑之色 他刚刚在巡逻 就看到对方在这里挖什么 怎么了 无声走了过来 看着温俊问道 那头狼好像出来了 不知道在挖什么 无声闻言 看向黑暗中的密铃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你先回去吧 我去看看怎么回事 温俊一愣 而后开口道 要不我跟着你一起吧 两个人也有点照应 无声摇了摇头道 天庭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 我的实力担任作战会好一点 也是 那你自己小心一点 温俊也没有反驳 他知道无声说的是事实 而且他要是跑了 这边被袭击也是麻烦 嗯 你也是 说完后 无声朝着山庄后看去 此刻在山庄的后方 一个巨大的洞穴出现在无声的面前 他看着新鲜的泥土 而后手中燃起火焰朝着洞内走去 这是 无声蹲下身子 看着面前的白骨 眼中带着些许的疑惑 狼骨骂 无声有些不确定的猜测到 看着他头颅的模样 无声将目光望向了洞外 泥土上还有脚印 很显然就是狼的脚印 奇怪 事情愈发地扑朔迷离起来 如果山庄里面真的是狼骨的话 那就证明 村长至少有些事情说的是真的 无声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而温西也在等着他 怎么样 听到什么吗 看见温西脸上的神色 无声估计 对方是听到了些什么东西 嗯 那个村长有问题 好像在隐瞒什么 温西将自己所听到的话 全部告诉无声 而无声听到后 也是将目光放在了二狗所在的房子里 山庄内没什么问题 确实是狼的骨头 我朝里面挖了一点 骨头不少 没有人骨 你去帮我把上官斩喊过来 他的八卦术 应该可以让村民睡一会 无声想到了上官斩 既然有问题的话 无声觉得找正主问问 肯定是最好突破的 好 温西点了点头 而后朝着山庄那边走去 大哥 你叫我吗 过了一会 上官斩一路小跑过来 嗯 你的术法中有没有可以让人昏迷 或者陷入某种幻境的 有的话 我可能需要你帮个忙 上官斩点了点头 有的 那你跟着温西去 接下来你听他的 我不方便脱身 人离开太多的话 无声怕对方搞偷袭 所以让他们两个人去问 他在这里等消息 好的 上官斩点了点头 而后又和温西朝着二狗所在的房子 那边走去 另一边的深山中 巨狼正舔尸着腿上的伤口 那一片已经被火焰灼烧的焦黑 巨狼的独眼中露出痛苦的神情 他舔了舔伤口 又舔了舔身边的狼骨 过了约莫半个多小时 温西和上官斩面色难过的 从屋子中走了出来 看来两个人应该是得到了什么消息 怎么样 无声开口问道 温西没有说话 而后有些难过的走到了无声的面前 而后眼中含着泪水 似乎有些痛苦 怎么回事 无声看向上官斩 哥 这里面的村民该死 上官斩咬牙切齿地说道 无声面色一沉 这不是你现在的身份该说的话 到底怎么回事 上官斩被无声呵斥后 也是收敛起了脸上的暴力之气 强行冷静下来后 声音颤抖着 将王二狗所讲的故事说了出来 这个村子确实如同村民所说 是一个都希望挖到药材报复的村庄 但是这个大山中有很多野兽 其中狼群最是凶猛 所以大家也都是小心翼翼的 直到标记日的那天出现后 一切都变了 二狗觉醒的能力 根本就不是什么所谓的屏障类异能 而是一种可以将动物迷惑的异能 虽然它没有修为 但是却依旧可以迷惑山中未入瓶的动物 因为这个能力 他们一家很快就找到了很多药材 并且发了财 上官斩一字一句地说道 而后面色变得越来越愤怒 额头上青筋爆起 听到这里 无声大概也明白了后面的故事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 一个村子里面 消息流通的太简单了 和外界封闭的也太厉害了 后来 他们想要让二狗用能力帮他们也发财 甚至有人想到了 猎杀野生动物来卖钱 这样就可以一直发财 因为山中的动物是很多的 只要控制量 那么一定可以一直有钱挣 但是王二狗的爸爸妈妈并不同意 他们只是想要要财 并不想做这种犯法的事情 后续都不用说 无声也知道了 这群家伙杀了人 控制了孩子 并且可能是虐待了 这个孩子本身聪明 装疯卖傻 加上有利用价值 才活到现在 温熙和尚观展一个面色悲伤 一个充满着怒火 报仇嘛 无声将目光看向了密林中 他总感觉有点不对劲 但是又说不上来 这时 半空中又是几根巨大的树木 朝着无声的方向砸来 无声抬起手 魔咽将树木吞噬 最后化作了鸡粉 大哥 这群人全部 无声看了上官展一眼 你的身份是学生 还轮不到你来执法 无声也没想到 上官展看上去十分的内向 脾气也这么暴躁 第67章 南疆篇 十一 你们先回去吧 这件事情我来处理 无声开口 让两人先回去 温熙和上官展点了点头 而后离开了此地 而无声将目光放在了村长的房子中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算了 直接问吧 无声喃喃道 而后拔出诸神朝着那房子走去 你要干嘛 上官展不能杀人 你也不能啊 你现在是学生 本来还伤心的温熙 看到无声拔刀朝着村长的房子走去 以为他要出手砍人了 不是 我是打算去威胁一下 拔刀不是压迫感强一点吗 无声没打算对这些普通人出手 他现在没有执法权 只是打算吓吓他们而已 温熙闻言也是松了口气 那就行 那你凶一点 最好把这群坏蛋吓得屁滚尿流 等农物散去了 把他们全部送进大牢 无声点了点头 而后一步一步地朝着村长的房子内走去 好 而就在此时 一道咆哮声响彻整个山谷 无声看着前方的白色猴子 朝着温熙喊道 看好他们 花音落下 无声脚掌跺地 身影暴射而出 直接朝着那白色巨猴一刀砍去 哦 伴随着巨猴的哀嚎声 他的胸口 被直接斩出一道巨大的刀痕 巨猴看向无声 而后从地上抓起一堆石头 朝着他身后的房子砸去 这些人全部该死 丢完后 转身朝着森林跑去 想要离开 别跑 巨猴的速度并不快 可能是因为受伤的原因 无声在对方冲进农物之时 就追上了他 你在这里修炼了多久 知道多少事情 知道又怎么样 能改变结局吗 这群人必须死 尤其是那个该死的小孩 我一定要杀了他 因为他 我们族群又怎么会被那群人类拿去做美食 猴子朝着无声怒吼 尖锐的牙齿 闪烁着森林的寒光 他面色悲伤 仿佛是一个失去了亲人的人一般 无声看着他的样子 眼中带着些许的恍惚 不过很快就将那一丝杂念压了下去 不管怎么样 你杀了人 必须死 将事情的真相告诉我 我可以让那群人受到应有的惩罚 惩罚 什么惩罚 进监狱吗 有用吗 他们进监狱 我的族人能活过来吗 我们比你们人类弱 这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认 我们死了 我们也认 但是你凭什么 用这种自以为正义的话来说我 要杀就杀 站在我的立场 我没错 白猴的语气极为激动 胸口的鲜血 溢出的愈发恐怖 好 你说得很对 我不反驳 我也不用那自以为正义的话语 来和你对话 我比你强 当你杀人的那一刻 你就必须得死 他们杀了你们的族人 他们被你们杀 我也不去追究你们的对错 我的责任可以没有保护他们 但是必须有杀了你们 无声语气冰冷 他明白 在对方说出这一段话后 一切都没有挽回的余地 当世界上的生灵 拥有灵智 拥有语言 那么动物就将成为过去 取而代之的 是一个名为妖族的族群 种族之间 无关对错 只有立场 魔刀欺斩一事 分尸 新红色的刀芒 穿过白猴的身体 伴随着鲜血四剑 无声转身离去 回到村庄的无声 看着惊恐的村民 和地上的几具尸体 面色瞬间冷了下来 上官斩此刻 正站在尸体的面前 脸上 没有任何的愧疚之色 薛元天骄等人 则是喘着气 看来是经历过一场战斗 而上官清荣 更是面色苍白 仿佛灵能都透支了一般 怎么回事 无声语气无比的冰冷 让人仿佛 置入冰窖之中一般 众人察觉到了 无声的语气不对 一时间 场上的气氛冷了下来 薛元天骄 有些愧疚地 走上前开口道 是我的问题 你去追猴子之后 那头狼腰 带着天庭的人又出来了 我带着温熙温骏 还有上官斩前往对敌 让清荣保护村民 但是没想到 巨狼也趁机冲了出来 清荣修为不够 被打伤了 以你们的实力 不可能四个人 全部被天庭的人牵制 到底怎么回事 大哥 是我没保护好那群人 这时 上官清荣 语气有些虚弱道 但是无声 却将目光死死锁定上官斩 在场的所有人 只有上官斩气息平稳 很显然 他放水了 无声并没有开口 他看向灯火通明的村庄 而后又看向上官斩 把村民弄睡着 上官斩文言点了点了头 而后放出八卦术 八卦术 对位 火目闭魂 伴随着一道白色的薄雾升起 村民们也一个接一个地 倒在地上 无声看他做完这些后 上去就是一巴掌 啪 大哥 上官斩捂着脸 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无声 他张了张嘴 但是最后还是闭上了 你觉得 是你是正义吗 是善良吗 无声怒声呵斥道 温锡等人也愣住了 上官轻荣看着无声长大嘴巴 他还是第一次见无声生气 可是大哥 这群人真的不值得救 不值得救和被外族杀是两码事 他们杀人了 就算报仇 那也应该是那个孩子 不是你 他们杀动物了 法律会惩罚他们 也不是你 善良 对于做坏事的人 义愤填膺是好的品质 但是那是对于人类社会 善良 助人为乐 同情心 纯真 这些品质是良好品质 但是这都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 你本身没有任何危险 你这些品质放在野外能救命吗 如果还是和平时代 这些品质很好 但是现在不是 他们有灵质 会说话 某种意义上 他们就是异族 人类能从一种种族中脱颖而出 是因为他们善良吗 你去野外找只老虎 你善良 你把你身上的肉味给它 你看看 它会不会感激你 我告诉你 知道为什么人性本恶吗 那是因为 只有坏人 心狠手辣的人 才能在野外生存下去 老祖宗能从一种生物中脱颖而出 成为食物链顶端 是因为他们善良吗 是因为他们 他们懂得 怎么样才能最好的 杀死那群野外的动物 所以他们能活 可是 不管怎么样 这群人真的做错了 上官展还想挣扎一下 但是无声有些失望地看着他 那我问你 如果这群妖先进化 那这村子里的人 还能活吗 他们为什么不敢上山采药 是因为他们不想吗 还是因为山上有狼 此话一出 上官展瞬间愣住了 被吃的不是你 所以你会觉得狼群可怜 他们固然有错 但是他们的错误是杀人 杀保护动物 是违反人类制定的规则 而不是杀妖 站在妖的角度 他们杀人吃人没错 站在人的角度 我们杀妖护人 也没错 但是我们是人 不是妖 善良是好的品质 那是我们人类自己的规则 它只适用于我们自己乃至同伴 它不适用于会杀人的妖 无声说完后 转身离开了 他的身后 上官展愣愣地站在原地 眼神涣散 而温俊等人 看着离开的无声 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新年快乐 祝各位新年顺顺利利的 第六十八章 南疆篇 十二 哥 你别难过了 上官轻荣见上官展 失魂落魄的样子 也是伸出手安慰到 上官展没有回答 他看着地面的几具尸体 此刻的他 突然觉得自己 就是那个杀人凶手 温西走上前开口道 知道自己错了 就想办法弥补吧 等这件事过去后 看上面怎么处理 我们现在在执行任务 正做起来 不能让你大哥一个人扛着 此话一出 确实起到了效果 上官展瞳孔 逐渐聚焦了起来 而后勉强道 谢谢七姐 我去把这些村民安葬了吧 说吧 上官展伸出手 绿色的植物将尸体包裹起来 而后他扛着尸体 朝着山中走去 不会有危险吧 上官轻荣有些担忧道 没事 不会出事的 让他自己一个人安静一下吧 温西将上官轻荣扶起 而后带着对方 找个地方坐下 哥 你们在这里看着点 我去看看他 温西看着身后 还有些呆愣的温俊道 哦 哦 你去吧 我会守着的 温俊打了个机灵 而后反应过来 是自己妹妹后点了点头 温西朝着吴声离开的方向走去 而此刻的吴声 看着地面沾染着鲜血的泥土 皱了皱眉头 尸体已经不见了 只留下一滴滴的鲜血 指向浓雾中的山林 吴声 你没事吧 温西走上前开口问道 没事 有种很奇怪的感觉 温西一愣 而后有些疑惑道 你是发现了什么吗 吴声点了点头 如果按照村长说的话 那么一切 好像都很合理 按照二狗的话来推算 也挺合理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会等到现在呢 温西听到吴声的话 也是瞬间明白了过来 两边说的话都没问题 但是时间不对劲 你是这个意思吗 吴声点了点头 二狗的修为太低了 连进化一接都不够 易能除非是有极为恐怖的副作用 才有可能压制那头巨狼 但是我并没有从他身上 看到什么奇怪的负面效果 除了有点营养不良之外 其他的都正常 吴声的一通分析下来 温西眼中也闪烁出疑惑的情绪 确实 以巨狼的实力 想要把村民全杀了 完全就是随手可得的事情 难道二狗也在撒谎 温西猜测到 不过很快 他的脸色就又变得疑惑了 可是他撒谎有什么意义呢 吴声摇了摇头 不太清楚 总感觉很奇怪 天庭的人感觉就是在帮助那几头腰的 好像就是在帮他们打掩护一般 吴声说着 而后看向了密林 我打算去林子里面看一下 你们在外面守着 目前来看的话 里面最少有三只妖 白猴 那头独眼狼 还有维持着大雾的妖 那你进去以后小心一点 我再去问问二狗 吴声点了点头 而后走进了浓雾之中 另一边 巨狼看着白猴的尸体眼中 闪烁出些许的悲伤 就剩下我们了 只要撑过明天 一切就没问题了 巨狼朝着山洞中的龟壳说道 嗯 我们这计划了这么久 没道理会说的 龟壳中 一头毛发半白的狐狸 开口说道 他的声音有些虚弱 眼中的光泽也逐渐暗淡 巨狼点了点头 而后叼起尸体 朝着大山深处走去 他不能让尸体留在这里 万一出问题了 会影响计划 而也确实 此刻吴声正跟随着血液 朝着此处前来 竟敢置身走入这迷雾之中 那就死在这里吧 官吏不知道从何处出现 手持巨斧 朝着吴声迎头披下 哄 山林再次震动 两人身边的树木 被强大的冲击力轰断 吴声瞳孔闪烁着鸿芒 看着官吏冷声到你们到底 在计划什么 嘿嘿 想知道吗 打赢我就告诉你 那就先吃我一刀 分尸 见吴声瞬间展出招式 官吏脸色也变了 抡起巨斧就朝着吴声砍去 盘山 此刻 官吏仿佛抡着的不是斧头 而是一座大山一般 斧头砸向刀器 爆发出强烈的冲击 冲击卷起狂风 吴声红色的长发 迎着狂风乱舞 竟显张狂之意 受死 吴声脚掌跺地 再度举刀栖身而上 官吏剑撞咬着牙 强行接下 被已经被自己招式 消耗大半的刀器 锐利的刀器 斩在他的左肩之上 鲜血似箭 官吏面色痛苦 转身朝着深山中逃去 而吴声也是紧随其后 追了一会 吴声看着消失不见的官山眼中 闪过些许的恼怒 这白色的雾气太浓了 他根本就不能追得太紧 不然到时候 可能会在山中迷路 而村庄那边 也不能离开太久 力弊权衡之下 吴声还是原路返回 不过吴声也是流行 看了一眼地面 地面上的鲜血 已经消失殆尽 只留下他来时的路线 可恶 吴声瞬间就想到了 对方再给什么东西打掩护 但是他又没什么办法 吴声收起长刀 转而下山 另一边躲在山洞中的官吏 捂着左肩上的伤口 面色痛苦 吴声的刀器太过锋锐 直接斩出一道 深可见骨的伤口 他也没想到 差距会大成这样 真是个变态 官吏吐槽了一声 而后有些责备道 你们也太不小心了 我的空间转移能力 只剩下一次 你下次再这样不小心 我绝对不会再管你了 山洞中 独眼狼也是有些后怕 同伴的死 让他太过悲伤 一时间竟然忘记了遮掩鲜血 多谢你们了 听到对方的感谢 官吏冷哼一声 要不是天地和他们有约定 我才不会管你们 独眼狼也没有反驳 他明白 如果不是因为天庭的人 他们哪怕算得准 知道的再多 也不可能将计划完美地执行下去 回到村庄中的吴生 见众人都在巡逻 也没有过去打扰 而是转而去了一趟山庄 看着洞穴内的白骨 手中的猪神若隐若现 算了 看着山庄内熟睡的旅客们 他还是没有动手 将深坑展开 这坑里面 要么有什么宝物 要么就藏着某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但是挖坑的话 上面的山庄必定坍塌 夜晚也不好保护 这群无辜的旅客 明天再说吧 第69章 南江篇13 第二天一早 吴生就找到了轩辕天骄 并告诉了他接下来的计划 你把旅客从山庄中喊出来 然后好好的保护住 我怀疑 山庄下面应该是 埋了不少东西的 轩辕天骄点了点头 现在事情已经超出了预料了 本来以为只是驱逐妖而已 但是现在已经出人命了 紧接着 山庄中的人 被轩辕天骄喊出山庄 他们也并没有什么不满 只是有些畏惧地 看着满是迷雾的山林 轩辕天骄笑着说道 你们别怕 我们会保护你们的 说着 还看了眼温骏等人 温骏等人也是秒懂 直接用出异能 将旅客们包围 一下子安全感满满 另一边 温熙找到了吴生 他的脸色有些难看地说道 二狗不说 也不知道是真傻还是假傻 不管怎么问 要不就是哭 要不就是笑 我知道了 你先去旅客那边保护一下 我看看这山庄下 到底有什么 说着 吴生就准备动手 你们要干嘛 二牛带着一大群村民 朝着吴生冲来 而后挡在了山庄之前 而村长也在村民的搀扶下 颤颤巍巍地走了过来 那个 小哥你们是要干嘛啊 吴生没有废话 而是直接道 我怀疑山庄下面有东西 我需要挖开看看 这个山庄会被毁掉 不过你们放心 我会双倍赔偿给你们 不行 这山庄是我们村子的利命之本 根本就不是用钱能衡量的 你把它毁了我们以后怎么办 二牛情绪异常激动 包括一些其他村民也是 他们挡在吴生的面前 一副誓死不退的样子 小哥呀 山庄下面就是一些动物的头 或者毛皮之类的 我们村子早些年 是有打野生动物的习惯 但是在建国之后 就没有再做过了 这点附近的派出所 可以作证的 村长走上前说道 还从口袋中 掏出自己的手机 按下了110 现在这件事情 不归派出所管 归我管 我说了 山庄我会双倍赔偿 等雾气散了 你们再见一个就好了 而在没见好之前 我会根据你们日常的营业额双倍 不给你们 说着 吴生就要上前 不行 这山庄是老一辈建造的 是我们的念想 不能拆 就是 不能拆 不能拆 村民们十分团结 显得群情激愤 吴生看着他们的样子 眼中闪过些许的怒意 现在你们说了不算 昨天晚上二宝说 你们杀了他的父母 并且将尸体埋在此处 我没办法证明 他说的是真的 也没办法证明你们无罪 我需要取证 你们这种反应 我很难不怀疑 村长昨天所说之言的真实性 说着 吴生的瞳孔变得心红 充满着压迫感 而村民们一愣 他们眼中闪烁着些许的迷茫 似乎并不知道这件事一般 而二牛却连忙反应过来道 那二狗根本就没有父母 他一个傻子的话 你也信吗 信不信你说了不算 现在让开 我不想动用特殊手段 说着 吴生将目光放在了远处观察这里的上官斩身上 上官斩也瞬间心领神会 将手指向了此处 而村长见到这一幕 也是暗自咬了咬牙 而后朝着吴生冲去村长 众人大呼 而侧着身子的吴生看着撞在石头上的老人 也是皱起眉头 你这个杀人凶手 二牛爪将矛头指向了吴生 言语中满是愤怒 大家录像净化着杀人了 不知道谁喊了一声 村民们纷纷拿出手机想要拍照 碰 吴生的周身爆发出一股强大的气势 这气势将村民们轰飞 吴生一跃而起 准备强行拆除 嗷嗷 突然 一道狼笑响起 伴随着一道黑影从浓雾中冲出 二狗所在的房子被瞬间撞烂 找死 本就心烦气躁的吴生将长刀转向 直接朝着巨狼轰杀而去 伴随着一抹鲜血飙射而出 巨狼哀嚎一声 回到了浓雾之中 上官斩 去把二狗救出来 吴生朝着上官斩喊了一声 而后再度朝着山庄一刀劈下 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 他也得看看这山庄下面到底藏着什么 伴随着刀器将山庄劈毁 本来还惊慌失措的村民瞬间呆住了 他们看着烟雾四起的山庄 眼中闪过些许的恐慌之意 地上 本来还在装死的村长此刻 朝着二牛小声道 不管怎么样 一口咬定是村民们的尸体 至于那些动物的骨头 找个人扔下 村子里的人会帮忙照顾他的家人的 吴生并不知道村长在说什么 此刻他站在刀痕的上方 看着下方的森然白骨 眼中的冷意愈发的浓郁 白骨的形态各异 有动物的 也有人的 吴生眼中的心红之意 在此刻浓郁到了极致 他转过头看向不远处的村民 我需要一个解释 村民们看着吴生杀气腾腾的样子 也是咽了口口水 眼中满是恐惧 另一边 上官展从废墟中把二狗弄了出来 看着对方身上只有轻微的擦伤 他松了口气 运气真好 这都只是轻伤 虽然这样说不好 但是上官展也不得不感慨二狗的运气 房子塌了才轻伤 另一边 二牛结巴地说道 那 那些人的骨头 我们村子里的长辈的 那些动物 确确实实 是有人上山打过野生动物 你们在长辈的坟墓上开店 你看我很像傻子吗 吴生明显不幸 这不纯纯的把他当弱智吗 在长辈的坟头上开农家乐 你这和在你爹坟头上蹦迪 有什么区别 这是我们村子里的习俗 碍着你们什么事情啊 二牛耿着脖子嘴硬道 吴生将目光放在他的身上 他瞬间缩了缩脖子 好 那么这些尸骨是你们谁的长辈 男的女的多大年纪死的 还有 告诉 为什么这里会有孩子头骨 和年轻女人的衣服 吴生看着下方 依旧破旧不堪的裙子 和那小小的尸骨 眼里满是质问和杀意 这 二牛瞬间说不出话了 他看着地面 准备当哑巴 不说 没问题 那么各位自求多福吧 说完后 吴生收起长刀 转身离去 这种知情不报的家伙 吴生不会浪费精力去保护 第七十章 南疆篇 十四 村民们见吴生离开 也是面面相去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村长怎么办 二牛有些惊慌地问道 村长倒是冷静 他沉生道 不管怎么样 那件事不能承认 明天就是第三天了 大不了死几个人 让村子里的人 全部聚集在一个房子里面 好 我这叫 二牛还想说什么 却见另一边吴生 已经将村民的房子 尽数轰碎 吴生 你在干嘛 温熙走上前 看着这一幕 想要阻止 放心 我有自己的办法 既然都不说 那就换一种方法来处理 温熙还想说什么 毕竟吴生现在也只是学生 没有执法权 一切由我负责 吴生大声说道 而后再度甩出几道刀器 将所有的房屋尽数摧毁 既然真相出不来 那么我们就换一种方法 引出真相 你们不会说话 那么自然有其他会说话的 吴生说完后 回到了旅客的身边 不管怎么样 这群旅客是无辜的 他们的安全必须保障 至于那些村民 吴生本身就没有 那个保护他们的义务 他的任务是来驱逐妖物的 能没有伤亡 自然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有人不配合 吴生也不会拿自己的生命 和时间去和他们浪费 你凭什么毁掉我们的房子 村民群情激愤 他们愤怒地朝着吴生大吼 没有了房子 在野外那伤亡会大大增加 我现在以龙国生肖组织的身份 征用你们的房子 等时间结束 去政府那里领钱 吴生从御环中 拿出自己的证件 而后头也不回地说道 二牛他们看着吴生的证件 这一刻 他们终于明白 眼前的净化者 并不是什么 可以随意揉捏的柿子 村长怎么办 这没了房子 那狼冲出来 怎么可能会放任 我们不管 他肯定是在虚张声势 而且他还是政府的人 你想全村的人都进去吗 村长呵斥到 而后看向了游客的方向 让大家伙往那群人那里靠 能混进去就混进去 就算死几个人 也绝对不能说出去 村长说完后 二牛也冷静了下来 他看着眼中 带着恐慌的村民们 连忙开始组织他们 并且传递着某些信息 很快 一群村民就来到了游客的附近 他们坐在地上 神色满视不安 你打算怎么办 轩辕天骄看着吴生 眼中已经没有了 往日的自信和游刃有余 既然他的目标是村民和二狗 那就全部放出来 我倒看看 他能在我手里面逃掉几次 这些村民既然不说 那就看看那头狼妖会不会说 吴生语气冰冷 轩辕天骄看着他这副模样 想说些什么 但是最终还是闭上了嘴巴 现在的情况 已经超出了他的掌控 石坑 疑似保护动物的尸骨 腰 村民 这些事情已经彻底的联系了起来 另一边 雾气中的狼妖看着外面的村民 也是蠢蠢欲动 不过此刻他的状态也并不好 身后的伤口虽然停止了出血 但是一旦再度发生战斗 他绝对无法从吴生的身上逃走 明天 只要你们能坚持到明天 一切就结束了 狼妖将目光放在了村民的身上 眼中满是仇恨和杀意 当然 还有些许的嘲讽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 吴生看着天色渐渐的暗了下来 心中的警惕之意到达的极致 如果动手的话 他一定会选择晚上 吴生闭上了眼睛 他在思索着某些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 他心中的不安 愈发的浓烈的起来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 夜晚也渐渐的生出些许的亮光 在白雾之外 仿佛能隐隐看到太阳已经升起 一晚上 吴生也没有想到 自己到底忽略了什么 他到现在都不知道 对方的目的是什么 山庄下面有尸骨 如果是为了报仇的话 为什么要等到现在 你在想什么 吃点东西吧 你都一天一夜没吃过东西了 温惜走过来 然后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一块压缩饼干 你哪弄来的 吴生有些惊讶地看着手中的饼干 有旅客给我们的 他们还挺乖的 也挺理解我们的 没有大吵大闹 还主动给了我们点食物 温惜脸上带着些许的笑容 对方给他食物 确实让他很开心 至少他们并不是 在保护一些不知感恩的家伙 我在想 如果仅仅是为了报仇 为什么要等到现在 是因为山里面发生过什么事情吗 温惜听到无声话 也是将目光放在了村民的身上 眼中带着些许的厌恶 不知道 这群家伙不说 也没事要办法 不过二狗的状态有些奇怪 吴生一愣 他自从昨天二狗昏迷后 就没有注意到他了 他怎么了 你看 温惜指了指某个方向 只见在二狗此刻 正在山中的尸坑之上摆弄着什么 上官站在一旁看着 眼中满是疑惑 他在干嘛 吴生问道 在挖骨头 骨头 什么骨头 没注意 看他呆呆傻傻的样子 可能能看到什么 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吧 温惜有些同情地看着二狗 而后有些不爽地说道 真是的 这群村民肯定是做过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情 比妖怪还可恶 这狼妖也真是的 都签订盟约了 为什么还要对人族出手 直接来找我们不行吗 温惜的话一出来 吴生瞳孔瞬间放大 盟约 对 盟约 人族 妖族 海族的盟约 突然 吴生想到了第一次遇见那头狼的场景 有一处细节他并没有在意 那就是 那头狼在问他盟约之时 尾巴是护住了肚皮 那是狼这种生物一种极为紧张的表现 怎么了 盟约有什么不对吗 温惜看见吴生的表情不对 连忙问道 最近发生过什么 人族妖族海族签订盟约 但是 南疆这里的妖族怎么可能知道 那头狼在试探 他在试探我 他们在等 等的就是盟约的诞生 上官斩 抓住那个孩子 吴生猛然站起身 恐怖的杀气在其身上爆发而出 他一直忽略了一个事情 那就是 这个孩子为什么会从山里面出来 而且还正好撞到了温惜 这不是巧合 是故意的 甚至攻击这个孩子 也是故意的 就是为了让他们忽略这个孩子 那群妖不是想要杀了这个孩子 甚至可能反过来 他们在保护这个孩子 上官斩一愣 不过很快就反应过来 连忙朝着少年丢出一道法术 而这时 他的身边空间开始扭曲 多文天王突然出现一把 抓住了即将被法术困住的二狗 而后朝着远处盾去 分尸 吴生反应极快 生化刀气 直接斩向了出现的多文天王 一切都在电光火时间爆发 而此刻 在一处实验室中 欧阳博士正看着一处屏幕 屏幕之上 赫然显示的就是吴生他们 博士 我不理解 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孩子放出去 为我们所用 不是更好吗 研究人员看着吴生 手持长刀冲出去 一脸不解地问道 这不一样 妖族需要一个统领 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发挥最大的战斗力 这样才能与我们 共同应对抑郁的敌人 如果那个孩子 是我们这边的人 那么 妖族一定不会太出力的 研究人员听到欧阳博士的话 还是一脸不解 可是这样的话 抑郁的麻烦解决了 那这群妖族 不也是个麻烦吗 欧阳博士 文言嘴角勾起一抹笑容 不 就算妖族侵权族之力培养他 也不会是我们的对手 为什么 研究人员好奇地问道 一把锋利的刀 怎么可能会输给被强行拔高的秧苗呢 再强的天赋 也需要魔力 而我们这里 可是有一把凭借着自己的力量和天赋 千锤百炼的魔刀呢 说着 欧阳博士将目光放在了屏幕上的无声身上 那双漆黑的瞳孔带着些许的复杂之意 而此刻 在屏幕的另一边 二狗的照片被放在了上面 并且其中还拥有着他的资料 不过奇怪的是 姓名一兰并不叫王二狗 并且他的资料中有一串十分的显眼 序列 003 异能 万妖之主 妖帝 第71章 南疆篇 15 无声的速度极快 刀器瞬间斩到多纹的面前 多纹面色惊恐 他把最后一次空间穿梭的能力在这里用了 但是官吏明明说会来接应他的 把人丢过来 突然 他附近的空间中增长天王也出现了 他朝着多纹大吼道而多纹见状 连忙把手中的二狗朝着增长丢去 而后手中的宝塔再度显现而出 想要挡住无声这一击 这一次 金色的宝塔宛如翠纸一般被直接轰碎 多纹瞳孔中闪烁着新红色的刀光 眼中满是恐惧 扑刺 没有空间转移装置的多纹天王 根本无法挡住这一刀被直接斩成两半 我杀了你 增长天王彻底的怒了 最小的弟弟被无声斩了 无能为力就罢了 但是现在又一个被斩杀的弟弟让他无法接受 将手中的二狗丢向身后的密铃 他拔出长剑朝着无声刺去 哄 突然 他的身边一头金色的巨龙裹挟着雷霆 朝着他轰杀而来 被仇恨和愤怒遮蔽双目的他 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 被结结实实地打中 强烈的雷霆之力将其身体彻底麻痹 伴随着高温 增长天王也瞬间倒地不起 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 无声看着被丢入密铃中的二狗眼中的杀意疯狂暴涨 这个孩子绝对不能留下 魔刀欺斩 分尸 这一次 无声的刀器直直地斩向了二狗 杀气弥漫全场 碰 看着从山林中冲出的官吏 无声眼中带着强烈无比的杀意 你们到底在计划什么 烟雾散去 官吏嘴角一出鲜血 但是脸上却是露出笑容 你问他呀 官吏说罢 将手指向了无声的身后 只见不知道何时 那头独眼狼已经冲入了村民当中 开始了大开杀戒 刚刚的战斗遮掩了村民们的哀嚎 而察觉到的温熙在此刻也是瞬间出手 月神 潮汐 银白色的月华轰击在巨狼的身体上 瞬间将其轰飞 这时众人也发现 巨狼的背部有一块巨大的伤痕 场上的局势瞬间变换 无声手持长刀宛如魔神一般立于中间 村民们四散而逃 眼中满是恐慌 轩辕天娇等人则是守在寿惊的游客身边 警惕地看着官吏 到底是怎么回事 无声看着逃到自己身边的二牛 眼中满是杀意 我 我不知道 你快救救我们 二牛还在嘴硬 就是不愿意说出真相 滚 无声一脚将其踢飞 鲜血从对方口中喷出 可见无声用了多大的力量 可 嗨嗨 人类 你想知道真相吗 不远处被击成重伤的巨狼开口了 此刻的他眼中带着得意 说 无声冷声道 哈哈 那就让我来告诉你吧 巨狼放声大笑 仿佛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而很快 众人在巨狼的口中得到了另一个故事 这个村子 原本是一个极为贫瘠的村庄 虽然背靠大山 但是山中却有恶狼 村民们也很少才能找到少数的药材 因为根本就不敢太过深入山林 而村民们却总想着一夜暴富 根本就无人耕种 这样的村子 也根本不会有姑娘嫁进来 于是村民们就萌生了一个想法 既然嫁不进来 那就拐 于是 村民们开始挑选村中的老人 出去拐卖年轻的女人 因为山中的可怜老人 最能引起他人的同情 当然 这些人也不仅仅是拐卖女人 还有孩子 一个个的无辜女人被拐入村庄 为了永绝后患 村里面的人把女人拐进来后 生下孩子后就把女人杀了 而有些被拐卖的孩子 有些孩子天生聪慧 会逃入山中 但是村民们也根本不怕 因为山里面有狼 他们只要守着大山口 根本就没有人能逃出去 直到十年前 因为时代的发展 拐卖这件事 查得越来越严格 村民们也不太敢和当年一样 大规模地出动 于是就有人背上弓箭 想偷偷上山采药 而在进入大山之中的时候 却看到了极为不可思议的一幕 他看到了山中的动物 在跪拜一个孩子 一个六岁大的孩子 而那个人 就是二牛 二牛很震惊 他本想下山告诉众人 这无比惊悚的一幕 但是却被狼群发现 就在生命危在旦夕之时 他无意间将手中的弓箭 指向了那个半大的孩子 而在察觉到 孩子会有危险之时 动物们竟然神奇地退去了 他们为二牛留下了一条路 想要让二牛离开 而二牛本来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走着走着 二牛脑中灵光一闪 既然这些动物 这么害怕那个小孩受伤 何不试试用那个孩子当人质 人这种生物都是喜欢赌的 二牛也是 他甚至已经想到了 如果真的可行 那么自己将获得多少财富 村子里也不需要再去拐卖女人 毕竟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 被抓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最终 他用弓箭射向了那孩子的腿 不得不说 二牛确实有点本事 箭矢精准地穿过了孩子的腿 让其无法动弹 而紧接着 二牛就利用弓箭 威胁狼群和动物 最终挟持着少年回到了山下 越下山 二牛就越兴奋 他猜测没错 他赌对了 他脚步飞快地朝着山下跑去 他必须让这个孩子完好无损 否则就失去了价值 他将这件事告诉了村民 起初村民并不相信 但是二牛却打着包票 并且让些青壮年带着弓箭上山 就这样 他们利用孩子威胁恶狼 将狼群杀了个干净 而他们也发现 就算杀了恶狼 这些家伙也会想办法来看孩子 甚至采药帮孩子救治双腿 察觉到这一幕的村民 开始利用孩子 让动物为他们采药 就这样挣到了第一桶精 而当时野生动物的肉 有十分值钱 而在药材被摘光之后 动物们也开始遭受毒手 一个农家乐 就这样建立在尸骨之上 而所谓的大补汤 也是用那些即将变成妖的动物 做成的这 就是整件事情的真相 怎么样 你满意吗 独眼狼的眼中充斥着嘲讽 他倒要看看 无声会有什么反应 但是很可惜 无声眼中并没有什么情绪波动 山中的浓雾 开始变得有些许的稀薄 很显然 龟壳中的狐狸撑不住了 第72章 南疆篇 16 村民们眼神闪躲 很显然 这件事是真的 而不远处的游客和温熙等人 怒视着他们 双手握拳 额头青筋抱起 拐卖这种事情 不管在哪里 都是最为可恨的 而无声却将目光 放在了独眼狼的身上 他冷声抱 你的故事可以解释村民的怪异 但是也太假了 首先 你们既然有力量 为什么不提前杀掉这群人 而且 你们也可以培养这个孩子 让他有修为 哪怕是进化一阶 也足以从此地脱离出去 出去了又怎样 天下之大 何处是他的家 你以为 我们在等什么 巨狼说完后 无声也瞬间明白了过来 你们在等妖族 这件事情 你们怎么知道的 巨狼的眼中 闪过一抹悲伤 记得那只被你们调走的乌龟吗 和他有什么关系 他也是一只妖 而且是我们这里修为最高 年龄最大的妖 他有一种能力 那就是测算三次 未来发生的事情 测算完之后 从此修为鲑鱼灵 成为一只普通的老龟 无声皱了皱眉头 他没想到 居然还有这种能力 他算到了什么 他算过三次 第一次 他测算了自己的命运 第二次 他测算了妖族的命运 而第三次 他测算那个孩子的未来 无声将目光 放在被官吏户在身后的二朵身上 能让这些妖如此算计的 无声只想到了一个异能 序列003 妖帝 远处 薛元天骄一字一句地 说出了二朵的异能 而众人 闻言也是有些震惊地 看着官吏身后那长相漂亮的少年 而这时 温惜却疑惑道 你们测算的都是命运 又怎么会笃定 这计划一定能成功呢 这很难嘛 我赌的 就是你们人类的自私与贪欲 我赌他们不会将真相告诉你们 我赌他们会想尽办法瞒住这件事 我赌 你们人足不到最后 是不会想到 我们这些丑恶的妖 巨狼的话 让众人有些无地自容 他把这些村民的人性 拿捏到了极致 他没有丝毫地出错 甚至算计到了无声 他们只有在最后 才会想办法 把他找出来 可惜 最后还是被我们发现了 温俊冷声说道 现在他也很愤怒 他真的很想一把火烧死那群村民 但是现在最主要的是把二狗抢回来 他才是一切的根源 输 我怎么可能会输 我们亲近所有 又怎么可能会输 我的儿子 我绝对不会让我输的 此话一出 众人瞬间疑惑了起来 而无声却仿佛是想到了什么 将目光放在了二狗的身上 你是他儿子 无声的语气充满着不确定 当然 还有些许的杀意 嗯 当年我被拐过来之后 是他们把我养大的 我没有撒谎 我妈妈确实是被村民杀掉的 不过他是一头狼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无声的周身闪烁出恐怖的鸿芒 如果是银虎在此地 看到无声这个状态就明白 他准备入魔了 我知道 但是我爸妈对我很好 他们可能在利用我 但是他们对我很好 此话一出 无声就知道一切都无法挽回 对比太过强烈 一边利用他 但是却拼上性命保护他 一边利用他 却让他可能连饭都吃不上 我很同情你的经历 但是今天你必须死 既然有可能成为敌人 那么无声就不可能放任对方 回到妖族 魔魂解封 无声的左手 一柄白色的长刀凭空出现 白刀出现后 地面的石头开始轻轻飘起 魔刀 玉雾 无声暴射而出 而此刻 浓雾彻底散去 通向外界的路也出现在此地 把旅客送出去 无声朝着轩辕天骄大吼一声 而后双刀直接斩向了官吏 哄 双刀劈在巨斧之上 伴随着一股巨大的力量 从斧头上传来 官吏面色巨变 直接跪倒在地 无声已经用出全力了 现在的事情 已经不是简简单单地 调查村民和斩杀狼妖的事件了 官吏护住的孩子 已经涉及到了种族之上 他清楚地明白 一个有首领和没有首领的种族 到底有多大的差距 哪怕拼着被磨刀吸干 他也必须将二狗留在这里 官吏此刻跪倒在地 双手虎口裂开 他眼中充斥着震惊之色 他以为就算无声比他强 但是也绝对不是强在力量的方面 但是现在看来 他错了 错得很离谱 无声在他最擅长的方面 纯粹地碾压了他 他也没想到 无声根本就没用过全力 他想将正拖出去 利用最后一次空间能力 带着二狗转移 但是无声的刀比他更快 扑刺 刀刃斩断胳膊 鲜血喷涌而出 官吏想要逃跑的想法 瞬间破灭 滚 无声将官吏踢飞 朝着他身后的二狗一刀斩下 突然 深山中一道黑色的影子冲出 一个巨大的龟壳 挡在了二狗的身前 独眼狼朝着官吏大吼道 把妖丢到天上去 官吏文言咬着牙 冲到二狗的面前 直接用力将其扔向天空 咔嚓 伴随着龟壳的碎裂 刀器直接斩在官吏的身上 瞬间将其斩成两半 而这时 无声抬头看着天空上的二狗 双刀合十 分尸 扑刺 天空之上 最后一位天王和独眼狼 挡住了攻击 一人一狼被刀器撕碎 最后无力地落入地面 留下了微弱的气息 而天空之上 几道巨大的黑影 也在此刻赶到 看着天空之上的身影 无声瞳孔瞬间紧缩 无声的头顶 几只怪物正朝着此地降落 而这时 地面上的独眼狼 也是眼中露出欣喜的神色 他张了张满是鲜血的嘴 难以到 这十年的计划 胜了 此刻 他眼中的神采 一点一点地消散 他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老龟 你为什么不让我下山报仇 独眼狼看着巨大的乌龟 愤怒地咆哮道 不可以 这样的化妖才能被妖族带走 才能安全 你到底算到了什么 白猴看着老龟怒吼道 我先是算到了自己的命运 我的人生有两个节点 第一个 在这深山中安全地度过千年 第二个 几年后生死 我算到了妖族的未来 一个节点 是妖族和人族结盟后 被人族和海族压制 一个是妖族和人族海族三分鼎立 我算到了妖的未来 他站在万妖之上 将妖族团结起来 老龟的眼中带着向往的神采 那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狐狸撇了撇嘴 他指向杀了山下的村民 有啊 未来我们的子孙后代 可以有安身之所 不必再为生存奔波 这不是很好吗 老龟说完后 几只妖瞬间沉没了 那我们 会死 老龟并没有瞒着他们 而是直接告诉了他们 老龟 狐狸 猴子 我们赢了 未来只要他们有家 就好了 独眼狼紧剩的瞳孔光彩开始退散 他费力地转过头 看向了丛林中的某处 一个由木牌立起来的坟墓 坟墓下面埋着一块狼骨 好 木牌上刻着几个字 妖母之木 狼这种生物是亦夫亦妻制的 在另一半不死的情况下 一般都是二者相伴一生 但是如果另一半死了 在本能的驱使下 会迅速地寻找另一头配偶 而诞生出理智的狼 应该可以压制住本能吧 当然 也有可能是因为 他根本就没有族人了 第73章 南疆篇 十七 无声看着挡在二狗身前 身形巨大的妖族 眼中闪过凝重之意 对方修为太强了 他不是对手 小子 那头狼的尸体 我们要带走 一头好像神话之中的 巨龙一般的生物开口了 它的通体银白色 巨龙的身体 却长着一对肉翼 宛如神话中的硬龙 给无声带来的强烈的压迫感 当然 也不仅仅只有这一头 还有一头浑身红色的巨鸟 以及通体雪白的狐狸 而这时 轩辕天骄几人 也连忙站了在无声的身旁 脸上满是敌意地 看着三头怪物 可以 拿你身后的孩子来换 无声没有丝毫畏惧 手中的长刀 直直地指向二狗 你应该明白 他们的死 和我们的出现是为了什么 小子 你在痴人说梦吗 不管怎么样 这几只要杀人了 他们不能走 按照蒙约 你们也不能对我们出手 温惜冷静地开口道 眼中没有丝毫的畏惧 没错 这头狼腰 你们不能带走 轩辕天骄上前一步 眼中满是坚定 小子 你们莫不是以为是不敢杀你们 巨鸟语气森然地开口道 而在他说完后 周围的空气仿佛都炎热了起来 你可以试试 无声看着巨鸟 眼中的星红 在此刻凝聚到极致 不知道为什么 几头巨兽 突然感觉有些毛骨悚然 在他们出现这种感觉后 纷纷一脸震惊地看着对方 这个小子不对劲 应龙用特殊的方法传音道 嗯 感觉到了 有一股很危险的气息 不死鸟的语气 也有些震惊 他们三位好歹 也全部都是退克之上的生灵 怎么可能会从一个 净化器的小鬼身上感知到危险的气息 嘖嘖嘖 不要欺负我的学生嘛 他们做错了什么嘛 突然 石龙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不远处 他的脸上带着些许的笑容 语气有些玩味道 把尸体交出来 他们是妖族的功臣 必须带走 应龙看到石龙后 开口说道 而石龙走到无声的身边 拍了拍他的肩膀道 好了 你们的任务完成了 接下来的事情交给大人吧 你们先走 无声闻言也是收回了诛神 在看了眼二狗后 转身准备离开 等一下 你叫什么名字 突然 一直躲在应龙身后的二狗 突然开口 朝着无声问道 无声 无声转过头回答道 我记住你了 有朝一日 我一定会杀了你 少年的语气带着些许恨意 无声停下了脚步 新红色的瞳孔看着对方 少年看着无声那双眼睛 死死地盯着自己 突然不自觉地后退了一步 保护你的 不是你的实力 而是龟泽和这几头腰 无声说完后 转身离去 我不叫二狗 我叫妖 未来一定会杀了你 妖大声怒吼 这一刻 他再也无法冷静 这些年的隐忍 这些年的愤怒 在此刻彻底地爆发 而这时 无声本不想理会对方 但是脑海中的诸神却说话了 放我出去 我受不了了 要不是有人护着他 骨灰给他羊了 装什么啊 放我出去 诸神放声大叫 无声也是不厌其烦 将诸神换了出来 新红色的长刀 凭空升起 带着新红色的雾气 朝着妖冲去 而应龙等剑状 瞬间将妖呼在身后 而这时 诸神刀却在他们的前方停了下来 并且刀身上的雾气 开始组成一段话 小袋鼠 装大袋鼠 装你呢 啥 几头妖怪合妖 看见诸神组成的字 瞬间就绷不住了 额头轻轻抱起 仿佛下一刻 就要给磨刀一拳 而诸神却直接消失在空中 独留下那红雾组成的字 在一点一点地消散 扑呲 温骏等人看到这一幕 直接就憋不住笑出了声音 轩辕天骄 更是拍了拍 无声的肩膀大声道 哈哈 你的魔刀很有文化吗 无声的额头 仿佛出现了几根黑线 以后不许乱学东西 无声内心大声吼道 不学就不学 凶什么凶吗 诸神语气有些委屈 而后就没出声了 而温惜 则是嘴角含笑地 靠近无声问道 想不到呀 你还有这一面呢 无声闻言 加快就脚下的步伐 朝着村庄外走去 别走那么快嘛 这不是挺好的吗 有空也教教我呗 温惜无嘴轻笑 而后追了上去 这次除了村民 游客们并没有受伤 而那些村民 本身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温惜也不会为他们的死而伤心 众人也是面面相去 而后嘴角含笑地 跟在无声的后面 最后诸神的出现 确实让他们的心情 突然放松了些许 当然 也可能是这件事情 已经不需要他们插手了 一直紧绷的神经 在此刻终于可以休息一会了 而在另一边 天庭组织的王座之上 男人好像感受到了什么 嘴角勾起一抹笑容 只有混乱的世界 才能建立起新的秩序 当就律被摧毁 新王才能立于尸骨之上 男人说完后伸出手 他的前方 几个带着手环的羔羊 跟随着他双手的移动 开始传输空间 第74章 新任务 无声回到了旅馆 之后的事情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并不知晓 他在集中地 提升自己的境界 不过 那些该死的村民 全部被送进了监狱 杀人家拐卖 基本上最低的 也不用出来了 因为这次斩杀的人不少 本来就处于突破边缘的他 可以再度进阶 温习他们 则是先行返回了安城 这次的行动 需要做一个后续的清算 无声也并不打算 放过那些执行任务 跑去玩的人 这些少说的打一顿 不过 据说那些人 也不全是跑去玩了 还有一个人听说 是在路上碰到了事情 最后被另一件事情牵扯到了 最后没来集合 一天一夜过后 无声成功地从进化八阶 晋级到了进化九阶 境界上也十分稳固 毕竟是实打实地打上去的 而且因为还斩杀了 两个天王的原因 灵能也十分的充裕 按照他现在的计算 可能在杀两个 进化九阶的一个 就能破阶进入退壳了 修炼速度并不算太慢 无声熟练地打开手机 而后就看到了 银虎发来的消息 银虎 回到安城后来 一趟生肖组织基地 有新的任务 无声 收到 之后 无声开始一一回复 其他人的消息 而后将自己的东西 收回玉环 办理了退房 而此刻的生肖组织中 会议室正在开着会 欧阳博士站在最前方 在讲着什么 好了 这次的任务就是这样 你们十二生肖需要做的 就是保护好这些孩子 不能让不要脸的大人 欺负他们 众十二生肖点了点头 欧阳博士见状 转身离开此地 他还有其他的事情 又是一天过去 无声乘坐的飞机 也成功抵达了安城 他先是回了一趟家 让大不安心 长辈看不到人 是不会放心的 而后骑着车 朝着生肖组织驶去 咚咚咚 无声走到银虎的办公室 敲响了房门 进来吧 银虎的声音传来 无声推开房门 就看到了银虎的身影 哟 实力进步了 不错呀 银虎一眼就看出来了 无声修为上涨 开口调侃道 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无声开口问道 你得去一趟高丽国 啊 无声一愣 出国他还从来没有过 怎么要出国呀 无声好奇地问道 高丽最近很不太平 那边出现了很多标记点 因为高丽本身没什么强者 最强的也不过退科进一阶 之前的标记点 也是少之右手 所以倒也没什么 但是这一次标记点突然增多 高丽开始向各国求援了 无声点了点头 而后又问道 既然如此 那班级一起去不就好了 为什么要单独叫我过来 因为这次 你有一个秘密任务 无声一愣 好奇地问道 什么秘密任务 杀人 银虎的语气突然冷了下来 空气中也瞬间弥漫起 一股肃杀之意 杀什么人 无声眼睛微眯 他还是第一次听到 银虎主动让他去杀人的 这一次 高丽向很多国家都开始求援了 因为本身实力弱小的原因 他现在就好像一块蛋糕 谁都想要他的土地 根据情报 这一次 各国前往高丽主要的争夺地点 是当年的战场 战场 你是说 没错 就是当年龙国和漂亮国的战场 无声皱了皱眉头 为什么要争夺那片战场 具体情况不太清楚 但是据说是为了接回漂亮国 在战场上死亡士兵的亡魂 这边猜测漂亮国 可能有序列者诞生了 而虽然龙国之前 已经接收过很多次 战场之上的尸体和遗物 但是仍旧有些找不到的 如果真的是控制灵魂的异能 那么龙国士兵们的龙魂 绝对不能落入其他国家的手中 银虎的语气十分的严肃 而无声也明白了 这次任务的重要性 你这次的任务 就是接回龙国 剩余在战场之上的遗物 而我们现在也有了这种能力 那么绝对不可以 让他们再遗留在外面 这一次你的任务 就是击杀一切阻止者 或者基于这些东西的人 这次你可以放开了打 我们十二生肖会出动大半 为你们保驾护航 同辈之外的人 绝对不会出现在战场之上 无声面色严肃地点了点头 放心 这次的任务一定会完成 嗯 这次因为你们同学 全部是正当过境 回记录 而你的话 需要隐藏自己的身份 毕竟现在局势混乱 人族虽然表面上说是同盟 但是并没有选出来 以谁为主 各国对这个位置都很眼热 所以 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暴露自己 直接顶替他就好 说着 隐虎面色有些不对劲地 拿出来了一个袋子 无声见状将里面的东西 从其中拿出 不过很快 在看清安排的身份后 他嘴角抽搐了起来 这是什么玩意 隐虎文言也是强行憋住笑道 没办法 这家伙长得和你太像了 不管是身材还是长相 而且还有身份 并且前几天还失踪了 本身还是个锅 所以 无声看着面前憋着笑的隐虎 他觉得 这个家伙绝对是故意的 而此刻 无声脑海中的诛神 也是放声打笑 哈哈哈哈 这是什么呀 笑死我了 也太像了吧 无声的手中 一个长相清冷的长发女子 正映在身份证上 而无声这次的身份就是 韩国某三流女团里面的成员 金智秀 也就是说 他需要男扮女装进入其中 不过好在这次任务的时间 只有一个星期 不过无声还是很难接受 脑海中 诛神都要笑风了 无声听着诛神的笑声 额头清惊爆起 而此刻在某座实验室中 欧阳博士正和某人讨论着什么 以龙国现在的实力 应该也不至于让他隐藏身份吧 现在半大的孩子都喜欢当英雄 一直藏着是不是不太好啊 欧阳博士笑道 总是要经历的 而且现在虽然表面上和平 但是一旦出现一个 可以在同境界 碾压其他后天进化者的异类 肯定会成为重视之地的 等平稳下来后 该是他的总是他的 不会跑的 而且 这样大规模的杀人 要是让群众知道了 会有滤镜的 小小年纪 就不要让他承受太多压力了 我们这些老家伙 还没死呢 而后将目光看向了手中的蜜剑 蜜剑露出了一个角 护在外龙魂归家 第75章 诸神的嘲笑 吴声在拿到任务后 就回到了学校 他还有其他的事情 回到学校的第一件事 吴声就和石龙沟通了一番 石龙表示没问题 让吴声自便 吴声点了点头 而后走进了教室之中 并且将擂台升了起来 吴声走上擂台 面色冷淡地看着下方 有些迷茫的众人 为什么当时 喊你们来执行任务 你们没有前来 并且全部跑了 吴声的话让众人一愣 而后面面相去 最后有人 有些不在意地开口道 你和天娇大哥都过去了 还需要我们干嘛 如果你们的实力都不够的话 我们过去也是送菜啊 众人也是纷纷表示同意 而吴声听到这里面色 愈发地冷卧道 既然如此 那我能把你们杀了 然后掠夺你们的灵能和异能吗 反正连我们都办不成的事情 要你们也没用 不如成全了我 说着 吴声将诸神拔出 眼中满是杀气 那人瞬间不敢说话了 他又不是傻子 连轩缘天骄都不是吴声的对手 他就更不要说了 既然你们自己 都认为自己是废物 为什么不将变强的机会 留给别人 你们对得起 你们变强的机会吗 有强者都敌 你们就不用做事了 进化者是让你们变强玩的吗 还是说得到力量的 你们已经觉得 普通人已经无所谓了 众人哑口无言 说实话 他们确实有些这种想法 觉得有强者的话 他们也没必要过去 如果强者都做不到的事情 他们又有什么用 这种态度 让他们更多的会去想自己 简单的来说就是 他们得到了这份资源 但是却还没有得到这种责任 一群酒囊饭带的废物 只想拿好处 不想负责任 你们这样的 还留下干嘛 回家睡觉多好 一群废物 众人纷纷低头 有人双手紧握 面色有些不爽 说实话 他们能进来证明 他们也是天才 只是觉醒的早晚而已 虽然他们确实这次任务没做 但是怎么着也算不上废物 台下的温熙等人 也是有些惊讶于吴声的发言 毕竟和吴声相处的时间也不算短 尤其是温熙 他还是第一次见吴声说这么多话 声音这么大呢 你凭什么说我们是废物 不过是一次任务没去而已 你们又没受伤 至于骂 大不了下次我们跟着去就是了 有人开口反驳 而吴声则是瞬间 出现在那人面前一脚踢过去 碰 那人被瞬间踢飞 少废话 我这次来就是准备打你们一顿的 你是不是废物 我并不在意 吴声说完后 直接拔刀朝冲入人群 众人见状 也是直接反抗 毕竟他们也不是傻子 就算实力不济 也不能站着挨打呀 半个小时后 在场的除了温熙等人 尽数被按在地上摩擦了一遍 就算是女生也不例外 吴声收回魔刀 瞥了眼倒地不起的众人开口道 一群没实力 还没责任心的废物 说完后吴声 就朝着石龙点了点头 他还有其他的事情 石龙嘴角勾起一抹笑容 而后在吴声走后 朝着众多学生笑道 别那么生气 他也是好意 要是不服的话 随时去找他麻烦 我们这里打架不违反校规 好好修炼总结吧 倒点吃饭 石龙说完后就离开了 就这群孩子的样子 根本就训练不了 估计得躺上一回 吴声下手很有分寸 会疼 但是不会疼很长时间 而此刻的吴声 正在做一件大事 他没有心情 给这些人讲大道理 人叫人永远教不会 只有让他们经历了 才会有感悟 才会明白一些事情 打他们一顿 纯粹是为了出气 没有其他太多的想法 后续的时间 吴声依旧暗示上课 而上课的内容 就是介绍抑郁的一些情况 还有现在的实力分布 时不时的对练 然后出一些小任务时间 就这样过去了半个多月 在临近九月之时 众人也终于迎来了 他们的第二个任务 出国 众人有些惊讶地看着石龙道 没错 去一趟高丽 那边最近不太太平 据说连丧尸这种东西 都出来了 真是离谱到家了 石龙撇了撇嘴 有些无语道 进化者这种东西 是根据本身的文化底蕴 来进化的 灵能高的人越想什么 可能就会越来什么类型的 但是能把人变成丧尸的 这种异能 让石龙也是无语 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能说高丽真是个天才 当然 后天觉醒者例外 这种生物 全部是靠选择的 而石龙在上面讲着 温西却将目光 放在了吴声的身上 不知道为什么 他最近觉得吴声很不对劲 白天上课的时候 经常会闭上眼睛睡觉 他偷偷地靠近吴声 喂 你最近都干嘛了 怎么感觉你没什么精神啊 温西伸出手指 碰了碰吴声 而吴声听到温西的话 也是回忆了这半个月的生活 表情瞬间就不自然了 嘴角不自觉地抽了抽 没 没事 真的吗 那到时候去高丽的时候 你跟我一组怎么样 温西笑着开口道 不 不用了 上都给了我一个秘密任务 所以我和你们不是一起的 你们听从天娇的指挥就好了 温西一听 瞬间就愣住了 一旁的天娇听到此话 也是有些好奇地看着吴声 你什么任务 说来给我听听呗 天娇笑着问道 啊 要是在高丽有机会碰到的话 我会和你们说的 吴声眼神有些闪躲 这让温西更好奇了 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吴声 好像想猜出他心中的想法 可惜他毕竟没有读心术 笑死我了 耻弱 魔术 魔刀 分尸 一个个超级无敌凶残高冷的代号 出现在你的头上 最后居然要女装去跳女团舞 哈哈 诸神疯狂嘲笑吴声 吴声听着他的嘲笑 额头清清愈发的明显 不过很快 嘴角突然挂起一抹笑容 第76章 女装的吴声 这天的课程结束后 吴声也并没有回宿舍 而是去往了生肖组织基地 哟 来了 东西在这里呢 银虎在看到吴声来了后也是 笑着将一个项链递给了他 这个项链可以屏蔽掉你的修为 看上去就像个普通人 退科之上的能看出来 但是放心 高丽不会出现退科进击以上的家伙 至少你们不会遇到 银虎的语气很自信 吴声闻言点了点头 而吴声脑海中的诸神 却在嘲笑道 哈哈 那这个有没有变性功能啊 吴声看向银虎问道 这个可以改变武器的样子吗 银虎点了点头 放心 欧阳博士全部都安排好了 说起来 这个也是你们未来前往抑郁的资本 这个是适用的 未来还会改进 吴声点了点头 而脑海中的诸神 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等等 你不会是想 诸神有些不确定的试探道 放心 你猜对了 吴声微笑着拿着项链 走出了办公室 而后等他出现在基地外面后 他拔出来了诸神 那个 我觉得 有些事情是可以商量的 诸神有些讨好的说道 商量个屁 吴声戴上项链 而后伴随着一道白光闪过 吴声手中新红色的魔刀 已经彻底地改变了模样 充满少女心的粉色刀身 配上一个宛如大红花一般的刀柄 看上去充满了少女心 啊 便回去 快便回去 我是诸神 不是小仙女 便回去啊 诸神的语气 充满着绝望 放心 是我拿着刀 又不是你拿 没事的 他们只会记得一柄叫诸神的粉色长刀 不会记得你的 吴声微微一笑 而在脑海中的诸神 看着他的笑容 此刻的他觉得 吴声好像恶魔 真的好像 吴声将刀的样子改变后 就骑着摩托车 朝着学校飞驰而去 而此刻 在看监控录像的银虎 微微一笑 这才像那孩子嘛 只是没想到啊 能让你像孩子一样的 却是一把魔刀啊 银虎叹了口气 眼中闪过些许的惆怅 可惜啊 回到宿舍的吴声 就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 他今天晚上就得走 他看着床上的女装 嘴角抽了抽 他真的不想穿 但是这又确确实实是任务 并且理由十分的充分 那个金智秀出国旅游 然后失踪了到现在 龙国又正好找到了 就通知了那边的经纪公司 吴声叹了口气 而后将衣服 收进玉环之中 没什么事 熟人不清楚就好 吴声只能这样安慰自己 他要去化个妆 这段时间 研究金智秀的性格 所以白天才会闭眼睛 不过也不是在睡觉 是在逃避现实 吴声朝着银湖给的定位走去 最后来到了一个房间内 咦 你怎么来了呀 温熙一脸好奇地看着吴声 他接到石龙的通知说 来这里给人化个妆 他还猛得很 学校里面随便找个女生都会化妆 干嘛非要找她 最后 他带着疑惑来到这里 但是他没想到来的是吴声 而吴声整个人都僵硬了 他也没想到 银湖给他安排温熙来化妆 他绝对是故意的 我要砍死他 吴声在心中疯狂怒吼 而此刻银湖突然打了两个喷嚏 阿秋 谁在想我呀 揉了揉自己的鼻子 银湖有些臭屁地想到 而吴声脑海中的诛神又开始暴笑了 我不会是要给你化妆吧 温熙突然想到了什么 而后脸上瞬间扬起坏笑 吴声僵硬地点了点头 你要女装 闭嘴是任务 吴声语气带着些许的颤音 哦是任务呀 温熙拉长尾音 眼中满是痘弄之意 他发现 吴声这样真的超级可爱 你能想象一个代号魔术 手持磨刀 满身杀气的少年红着脸 让女生给他化妆 并且说要女装吗 温熙现在看到的 就是这幅画面 快点 我一会儿要走 吴声小声催促道 好好 快一点快一点 温熙见吴声的模样 也没有再打去 而是拿出石龙给的特殊准备 给吴声化妆 过来坐 温熙拍了拍椅子 示意吴声坐过来 吴声见状也是坐了过去 来 我们先拍个照 记录一下你现在帅气的脸庞 温熙拿出自己的手机 而后将脸靠近在吴声的脸庞 嘴角翘起一个甜甜的笑容 笑一个 温熙开口道 吴声也并没有拒绝 也不是什么大事情 吴声嘴角轻微翘起 少女靠得很近 一股淡淡的幽香 钻进吴声的鼻腔 闻着香味 她的身体也有些许的僵硬 不错 很帅呀 来来来 我给你化个妆 说着 温熙收起了脸上的笑容 一脸认真了起来 很快 吴声的脸上的线条 变得柔和了些许 看上去宛如一个高冷的女神一般 温熙看着吴声的样子 摸了摸自己光洁的下巴 好了 就这样 石龙老师说 这个可以管很久 你吸脸也没事 等回来的时候 可以用特殊的东西洗掉 不会有副作用的 你的任务都要易容的话 一定要小心一点哦 温熙一脸认真的嘱咐道 嗯 我会小心的 因为温熙脸上并没有带着笑容 吴声也觉得放松了些许 嗯啊 加油 我们也在高丽 你要是出什么事情 给我们打电话 我们会去支援你的 温熙说完后 就将化妆品收好离开了 他不想让吴声不自在 这种时候 妆不知道才好哦 见温熙离开了 吴声也拿出玉环中的女装 他看着这粉色裙子 嘴角抽搐了一下 这该死的高丽 等着 吴声将自己女装的原因 怪上了高丽该死的娱乐文化 不出意外的话 接下来吴声遭遇的敌人 将遭老罪了 第77章 到达高丽 换完裙子后 吴声也彻彻底底变成了一个 长相清冷的美女 爸 虽然长相看上去完完全全就是个女性 但是身上的气质根本就改不过来 而且 可能是因为心情不好的原因 黑着一张脸 哪怕是化妆将脸上男性硬朗的线条给遮蔽了 也显得有些凶 笑死我了 脑海中 诸神依旧在疯狂大笑 反正他已经变成那副鬼样子了 笑得更加肆无忌惮 吴声没有理会他 调整好自己的心情 而后骑着摩托车朝着机场冲去 说起来 银湖也真是的 女扮男装也不给吴声安排一辆车 大街上 吴声穿着粉色裙子 路着一大截腿 骑着摩托车 就是风驰电掣的 等红绿灯的时候 吴声身边的一辆轿车 将车窗摇了下来 车上的人看着吴声纤细 但是却充满着肌肉线条的腿 吹了口口哨 小姐姐 他强忍着拔刀的冲动 在转为绿灯的时候 踩下油门就冲了出去 到了机场 接应的人带着吴声 坐上了前往高丽的飞机 祝您平安归来 在坐上飞机的时候 接应的人朝着吴声进了个礼 吴声点了点头 而后跟随着飞机 第一次离开了龙国的土地 高丽离龙国并不远 几个小时后 吴声也是安全地抵达了机场 刚下飞机走出机场 吴声就看到了几个女生 在朝着自己的挥手 吴声也是瞬间就认出来了 对方是和金智秀一个团队的 这个三流女团人并不多 一共就三个人 名字还都特别相似 智秀 智雅 智美 女团的名字也叫三胞胎 没什么代表作品 无人问津 智美和智雅两个人 长相也都是美女 不过类型不太一样 智美的话 就像一个邻家少女一般 看上去充满青春活力 JK服穿在身上 就好像学妹一般 智雅则是像一个大姐姐 看上去温柔很多 毕竟能在高丽当女团的颜值 肯定需要过得去 两人的身高也都不矮 都在176 不过还是比吴声矮了一点 嗯 现在应该叫智秀了 智美在看到吴声的瞬间 就张开手冲了过来 看起来很激动 吴声健壮 也是直接伸出手 按住对方的额头 哎呀 智秀你干嘛 这么久不见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 智美美好气地说道 好了智美 智秀刚回来 肯定很累了 你就别再折腾她了 智雅看上去温柔很多 就好像一个大姐姐一般 吴声也是十分认可地点了点头 也是哦 说起来 智秀你是不是长高了一点 手好像也变大了 智美有些奇怪地说道 可 这段时间在其他国家 经历了很多事情 受到了不小的刺激 有些变化很正常 吴声用灵能将声音改变 整个人的声音 也浮现出中性质感 啊 那你一定受了不少委屈吧 我们快回去吧 我好想你啊 智美听到吴声的话 也是一脸心疼地看着她 而后抓起吴声的胳膊 就朝着车子内走去 她的手臂都结实了很多 不像之前那种软软的了 智美的话让吴声脸色一僵 嗯 这段时间经常会逃跑 吴声只能开始胡编乱造 不过好在 智秀本身走的也是高冷路线 所以倒也没多少破绽 很快 三人来到了一个小区底下 智雅停好车之后就戴上了口罩 而后带着吴声朝着楼上走去 智秀你先睡觉吧 这么多天肯定都没睡 一个安稳觉 明天就好好休息一天 不过后天我们就要开始去比赛了 打开房门 智雅就温声说道 吴声点了点头 而后向着情报中的房间走去 智雅有些担忧的 看着吴声离去的背影 也不知道小智秀经历什么 看上去都憔悴了好多哦 对啊 而且身体都僵硬了 不知道后天跳舞的时候能不能行 智美也是一点担忧的说道 走一步看一步吧 我们虽然报名了 但是竞争的那么多 肯定也选不上我们 智雅安慰道 而智美也是十分认可 而此刻 吴声看着房间中充满少女心的房间 嘴角还是不自觉地抽了抽 虽然有心理准备 但是这也太反弹了 吴声无奈地叹了口气 还好只有一个星期而已 而这时 银虎再度发来了消息 银虎 小子 安全抵达了吗 吴声 嗯 银虎 位置已经发给你了 有空的时候 你可以去看看 对了 之前任务时间没和你说清 你的任务时间 是自进化学院的同学过去后开始计算 大概一周的时间 吴声 什么意思 银虎 意思就是你们同学下个星期才会过去 你的时间还很充裕 好好享受吧 吴声 你家住呢 银虎看着吴声最后一条消息 直接笑出了声 哈哈 这小子反应还挺快 另一边 吴声强忍着把手机捏碎的想法 最终也是无奈地接受了这个坑爹的消息 这时 门口传来一道脚步声 咚咚咚 芝秀 你睡了吗 要不要吃点东西 吴声本来不想回答的 不过想了想 既然来了 任务还是重要一些 嗯 吃一点吧 吴声说完后 就换上了一身比较中性化的衣服 他可不想一直穿着裙子乱晃忧 推开门 吴声愣了一秒 眼中闪过些许的尴尬之意 不过很快就反应过来 将这种情绪压了下去 因为智美和智雅两个人穿的衣服比较暴露 是镂空的睡衣 轻而易举的就能看见里面 不过好在两个人里面都穿了内衣 吴声就当这是沙滩了 在家里面 你怎么还穿着衣服啊 智美看着吴声一身休闲装的样子 有些奇怪道 已经穿不习惯睡衣了 吴声淡淡地说道 而后就找了个位置坐下 也是 估计这段时间就都没好好休息 穿不习惯也是正常了 智美点了点头 而后语气有些心疼 第78章 一起来吧 三个人就围坐在小桌子旁 吃着泡菜 吴声的心思 倒并没有在吃的上面 就是在听着两个人聊天 时不时地回应一句 他对自己的妆容和情绪把控 还是很有自信的 不管怎么样 让两个普通人看出端倪的可能性 几乎为零 只不过聊了挺长时间的 也都是些八卦什么的 没什么特别的事情 就是后天节目上比赛的事情 这个比赛 吴声也知道 听说是在海选一个跳舞最好的女团 来表演舞蹈 舞蹈方面 吴声也没什么多大的阻碍 除了可能不会太柔美之外 基本上在诸神的嘲笑下学的差不多了 高丽这边的舞蹈 大多数也以现代舞为主 不会像龙国舞一样 需要从小锻炼气质 吃过饭后 三人就各自回房间准备睡觉了 而吴声也没有去探查地形 毕竟该有的东西全部都有了 他现在可能只需要等到其他国家的净化者 来时去那片战场猎杀 第二天的时候 吴声被智美两人吵醒 他们说去一趟经纪公司练一会舞蹈 让吴声好好休息 而在中午的时候 吴声却等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智秀 智秀你在家吗 门外传来的一道男人的声音 吴声皱了皱眉头 打开房门 一个中年男人站在门口 他穿着西装 面色有些难看 再看到吴声的瞬间掀得愣了一下 而后瞬间皱起了眉头 智秀你怎么回事 回来了为什么不和我说 还不告诉我 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经纪人了 男人语气充满着不满 他戴着眼镜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 不过这也正常 在高丽眉名气的女团 甚至连普通人都不如 智秀说 我今天可以在家里休息 休息 休息什么 跟我走 老板的儿子 听说你回来了 指明道姓要找你 跟我走 说着就要去抓吴声的手 碰 吴声的眼中闪烁出些许的力气 他伸出腿 直接将对方踢飞出去 注意你说话的语气 如果你不想死的话 吴声的语气极为冰冷 一双漆黑的瞳孔 在此刻泛红 哪怕是不动用灵能 他的身体素质也远超普通人 本来执行这个任务 就心情不好 还让他去陪别人 真拿他当女人啊 高丽这地方的经纪公司吴声 可是很有耳闻的 可 你竟然敢 敢这么对我 你是不是想赔违约金 碰 吴声将对方单手拽起来 又是一脚 把你刚刚的话再重复一遍 吴声的话语间 充斥着冰冷的杀气 经纪人看着吴声的样子 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在他的眼中 吴声没什么变化 白皙的皮肤 黑色的长发 绝美的脸庞 但是散发出来的气息 却让他无比的恐惧 他浑身颤抖地看着吴声 他有一种 下一秒就会被吴声拿刀 分尸了的感觉 我 我只是个传话的 老板的儿子要找你啊 经纪人语气充满着颤抖 吴声闻言 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 而后嘴角勾起一抹糊度 好啊 带我去看看 反正现在身份是高丽女团的人 吴声也没必要顾忌太多 经纪人看着吴声的笑容 不知道为什么 平时看上去十分迷人的笑容 在此刻却充满着邪意 他总感觉 带吴声过去会出大事 但是不带过去 他的小命 多半今天就得交代在这里了 好 好 经纪人点了点头 擦去嘴角的鲜血 一脸恐惧地站起身 朝着门外走去 坐上了经纪人的汽车 吴声被对方带到了公司中 两人进入公司后 越过大厅 而后朝着电梯中走去 智 智秀 那个 你可能需要换个装吧 吴声闻言 转过头看向他 什么意思 老板的儿子 让你穿女扑装 吴声挑了挑眉 抢压下心中的不爽 那就换吧 听到吴声的话 经纪人心中松了口气 但是却又感觉 吴声答应的 实在是太简单了 咦 智秀你怎么来公司了 电梯在经过某一层的时候 智美突然走了进来 只见他满头大汗 看样子是刚练完舞出来 有点事情 吴声淡淡地说道 而后就跟着经纪人 走出了电梯 而智美看到经纪人后 好像也想到了什么 面色瞬间变得有些惊恐 和难过了起来 看样子他也想到了什么 但是他也没什么办法 很快 吴声传了一身女扑装 被戴上了顶楼 说起来 吴声这女扑装穿的 还真挺违和的 就算女装的他 也是属于清冷美女的类型 加上身高的原因 本身的压迫感还是蛮强的 换上女扑装 就有一种不伦不类的感觉 但是却又会有一种 让人想要征服的感觉 很快 吴声就被带到了一个大门前 推开门 一个巨大的床 映入吴声的眼中 床上有一个长相 由头粉面的男人 有点帅 但是帅得却很不自然 而且很油腻 他的身边 抱着两个身材娇好的美女 一脸阴邪 哟 小智秀来了 需要洗个澡吗 男人的看到智秀后 眼中闪过一丝变态的阴郁 他的嘴角笑着 语气充满着挑逗 他身边的两个女人 被他喊了出去 不用了 要不要把你爸爸叫来 吴声嘴角勾起一抹邪笑 语气有些奇怪的 嗯 哈哈 这样会不会有些不好啊 男人一愣 并没有察觉到吴声的异常 而是脸上出现了 更加变态的表情 没事 叫上来吧 吴声笑着说道 而吴声身后的经纪人 却咽了口口水 不知道为什么 他感觉吴声的身边气温 好像下降了些许 既然小智秀有这种要求 那我当然要满足了 男人的笑容愈发的变态 而后拿出手机打了个电话 很快 一个大富贫贫的男人 来到了房间之中 这俩父子 长得是一点都不像 不过脸上的表情 倒是如出一辙 见人来齐了 吴声眼中闪烁起些许的鸿芒 第79章 序列零四四 死神 两个男人将经纪人喊出门 而后就一脸淫邪的靠近吴声 吴声在嘴角勾起一抹笑容 而后伴随着一声剧烈的声响 碰 此刻 大楼中的人突然 全部将目光放向了头顶 有人摇了摇头道 老板真是的 今天的动静也太大了吧 楼顶的房间中 刀柄是大红花的粉色珠神 沾染着些许鲜血 两个男人跪倒在地 他们的身上 被看似玩具般的长刀 斩出些许的伤痕 脸上也是鼻青脸肿 一脸恐惧地看着吴声 懒人想不明白 曾经那虽然高冷抗拒 但是却无力反抗的质秀 为什么变得这么恐怖 吴声穿着女仆装 高高在上地看着两人 明天的选秀节目冠军 是去干嘛的 去 去给死神大人跳舞 表演 吴声听到此话后 眼中带着些许的了然 如果他没有猜错的话 这个死神 应该就是漂亮国这次的主要人物了 序列零四四 异能死神 据说是一种 可以将亡灵变为士兵的异能 不过这种是强制的 也需要有媒介才能召唤 不过吴声感觉 他不像是召唤灵魂 更像是利用遗物 来制造出来一个 类似于灵魂的怪物出现 这也应该是他们 为什么要来这片战场的原因了 当年在这里阵亡的人太多了 一个个全部都是 普通人中的精锐 这股力量 虽然对进化者 造不成多大的威胁 但是这就相当于是一个核弹 它可以让一个城市的普通人 在短时间内被干掉 现在全世界的进化者不足半数 人口又是十分重要的 而且这种能力在后面 如果真正的成长起来的 也是十分可怕的 毕竟如果世界真的混乱了 那么死去的人实在是太过多了 不过好在这家伙 也召唤不了比自己强的家伙 而且本身除了回多些怪物外 也没什么特殊的能力 算是一种对普通的进化者 很有杀伤力的异能 但是对于真正意义上的天才来说的话 不会造成太大的困扰 吴声响了会后 用手敲了敲诛神的刀身 两个男人跪在地上 偷偷地看了眼吴声 虽然很奇怪 吴声为什么要用一把这么丑的刀 那 那个 我们可以离开了吗 男人有些谄媚地笑道 碰 吴声一脚将其踢进天花板中 男人头颅被镶嵌进其中 生死不知 剩下那人的儿子一脸惊恐 差点就叫出了声 但是吴声的刀尖已经靠近了他的脖子 只要敢出声 吴声就敢劈死他 这家公司如果他死了 是不是就是你的了 吴声此话一出 男人瞬间就愣住了 他颤颤巍巍地抬起头看向吴声 眼中除了恐惧 还带有些许的期待 是 是的 吴声看着他的样子 脸上露出些许的笑容 我对你的财产没什么兴趣 给你个活命的机会 明天的选秀我要冠军 明白吗 男人听到吴声对他的钱没兴趣 还不会杀他之后 眼睛瞬间就亮了 疯狂地点了点头 当然 你可以考虑一下报警抓我 不过 说到这里 吴声突然顿了一下 而后将目光放在了头顶 还挂在天花板的男人身上 紧接着 一道暗红色的魔焰升起 火焰出现的时间很短三秒钟之后 那天花板上的男人 剩下的这位眼中惊恐之意更加浓烈 他听说过这种能力 进化者 他当初还想找一个进化者当保镖的 但是高力的进化者 全部被最顶尖的财阀掌控 最强的也不过退壳进二截 但是当时他也见识过 这些人掌控的力量 随手一拳 就可以将一座三米多高的假山烘碎 而吴声这种火焰的能力 他也见过 但是他们是从手里或者嘴里放火 哪像吴声这样 翘无声息就能升起一团火焰 还能瞬间将人烧得干干净净净 好 我不会的 男人语气颤抖地说道 吴声健壮面无表情地将诸神收回 而后转身离去 见吴声走后 男人先是松了口气 而后眼神中充斥着激动 他要以最快的速度将公司拿下来了 然后名正言顺地把后妈娶回家 后续的事情吴声不太清楚 他看着门口的经纪人开口道 送我回去 经纪人连忙点头 虽然隔音很好 但是他还是听到了一些东西 此刻的他真的是如坐针毡 生怕吴声给他一拳 毕竟他刚刚可是看见了 房间里面只剩下一个人了 至于报警什么的 他根本就没想过 他也就比艺人好了一点 本身在公司的地位又没多高 不然三胞胎这种三流女团 也不至于交到他的手上 很快 吴声被送回了家中 回到家中的吴声打开了电视 而后听着电视的声音开始刷手机 至于为什么要冠军 他的想法是 既然是表演 那么那天估计漂亮国的人来得不少 银虎说过 高端战力不会出现在战场之上 他决定到时候接近一下试探一下实力 最主要是的 看看对方来了多少人 如果人数不多的话最好 直接一锅端了 人数很多的话 就想想办法弄死 反正只要进入这里 吴声就不会再让这群人活着回去 该死的一个也跑不掉 不过说起来 吴声也突然觉得 这样换个身份也蛮爽的 至少干起事情 还可以不用束手束脚了 当然 如果不用女装的话就更好了 将脑海中的杂念清空掉 吴声点开了温希的聊天框 对方给他发了不少消息 温希 怎么样 吴大美女在高丽的任务执行的如何 吴声 没问题 但是别叫我美女 温希很快就回了 温希 好好 不叫不叫 我们下周就过去了 说是支援一下 帮忙打一个标记点 吴声 嗯 我来这里的第一天就观察过了 标记点的强度不高 就是数量极多 不会有什么危险 就是数量多分不广 有点麻烦 温希 原来如此 那我到时候有没有可能看到你啊 你打扮得跟个明星一样 会不会上台表演啊 吴声看着温希发的消息 面色一僵 吴声 你别管 另一边 温希看着吴声发的消息 直接就笑出了声 她感觉吴声这样 真的好可爱啊 越来越期待在高丽碰到你了呢 小巫美女 温希脸上露出笑容 喃喃自语 第八十章 吴声的出舞台 夜晚 智雅和智美回到了家中 两人看到 吴声脸色没什么问题后 仿佛松了一口气一般 智秀 你没事吧 智美的语气 带着些许的担忧之意 眼中满是怜悯 吴声见他这副模样 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 摇了摇头 我没事 怎么了 不过很快 吴声突然想到了什么 眼中带着些许的怪异之色 这俩人不会以为是被睡了吧 吴声这般想到 而后看着两人的眼神 愈发确定了心中所想 我没什么事情 你们放心吧 吴声淡淡地说道 而后站起身 朝着房间走去 好像确实没什么事情呢 智雅看着吴声 如常地走路不乏眼中的担忧 在此刻也是散去 智雅也是点了点头 他们也没想到 公司这么不当人 智雅刚回来 还把他叫过去 不过看样子 应该是躲过一劫了 两人对视一眼 而后放下了心中的担忧 房间中 吴声坐在床上 早早地就睡下了 他并不想和这两个人 有过多的交谈 有时候聊得越多越容易出问题 早点睡觉才是王道 就这样 吴声的第二个晚上 十分安稳地度过了 早上的时候 智雅敲响了他的房门 智秀 你醒了吗 我们今天要去参加第一轮海选的 吴声听到声音后 就直接睁开了眼睛 好 我穿个衣服洗瘦一下 吴声回答完后 就换了身修衔装 那边有专门的服装师 倒也不需要吴声太过担心 三人结伴行 朝着公司走去 而后又由经纪人 接三人去选秀现场 三人来到现场 因为没什么名气 很快就被打发到了后台 等待着出场 智雅和智美 两人有些紧张 吴声则是一脸淡定 很快 一个女生来到后台 给三人化妆 然后挑选礼服 吴声嘴角抽了抽 他身边的智雅 反倒是一脸羡慕地看着他倒 智雅 我发现你出去一趟之后 变得漂亮了好多哦 你看看这肩膀 这大长腿 这皮肤就是凶小了点 是不是营养不足啊 智美也在一旁疯狂地点头 甚至想伸手过来捏一下吴声 不过吴声肯定不可能 让他碰到一点 好了 准备上台吧 吴声说完后 就直接走出后台 穿着一身裙子 吴声的眼中 并没有什么其他的情绪 这几天他早就做好心理建设了 如果说是实在是有些不舒服的话 就是这衣服穿起来 实在是太紧了 让他很不舒服 不过好在走的是中性风 也不是什么比较暴露的衣服 就是比较短的上衣和短裤 吴声穿起来 很平 但是一张脸 真的被画得很好看 整体看上去 中性化比较浓 不过 本身他们跳的舞 也不是搞什么诱惑的 就是比较正常的现代舞很快 三个人上台 前方有三个评委 两女一男 因为被打点过了 三人看到吴声的瞬间 就对视了一眼 就是这个 三人纷纷读出了 对方心中的想法 而后准备酝酿此早 就算是吴声跳成一坨 他们也会拼命地夸 有时候超能力 就是这么不讲道理 吴声看着前方 坐无虚席的观众 也是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 他的眼中不再有淡定 带着些许的紧张和尴尬之感 之前他做的心理建设 在这一刻彻底崩塌 他果然还是高估了 他的羞耻心 伴随着音乐声的响起 周围的两位 已经开始了扭动自己的身姿 吴声还在发愣慢了半拍 而这时 脑海中的诸神大喊道 跳舞了 不然会暴露的 想象这是你房间 把自己的武感降低 让诸神大爷来给你献唱一句 诸神的语气充满着激动 此刻的他 在那处红雾空间中 不知道在哪里掏出来一把吉他 戴着墨镜 一头红色的长发 配上吴声的面容 配上一身极为浮夸的皮衣 整个就是个摇滚被厮守 太热血了 诸神的吼声 也让吴声回过神 此刻的他 也没有想别的 而是按照诸神的话 顺着他的方法做了下去 他将自己的五感屏蔽 而后开始扭动自己的身体 伴随着诸神 在脑海中的音乐响起 他仿佛又回到了 自己的房间之中 心中的紧张感 也消失了大半 此刻的诸神 在红雾空间中 踩着一个音响 手指朝着吉他一弹 哦 宝贝 让我们造起来 music 伴随着吉他的弹动声 舞台上的吴声 也跟随着的音乐 开始律动起来 一时间 全场鸦雀吴声 就连吴声身边的 两位的动作幅度 也不自觉地小了起来 所有人目瞪口呆地 看着台上的吴声 眼中满是呆滞 倒也不是吴声跳得不好 主要是 跳的音乐节奏点 明显就和舞台上的音乐 完全不一样 旁边的两位想要提醒 但是下面全是观众 他们也不好说什么 而且 吴声虽然动作都很对 连惯性也很好 但是太僵硬了 有种在跳机械舞的感觉 但是又没有人家那么丝滑 一时间有些不伦不类 后台的音响师 都开始汗流加倍了 他在疯狂地调整音乐 仕途和吴声的节奏相同 调了接近一分钟 终于把节奏和吴声对上了 而智雅和智美 也连忙跟上了吴声的节奏 两人眼中 带着些许的尴尬之意 吴声沉浸在 诸神构造的世界中 也并不清楚外界的想法 只觉得自己的动作 绝对没问题 直到诸神停下了音乐 他才打开自己的舞感 看着前面评委目瞪口呆的样子 他也是皱了皱眉头 怎么了 吴声转头好奇地问道 啊 没 没事 智雅觉得不告诉吴声为好 毕竟他觉得 吴声刚刚真的很沉静 要是让他知道 跳错了会不会有心理阴影 他现在只希望 评委说话能委婉点 而这时 评委也从震撼中缓过来 三人对视了一眼 而后第一个评委 直接按下通过 太棒了 太棒了 从未见过如此美妙的舞蹈 我宣布 你们晋级 啊 智美和智雅 一脸黑人问候 他们的眼中充满着震惊 而这时 第二个评委也开口道 很有律动感 太有活力了 现在年轻人就需要这种活力 太美妙了 通过 而第三个评委更为夸张 他直接站起身 拿起麦克风 一顿吹捧 美妙 太美妙了 曼妙的身姿 跳着如此动感的舞蹈 你简直就是下一个国际巨星 我宣布 你通过了 吴声点了点头 这个结果虽然是意料之中 但是他还是挺满意的 你还是有点用的 吴声心中默念道 哈哈 那是当然的 我可是诸神啊 我太懂音乐了 诸神插着腰 放声大笑 吴声转过身 直接带着呆滞的两人离开了 而后台的经纪人 将这里的情况 全部告诉了老板 那个老板摸了摸下巴 然后开口道 最后一个评委 有什么问题吗 经纪人连忙问道 加钱 第81章 准备阶段 怎么了吗 吴声皱着眉头 看着身边的两个女生 这两个人从上车开始 就一直盯着他看 让他有些不自在 没 没事 就是感觉就变化好大 至美的语气 有些许的感慨 而吴声听到此言 也是皱了皱眉头问道 什么意思 他以为自己的伪装暴露了呢 就是感觉你跳舞 和之前有一点不一样 好沉浸舞台啊 志亚找了半天 就想到了沉浸一次 吴声一愣 他倒是没想到 自己跳得这么好吗 还好吧 可能是在逃命的过程中 有所领悟吧 吴声淡淡地说道 而后转过头 至美和志亚 看吴声一脸淡定的样子 也是有些不自信起来了 俩人对视一眼 最后心领神会 不能告诉他 俩人决定 让这件事情 烂在肚子里 至于节目播出的话 他们是很相信 后期的剪辑能力的 不过能晋级就是好事 俩人还是高兴的 而吴声则是摸了摸下巴 而后朝着 开车的经纪人问道 我们还有比赛吗 经纪人连忙摇了摇头道 晋级的话 就自动进入 下周的舞蹈表演了 可能排的次序会很差 但是毕竟是一场 大型舞台表演嘛 吴声点了点头 他倒是不在意表演 主要是观众 他倒要看看 一共来了多少人 很快 三人回到了家中 吴声则是到了声泪了 而后就静止 朝着房间中走去 另外两人也没说什么 原本的智秀 也是这个性格 不喜欢说话 吴声回到了房间中 之后就拿出了手机 刷起了视频 接下来的几天 吴声也没有和智雅两人 有什么其他的交流 就是早上的时候 或者一起吃个饭 当然 还有一起练舞蹈 说起来 这个练舞蹈 吴声还被吐槽了好多次 说他的骨头 变得僵硬了许多 吴声也没什么好说的 只能尴尬地配合着他们 当然了 僵硬也并不代表 吴声的柔韧性不好 只是他的柔韧性 全部用来战斗了 突然跳舞的话 会很不适应 他也并不想朝着这方面努力 时间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过去 很快 一周的时间就这样度过了过去 智雅和智美 天天训练得很晚 至于吴声 他则是练一会就回家了 刚开始 本来两个人还有些不满 但是 最后被经纪人一举 不愿意的话去陪老板 给堵住了嘴巴 陪老板什么下场 他们两个还是十分清楚的 很快 就到了要表演的那一天 这天 进化学院的人 也成功地朝着高丽飞来 里面除了温惜 并没有其他人清楚吴声的行踪 他们只知道 吴声这一个星期 在别的地方执行任务 等这次任务结束了 就会和他们会合 温惜下了飞机后 就和身边的人聊了起来 聊着聊着 温骏就有些感慨地说道 哎 该说不说 高丽的美女确实多 可惜吴声那小子 不知道去哪里了 想不到福了 哥 又不是人人会和你一样 温惜有些称怪地说道 一旁的上官清荣也开口道 我哥才不会去做那些事情 上官展在一旁 十分认可地点了点头 在他的印象中 吴声是个十分理智 强大 睿智的一个男人 不过很快 他可能就要打破他这个想法了 他们被高丽的使团带走招待 高丽说 叫来了他们国家 最为优秀的男团女团 前来表演 众人情绪各不相同 有人情绪高涨 有人情绪低迷 也有人一脸不屑地表示 招待人用女团男团 不愧是高丽 而众人在进入代座席后 就开始观察四周 各国来的人都不少 最主要的 也就几个国家 白熊国的一群肌肉 极为壮瘦的少年 漂亮国则是各种都有 有肌肉壮瘦的人 也有面容阴影的 也有鼓到着什么东西的 反正就是很杂乱 当然 也不是所有的国家 全部来了 来的也就五个国家而已 龙国 白熊 漂亮国 樱花国 以及大不列颠的骑士 看样子 一个个的全部来者不善 在看到轩辕天骄等人入场后 也是饶有兴致地看着他们 当然 眼神深处是警惕 是怎么都无法抹去的 而在后台的吴生 也皱了皱眉头 他是没想到 龙国的人也会来 他以为 只有漂亮国的人呢 漂亮国的人数量 和龙国的差不了多少 也就三十人 其他国家也都差不多 这里来的人 基本上都是各怀鬼胎的 试探居多 自从进化者出现后 各国的实力 其实就已经开始洗牌了 无庸置疑的 目前龙国 漂亮国等之前的 顶尖大国手中 肯定是会有 换身镜的强者 至少十二生肖 全部都是 其他大国家 明面上的换身镜数量 也都相差不大 像高丽这种 被漂亮国掏空了的 没有也正常 樱花也没有很多 樱花的进化者数量不少 不过顶尖强者不多 后台的无声 盘算着双方的实力 里面最强的 就是轩辕天骄 进化八阶 其他国家的最强者 也不过进化七阶 正常来说的话 无声可以将这里 所有的人 全部留到这里 不过无声 并不打算这么做 首先全部在这里的话 骚乱引起的太大了 而且 既然对方的实力 已经了然于心的话 无声有自信 全部给干掉 需要等待的 就是时间了 至于高丽怎么样 管他屁事 和平时代的同盟 在这种时候 就宛如一张废纸 要不是有抑郁 和其他种族的威胁 人类自己早就打起来了 现在除了龙国自己人 其他人全部是敌人 现在身份是高丽国的人 这个时候 不扣使盆子等啥呢 而且现在不动手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熟人太多了 长得像还好说 拿出刀来了 就和自爆没什么区别了 这样的事情 绝对不能发生在他的头上 第82章 各国到齐 很快 一个个的女团男团上去表演 众人刚开始看的 还算津津有味 过了一会 就索然无味了起来 很快就轮到了吴生 几人上台的瞬间 龙国的众人 瞬间惊呆了 温熙的嘴角止不住的上扬 他一双瞳孔一踩连连 手机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已经拿了出来 并且十分迅速地拍了一张照片 我靠 什么玩意 温俊揉了揉眼睛 一脸震惊地看着台上 穿着热裤 和吴生长相极为相似的女人 大哥 上官展不自觉地叫出了声音 而台上的吴生 面色如常 他知道 越在这个时候 越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一点都不可以 上官轻荣 也是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 眼中满是不可置信 这 这也太像了吧 温熙在下面 饶有兴致地看着吴生的热舞 周围的人却是一轮纷纷 妹子 这家伙也太像吴生了吧 要不是知道 吴生在执行任务 而且没从他身上 感受到灵能的气息 我真以为他 就是吴生假扮的呢 温俊靠近温熙惊讶地说道 而温熙闻言也是 笑着点头道 确实呢 我都被吓了一跳呢 不过该说不说 要不是吴生的原因 这个美女长得确实好看呢 这边议论纷纷 而上面的吴生 已经默默地表演完了 吴生变色如常地走下台 身旁的两人则是一脸紧张 很显然 这一次上台 他们还是很激动的 毕竟这种大舞台 他们曾经做梦都没想到能上来 俩人在一旁讨论 而吴生 则是已经把经纪人 喊过来了送我回去 吴生淡淡地说道 既然观众全部到齐了 那么他也没必要再和智雅和智美住在一起了 他准备换个地方 顺便打探一下众人的战场 经纪人文言也是连忙带着三人 朝着外面走去 送我去趟公司 吴生淡淡地说道 经纪人连忙点头 而智美和智雅则是一脸奇怪 他们从几天前就发现了 经纪人好像突然特别害怕智秀起来了 而车子很快就来到了公司楼下 吴生打开门道 送他们两个回家吧 我有点事情 说吧 吴生走进了公司大楼 静止朝着电梯走去 而智美和智雅看着吴生的背影 一时间也开始了讨论 智秀不会是被老板的儿子看上了吧 有可能 不过很快 俩人的讨论就被经纪人打断掉了 而吴生则是已经一脚 将老板办公室的大门给踹开了 扑通 男人直接跪倒在地 一脸恐惧地看着吴生 您 您有什么吩咐吗 他是生怕吴生是来杀他的 毕竟这几天他过得真的很快乐 娶了小妈之后 他对其他的女人也没什么兴趣 主要是光小妈一个人就够他受的了 真的很润 而加上全方位掌控公司 她的权力已经到达了这家公司的顶端 这种生活实在是过于让人沉醉 他是真的害怕吴生一刀罢 这一切全部剥夺 给我安排一栋房子 我想一个人住 有问题吗 没问题 没问题 我这就去安排 男人见吴生不是来杀他的瞬间 就激动了起来 连忙打电话开始安排 安排好了 您过去住就好了 放心 未来这个房子只会是你的 不用 我很快就会离开的 你不用这么提心吊胆的 吴生说完后就转身离开 而男人听到 吴生的话也是兴奋了起来 谁都不希望自己的脑袋上 悬着一把刀 他也不希望 说实话 他其实已经开始想办法 怎么把吴生弄走了 只不过一直没有想到而已 但是如果吴生是自己要离开的话 那可就太好了 想到这里 他瞬间就开心了起来 甚至想要回家找小妈 吴生并不清楚他的情绪 此刻的他正被带往一个小区 看着新的房子 吴生点了点头 而后将送他来的人喊走 拿出手机 吴生给银虎发了条消息 吴生 各国的人已经全部出现了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银虎很快就回了消息 银虎 先杀死神 他必须得先死 其他人的话你尽力 想杀多少杀多少 但是 尽量别留下太多的破绽 吴生 没问题 吴生收起手机 眼中不自觉地闪过一抹鸿芒 现在的他 也没必要去隐藏什么 今天晚上 他打算先去把温熙约出来 既然他们都是来处理标记点的 吴生觉得 温熙应该能知道 其他国家需要处理的标记点在哪里 到时候 他也可以提前去蹲点 直接杀了那群人 他的修为 也确实该涨一涨了 不然的话之后 前往抑郁 光靠净化镜的修为 肯定是不够用的 抑郁那边的具体情况 他们了解的可并不多 不过有一点 是绝对可以确认的 那就是 抑郁的强者 肯定是远超蓝星的 要不是蓝星 可能会有某种意志 会压制修为 估计早就被对方占领了 吴生拿出手机 给温熙发了条消息 吴生 晚上能出来一趟吗 我有点事情找你 而此刻 在大使馆的温熙 看着手机中 无声发来的消息 也是不自觉的嘴角上扬 温熙 当然有 怎么了吗 无声 其他国家的标记点 你都知道在哪里吗 如果有具体位置的话 发给我一份也可以 温熙看到这里 眼珠子转动了一下 而后打字回应道 那你晚上给我发的 吴生 好 第83章 金刚仙女 吴生收拾了一下 而后换了身衣服 毕竟现在并不需要 关注其他人了 他穿什么都无所谓 只要脸部恢复原状就行 至于刀的问题 他已经想好解决办法了 官吏的异能 正好能派上用场 很快 吴生穿着一身休闲装 朝着街道走去 高丽的街道和龙国 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唯一的区别就是 人数不会太多 而且也多数是年轻人 很快 吴生就看到了 坐在公共场椅上的温熙 哇哦 这是谁啊 长得这么漂亮 温熙看着吴生 语气有些许言语道 吴生听着温熙 略显打趣的话 心中没有丝毫的情绪波动 我打算先去漂亮国 分配的标记点看看 他们所处的位置是哪里 见吴生一脸认真 温熙也是拿出自己的手机 而后展开了高丽的地图 这个位置 他们的边境 也是当年的战场附近 而我们则是被完全分到了 相反的方向 他们可能也能察觉到 我们想做什么 吴生见状点了点头 而后好奇地问道 我们这边寻找遗物的手段是什么 呼声 温熙说出了一个熟悉 而又陌生的名字 他 我记得 他才净化武剑 异能的原因吗 吴生有些好奇地问道 这个呼声 他也算是很有印象了 之前南疆之时 他本来是打算过来帮吴生等人的 但是中途被其他的事情缠上了 当时还给吴生发消息了 不过吴生的手机消息挺多的 一时间也没有看到和回复 我记得他的序列是025 换0是吧 温熙点了点头 是的 一种类似于传说中的神打术 不过召唤的不是什么所谓的神明和祖师爷 吴生闻言也是了解了 明天早上 你们可以去那片战场看看 我打算今天晚上试探一下他们 吴生淡淡地说道 会不会有危险 而且 我感觉 樱花和漂亮国好像在预谋些什么 温熙有些担忧地问道 虽然吴生的实力很强 但是他还是有点害怕 吴生会被偷袭 没事 他们的预谋 无非是对我们观察 动手 或者是伙同一起 但是这种东西在绝对的实力面前没有作用 就算打不过 我也能跑 吴生的语气充满着自信 而温熙见状也不再多说些什么 好了 你早点回去吧 晚上出来的太晚 可能会引起其他人的怀疑 我也要先走了 吴生说完后 就直接转身离开了 温熙见状微笑着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在吴生的身影消失在人群之中后 温熙无嘴轻笑道 什么嘛 不就是害羞吗 找的借口真烂呢 说完后 温熙也背着手离开了 另一边 吴生已经打车朝着温熙给的方向离去 好在高丽的地方小 一个小时都不到就到达了目的地 吴生付过钱之后 在车子离开后伴随着身体一闪 整个人瞬间消失在原地 而另一边 此刻一群人正齐聚于一个空间之中 他们互相谈笑着 吃着巧克力 约翰 你应该也快突破了吧 一个男人朝着前方气质有些阴奕的少年说 嗯 这次任务执行完之后 就可以冲击进化八街了 男人点了点头 而身边的同学们 在听到约翰的话后也是一脸崇拜 甚至已经有小姐姐开始朝着他抛媚眼了 约翰的眼中充斥着骄傲之意 但是很快 他们的周围突然蔓延起恐怖的红色雾气 这是什么情况 有没什么进化者伸出手触碰了 一下雾气 在他手触碰到红雾的瞬间 他感觉身体一疼 不知道为什么 这些红雾就好像刀一般穿过了他的身体 但是疼痛过后 他的身体又完好无损 有敌人 伴随着人群中有人大喊 一个巨大的身影从天而降 碰 这 怪 怪物 众人看着前方接近三米高的身影 眼中充斥着震惊和惊恐 烟雾散去 一个长发飘飘长相俊美的女子 正一脸杀气地看着他们 而他们所说的怪物 也正是眼前的这突然出现的少女 而这人也正是无声 此刻的她 样子并没有太多的变化 但是身体却充满着肌肉 体型也变得接近三米多高 右手拿着一把接近两米的粉色大砍刀 上面还镶嵌着一个巨大的红花 活脱脱的就是仙女的脸 金刚一般的体型 如果硬要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 金刚仙女这四个字极为吻合 漂亮国的众人咽了口口水 眼中满是震撼与惊恐 来 来者何人 漂亮国的语言无声也会 于是操着一口流利的樱花语道 废话少说 谁是死神 上来临死 在场的所有人瞬间就愣住了 将目光放在了约翰的身上 而无声也是瞬间将目光锁定约翰 金发闭眼 面容俊秀 但却阴逸 此刻却一脸惊恐地看着无声 主要是无声现在的压迫感太强了 天使的容颜 金刚的身材 是个男人都会怕 而这时 无声脑海中的诛神 手持一本漫画书 也开口大喊道 有了 你接下来就喊这一招 樱花落雪斩 无声接收到诛神的信号后 直接大喊道 樱花落雪斩 恐怖的刀器直直地朝着前方劈去 伴随着一刀巨大的蓝色屏障 在死神的面前升起 这一刀居然被他挡下来了 无声一脸疑惑 他并没有从对方的身上 察觉到什么灵能的波动 科技嘛 无声喃喃道 而后再度斩出一刀 为了不暴露身份 他可是下了血本了 分尸都不敢喊 直接喊樱花国漫画里面的招式 快跑 是说我们来的 约翰大吼一声 而后手中突然出现一块银白色的板子 伴随着他踩在上面 那块板子上也喷射出火焰 而后腾空三米 直接急速飞离 约翰可不傻 对方身上的气息明显远远地高于他们 这时候留在这里除了送死 根本就没什么别的用处 无声皱了皱眉头 事情比他想象中的还要棘手 以这种速度 对方硬要跑的话 除非是换自己本身的异能 用其他人的异能根本就追不上 先把周围的人杀了晋级 到退壳晋网 二十就可以用了 那家伙只要离不开这里 就一定会死的 诸神大喊一声 将无声的思绪拉回 而无声看着周围四散而逃的人眼中 也是闪烁出一抹红色的光芒 看来你们的国家并没有太在意你们 你们只是一些挡命的 无声说完后 拿起两米多的砍刀 就开始疯狂地挥洒刀气 也有人想过反抗 但是他们的力量 打在无声的身上 根本就不痛不痒 此刻他身上的肌肉 宛如最为坚硬的壁垒 将众人的攻击全部隔绝 恐怖的砍刀宛如绞肉鸡一般 一刀一个 只要被他追上 瞬间就会被骑击杀 很快 此地变成一片狼藉 周围近视尸骨 跑掉了十个 一共三十个人 跑掉了十个 没办法 这具灵神力偏向力量和防御 速度上还是太慢了 无声拿出手机 给温西发了条消息 让我们的人离开二十个 躲起来 如果其他国家的人问起来就说 他们死了 凶手是一个 无声犹豫了片刻 不知道该不该发 但是最后为了任务 还是咬了咬牙 是一个金刚仙女 无声发完后 手机都没有看 而是趁着聚灵神力的效果 还没有消失 朝着其他国家的人 所处的方向掠去 第八十四章 十二主神雅典娜 另一边 温西一脸好笑地 看着无声发来的消息 不过 他倒也没有只顾着笑 而是和众人说了 这一件事情 啊 其他国家遭遇袭击了 还死伤大半 有人一脸惊讶地说道 温西点了带你头 而后开口到据说 是一个叫金刚仙女的家伙出手的 很恐怖 实力极为强悍 漂亮国的人已经被杀的 只剩下十个人 我们这边也只能留十个人 薛元天娇听到温西的话 也是明白了什么 他转头严肃地对着众人说道 听温西的 既然是上面安排的 我们就不要多问了 接下来 我点到名字的全部留下来 说吧 薛元天娇一共喊出来了 包括他和温西在内 一共十人 而后剩下的人 则是被遣散了 不管他们去哪里 但是这几天 不能出现在此地 对于薛元天娇的话 众人倒没什么意义 吐槽了一句后 就纷纷离开了 而走的时候 还有人开口 对着薛元天娇嘱咐道 天娇大哥 妖师生哥来了这里 问我们去哪了 你不能坑我们啊 我们是按照任务离开的 薛元天娇文言笑道 放心 我不会乱说的 不过你们 也别高兴得太早 漂亮国助手的标记点 被直接打散了 估计会出来不少入狱者 你们尽量全部补杀掉 如果被问起来 尽量将樱花语 离开的十九个人 点了点头 表示知道了 另一边 吴生已经开始了 自己的杀戮 他就像一个推土机 所过之处寸草不生 白熊国 樱花国 还有大不列颠的人 被杀去大半 而且 吴生就找那些主要的人杀 虽然不是各国的顶尖天才 但是也够他们肉疼一回了 而且 这还不是结束 将脚下的樱花国人 直接才死后 吴生看着前方扭曲的 愈发恐怖的空间 眼中闪过些许的沉思 算了 抑郁也算是人族共同的敌人 就当是用来晋级了 想了想 吴生站在原地深吸一口气 将体内剩余的灵能 抽掉二分之一 全部凝聚在诸神之上 身体开始冒出新红色的雾气 这雾气仿佛是他的杀意一般 围绕在他的周身 看上去凶利无比 而很快 前方的空间走出一个个巨大的怪物 而迎接他们的并不是新世界 而是吴生的权力一击 魔刀七斩第一是 分尸 数米高的刀器 朝着前方的众多入狱者斩去 一群入狱者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直接轰杀成两半 而吴生的身影 也彻底地消失在了原地 他准备回去突破了 而很快 其他国家安排的标记点全部失守 紧接而来的 就是接近成百的抑郁者 冲入大街上开始杀戮 而漂亮国等其他国家的人 全部被杀的 缩在各自的大使馆 根本就不敢出去 另一边 吴生也已经回到了房间之中 只要突破退壳镜 这次的任务就没问题了 而此刻 在他突破的时候 诸神也宛如睡着了一般 躺在空间里沉寂了下去 周围的红雾仿佛有灵质一般 开始慢慢地蔓延 准备将诸神所在的地方 也尽数掩盖 不过 他们始终都无法靠近那一小范围 整个房间彻底地沉寂了下去 另一边 温熙他们也开始处理 他们守护的标记点 众人看着前方修为不高的生物 眼中闪过一抹厌恶 战斗持续的时间并不长 仅仅半个小时标记点 就没有入狱者进入了 而在感受到标记点消失后 众人也并没有打算 去外面帮助那些普通人 因为他们 现在应该是并不知情的状态 要是出去帮忙的话 很难不联想 其他国家的人 是被他们杀的 而此刻在高丽附近的海域上空 头上戴着老虎面具的银狐此刻 正在与一人对峙 那人是一位极为美丽的女性 手持一根金色的长枪 身披一身金色的铠甲 雪白的肌肤 看上去鹦鹉不凡 序列030 智慧女神雅典娜 漂亮国十二主神之一 银狐 你确定要阻拦我吗 雅典娜常见指向前方的银狐 一张美丽的脸蛋 说出来的话 却极为阴沉 没有啊 我就站在这里啊 你过去就是的 这又不是你们国家的领土 银狐贪了贪手 语气满事无辜 而雅典娜听到银狐的话 也是一脸阴沉 他这次的任务 是保护死神 但是银狐的出现 让他根本就无法脱身 他去哪里 银狐就跟到哪里 不厌其烦 而且 上面已经给他发送最新的消息了 他们国家的净化者 在高丽 被疑似樱花国的人袭击了 折损了二十人 幸亏死神有他的祝福 才得以脱身 但是他的祝福 一共也就能用三次 用完之后 就就重新驾持 滚开 事态紧急 雅典娜也不打算和银狐纠 直接提起长枪 朝着对方轰杀而去 哼 近战 老子就没输过 银狐冷哼一声 伴随着身后的九条虎尾出现 身体也开始急速膨胀 双手化为虎爪 直接朝着前方轰去 长枪和爪子碰撞在一起 伴随着一道巨大的轰鸣之声响起 二人脚下的海域掀起一道无比巨大的海浪 而在双方碰撞的瞬间 雅典娜突然诡异一笑 只见他身上金色的铠甲 开始拆解变形 最后化作就几个小型的浮空炮 对着银狐轰炸而去 哼 雅典娜从黑烟中冲出 他的身边突然出现了一道蓝色的屏障 屏障中的雅典娜此刻变得极为暴露 身上的铠甲变得宛如比金尼一般 只包裹了重要的部位 他看着前方的黑烟得意一笑道 你以为我为什么被称为智慧女神 时代早就变了 说吧 他就准备转身离开 突然 烟雾中冲出一道巨大的身影 身高接近十米的九尾虎 朝着雅典娜扑沙而来 巨大的爪子宛如拍苍蝇一般 直接将刚才还得意洋洋的雅典娜 拍入海中 巨虎的面部 突然出现一抹人性化的不屑 切 当老子傻 没情报 我会来打架吗 不给你点破绽 你还真以为自己聪明是吧 说吧 银虎又变为那人形的模样 站在空中 看着从海底飞出的雅典娜 也是一脸笑意 嘖嘖嘖 身材不错嘛 要不跟我去喝一杯 打打杀杀的多不好 我们可以做点 有利于人类进步的事情 雅典娜此刻发丝沾满了水珠 看上去十分的狼狈 听着银虎的调侃 他瞬间就怒了 他长枪一指 身边的浮游炮 开始放出无数的激光和炮弹 每一击的威力 都足以轰杀一位退颗镜的强者 炮火与激光开始疯狂地输出 而他手中的长枪也开始变形 化作了一个宛如加特林一般的武器 子弹与激光 开始疯狂地朝着银虎轰杀而去 海面也升起无数道波涛与蒸气 小妙别太带火气 小心月经不调 说完后银虎仰天咆哮 身后开始显化出巨虎虚影 九虎拜天 两位退颗之上的强者 在此处发生了强烈的战斗 而这种场景也发生在其他地方 第85章 幻灵 顶尖强者们的战斗 高丽的众人并不知晓 在夜晚过去后 白天的他们仿佛又有了勇气 当然也是因为高丽的高层 开始求助他们了 众人也不得不来到大街上 开始猎杀入狱者 大街上 手持镰刀斩杀了一个入狱者的约翰 观察了一下其他国家的人 他发现所有国家的人全部都少了 本来他还怀疑是龙国的阴谋 但是在对方的人全部出现后 也打消了些许的疑虑 毕竟龙国也少了人 但是也不排除是对方的阴谋 至于樱花国 说实话 他根本就不信樱花有胆子对他们出手 不过是一个附庸的国家而已 就算进化者的出现 也改变不了他们骨子里的巨疤 这是约翰对于自己国家的自信 但是他并不知道 在进化者出现后 有些国家的高层早就掌握不了权力了 轩辕天骄也知道 其他国家的人在观察他们 他朝着不远处的忽生喊道 忽生 你和温俊去那片战场 我们后续会到的 忽生是一个身材消瘦的少年 他的头发很长 双目无神 眼皮被搭拉着 看上去极其的没精神 一身黑色的运动服 手持一柄飘着红色丝带的大刀 在听到轩辕天骄的话后 他点了点头 而后和温俊直接离开了战场 而漂亮国也少了几人 此刻在曾经的战场上 约翰看着地面的土地 眼中满是兴奋 他只要将这里的灵魂全部收集 转化为自己的士兵 那么回到漂亮国的他 绝对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天才 他收起自己的镰刀 将手按在这充满着历史痕迹 和血迹的土地上 战死的亡灵们 我以死神的名义 令你们为我所用 成为我的士兵 此话一出 周围突然出现了一个个绿色的栗子 他们开始缓缓地飘向约翰 而这些绿色的栗子中 也掺杂了些许的红色栗子 他们飞行的速度极为缓慢 好像有些迷茫 地言语 突然 一道金色的火焰化作剑语 朝着正在聚集死魂的约翰 轰杀而去 约翰也察觉到了攻击 直接放弃了收集魂魄 直接朝着后方跃去 躲避了这一道攻击 而红色的栗子 在这一刻 仿佛突然失去了目标一般 落入地面 天空之上 一双金铜的温骏 手持乌妖剑 看着约翰道 你要收集 你那些狗屁漂亮国士兵的魂魄 我没意见 但是这片战场之上 还有很多龙国士兵的尸骨与遗物 等我们将他们接走之后 你再动手 哼 我来就是为了这些士兵 我管你是哪个国家的 谁挡我 我就杀谁 成为第一天才的机会 破手可得 约翰不会放弃 他手中的镰刀 化为一个怪物 出现在此地 怪物与他的修为相当 长着一张漂亮国人的脸 穿着一身军装 但是却面容呆滞 好似那灵魂一般 手持镰刀 护身 我来挡住他 你把魂魄先收集好 护身点了点头 而后单手放置地面 幻灵 休想 去拦住他 约翰朝着身边的人大喊 而他身边的人 在此刻也反应过来 直接朝着护身冲去 护身看着朝他冲来的 五阶进化者 面色一沉 找死 幻灵 五圣关羽 伴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只见他的头顶 仿佛有一个男人 冲进了他的身体中 不过那个男人看样子 并不像历史中的关羽 很快 忽身双目睁开 他怒目而视 手中凝聚出一把 飘着红色布料的大刀 待 一族赶上我龙国子孙 我这大刀 必斩其脖梗 一道极为威严的男生 从忽身的喉咙中传出 他手持大刀 直接朝着前方冲来的 净化者看去 厚重的大刀 带着极为沉重的力量 直接斩向那人的脖子 双方开始了殊死搏杀 而这时 在忽身用出异能之时 这片土地仿佛也发生了些许的变化 你听到了吗 听到了 那是 是 没错了 是我龙国龙银之声 他们 他们来接我们了 第86章 被吊打的约翰 在众人沉浸在战斗中之时 无人聆听到那声音 忽身手持大刀 毫无章法 又不满杀鸡 那漂亮国的净化者 被大刀压制得苦不堪言 身上也满是伤痕 而另一边 约翰和温骏势均力敌 约翰本身的七阶修为 配上那镰刀化为的恶鬼 两个七阶对战温骏 虽然没有特殊能力 但是两人的力量 也足以让他们 占据些许的上风 温骏手持巫妖剑 朝着约翰劈砍 双方的战斗 一时陷入了僵局之中 这时 伴随着一道龙银声响起 约翰被直接轰飞了出去 温骏转过头看去 只见轩辕天骄 正一脸严肃地看着约翰 黑色的瞳孔充斥着不满 人黄 约翰自然是听说过 轩辕天骄的名号 眼中满是不甘 这家伙和他们那边的 几个家伙一样 都是国家最为顶尖的天才 也是最为引人注目的 这一次 他好不容易得到这个机会 只要成功 他未来 也可以站在世界的顶端 另一边忽身 将对方的手臂斩伤 而后回到了 轩辕天骄的身边 怎么回事 轩辕天骄 假装不知情地问道 我们来这里寻找先辈的遗物 这个死神 想把他们变成亡灵 供他驱使 温俊语气充斥着愤怒 死神 你这行动是你个人意愿 还是你身后有人指示 死神面色一沉 他当然不会说 有人指示 我自己的想法 怎么样 你想对我动手吗 知道还问 轩辕天骄单手一挥 一道雷霆 朝着前方的死神轰去 哄 死神来不及闪躲 只见他的身边 再度出现一道淡蓝色的屏障 帮助其挡下了这一击 死神看着轩辕天骄 高高在上的样子 眼中充斥着不甘于愤怒 这一击是警告 你要带回你们自己的士兵 我们无权管理 但是我龙国的先辈 只能由我们龙国带走 你们谁敢碰 我就在这里杀了谁 轩辕天骄的语气冰冷 身边的元素开始显化 金龙开始咆哮 仿佛在诉说着 其主人的愤怒之意 死神面色阴沉地 看着前方的轩辕天骄 他们这边的实力 整体根本就不是对方的对手 一时间 他也不好说些什么 雅典娜大人 什么时候才能来啊 死神在内心疯狂地咆哮 唾手可得的机会 现在却即将在他手中溜走 其实他主要的目的 也是龙国的士兵 毕竟当年的战场之上 死伤最为惨重的 就是龙国士兵 虽然作为主战场的高利国 伤亡更是恐怖 但是那战斗力 根本就不能和龙国 与漂亮国的相提并论 他也从来没打算 将那些弱鸡的亡灵收集 就在约翰准备离开之时 突然其他国家的人 也全部过来了 约翰在看到大不列颠 和樱花国的人后 眼睛瞬间就亮了 大不列颠和他的国家 都是西方 所以帮忙阻挡一下龙国 肯定没问题 至于樱花国 那本来就是漂亮国的狗 樱花国的人 过来帮我 约翰朝着樱花国的众人喊道 那些人听到约翰的话后 有些愣住了 宫刀桑 漂亮国的人在叫我们 怎么办 樱花国的人 以一位身穿和服腰间 别着太刀的男人为首 过去看看怎么回事 现在还不撕破脸皮的时候 宫刀思索了片刻 而后开口道 一行人就朝着约翰的方向走去 而大不列颠的人 也在靠近 约翰将事情 悉数告诉了他们 两边的人全部愣住了 不过很快 他们就决定帮助约翰 毕竟能让龙国难受的事情 他们还是很愿意做的 我觉得 龙国有些自私了 既然都是人类 我们现在最为重要的问题 应该是抑郁 能增强人类的力量 就是好的力量 你们龙国 竟然无法将这些亡灵 转化为力量 何不让死神将其收走 这可是 造负我们人类的好事的 公道开口笑道 而一旁的大不列颠的小骑士 也是一脸笑意的点头 约翰也是一脸得意 现在人数上 他们占据优势 道德上占据优势 在他看来 就算今天无法收回亡灵 几天后 依旧是没有丝毫问题的 龙国的众人没有说话 而是将目光 放在了轩辕天骄的身上 轩辕天骄 听着前方樱花国人的话 眼中闪烁起杀意 哼 找你们小天皇过来 至于你 人皇令 伴随着金色的令牌 出现在轩辕天骄的身前 温骏 温熙 上官斩等人 也纷纷技术异能 讲个狗屁道理 我们实力强 我们就是道理 温骏说完后 腾空而起 周身燃起无尽惊艳 恐怖的火焰在其身后 组成一头三足金屋 很显然 他准备动全力了 受死 轩辕天骄冷哼一声 金龙咆哮 地面的土地开始震战 一个数十米的黄土 组成的巨人拔地而起 风神 地灵听令 传说中 人间的人皇 拥有号令人间一切的力量 作为人族之地 不尽天地 自身就是人族的天地 前方的约翰等人 面色瞬间就难看了起来 人皇 你想干嘛 按照盟约 我们应该是盟友 你想对我们出手吗 约翰的话 让轩辕天骄不屑一笑 什么盟友 听不见 我只看见了一群 疑似想要只让我龙国 先辈之魂的畜生 话音落下 轩辕天骄身前的地灵 一跃而起 数十米的身躯 朝着前方的众人 一拳轰去 约翰等人面色大变 连忙开始躲避地灵的攻击 他们明白 硬实力上 他们根本就不是 轩辕天骄的对手 毕竟世界上 只会有一个无声 越即而战 只是少部分人的特权 而死神这种普通的天才 很显然不在这一列当中 约翰顾忌重施 拿出雅典娜给他的飞行器 直接离开此地 可恶 轩辕天骄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约翰准备等过几天 龙国的人收集完了 再回来将其他士兵带走 没办法 实力不如人 雅典娜大人也没来 约翰的心中 充斥着懊悔之意 这唯一一个可以晋升的机会 就这样从指尖溜走 而他心心念念的雅典娜大人 此刻正在一座 不知名的小岛上 和引虎战斗 双方战斗的动静极大 小岛时不时地 发生一道剧烈的爆炸 仿佛下一刻 就像沉默一般 双方虽然战斗得极为激烈 但是身上的伤势并不大 因为两个家伙都不傻 一个是为了摆脱 一个是为了纠缠 所以根本就不会用出全力 毕竟一个顶尖强者要是受伤了 所需要的资源 也是极为巨大的 第87章 龙魂归家 轩辕天交界那群人全部离开了 也是将目光放在了忽身的身上 你安心收集 我们的时间足够 忽身点了点头 而后闭上了双目 他身上的灵能 开始朝着周围扩散 很快 他就听到了一个个 极为沧桑 而有空灵的声音 是龙国人吗 忽身听到声音后 也是面色一喜 是的 是龙国人 后背忽身 前来接诸位英雄回家 好啊 回家好啊 我们在这里待了好久了 伴随着一个个声音的响起 忽身也睁开了眼睛 他的瞳孔变得有些通透 在他的视线中 他的周围 一个个身穿军装的人 正一脸笑容地朝着他走来 他们脸上洋溢着喜悦之情 好孩子啊 都是好孩子 看看长得多好 多高啊 龙国现在肯定越来越好了 是啊 看来当年咱们打得直当啊 哈哈 是啊 你看看这些孩子 可比我们那时候好看多了 他们夸赞着这些少年 而这场景 也只是忽身能看到 此刻的他 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他只觉得有些难过 这些都是流浪在外的英雄啊 他们复苏想的第一件事 就是回家 而伴随着魂魄们慢慢地靠近 忽身体内的灵能 也开始急速消耗 而在薛元天骄的眼中 他们此刻正一脸震撼地看着周围 他们看不到魂魄 但是能看到魂魄寄托之物 他们看到了残破不堪的国戚 看到了布满铁锈的大刀 也看到了一块块白色的尸骨 他们漂浮在空中 正朝着他们靠近 时不时的 还有轻抚过他们的头顶之物 好似一个个温暖的大手一般 快 把这些全部收回御环中 忽身快撑不住了 这时 温西突然发现 忽身此刻正面色惨白 脸上满是汗水 仿佛经历过一场大战一般 对 快快快 众人瞬间反应过来 用出异能 开始急速穿梭于 这辽阔的战场之上 这么多遗物 一天肯定是无法收集完的 众人带着忽身 连续收集了好几天 只要忽身的灵能恢复 众人就继续 几天下来 不分白昼的忙活 不过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 这都是他们应该做的 而另一边 无声的突破 也接近了尾声 退壳镜 简单的来说就是 退去人类的躯壳 相当于换一副全新的 更为坚韧强劲的身体 到达这一境界 已经可以说是 彻底脱离的凡人的范畴 在不催动玲珑的情况下 普通的子弹 打的他们的身上 就跟脑痒痒没什么区别了 可能穿假弹 能造成些许的伤害 但是这一境界的进化者 最为强劲的 也并不是防御 而不仅仅无声在发生变化 他的体内 诸神也在沉睡 甚至连那空间的红雾 也开始朝着某个形状 开始变化 时间一点一点的流逝 在最后一个遗物回收后 轩辕天骄等人 脸上露出了笑容 回家吧 不能让他们等太久 我觉得 他们肯定也着急了 轩辕天骄 看着身边的同伴 笑着开口道 嗯 不能让他们等太久 这一刻 所有人的心里 没有了其他的杂念 他们只有一个 共同的想法 即刻启程 回龙国 带这些遗落在外的英雄回家 任务圆满完成 没有丝毫的阻碍 进化学院的29人 当天就回到了龙国 他们将手中的玉环 郑重地交给前来接应的军官 一脸严肃 军官双手接过这小小的玉环 他一脸郑重地 朝着身后的众多士兵喊道 迎 英雄回家 迎 英雄回家 数以万计的龙国士兵 在飞机停靠的地方 齐声呐喊 在呼声的视线中 他看到了一个个亡魂 从玉环中走出 他们的脸上 满是激动和欣喜 他们是灵魂 流不出眼泪 他们听着这龙银 看着这繁华的龙国脸上 满是欣慰 回来了 回来了 真好 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兄弟们九泉之下 也可以安息了 这些执念 走过一个个空隙 他们要去看看 看看这祖国的大好山河 看看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土地 小兄弟 你能看到我们吗 突然 一个中年男人 走到了呼声的身边问道 可以看到 你们是有什么愿望吗 呼声问道 对 能不能跟上头说说 把我们的坟墓 安排在一个人多一点的地方 热闹一点的地方 那人的话 让呼声一愣 会吵到你们的 而且 怎么会呢 枪炮都吵不到我们 同胞的声音 又怎么能吵到我们呢 而且啊 我们也想继续保护着我们的家啊 男人的话 让呼声瞬间愣住了 他看着面前的男人 双目不知在何时 已经被泪水淹没 他们就算是回到了家 想的也是继续保护他 生时 他们用血肉筑起 最为坚固的围墙 死后 医药化为龙魂 护佑他们最为热爱的家园 呼声用力地点了点头 放心 我会和他们说的 男人听到呼声答应后 也是露出了极为欣喜的笑容 谢谢您 说吧 他也转身离去 能告诉我 您的名字吗 呼声突然大喊道 我们统称为 龙国志愿军 男人说完后 缓缓地消散于这片土地之上 他不会消失 他将与龙国土地 永世共存 而另一边 无声也彻底地突破了退壳境 他睁开眼睛 眼中的杀气 变得更为恐怖和浓郁 身边弥漫着一股诡异的红雾 这就是退壳吗 无声看着自己的双手 此刻的双手变得白如玉石 极为美丽 但是却拥有着极为强横的力量 他站起身 走到了镜子面前 之前的妆容早已消失不见 他本身的面容映射在镜子中 极为俊逸 一双瞳孔 看上去无比的深邃 此刻 那布满这红雾的空间中 诸神也苏醒了 诸神的眼中 闪过些许迷茫 在他苏醒后 空间中的红雾 又朝着四周散去 留下了比之前还要大的空间 红雾中 仿佛有着什么东西一般 诸神看着自己的手 喃喃自语 我叫 诸神 第88章 诸心一刀 催神夺命 无声洗了的澡 然后打开了自己的手机 手机中有好多条未读消息 其中最多的 就是温熙的 温熙将他们发生的事情 全部告诉了无声 并且每过一天就提醒无声 从他开始沉睡后过了多少天 温熙 今天我们龙魂已经全部归家 任务圆满完成 是第四天 这是最后一条消息 无声见状也回复道 我知道 我这边一切顺利 不出意外的话 明天就会回去 发完消息后 无声就收起了手机 既然龙国的众人 已经离开了的话 今天那片战场 应该还会有人 他打算去看看 按照他的计算 轩辕天骄 是绝对可以碾压那些人 漂亮国的家伙 大概率不会放弃战场上的灵魂 毕竟漂亮国的士兵也不少 无声走出房子后 宛如幽灵一般 消失在原地 整个人开始朝着那战场之地 急迟而去 而不出无声所料 在龙国的众人离开后 漂亮国的约翰 确实带着人来到了这里 但是他也遇上了麻烦 因为将自己的信息 暴露给了樱花国 和大不列巅国 这两个国家的家伙 联合白雄国 在战场上阻止约翰 收集亡灵 约翰此刻也被打得 有些招架不住 本来以为龙国的家伙 走了他就可以高枕无忧 但是没想到 却被之前的盟友被刺 樱花国的家伙 你居然敢对我出手 你不怕我回国之后 向你们樱花国问罪吗 公刀手持太刀 一脸不屑地道 你死了谁会知道 而且你以为我们樱花国 还是之前的樱花国吗 世界的格局早就变了 你还以为你们漂亮国 是当初的霸主吗 大不列巅的骑士 手持长枪 朝着约翰刺去 碰 约翰这边刚挡住攻击 另一边的白雄国的人 就一拳朝着他轰来 另一边的公刀 也朝着他斩出一刀 蓝色的屏障再度出现 挡住了这致命一击 但是这最后一次机会用过后 也就预示着他 如果再不走 就绝对会折损在此地 撤退 约翰大喊一声 而后再度顾忌重施 飞行棋踩在脚下 朝着远处盾去 不能放他走 不然我们都得倒霉 公刀大喊一声 而后连忙跟随了过去 其他人见状也是明白 这件事要是捅出去 漂亮国问起罪了 倒霉的绝对是他们几个人 毕竟为了大局着想 牺牲几个一般的天才 根本就是不痛不痒的事情 约翰在飞行器上 看着身后追上来的众人 眼中充斥着恨意 这个仇我一定会报的 在他转过头看向前方之时 眼中突然闪烁着一丝错愕 那是 前方的数里外 一道身影正站在那里 双手中还拿着什么 持于胸口之上 整个人成功自步 正对着他此人正式无声 无声很早就看到了他们的战斗 并且在这里等了挺久的了 他戴着一个黑色的面具 一头新红色的长发 迎风飘扬 双手持住诸神的刀柄横 置于胸口之上 刀尖指向前方 呼 无声吐了口啄气 体内的灵能 开始在朝着诸神刀上凝聚 新红色的雾气开始弥漫 并且缓缓地朝着刀上凝聚 分尸不成 而诸其心 祖其思绪 催其神灵 据杀念为刀 拧刀尖于世 而在靠近着无声的约翰等人 此刻却看到了另一幅画面 他们的前方满是红雾 红雾中仿佛有怪物在咆哮 他们听到咆哮声后 吓得愣在了原地 他们仿佛被什么锁定了一般 死死的不能动弹 此刻的他们脑海中 没有了其他的想法 有的只是恐惧 无与伦比 而又十分纯粹的恐惧 那前方 仿佛有人立于无尽尸骨之上 俯视着他们 就像高等生物 俯视低等生物一般 那是来自生命层次上的威压 而这股威压的源头 就是无声 此刻 他的周身 新红色的雾气 全部灌注于诸神之上 无尽的负面情绪 从其中爆发而出 将前方的敌人死死的压制 魔刀欺斩 第二是 朱星 伴随着无声的话音落下 他的身体瞬间消失在原地 以一种极为不可思议的速度 朝着前方突刺 远远望去 一条一米多长的血线 瞬间穿过数百米的距离 从人群中掠过 三秒不到的时间 无声就出现在了 各国的净化者身后 他的刀上 没有丝毫的血液 甚至干净的有些不像话 身后的净化者 呆愣在原地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一般 无声收起诸神 静止离开了此地 无声离开后 众人的眼中 突然闪烁起清明之色 他们眼中的恐惧退去 因为之前的那股极强的杀气 已经消失不见 前方的雾气也失去了踪影 仿佛从未出现过一般 好 好了 不知道谁说了一句 众人瞬间也感受到了一股凉意 约翰突然感觉 胸口痒痒的 他低头望去 突然瞪大了眼睛 眼中充斥着恐惧与不可置信 心 心脏呢 约翰的胸口 一个拳头大小的坑洞出现 穿过了他的身体 而其中的心脏 已经消失不见 不止约翰 所有人胸口的心脏消失 血液在此刻也缓缓流出 众人的双眼开始模糊 身体也越来越冷 恍惚间 他们好像看到了 他们的心脏 正在前方跳跃着 仿佛是一个顽皮的孩子 在与他们捉迷藏一般 只不过 这个捉迷藏 说的人会失去性命 回 回来 我 我不想 不想死 约翰伸出手 作为死神的他 却害怕死亡 他想要抓住那颗心脏 但是最终却无力地 瘫倒在地 伴随着一个个的 落地之声响起 至此 除了少数各国 没有前来此地的人之外 在场的人 尽数死亡死状一致 面色恐惧 心脏消失 诸心一刀 催神夺命 第89章 回国 吴生这边在将约翰击杀后 某个海面之上的雅典娜 好像也突然知道了什么 面色突然一沉 雅典娜美眸狠狠地 瞪了一眼银虎 而后转身 朝着自己的国家飞去 银虎见状 也并没有追过去 而是笑着说道 嘖嘖嘖 看来事情结束了呢 说完后 银虎也原路返回 而另一边 吴生也踏上了回国之路 既然那些人尽数被杀 他也就没有什么必要 在这里待着了 第二天一早 吴生就回到了安城的机场 吴生先是回了一趟家 在家中和大伯报了个平安 就来到了生肖组织的基地 哟 来了 好久不见啊 任务完成得怎么样 银虎此刻正坐在办公室中 看着什么 在看到吴生进来后 也是笑着开口道 全部杀了 不过看数量 应该有几个回到了他们的国家 银虎摆了摆手笑道 这不是什么大事 那个死神小子死了就行 对了 你记得去一趟欧阳博士那里 他有事找你 吴生一愣 欧阳博士 找我 银虎点了点头 我也不太清楚什么情况 但是他指明到信要找你 你记地去看一下吧 行 吴生压下心中的疑惑 而后转身离开 欧阳博士所在的地方 就是之前安城古宫附近 那个特殊的小房子中 吴生记得地方 直接过去就好了 半个小时后 吴生到达了地方 门口 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白发男人 正站在门口 仿佛在等待着谁 在看到吴生后 男人微微一笑 而后走了过来 魔鼠是吧 跟我来吧 吴生点了点头 这人就是欧阳博士 一头白发十分的显眼 据说其实年纪已经很大了 只是在标记日之时突然觉醒 而后成为了进化者 最终返老还童 亦能吴生并不清楚是什么 但是据说很强 进生退壳 有没有感觉 有哪里不舒服的 明浪的走廊中 欧阳博士突然问道 吴生一愣 而后摇了摇头道 没什么不舒服的 就是力量更强了 欧阳博士点了点头 而后漠然无语 吴生也没有再说话 两人就这样一前一后 很快就走到了一个小房间门口 伴随着一道红外线 扫过欧阳博士的全身 门自动打开 门内一片漆黑 很显然 里面是一个独立的空间 走吧 这种技术 你应该很清楚的 简单的切割出了一个空间而已 吴生点了点头 江玉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借助空间脆弱之时 以空间节点为媒介 而后再切割 创造出一个新的空间连接标记点 吴生跟随着欧阳博士走入其中 伴随着眼前的景象一闪 一个洁白无瑕的房间 就出现在了两人的面前 这时 吴生看着完全封闭的空间 有些奇怪 测试一下你正常状态下的力量 随意攻击 它会是你的对手 说着 欧阳博士拍了拍手 只见前方的白墙之中 突然凝聚出一个人形生物 它一点一点从墙壁中脱离 最后变成了一个 宛如模型一般的生物 生物手持长刀 身上爆发出强大的气势 放心的 我不会有事的 欧阳博士见吴生看向自己 脸上带着笑意说道 吴生闻言点了点头 而后拔出诸神 分尸 退壳之后 吴生体内的灵能更加充裕 分尸的范围与力量 也变得愈发恐怖 接近数十米的血色刀器 朝着白色假人斩去 带着无比强悍的力量 刀器毫无阻碍地穿过白色人影 而后砸向了白墙之中 紧接着慢慢消失 那白墙宛如淤泥一般 将吴生的攻击吸收 不错 常态情况下的力量 就已经远超一般的 退壳一进进化者 很了不起 欧阳博士拍了拍手 毫不掩饰自己的夸赞 还好 吴生谦虚道 而欧阳博士摆了白手 好了 跟我走吧 你的身体各项数值 需要检查一下 说完后 欧阳博士的面前 就又出现一个 宛如电梯一般的东西 带着吴生走入其中 两人就这样 直直地朝着地面离去 后续欧阳博士 给吴生检查了一下身体 而后就让吴生离开了 临走的时候 欧阳博士和吴生说了一句话 保证好自己的心情 也别太封闭 好不容易给你争取到的 好好的生活 以后杀伐的机会还有很多 你们这一年 应该就是你们最后美好的时光了 之后你们进入抑郁课 就不好过了 后面的话吴生听得懂 但是前面的他有些不太懂 欧阳博士也没细说 而是笑着把他送走了 在吴生离开后 欧阳博士也回到了实验室中 看着前方大屏幕上 吴生的各项数值 他满意地点了点头 力量 速度 防御 都是顶尖之选 心智也是上乘 尤其是灵魂 欧阳博士 看向灵魂中那觉醒的样子 脸上的笑容更甚了 另一边的吴生 也回到了进化学院中 回到班级的吴生 一眼就看到了温熙 温熙朝着他挥了挥手 吴生走了过去 任务完成得怎么样 温熙有些好奇地问道 可以 很顺利 吴生点了点头 顺利啊 不过怎么变回来了 明明之前很漂亮的嘛 吴生听出 温熙语气中的调侃之意 嘴角抽了抽 不要再说了 就当那件事没有发生过 温熙文言 无嘴轻笑 好的呢 而这时 温骏突然靠近 有些好奇地问道 你们两个聊什么呢 这么开心 没什么 因为害怕温熙说漏嘴 吴生连忙开口到温熙见他 这副样子笑得更开心了 而温骏听到没什么好玩的 也是兴致缺缺 对了 吴生 我爸妈让我有空带你回一趟家 因为你救了我们 他们说想当面感谢一下 温骏好像想起来了什么 突然说道 吴生一愣 而后点了点头道 可以 等有时间你喊我就行 吴生并没有拒绝 有些事情是必须要回应的 不然对方的心里会有疙瘩 就好像有人送礼物 有的人第一想法是回礼 这种时候不要拒绝 因为这样的话 双方会更好地相处 而且也不会让人家一直记着难受 行 等几天周末 和我走一趟吧 温骏点了点头道 而一旁的温熙看着吴生的侧脸 仿佛想到了什么一般 翘脸一红 第九十章 拜访温家 又过去了几天 这天温骏给吴生打了个电话 喂 来来来 正好放假了 来我家 我爸妈准备了一桌子菜 准备招待你呢 温骏的语气有些兴奋道 行 正好我有空 吴生听到后 盘算了一下自己的时间 发现自己的时间足够 就答应了下来 大伯 我出去一趟 吴生走下楼 朝着和大伯说了一声 就离开了 要吃饭了 吃完饭再走啊 大伯母开口说道 有事情 你们吃吧 晚上我就会回来 吴生说完后就离开了 大伯母见状也不再挽留 他也知道 吴生现在事情比较多 过了一会 吴生骑着自己的车 来到了温骏给他 而温骏也早早地等着他 在看到吴生的瞬间 温骏的眼睛一亮 哟 来了 走走走 我爸妈等你好久了 温骏的语气有些兴奋 也不知道在兴奋什么 而吴生也是将自己的车 收回了御环当中 而后跟在了温骏的身后 说起来 我之前就一直想问你来着 你前段时间 我们去高丽的时候 你去哪里了 一回来 气息又变强了这么多 温骏的语气 有些羡慕地说道 嗯 在某个地方执行秘密任务 杀了不少人 修为自然而然地就长了 吴生淡淡地说道 真厉害 说起来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 在高丽的时候 有一个女团的妹子 长得和你可像了 可惜我忘记拍照了 不然高低给你看看 温骏说着说着 就讲起来了 之前在高丽的经历 而吴生听到后 也是嘴角抽了抽 是 是吗 温骏并没有察觉 吴生的不对劲 而是自顾自地说道 是啊 我还是第一次在县世 见一个女的 和男的长得这么像 之前都是在网上 见过这种事情 是吧 我也觉得 来来来 这就是我家 俩人说着说着 就走到了温骏的家中 别墅中 保姆在看到温骏后 也是开口道 少爷 您回来了 这位就是之前 救过你们的吴生少爷吧 吴生听着这少爷的称呼 也是一脸不自在 叫我吴生吧 别叫少爷 吴生开口道 而保姆文言 也是点了点头 温骏也是有些无奈地说 张妈 都说了不管在哪里 都不要叫少爷 大清都亡了 被称为张妈的保姆 也是孝道 毕竟 是在其他人面前 有些礼节还是需要有的 说吧 保姆就离开了 而吴生有些好奇地问道 你们这里 都是这么称呼富二代的吗 温骏摊开手否认道 可不是啊 正常自家人的话 不会这么叫 但是有时候家里面会来客人 为了表示自己家教研 会对外人这么称呼 吴生点了点头 看来安城作为首都 确实有时候会怀旧 这也是没办法的 毕竟有钱人规矩多点也正常 而这时 别墅中走出一个女人 女人和温惜 有着三分相像 尤其是眉眼间的温柔如出一辙 你就是吴生吧 谢谢你之前救了小军他们 一直想要感谢你 但是一直没有时间 正好今天你们空下来 所以才让小军把你请到家里 温母的语气也很温柔 看上去宛如大家闺秀一般 语气和仪态让人如沐春风 吴生点了点头 礼貌道 都是龙国人 这是应该的 走吧 饭已经做好了 就等你了 说着就带着吴生朝着里面走去 吴生就这样默默地跟在身后 一旦不涉及到战斗的场景 他一般都躲在后方 很快 三人就来到了客厅 一张长条状的桌子摆在其中 各种高端的食材做成的菜品摆放其中 主位上人不少 四个老人 两个中年男人 一个中年女人 温俊开口道 这些是我爷爷奶奶 还有姥姥老爷 那边的是我姑姑 还有我舅舅 当然 还有我爹 这位就是之前救下来小军他们的孩子了 你们应该听说过的 温母朝着座位上的众人开口道 魔鼠吴生 老人不假思索地将吴生的身份说了出来 吴生瞬间愣住 而后有些警惕地看着前方的老人 您是 哈哈 别紧张 我的职位能知道你的身份不奇怪 我听欧阳那个老家伙 和我们说了不少你的事情了 老人家见吴生这么警惕 也是笑着让吴生放轻松 而吴生听到了欧阳博士的名号 也是瞬间放松了下来 抱歉 吴生为自己刚刚的屋里道了声歉 没事没事 就是没想到你 还是个半大的孩子 先找个地方做吧 老人家好像知道些什么 语气有些唏嘘道 谢谢 吴生到了声线 然后找了个偏僻的位置坐了下来 首先 感谢你救了小夕 作为一个父亲 你拯救了一个家庭 请务必让我感谢你 温父站起身 举起酒杯 一脸郑重地说道 吴生见状也是连忙起身道 这是我应该做的 本就是职责所在 没必要这么客气 不一样 虽然是职责 但是我的孩子 毕竟是你救下来的 作为一个父亲 不到些是肯定不行的 如果你未来在安城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找我 义不容辞 温父完全是以一个同辈的姿态 在和吴生对话 温熙则是一直将目光 放在自己的爷爷身上 爷爷 你是不是知道 很多吴生的事情啊 温熙偷偷地朝着自己爷爷 轻声问道 你啊 少来打探我 有些东西是不能和你们说的 你们自己慢慢经历吧 老人家看着自己 这个古灵精怪的孙女 也是摇了摇头 没打算多说 温熙健壮 也是鼓起脸颊 有些不高兴 看来在家里面 温熙的性格会跳脱很多 而吴生则是疯狂地和温父各种客气 温父一会说要送公司 一会说要给钱 吴生全部给拒绝了 主要是他也不缺钱 没什么必要 一场饭局下来没发生什么让人尴尬的事情 吴生吃完饭就告别了众人 整个过程十分地和睦 第九十一章 樱花国的阴谋 自从吴生从温家做客回来后 就没有再发生过什么事情 大家都十分地相安无事 时间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过去 进化学院的众人 也是时不时地出个小任务 大家平时更多地还是在一起 聊天 修炼 增进感情 而吴生依旧是那副样子 孰也不孰 陌生也不陌生的感觉 时间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过去 转眼间一个月就这样悄然流逝 这天 石龙和往常一样来到了班级中 看着班级中的众人他笑道 这一个月是不是特别无聊 老师你知道就好 天天修炼没有实战 一点意思都没有啊 有人有些无聊地说道 别急 实战来了 石龙神秘一笑 而后开始和众人介绍新的任务 这次的事件很大 甚至会影响到世界的格局 石龙的话让众人一愣 连吴生也皱了皱眉头 如果按照石龙的说法 如此重要的任务引虎 居然没有提前和他说 老师 别那么神神秘秘的 到底是什么事情啊 温俊有些着急地问道 石龙见众人这么期待 也是笑着说道 这次的事情很特殊 樱花国那边的小天皇 要接过老天皇的位置 要举行一个交接仪式 他们邀请了实力比较强大的国家 进入过去做个见证 听到石龙说完 众人瞬间就感觉没什么意思了 老师 不是吧 这算什么实战 算什么影响到世界的格局啊 众人纷纷吐槽 一个交接仪式而已 搞得跟要世界毁灭一样 交接仪式当然不是最主要的事情 最主要的是 樱花国向各国宣布 从今天起 不再作为漂亮国的附属国 将要脱离他们 组建自己的军队 并且发出公告 让漂亮国 把在他们本土的势力全部撤回 否则在交接仪式过后 将会把他们尽数毁灭 石龙话音落下 众人瞬间安静了 轩辕天骄 有些不可置信道 樱花国脑子被驴踢了 这种事情 也敢发出全球声明 翅膀硬了 不怕他们漂亮爹 给他们送礼物啊 我估计是他们天皇家族太乱了 听说他们一直近亲结婚 这次说不定整出来了个脑残呢 温俊也是摸了摸下巴猜测到 而吴生则是拿出手机 给银虎发去了消息 樱花国是什么情况 银虎并没有回他的消息 而这时 台上的石龙开口道 樱花国在想什么 我们并不清楚 但是这一次 很多国家都会前往 我们也是准备派一批人过去 最主要的是 樱花国的表示 他们的小天皇实力极强 或许可以成为未来人族 抵御异域的领袖之一 且 救他 脑子不好使得玩意 八岁的时候 被我按在地上摩擦 怎么爹 长大失忆了是吧 轩辕天骄不屑地撇了撇嘴 他小时候 和那个小天皇打过一次 虽然都还小 但是他依旧 把对方按在地上打了一顿 连手都还不了 不太清楚 但是据说他们的小天皇 依旧突破了进化 进入到了退壳境 而且 他们好像 还整出了一个阴阳神女 说是可以预使他们 古神话中的凶兽 八岂大蛇 石龙的话 让众人一愣 薛辕天骄也皱了皱眉头 他这些天 虽然也在努力修炼 但是也才仅仅晋升了一阶而已 如果那个小天皇 真的突破了进化期 他还真不好说 能打赢对方 毕竟那个小天皇 好像也是一个后天进化者 而石龙继续说道 你们这次的任务很简单 也很危险 去樱花国 如果只是 简单的一个交接仪式 你们就当旅游 但是如果他们那边 有一些不对劲的事情的话 石龙的脸上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 各位同学 你们可以好好地释放一下 自己的力量 众人一听 瞬间就心领神会了起来 说句实话 他们打到现在最开心的 就是去高丽的那一次 火力全开 只要不伤及无辜 管他三七二十一 破 啊不是 打就完了 无声此刻正开着手机 银虎还是没有给他回消息 他决定放学的时候去看看 而很快 在将任务的事情 事无巨细地划分了一下之后 石龙就让众人回去准备了 而无声则是走出学校 骑着车 就朝着生肖组织基地驶去 到了地方后 无声轻车熟路地 朝着银虎的办公室走去 有人在吗 无声问道 进来吧 银虎的声音从其中传来 无声闻言也是直接推开门 你来找我干啥呀 银虎有些好奇地 看着无声问道 殷花国那个任务是怎么回事 这次没有特殊任务了吗 无声直接开门见山地问道 你说这个 你们老师应该和你们说了 你们有其他的任务 这次会找一个特殊的家伙去执行 无声一愣 而后有些好奇道 谁 银虎神秘一笑道 你们校长的徒弟 也是你未来的战友 等到了殷花国有机会 你们就会碰面的 他未来也会是生肖组织的成员 听到此话 无声的心里更疑惑了 那殷花国那边是怎么回事 你还记得 进化者最为原始的修炼方式吗 银虎的脸色极为罕见地严肃了起来 你是指掠夺 殷花国想掠夺一能 对我们 无声猜测道 也不算 主要是殷花国他们小天皇的晋升路线 有一点变态 怎么说 无声好奇地问道 殷花国人口并不多 而且因为背靠大海的原因 自从海族出来后 他们就一直不好过 他们的小天皇天赋虽然还行 但是人总会有瓶颈的 资源无法堆起他的修为 于是他们的高层想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掠夺 他们找到了很多本土的进化者 让那个小天皇一个一个地杀 继承他们的灵能 甚至想要继承异能 樱花国的进化者被杀了不少 在这种情况下 那个小天皇的修为也急速上升 甚至身体也多出了很多其他杂气杂疤的异能 无声还是没听明白 这种情况下 喊其他国家的异能者前去 很明显就是想要掠夺 但是银虎却说不是 而在无声和银虎对话的时候 在进化学院的校长室中 陈龙珍对着一道身影开口道 这是你第一次出任务 有什么不懂的可以找魔鼠问问 你应该知道他的长相 好 声音很年轻 是个男鹰 第92章 序列002 无声从银虎的办公室中走出 此刻的他还有些猛 眼中满视不解 刚刚银虎和他说的话有点离谱 樱花那边具体的我们不太清楚 但是有一个猜测 他们可能想让世界上强大的进化者聚集起来 而后利用他们樱花国的姑娘招待 而后最好能发生点关系 留下子嗣 毕竟樱花那边讲究血脉 他们可能认为进化者的孩子 也大概率是进化者 这是银虎说的 银虎还说 樱花想这么做的原因 应该是为了培养他们的小天皇 只要预育出新的进化者 然后再由他们的小天皇击杀 这样就有可能夺取更多的异能 这样他们的小天皇天赋和实力 可能会更为强大 这让无声十分无法理解 樱花国的脑回路 他们本土又不是没有天赋强大的男人 就算没有那种顶尖的 但是一流的应该也不少 但是 为什么一定要采集其他国家的 无声有些想不明白 最后只能得出一个结论 那就是 可能樱花觉得 和其他国家诞生的血脉 不是纯正的樱花人 杀起来没有心理负担 毕竟樱花国本身 也是个有点变态的地方 而且银虎还和无声说了一件事情 算是一件挺重要的事情 对了 从今天起 有什么事情你自己决定 不要一直来问我 你也在生肖组织做了这么多年了 善恶观的判断 你自己能明白 不用一直来询问我 未来你肯定要自己做决定的 樱虎的话 也是让无声一愣 按理来说 不应该是人皇来发号施令吗 他的异能也适合做这些 银虎听到无声的话 当即就笑了出来 你和他都是发号施令的 但是你们两个人接管的地方不一样 生肖中属是首位 而作为魔属的你 未来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十二生肖这个组织 会由你来统领 至于轩辕添交 它适合处理普通人 银虎还和无声说了很多 无声不太明白 反正大致的意思就是 未来他做决定 不要再和他说 他也不会再回应 不管好事坏事 后果都由他自己承担 不过 如果真做了什么 不该做的事情的话 银虎还是会负责的 反正无声也是有些迷迷糊糊的 银虎说话间 好像离无声自己 做决定的距离不远了一样 而在此刻的昆仑山中 之前被应龙等妖物 带走的妖此刻 也在和众多妖族商量着什么 妖帝大人 让我和你一起去吧 一个人 出过这种事情 太危险了 应龙语气有些担忧地说道 而妖却摆了白手道 不用 由穷其和我一起去就好 以他的速度 足以保我在任何地方如履平地 而且 这次的主要目的是寻找那八旗大蛇 那些在其他地方的妖族 尽量全部笼络过来 妖此刻的脸 也不似之前一般消瘦 饱满了些许 看上去也精神了很多 一双橙黄色的瞳孔 看上去带着些许的威严之意 就算身边是近视修为远超他的妖族 他依然威然不动 与其十分有力地发号着自己的命令 而这时 不远处的一头长相似虎 额头长有淡金色龙角 嘴似苍鹰 身后披着一对黑色羽衣的生物走了出来 应龙 有我护住妖帝大人 不会有事情的 穷其语气充满着自信 掌控风暴的他 在天空拥有极强的速度 身披白色的毛发 看上去鹦鹉不凡 应龙健壮也点了点头道 既然如此的话 那我也不拦着你们了 正好我和其他几个伙计去看看 还有没有散落在外界的妖族 穷其一定要保护好妖帝 如果那头八头长冲不知好歹 那就把他杀了 给妖帝补补身子 说着 应龙的眼中暴露出强烈的杀气 没问题 有我在 无人可伤妖帝分毫 穷其一脸自信 他的自信也源自于他的实力 作为妖族中最先诞生的生灵之一 他的天赋也足以比肩顶尖天才 最主要的是 从出生起 就拥有了一身退壳镜的修为 现在更是已经突破退壳 来到了幻身之境 整个身形与神韵 也愈发地朝着上古记载的凶兽蜕变而去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些生物明明出现的时间 并没有人类的时间长 但是却拥有足以和人类比肩的力量 而这种事情 也发生在大海之中 此刻的深海中 一个少年正立于其中 他的身形和样貌 无论如何看都是一个人 但是却立于深海之中 那强大的水压 对于他来说 好像并不存在 而他的面前 则是无尽的深海生物 各种曾经隐藏于那人类 无法探索的海洋中的生物 在此刻一一出现在他的面前 宛如最为忠诚的臣民一般 无比巨大的乌贼 螃蟹 龙虾 甚至还有愚人这种神话中 才会出现的生物 他们一脸狂热地看着少年 仿佛在看着 能带领他们 走向繁华的神明一般 少年一双淡蓝色的瞳孔 凝视着众多海洋生物 他笑了笑道 各位 樱花国有很大的动静 曾经他们大量捕杀我们的同胞 这一次 我们需要给他们一点教训了 也给世界一个教训 让他们明白 海族也一样有强者 面前的海洋生物纷纷迎合 他们虽然无人形 但是最为顶尖的强者 也在退壳之上 就如同妖族一般 诞生既有强大的力量 天生拥有操纵海水的能力 在大海中 他们拥有无穷无尽的力量 但是有一件事情很奇怪 因为曾经的他们 在诞生之初就想过 将整个大陆 全部被海水淹没 但是好像有什么东西 在阻碍他们一般 他们根本就 无法用海水淹没陆地 他们试过淹没一个小岛 但是无法半岛 不过有一个其他的方法 那就是得到岛上之人的认可 让他们沉浮于海族 并且将他们转化为海族 也就是变成所谓的人鱼 这种情况下 才可以彻底地淹没岛屿 这种规则出现后 他们就开始尝试 和其他国家谈判 不过其他国家 对他们的能力 早就研究透了 按所谓的转化人鱼 拥有同进化者 一般的力量的转化率 低得吓人 一百个人里面 能有一个 就已经是极高的概率 那座小岛有几万人 最后只转化了一百多个人 成为渔人 这种情况下 他们也只能忽悠忽悠 没有得知这种信息的生物 而最前方的少年 也是最近才加入他们的 不过也不算加入 应该说是统领 少年的名字的长相 是一个西方人 他的经历也很有意思 算是被人类逼入大海的吧 他为自己取了名字 叫做海蛇 嫌疑为海蛇 因为他觉得蛇 是人类最为惧怕的生物 而拥有神经毒素的海蛇 更是令人闻风丧胆 少年名为海蛇 序列002 异能海洋之主 海神 这也是唯一一个 暴露在所有人类中的异能 拥有将普通人类 转化为渔人的能力 虽然概率极为低下 甚至转换失败就会死亡 但是依旧会吸引 许多亡命之徒第93章 诸神要出来 无声并不清楚 海洋和昆仑山发生的事情 此刻的他 将自己得到的消息 和轩辕天骄分享了一番 有些消息 还是大家都清楚一些为好 而且 轩辕天骄号令起班级里面的人 更为简单 无声的话 其说真心会听的 也就温俊兄妹 还有上官兄妹两个人 还有一个轩辕天骄和呼声 在和轩辕天骄聊完了之后 他就将注意力 转移到了脑海中诸神的声音上 你想干嘛 无声语气有些无奈 此刻的诸神 一直吵着要吃辣椒 都说了他不喜欢吃 你去吃火锅 吃辣条 我要吃 诸神还是和之前一样 跟个小孩子一样 极为任性 我不吃辣 无声依旧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这种事情没得商量 我讨厌你 诸神大声地吵着 无声就只当没听见 刷着自己的手机 过了一会 诸神的声音渐渐地小了起来 无声以为他是放弃挣扎了 但是他却突然说道 你之前是不是杀了一个死神啊 是啊 怎么了 无声有些疑惑地问道 要不这样吧 你把死神刀里面残留的魂魄给我吧 这样我可以出来一会 无声一愣 啊 他的异能地召唤王灵啊 我就是王灵啊 而且他的异能强度 没办法控制我 正好可以让我现行一会 你带我出去玩呗 无声听到这里摸了摸下巴 死神的话 作为一张底牌 就这么给了诸神他 感觉有些亏得慌 你什么意思 我跟了你这么多年 要你的异能都不行 你是不是人 你忘记了之前 是谁和你一起同生共死的 是谁在你最困难的时候 给你异能的 是谁 诸神的语气极为委屈 仿佛一个受气的小媳妇一般 行行行 放你出来 放你出来 无声也是一阵头疼 他感觉 如果他不答应的话 诸神能喊上一天一夜 你要出来多久 就那点异能强度 最多一个小时 你先带我去火锅店 找最好吃的 我要吃个爽 诸神语气充满着期待 甚至还能听到咽口水的声音 无声抽了抽嘴角 摊上这么个刀铃 他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 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起身换了身衣服 而后拿出手机 开始搜索这个城市 那个火锅店最好吃 哪家的辣椒最正宗 过了一个多小时 无声才找到了一家 公认好评如潮的火锅店 当然 还有温熙等人的推荐 说起来 温熙还问了无声 他不太想让其他人知道 诸神有时候 可以变成人这件事 主要是太丢人了 上次诸神刀骂人的时候 已经很丢人了 他的性格身边 跟着一个像豆壁一样的诸神 实在是有些违和 另一边 温熙看着手机中 无声那含糊的回答 也是撇了撇嘴巴 他刚刚都明视地和无声说了 想要一起去 但是无声居然拒绝了他 哥 你说一个男生突然问你 哪家饭店好吃 并且不告诉你 和谁一起去的 还拒绝和你一起吃饭 这个男生会是什么想法 温熙有些的好奇地 看着温俊问道 温俊听到温熙的话 想都没想地说道 你说无声吗 我说的是一个男生 不是无声 温熙反应飞快 说得牛头不对马嘴的 啊 温俊疑惑地皱起了整张脸 你说吗 以你的想法 猜测一下这种情况的原因 温熙推了推自己的老哥 而后打断了他的思绪 我的话 一般不想告诉其他人 我去干嘛的话 大概率就是去找美女玩去了 温俊想着曾经自己的经历 毫不掩饰地说道 那你之前说 学校要交各种费用 是怎么回事啊 嗨 那不是骗老爸老妈吗 谁让他们控制我 零花钱控制得那么厉害 那些妹子都说 我是假富二代 这我肯定忍不了 这事你不是知道吗 你问这个干嘛 温俊想也不想地 就回答了问题 而后抬头看向面前的温熙 但是他的面前 哪里还有温熙的身影 而他也突然感觉通体一寒 颤颤巍巍地转过头 只见他老爸老妈 已经站在他的身后 他的妈妈一脸笑容地看着他 而他的老父亲 已经抽出了自己的皮带 我去给你拿红花油 别打坏了 他过两天还要执行任务呢 温父用鼻腔发音 而后一步一步地靠近温俊 那个 爸 我开玩笑的 有事情好伤啊 温俊咽了口口水 而后瞬间站起身 结巴地说道 先滚过来 让老子抽一顿 对了 不许用灵能榜 不然老子把你吊起来抽 骗老子前去把妹 你过得还挺潇洒呀 我说那么多大家闺秀 你都看不上呢 感情搁外面玩也的呀 行啊小子 比你老子我还会玩 温父的语气愈发的冰冷 而温俊眼中的恐惧 也愈发的浓郁 温俊陪笑道 嘿嘿 老爹 你要是想去 下次我带你一起去吗 老温 用点力 而这时 温母也从房间中走了出来 听到温俊的话后 将手中的红花油 丢进了垃圾桶 曾经他脸上温柔似水的表情 也消失不见 变得冷漠了下来 妈 妈 别丢啊 有用的 温俊瞬间感觉更加不好了 这一下得罪两个怎么办啊 没事 我去给你拿酒精 对了 听说盐也有杀毒的功效 温母的语气虽然依旧温柔 但是却让温俊感到十分的陌生 他瞪大眼睛 看着自己曾经温柔似水的老妈 眼中充斥着不可思议 当天 温家别墅传来了一阵鬼酷狼嚎的声音 那真是听着流泪 闻着伤心啊 第九十四章 带诸神吃火锅 温俊此刻正探头探脑地看着他给吴生推荐的餐厅 很快就看到了 吴生在和一个一头红色长发的家伙在吃饭 温俊见状皱了皱眉头 而后假装没看到一样走进了餐厅 他戴着口罩和帽子 跟个私人侦探一样 看上去神神秘秘的 而吴生也注意到他了 在第一眼看到温俊的时候 他就知道是温俊了 只是他有些不太明白 你为什么打扮得跟个小偷一样 吴生一脸好奇地问道 啊 这你都认得出来 温俊看到吴生朝着他说话 也是毫不犹豫地回应道 而吴生也是一脸疑惑道 你体内的灵能隔着机密远 我就感受到了 温俊一愣 而后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道 是 是哦 我给忘了 你在干嘛 而这时 一道充满着调笑的声音响起 咦 好差劲地转移话题的方法 温俊这时候 也将目光放在了他刚刚看到的红色长发的人身上 看到对方的眼神瞬间一愣 这 这是 只见那红色长发的家伙居然是个男的 而且 居然和吴生长得一模一样 虽然气质上有很大的不同 这 诸神的刀铃 吴生有些无奈地说道 好像在介绍一件十分拿不出手的东西一般 喂 你什么语气啊 我好歹也是 陪伴了你前半生的男人 你这介绍家中拿不出手的妻子的语气 是什么意思 喜心厌旧了是吧 诸神一阵不满 当然 不满之间也不忘吃着吴生买的小龙虾 火锅 还有各种小零食和奶茶 种类极多 没办法 这家伙说要吃个够 吴生只能先买了很多在御环放着 吃完一个再拿出来一个 反正就一个小时 丢人就丢人吧 温西看着诸神那忙不过来的左右手 又看了看吴生手中的手套 也是瞬间明白了什么事情 所以 你就是为了带他来吃点东西 吴生点了点头 我不喜欢吃辣椒 让他自己吃吧 反正他是刀铃 怎么吃都吃不饱 也不会呃 就是肠个胃而已 喂 能不能尊重我一下 刀铃怎么了 刀铃也是人 放尊重点 什么叫肠个胃 我是来品尝美食的 诸神听到吴生如此形容自己也是抗议了起来 但是吴生完全不理他 自顾自的和温西聊着天 原来是这样啊 原来死神的异能还能这样用吗 温西也是一脸了然的点了点头 而后有些好奇的看着诸神 哇塞 真的跟个人一样啊 我本来就是个人 你还想不想泡吴生了 我可是住在他的身体里 信不信我说你坏话 让他以后不和你玩了 诸神一脸凶狠地威胁着温西 温西听到此话面色一红 而后小声嘟囔道 关我什么事 而吴生则是毫不客气地上去 就是一巴掌朝着诸神的脑袋拍了一下 吃你的饭 少说话 吃就吃 诸神说完后就继续埋头干饭 而吴生这时候有些好奇地看着温西问道 你来这里干嘛 吃饭吗 打扮成这样 说着 还一脸怪异地看着他的帽子和口罩 啊 对 我是来吃饭的 火锅味道大 容易沾到头发和衣服上 我就说穿着岩石点 温西支支吾吾地瞎说 而诸神却在这时择了一声 好像看透了一切一般 而吴生则是不宜有他的点了点头道 哦 原来是这样 那你要一起吃吗 吴生见对方来都来了 就开口邀请道 不 不用了 我突然不想吃火锅了 我再去外面看看 温西现在恨不得找个地洞钻下去 因为平时吴生他懂得不多 他可以掌握主动权 看上去就很大胆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也只是个小女孩而已 有诸神这么个超级无敌电灯炮 在这里 还是会本能地尴尬的 而吴生闻言 也是点了点头道 好 那明天见 明天见 温西飞快地说完后 就朝着门外跑去 好像有什么洪水猛兽在追着他一般 而吴生 则是满脸的疑惑 诸神则是吃着火锅 一脸笑意地看着落荒而逃的温西 时不时地还发出嘖嘖的声音 而吴生注意到诸神的声音后 也是皱着眉头看着他道 吃饭不许扒击嘴 哦 诸神闻言也是不再出声 乖乖地享用起自己面前的美食来 对了 你之后也能出来吗 吴生突然一脸好奇地问道 既然诸神能借助死神的意能出来 那么说不定以后也能出来 可以啊 我记得 好像等你到换神镜的时候 我就能出来了 诸神和吴生说完后 吴生也皱了皱眉头 幻神镜是第五镜 现在蓝星还没有第五镜的生物出现 甚至连第四镜都没有 他要到幻神镜估计还早了去了 你好好修炼哦 或者看看 下次干掉 哪个能召唤灵魂的意能 把我弄出来 在时间快到了的时候 诸神也伸了个懒腰朝着吴生说道 以后再说吧 吃够了就赶紧回去 老实点 别再整腰蛾子 诸神听到后点了点头 而后消失在原地 而他从出现到离开的时间 茶杯子全部收走 而后又全部丢进了外面的垃圾桶中 好在垃圾桶够大 否则还真装不下 而他很快也离开了这个地方 进化者现在虽然常见 但是吴生这种还是比较引人注意的 刚刚有不少人围观他 那群人就像在看猴子一样 时不时的还拿手机拍照 不过吴生倒也不担心 他们会发到网上 因为根本就不可能审核通过 一天的时间 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流逝 而吴生体内的诸神 在吃过饭后 再度回到了那红雾空间中 他若有所思看着周围的红雾 而后摸了摸下巴 仿佛有什么心事一般 第九十五章 天地 吴生这里带着诸神吃东西的时候 还有一处地方正在观察着他们 欧阳博士看着那屏幕中诸神的模样 嘴角微微上扬 关系很好吗 真不错 欧阳博士的身边也站着一个人 子鼠看着屏幕上的诸神和吴生 也是开口道 他能控制吗 欧阳博士点了点头道 当然 筹码全部压在了他的身上 不管能不能控制都已经下主了 子鼠看着吴生也是有些感慨道 会不会不太好 毕竟他还只是个孩子 压力大 但是也没办法 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英雄的 欧阳博士说完后 子鼠也是沉默不语 时间也差不多了 第一份计划也可以开始了 沉默了一会 欧阳博士又说了一句 而后就转身离开了 独留下子鼠一个人站在原地 不知道在想着些什么 计划名为诸神 过了几天 吴生等人又被送往了樱花国 众人坐上飞机 又是几个小时 就到了樱花国的东京 看着这布置的 跟过年一样的东京城 一群人也是有些愣 而机场也不仅仅只有他们 还有其他国家的人 他们一个个的看起来 都趾高气昂的 尤其是漂亮国的进化者 一下飞机就开口不屑道 看来樱花国是有点得意忘形了 今天就让我们来给他们点教训 吴生等人也并没有理会 而是有些疑惑的 看着前方身穿和服的 众多樱花国的美女 轩辕天骄靠近吴生笑道 看来猜测的没错 这群家伙 好像真的是有点长我们的身子 当然 也不只有美女 还有不少画着浓厚妆容的男人 他们在看到其他国家的女生后 也是开始搔手弄姿 看上去极为恶心 诸位 请跟我们来 负责接待的人 带着众人朝着酒店走去 吴生则是观察着周围 在盘算着怎么样合理地动手 不过在观察了一会后 他就突然皱起了眉头 而一行人很快就被带到了一个 极为豪华的酒店当中 不过虽然酒店豪华 但是这酒店 感觉就像是最近刚刚修建的一般 所处的位置极为离谱 居然修建在一个类似于酒吧一条街的地方 看着架势 樱花国事还真的呀 在给众人安排好房间后 那接待的人开口道 各位 这段时间 你们的行程全部是免费的 拿着我们的贵宾卡就好了 有什么需要可以喊我 明天中午 我们会举行一场宴会 方便各位交流 也可以仰望 一下我们小天皇的英姿 那人说完后 就转身离开 而轩辕天骄 则是一脸不屑道 真给我说笑了 那小天皇要是放到古代 跟邪教有什么区别 吴声没有说话 他观察了一下四周 而后朝着门外走去 你去哪里 温熙看着吴声离开了 也是连忙问道 众人听到温熙的话后 也是将目光放在了吴声的身上 有事情 别跟着我 说吧 吴声就消失在原地 他刚刚感受到了一股奇怪的气息 他打算在附近看看 而酒店当中 有人也看到了吴声的离开 他们对视了一眼 而后也退出了酒店 怎么办 要去帮忙吗 温俊看到这一幕 开口问着轩辕天骄 不去 他应该有自己的安排 我们先放好行李 一会也去其他地方看看怎么回事 搞破坏的动静小点 众人闻言也是点了点头 温熙和上官兄妹 有些担忧地 看着吴声离去的身影 但是也没追过去 毕竟现在的他们太弱了 如果真的碰到什么处理不了的事情 拖后腿是肯定的 而吴声出去后 则是皱着眉头 跃至最高点 不知道为什么 刚刚他一直有一种被人窥探的感觉 十分强烈 甚至能感受到些许的气息 很快 吴声的身边空间突然破碎 伴随着周围的空间 宛如镜子一般开始翻转起来 吴声突然出现在了一个白玉宫殿之中 吴声拿出诸神 看着最上方的男人眼中充斥着敌意 你是谁 男人微微一笑 然后瞬间出现在吴声的身后 天庭之主 天地 你好啊 魔术 听到对方的名号和那诡异的瞬移能力 吴声瞬间汗毛竖起 他突然感受到了无比强大的压力 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吴声看着男人 将自己的诸神收起 哦 你好像很紧张 为什么要收起刀呢 被称为天地的男人并没有回答吴声的问题 而是反问道 以你刚刚的速度 想杀我很简单 但是你没有出手 既然你知道我的名号 应该也明白 刚刚是你唯一一次杀我的机会 所以你找我什么事情 吴声的话 让天地哈哈大笑 真是有趣的人 怪不得欧阳那个老东西选你呢 吴声皱着眉头 一脸不解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就是想和你聊聊天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 男人说完后 单手一挥 一个桌子两个凳子 就出现在了吴声的面前 还有两杯杯飘着白雾的清茶 天地率先坐下 而后品了一口 不聊的话 你可以直接出去 我不反对 说着 天地挥了挥手 而后吴声的身边 就出现了一道门 吴声的眼神阴晴不定 不过思索了一会 也坐了下来 说吧 你想聊什么 天地笑了笑 而后单手一挥 一个类似于电视的东西 就出现了在吴声的面前 里面播放的是一个小男孩 被一群人欺负的画面 熟悉吗 天地笑着问道 嗯 熟悉又怎么样 你是爱策反的吗 吴声淡淡地说道 好像从来不把这些事情 放在心中 天地笑了笑道 当然不是 其实我想和你说的是 我在很早的时候 就开始注意到你了 可以说 你是我和欧阳那个老东西 看着长大的 天地的语气有些感慨 仿佛在回忆着什么 而吴声闻言 也是皱了皱眉头 这事情我知道 天地听到这里后 也是神秘一笑 那你知道 我们为什么要观察你吗 第九十六章 欧阳 此话一出 吴声沉默了 他其实想过很多原因 其中他觉得 最大的可能就是天赋极高 因为你的身份 吴声一愣 而后有些疑惑地说道 什么意思 我难不成 还有什么隐藏的身份 那倒没有 天地语气轻松道 而吴声也是翻了个白眼 因为你的身份 是罪犯的儿子 此话一出 吴声也没说什么 而是将目光 放在天地的身上 想看看他能说出什么鬼东西 天地再饮一口茶 而后笑道 作为罪犯的儿子 你从小经历了常人无法经历的 你的懂事程度也很强 也拥有换位思考的想法 而且你能封印自己的情绪 这就是很重要的一点 听到这里 吴声还是没怎么明白 你到底要说什么 你知不知道 那些安城的很多大人物 都对你恭敬有加呢 知不知道 他们为什么会同情你呢 此话一出 吴声更是云里雾里的 他没怎么见过大人物 也没怎么觉得 其他人对他有什么所谓的恭敬有加 你喜欢这个女孩吗 突然 天地将温惜的照片 放在了空间之上 吴声看着温惜的照片 微微一愣 而后开口道 不清楚 不知道什么感觉 你觉得他的家庭怎么样 觉得他父母怎么样 天地又问道 吴声回忆着之前在温家的经历 而后点了点头道 挺好的 很善解人意 我们不谈你的罪犯父亲 只谈你 谈你现在拥有的一切 生肖组织未来的首领 后天进化者中战力最强 天赋极高 才貌双全 情绪稳定 你觉得你能配得上这个女孩吗 听着天地的话 吴声也认真分析了一番 而后点了点头道 绰绰有余 那你觉得他的父亲 会把他嫁给你吗 吴声又思考了些许 而后点了点头道 如果不谈我父亲的话 我觉得会 天地微微一笑 而后面对着吴声开口道 打个读怎么样 读什么 读 你们回国后 你找他父亲提亲 看他父亲会不会拒绝你 吴声闻言 连想都没想就说到 不用读 肯定会拒绝的 我知道会拒绝 我们读点别的 天地的话 让吴声愈发的迷惑了起来 到底读什么 你觉得 他会以什么理由拒绝你 天地开口问道 以我父亲的身份 不 这只是很简单的事情 只要将你和你父亲的户口 放到两个户口本 这件事情 其实就阻碍不了什么 更何况 你本身也没有错 蒙骗大众很简单 我赌他会说 他女儿有婚约 并且在你说完后 他会迅速给他的女儿 安排一个婚约 吴声思索了几秒 赌注是什么 没有赌注 不过我要是输了 我带着全体天庭之人 去龙国自首 怎么样 天地的话 让吴声更加猛圈 他开始有些怀疑 这位天庭之主的精神状态了 这种和孩子一般玩闹的赌注 对他毫无好处 好了 就说到这里 有个老家伙来找我了 读与不读 皆在你一念之间 说吧 天地消失在原地 连同那白玉天公 也一同消失 而吴声的身影 则是再度出现在 京东的大楼之上 站在楼顶的吴声 带着满心的疑惑之意 朝着酒店离去 他得回去捋一捋 这件事到底是什么意思 而另一边 天地的天公之中 再度出现了一个人影 一头白发的欧阳博士 看着高台之上的男人 无奈一笑 你和他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啊 就是和他打了个赌 天地语气十分轻松地 将刚刚和吴声的对话 全盘告诉了欧阳博士 听到对方的话 欧阳博士也是有些无奈的 你这么做 有什么意义吗 没有意义啊 但是总比你们好 瞒着他做一些苟且之事 欧阳空 你说话过了 欧阳博士听到天地的话 语气也是严肃道 欧阳志 少给我摆大哥的架子 现在我们是敌人 两个人一高一低对峙着 仔细一看 两人眉眼间 竟有着些许的相似 他们互相看着对方 充斥着愤怒 我说了 这不是苟且之事 这是最好的结果 这是推算过的结果 欧阳博士 语气突然激动了起来 朝着那叛逃的弟弟 大声怒斥 结果 什么结果 你们的结果 就是利用一个 从小在悲剧中长大的孩子 天地也是激动了起来 一脸怒气冲冲 那如果没有我们 你觉得他还能活着 长到这么大 磨刀 磨刀 磨在前 上古时期发生了什么 你不清楚吗 如果按照曾经的发展 他孤身一人 你觉得这样好吗 有什么不好 大也是按照他的思想去做的 不管未来他会不会后悔 但是那是他意愿 你们这群人 有什么资格 去对其他人的人生 指手画脚 我们什么时候 干预他的人生了 难道往正道上引导 也是错误的吗 让他体验人 该体验的一切 也是错误的吗 有什么用 未来不还是会被剥夺 这种体验 只会加重他未来的痛苦 哼 你我说的都没用 等他成长起来 拥有掌控自己力量的时候 我会告诉他一切 要怎么样 他自己说了算 现在告诉他 以他的实力能干吗 欧阳博士说完最后一句话后 就直接离开了原地 而天帝看着空旷的白玉天空眼中 也是愣愣出神 说到底 我没那么善良和理智 懒懒自语后 天帝就不再言语 而此刻的欧阳博士 也是有些沉默 眼中闪过些许的追忆之色 哥 他们为什么打我们 因为我们的爸爸 做错事情了 爸爸做错事情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又不是我们做的 你不要爸爸了吗 要 那这件事情 就和我们有关系 记忆中 大孩子牵着小孩子 走在众人厌恶的眼神中 慢慢地朝着家中走去 求个五星 谢谢 第97章 青龙 另一边的吴生 回到了酒店中 跟随着一个漂亮的和服美女 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中后 拒绝了对方不合法的服务 就躺在床上 在思考着什么 很快 他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给温西发了个消息 要不要出来逛逛 很快 温西就回了消息 可以啊 吴生见对方回了消息 也是站起身 走向了厕所的镜子 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心中 带着些许的紧张之意 他对着镜子照了照自己 在看到自己的头发和脸上 没什么奇怪的东西后 朝着酒店门口走去 等多久了 温西在看到吴生 站在酒店门口的背影后 也是微微一笑 然后小跑上前拍了一下 他的肩膀 没等多久 见温西过来 吴生也是开口道 看着温西的模样 他也是有些呆愣了 对方明显化了些淡妆 本就绝美的容颜 显得更加光彩照人 你 你盯着我看干嘛 温西见吴生一直盯着 他也有些害羞 没事 走吧 我们去逛逛吧 我有些事情想和你说 好 温西点了点头 而后走到了吴生的身边 两个人就这样 走在东京的夜晚中 城市周围各色的灯光闪烁着 而温西则是时不时地 看了看周围 看看能不能发现 什么有趣的东西 那个 我想问一下 你讨厌我吗 走了一会 吴生突然开口 朝着温西问道 啊 不讨厌啊 为什么会这么问 温西先是一愣 然后摇了摇头地说道 那你能和我结婚吗 吴生整理了一下 心中的紧张之意 然后直接开门见山地说道 好 啊 你 你 你说什么 结 结婚 这 太早了吧 温西先是没反应过来 答应了下来 然后突然瞪大眼睛 看着吴生 整张脸瞬间 变得通红了起来 吴生见对方如此拘谨 可能也是知道 自己说话太直接了 连忙解释道 也不算 就是想找你父亲提个亲 想问你讨不讨厌我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我就不提这件事情了 温西低着头红着脸没有说话 而吴生见状 有些尴尬地站在原地 他第一次处理这样的事情 而且本来只是个赌注而已 他本来打算直接告诉温西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心中突然不想说了 那你试试吧 温西突然声若细闻道 啊 吴生没怎么听清 我说 试试吧 温西说完后 就抬起头看着吴生 脸上展露出笑容 修红的脸庞 诉说着少女此刻的心情 胜过千言万语 吴生看着温西的笑容 也是突然一愣 不知道为什么 他突然感觉 温西长得很漂亮 这种感觉之前也有 但是这次十分的强烈 他清楚地感觉到了 自己的心脏 开始快速地跳动了起来 那 那等我回过去问问 吴生说完后 就转过头 准备回酒店 温西见状也是低下头 跟在吴生的身旁 两人沉默不语 但是嘴角不知道 为何全部升起了些许的弧度 而这时 一个人影突然挡住了 两人的去路 是龙国的魔刀吗 一个女生想起 前方 一个身穿和服的少女 出现在了此地 少女长得极美 身材纤细 尤其是一双眼睛狭长 而又充满着魅惑 仿佛一条美人蛇一般 看着前方突然出现的女人 吴生一愣 而后开口道 你认识我 当然 你叫什么名字呢 少女看着吴生的眼神 充满着侵占之欲 好似想把吴生吃掉一般 温西也察觉到了 她走了出来 而后挡在了吴生的面前 和你没什么关系 让开 我们要回酒店休息了 少女并没有理会温西 而是直直地盯着吴生 你自己打听吧 吴生回应了一句 而后就带着温西离开了 少女也并没有阻拦 而是侧身让开道路 看着两人越来越远的背影 少女舔了舔自己的嘴唇 自语道 真是个让人痴迷的家伙 这强大的力量 恐怖的杀气 真想吃掉你啊 少女说完后 转身离开了此地 她扭动着身姿 有着和长相不符的 妩媚与身形 好似那青楼中的花魁一般 回到酒店后的温西和吴生 并没有在意 那个突然出现的少女 告别了一声后 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回到房间的温西 再也无法压制心中的羞涩 连忙扑倒在床上 用被子蒙着脸 她怎么突然说出那样的话 我怎么就答应了 这也太不矜持了吧 少女在房间中自言自语 而另一边的吴生 也是有些不知所措 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 她本来以为 自己不会紧张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心里面 还是有着突如其来的紧张之感 而在这时 樱花国的某处海岸中 也在上演着一场 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冲突 一个头戴龙形面具的男人 挡在了那前方的海蛇面前 你是谁 樱花国的吗 海蛇开口问道 并不敢轻举妄动 前方的人气息很强 不弱于他 我不是樱花国的 我也不是来阻止你的 只是来给你个忠告 哦 什么忠告 那头戴龙形面具的人 开口道 现在上岸 你可能会遭遇 无数人的围攻 我的建议是 先观察几天 等樱花国混乱了的时候 再出手 海蛇听到对方的话 微微一笑道 我凭什么相信你 你可以不相信 我只是来给个忠告而已 哼 我觉得你可能更有趣 吃我一招 海蛇轻哼一声 而后嘴角挂着微笑 手持三叉戟 朝着前方的人刺去 伴随着一道雷霆照亮整个海岸 头戴龙形面具之人 手持战戟 将海蛇的攻击 死死地挡在外面 要打吗 不喊你们海族的老怪物的话 我是不建议在这里 吃一顿海鲜盛宴的 那人的语气充斥着调侃之意 海蛇的面色阴晴不定 而后翻身跳入海中 你到底是谁 龙国生肖组织 代号 青龙 那人说吧 一道青雷闪烁在天空之上 宛如龙木一般 照亮了整座海岸 我记住你了 要是骗我的话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海蛇用威胁的语气说完后 就回到了大海之中 而青龙健壮 也是转身离开 求个五星 谢谢 第98章 宴会 一 第二天一早 吴生等人就被人喊醒 看着穿着清凉的和服美女 吴生的嘴角抽了抽 麻烦请你出去 我这边不需要人服侍 那和服美女 也没有多说什么 朝着吴生鞠了个躬就离开了 吴生不需要的话 他可以去找有需要的人 反正他们这些人 就是前来尝试 这座酒店的进化者很多 对象是谁 根本就不重要 不得不说 樱花国在这方面 简直就是无人能敌 吴生吃过那和服女子 准备的早饭后 就接到了轩辕天娇的消息 轩辕天娇 我们这边需要什么行动吗 吴生看着对方发来的消息 也是沉思了一会 先等中午的宴会过后 看看对方打算干嘛 先出手的人容易遭围攻 给轩辕天娇发完消息后 吴生的房间中出现了一个人 生肖组织的 吴生看着突然闯进 自己房间的龙头面具人开口问道 嗯 生肖之一青龙 来向魔鼠大人汇报 青色的龙头面具 带着些许争鸣与威武之意 面具下的青色瞳孔闪烁着雷霆 吴生听着对方的称呼 也是恍惚了一下 突然被这样叫他 还是有些不太习惯 先坐 吴生给对方拿了个凳子 在对方坐下后面色严肃道 说吧 打听到了什么情报 青龙清了清嗓子 而后开口道 目前的话岛上 除了有各国的势力 还有妖族和海族 海族可能是因为樱花国 经常捕杀海洋动物的原因 前来报复 妖族的话 是为了那樱花神山之下的八旗大蛇 吴生点了点头 而后又问道 海族的话 报复可能是其次 他们可能是想 借着报复之名壮大海族 他们目前不是我们的敌人 樱花国的主要强者都有谁 青龙文言开口道 樱花国比高丽好一点 但是也仅仅是好一点而已 最强的一位 是他们现在的天皇 退克九镜 剩下的一些零零散散的 老牌阴阳师 退克一杠五镜都有 毕竟被漂亮国制约 有天赋的 基本上都被他们暗杀了 吴生点了点头 难怪这些樱花国之人 在得到一个新的 快速晋升方法后 就迫不及待想要独立 他们与生俱来的自信 可能让他们的脑子 有点不太好使 不过也确实 那个小天皇 据说是近亲产物 那老爹和老妈的关系 乱得不能再乱了 有什么比较重要的情报吗 还有你准备什么时候动手 我动手的时机 等待您的命令 比较重要的话 注意这次樱花国的阴阳神女 这家伙好像是盯上你了 他们的小天皇的话 退克一进 实力很强 能力也很杂乱 但是没什么智商 就像一个炸弹 无人控制的情况下 就很好弄死 青龙将消息全部告知 吴生后就离开了 临走前表示 他这段时间会在樱花国附近 继续打探消息 吴生想要有什么行动的话 遇还联系他 在青龙走后 吴生也是深吸一口气 这种当领导的感觉有点奇怪 不过好在这个青龙 不是什么不听话之人 现在就是等待中午的宴会 看看那个小天皇想搞什么 很快就到了中午 那和服美女又来了 不过她的脸很显然 就带着些许的春意 能在其身上 闻到一股怪异的味道 很显然 对方应该是和某个男人 做了些特别的事情 大人 这是参加宴会的服饰 请您更衣 说着就要伸出手 脱掉吴生的衣服 我自己来 吴生将对方的手拍开 然后走进了厕所 将门关上 女人健壮也不切 反正她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很快 吴生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装 就出现在了门口 西装将她的身材 完全衬托出来 看起来极为高挺和帅气 就是她本人有些不太舒服 衣服的束缚感 让她不是很爽 她将自己的衣服 放入御环中 如果发生什么紧急事件 她还可以直接换上 另一边 其他人也被安排着 穿上了礼服 这樱花国 倒是很有自知之明 并没有给众人 安排他们国家的和服 可能是怕到时候 没有一个人穿来 很尴尬 众人纷纷走出酒店 被专车接送到宴会之地 所谓的宴会之地 也就是天皇的住所 众人纷纷被请进其中 而吴生则是带着温西等人 站在最后 吴生皱着眉头 看着空地中的擂台 眼中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而另一边 昨夜挡住吴生的少女 在此刻也察觉到了 吴生的到来 她站在人群中 目光紧盯着吴生 真是可怕的杀气呢 不过 好像也不仅仅只有杀气呢 少女呢喃着 眼中痴迷之色 更甚少女穿着艳丽的和服 虽看不出身材 但是一张脸 也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 吴生也察觉到了对方的视线 她的体内 诸神也调侃到 这娘们不会看上你了吧 你小心点哦 我感觉她有点不对劲呢 闭嘴 看你的漫画去 切 看就看 诸神听着吴生的呵斥 撇了撇嘴 而后再度回到了那片空间之中 喂 阿生 那娘们看你的眼神不太对劲啊 长得也不错 你不去试试吗 温俊也察觉到了 那少女的眼神 靠近吴生 而后调侃到 我大哥才不会看上那种人呢 上官轻荣在一旁不爽道 而上官展也是点了点头道 确实 那个女生让我感受到了 一股不好的气息 她好像是那阴阳神女吧 我记得叫什么来着 薛元天娇倒是认出了对方 皱了皱眉头 而后眼中闪过回忆之色 好像叫安倍七 不过她是那个小天皇的老婆啊 薛元天娇想起来了之后 面色怪异地开口道 那还是算了 我可没有继承丞相一致 温俊瞬间失去了兴趣 撇了撇嘴道 人家也没看上你啊 很明显就是在看吴生 薛元天娇的妹妹薛元蓉 翻了个白眼道 嘿嘿 万一呢 温俊极为自信 众人朝着她翻了个白眼 而后跟随着人流 朝着里面走去 一场心怀鬼态的宴会 在此刻即将开始 第九十九章 宴会 二 一场宴会即将开始 吴生等人站在原地观察着四周 其他国家多多少少都来了几个主要人物 他们的视线全部集中的 漂亮国一群人的身上 仿佛在等待着看好戏一般 那不是号称 众神之王宙斯继承人的小宙斯吗 真有意思 他也来了 薛元天娇 看着那边一个金发碧眼的男人轻笑道 十二主神之一的宙斯之徒 那个蓝头发的 我记得是叫波赛东是吧 温俊看着那宙斯身边的蓝发少年 也是有些好奇道 对啊 最搞笑的就是他 号称波赛东二代 然后真的海神出现了 他现在的地位极其尴尬 一手控海术 被那个真正的海神压制的死死的 包括他的上位也是 现在十二主神里面 最搞笑的就是他 现在地位最低的也是他 而且不知道从哪里流传出一句话 十二主神之一波赛东 冒充海神失败 薛元天娇 看着那个蓝发少年脸上的笑容 怎么都止不住 之前他们十二主神 还能和龙国打一打 波赛东本来是众神之首 因为漂亮国本 就是大海之上的霸主 但是后来那个真正的海神出现后 波赛东就从掌控整片大海的男人 在地区大海的男人 巧的是 海族的首领 还就正正好好待在他们漂亮国附近 这件事情出来后 波赛东迅速从最强变成了最弱 极为丢人 无声看着那宙斯 开口到我记得 他们的神王宙斯 号称的是魔法之神是吧 薛元天娇点了点头 没错 他每一个都会一点 可能称不上顶尖 但是全能 那这个小宙斯的异能呢 无声好奇地问道 不太清楚 不过好像也是和那个神王宙斯的能力相似 他们西方的异能 好像更多的是 继承和传承搞不懂 无声闻言点了点头 后天进化者是靠继承而来 而有一点确实不得不服 漂亮国曾经在科技上 确实比龙国强 毕竟龙国发展时间不如人家 这是没什么好反驳的事情 可能在异能出现后 他们搜寻到了某些奇怪的东西 也说不定 我记得他的序列是 没错 序列006 魔法之神宙斯 薛元天娇猜出了无声想说什么 直接将无声后续的话给说了出来 无声看着那小宙斯 充满着傲然的眼神 而后轻笑道 先看戏吧 进化八肩 不足为虑 薛元天娇耸了耸肩 毫不在意道 你决定了 很快 在众人全部来齐后 最前方的舞台上 一个少年头戴王冠出现 众人在看清他的面容后 也是吃了一惊 我靠 这小天皇看起来 很聪明啊 温俊忍不住抱了粗口 实在是上方的小天皇 实在是太离谱了 身高170 身材消瘦 咧着嘴傻笑 一双眼睛也是极为睿智 左边的看右 右边的看左 一看就极为英明神武 嗯 看到这小天皇这样 我就放心了 温俊一脸认真地点了点头 而轩辕天娇也是有些猛 他记得这小天皇小时候 虽然其貌不扬 但是也不至于聪明成这样 这 你要拿我砍它 我跟你急 拿你自己的刀砍 无声的脑海中 在看到这个智慧的天皇后 诸神也傻眼了 并且表示拒绝砍这种脑残 我 无声也不知道说些什么 很难理解 樱花国怎么能培养出 这么个奇葩玩意 场上的众人也是纷纷傻眼 不过很快 漂亮国的人率先笑了起来 他们看着前方的小天皇 眼中充斥着轻蔑之意 而这时 那阴阳神女安贝七 走到了小天皇的身边 她优雅地拿起麦克风 然后开口道 各位 今日我们齐聚于此 不仅仅是我们小天皇的级位大典 也是为了一个最强之名 此话一出 众人瞬间就安静了 我们小天皇 现在是退壳进一街 我们樱花国 目前他是年轻一代最强一人 当然 如果有谁不服可上来战上一次 放心 战斗并不是没有奖励 胜的人 我们樱花国会 依附于他们国家 甚至可以得到我 当然 拜的人 就必须承认 我们小天皇是最强之人 并且不能再对我们樱花国出手 此话一出 吴声皱了皱眉头 这种口头条约实在是太幼稚了 根本就不会有人去遵守 你怎么看 轩辕天骄也觉得有些不对劲 靠近吴声问道不对劲 不上去 观望一下 感觉这个阴阳神女 没那么简单 吴声和众人说完后 就找了个角落躲了起来 而台下也没有人准备上去那擂台之上 这时 那小天皇脚下突然升起一座土桥 他一脸吃笑地走上擂台 而后用他智慧的眼神 看着众人大笑道 哈哈 你们这群垃圾 我才是最强的人 以后我要统治事件 不管是谁 都无法忍受被傻子吃笑 尤其是自负不凡的西方国家 宙斯他们本就是来找茬的 现在被嘲笑 更是无法忍受 他朝着小波塞东看了一眼 对方也瞬间心领神会 直接踩着水流走上了擂台 我来和你打 说吧 他身边开始凝聚水流 水流开始旋转 最后形成三米多高的水龙卷 受死 他将龙卷朝着前方的小天皇一甩 想要直接将对方淹死 而小天皇好像也察觉到了危险 身边凝聚出淡蓝色的火焰 嘿嘿 烧死你了 蓝色的火焰凝聚成一个巨大的火球 火球冲向水龙卷 双方瞬间碰撞在一起 伴随着大量的雾气 充斥着整个会场 雾气散去后 众人就看到了无比不可思议的一幕 二代被打出擂台了 此刻的他一头蓝发 带着些许的焦黑 看向那天皇的眼神 也充斥着愤怒和惊恶 而另一边的无声 则是清清楚楚地 将整个过程都看下来了 碾压 纯粹就是灵能和境界上的碾压 这家伙好像是因为体内的异能太多了 也太杂 可能之前在控制这些异能的时候 精神力太过透支 已经伤到了大脑 但是本身却有着不俗的战斗本能 无声的话 让众人也是有些惊讶地看着台上的小天皇 这傻子有这么厉害 温俊张大嘴巴 眼中满是不可置信 不厉害 至少同境界的情况下他并不强 但是能力太多变了 可能会比较麻烦 就好像一个刺猬 对于比他弱的 他能直接打死 对于比他强一些的 他也是个略显麻烦的玩意 第100章 安倍七来访 而小宙斯也是发现了这一点 面色阴沉地看着台上吃傻的小天皇 说实话 他不是对方的对手 他的魔法设计的范围也极为广泛 但是魔法不会比纯粹的异能强 更何况 他的境界也不如对方 而小博塞冬的失利 也让其他国家的人不敢轻举妄动 他们也看出来了 樱花国玩的就是所谓单纯的境界压制 这个小天皇 实力可能会成为同境界最弱的一位 但是对于弱于他境界的家伙 会有极强的压制 就好像 他退壳一接 拥有10个进化九阶强度异能 这对净化镜的进化者 是一位很麻烦的家伙 不过好在 对方看起来没啥智商 众人议论纷纷 而在不远处的安贝七 却将目光放在了不远处的吴生身上 很早就听说 龙国境内有一位号称 年轻一辈最强的魔术 请问在场吗 虽然安贝七是这么说的 但是目光却一直放在吴生的身上 场上的众人 跟随着安贝七的目光看去 也发现了在角落的吴生一星人 其实其他国家也听说过魔术的名号 只是当时各国都在发展 没人在意这种称号 毕竟这种称号以前多了去了 那漂亮国的波赛东 还号称海洋之神呢 现在不一样众神最弱 此刻的吴生也皱了皱眉头 不知道对方想搞什么鬼 魔术先生 要不要上来一试呢 安贝七朝着吴生喊道 他强 吴生说完后就转身离去 他跟个傻子叫什么劲 反正这破地方 过几天都不一定能存在 薛元天骄等人 见吴生这态度也是笑笑不说话 他们也不想和傻子较劲 而擂台上的小天皇 却在疯狂地口嗨 嘿嘿 垃圾 老鼠 老鼠的儿子也是老鼠 一家的老鼠 嘿嘿 讨厌老鼠 全部杀掉 碰 伴随着擂台上的烟雾升起 吴生一双新红色的瞳孔 盯着被按在地上的小天皇冷声道 你说你要杀谁 你再说一遍试试 吴生此刻脖子死死地掐住小天皇的脖子 一头新红色的长发 随风狂舞 连诸神都没有把 就将对方按在地上无法动他 小天皇挣扎着 想要用处一能攻击吴生 但是吴生的力量极大 脖子被掐住的他 加上身上的疼痛感 根本就无法凝聚灵能 只能啊呀大叫 最后竟哭了出来 伴随着哭泣声响彻整个会场 众人的眼中充斥着惊骇之意 他们甚至都没能发现 吴生是什么时候出手的 这家伙 退科 而且还是极强的退科 小宙斯瞪大眼睛 看着碾压小天皇的吴生 眼中满是震惊 吴生阁下 能否请您放过我的夫君呢 这时 安倍七缓缓走来 他面带微笑 眼中没有丝毫的担心 反而充斥着痴迷之意 可以 骂人就要付出代价 吃我一刀再说 吴生生气 没什么特别的理由 就是不爽 这死樱花国的人 指着鼻子骂他 磨刀七斩第一事 分尸 将手中的小天皇丢入高空 吴生反手 就是一刀斩去 树米刀的血色刀器 斩向天空 小天皇眼中充斥着惊恐 他凝聚出各种元素 朝着刀器轰去 但是这一刀 他还是结结实实地吃了下来 生君 你满意了吗 安倍七一脸笑容 完全不在意 已经奄奄一息的小天皇 还行 吴生淡淡地说道 而后收起长刀 朝着会场外走去 安倍七目送着吴生离开 而后拍了拍手 只见一刀绿色的光芒 从他的身上散发而出 那小天皇身上的伤势 开始慢慢地愈合 吴生离开后 温熙走到他的身旁 语气有些担忧道 你没事吧 吴生看了他一眼 而后摇了摇头 很奇怪 我知道 小天皇遭受如此攻击 居然没有人出手保护 樱花国的天皇等人 好像已经消失不见了 温熙开口道 嗯 先回去吧 我今天晚上再探查一下 吴生说完后 就带着众人 朝着酒店 原路返回 而另一边 安倍七表示 要带小天皇下去疗伤 让众人自行玩耍 并且让无数樱花美女 和帅哥走入会场 甚至贴心地安排了房间 而安倍七带着小天皇 穿过一个个房间 最后推开了一个最深处的房门 他看着里面 众多眼神痴迷的男人 眼中满是得意 他的眼中充斥着兴奋 他将小天皇丢在门口 而后走进了其中 那群男人们将他包围 眼中满是欲念 他们看着站在他们中间的少女 眼中满是痴迷 安倍七看着这一幕 放声大笑 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来啊 他勾了勾手指 而后这群人 宛如看到了肉的狼一般 将他扑倒 撕掉了他的衣服 他们在他的身上留下了痕迹 而他则是依旧一点笑容 门外的小天皇 好像察觉到了什么 痴笑着爬进了房中 而后加入了他们 夜晚 吴声在和轩辕天骄等人聊完后 就回到了房间 而他的房间中 一个少女正跪坐在其中 安倍七看着吴声 脸上带着笑意 圣君 你来了 少女的眼中 依旧带着痴迷之意 仿佛吴声是什么肉食一般 而吴声则是皱着眉头 而后面色如常地走入房间 说吧 你有什么事情吗 哥哥哥 别那么无趣嘛 圣君觉得我怎么样呢 少女看着吴声 开口娇笑道 很漂亮 但是你的身上 有很多人的气息 以我对樱花国 这个地方的国情了解 你大概率被很多人强迫过 你的异能应该和魅惑有关 他们的高层被你控制了吧 吴声的话一出 安倍七瞬间愣住了 他的眼中 带着些许的不可思议 而后很快就平静了下来 你猜对了呢 你想尝尝吗 安倍七说着 就将自己的衣衫吞下 露出完美的身体 你应该知道 这种事情不太现实 我既然知道你的异能 就不可能阵你的道 说吧 你有什么事情 吴声没有盯着看 也没有躲避 就好像在看一个普通人一般 眼神没有丝毫的波澜 安倍七见吴声如此模样 脸上的笑意更浓了 圣君 要不要和我一起 将这所有的进化者 全部葬送在这岛中呢 或者说 毁掉整个樱花国 以城中进化者的数量 你可以直接晋升到幻身镜 到时候 你就是最顶尖的一批强者 我不求做你的皇后 但是为奴为婢 还是可以的 安倍七的眼中 充斥着兴奋和疯狂 你应该明白 从你说这句话的时候 你就不可能 从这酒店中走出去了 谁给你的自信 让你觉得 我会与你合作 吴声的诸神 放在少女白嫩的脖子上 仿佛下一秒 就会将其斩断 那圣君又凭什么觉得 我会以本体而来呢 少女将诸神视若无误 她缓缓起身 眼中满是笑意 不会有感情 只是个想把吴声 脱下水的人 别太激动 第101妖族来袭 吴声听到对方的话 沉思片刻后 将手中的诸神收起 到底什么目的 没什么目的啊 就是想毁掉这个国家 甚至毁掉这个世界啊 安倍七的眼中 充斥着疯狂之意 抱歉 我并不想毁灭这个世界 对话结束 你可以离开了 吴声站起身打开窗户 伸出手表示 对方可以滚了 嘻嘻 不会吧 据我了解 圣君生活的环境 也是黑暗无比呢 我记得 圣君的父亲是个强奸犯吧 一双流淌着鲜血的手 从小在黑暗中长大的孩子 想要在光明的环境中存活吗 此话一出 吴声瞬间掐住安倍七的脖子 一双漆黑的瞳孔 开始朝着红色转换 你要是想死 我可以成全你 你杀不掉我的 圣君 老鼠是一种 生存在阴沟中的生物 它不适合成为英雄 它可恐的面容 会让世人恐惧的 安倍七的眼中充斥着笑意 仿佛吴声掐住的 不是他的脖子一般 咔嚓 伴随着吴声手中发力 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 少女的脖子 被轻而易举地掐断 而在对方生死的瞬间 手中的安倍七的尸体 化作了另一个人的身影 一个陌生人 圣君 你们可以随时动手 就算不和我合作 你们也可以毁到樱花呢 这个国家已经没有强者了 少女戏血的声音 在空旷的房间中回荡 而吴声闻言并没有说话 只是一脸阴沉 不知道在想什么 而此刻 在天皇的房子中 安倍七一脸笑容 她漂亮的脸蛋 充斥着疯狂和痴迷之意 哈哈 太棒了 圣君 你生来就是黑暗中的人 你只能和我在一起 我们才是最般配的 少女带着些许的癫狂 她的身边 一群男人正四仰八叉地 躺在地上 他们吃笑着 好像傻子一般 而此时 在樱花国的天空之上 一数十米的身影 正在云层中 她的头顶站着一人 腰看着下方的 神山开口道 那八旗大蛇 是否在这里面 是的 妖帝大人 嗯 那就动手 伴随着的妖的话音落下 穷奇也仰天咆哮 伴随着一道道 龙卷风凭空出现 世界宛若天灾 樱花国的国民 一脸惊恐地 看着神山之上的龙卷 身体开始不由自主地颤抖 龙 龙卷风啊 快 快跑 救命啊 天皇大人 妖帝大人 根据蒙曰 我不能无故对人族出手 所以只能坐到这里 嗯 吓吓他们就好了 妖点了点头 而后将目光 放在了那神山之下 那其中 有一道气息 正在慢慢苏醒 而另一边 吴生等人 也看到了身上之上的龙卷 什么鬼 怎么突然来龙卷风了 温俊一脸猛逼地说道 不是自然原因 我算过 最近不可能出现龙卷风 应该是 上官展面色凝重 还没说完就被吴生打断了 妖族 吴生面色凝重地说完后 转身严肃道 通知所有进化学院的人 五纲六阶抱团走 七阶以上可以出手了 掠夺开始 是 轩缘天交等人 见吴生如此严肃 也是连忙点头 而吴生刚准备离开 一双手突然抓住了他的衣服 怎么了 吴生有些不解地看着温西 注意安全 温西看着他 一张绝美的脸蛋 带着些许的担忧和坚定之色 你也是 这场战斗无法避免的 有危险通知我 吴生并没有让温西躲起来 他知道 走上进化者这条路 安稳就与他们再见了 好 温西点了点头 而后转身离去 在他转身的瞬间 那一头黑发 转变为了银色 青龙 你在哪里 吴生联系上青龙问道 海岸附近 海族也看到了那龙卷风 准备动手 别管海族 来我这里 吴生说完后 一跃而起 黑夜中 他站在最高处 拿出了那老鼠面具 很快 青龙出现在此地 魔鼠大人 是否动手 青龙 你什么修为 吴生开口问道 净化九阶 序列零一三 青雷神龙 好 跟我去那山中 挥一挥那妖地 吴生说罢 戴上了魔鼠的面具 两人瞬间消失在原地 朝着那神山之中 飞速前进 而这时 那天皇家中 安倍七也是充斥着 癫狂的笑意 打吧 打吧 今天就让这樱花之岛 沉默在这汪洋的大海中 说吧 少女站起身 她的身上满是鲜血 气息也极为强悍 而她的周围 那小天皇早已死透了 少女瞬间消失在原地 独留下一地残尸 而另一边 温骏等人 也开始猎杀 其他国家的净化者 这种情况下 根本就不可能有人 独善其身 在混乱中 唯有强者 才能存活下去 这是一场历练 也是一场厮杀 弱者将彻底被淘汰 哪怕是为了自保 也必须杀 因为你不杀 他们就会来找你 而在此刻的海岸 大海在咆哮 一道道巨大的浪花 席卷整个海岸城市 那一头头鲸鱼 撞向了想要坐船 逃离的蠢货 他们发泄着自己的愤怒 海蛇站在水柱之上 将落水的人们 开始转化为渔人 成功就收入囊中 失败则化为耳料 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了 一场毫无预兆的战斗 瞬间发生 而此刻 无声带着青龙 来到了神山之下 此刻的神山之中 一头穷骑 正按着一个八头蛇锤 八骑大蛇 此刻也是猛逼了 他修为刚刚突破退壳 来到幻身境 本以为已是天下无敌 没想到不知道 哪里飞来一头带翅膀的老虎 把他按在地上摩擦 妖也在一旁冷眼旁观 他刚刚给过 这蛇机会了 但是他却出言不逊 既然如此 他觉得还是得打一顿 而这时 他好像突然察觉到了什么 转头望去 只见他的不远处 两道人影 正出现在他的前方 一个头戴老鼠面具 一个头戴龙头面具 好久不见 无声 妖一眼就认出来了 无声的身份 咬牙切齿道 第102章 安倍气的经历 某种意义上 我并不想和你见面 但是我还是得来问问 你们这是在干嘛 无声好奇地问道 而妖并没有回答 无声的问题 只见他的手画作龙爪 直接朝着无声轰来 碰 伴随着一道雷霆闪烁 青龙手持战机 挡在了无声的身前 妖族的妖帝 没什么礼貌啊 进化六阶 想要动手 说吧 青龙周身雷霆一闪 伴随着一道轰鸣声 妖背直接轰飞 不过看其身上 并没有什么伤势 妖帝不愧是妖帝啊 防御力和对元素的 抗性惊人的强啊 青龙的语气 带着些许的玩味之意 而后退回到了 无声的身后 八旗大蛇 你们是为了他而来 看着远处 被碾压的八旗大蛇 不知道为什么 无声总感觉他怪怪的 是又如何 你这只小老鼠 要阻止我吗 穷奇早就看无声不爽了 抢在妖之前开口道 看着那八旗大蛇的模样 无声皱了皱眉头 管我屁事 一个垃圾而已 说吧 无声转过身 朝着山下走去 他还以为能找到 什么有意思的 没想到 就是妖这个家伙 说实话 目前他对妖 提不起任何兴趣 要是那头穷奇不在的话 他可能会砍死他 但是那头穷奇 目前他不能委赢 所以不能乱来 别跑 和我打一场 要再看到无声后 情绪就有些激动 可能是想起 无声杀了他的父亲 也可能是想起 在南疆之时的屈辱 无声皱着眉头看着他 而后拿出诸神指向他 打一场 你不觉得 你说的话很可笑吗 凭什么打一场 你让你身后的大家 火不出手 生死有命 你只要能扛住我一刀 我就认输怎么样 说着 无声的身边 漂浮着些许的红雾 伴随着红雾的出现 空间的温度 仿佛都低了几分 妖看着无声的样子 他很想答应下来 但是他眼中的恐惧之色 怎么都无法掩盖 作为妖帝 他的本能告诉他 这一战不能打 他会死 动物求生的本能 让他根本就不敢开口答应 而这时 穷奇也察觉到了妖的不对劲 伴随着一道进风 卷起妖和八旗大蛇 他直接飞入空中 小子 后会有期 穷奇瞬间消失在原地 给无声和青龙 看得一愣一愣的 两人本来还以为 会有一场大战的 没想到这个穷奇 直接就溜了 这 怎么办 青龙看着无声问道 你想去杀人 还是想去保护人 无声问道 保护吧 进化学院的 毕竟都是天才 损失一个都不是什么好事 好 你去保着他们 我去处理其他人 无声说完后 就朝着山下冲去 他打算先去处理掉 那个小天皇 两人分开十分钟后 无声碰到了 他的第一个敌人 也不能算是敌人吧 你想干嘛 看着前方的安贝七 无声皱了皱眉头 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心中 突然有了些许不好的预感 生君 你准备干嘛呢 要去杀人 还是去保护人呢 安贝七瞬间出现在 无声的身边 而后又消失在原地 此刻的他 宛如鬼魅一般 身上散发着一股 强烈的魅惑之意 以及恐怖的能量 管你屁事 滚开 无声长刀指向他 而后呵斥的 不知道为何 他心中的不安愈发的浓重 这个安贝七的实力 有点奇怪 太冷漠了 生君 我真的很喜欢你呢 和我一起堕入黑暗吧 我们生来就是同一类人 伴随着安贝七的话音落下 他的身后 一只八只头颅的 粉色巨蛇出现了 而他的瞳孔和头发 也开始朝着粉红色凝聚 序列015 射魂夺破 美人蛇 不过无声记忆中的 美人蛇不是这副模样 这个安贝七的异能 好像发生了些许的变化 而伴随着一道 粉红色的雾气升起 无声出现在了 另一个场景中 他看着前方粉雕欲拙的 小女孩愣在了原地 而小女孩 好像并没有看见她 只是自顾自地 玩着自己的东西 小女孩慢慢地长大 在标记日出现后 觉醒异能 拥有绝世的容颜和魅惑力 她被选为阴阳神女 而这个称号 并没有给她带来荣誉 反倒是带来了灾难 少女在15岁的时候 被告知要嫁给那小天皇 但是少女那个时候 已经有了心上人 那个心上人 是她的青梅竹马 但是在樱花国 天皇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 将自己的第一次交给心上人 想要和对方私奔 但是这件事情 被天皇知道了 最终 她在心上人的眼皮底下 被天皇侮辱了 没错 是小天皇的父亲 天皇 那一天 她亲眼看见了 自己的心上人疯了 最后死在了自己的眼前 她无比的痛苦 但是无可奈何 最终她嫁给了小天皇 虽然是嫁给了小天皇 但是小天皇本身智力有问题 加上那天皇家族 本就是个黑暗的地方 她说是小天皇的妻子 不如说是整个天皇家族的玩物 她疯了 她带着强烈的恨意 来到了神山之下 她用自己的身体 和八旗大蛇交易 最终从八旗大蛇的身上 设计夺取了能量 和一些特殊的异能 在拥有修为后 她开始利用自己的身体 用毒属于她的异能 操纵了整个天皇家族 美人蛇 射魂夺魄 这个异能 本来不会如此强大 但是强烈的恨意 让她的魂魄吞噬了某些东西 她凭借强大的恨意 从那东西的手中活了下来 她获得了掌控灵魂的力量 她开始改革 开始杀进化者 开始慢慢地 将天皇府的人 玩弄于鼓掌之间 最后彻底地掌控一切 无声看着安倍器的精力 她开口道 你让我看 这个的意义是什么 同情你吗 我承认 你很可怜 但是这和我没有关系 我并不想和你合作 也不打算帮你 圣君 你知道吗 当我知道 在龙国有一个和我一样 生活在黑暗之中的男人的时候 我有多激动吗 我把世界上大量 有天赋的进化者聚集于此 就是想让你把他们全部杀了 我们一起堕入黑暗 这不好吗 安倍器的眼中带着仇恨 也带着些许的悲伤 想做什么 要做什么 我都不会去阻止你 你的精力很让人同情 如果我不是你的敌人 我会放任你 现在你有一个机会 放开我 我带走我的队友 你要杀谁 要毁灭谁 都和我没关系 无声的语气有些颤抖 本来按照无声的性格 他不会和这家伙说 那么多废话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封印 松动了 第103章 无声的悲伤 而安倍器好像也察觉到了什么 他并没有理会无声 而是自顾自地说道 圣隽 和我一起毁灭这里吧 你体内的能量 还要封印多久吗 无声看着前方的女人 拿出诸神斩出一刀 滚开 无声此刻的心中有些急了 恐怖的刀器 直逼安倍器的面门 圣隽 别白费功夫了 你应该清楚 现在的你根本就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安倍器的脸上充斥着笑容和癫狂 而无声也明白 安倍器估计是将天皇府的人全部杀了 这一股修为能量让他的修为暴涨 无声现在心烦意乱 察觉不到那灵能的上限 但是绝对会比他强 而此刻的另一边 正在战斗的温熙 突然感觉内心一慌 当然 还有上官斩和上官轻荣 三个人的目光同时朝着神山那边看去 仿佛是察觉到了什么 而温熙也是当机立断 朝着那边飞奔而去 此刻在诸神所存在的空间之中 红色的雾气在疯狂地飘动 仿佛有一股飓风 想要带动他们离开这片空间之中一般 诸神看着这一幕 眼中也是露出些许的无奈之意 外界 安倍器还在疯狂地刺激着无声 无声的瞳孔愈发的红艳 仿佛要填满整个眼眶 前方的安倍器的声音宛如恶魔低语 让他不自觉地回忆到了曾经的生活当中 看着曾经经历的事情宛如电视剧一般 在自己的眼前一一闪过 无声只觉得头痛欲裂 让我走 我饶你一命 无声喘着粗气 语气也变得极为压抑 仿佛有什么堵住了喉咙一般 安倍器文言微笑着走到了无声的面前 你可以杀掉我啊 随时都行 只要跟我一样就好 少女那粉色的瞳孔充斥着疯狂之意 好像只要无声变化后 就会发生什么不得了的事情一般 圣君 我知道你在封印什么 为什么要将自己的负面情绪封印呢 为什么只流出杀气呢 明明痛苦 悲伤才是你情绪中最为浓郁的存在 为什么要压抑他们呢 安倍器靠近无声的耳朵 宛如恶魔在低语一般 你看看你的过去 再看看你的现在 你从生下来就备受痛苦 你自认为很成熟 你为所有人考虑 但是谁又考虑过你呢 你活着有什么意义呢 父亲死了 母亲也有了新的家庭 爷爷奶奶也过世了 你甚至连葬礼都不能办得太好 无声仿佛被控制住了 整个人开始冒出些许的红雾 这红雾带着肃杀之意 仿佛一把长刀一般 那是我的事情 和你 有屁关系 可是很可怜呢 明明做了那么多好事 那么优秀 却像那老鼠一样 躲在阴暗之处 自称为老鼠 但是却有着比那些人 高尚数倍的品质 处处为他人着想 谁会为你着想呢 安倍器将无声的面具摘了下来 而后伸出手斧上了无声的脸 跟着我一起堕入黑暗吧 别再压抑自己了 既然想当老鼠 那就做一些老鼠该做的事情吧 放开它 突然 一道银白色的月华 轰向安倍器 大哥 你没事吧 上官斩单手一挥 无声脚下的土地开始蠕动 无声被瞬间拉到了他的身边 哥 你醒醒 上官轻荣 开始摇晃无声的肩膀 而温熙和上官斩 则是站在无声的面前 一脸警惕地看着前方的安倍器 扫兴得来了呢 安倍器看着这一幕 没有丝毫的担忧 他已经钻到了无声的空子 封印这种东西 一旦出现问题 除非彻底解除 再重新封印 而此刻的无声也在强行让自己头脑清明 走 走 带着所有人先走 无声的声音宛如野兽低吼 他双眼愈发的心红 仿佛下一刻就会变成野兽一般 你对他做了什么 温熙看着无声的样子 愤怒地朝着安倍器吼道 我没做什么啊 就是帮他释放一下压抑的情绪而已嘛 你们是不是很少见过他 失去理智 生气 痛苦的样子啊 安倍器的话让众人一愣 说起来 无声好像确实很少会出现这种情绪 他本来就是个18岁的孩子 怎么可能会无欲无求呢 他又不是神 是人就会有情绪 他承受了十多年的痛苦 怎么可能会没有悲伤呢 安倍器的话让众人一愣 他们看着身后无声一脸痛苦的表情 眼中带着惊恶 突然伴随着无声一声怒吼 方云数十里突然弥漫起新红色的雾气 这雾气很奇怪 在雾气中的人不自觉地感受到了一股悲凉之意 也感受到了一股极为纯粹的杀意 安倍器深吸一口气 一脸享受到 这就对了 十多年间感受过的痛苦居然如此之多 太纯粹了 生君 真可怜呢 除了父亲 爷爷奶奶 还有极少的亲人 从来没有人对你好过呢 真可怜呢 一个人 居然要靠封印自己的情绪来度过余生 你怕伤害到谁呢 谁又在伤害你呢 而温熙等人 此刻也察觉到了一股极为浓重的悲伤之意 他们的眼眶不自觉地流出泪水 他们看着无声 此刻的他半跪在地面 他哭了 无声的脸上带着泪水 他好像和一个普通人一样 最外面是极致的杀气 中间是纯粹的愤怒 只有最靠近他的雾气 才是悲伤的 唉 早就说封印这种东西 一直用行不通的 说什么 当底牌用嘛 负面情绪带来的战斗力是很强 但是也最容易暴走啊 算了 你也没有开心到 可以将美好的情绪封印起来 突然 一道声音响起 诸神刀凭空出现 他漂浮在无声的面前 语气满是无奈和悲伤 温熙他们 看着无声面前出现的长刀 勤满泪水的眼眶 带着些许的惊恶 而不远处的安贝七 在诸神刀出现后 也是瞬间警惕了起来 你是谁 安贝七朝着诸神刀大声道 此刻他已经没有了 掌控一切的镇定 而是对于这突然出现的长刀 产生了些许不安的情绪 关你屁事 第104章 诸神 无声 诸神的话 让安贝七的脸色 瞬间难看了下来 无声的弟弟妹妹是吧 你们先撤 通知你们龙国人 撤离这红雾范围内 一会的战斗 可能会波及到很多人 那个温惜是吧 你留意下 诸神好像一个领导一般 发号施令 而上官轻荣 还想说些什么 但是却被上官斩拉住了 你是我哥哥的刀铃吗 他不会有事吧 上官斩语气担忧道 放心吧 我是最了解他的人 十分钟后来 接人就好了 上官斩听到后点了点头 而后拉着上官轻荣 果断离开了 倒也不是他不担心无声 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而且大概率会影响到诸神 而温惜却走到了无声的身边 伸出手想要触碰他 温惜是吧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诸神看向温惜问道 什么事情 温惜停住了自己的手 而后转头看向诸神 你也看到了 他就这样 很大概率未来也改变不了 如果未来有一天他暴走了 你会怎么办呢 当然 温惜刚想说会阻止无声 但是诸神却开口打断了他 我要的不是解决方案 而是事情结束后 你会不会和他站在一起 这件事 你需要好好考虑 因为你有父母 所以对于我来说 你不适合他 甚至那个樱花娘们 可能比你还适合他 我不需要你在父母和他之间 做出选择 我需要的是你到时候 有没有和他站在一起的勇气 此话一出 温惜瞬间愣住了 说实话 现在的他 因为这红雾影响了情绪的原因 根本就没办法集中思考 他有些茫然地看着诸神 似乎在思考他的意思 而这时 不远处的安倍七笑道 生君只属于我 堕入黑暗之人 是无法再从黑暗中爬出来的 人的劣根性 是不会允许一个有污点的人出现的 它只适合我 而此刻 红雾开始急速收缩 朝着无声聚拢而去 魔魂解封 解的到底是谁的魂呢 诸神喃喃自语 而后幻化出人形 本来是打算让你出来发泄一下的 没想到搞得这么大 不过也还行 反正不是你家 诸神手持长刀 立于无声之前 好了 你自己慢慢思考 我现在得和我的搭档 来一场酣畅凌厉的战斗了 诸神甩了甩肩膀 而后朝着温惜 斩出一道刀器 刀器并不锋利 就好似一袭狂风 将温惜打飞 却不会伤害到他 而此刻 无声也缓缓地站起身 周围的雾气 凝聚于他的右手之中 一柄黑红两色的刀胚 出现于他的手中 刀胚出来了 还真是快呢 诸神笑了笑 而后看向无声 压抑了这么久 那就打一打吧 反正也就几分钟的事情 好像是为了响应诸神的话 无声瞬间消失在原地 抬起长刀斩向了他 分尸 哄 伴随着一道惊天的爆炸 在响起 安倍七被恐怖的力量 直接掀飞 被掀飞的他 痴迷地看着无声 被红光遮蔽的瞳孔 看着他的样子 眼中充斥着兴奋 对 圣君 就是这样 你只能是我的 而和无声绝力的诸神 撇了撇嘴 什么玩意 这婚事我不同意 双方再度分开 两人用着相同的刀法 一样的力量 开始到处碰撞 两人化作两道红光 从神山之上 达到城市之中 城市中 两道红色的影子交错纵横 刀器席卷周围 将房屋劈碎 一些被卷入攻击中的进化者 被直接腰斩 连话都说不出来 魔刀七斩一试 分尸 无声仿佛在依靠本能行动一般 直接化作一束十米高的刀器 斩向了诸神 魔刀七斩一试 分尸 碰 两人再度碰撞在一起 巨大的爆炸原地升起 很显然 两人展现出来的实力 已经远远地超过了退壳镜 无声的身体 一点一点地被吸干 愈发地瘦弱了起来我勒个去 最后一刀啊 再吸下去就死了 诸神看着无声 那消瘦的身体 大声喊道 而无声 好像是听懂了他的话 身体略微弯曲 魔刀七斩二试 诸心 话说我这副样子 还有心吗 诸神看着无声冲杀而来 十分认真地思考着这个问题 在无声快要靠近之时 用出了同样的招式 刀尖碰撞 冲击将周围被斩碎的建筑吹飞 形成一个数十米的空地 两人长相相同 不过一个眼睛被红色填满 一个却是瞳孔红色 看上去就好像一个理智 一个疯狂一般 哄 这一次 两人再度刀飞出去 伴随着无声手中的刀落入地面 他也彻底地晕倒过去 而那把由红雾凝聚成的长刀 也瞬间消失 再度化作红雾 出现在了某处空间之中 诸神看着远处 躺在地面的无声 也是笑了笑 看来发泄一下好多了 就是感觉怪怪的 这种被抽干了的感觉 诸神撇了撇嘴 而后朝着某处随意甩出一刀 真是个脑残 把我当傻子 某处 安倍七的身体被一分为二 他的眼中充斥着不可置信 不知道是因为被一刀斩了 还是因为被发现了的原因 而诸神的身影也消失在原地 废墟中 无声的头发也有红转黑 这时 一道身影出现在此地 青龙看着躺在地面的无声 也是连忙将其抱起 而后朝着龙国的驻队飞奔而去 他也是刚刚接收到上头的命令 让他来此地接应无声 本来他还以为是哪个强者在此地战斗 居然引发了如此恐怖的波动 没想到 居然是无声 当然 关注这边战斗的人有很多 不过他们 也不清楚是谁 只知道 有强者在这里爆发了一场极为恐怖的战斗 而海岸那边 一道道海啸 也开始冲入城市之中 许多人逃向了天皇住所 但是那里早已只剩下了尸体 此刻 无声的身体之中 诸神看着这红色的雾气 也是喃喃自语道 诸神 无声 诸神 无声 诸神 无声 第105章 回归 后续的事情就是 各国的净化者全部被接走 而樱花岛也开始被海族入侵 不少樱花国的人开始移民 开始往其他国家逃离 樱花国也开始分崩离析 而在另一边昆仑山附近 带着八旗大蛇 回到其中的穷旗等人 刚刚也遭遇了一次袭击 腰看着八旗大蛇的尸体眼中 带着些许的恼怒 一旁一只九尾的白狐开口道 这八旗大蛇的灵魂早就被腐朽了 只不过他自己都没发现 这次因为被你们攻击身体虚弱 导致他体内那寄生的灵魂 有了可乘之机 说起来 那道灵魂带着些许的魅惑之意 应该是想对妖地不利 说着 九尾狐眼中带着些许的不屑之意 魅惑之力 他还没服过谁 一旁的穷旗 也是催了一声呸 什么玩意 浪费老子时间 说完后 就找了个地方趴了起来 而另一边 无声也醒了 看着洁白的天花板 无声也是知道发生了什么 抬起手已经宛如枯枝般的 右手他也是有些无奈 没办法 灵魂不够 封印解除了 就只能抽体内其他的东西了 血液之类的 甚至会直接抽寿命 那玩意本来也是用来保护无声的 就好像身体的免疫系统一样 不管其他的 只要有对无声产生威胁的东西 就会自动护主 无声的灵魂不够怎么办 那就抽血 精气 寿命 反正先把威胁干掉 至于之后 那之后再说 简单的来说 就是保证无声能存活的情况下 最大限度地释放他的一切 苏醒后的无声观察了一番四周 也明白了 应该是回到了龙国了 他想要起身 但是被子被什么东西压住了 无声低下头 就看到了温惜正趴在他的床上 压着他的被子 看样子 应该是睡了挺久了 无声健壮 也是伸出手拍了拍他的脑袋 醒醒 而温惜也是睡眼惺忪地揉了揉眼睛 抬起头 就看到了无声正一脸平静地看着他 温惜一愣 而后猛地站起身 用手用力地揉了揉眼睛 然后伸出手捏住无声的脸颊 疼不疼 无声翻了个白眼 而后将他的手拍开 你掐一下自己就知道了 可能是刚睡醒的缘故 温惜还真就是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 在感受到清晰的疼痛之后 他的双目瞬间就充斥着喜悦之情 你醒了 没事吧 身体还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温惜有些激动 问题一个接一个地往外蹦 没事 我睡多久了 无声好奇地问道 从樱花国回来之后 一共是睡了有三天了 我没告诉你大伯 怕他们担心 无声闻言点了点头 谢谢 无声看着温惜由衷地感谢道 不用谢了 温惜被无声看得有些害羞 而后又问道 你饿不饿呀 要不要吃点东西 无声点了点头 先出院吧 我问题不大 就是缺点营养 休养几天就好了 我得去一趟生肖组织那边报告一下 温惜点了点头 这一次 他也没有劝无声多住一会 毕竟只要醒了 净化者本身的修复能力 就比普通的医疗设施强很多了 很快 办完出院手续后 无声就和温惜找了个自住餐厅吃了顿饭 在老板欲哭无泪的眼神中 无声打着隔朝着净化学院走去 两人走在大街上 温惜笑着说道 你看那个老板的表情 你估计以后得进他的黑名单了 无声一愣 而后淡淡地说道 那我以后换一架 温惜听到后也是笑了笑 对了 你之前在樱花国 嗯 就是从小积攒的负面情绪被封印了而已 小时候善恶观其实并没有太过定型 一旦真的出现这种不好的情绪 都极为纯粹 因为后来获得了异能 就直接封印掉了 正好也能当一个底牌用 无声并没有掩饰 而是直接告诉了温惜 这本来也不是什么值得掩饰的事情 封印的为了保持理智 安倍琪的话语并没有影响到他多少 那你现在呢 还会封印吗 温惜突然问道 杀意会上涨 但是负面情绪不会有多少了 人一旦长大了 情绪就搏杂了起来 不会有纯粹的愤怒或者是高兴 那你的那些负面情绪已经发泄掉了吗 温惜又问道 不太清楚 可能发泄掉了吧 也可能发泄不掉 但是其实它们本质上就是一种能量 杀意 负面情绪都会作为诸神的能量提高战斗力 这些能量会很强 但是也会遮蔽心智 说起来很复杂 我也不太清楚 反正就是理解成那个时候是刀在控制我吧 无声解释了一下 而温惜听的也是云里雾里的 不过 他也没有过多的去探究这件事情 而是又问道 你知不知道你的诸神又变成人出来了 嗯 那些负面情绪就是为了针对他而存在的 只不过平常都被封印了而已 朝着天朝着进化学院走去 你先回去吧 我去一趟生肖组织的基地 无声把温惜送到校门口后 就拿出了自己的摩托车 而后朝着生肖组织基地驶去 无声在进入基地后 静止朝着银虎的办公室走去 不过这一次 他倒是扑了个空 银虎并不在办公室当中 反倒是另一个正满脸笑意地看着他 好像知道他会来一般 欧阳博士 您在这里干嘛 无声有些呆愣住了 而后有些疑惑地开口道 欧阳博士笑道 等你 来了就进来坐吧 银虎有事出去了 等我 无声随手关上门 而后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 有些疑惑道 嗯 找你有点事情 先说说你吧 你找银虎有什么事情吗 听到对方的问题 无声也是一脸正色的 我在樱花国碰到了天庭组织的首领 他叫天帝 无声将在樱花国发生的事情 事无巨细地全部告诉了欧阳博士 甚至连自己抱走的事情也说了 欧阳博士微笑着听着无声的汇报 在无声说完后递给他一杯茶 喝点水吧 无声见状连忙接过水杯 并到了生险 第106章 拒绝 喝过水后 无声看着欧阳博士 有些好奇地问道 博士您找我什么事情 欧阳博士微微一笑道 就是想问问 你对天帝的赌注怎么看 无声一愣 而后语气有些试探道 博士 您知道这些事情 欧阳博士点了点头 而后开口道 那个天帝是我的老熟人了 在你离开之后 我就找到了他 和他聊了一会儿 老熟人 原来是这样啊 无声点了点头 他曾经是我们龙国的进化者 也是天赋异禀之辈 不过因为理念不同的问题 他最终选择了叛逃 理念不同 无声有些好奇道 嗯 他的理念过于极端 等以后 有机会 我再和你说 你怎么样 对于他的赌注 你有想过去试试吗 欧阳博士转移了话题 而后看着无声笑着问道 我想试试 无声没有犹豫地点了点头 无声是人 不是神 说句实话 在吴建军死后 他其实就有想过 给爷爷奶奶风风光光的 重新办个葬礼 但是本身的身份问题 他怕给上面惹麻烦 简单的来说 其实在无声军死后 无声本身就有点 开始朝着正常人靠拢了 朝着拥有七情六欲的人靠拢 你想说还是想赢吗 欧阳博士笑着问道 想赢 那走吧 欧阳博士听到无声的回答后 直接站起了身 而无声也是愣住了 去哪 提亲 欧阳博士微微一笑 过了一会 无声就被带到了温家的别墅门口 无声此刻有些猛猛的 他被欧阳博士 直接拉来了这里 叮咚 伴随着门铃声的响起 无声的心也突然提了起来 不知道为什么 他有些紧张 他的身边 欧阳博士看着他的样子 嘴角不自觉地上扬了起来 来了 伴随着里面的声音响起 保姆把门打开了 保姆看到门外的身影 也是一愣 不是 您怎么来了 温先生在吗 我找他有事情 欧阳博士微笑着说道 而保姆文言也是点了点头道 在的 老爷在家 我这就去叫他 很快 无声就跟着欧阳博士 出现在了温家的客厅之中 温父倒了几杯茶 递给欧阳博士和无声 而后笑着开口道 欧阳博士今天来 是有什么事情吗 还带着魔鼠 你自己说吧 欧阳博士将目光 放在了无声的身上 示意他自己开口 无声一愣 而温父温母 也有些好奇地看着无声 无声被三道视线注视着 不知道为什么 十分地紧张 他结结巴巴地说道 那 那个 我 我想 想向您提亲 就是 我想和你女儿结婚 无声说完后就低下头 眼中带着些许的不安之色 心脏也怦怦地直跳 这种紧张的感觉 他还是第一次经历 温父和温母脸上的笑容 慢慢地退去 两人对视一眼 而后并没有回答无声的问题 而是将目光 放在了欧阳博士的身上 欧阳智 你是来逼宫的吗 温父的语气瞬间变了 他面色冷漠地说道 好像无声说了什么 特别奇怪的事情一样 而欧阳智却笑道 并不是你们可以拒绝 我只是带着他来而已 孩子还小 他大伯不太适合来这里 而温母的脸色也不好看了 他看着无声 然后走到了无声的面前 你是叫无声吧 是 无声此刻也有些猛 其实他有被拒绝的心理准备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 很明显就不太对劲 对方的眼神已经没有了和善 而是充满着冷漠 你放弃吧 我不可能将女儿嫁给你的 这件事没得商量 无声一愣 他站起身 抬起头看着温家两人 眼中带着些许的疑惑和不解 我能问一下为什么吗 无声开口问道 我女儿也有婚约 不适合再和一个男人订婚 这件事就此作罢 你曾经救了他们的恩情 我会想办法还给你的 温父淡淡地说道 而后看向了不远处的保姆 送客 说吧 他就带着温母准备离开 而无声却是有些不解 他抓住了温父的胳膊 那个 因为我是知道温熙他没有婚约的 所以我想知道真正的原因 温父一愣 他转过身 有些复杂地看着身后的这个少年 眼中有同情 也有坚定 想象你曾经做过的事情 我的女儿 我不求她嫁给什么大富大贵之人 但是对方起码要满足一个条件 无声一愣 他疑惑道 什么条件 至少 那个人可以光明正大的生活在人群中 而不是像老鼠一样躲躲藏藏 此话一出 无声瞬间呆住了 他的双目有些不解 也有些释然 他松开了温父的胳膊 而后嘴角微微上扬 他微笑道 好 打扰您了 这一刻嘛 他好像清楚了什么 又好像很疑惑 欧阳博士看到他这副样子 也是站起身拍了拍他的肩膀 走吧 我们回去吧 嗯 两个人就这样并肩离开了温家 温父温母在两人离开后 也是对视了眼 我们这样是不是不太好 温母有些不忍地说道 没什么不好的 我们家不缺什么 也不求小夕的另一半有什么成就 至少能带着他光明正大的生活在阳光下就好 他的身份和精力 就注定不可能在这种科技洪流与进化的时代中 好好生活 温父淡淡地说道 这件事他有错吗 没有错 作为一个父亲 他需要考虑的是女儿的未来和幸福 没人愿意把自己的孩子 交给一个未来会舆论加深的人 在这种混乱的世界中 英雄需要的更多是保护 而不是杀戮 这个世界毕竟还是弱者占据多数 第107章 我想回家 欧阳博士带着吴生走到了一处公园中 吴生面色平静 好像并没有把刚刚的事情放在心中一般 感觉怎么样 欧阳博士突然开口问道 还好 没什么感觉 就是突然觉得好像有点迷茫 吴生的眼中透露着些许的茫然 似乎有些不解 你想当英雄吗 欧阳博士突然开口问道 应该想吧 至少我有点失落 吴生并没有遮掩自己的情绪 而是有些茫然的说道 欧阳博士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 他看着天空笑道 你知道天地的理念是什么吗 吴生一愣 而后摇了摇头 他的理念是 遵循本心 他觉得人的情绪都是痛苦的根源 如果你从来就没有过情绪 就不会痛苦 不去压抑欲望 不去可以的利用理智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道德崩坏 秩序消失 强者为王 这就是他的理念 欧阳博士的话 让吴生将目光放在了他的身上 博士 你好像和天地很熟 嗯 他是我弟弟 亲生的 吴生点了点头 喃喃道 原来是这样啊 欧阳博士眼中闪过些许的追忆之色 他喃喃道 我们的经历 其实和你挺相似的 紧接着 欧阳博士开始讲述他的故事 我和我弟弟的父亲 也是个罪犯 我和他从小在唾气中长大 不过我们两个都十分聪慧 我们考上了大学 对科研有着极为浓烈的兴趣 这也是让我们改变命运的东西 我们两个天赋齐高 在大学的时候 就已经发明了一些东西 甚至发现了灵能这种物质 不过当时因为不懂利用 只知道 这是一种极为强大的力量 而这种力量 是在一个石碑上找到的 我们的发现被高层知晓 因为强悍的天赋 我们魄力加入了科研所 并且开始专门研究这种物质 不过虽然如此 我们罪犯之子的身份 还是被其他人知晓 天才 罪犯之子 这两重身份 给我们很大的压力 因为科研所本身 也不是什么和善之地 里面也有着走后门进入的人 他们开始针对我们 将我们的身份大肆宣传 就是这个时候 我和他的里面产生了不同 他觉得 父辈做的事情 既然法律已经惩罚过他了 凭什么迁怒于他 而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惩罚 毕竟受害者也是无辜的 他们承受了无与伦比的痛苦 我们承受些许也无可厚非 直到标记日的出现 我和他同时觉醒 并且天赋极高的我们 修为增长的奇快 他开始对那些伤害过他的人 展开报复 而我当时一直沉浸在科研中 并没有察觉到 无声默默地听完欧阳博士的话 而后开口道 博士应该隐瞒了不少吧 欧阳博士点了点头 而后又说道 我们第一次矛盾的爆发 是因为你的出现 无声一愣 我 欧阳博士点了点头 他笑着说道 我的计划是 把你培养成一个 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神 一个可以明辨是非 拥有七情六欲的神 而他 则是想把你培养成一个人 一个没有道德 没有枷锁 凭借喜怒哀乐行动的人 其实这两种并没有什么区别吧 无声开口道 嗯 就结果而言 都是最强 并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过程会不一样 我始终认为 凭借情绪行事的人 终究只能成为野兽 这种生物 是不会有容身之地的 就算它再强 再恐怖 也总有腻的一天 到那时候 它就是最孤独的 欧阳博士笑着说道 无声听到这里 也陷入了沉思 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其实我并不清楚未来的结果 但是至少 你能感受到 作为人的一切 你可能会缺失一些东西 但是也能收获到一些东西 人总是不会十全十美的 说完后 欧阳博士突然偏过头 看向他 有没有感觉很不值得 无声点了点头 又摇了摇头 这条路是对是错 都有你选择 你现在会痛苦 是因为你力量不够 等你力量超过我的时候 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全部由你自己选择 杀我也好 毁灭世界也罢 你自己判断 不过你现在还是老实点吧 太弱了 欧阳博士笑着拍了拍 无声的肩膀 他能看到过去 也能推算未来 他从来没有去测算过未来 因为人这种生物结果 永远是既定的 起点是出生 终点是死亡 过程才是真正的人生 痛苦和快乐总是并存的 之所以痛苦 是因为曾经感受过快乐 而之所以快乐 也是因为品尝过痛苦 欧阳博士站起身 而后继续说道 想做什么 要做什么 都有未来的你决定 现在的话 先好好地听我的安排吧 无声也站起身 他也开口了 博士 我 夜晚 无声回到了家中 吴建国和张花 看到无声回来后 也是愣了一下 而吴建国 一脸高兴地 走到无声的身边 回来就好啊 瘦了啊 来来来 快过来吃饭 不过无声却纹丝未动 怎么了 吴建国看着无声呆呆的样子 皱了皱眉头 在他的记忆里 无声从来不会这样的 大伯 我想回家 此话一出 吴建国瞬间就呆愣在了原地 他有些不可置信地 看着自己的侄子 愣了一会吴建国的眼眶微红 好 大伯带你回家 明天我们就回川鼠 我们不带着破地 张花看着这一幕也没说话 他知道 吴生肯定是受了天大的委屈 第二天 吴生就和吴建国 乘上了回川鼠的飞机 张花本来也想回去的 但是被吴生阻止了 吴生觉得 张薇在这里能过得更好 就谎称自己有任务才回去的 张花文言也没有多说什么 他会尊重吴生的决定 而且一直换来换去 对张薇也不好 这边交了几个朋友又换 会对孩子有不好的影响的 大不了就在这里上学 放假回川鼠就好了 和家人的对话 吴生回到了川鼠 进化学院那边 也被欧阳博士打过了招呼 简单的来说 就是退学了 吴生跟着吴建国 回到了原来的住所 看着灵台上的牌位 吴生默默地再度点上蜡烛 拜了拜之后 就重新收拾好原来的房间 他和银虎说过了 银虎没有拒绝 并且表示 川鼠古城区的范围 就让他来镇守了 他也没有拒绝 安城那个地方 可能不太适合他 回到这里的时候 吴生也被不少人认出来了 他们在看到吴生的时候 也没说什么 就是打了声招呼 至于心里想些什么 吴生也没有在意 川鼠自从上一次 标记日大规模 被入侵之后 就没有再怎么出现过标记点了 吴建国则是住上了 原来吴建军的房间 重新开启了一个新的店铺 用他的话来说 川鼠确实会比安城舒服很多 至少他还会有几个熟人 还能开个店铺 不会那么闲 回来的第一天 两个人将一切都恢复原样 而后吴生就开始修炼 因为上一次在樱花的时候 暴走杀了不少进化者 他的体内灵能还是比较充裕的 想看看能不能再突破一次 樱花国自从上次的事情后 也彻底地失去了国家的主权 全国的人已经开始逃离了 逃不掉的就只能赌一赌 看看能不能变成海族了 而吴生在这边修炼的时候 另一边安城的温熙 也被欧阳博士叫出来 单独聊了一会 你好 温熙是吧 欧阳博士看着面前的这个小女孩 微笑道 您是 温熙有些疑惑地看着面前的这个白发男人 有点眼熟 但是他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我叫欧阳智 你可以叫我博士 我来找你是为了吴生的事情 温熙一愣 在听到吴生后 以为吴生又出事了 连忙道 吴生怎么了 欧阳智笑着将昨天发生的事情 全部和温熙说了一遍 在说完后 欧阳智开口道 从今天开始 吴生就不会出现在进化学院了 他也正式被纳入十二生肖 欧阳智说完后就离开了 独留下温熙有些浑浑噩噩的 他听到吴生去他家提亲的第一件事是喜悦 在听到父母拒绝后 他本能地以为父母是觉得 吴生太突兀了 但是欧阳智又将天地的事情和他说了一遍 他现在有些混乱 怪父母吗 他并不想 因为他知道父母是为了他好 不管别人怎么想 他至少没有那个资格去怪父母 他拿出手机 看着他给吴生发的消息 不知道为什么 他感觉有些刺眼 而吴生也并没有不回 最新的一条消息 吴生就是今天回的 在忙 没事 放心 他有些猛地回到了教室中 而后请了个假 有些事情 他觉得还是需要和父母确认一下才行 温熙回到了家里面 温母的看到他回来的时候 还愣了一下 而后笑道 你怎么回来了吗 今天我记得不放假呀 我爸爸在吗 温熙勉强笑了笑 而后开口说道 温母一愣 织女莫若母 他看着自己家女儿的样子 也是知道了些什么 眼中带着些许的恋爱 你爸爸不在家 等他晚一点回来再说吧 是谁告诉你的 欧阳博士 还是无声 温母坐到了温熙的身旁 柔声说道 欧阳博士告诉我的 温熙靠近温母的怀中 语气有些低落道 说了也好 温母本来也是 想准备在你回来的时候告诉你的 不过妈妈很欣慰 温母的脸上露出温柔的笑容 欣慰什么 温熙抬起头 看着自己的妈妈问道 你没有回来和我们大吵大叫 也理解我们 看来你真的长大了呀 温母轻抚自己女儿的头发 不知道什么时候 曾经那个只能抱住她小腿的小孩子 现在她已经抱不动了 两人就这样坐在沙发上 享受着母女之间的温存 过了不知道多久 温父也回到了家中 在她看到自己女儿后 也是愣了一下 她看了眼自己的妻子 从对方的眼神中得到了答案 爸爸 温熙开口想说些什么 但是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温父喝了口水 而后开口道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没事的 温熙点了点头 而后将自己心中的疑惑说了出来 温父看着自己的女儿 而后说道 小夕你知道无声是什么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吗 知道一点 她童年过得很不好 温父摇了摇头 眼中闪过些许的追忆之色 不仅仅是不好这么简单 她从小除了爷爷奶奶 其实获得的爱很少 她的父亲是个强奸犯 从监狱出来后就一直在打工 所以那个时候 她也没怎么关心过无声 谩骂 霸凌 这种东西在她的小时候 基本上就是随处可见的东西 那我们不更应该关怀她吗 温熙听到这里 也是连忙开口道 你关怀她我没意见 对她好也没意见 甚至你和她谈恋爱我都没意见 但是你们不适合结婚 温父的话让温熙一愣 她并没有因为对方话语中的谈恋爱 结婚而害羞 而是疑惑道 为什么 因为你们生长的环境完全不一样 这就注定了 要么你未来去适应她 要么她未来去适应你 但是她又是一个以大局为重的人 所以 未来你会很累 此话一出 温熙也是明白了 可是这段时间 我并没有看到她有这样的想法 温熙疑惑道 那是因为你们经历的事情还少 等未来经历的事情多了 矛盾总会激化 但是你记住 谈恋爱谈的是情绪加上理智 只有理智的爱情不叫爱情 而只有情绪的爱情注定走不长远 温父说完后就没说话了 而是让温熙自己好好想想 就这样 温熙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她躺在床上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另一边的吴生 也坐在自己的房间修炼 欧阳博士也回到了自己的实验室 他需要为了下次抑郁入侵做准备 不出意外的话 下一次的抑郁 估计就是大举进攻了 而他们也要准备安排吴生他们进入异域 第109章 异域行 吴生回家后 除了在少数几个人那里掀起了波澜 也并没有妨碍到什么 后续的吴生坐镇于古城区 那古城区的生肖组织 也基本上相当于退休了 那些异域的生物 基本上就是一刀一个 完全不讲道理 上官斩和上官清荣 问过吴生怎么回事 吴生只是告诉他们 他有了新的任务 等未来有机会会再见的 上官子也问过吴生 吴生也是相同的回复 后续的温惜 就好像不知道这件事一样 一空闲下来就找吴生聊天 因为不再执行任务 吴生的修炼速度也慢了下来 就这样 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这天 银虎再度给吴生打了个电话 喂 休息的怎么样 银虎先是开口寒暄了一下 还好 有什么事情吗 吴生淡淡的问道 另一边的银虎 听到吴生这副语气 也是有些无奈 本来他还打算把吴生 喊回进化学院的 现在看吴生这副样子 算是你带你未来的一部分班底 率先出手的时候了 吴生一愣 什么任务 前往抑郁 当天 吴生和吴建国说了一声就离开了 因为这一次算是一次试点 所以吴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来 当天 吴生就被接到了安城 然后前往了欧阳博士的实验室 此刻 实验室中站着四个人 两个吴生认识的 其他的两个人 吴生也不认识 欧阳博士看到吴生进来后 也是笑了笑道 来了 这一个月休养的怎么样 吴生点了点头道 没什么问题 欧阳博士点了点头 而后开始介绍道 这三个是你的队友 青龙 玉兔 白虎 三个人修为都不一样 青龙和白虎 都是即将突破退壳 玉兔进化期间 不过他是治疗用的 也算是智囊 吴生闻言 也将目光放在了那三个人的身上 三个人 两男一女 女生一头短发 面色比较冷 长相很普通 而青龙和白虎 则是两个和吴生差不多大的少年 白虎寸头 一双瞳孔充斥着煞气 你好 上次还没来得及自我介绍 代号青龙 名字叫做龙玉 龙玉走上前 笑着伸出手道 吴生 吴生伸出手 和对方握在了一起 另一边的白虎和玉兔 也做出了自我介绍 我叫崔煞 吴玉 吴生一愣 他看着吴玉有些好奇 怎么了 吴玉被他看得 有些不太自在 没事 就是没想到 能遇到同姓名的 吴生的话 让吴玉轻轻地松了口气 而这时 欧阳博士笑着说道 好了 我来说一下这次的任务吧 吴生四人 文言也是转过头看向他 眼中充满着好奇和认真 你们这次的任务 就是前往异域打探一下 他们准备什么时候进攻蓝星 当然 也是为了测试这个装置 能不能骗过异域的人 你们身上会搭载我们制作的 空间传送系统 你们需要寻找一个 较为隐蔽的地方 设置一个传送点 最好设置在空间通道附近 这样就能保证你们的安全 欧阳博士的话 让四人点了点头 也算是明白了 这次任务的情况 总的来说不算危险 但是也有一定的风险 对了 吴生 你的诛神刀 最好就不要拿出来了 吴生一愣 他有些疑惑道 为什么 欧阳博士笑了笑没说话 而后看着众人说道 这一次 你们的任务并不是战斗 而是打探 还有修炼 因为抑郁的灵能浓度 比我们会强很多 所以你们的修炼速度 会快上很多 还有 如果可以 你们可以尝试 在当地创建一个 属于你们自己的据点 未来会用得上 吴生一脸疑惑 他在心里呼喊诛神道 诛神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体内的诛神 毫不在意道 我上奶之道去 不让用就不让用呗 你用自己的刀就是了 这些天我藏一藏呗 吴生皱着眉头 自己的刀用起来 极其容易暴走 可以这样说 红雾凝聚成的刀 就像一个战有欲 极强的家伙 只要有人 对吴生产生敌意 他可能就冲上去来一刀了 而且 以吴生现在的实力 加上红雾刀压 以吴生炸他的寿命 和经历的情况上来看 褪壳镜内无敌手 就是持续时间不会长 对了 记得给你自己的取个名字 诛神说完后 就消失不见了 而这时 欧阳博士按下了一个按钮 伴随着空间缓缓的撕裂 一个隧道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这个隧道通往的是一个森林 里面人不多 但是有很多奇形怪状的怪物 最强的是 净化九阶 但是不知道有没有 什么奇怪的能力 你们小心一点 那边多的情况 我们也不太清楚 注意安全 四人文言面面相去 而后戴上了属于 他们自己的面具 黑色的老鼠 青色的龙头 黑白相间的老虎 以及银白色的兔子 记住 你们这次的任务很危险 也很安全 全凭你们自己发挥 空间隧道 我们会维持一个月 你们必须保证 一个月内回来 一定谨记 欧阳博士罕见的面色 严肃了起来 众人文言后 也点了点头 是 话音落下 四人的身影 直接走入了 那前方未知的空间通道之中 在四个人的身影消失后 空间也彻底的消失殆尽 欧阳博士 看着消失不见的众人 脸上也没什么表情 在注视了几秒后 就离开了 咋 后天进化者啊 感慨了一句 他就离开了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 但是却又什么都不说 另一边 无声他们穿过一片漆黑的空间 伴随着一道光亮出现 众人朝着光亮之处走去 场景变换 一处原始森林 出现在了众人眼中 森林十分的茂盛 甚至茂盛的 有些不太像话 这就是 异域嘛 无声看着粗壮的树木 喃喃自语道 而这时 他们的身后 也出现了几道高大的影子 第110章 出道异域 无声等人转过头 而后就愣在了原地 他们的身后 一头头巨大的人形生物出现了 三米多高的身形 盯着猪头 眼中十分清明 就好像在看猎物一般 无声很确定 这群家伙有自己的思维 伴随着为首的 猪头人诡较了几句 其他的猪头人 也直接扑了上来 他们不知道 从哪里掏出一个巨大的蛊棒 朝着无声本人轰去 退 无声爆喝一声 四人直接退后 玉兔你躲到后面 青龙白虎和我上 无声说完后 手持猪神 就直接斩了上去 而不知道是不是 无声的错觉 在猪神出来后 那几头猪眼中 闪烁出强烈的恐惧之色 另一边 青龙和白虎 也记出自己的异能 青龙手持方天化己 青色的雷霆 在其周身环绕 看上去无比的华丽 而白虎 有两道血槽 而其周身 也开始散发恐怖的磁力和杀气 分尸 雷闪 碎星 三道恐怖的攻击 朝着猪头人斩去 而这些猪头人 也不过净化五阶的修为 这一刀下去 直接全部给杀了 无声几人 也是第一次出现在此地 选择全力出手 害怕遇到问题 看着被分尸的众多尸体 几人还没来得及喘息 周围的树木 就开始动了起来 伴随着一个个枝压扭动起来 大树的树枝 宛如利剑一般 瞬间穿过地面的尸体 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 尸体被瞬间吸成干尸 最后掉入地面 树木在吸收这些尸体后 也慢慢地平静了下来 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般 这 这就是抑郁吗 玉兔有些结巴地说道 而无声观察了一下四周 而后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手持猪神 一步一步地靠近了大树 这些大树也并没有攻击他们 看上去就好像普普通通的树一般 无声伸出手 而后朝着树干摸去 哎 你小心点 提醒到 无声点了点头 而后将手按了上去 见树木并没有什么动静 无声看向众人道 这些树估计是进化成这样了 把空间装置放在树上吧 看上去这东西 也没什么人会动手 众人听到后 也是点了点头 觉得十分有道理 而后一人挑选了一棵大树 并将自己的空间定位装置 安装在了树上 不过所谓的空间定位装置 就是一个银白色的金属盘 再放到树枝上后 就自动贴合上去了 而后消失的无影无踪 好像从未出现过一般 好了 我们商量一下 朝那个方向走吧 无声说完后 将目光放在了其他人的身上 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青龙和白虎摇了摇头道 没什么太多的想法 你决定吧 而无声又将目光 放在了玉兔的身上 无欲思索了一下 而后开口道 按照动物的习性来说的话 那几只怪物应该是来狩猎的 而狩猎的话 基本上就会躲避强者存在的地方 我觉得朝着他们出现的方向 继续前进吧 危险有可能会小一点 无声听到后点了点头 我觉得可行 反正本来也就是猜 那就按照你的说法走一趟吧 众人一拍即合 而后朝着猪头人的前方继续走去 四个人警惕地环顾四周 不过好在一路上 除了几只类似于老鼠的生物出现 就并没有出现什么其他奇怪的生物了 走了大约两个多小时 四个人终于看到的 不是纵横交错的密铃了 而是一块巨大的湖泊 湖泊的附近 则是一块巨大的空地 四人走到湖泊附近 而无声蹲下身子 看着这清澈的湖水 眼中带着些许的疑惑 这谁也太清澈了吧 无声的话 让其余人也是点了点头 龙玉捧起一滩水 鼻子靠近闻了闻 闻起来也没什么意味 真的好干净啊 突然 水面出现一道巨大的黑影 什么玩意 崔煞大喊一声 而伴随着黑影越来越大 一头巨大的鳄鱼从水中冲出 说是鳄鱼 反倒是更像某种远古生物 身上带着鳞片 身长有接近十米长 嘴巴不像鳄鱼的那种长条 稍微短一点 四肢粗壮有力 看上去极为凶残 那同龄一般的瞳孔 盯着无声他们 眼中充斥着贪婪和疑惑 人类 现在不是捕猎的时候 也不是打水的时候 你们来干嘛 鳄鱼口吐人言 声音比较低沉 不过并没有攻击的意向 无声等人一愣 而后无声和几人对视了一眼 试探性地开口道 我们在这片森林里受到了袭击 所以一时间走不出去了 能告诉我们怎么出去吗 鳄鱼一愣 而后从水中爬了出来 而无声等人 也是瞬间警惕了起来 鳄鱼四肢撑起 遮天蔽日 宛如恐龙一般充斥着压迫感 无声感受了一下 净化酒街 不算强 你们被谁袭击了 无声哪里知道 那猪头人叫什么名字 眼神也冷了下来 既然对方会说话 他准备用暴力了 你管我们被谁袭击了 快告诉我们怎么出去 不然我们要是失踪了 有你好看的 突然 吴玉走上前呵斥道 而鳄鱼听到吴玉的话后 先是一愣 然后打量了一眼四人 最后用嘴巴指向某个方向开口道 从那边一直走就能出去了 下次不要再非狩猎打水时期 出现在这里 说吧 他就爬回了水中 无声见状也松了口气 在这种没有情报的地方 他真的不想胡乱出手 更何况欧阳博士还嘱咐过他 让他不要用魔刀 四人转过身 朝着鳄鱼所指的方向走去 而在四人走后 鳄鱼又浮出水面 一双眼睛死死地看着他们 奇怪 多亏你了 众人朝着吴玉开口说道 都是队友 没必要这么客气 吴玉淡淡地说道 几人也是点了点头 而这时 崔鱼煞问道 你怎么知道 那样说 那图怪物会告诉我们 怎么出去啊 其他两人也是好奇地看着吴玉 吴玉文言也是开口解释道 他说 这里可以捕猎 就证明 至少在和人类的争夺中 他们是被捕杀的一方 可能也会捕杀人类 但是应该是处于下风的 他知道我们走势都不敢直接出手 就证明 他应该是忌惮人类的 所以我觉得 态度强硬一点 可能会好一点 吴玉点了点头 有些另眼相看了 这个吴玉反应确实很快 看来欧阳博士没选错人 第111章 圈养 众人朝着那头怪物所指的方向走去 很快 一行人看到了一个小镇 看着前方的建筑 众人愣了一下 前方的建筑有点复古 它不像是蓝星的钢铁都市 反倒是充满着 类似于古代建筑的气息 但是奇怪的是 这些建筑中 却有着极为现代化的汽车 在其中穿行 连里面的人穿着也不似古代 而是现代的模样 就好像古城旅游景点一般 充满着违和的氛围 不强啊 怎么感觉都是些普通人啊 龙玉疑惑地说道 吴生等人也是点了点头 里面的人根本就没有进化者的气息 反倒是看起来都是些普通人 他们的面色 如常看上去没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不过在看到吴生等人后 反倒是愣住了 他们一步一步地朝着吴生等人靠近 四人也不自觉地后退了几步 怎么办 崔煞朝着吴生问道 先看看怎么回事 没感觉到敌意 吴生说着 但是却走到了最前面 哎哟 你们是谁家的孩子啊 这个时候怎么能跑出来呢 快回去快回去 到捕猎时间了 众人抓住吴生等人的手 而后将其朝着家中拉扯 四人有些发猛 但是也没有多说什么 因为没察觉到敌意 对方的力量也不强 四人对视了一眼 决定先看看 四个人就这样被拉入了一栋房子中 不过在进入房子后 众人明显就愣了一下 因为里面还有很多小孩 男孩女孩都有 有和吴生他们一般大的 也有十来岁的小孩子 有人眼中充斥着恐惧 有人的眼中有着不甘 情绪各异 让吴生等眼中充斥着好奇 很快 伴随着一道道怒吼声 一头头野兽从森林中冲出 吴生看着外面的人 瞪大得了双眼 那眼中满满都是不可置信 这 龙玉等人 也是一脸震惊地看着外面 外界 人们自发地走到街道之中 很多人多到数不清 他们脸上带着些许的笑容 而后 鲜血似见 无数人被野兽吞噬 每一头野兽吃完人之后 就转身离开 这群野兽十分有秩序 他们没有破坏 也没有去做什么奇怪的事情 吃完就走 毫不留恋 整个街道 城市在此刻化作一人间炼狱 但是奇怪的是 这些人却没有惨叫声 他们就这样安然赴死 没有丝毫的惧怕 而房间中的吴生 和其他人对视了一眼 想说些什么 但是最终却什么都没说 而这时 屋子中有一个小男孩面色愤怒 他看着外面的惨状 没有悲伤 有的仅仅是愤怒 混蛋 我一定要杀了你们 小男孩此话一出 身后的人就连忙出手 捂住了他的嘴巴 而吴生几人则是有些惊讶地看着少年 杀戮持续了大约一个多小时 伴随着野兽们慢慢地退去 街道上就只剩下了鲜血 而这时 天空上出现几道红光 而伴随着红光越来越大 最终 几个银白色的集机器人来到了这里 红光正是从他们的眼中爆发出来 机器人平稳地落在地面 而后胸口出现一个漆黑的大洞 伴随着一阵强劲的犀利 鲜血被全部带走 街道上也变得干干净净 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般 吴生几人皱了皱眉头 而这时 一道小小的身影冲了出去 小男孩拿着扫帚 直接朝着金属机器人的头顶砸去 伴随着棍子的断裂 机器人用新红色的目光 注视了小男孩一眼 新红色的光芒 带着不知名的味道 他伸出了自己银白色的手臂 缓慢地朝着男孩的头颅触碰而去 而这时 吴生的身边一道黑影 瞬间朝着外面冲去 伴随着吴玉的一记飞踢 机器人的头颅被瞬间踢飞 小男孩看着面前出现的大姐姐 眼中满满的都是震撼 而在吴玉展现出自己的力量后 周围的人也将目光放在了他的身上 净化者 这里为什么会有净化者 他们不是捐养所的人 莫非是来偷猎的 快去和科研所的人 还有捐养所的人报告 有入侵者 伴随着周围人的大吼 吴生皱了皱眉头 把孩子带上 先撤 说吧 吴生带着吴玉朝着森林内部冲去 这里面的人实在是太不对劲了 而那个小男孩好像知道些东西 四人宛如鬼魅般瞬间消失在原地 而在吴生等人离开后 又有几道身影从天而降他们的脚下 一个白色的云朵将他们托起 看上去极为神奇 人呐 一共三个人 全是女性 他们长相俊俏 身材修长 但是手中却拿着一个个类似于狙击枪的武器 往丛林里面跑了 四个人还带走了小林 一个少年焦急地开口道 刚刚那么多人被吃他都没那么急 但是在发现吴生等人后 却着急万分 现在这个时候 还有偷猎者 走 进林子里面看看 三人对视了一眼 而后朝着丛林中飞去 启动下雨天 有偷猎者 其中一人对着手环说完后 本该万里乌云的天空 在此刻突然冒出了无数的乌云 将天空笼罩 在林中逃离的吴生 抬头看着天空 眼中带着闪过些许不安之感 而这时 被吴玉救下来的孩子大声道 你们快躲起来 要是被雨滴到 就会暴露位置的 吴生一愣 而后环顾四周 也没发现什么可以躲雨的地方 而这时 崔煞不知道从哪里掏出来一块巨大的金属 在他的控制下 金属化作一个长方形的屋子 将四人笼罩 先躲一下吧 如果被发现的话 就把他带回去 崔煞说着 就将目光放在了吴玉手中的小男孩身上 而此刻的小男孩 眼里面满满的都是激动 这让吴生几人反倒是有些疑惑了 这里实在是太奇怪了 灵灯的浓度肯定比蓝星高 但是却没有进化者 反倒都是些普通人 猪头人 体型较大的野兽 赴死的人类 心中有太多疑惑需要解答 第112章2号雨林区 你们是进化者吗 外面来的吗 没等吴生他们发问 少年反倒是先开口了 他一双乌黑的眼睛 看向吴生满满的都是崇拜 是外面的进化者 这里是什么地方 吴生开口问道 真的是啊 我居然还能见到外来的进化者 你们能带我出去吗 或者能教教我吗 少年并没有回答吴生的问题 而是一脸激动的开口说道 好像吴生他们 是什么救世主义般 先回答我的问题 吴生语气严肃道 外面的雨越来越大 这铁皮肯定撑不了多长时间 毕竟如果这雨真的可以 探照人类的话 那么森林中突然出现一个铁皮屋 也撑不了多久 少年并没有被吴生严肃的面容吓到 反倒是激动的说道 这里是2号雨林区 吴生听到对方的描述后 也是皱了皱眉头 不过他也没有表现出 对这个词有疑惑的感觉 刚刚城里面是什么情况 而这时 天空突然传出一道破空声 吴生等人瞬间就警惕了起来 有人来了 龙玉开口道 龙玉 崔煞和我走 吴玉你看着他点 吴生说完后 戴上了自己的面具 毕竟如果是战斗的话 戴上面具比较好 其余的两人也戴上了自己的面具 外界 三个圈阳者 看着不远处的铁皮乌眼中 闪过一抹木翼 偷猎者全部该死 三人举起手中的武器 漆黑的洞口 开始吸收空气中的灵能 一股极为恐怖的气息 开始在枪口中凝聚 消消消 突然 不远处一道箭矢 以极快的速度 朝着三人攻击而来 哄 三人中的其中一人 调转枪头 伴随着他手中的扳机扣下 一道直径接近半米的 银白色激光 从其中爆射而出 激光撞向箭矢 瞬间将其融化成铁水 可怕的威力 地面 手持弓箭的催煞 看着从头顶宛如流星一般 穿过的激光 喃喃自语 而这时 一道青色的雷霆凭空出现 雷霆化作三米多高的龙头 朝着前方白云之上的三人 轰沙而去 魔鼠 动手 在那三人注意力 被雷霆吸引之时 他们的头顶 一道手持长刀的身影 突然出现 分尸 新红色的刀芒击事而出 展向了那三人 而这时 三人脚下的白云 瞬间化作白色的保护罩 将三人死死地保护住 无声皱着眉头 这保护罩的硬度不低 一起出手 无声大吼一声 而后再度提升灵能 杀气开始弥漫 青龙白虎瞬间跃起 伴随着雷霆 杀气 以及磁力蔓延 三道攻击 直接轰击在保护罩之上 伴随着那白色的圆形球体 被轰入地面 无声等人 也直接跟了上去 三人包围巨大的球体 眼中满是警惕之意 伴随着电流声响起 那圆球状的保护罩 瞬间瓦解 三个女人 已经昏迷了过去 无声他们对视一眼 也是松了口气 三人的修为都不强 在进化七阶 但是武器爆发出来的攻击力 无声都不一定扛得住 而且 这保护罩的强度也不低 至少无声三人 全部用出全力了 带走吧 雨夜中 三个人宛如杀手一般 盯着三个美女 而后将他们拖走 当然 那个圆形的球体 也被龙玉收进了玉环之中 这玩意看起来 好像很牛逼的样子 带回去 让博士研究研究 龙玉这般想着 而后跟着无声 朝着前方走去 回到了金属座的房子之中后 无声几人 给这三个进化者 注射了博士研发的药剂 将他们的修为 禁属封印 这玩意 博士给了他们不少 而那个小男孩 看到无声他们 带来了三个女人后 眼中崇拜之意更加浓郁 这三个人是什么身份 无声看着小男孩 好奇地问道 他们是捐养所的人 说是为了保护我们 但是其实就是为了监视我们 不让我们离开 少年的语气 充满着愤怒和怨恨 这些人 就是剥夺他们自由的混蛋 无声等人皱着眉头 听他的意思 这个地方 好像还不完全是抑郁 而这时 三个女人也悠悠转醒 他们睁开眼睛的瞬间 就想要伸手去摸武器 但是无声的长刀 已经架在他们的脖子上了 不想死就老实点 新红色的刀刃 离他们的喉咙不过几厘米 只需要轻轻用力 三人瞬间就会香消玉语 而三人的眼中 本来还透露着极强的愤怒 不过在看到无声的长刀后 眼中突然闪烁着恐惧 这 这把刀 三人看着无声的诛神 结巴地说不出话 而无声见状 也是皱了皱眉头 刀怎么了 无声有些好奇地问道 通体 通体心红 灾难之刀 你到底是谁 女人恐惧地说完后 质问着无声 闭嘴 你觉得我是谁就是谁 现在回答我的问题 我可以放你走 无声的话 让三人对视了一眼 他们的眼中闪过一抹坚定 而后伴随着一道电流 从他们的身上穿过 一股极为危险的气息突然出现 走 无声瞳孔放大 而后朝着其他几人大吼一声 其他几人也不是傻子 在电流出现后 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无声抓起小男孩 瞬间冲出金属屋子 而在众人出来后 催煞单手一握 屋子瞬间封闭 伴随着一道巨大的爆炸声响起 四人被冲击力直接先飞 而这时 在天空之上 一栋飘浮在空中的房屋 此刻响起警报 伴随着屋子的打开 里面冲出来了数十人 这些人的实力并不强 但是全部搭载了之前的武器 最重要的是 他们的长相居然一模一样 一群一样的人 冲向爆炸发生的地方 看上去无比的惊悚 而此刻那飘浮在空中的房子里面 一道身影正按着一个无比精密的仪器 它的身后 则是无数个类似于营养仓的东西 出现变异者 准备驱逐 哇哦 看的人越来越少了 第113章 天空之上的建筑 另一边的无声从地面爬起 他的身后被炸出一个巨大的空地 但是并没有烟雾冲出 除了极为恐怖的冲击 那爆炸中心的地区 宛如被活生生地挖去了一块一般 好 好厉害 无声的身边 小男孩一脸崇拜地看着无声 心中更加坚定了 想要出去的想法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无声看着天空宛如苍蝇一般的人类 眼中充斥着震惊之意 天空之上的人类长相 全部一模一样 和刚刚的三个人 不管是身高 还是身材 还是长相 全部一样 就好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般 他们的大本营的天空上 如果不去天空上 把里面的东西干掉的话 这些人就好像苍蝇一样 一直会层出不穷的 小男孩将自己的情报 全部告诉无声 天空上 无声有些猛 而小男孩则是朝着天空之上的某个方向 指了过去 就是那个 顺着对方的手指望去 果然在天空之上 看到了一个极为细小的黑点 就好像在天空之上飞行的鸟类一般 无声见状也是 瞬间明白了目标是谁 青龙白虎 你们能拖住这群家伙吗 无声朝着青龙等人的方向大吼道 你有什么行动放心去 我们打不过还能跑 你自己注意安全就好 青龙说完后 手持方天化己 身披一头青发 跳到了大树之上 另一边 白虎也手持虎头大刀 从丛林中一跃而起 直接朝着上面的人类攻击而去 无声见状也不磨叽 拔出诸神刀尖朝上 诸心 一手持刀 一手抓住小男孩 宛如利剑一般 朝着天空飙射而去 在斩杀三人后 无声踩在了白云之上 这东西你会用吗 无声看着小男孩问道 会用 小男孩一脸自信 而后开始在白云上摸索了起来 很快 他好像摸到了什么 而这白云 也瞬间朝着天上飞去 其他人本来是打算攻击无声的 但是被青龙和白虎拦了下来 结果就是 青龙和白虎 被激光炮轰的爆头鼠窜 这东西的威力实在是太恐怖了 两个人也不敢硬扛 只能在丛林中来回闪躲 不让对方瞄准 而另一边 无声跟着小男孩一路向上 来到了那漂浮在天空的房子面前 无声看着这个宛如宝塔一般的建筑 也是一脸好奇 冲进去 无声对着少年说道 而少年听到后 也是直接冲入了其中 两人驾驶着白云 冲入门户 打开的宝塔之中 在经过一片漆黑的通道后 两个人来到了一片空旷的空间 看样子 应该是放着这个白云飞行器的 前方则是一条十分明亮的走廊 周围都是银白色 看上去挺压抑的 无声从白云上跳了下来 脚下和普通的水泥路没什么区别 无声将那白云飞行器收入御环中 而后朝着走廊走去 小男孩看上去有些害怕 一步一步地跟在无声的身后 时不时地还警惕地看着周围 沿着走廊走了一会 很快就来到了尽头 看着前方的大门 无声走了过去 而在无声靠近的瞬间 大门就打开了 里面的场景 让无声和小男孩愣在原地 前方是一个极为辽阔的广场 一个个类似于太空舱的东西 正十分整齐地陈列于此 左右两侧看不到镜头 而最前方则是一个巨大的屏幕 最前方 一道身影立于前方 黑色的屏幕映射着红色的眼睛 机器人 无声有些愣住了 这里的东西 看上去都好神奇的 研究所被入侵 开启警备模式 伴随着机器人的声音响起 这些太空舱突然消失 而紧接着 一个个机器人出现在这广场中 他们手持武器指向了无声 而这时 无声身后的小男孩 突然尖叫一声 并且抱住了无声的大腿 邻居人类 变异者 不许攻 还未等他的命令下达 无声就已经瞬间出现在他的面前 手中的长刀将他的机械头颅斩断 伴随着火花闪烁 周围的机器人 也瞬间停止了自己的动作 无声观望了一下 而后走到了那巨大的蓝色屏幕上 上面的选项很多 无声则是着重地看到了三个 克隆 能量检测 介绍 三个选项 无声先是查看了一下介绍 紧接着一大段文字 就出现在了屏幕之上 伴随着里面的内容出现得越来越多 无声也愈发的心惊 在看到最后的时候 他瞪大眼睛 一脸不可思议 大哥哥 怎么了 小男孩看着无声有些好奇地问道 上面字太过紧凑 加上他身高不够 所以根本就看不太清 而无声低下头 看着眼前的这个小男孩 愣了几秒后 眼中闪过一抹杀意 过了一会 无声又查看了一下克隆的选项 紧接着 屏幕之上密密麻麻的人类名字和职业 开始显现而出 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介绍 一共有一万人 他们的年龄 职业 性别各不相同 但是每一个人的身边都有一个选项 克隆数量 所有人都是如此 无声也总算是搞明白了 为什么那些攻击他们的人长得都一模一样 原来都是克隆人 而且这些克隆人 还可以植入性格 程序 知识 简直就和机器人一模一样 唯一不同的就是他们可以自我思考 有感情 还有繁衍 无声又看了几个选项后 也是对这里了解的七七八八 他看了看周围躺在太空舱的人类 思索了一会 而后转身离开了 无声转过身的瞬间 一具尸体正躺在原地 他瞪大双眼 似乎有些不解 第114章 生态圈 另一边 青龙等人还在和这些克隆人战斗 几个人灰头土脸的 看上去极为狼狈 不过倒也没怎么受伤 这群家伙 没有刚开始的那三个人灵动 行动都比较僵硬 连攻击都是同步的 所以也算比较好躲 不过 虽然那些攻击都比较吓人 但是好在都是比较单点的攻击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这些克隆人也都在避免伤害到这些大树 攻击都是朝着空地打的 除了之前的爆炸 反倒是没什么大范围的攻击 三个人思考着对策 但是这时 青龙也发现了攻击频率突然变低了 青龙小心翼翼地探出头看去 天空之上 红色的血雾在弥漫 青龙朝着白虎喊了一声 而后裹挟着雷霆一跃而起 白虎此刻也注意到了天空之上的血雾 他也反应了过来 连忙跟随而上 因为有血雾的遮掩 加上这群克隆人强大的 也仅仅是他们手中的武器而已 所以战局呈现一面倒的情况 玉兔则是在下方观察着上方的战斗 他的异能现在不适合战斗 所以也帮不上忙 很快 伴随着天空上的人宛如雨点般掉入地面 无声等人也回到了地面之中 天空上只剩下了白色的云朵 上面的克隆人则是已经尽数死亡 三人落入地面 玉兔连忙跑了过去 你们没事吧 无声等人摇了摇头 没受伤 这群家伙实力不强 只是武器比较吓人而已 那就行 无欲松了口气 而天空之上的乌云 在此刻也消失殆尽 变成了万里乌云的晴天 你怎么样 打探到什么消息了吗 那个小孩呢 龙玉看着无声好奇地问道 打探到了 这里怎么说呢 是异域 也不是异域 无声的话云里雾里的 让龙玉等人有些猛逼 什么叫是异域 又不是异域 无声抬头看向天空之上的天空 而后说道 这个地方是异域制造的一个新的世界 模仿的是雨林的季节 像这样的世界 异域制造出来的很多个 众人听到这里愣了一下 而崔沙疑惑道 制造这个有什么意义吗 保护 也可以说的圈养 什么意思 无声继续说道 这就像是一个动物园 模仿的是雨林的季节 这里的人全部都是克隆人 克隆人在这里生产子嗣 这里的人到了一定年龄 就会被植入一种芯片 这种芯片会将一切事情告知他们 并且抹出他们的痛绝器官 这么残忍 无欲面色有些愤怒的说道 不 恰恰相反 并不是残忍 反倒是仁慈 无声看向无欲 淡淡的说道 这怎么能是仁慈呢 这和把人当成动物 有什么区别 无欲有些不解的说道 这里的克隆人就是动物 这么说吧 抑郁这个世界 本身因为科技过于发达 导致那里不会有普通的生物 全部都是净化过的生物 这些生物有智慧 所以之前他们一直在争夺资源和土地 他们争斗了很久 直到有一天 他们发现灵能的浓度越来越高 那些弓的食用的动植物越来越少 他们不能吃那些变异的生物吗 崔煞有些不解的问道 可以 但是他们会灭亡 为什么 众人有些疑惑道 因为如果他们互相吃的话 带来的只有仇恨和战争 没有和平的话 迟早会有一方彻底的消亡 因为他们的力量相当 而石头里面不会蹦出来生物 当所有的生物都处于同一种智慧水平后 除了绝对的混乱 就是绝对的秩序 你的意思是 这个地区就是他们制造出来的一个生态圈 里面圈养的是人类和普通的野兽 他们互相蚕食 发展 然后慢慢地壮大 听完无语的话 无声点了点头 没错 而这时 一旁的龙域又有些疑惑道 既然如此 那为什么 他们还需要入侵蓝星 有土地 有资源 入侵是为了什么 这我不太清楚 那边的电脑上面并没有显示原因 只能等到未来去异域的时候 再一探究竟 未来 我们现在不过去吗 龙域有些好奇道 过不去 我不太清楚 那台机器该怎么开启那空间通道 也不知道它能不能开启空间通道 也不知道过去了之后 我们是否能跨越两个空间再回到这里 无声摇了摇头 将自己内心的顾虑说了出来 此话一出 其他人也是沉默不语 确实 这一切都是问题 那那个孩子呢 杀了 无声淡淡地说道 啊 为什么要杀他 不是一个普通的克龙人吗 无语语气有些激动了起来 其他两个人也是一脸不解地看着无声 如果对方是进化者还好 但是从无声的描述中 那很显然就是个普通的孩子而已 虽然这里全部都是克龙人 但是克龙人之之间也会生育 有时候基因突变的情况下 可能会诞生进化者 这也是那个孩子与众不同的原因 他体内的灵能浓度很高 所以能控制自己的大脑 这种能成为进化者的孩子 会放回抑郁培养 可 就算是进化 这时 龙虞想要说什么 而无声却将目光看向了他 如果在这种地方都能产生高强度的灵能 那就证明 这个孩子大概率是个天赋较好的存在 我不管他天赋好不好 我只知道 把他放回抑郁未来 他就会对我们蓝星人自己动手 我也没有那个时间培养他 我们自己星球的人都培养不过来 无声的话 让其他人一愣 然后低下了头 注意立场 如果在这种事情上手下留情的话 就不要出现在这个组织 或者说 不要跟在我的小队中 说吧 无声朝着某个方向走去 你去干嘛 见无声离开了 众人连忙跟上而后问道 除了人类 那头九节的鳄鱼得杀了 还有那些猪头人 他们是这个地方 保护那些野兽的家伙 需要一并清除 这个地方可以暂时性地 作为我们的据点 听到无声的话 龙玉等人面面相去 然后跟了上去 不管怎么样 他们现在需要听从无声的命令 一切等任务完成再说 第115章 魔刀 红刀 之后 无声带着三人 前往到了巨大的水潭之中 一路上 可能是因为无声之前的话 四人并没有什么交流 气氛极为沉闷 无欲看着无声的背影 愣愣出神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四人回到了那巨大的水潭面前 无声看着身不见底的潭水 摸了摸下巴 他在想 怎么把那头鳄鱼给引出来 很快 他就把目光放在了龙玉的身上 青龙 你的雷霆能不能覆盖这片潭水 青龙一愣 而后点了点头 没什么问题 来 给谁里面的那头鳄鱼 来个电疗套餐 龙玉文言点了点头 而后走到了水潭边 手上闪烁起雷霆 而后将手伸入了水中 伴随着电弧的扩散 很快 整片水潭的上方布满了青色的雷霆 宛如电网一般滋滋作响 很快 水面开始冒出巨大的泡泡 伴随着熟悉的身影 从水面冲出 无声直接拿出了猪神 分尸 鳄鱼此刻都快猛逼了 水里面温度突然升高 还麻麻的 让他的身体隐隐作疼 刚出水看看怎么个事 迎面来的 就是一道数米高的刀器 新红色的刀器划过水面 直接将鳄鱼斩成两半 血液染红整个湖面 无声收起了自己的长刀 去猪头人的领地 无声在那边的屏幕上 记录下来了整片空间的领地范畴 雨林中是鳄鱼和猪头人守护 人类地区则是那几个机器人看管 防止的是抑郁的人 私自进来偷偷地打练 因为抑郁的肉食 基本上都是克隆出去的 很少会吃这些生活在生态圈的原生动物 这些动物只能让它慢慢繁衍 而外面的人就吃克隆动物就可以了 但是不管什么生物 只要满足了一种 就会想要更高层次的东西 所以也会有不少偷猎者 想要抓原生的动物出去 而后高价卖出去 抑郁看起来和蓝星也没什么不同 可能唯一的不同 就是他们的科技水平和整体实力更为强大 但是这种强大在蓝星也失去了作用 无声四人朝着猪头人的部落走去 在抵达猪头人部落后 红色的雾气开始蔓延 一场杀戮再度上演 部落中的猪头人并不多 连一百都不到 有一位净化镜的 被无声一刀斩掉了 很快 他们的血肉被周围的树木吞噬 只留下了一张张猪皮 无声看了看时间 他们从来到现在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因为这里的时间是那个机器人控制的 白昼和黑夜都是 所以他也不知道到底过了有多久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要回去吗 龙玉开口问道 你们不是快要突破了吗 正好拿博士的药剂 在这里修炼一段时间吧 我帮你们护法 无声的话让三人一愣 而后转头问道 你不修炼吗 我的修炼方式和你们不一样 你们修炼你们的就好了 几人文言点了点头 而后原地盘息做下修炼 而无声让他们修炼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他打算看看 能不能碰到偷偷进来打猎的异域人 如果能抓到一个的话 就可以打探出很多消息 而这片空间也不会出现很强的人 因为强者不缺这点东西 根本就没必要去做这种事情 偷猎者最强的也不过进化酒街 退壳进的再进来偷东西吃 这种事情传出去太丢人了 而且退壳进也有其他的方式导到钱 这是无声理解的 没办法 他只知道这里进来的偷猎者都是进化镜 再强的就没出现过 所以只能这样猜测 而他猜测的也没错 确确实实 不管在什么地方 一般做出这种事情的都是比较底层的人 因为高层的人可以用钱顾底层人的人去做这些事情 除了少部分爱好比较特别的人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 过了不知道多久 龙玉等人也从修炼中苏醒 无声呢 龙玉环顾四周 哪里还有无声的身影 而他们三人也突破了一阶 两人也成功进击到了退壳 玉兔也来到了进化八阶 天赋都不低 三人还在疑惑 无声在哪里呢 不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巨大的爆炸 哄 估计是无声 去看看 龙玉说完后 直接化作雷霆 朝着爆炸的地方暴射而去 另外两人也连忙跟上 另一边 无声看着前方的三个偷猎者 眼中闪过些许的疑惑 这三个人是无声十分钟之前发现的 说起来还挺有意思 无声本来打算看看 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动物 打算整一头尝尝的 这三个人突然就凭空出现 在发现无声后就直接出手 没有丝毫的犹豫 嘴里还说着什么 这边的圈养人不是女的吗 这男的是怎么回事 可能是和我们一样偷猎的 先杀了 行 三人说完后就瞬间出手 不过他们三人最强的 也不过进化八阶 无声一刀就给三个人打清醒了 在看到无声手上的猪神后 三个人面色大变 眼中突然就蔓延出 强烈的恐惧之色 这让无声极为不解 将三人制服 并且注射了灵能抑制气候 无声拿出诸神好奇的闻道 你们认识这把刀 装什么算 偷猎是小罪 你居然敢用和上古魔刀一样的 新红长刀 等着被审判吧你 一人大声呵斥道 仿佛红色的长刀 是什么不祥之物一般 而这时 青龙等人也到达了此地 看到被绑起来的三人 无欲好奇道 怎么回事 偷猎的 被我抓到了 想问点事情 但是我不擅长讨打 你们谁会吗 无欲几人面面相去 而后纷纷摇了摇头 那正好带回去吧 没办法去抑郁 这个空间也没有了所谓的圈养者 下次再来就好了 至于消息的话 让欧阳博士他们 喊专业的人来吧 我觉得可以 龙玉等人点了点头 表示没什么问题 而这几个偷猎者 也听出来了无声几人其他的意思 眼中闪过震惊之色 你们 你们是蓝星人 无声压根就懒得和他们废话 示意了龙玉一眼 龙玉心领神会 给三人来了个电疗 瞬间给他们电晕了过去 第116章 回归蓝星 无声几人 带着三个昏迷不醒的家伙 朝着原来定位的地方走去 四个人就这样原路返回 回到了他们标记的地方 无声拿出自己的玉环 然后对着前方 按下了玉环上的按钮 伴随着手中玉环 闪过一道青蓝色的光芒 前方的空间 再度剖开一道裂缝 众人轻车熟路地朝着前方走去 这一次并没有太过惊讶 这件事情在黑暗中走了几分钟后 众人找到了光亮之处 在看到光亮之后 几人的眼中带着些许的喜悦之情 不自觉地加快了步伐 欢迎回来 走出通道后 欧阳博士的声音响起 众人再度回到了熟悉的实验室中 你们这是 干起了人贩子的勾当 突然 一道调侃的声音响起 众人睁开眼睛 只见银虎正站在欧阳博士的身边 一脸笑容地看着他们 师父 您来了 崔煞在看到银虎后 连忙朝着对方鞠躬行礼 好了好了 拉倒吧 别整这些没用的 情报打探得怎么样 银虎摆了摆手 一脸不耐烦地说道 而听到银虎的话 众人把目光放在了吴声的身上 吴声一愣 而后走上前开口道 空间的那头不算是异域 应该是异域创造出来的一个特殊空间 就类似于疆域 不过和疆域不同的是 那边的空间 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空间 有人居住的 吴声将所有的事情全部说出 而后将手中的玉环 递给欧阳博士 里面有很多东西 都是我从那个实验室带来的 我觉得 我们可以去那边再度探查一下 因为我们不太懂科研 没有情报的话 也不敢贸然行动 不过好在碰到了这三个家伙 他们应该知道不少东西 你们可以拷问一下 银虎点了点头 行 这四个家伙 我就带走了 说着 银虎就将那三个 被绑在一起的人 一手提了起来 四个 师父 你还要带走谁 崔煞一脸好奇地问道 啪 银虎上去就是一巴掌 拍到崔煞的后脑勺上 你说我带谁走 我带空气走 蠢蛋 银虎没好气地说道 然后提着三个家伙 就离开了 崔煞这时候也反应了过来 连忙屁颠屁颠地 跟在对方的身后 见此情景 众人也是不自觉地笑了出来 秦翁 你师父说你回来了 记得去找他报个到 你也赶紧去吧 欧阳博士朝着青龙说道 好的博士 那我就先走了 说吧 说说你们吧 一个第一次带队 一个第一次执行任务 感觉怎么样 欧阳博士看着 吴声和吴玉 开口笑道 感觉还可以 不过带队有点麻烦 他们三个有时候 会对我的做法产生质疑 吴声没有丝毫地掩饰 将问题全部说了出来 吴玉在一旁 有些尴尬地低下了头 有质疑是正常的 毕竟都是第一次磨合 但是有一件事情 必须清楚 那就是质疑一个问题之前 等吴声做完之后 再来提问 如果在执行任务的途中 质疑的话容易出危险 不管怎么样 你们是安全是最重要的 明白了吗 欧阳博士将目光 放在了吴玉的身上 知道了 这次是我不好 吴玉点了点头 而后朝着吴声说道 嗯 我原谅你了 吴声淡淡地说道 而后看向欧阳博士 想要说些什么 你是想问诸神的事情吗 是的 吴声点了点头 诸神的话 我清楚的并不多 只知道 抑郁好像对于 纯红色的武器十分忌讳 你的诸神本就是红色 这也是我 让你不要用的原因 吴欧阳博士说完后 吴声也了然于心 原来如此 而吴声心中的诸神 确实不屑地撇了撇嘴道 什么破规矩 我的刀那么喜庆 居然搞这种 小子 回头我们去抑郁 砍死那群定规矩的人 吴声没有理会他 不是 我觉得 我们可以再去一趟那边 尝试一下控制那边的人 因为他们一直在沉睡 可以想办法 把他们的记忆清空 让那边成为我们的根据地 如果可以的话 最好切断那边空间 与抑郁的联系 吴声的话 让欧阳博士笑了笑 这种事情急不来的 饭腰一口一口吃 这种事情 后续你就不要插手了 我会让十二生肖中的 艺人和我去的 那样安全性也更高 没什么事情的话 你就回家吧 你大伯还在等你呢 欧阳博士的话 让吴声一愣 好 那我先回去了 既然欧阳博士让他走 吴声也并不打算 过多地停留 拿出手机 就准备订机票 博士 我们去了多少天啊 吴声突然转头 好奇地问道 满打满算的话 有一个星期了 对了 这个新的欲环 你拿着吧 里面的东西 我都一比一复刻了 交通工具在里面 旧的我就拿走了 博士说完后 就丢给了吴声 一个新的欲环 吴声点了点头 看着手机中曾经 那一直会被顶到 最上面的聊天框 居然没有出现 心中也不知道 做何感想 很快 吴声跟着欧兔 来到了实验室外 吴声拿出自己的摩托 然后开口问道 你家在安城吗 需要我送你吗 毕竟是自己的队友 吴声觉得客套一下 还是没问题的 欲兔一愣 他看着吴声 眼中带着些许的 莫名的情绪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吴声见对方 一直盯着自己不说话 眼中带着些许的疑惑 没事 你要送的话 那就送我一趟吧 净化学院 谢谢 说吧 吴玉就坐到了 吴声的后面 而听到对方抱出来的 你是净化学院的学生 我怎么没见过你 不是 我家住净化学院旁边的小区 我不是学生 这样啊 吴声点了点头 而后骑着车带着吴玉 朝着净化学院驶去 而后座的吴玉 看着吴声的背影 嘴角扬起一抹 极为耐人寻味的笑容 第117章 吴声 吴声骑着车 驶向净化学院 20分钟后 就在那边附近停了下来 下去吧 到了 吴声语气平淡道 好呢 谢谢你啦 吴玉从吴声的后座上 跳了下来 而后对着吴声挥了挥手 路上注意安全哦 我们下次再见 吴声看着吴玉 那兴奋的样子 吴声心中疑惑地想到 而后点了点头道 知道了 再见 说罢转动方向 而后原路返回 吴玉看着吴声 渐行渐远的背影 而后脸上露出一抹灿烂的笑容 他拿出自己的手机 而后手指的屏幕上 点动了一会后 转身离去 他所前往的方向 正式净化学院 吴玉脸开始一点一点地变换 最终那本该 平凡的样貌 最终变成了一位绝世美人 温惜微微地低头 他一双美眸有些开心 也有些心疼 他转过头 看向吴声离开的方向 喃喃自语 我们中间 好像隔着一条很艰难的路呢 不过 我想尝试一下 尝试一下 能不能再向你多靠近一点 温惜说完后 一张脸暴露在阳光之下 他红唇微微翘起 双手放置后背 脚步轻快地朝着净化学院走去 另一边 吴声来到了机场 他习惯性地拿出手机 看着突然出现的消息 微微一愣 温惜 在干嘛呢 有没有想我呀 久违的消息出现在手机上 不知为何 吴声的嘴角 也不自觉地翘了起来 吴声 执行任务 没想 温惜 唉 好绝情 另一边 在送走吴声等人后 那边银虎 也从那三个异域人的口中 得知了进攻的消息 龙国时间明年的2月4日 异域将会带领大军进攻蓝星 彻底地拉开战争的序幕 银虎第一时间 将消息传给了欧阳博士 而欧阳博士得知消息后 并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 好像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一般 他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拨打了一个电话 要不要出来聊聊呢 在对方答应后 欧阳博士的脸上露出些许的笑容 你能做得更好吗 他脸上带着笑容 也带着些许的期待 而在吴声回到了川鼠之后 他又迎来了一段巨大的空闲时间 一天天的无所事事 就是修炼 偶尔跟温惜聊聊天 或者跟着吴建国出门逛逛 当然 还有时不时地和诸神 这家伙伴嘴 这天 吴声在家中 又和诸神聊起来了 喂 你打算给你的刀取什么名字 诸神突然开口 对着吴声问道 啊 吴声一愣 眼中带着些许的迷茫之意 取什么名字 刀的名字 武器没有名字 它会很难过的 诸神的发言 充斥着中二的意味 吴声皱了皱眉头 而后手中凝聚出一把 不算锋利的长刀 不过虽然看着像长刀 应该说是刀呸 怎么样 你准备给它取什么名字 诸神好奇地问道 吴声闻言 举起自己的刀看了看 整把刀四尺长 拥有红黑 两色交错纵横 刀刃目前看上去并不锋利 但是却充斥着一股煞气 刀身半指宽 刀柄则是漆黑的模样 刀身修长笔直 和诸神比起来 看上去仿佛会更坚硬一些 无声愣愣地看着自己的刀 说实话 这把刀是跟随着诸神 一起出现在他的体内的 只不过 他是武器的形态 而诸神是人形的 而且诸神很强 他刚开始的时候极其弱 在他杀戮越来越多 负面情绪越来越多了之后 才越来越强 最后挤得诸神 只剩下一点空间 怎么样 想好叫什么名字了吗 诸神好奇地问道 就叫 无声吧 无声喃喃道 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觉得这把刀 应该叫无声 而体内的诸神 听到无声的话后 脸上也露出了些许的笑容 跟我一样呢 诸神 诸神 无声 无声 空间中的诸神 一双新红色的瞳孔 带着些许的迷茫之意 到底 忘记了什么 又在想起些什么呢 明天恢复正常更新 刚从医院回来 身体没大碍了 今天就一张 接下来的几天会 尽量加更 感谢大家的支持 第118章 再见温希 回到川鼠后的无声生活 也回到了正轨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 他和温希的聊天记录 也越来越长 好像一切都在原地踏步 又好像在逐步向前 就这样 无声在川鼠平淡地 度过了几个月的时间 来到了12月的最后一天 这天 无声起床后 看着灵台上面的 三张照片眼中 带着些许的恍惚 小生 起床了 快过来 吃早饭吧 中午 你大伯母就回来了 我们到外面吃 哦 好 无声点头答应了下来 而后吃着早饭 那个 小生 有件事 我得和你说一下 突然 无建国开口说道 语气有些迟疑 嗯 什么事情啊 无声一愣 而后抬起头 好奇地看着无建国 就是 小薇他 觉醒了 啊 哥 我好想你啊 吃过早饭后 无声看着从机场冲出来的无微 也迎了上去 小心点 无声的伯母在身后笑着嘱咐道 无建国看着自己的女儿兴高采烈的样子 也是笑出了声 连忙小跑上去抱住了他 哎呦 大闺女了 当然了 无微脸上带着笑容 一脸骄傲地走到了无声的身边 嘿嘿 哥 我有一个惊喜和你说哦 无微看起来神神秘秘的 进化三接 不错嘛 自己修炼的 无声看着他的样子 也是猜测到了什么 直接点破了对方的心思 啊 哥 你怎么知道的 无微吃惊地张大嘴巴 眼中充斥着惊讶 我能感受到你的灵能 无声淡淡地说道 就算无建国不说 他也能感受到 对方身体中散发出来的灵能 我为什么感受不到你的呀 无微闻言嘟了嘟嘴 而后一脸不爽地说道 我比你高了一个大境界 还有一个小境界 你肯定感知不到 异能类型是什么 无声说完后 有些好奇地问道 嘿嘿 是个很可爱的异能哦 无微神秘一笑 而后双手放到后背 当当当当 你看 伴随着他身后 散发出些许的红光 一只生物出现在他的手中 无声看着面前的小猫咪 愣在了原地 喵 突然 小猫咪发出一道叫声 而后跳到了无声的肩膀 哎 哥 小红好像很喜欢你哎 无微一脸惊奇地 看着自己的猫咪 跳到无声的肩膀上 而后蹭着他的脸 我靠 这不是之前 那只吸你灵弄的猫吗 进化了 诸神的声音 在无声的脑海中回荡 眼前的小猫 赫然就是无声第一次 去安城执行任务的时候 被杀掉的那只小猫咪 不过现在看起来 对方不仅没死 还进化了 小猫咪的样子 也变了大半 灰色的毛发 点缀着些许的红色 身后长长的尾巴 也变得宛如长刀一般 看上去威风凛凛 不过看上去 还是像只幼猫一样 诸神 这家伙天赋怎么样 无声好奇地问道 应该还行吧 毕竟他吸了你的灵能 还有一点雾气 虽然很少的 但是应该也算是 有不错的天赋 诸神有些不确定地说道 说实话 这缘分实在是太巧了 哥 你认识小红吗 无微有些好奇地问道 嗯 他变成这副样子 有我的一点原因 无声点了点头说道 是这样啊 难怪我说前段时间 我们学校组织去古宫玩的时候 他就一直跟着我呢 原来是认出来了 无微说着 伸出手摸了摸小红的脑袋 小红也是蹭着他的手 喵喵喵地叫 他说傻 无声看着无微问道 他说他找到救命恩人了 很开心 无微笑着 而后举起小红 面对着无声 无声看着小红的样子 脸上也是不自觉地挂起笑容 他伸出手拍了拍小红的脑袋 好好保护他 喵 放心 之后 四个人就回去了 在路上吃了饭 而后就回到了家中 小生 我去帮你大伯母收拾一下房子 晚点回来 吴建国招呼着无声说道 大伯 你好好陪陪大伯母吧 我不是小孩子 放心吧 听到无声这么说 吴建国也点了点头 他也确实很久没陪过自己老婆了 那你一个人在家里住一点 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 吴建国嘱咐了一番 而后就离开了 无声一个人坐在家中 就这样一直看着灵台上的黑白照片 上官子给无声打过电话 问无声愿不愿意去和他一起跨年 无声没答应 不管怎么样 上官子现在有自己的家庭 有自己的丈夫和孩子 哪怕他现在对无声再好 无声也不会想去打扰他 他现在不是他一个人的妈妈很无聊吗 突然 一道声音从无声的身后响起 熟悉的声音回荡在无声的脑海中 他猛地转过了头 嘿嘿 一个人在家看起来很寂寞呢 无声看着突如其来的温熙 眼中闪过一丝错愕 你 哦 我觉得你在川鼠 肯定没什么朋友吧 你也不去安城 正好进化学院也放假了 我就说来看看你啊 怎么样 想我没 温熙突然靠近无声 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也没想你 而且最近是因为 因为 我知道 十二生肖的魔鼠大人 是任务很忙的吗 温熙的语气中 带着些许的调笑意味 而无声看着他的样子 也是不知为何有些尴尬 怎么样 今天还有任务吗 没有的话 带我去玩呗 温熙穿着他上一次来到川鼠时 穿着的羽绒服 无声看着他的笑容 张了张嘴 本来是想答应的 但是他又突然想到温熙父亲的话 最终还是没有出声答应 我有 听到无声说出的两个字 温熙的眼中 就已经带着些许的失望 不过这时 无声的身前 一道红色的雾气突然显现 这个货没事 他都闲了好久了 他就是很在意你爹说的话 把他带走 第119章 距离地靠近 无声看着面前的雾气 嘴角直抽 他心中暗骂诸神 而空间中的诸神 则是抱着手 一脸不屑地说道 切 咋的 你还能整死我不成 而温熙看着面前的雾气 也是一愣 他眼中的失望消失不见 转而变成笑容 不过很快 他好像想到了什么 就好像没看到雾气 组成的字一般 脸上带着强烈的失落 唉 你有事情吗 那我回家吧 本来大老远的 来穿鼠想找你玩来着 温熙说着 说着就转过身 准备离开 而无声看着 对方离开的样子 一时间也不知道 该说些什么 他好像没看见 无声想着 一时间也不知道 该怎么办 我靠 人家没看见 你就不管人家 真打算放他走啊 人家大老远来的 诸神的空间中 一脸震惊地喊道 可是 他爸爸说的也没错啊 我没办法光明正大的 向别人全是幸福 这对一个女生来说 不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吗 无声开口说道 你想的是不是太多了 不管出于什么 人家现在来了 你好歹招待一下 而且 他又不是你对象 你要不要脸 你怎么觉得 人家就想和你结婚 这么多年我怎么没发现 你是个这么闷骚的家伙 诸神的嘴 好像连珠炮一般 疯狂地攻击着无声 而另一边的温熙 转过身后脸上的笑容 也渐渐地散去 他不自觉地低下头 眼中带着失望 他装作没看见那红雾 其实就是想看看 无声会不会叫住他 如果一条路上 只有一个人在靠近 而另一个人 一直停滞不前的话 事情是不会有结果的 他可以为了 无声走很多步 但是无声如果一步 都不愿意向他靠近的话 哪怕到了他的身边 他也不会开心的 温熙轻轻地叹了口气 脚步也逐渐地加快了起来 突然 他的手被人牵住了 温暖从指尖传递到 他的大脑中 温熙有些不可思议地 转过头 事情也如他期待一般 无声出现在他的身后 你 温熙张了张嘴 眼中的失落 一点点地转化为欣喜 而无声此刻 也有些猛逼了 我 我干嘛要牵上来 无声感觉自己入魔了 为什么要突然冲上来牵着人家 明明可以 直接开口说的 无声突然感觉自己的脸 变得有些热 而从温熙的眼中看去 无声的脸 则是变得有些红润 诸神 是不是控制我的身体了 无声在心中怒吼道 你有病吧 不要脸了是吧 我要是有这个能力 我天天控制你吃辣椒去 闷骚就闷骚 别什么事情都赖我 闷骚男真讨厌 诸神在空间中坐着鬼脸 朝着无声吐舌头 语气满是不爽 外界 无声看着温熙的样子 连忙收回了自己的手 那 那个 既然来了的话 要不我请你吃个饭 无声有些试探性地问道 嗯 温熙用力地点了点头 脸上也绽放出无比灿烂的笑容 他很开心 真的很开心 无声对于他的行动 给出了回应 有点冷呢 温熙看着暗下来的天空 开口说道 啊 进化者 无声突然一愣 他感觉到了温熙的修为 提升得很快 你的修为 无声开口有些惊讶地说道 而温熙听到后 瞳孔瞬间放大 哦 最近比较勤奋 进化学院给了我们很多的资源 同学们都在这个境界附近了 温熙有些惊慌地解释道 而无声听到后 也并没有在意 在他的印象中 国家给予的资源 是极其庞大的 修为提升的迅速 也是正常的事情 修为提升得很快 注意巩固 无声开口嘱咐道 知道了 温熙点了点头 而后朝着无声 伸出了自己的小手 我的手是不是有点凉啊 无声闻言 也是不假思索地 伸出手摸了上去 没有啊 而在无声触碰上去的瞬间 温熙直接一把抓住无声的手 而后对着无声眨了眨眼睛 嗯 很温暖哦 说着 就牵着无声的手 朝着外面走去 而无声也是有些呆愣住了 他看着被抓住的手 心中生起一种异样的感觉 两个人肩并肩 手拉手朝着前方走去 无声 你脸红哦 没有 无声强行恢复 自己以前的语气说道 嗯哼 让我摸摸 是不是温度不一样 温熙伸出手 想要摸无声的脸 我拒绝 无声连忙躲闪 两个人就这样一路打打闹闹的 虽然幅度很大 但是两只手依旧紧紧地 握在一起两个人的距离 好像近了一点 温熙 你是不是知道了 你爸妈和我说的话 走着走着 无声突然开口问道 嗯 知道 温熙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那你 所以啊 我尝试走入你的生活 看看是不是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吗 人生又不止一条路 走错了 我再重新走一遍嘛 痛苦也是曾经的快乐带来的呀 说着 温熙对着无声笑了笑 无声看着这笑容 仿佛周围一切都暗淡了些许 这样啊 无声轻声说道 而后两人就这样朝着前方走去 可能无声想的确实太多了 但是没办法 出生在这种家庭的人想的 就是要长远一点 因为他们总觉得会对不起某些人 但是啊 其实不要觉得对不起某些人 不要觉得未来会怎么样 先看看当下吧 如果他在你面前绽放出来的是笑容 那么就请走下去吧 不要去想未来的痛苦 多在意现在的美好 如果真的在意 到最后 痛苦的也不仅仅是他一个人 既然公平 何不大胆一事 第120章 看烟花 上 无声带着温熙在川鼠逛了一晚上 两个人吃过饭后 就走在大街上 只不过 两个人的手已经放开了 不知道为什么 手松开后 无声总感觉有些不太对劲 他走着走着 就将目光放在了温熙白熙的小手上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嗯哼 没签够吗 温熙察觉到 无声一直盯着他的手看 突然嘴角扬起一抹坏笑道 没 无声习惯性地开口 然后突然瞪大眼睛看着温熙 而前方的温熙 面色也变得通红 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他 不 不是 我以为你问的什么 就习惯性地说了句没 无声慌乱地解释 而温熙则是低下头 耳朵都红彤彤的 呜 啊 无声看着温熙伸过来的手 有些愣住了 这是 你总不能让女生主动吧 温熙眼睛看向其他方向 语气有些弱弱地说道 哦 哦 无声连忙抓住对方的手 而后继续散着步 两个人的气氛在此刻古怪了起来 你今天晚上有住的地方吗 在这种有些尴尬的气氛下 无声开口率先打破了僵局 有的哦 我订过了酒店 就在机场附近 那你困吗 无声继续开口问道 倒是不困了 怎么了 你想带我去玩吗 温熙笑着反问道 嗯 我是想说你要是不困的话 等晚一点 我送你回家 今天晚上 游乐园 嗯哼 游乐园怎么了 温熙突然贴近 无声笑着问道 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 我 我记得 游乐园有跨年活动 会 会放烟花 无声的声音有些小 但是温熙却清楚地听见了对方的话 听到无声说完 温熙突然愣住了 他一双眼睛看着无声 带着些许的水气和无尽的温柔 你还记得呀 嗯 你要看吗 无声点了点头 而后偏过头轻声道 看着无声的样子 温熙眼中的喜悦越来越多 最后转变为了激动 要看 我要看 你带我去 温熙有些激动地点了点头 而无声闻言也是 直接将自己的摩托 从御环中取了出来 那走吧 我带你过去 嗯 温熙用力地点了点头 而后迫不及待地坐上了无声的车子 而后伸手抱住了无声的腰 紧贴无声的身体 做好了吗 好了 温熙的语气透露着轻快 无声闻言也是拧动了油门 伴随着摩托车的轰鸣声 两人的身影迅速消失在这条街道上 很快 无声就带着温熙来到了游乐园 因为是这一年最后一天的缘故 今天的人异常的多 两个人买好票后就走了进去 游乐场里面人山人海 两人面色也都有些许的疑红 他们甚至都能看到 有人趁着人群混乱之时偷偷地亲吻 两个人面色一红 而后开始在摩托轮那边排队 人好多啊 温熙看着前面看不到镜头的队伍眼中 带着些许的惊讶 是啊 一个摩托轮而已 为什么人会这么多 无声皱着眉头也有些疑惑 而这时 温熙好像想到了什么 嘴角勾起一抹笑容 喂 无声 我知道原因哦 温熙突然在无声的耳边轻声道 无声感觉到一股热风在耳边吹动 有些奇怪的感觉 为什么 无声好奇地问道 因为 传说在十二点之时 互相清醒的两个人 如果在摩托轮的最高点观看烟花的话 会永远在一起哦 温熙在无声的耳朵边轻轻地说道 而无声也并没有害羞 他听到这里后 将目光看向了那摩托轮之上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我应该在几年前 把爷爷奶奶他们带来这里的 说着 无声好像想到了什么 脸上带着些许的笑容 温熙听着无声的话 也是愣了一下 他呆呆地看着无声 看着对方的侧脸 只觉得有些心疼 他们看到你现在这样 把自己照顾得这么好 会很开心的 温熙抱住了无声 而无声脸上带着些许的笑容 是吗 那真是太好了 而另一边的天庭天宫之中 欧阳博士和天帝相断坐 两人所望的方向 出现了无声和温熙的画面 欧阳博士饮了一口茶 脸上带着些许的笑容 真好 他明白了很多啊 他未来会更痛苦吧 天帝淡淡地说道 未来可以改变的吗 如果因为未来不确定的痛苦 而影响现在确定的开心 这不是一种很可笑的事情吗 欧阳博士看着天帝笑道 歉 天帝依旧不屑 而欧阳博士则是拿出了手机 拨通了无声的号码 另一边 无声看着即将到的时间 也依旧没什么变化的队伍 沉思了片刻 对我有点远啊 阿胜 我们要不换个地方看吧 也不一定要在摩天轮上面啊 而这时 无声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无声拿起手机 看着来电显示有些疑惑 喂 无声啊 你的御环里面 有我新研制的飞行器哦 上次忘记和你说了 欧阳博士说完后 就挂断了电话 而后将面前的茶水一饮而尽 好了 别看了 偷窥隐私是犯法的 欧阳博士朝着那虚空 打出了一道攻击 将那空间瞬间击碎 天地也没说什么 而是看着欧阳博士说道 所以 你今天找我什么事情 不会是为了看小情侣秀恩爱吧 欧阳博士嘴角勾起一抹笑容 而后开口道 当然不是 我来找你 是有重要的事情和你说的 第121章 看烟花 吓 另一边 无声看着被挂断的电话 有些猛逼 而温惜健壮也是好奇地问道 是有什么任务吗 如果是的话 你先执行任务吧 我一个人没问题的 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是语气上的失落 却难以掩饰 你跟我来 无声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直接拉着温惜 朝着无人的地方走去 很快 在温惜惊讶的眼神中 无声从御环中 拿出一个银白色的圆盘 看着圆盘 无声皱着眉头 而后按下了一个按钮 伴随着一道红光 扫描了一下无声 圆盘就自动地悬浮在半空之中 无声看着悬浮的圆盘 而后拉着温惜一跃而起 两人稳稳地立于圆盘之上 而这时 无声的右手之上 也出现了一个银白色的手环 也开始一点一点地上升 这是 温惜有些惊讶地 看着脚下的飞行器 飞行器是博士给我的 正好我们去看烟花 可以用得上 说吧 无声带着温惜朝着天空飞去 在一个相对安全的高度 两个人停了下来 温惜看着下方密密麻麻的人群 又看了看不远处的摩天轮 而后将头靠在了无声的肩膀之上 而伴随着广播的倒计时 新的一年也是理所当然地来到了 碰 天空上一朵朵烟花开始绽放 无声见状也是抬起手 暗红色的魔艳将飞行器的周围保护起来 只留下了一个口子供两人观看 璀璨的烟花在漆黑的夜空中绽放 也在两人的眸子中呈现 极为美丽 下方的摩天轮中 少年少女们看着烟花 有的人相拥而吻 也有的人面色一红 众生各像 爱情也呈现出不同的样子 温惜转过头 看向无声的脸 而后轻声道 谢谢你哦 等我们的距离消失了 我们也试试吧 无声一愣 试试什么 温惜将头发撩至耳后 而后摇了摇头没什么 说着 她的余光看向了那摩天轮的最高点 里面有一对情侣 正相拥吻在了一起 烟花一点一点的消散 最终归于平静 一场烟花盛典 也消失在了黑夜之中 温惜看着消失的烟花 朝着无声说道 我们也该走了吧 等一下 无声的话让温惜一愣 而后她就看到了 无声收起包裹在飞行器周围的魔艳 而后将其化作了一个火球放在手中 最后 哄 伴随着无声手中的火焰甩至空中 火焰瞬间炸开 伴随着火焰的盛放 一个略显粗糙的花朵在天空中形成 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花 我也没见过什么花 就凭印象画了一个 希望你喜欢吧 无声看向天空 与其带着些许的局促 温惜愣愣地看着天空之上的火焰花朵 她对着无声说道 这是专门为我准备的吗 嗯 突发奇想 谢谢你 我很喜欢 温惜激动地说着 而后再度抱住了无声 软香入怀 无声的身体也僵硬了些许 她感受着温惜温暖的怀抱 脸上也不自觉地露出一个微笑 你喜欢就好 无声柔声说道 而后催动着飞行器 缓缓地朝着地面飞去 那红雾的空间中 诸神正吃着爆米花看着这一幕 她看着无声的笑容 有些言语道 咦 闷骚男 闭嘴 伴随着无声的声音响起 那红雾仿佛也听到了无声的命令 直接化作一把刀的形状 对着诸神 好像在警告他 不要乱说话 欠 就知道欺负我 哼 诸神撇了撇嘴 一脸不服 外界 无声牵着温惜的手 从飞行器上跳了下来 而后对着他说道 我送你回去吧 温惜点了点头 嗯 就这样 温惜抱着无声的腰 朝着酒店驶去 约摸二十多分钟后 无声到达了目的地 下车吧 到了 无声看着后面的温惜开口道 嗯阿生 我好困 不想动 你送我进去吧 温惜的声音突然变得有些娇憨 无声见状转头一看 温惜不知道怎么回事 居然趴在他的背上睡着了 看着温惜熟睡的样子 无声也有些无奈 但是没什么办法 最终他只能背着少女 朝着酒店中走去 因为温惜并没有告诉他房间号 他也不忍心将对方吵醒 只能又重新开了一间房 打开房门后 无声轻轻地将温惜放在床上 帮对方脱了外套 鞋子和袜子 最后在为对方盖上了被子后 轻轻地走了出去 而在无声走出去后 温惜也睁开了眼睛 哪里还有刚刚那困倦的模样 笨蛋 温惜轻声说了一句 而后微笑地闭上了眼睛 另一边 天帝看着欧阳博士眼中 带着些许的惊奇 你确定要用这种计划 龙国的高层能同意 欧阳博士笑了笑道 这就是我们商量出来的结果 哼 还不算太余府 所以呢 你想让我帮你做什么 欧阳博士看着自己的这个弟弟 眼中闪过一抹欣慰 而后讲出了属于他的计划 第122章 后天进化者的秘密 温惜我回安城哦 你最近要好好修炼哦 欧阳博士说 这两个月会出现很大的乱子 一定要小心哦 第二天清晨 吴声就收到了温惜发来的消息 吴声 好 你也是 路上注意安全 温惜 放心吧 看着消息 吴声不自觉地笑了笑 而体内的诸神 看着这一幕一脸不爽道 闷骚男真讨厌 而围绕在他身边的雾气 瞬间画作了一把巨大的刀指着他 什么意思 你也找茬是不是 诸神看着身边的雾气 一脸不爽 然后就对着雾气破口大骂 而雾气除了变成刀的模样 也做不了什么别的事情 小生 你早上要吃什么 厨房中传来了吴建国的声音 随意 吴声大声说道 而听到吴声声音的吴建国也有些惊讶 他转过头看向吴声的房间 然后慈祥地笑了笑 看来心情不错嘛 失笑地摇了摇头 吴建国就开始做起了饭 就这样 平静的日常持续到了大年三十的前一天 这天 吴声从修炼中脱离出来 他看了看自己的双手 而后散去周身的红雾 褪壳四肩 自主修炼真的好慢 吴声回想了一下 之前进化学院里的人修炼方式 全部都是千奇百怪的 不过 好像只有后天进化者会有特定的修炼方式 想到这里 吴声习惯性地拿出手机 想要找博士问问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快速修炼 嗯 博士发的消息 吴声看着手机中欧阳博士发来的消息 而后点开查看了一番 欧阳志 修炼结束后 来这个位置 消息下方还附带了一个位置的具体位置 吴声点开 大伯 我出去一趟 哦 注意安全 知道了 吴声回应了一句 而后就火急火燎地骑着车 朝着欧阳博士指定的方向走去 月末半个小时后 吴声来到了地方 是一片小空地 什么都没有 也没人 突然 一道白光闪过 吴声面前的景象也瞬间一闪而逝 都来了 吴声看着面前突然变换的景象 看着这宛如疆域一般的景象 眼中带着些许的惊讶 而更惊讶的是 他的身边还站着11个人 他站在最守卫 身后一次是牛头面具 虎头面具 到最后的猪头面具 吴声 这是你未来的队友 你们也是未来的十二生肖 欧阳博士为吴声解释道 而吴声惊讶地看着身后的众人 这群家伙的修为 全部在退壳进一阶二阶 只有吴声退壳四阶 他们看着吴声的脸 面具下的瞳孔 透露着些许的尊敬 不是 你喊我们来 是有什么事情吗 吴声惊讶过后 好奇地问着前方有些虚幻的身形 很显然 欧阳博士用了某些奇怪的装置 让他投射出来了一个虚意 是的 因为这两天 异域会大举进攻 蓝星的格局也会彻底地改变 之后 整个蓝星不会再被戏分为国家了 可能只会有人族 妖族 海族 三个种族 而就目前而言 对手也只有异域 我需要把一些事情告诉你们 吴声一愣 他知道异域会进攻 但是没想到 竟然来得如此之快 接下来我所说的事情极为重要 你们仔细听 欧阳博士的面容变得无比的严肃 他看着这十二个少年 他们未来将会是龙国的火种的传递者 吴声看着欧阳博士这副样子 也是不自觉地严肃了起来 首先 境界 目前你们已知的境界为四个 一直到退凡境 那是因为蓝星最强 只能容纳这个境界的人 而进入异域后 退凡境之后 还会有数个大境界 幻神境 这个境界 你们将会发挥出 你们后天进化者真正的实力 可以召唤出 你们继承强者的虚影 令他们助你们作战 容神 融合神灵 脱神 脱离体内神灵 半神 以及神境 这后续五个境界 是你们需要经历的 吴声他们听得有些茫然 不过也没办法 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太久远了 不过嘛 这件事情不管怎么样 都对你们来说有点远 我主要是告诉你们 一件关于我们后天进化者的事情 欧阳博士此话一出 吴声也将目光重新聚焦 他其实一直很好奇 所谓的后天进化者 和先天进化者 到底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后天会强于先天那么多 而欧阳博士 在此刻面色严肃地 缓缓将事情说了出来 上古时期 一共有221位强者 他们从某个地方前来 带领古人类 组成了蓝星的上古文明 这221位强者之间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知道在时间中 他们的生命被抹去 从而形成了221个强大的异能 这221位强者极为强大 因为灵能的枯竭 他们需要想办法活下来 最终 他们其中的某一个人 想到了一个办法 将力量尽数保留在灵魂之中 用能量滋养灵魂 而舍弃肉身 等待后世的灵能降临 最终 他们进入了 我们这些后天进化者之中 成为了我们的异能 欧阳博士说完后 众人的瞳孔瞬间放大 而无声似乎想到了什么 眼中带着些许的不可置信 不是 你的意思是 他们没死 没错 他们从来都没有死 只是存活于你们的体内 在你们修为愉加强大之时 他们会复活后 与你们争夺这具身体的掌控权 也就是夺赦 花音落下 众人一阵沉默 而无声则是想到了诸神 不 不会吧 无声的心中在呼喊着诸神 但是对方并没有回应他 好像听不见一般记住 你们和对方争夺身体的时期 就是脱神之境 圣者将会成为身体之主 而败者将会永远消失 欧阳博士一脸严肃地 将事情合盘拖出后 并没有让众人有思考的时间 而是看向了无声 魔术 你留一下 其他人先退出去 第123章 诸神与无声 在所有人离开后 空间之中 只剩下了无声和欧阳博士 无声此刻 还沉浸在刚刚的消息中 有些无法自拔 无声 啊 无声猛地抬起头 看着一脸笑容的欧阳博士 眼中带着强烈的迷茫之意 我有一件事情要和你说 欧阳博士话音落下 两个人的环境 开始慢慢改变 出现在了一个广袤无垠的草原之上 你应该也有猜测了吧 诸神 嗯 无声点了点头 眼中充斥着迷茫 诸神其实就是 当年的221位强者中最强的一位 他们的计划 也是诸神提出来的 而诸神也是 唯一一位 在你修为没有上升之时 就可以和你交流的人 只不过 他现在失忆了 每当你修为提升之时 他的记忆也会缓缓地浮现 最终想到 他们无数年前的经历 欧阳博士将目光 看向远方出现的太阳 轻声说道 无声没有说话 他现在有点混乱 欧阳志看着无声的样子 脸上挂着些许的笑容 其实 当时我没有办法屏蔽掉诸神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 感情也不是一件坏事 未来你需要进入抑郁 蓝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我们这些老东西 是肯定没办法陪在你们身边的 他们需要一个领袖 也需要一个强者 我希望 你能做出更好的选择和结局 说着 欧阳志看向了远方 那夕阳的草原上 好像有两个人在奔跑 无声 欧阳志的声音突然提起了一点 啊 无声有些惊讶地抬起头 在他的视线中 看到了欧阳志 突然化作一个雪白的路 也不像 反倒是有些像 《山海经》之中描述的一种生物 身形四路飞路 头顶两脚 山羊湖 通体雪白 知天文 实地里 可通小古今 博学无双 世人称其为锐兽 有大爱 序列 221 白泽 欧阳志抬起手 轻点无声的额头 而在触碰到无声额头的瞬间 对方就昏睡了过去 无声 接下来的路 你需要自己走 还有 记住 如果未来遇到了序列222 一定要好好地对待 它 对你很重要 欧阳志回头望了他一眼 他不是无声的亲人 甚至可以说是陌生人 但是对于这个从小长大的可怜孩子 他希望可以改写他的命运 此语 你也会支持我的吧 欧阳志轻声说道 而后消失在了原地 独留下在此地沉睡的无声 11年前 那年 无声7岁 在某个小巷子中 无声刚被一群孩子欺负完 他面色冷漠 眼中充斥着暴力 他在忍耐 他知道 现在不能动手 至少也得等爷爷奶奶死后 等他没有负担之后 再将这些欺负过他的人 全部杀了为 你叫什么名字啊 突然 小无声听到了一个声音 空旷的巷子中 突然出现的声音 吓得小无声 瞬间瘫倒在地 他惊恐地看着四周 声音有些颤抖道 谁 谁在说话 是我 突然 小无声的面前 凭空出现一把通体新红色的长刀 他就静静地飘浮在小无声的面前 散发着些许的红光 鬼啊 小无声惊恐地大喊一声 而后想要逃离此地 我不是鬼哦 我叫诸神 我看到你被欺负了 好像很想报仇呢 我也好无聊啊 怎么样 要不要成为我的搭档 我们组成世界上最厉害的组合 那声音就这样出现在无声的耳朵中 而本该想要逃离的无声 也愣住了 外面吵吵闹闹 来来往往的人群 好像并没有看到过他 也没有察觉到巷子之中的事情 整个世界 好像就只剩下了他和身后的红刀 怎么样嘛 答应我呗 我好无聊哦 醒乖就一直待在这里 都不知道待了多久了 你不答应我不放你出去哦 那声音在小无声的耳边环绕 让小无声有些猛 答应 答应你什么 小无声看着身后的红刀 由刚刚的惊恐转变成了猛逼 成为我的搭档啊 我们组成最厉害的组合 我叫诸神 你叫什么名字啊 吴 无声 小无声结结巴巴地说道 哇 好名字啊 我是诸神 你是无声 我们组合起来 就是诸神无声 太霸气了 好了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的搭档了 说吧 伴随着红刀化作一道红光 钻入了无声的体内 也就是那一天 序列004 魔刀 在那一天出现于川鼠 古城区 而在无声沉睡之时 外界也发生了一场 震动世界的事情 龙国顶梁柱 欧阳博士叛逃 加入天庭组织 这件事在国际上 引起了轩然大波 但是在龙国之中 好像并没有掀起 什么特别的水化 而无声的家中 吴建国看着 无法拨通的电话眼中 满是焦急 他本来是打算去找无声的 因为无声自从那天离开后 连年三十都没回来 已经一天一夜了 但是他刚准备出去的时候 上官子一家人 还有他的老婆孩子 全部被送到了他家中 而他们也被告知 因为外界马上要发生大便 他们需要待在这里 会有人保护他们 而保护他们的人 也就是上官轻荣和上官斩 同志 我侄子呢 我侄子去哪里了 他也是你们组织的人 他在哪里 吴建国拉住一个 准备离开的工作人员问道 魔鼠大人现在在执行任务 您不需要担心 他不会有事的 您现在需要的保护好自己 他只有你们这些亲人了 那人说完后 就丢出一个圆形的物体 而后化作了一个蓝色的屏障 包裹住了这一大群人 但那人离开不久 天空也瞬间暗了下来 伴随着电闪雷鸣 一道道巨大的空间 被瞬间撕裂 一座座无比巨大的船只 出现在天空之上 而乘坐于船只之上的 来者正是异域人 战争在瞬息间爆发 第124章 寿王 岩暴王 天空之上的船只 出现于蓝星之中 伴随着强烈的压迫感 世界仿佛会在下一刻被毁灭一般 黑暗的天空电闪雷鸣 映照出一个个巨大的空间裂缝 很快 船只上传来了声音 异域 略国 王族24护卫 在此刻向蓝星各族 报以诚意的问候 我们异域尊重生命 也尊重蓝星人 更尊重这颗星球 请各位让五等入住 我们会善待蓝星人 我们可以和平共处 这道声音落下后 又一道声音响起 异域 虚幻国 最强十二武装 在此集结 异域 黑暗之海 黑海族 异域 三环剑 兽足 伴随着异域的势力 集结完毕 天空之上 也出现无数身影 它们多得简直不像话 宛如乌云一般 将天空彻底地遮蔽 它们长相各异 有像人的 也有像怪物的 而在它们的话音落下后 世界的各地 一道道光束冲天起 它们的目标一致 它们飞入高空 组成了人类最强的防线 龙国 十二生肖 首领 紫鼠 漂亮国 十二主神 首领 宙斯 大不列颠 十二圣骑士 首领 亚瑟王 三十六位至强者 立于高空之上 它们的身后 则是其他国家 组成的进化者军队 白雄国的肉体强化者 法兰国的各种魔法石 以及吸血鬼 还有一些其他国家的军队 这是各国选择出来的 三个国家 每个国家 培养十二位 天赋异禀的至强者 剩下的国家 则是培养进化者军队 真是的 想不到死对头 也有并肩作战的一天 银虎看着身边 其他国家的人调侃道 对头也得看情况 现在这种人类 生死存亡的时候 不团结只有死 本神可不想 成为他们的奴隶 雅典娜开口说道 嗯哼 银虎耸了耸肩 而后收起了脸上 调笑的意味 看向了前方的异域军队 这就是你们蓝星的回答吗 你们的态度我明白了 既然如此 那么就不需要再说什么了 打吧 飞船上传来异域人的声音 伴随着他们的话音落下 飞船开始凝聚能量 把战场拉到地面 就打算在天空之上解决 地面军队开始攻击 伴随地面的指挥官开始传令 恐怖的火力开始朝着天空发射 而这些火力 在异域人的面前实在是不够看 人类引以为豪的炮弹 在此刻宛如烟花一般 打在那飞船之上屏障上 没有掀起丝毫的波澜 既然各位不识好歹 那么未来蓝星人 只能沦为奴隶 飞船上继续传出声音 而后伴随着一道道光芒冲天起 银湖等人也直接迎了上去 另一边的昆仑山中 摇看着天空之上的敌人开口道 你们也上 人类与我们的战斗 放在日后再说 蓝星是绝对不可能 交给其他世界的人 是 妖帝大人 伴随着昆仑山中的 一道道咆哮声响起 一只只凶兽在此刻冲天起 为首的四头凶手分别是 映龙 凤凰 饕餐 穷奇 而他们的身后 也跟随着无数妖族 大海之中 海蛇也踩着水柱 一飞冲天 海族听令 蓝星只能有一个主人 那就是我 来犯者 杀无射 人族 海族 妖族 在此刻聚集在了一起 抵御着异域的大举进攻 而在此刻的川鼠 也被无数的异域者 冲入城市当中 他们并没有攻击城市 而是开始进攻进化者 以及军队 异域的目标很明确 将蓝星的武装力量 尽数抹除 只要力量消失 那么剩下的人 只能成为奴隶 而此刻的无声家里 上官轻荣和上官斩 也被大量的异域者盯上 两人开始了自己的战斗 而天空之上 异域的飞船 凝聚了强大的能量 在即将放出攻击之时 却不知道 为何攻击尽数消散 怎么回事 飞船上的指挥官开口问道 不知道 有一股能量 在阻挡我们 使用超出这个世界的力量 就是在我们进入蓝星后 一直压制我们的能量 飞船上的指挥官 沉思了片刻后 再度下令道 留下少数操纵飞船的人 其余人 全部加入战场 外界 战争打响的时候 吴声则是依旧在沉睡 而他的体内 诸神也有些着急大吼道 吴声 你人呢 出来了 怎么回事 谁TM把老子搭档拐走了 从吴声进入那个奇怪的空地后 他就失去了吴声的联系 两个人就好像突然分离了一般 他找不到吴声 也听不到对方的声音了 他有些恐慌 但是依旧在大喊着 希望吴声可以回应他 外面的战斗如火如荼 吴声就好像什么都听不见一般 安安静静地躺在原地 一天一夜过后 外界的战争也慢了下来 银虎看着面前的男人 脸上挂着笑容 打得不错嘛 你叫什么名字 寿王之一 岩豹 前方 一个身形剑朔的身影 立于此地 他一身漆黑 身高三米 身体被黑色的毛发 以及火焰覆盖 一条长长的尾巴 宛如钢鞭一般 看上去极为有力量 脑袋是黑色的豹子模样 好 不过就自然法则而言 豹子是打不过老虎的 银虎嘴角勾起一抹狂妄的笑容 褪凡久禁地 修为在此刻爆发而出 这就是龙国的底蕴 十二生肖 亲近国家大半资源培养 只要世界的限制消失 他们就会在第一时间 被堆积上最强的修为 不过也很奇怪的是 这修为 好像也并不全部是他们的功劳 第125章 无声苏醒 银虎话音落下的瞬间 就朝着对方轰杀而去 两人战斗的下方城市 正是川鼠之地 黑色的火焰 和九条老虎尾巴轰击在了一起 双方的战斗 爆发出无与伦比的爆炸 天空之上 一黑一黄两道身影相互碰撞 速度极快的同时 每一次碰撞 都宛如核弹在爆炸一般 爆发的冲击力 将天空的云朵尽数轰散 天空之上是强者的战场 那么地面 则是蝼蚁的天下 无数抑郁的进化者 开始冲入城市 虽然他们当时说的是 只杀军队和进化者 但是在进入的时候 还是有很多抑郁者 开始进攻普通人 好在上层 已经提前预知了这种事情 基本上每家每户 都配备了一个 能抵挡进化五阶攻击的防护罩 很快 一个个大楼 开始被蓝色的屏障包裹 外界只有进化者和军人 在和异域人拼杀 而普通人 在这场战争中 自身难保 只能默默地祈祷 战争快点结束 另一边 上官斩和上官轻荣 看着前方数不尽的异域人眼中 带着些许的绝望 没办法 他们两个人 也就进化九阶 这还是这段时间 一直扬起来的 虽然他们经历过一些战斗 但是突然碰到 这种大规模的战争和搏杀 依旧会有些力不从心 力量的使用率太低了 可能有时候 打个比他们弱很多的家伙 都要用掉很多灵能 会浪费很多 而这时 那前方的人群中 跳出来一个巨大的身影 伴随着地面的震动 上官斩 看着突然出现的怪物眼中 闪过一抹惊骇 前方 是一头巨大的猪头人 手持一柄大刀 站在了两个人的面前 修为进化九阶 和他们两人实力相当 但是要知道 上官斩和上官轻荣 在这之前 是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战斗的 猪头人看着上官斩 与上官轻荣 眼中闪过强烈的贪婪之意 他本就快要进击 本来是打算杀几头 低级的进化者 但是没想到 在这里发现了两个 没什么战斗经验的 同阶进化者 只要杀了他们两个 那么他一定可以 直接进击退可进 生物想要变强势本能 猪头人朝着身后的众人喊道 这两个家伙交给我 你们去其他地方吧 身后的众人 闻言也没有多说什么 直接就转身离开了 而那猪头人见状 也是举起大刀 朝着上官斩一刀砍去 恐怖的力量 掀起一阵禁风 带着强烈的压迫感 天宫 上官轻荣抬起手 一个虚幻的宫殿 瞬间出现 那恐怖的攻击 也被瞬间挡下 而上官斩这个时候 也反应过来 直接拿出自己的八卦 八卦术 驯味 轻身术 伴随着身体上传来的轻快感 上官斩瞬间消失在原地 而后来到了猪头人的身后离位 龙火 火焰从猪头人的身后爆发 一只龙头瞬间将其吞没后带上空中 伴随着火焰消散 巨大的身躯也落入地面 哄 烟雾在战场之上蔓延 上官斩也是松了口气 他的灵能不多了 刚刚两招也基本上是用了全力 本就不多的灵能 在此刻更是变得无比的稀薄 好在 哥 小心 上官轻荣突然大喊一声 而在屏障中观看战斗的众人 在此刻也是一脸惊恐 只见上官斩的身后 那猪头人再度站起身 借助着烟雾的掩护 已经出现在了其身后 手中的长刀高高举起 伴随着一道寒光闪过 大刀朝着上官斩的头颅斩去 喵 突然 一道凄厉的尖叫声响起 伴随着一抹红色洒落半空 本该在无微怀中的小红 不知何时已经冲了出去 身形瞬间放大一米多 将上官斩撞开 虽然速度很快 但是依旧被大刀斩到了一点身体 大片的血液开始在其身上滴落 小红 无微想要冲出去 但是被吴建国死死地抓住 你不能出去 等你搁回来 吴建国大声吼道 而无微则是泪流满面 他看着外面因为受伤而哀嚎的小红 心如刀脚 而上官轻荣 也是出现在了上官斩的面前 唤出天弓 开始抵挡攻击 形势瞬间就紧张了起来 另一边 沉睡中的吴生 突然听到了什么声音 吴生 吴生 儿子 儿子快醒醒 你大拨他们有危险 乖孙 快起来 别睡了 空间中 吴生一双眼睛瞬间睁开 他的身体开始爆发出无比恐怖的杀气 空间开始破碎 一道红光冲天起 此刻川鼠上空正在和银虎战斗的炎豹 一脸震惊地看着那道星红无比的光柱 此刻的他好像想到了什么 不 不祥之光 银虎也是看到了那道光柱 他一瞬间就知道了对方是吴生 而看着炎豹那震惊的模样 银虎心头大叫不好 炎豹也顾不得和银虎战斗 而是拿出了自己的联络工具 所有人 看天空 如果看到一道红光 放下手头上的事情全速前进 务必将红光中的家伙斩杀于此 而在炎豹下命令的同时 那猪头人一脸惊恐地看着这突然出现的家伙 不 不祥 吴生一头星红色的长发在此刻显现 他单手抓住那比他身体都要长的大刀眼中 闪烁起强烈的杀气 你 吴生说完后一脚踢出那庞大的身体被瞬间踢飞 而在此刻 无数道身影朝着这里冲来 他们的修为不强 但是胜在人数众多 大 大哥 上官轻荣面色苍白 刚刚吴生不在的时候 他抗了太多次攻击 虽然修为强 但是毕竟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战斗 不知道如何更好地利用灵能 后续也基本上都是强撑着抗下了几刀 带着小斩和小红回去 大哥给你们报仇 吴生一字一句地说完后 他体内的诛神在看到他出来后 也露出兴奋的笑容 终于来了 怎么样 全力打吗 听到诛神的声音 吴生眼中闪过一丝复杂之情 不过很快就消失殆尽 当然 那就来吧 搭档 紧接着 吴生的右手出现一把新红色的长刀 身体开始飘出大量的红雾 朝着左手凝聚 一柄红黑两色的长刀显现而出 今天出现在这里的所有人 有死吴生 第126章 《严报 vs 引虎》 1 在吴生出现后 吴建国他们也是连忙松了口气 而小红也是被吴威不知道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上官轻荣和上官斩 则是躲进了房子中 开始恢复灵能 前方烟雾开始弥漫 无数异域人冲向此处 他们看向吴生的眼神出奇的一致 充满着杀气和畏惧 魔刀 是魔刀 一定要把他杀了 不能让他进入异域 杀了他 不知道谁大喊了一声 异域的大军开始冲向吴生 五颜六色的光芒在此处升起 周围的建筑 在此刻被撞得千疮百孔 吴生看着这一幕并没有惊慌 他双手持刀 而后瞬间消失在原地 魔魂解封 分尸 封印在此刻被解除 无数负面情绪冲击着吴生的大脑 吴生速度愈发的惊人 最后化作了一道红光 开始穿梭于人群之中 数十米高的血红刀器 宛如死神镰刀一般 将无数人当作蝼蚁绞杀 前方的一切阻碍 尽数被摧毁 一场单方面的屠杀 在此刻拉开了序幕 另一边的炎豹 在此刻也是用尽全力 朝着吴生冲去 银虎在他的身后死死地追赶 眼中满是愤怒 混蛋 给我老子回来接着打 跑什么 两人就这样一前一后 朝着吴生所在的方向飞去 追了一会的银虎 看着对方的样子 心头一狠 哄 不知道为什么 银虎突然速度暴增 出现在炎豹的头顶 而后一拳朝着对方轰杀而去 两人瞬间落入地面 看来你们知道些东西 竟然不惜加大灵灯输出 也要阻止我 你们知道 你们在做什么吗 炎豹从地面爬起来 看向银虎的眼中充斥着阴沉 当然知道 怎么 你们在怕什么呢 害怕他回到抑郁 银虎嘴角勾起一抹不屑的笑容 身后的九条尾巴砸向地面 钢水泥地被瞬间砸出一个个坑洞 看来不杀了你 我是过不去了 炎豹看着银虎 眼中充斥着杀气 杀我 就凭你 银虎脸上不屑的神情依旧 双爪上寒芒四起 黑炎玉 炎豹怒吼一声 身体上的黑焰瞬间升起 而他所处的数十米的范围内 一道道黑色的火柱冲天起 空间仿佛都被扭曲了一般 温度在剧烈的升高 那就试试吧 炎豹的一跃而起 脚下一道恐怖的火柱 宛如引擎一般 瞬间将其冲飞 速度变得极为恐怖 银虎看着这一幕 眼中闪过一抹凝重之意 豹子这种生物 在自然界中爆发力本就极高 处于地面之中 银虎拼速度还真不一定拼得过 想到这里 银虎当机立断 九条尾巴呈扇形分开 恐怖的灵能在此刻凝聚 九虎获体术 一头巨虎虚影凭空出现 将银虎的身体包裹 而此刻的炎豹 也杀到了银虎的面前 恐怖的火焰 带着锐利的爪子 划出一道接近百米的斩机 哄 极高的温度 配上强大的杀伤力 地面振战 而硬生生吃下这一击的银虎 也是目自欲裂 额头青睛抱起 汗珠在其脸上滑落 一股烧焦的味道 在屏障中蔓延 好 不过这种攻击 你又能扛住几下呢 炎豹称赞看了一声 作为兽族的他 本就喜好厮杀 本来要不是看到了吴生 他是打算好好和银虎打上一场 但是现在吴生的出现 已经让他的目标彻底的改变 他必须杀掉吴生 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 也不能让拥有魔刀之人 存活于世 屏障中 银虎皱着眉头 面色痛苦 但是一双虎目 却在查找着攻击的时机 因为他听欧阳博士说过 抑郁的兽族 其实就是净化的动物而已 自然界动物的特征 多多少少都会保留一点 而豹子的特征 就是耐久度不行 只要找到对方攻击的间隙 他就能一举击破 但是这种前提 就是他必须能扛住对方 在这段时间 宛如疾风咒雨般的猛烈攻击 说实话 炎豹的速度 确实快到了一种离奇的地步 至少目前而言 银虎根本就捕捉不到对方的身影 只能看到 一道接着一道的斩机 朝着自己打来 每一击都带着无比炽热的灵能 和强大的力量 银虎的双脚 在此刻也一点一点地向后退去 那具虎屏障 也开始变得有些稀薄 在第十八道斩机之后 银虎的双目突然一凝 他看到了 看到了对方的身影 九虎拜天 实力相当的情况下 经验就成为了战斗决胜的关键 而银虎的经验 虽然不如对方老道 但是他能忍耐 豹子的攻击力 是绝对不可能强于老虎的 屏障散去 而正准备攻击的炎豹 也瞪大眼睛 看着前方突然出现的 九只巨虎虚须影 眼中满是不可置信 怎么可能 受死 伴随着强劲无比的力道 朝着炎豹的身体轰去 周围仿佛掀起了飓风一般 将无数砂石卷起 而炎豹的身体 也被瞬间轰飞 撞穿一个又一个大杀 炎豹连忙跟了上去 他并不打算给对方 有喘息的机会 一定要瞬间解决战斗 不然对方要逃的话 他也没什么办法 而炎豹也确实没猜错 被击飞的炎豹 也看出来了 自己的弱点被看穿 再打下去 大概率会落入下风 现在的他 准备借助被击飞的掩护 全速朝着无声的方向冲去 至少 魔刀的持有者 绝对不能活着 炎豹的面色无比的猙獰 好像无声是他的仇人一般 另一边的无声 依旧在疯狂的杀戮 完全没有意识到 他的危机即将到来 第127章 炎豹VS引虎2 此刻的无声手持双刀 身上满是血液 周围净数都是尸体 脚下的地面也被红色浸染 宛如炼狱一般的景象后方 却有着一个小屋子 吴建国等人 看着无声的样子 也是有些震惊 他们还是第一次 见到无声大开杀戒 说实话 有点担心 小声他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吴建国看向上官子等人 一脸担忧道 秦荣 你大哥他之前也这样吗 他之前也这么危险吗 上官子没有回答 吴建国的问题 而是看向了上官秦荣 嗯 大哥他很厉害 上官秦荣点了点头 而后看向了外面 大杀四方的无声 眼中带着担忧 哥 大哥他不会变得 和在樱花国那次一样吧 应该不会 我感觉得到 大哥现在很有理智 他的一招一拭 都计算得极为精准 没有丝毫的浪费灵能 我们也得好好学习 不能和之前一样 攻击虽然没问题 但是灵能的利用率太低了 导致浪费了很多的灵能 上官展点了点头 而后十分认真的 看向外面宛如地狱一般的景象 第一次 他感觉到了 和无声之间巨大的差距 无声他简直就是为了杀戮而生的 一招一拭 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 力量的分配 把控也极为完美 恐怕高于大哥一层境界 我可能也不会是他的对手吧 上官展的心中 想着 眼神也愈发地坚定起来 外界 无声看着这些眼中 充斥着恐惧的异域人 周身开始散发出红色的雾气 记住了 凡入龙国者 若敌 则入九幽 无等皆为索命鬼 若有 则上天宫 无等皆为浩克仙 既然各位不打算做客 那么就滚进九幽当鬼吧 伴随着无声冰冷的声音落下 红色的雾气 开始将那紧剩的人 尽数包围 他们看着周围的雾气 眼中的恐怖 在此刻达到了极致 在他们的眼中 无声的好像正踩着 他们同伴的尸体 一步一步地朝着他们走来 动 动 动 每一步 仿佛都踩在了他们的心跳之上 分尸不成 而朱其心 祖其思绪 催其神灵 聚杀念为刀 拧刀尖于是 魔刀击斩第二是 朱星 此刻 在无剑国等人的眼中 凭空出现的红色雾气 将前方的众人尽数包裹 化作了一个红色的球体 好似心脏一般 而无声手持双刀 化作一条血线 瞬间消失在原地棚 好似泡泡被戳破的声音响起 红色的雾气宛如烟花一般瞬间破碎 而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等无声的身形再度显现而出之时 他的脚下多了无数的尸体 血液流入地面 无声踩着湿润的地面转身离开 你们没事吧 无声来到屏障外 看着无剑国等人问道 我们没事 小声你自己没事情吧 无剑国等人一脸担忧地问道 没事 他们还威胁不到我 你们好好地在这里待着 我得去帮其他人了 无声看着里面的人嘱咐道 而后准备转身离开 无声 小心点 有强者来了 突然 无声的脑海中响起诸神的吼声 而伴随着一道黑色的火焰映入眼帘 一股强大的力量瞬间将无声轰飞 碰 小声 哥 屏障中的人大声喊道 而映入他们眼前的 是一头浑身披着黑色火焰的人形豹子 找到你了 魔盗 眼爆嘴角溢着鲜血 很显然 刚刚被银虎打中后 他的状态并不算好 但是击杀一个弱于他两个大境界的无声 还是绰绰有余的 而伴随着烟雾的散去 前方的无声仿佛身体的骨头 全部断裂了一般 强烈的灼烧感和疼痛感 席卷全身 刚刚那一击过于恐怖 要不是诸神和无声挡住了这一招 泄掉了一点力 说不定他就死了 无声 你能动吗 快走 这家伙打不过 就是全部解封也打不过 诸神和无声悬浮在空中 挡在了眼爆的面前 两把刀出现的瞬间 言爆的眼中杀气 仿佛都要溢出来了一般 果然是传说中的魔刀 你这不祥之物 今月就看我将你砸成废铁 说着 言爆举起拳头 宛如瞬移一般 瞬间出现在无声的面前 蓄起强大的力量 朝着无声轰杀而去 而想要去救人的吴家国等人 才刚刚踏出屏障而已 九虎护体树 突然 一道黄色的影子 瞬间出现在无声的身前 为其挡下了这一击 来者正是尹虎 咋种 打不过我居然来找欺负孩子 我他娘的弄死你 银虎一张狐脸 变得极为猙獰 他身上的毛发 在此刻炸开 头上的王子 在此刻愈发得明显 九虎拜天 恐怖的力量席卷战场 伴随着屏障的破碎 言爆的攻击 也是打在了言虎的身上 而言虎则是蓄起距离 接接实实地 将言爆轰入地面 碰 伴随着烟雾的升起 一个巨大的坑洞 在被轰出 城市仿佛对震了一般 颤了一下 第128章 言爆VS银虎 银虎的寒怒一击 瞬间将其打成晕过去 看着深坑中血肉模糊的脸 银虎的眼中充斥着愤怒 哥 没事吧 小声 吴建国等人一路小跑过来 而后看着浑身是血的吴生眼中 满是担忧 你们带他回去多好 他应该能撑住一段时间 现在的外面不适合治疗 乱子太大了 银虎将吴生抱起 而后带着他 回到了他自己的家中 你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就在银虎准备带走吴生的时候 言爆又从地面爬了起来 此刻的他一张脸 早已变得血肉模糊 看上去极为可怕 不过本身的气息 却极为缠弱 在抑郁的传说之中 魔刀带来的只有毁灭 它会毁灭掉一切 哪怕是你们这个世界 帮助魔刀的宿主 你们想成为两界的罪人吗 言爆撕裂裂缝的怒吼 身上的黑色火焰 再度熊熊燃烧 那是以后的事情 你这个杂种居然还敢在这里胡言乱语 今天必须让你死在这里 银虎的眼中充斥着杀气 他怀中的这个孩子 可是他们从小看大的希望 这狗东西居然敢以大欺小 那就来啊 今天就是拼的玉石俱焚 我也要将这不祥之人扼杀于此 言爆大声怒吼 脚下的石头在其火焰的燃烧下融化 宛如熔岩一般 周身燃起的黑色火焰 让其宛如地狱的恶魔一般 无比的恐怖 把吴生带回去 接下来的战斗 就是大人的事情了 银虎将怀中的吴生递给吴建国 而后再度化作鹿吴形态 黑炎地狱 九虎拜天 两个庞然大物再度冲击在了一起 黄色的老虎仰天咆哮 发泄着自己的愤怒 也在彰显着百兽之王的威严 黑色的豹子好似一个猎杀者 想要猎杀掉这丛林之中的王 两个丛林中的顶尖掠食者 在钢铁都市中展开了他们的较量 一股速度惊人 一个力量惊人 两人每一次的碰撞 带来的都是周围建筑物的坍塌 碰 一黑一黄两道光影在天空中交错 空气被砸出真空炸开 飓风席卷成事 为这两位顶尖强者天上点缀 不至于决斗如此干燥 银虎的身上被斩出树道口子 鲜血鼓鼓冒出 伤痕有大有小 有的只是擦破了皮毛 而有的则是深可见骨 他一双虎目捕捉对方疲软的瞬间 而后给予最为有力的回击 两人好像拥有了默契一般 放弃了所有的防御 一个想要以速度取胜 一个想要以耐力取胜 在这竭尽全力的半个小时中 两人不知道吃了对方多少道攻击 只是身上尽数都是伤痕 满是血液 不得不说 在这种落后的世界 能有你这种强者 真的不容易 银豹毫不掩饰自己的夸赞 眼中满是欣赏 作为兽族 他们崇敬强者 他们也喜欢肉搏 更喜欢和强者肉搏 爪子撕裂敌人血肉的瞬间 能让他们无比的兴奋 接下来 将是本王的最后一击 你准备好受死了吗 银豹看着对方狂妄的样子 脸上的不屑欲发的浓郁 最后一击 受死 看来你还是没有搞清楚自己的状况 老子从开始就说了 豹子 是打不过老虎的 那就试试 眼豹双目一瞪 身后凝聚出一个 接近百米之高的黑眼豹子 恐怖的温度将空间扭曲 伴随着豹子的低吼声 他仿佛随时都准备发动攻击 吼 银虎仰天怒吼 身后的接近百米的九尾虎 也发出咆哮之声 他看着前方的豹子 眼中满是愤怒 吼声也愈发的急促 他仿佛在告诉这头黑豹 他才是百兽之王 伴随着两声咆哮 这两头蛮荒巨兽 冲撞在了一起 而他们的身下 银虎和炎豹也撞在了一起 恐怖的爆炸 在川鼠的上空升起 伴随着两道惊天怒吼 黑烟之中 两个恐怖的生灵 在此刻疯狂的厮杀 血液开始朝着地面滴落 而后愈发的湍急 而两道咆哮声 也有一道开始慢慢的减弱 而后逐渐消失 伴随着大量的鲜血 滴入地面 烟雾也慢慢散去 天空之上 银虎单手抓住炎豹的头颅 此刻的他 肚子也被划出一道巨大的口子 连肠子都能清晰可见 而炎豹 则是失去了生息 这一场野兽的较量 银虎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伴随着尸体掉落地面 银虎也连忙找了个地方 开始处理身上的伤势 说实话 这一场战斗的胜利 还真不好说 对方活的时间比银虎长了太多 经验也老到许多 要不是后来看见无声心绪混乱 至少打不过银虎 也不会被杀 想到这里 银虎也是松了口气 另一边 无声也陷入了昏迷 毕竟退凡境的权力一击 也并不是那么好看的 吴建国等人 则是在照顾着他 与此同时 世界各地的战斗 也开始陷入僵局 毕竟无声这边的情况是特殊的 正常情况的两个顶尖强者 是十分难以分出胜负的 毕竟打不过还可以跑 所以一时间 蓝星和异域 暂时也算是打成了一个平手 第129章 紫鼠出手 在银虎这边打完之后 在另一处天空之上 一个身材修长的身影 正和一个男人对峙 你就是这些人里最强的家伙吗 男人身穿一身铠甲 甚至连脸上 都被漆黑的铠甲包裹 加上重甲 宛如来自蛮荒的霸王龙一般 充斥着压迫感 最强 不算吧 不过 我确确实实是他们的首领呢 紫鼠摸了摸自己的面具下巴 做出思索之状 好像前方并不是一个强者 而是一个普通人一般 既然如此 出于对对手的尊重 我也自我介绍一番 我叫王厄 略过24护卫之中 防御与力量最强的存在 哦 这么厉害啊 那就来试试了 紫鼠的语气 依旧悠闲无比 他看着前方的王厄 伸出手指勾了勾 做出了一个无比轻蔑的动作 王厄在看到紫鼠的动作后 面色瞬间阴沉了下来 语气低沉道 小子 你找死 说着 他的右手出现一柄掩跃刀 刀上覆盖着翘起的逆鳞 漆黑的模样 看上去极为霸气 伴随着他挥舞着自己的大刀 恐怖的斩机 直接轰向了前方的紫鼠 而即将被攻击的紫鼠 好似并没有发现对方的攻势一般 悠闲的天空之上 等待着攻击的降临 前方的王厄 看到这一幕双目一鸣 如果一个敌人 对自己的攻击 没有丝毫地表示的话 那么就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这种攻击过于强大 让其放弃了抵抗 而另一种 则是这道攻击毫无威胁 而紫鼠的样子 很显然是后者 而此刻 斩机在即将攻击到无声之时 毫无预兆地消失 什么 王厄更大双目 看着前方的平静的天空 眼中满是错愕与震惊 哎哟 你的攻击好像不奏效啊 要不要再试试呢 紫鼠好像也十分惊讶 与其带着些许的调侃之意 充满着挑衅的意味 而王厄也不是傻子 在异域生活了上百年的光景 此刻的他 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压力 修为被压制的情况下 还碰到了未知的敌人 这让他握住刀柄的手 又紧了几分 空间累得一能吗 既然如此 那就试试这招吧 碎玉 只见他的大刀上 开始闪烁白光 一股毁灭的气息 在其长刀上蔓延 而此招出现之时 紫鼠的双目也正色了起来 这道攻击 可以封锁空间 没错 小子 这就是我军中绝学碎玉 宁可碎玉 不可瓦全 此招一出 周围的空间会被瞬间压制 也就是说 这是一招必中之计 王厄的脸上带着笑容 手上的动作也并未停歇 只见他瞬间斩出 一道上百米的恐怖斩机 而那斩机在紫鼠的眼中 好似一头百米巨鳄张开了嘴巴 即将咬死他将要面对的猎物 不过突然 紫鼠嘴角勾起一抹神秘的笑容 只见他单手轻轻扬起 而后打了个响指 碰 清脆的声音在空中响起 声音很小 但是好像又很大 而那攻击又再度凭空消失 抱歉哦 又没了 怎么样 还要继续吗 紫鼠立于天空之上 明明什么都没做 却让人感受到了一股 无比强大的压力 你 王厄本想说些什么 突然 他脑中灵光一闪 嘴角也不自觉地翘了起来 小子 我知道了 你这是一种幻境吧 能将人神不知鬼不觉地 拉入一个奇怪的空间 而后让人攻击不存在的你 消耗灵能 最后再一举斩杀 不愧是首领之一 手段高明 可惜你遇上了我 来吧 本座就在这里让你攻击 王厄的话让紫鼠一愣 他歪了歪头 明明看不见脸 但是却从面具上感受到了 他疑惑的情绪 而王厄则是站在原地 抱着手并不打算还手 他的灵片 作为二十四护卫中 最为坚硬的存在 同阶之人 想破开他的防御 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只要我不动手 你就奈何不了我 王厄想着 一双眼睛也在观察的四周 希望寻找到破局之法 啪啪啪 天空之上 紫鼠鼓起了掌 而后笑道 精彩 太精彩了 哈哈 你这种雕虫小技 又怎么可能能瞒得住我 小子 太嫩了 王厄得意地大笑 以为紫鼠是在夸奖自己 而紫鼠确实耸了耸尖道 你想多了 这不是幻境 这就是真实存在的 你也太能脑补了 不过你说的也没错 如果你的灵能不消失的话 我确实无法奈何你 甚至 哪怕你灵能彻底干涸 我可能也打不破你的防御 紫鼠并没有否认什么 他本就是十二生效中 攻击力最为低下的一人 平时也不怎么出手 王厄听到紫鼠前面的话 先是眼中一惊 不过再听到后面的后脸上 又泛起得意的笑容 他根本就感知不到 紫鼠身上 看来你们蓝星所谓的最强 也不过如此 王厄脸上露出嘲讽的神色 语气中满是不屑 哼 被你看不起了呢 不得不说 紫鼠的语气 确实能让人极为生气 本就脾气火爆的王厄 更是恨不得 现在就将紫鼠那该死的面具 头给拧下来 你知道吗 我有一个后背 他是我的继承者 我观察过他很久很久 他有一句话 我觉得其实很适合我 紫鼠突然开口 话语中满是感慨 好似在回忆 又好似在叙旧 他说 老鼠这种生物 是一种极为擅长打动的动物 它们会造出无数个洞 来供自己逃离 或者是存储东西 但是呢 它们只能在地面之上打动 并且需要时间 你什么意思 王厄突然身体紧绷了起来 他感受到了一股 极为不好的预感 我的意思是 我并不是地面的老鼠 而是天空的老鼠 我这一生最擅长的就是打动 而且是在天空之上打动 哼 这种能力有什么用 难不成你准备 现在当着我的面 给我表演一次打动逃窜吗 王厄听得云里雾里的 但是说话却充斥着挑衅 好似在回应之前紫鼠的态度 而这时 紫鼠的身后 突然展开一对宛如翅膀 翅膀成灰色 不算好看 但是展开之后 却有数十米之长 你好像忘记一件事情哦 嗯 什么事情 王厄疑惑道 这个地方是蓝星 是龙国 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 我早就 江洞打好了呢 说着 紫鼠面具之下的嘴巴突然扬起 伴随着他手中打出一个响指 周围的空间宛如镜子一般 瞬间破碎那么 接下来我会告诉你 为何我是首领 伴随着紫鼠的话音落下 那碎裂的空间之中 一道震天射地的惊雷声响起 伴随着一道金色的电光闪过 王厄被一道身影瞬间击飞 第130章 魁牛暴打王厄 首领 你有点骂 伴随着一道声音响起 一个人影从破碎的空间中走出 那人头戴牛头面具 身体无比魁梧 周身缠绕着金色的闪电 而在他出现之时 好像有心脏跳动之声 又好像是屁股之声 来者正是十二生肖之一 丑牛 序列010 魁牛拥有极致之力 身还惊雷之势 这家伙有点呆头呆脑的 想着无聊 就来逗逗他呗 那边解决了吗 紫鼠语气轻松 而后有些好奇的问道 嗯 没问题 那家伙是个攻击类型的 不是速度型 被我吹了上百拳 硬生生地砸死了 魁牛语气平淡 但是却让人感受到了 无比的安稳 你还是那么稳健啊 明明一拳就能打死 非得给人砸得扎都不上 紫鼠的语气有些无奈 而魁牛却说道 既然是任务 那就需要保证万无一失 我们又不是什么 需要落脸的正面人物 当然得保证被攻击的家伙 死得扎都不上了 魁牛语气依旧平淡 好像眼中只有任务 也是 既然如此 那我撤了 这家伙就交给你了 紫鼠正准备找个空间 离开之时 突然一道身影 出现在了他的前方 哦吼 真的很硬啊 跟没事人一样 看着脸上鳞片被砸熬的王恶 紫鼠的眼中也有些惊讶 无碍 我只用了八成力 不过上一个 我用了八成力就打死了 这个确实看起来硬一点 魁牛挡在了紫鼠的身前 淡淡地说道 王恶此刻面色无比阴沉 脸上的伤痕在隐隐作痛 他看着前方的紫鼠 一字一句道 你的异能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你所见 打洞了 只不过和普通老鼠不一样的是 我能在天空之中打洞 打出一个又一个连接空间的洞 再由我来开启 就能将相隔好远的人拉到身边呢 哎 其实这个异能限制很大的 打洞需要时间 不过还好 这是在我家呢 说到后面 紫鼠的语气充满着庆幸 而前方的王恶 却面色愈发的阴沉 所以 我的攻击是被你转移了 对啊 哦 解释一下 因为你的碎域封锁的空间是封闭的 而我早早地就打好了洞 所以用处不大哦 不过威力还是很可观的 我辛辛苦苦打得动 被你轰塌了呢 紫鼠说着说着 像征性地擦了擦眼泪 语气中满是悲伤 你这个混蛋 王恶语气愈发的愤怒 好似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一般 哎呦 火气不要这么大吗 顺带告诉你一下 我能成为首领的原因 从来不是我强 而是我能将所有的人 送到他适合的对手之上 就比如 像你这种防御力和力量强悍的家伙 就需要防御力和力量 更为强悍的人来碾压了 说着 紫鼠又擦了擦面具 还是很麻烦的呢 因为这里没有专门破防的存在 所以你忍一下 他的拳头很重 几拳下去你就没意识了 不会痛的 紫鼠的话 好像十分关心王恶 但是在王恶听来 却如此刺耳 你是觉得他能稳赢我吗 你未免也太过自信了 那就打一场试试呗 紫鼠耸了耸肩 而后转身找了个空间 直接走了进去 老牛你速战速决吧 银虎那家伙 好像有点上头了 我得去看看他 伴随着紫鼠的声音越来越远 魁牛的身体再度缠绕着金色的闪电 动 一道巨大的鼓声响起 此刻的魁牛身体仿佛都膨胀了一般 他的身后一头单脚巨牛仰天怒吼 天空之上 金色的闪电配合着大雨开始落入地面 那巨牛单脚立于天空之上 好似在向上舱挑衅 而在此刻 王恶的身后也出现了一头无比巨大的鳄鱼 漆黑的鳞片闪烁着寒芒 看上去无比的坚硬 来吧 我这儿没什么招式 只有拳头 首领说过 让我速战速决 魁牛紧握拳头 肌肉宛如球龙般鼓起 看上去充满着力量感 碎玉 王恶此刻愤怒到了极点 出手即是自己最强一招 恐怖的力量在空中凝聚 仿佛下一刻 空间就要被打碎一般 配合着瓢泼大雨和电闪雷鸣 远远望去 好似世界末日一般 伴随着一惊一黑的身影 瞬间碰撞在一起 一道恐怖的蘑菇云 也出现在天空之上 哄 不 不可能 王恶瞪大眼睛 看着嵌入魁牛拳头的刀刃 充斥着震惊之色 没什么不可能的 受死 刀刃进入拳头之中 魁牛好似并无痛感一般 扬起左拳朝着王恶的脸上 一拳轰出 伴随着鳞片飞起 王恶宛如流星一般 被瞬间轰入地面 而魁牛也瞬间追上对方的身影 在王恶还没有起身之时 带着毁天灭地之力的拳头 烟雾开始升起 魁牛的拳头宛如雨点一般 轰击在了王恶的身体之上 最终将其硬生生地砸成了肉酱 烟雾散去 城市的中央出现了一个直径 接近五百米的巨型坑洞 而坑洞的中央则是一滩红色的血肉 另一边 紫鼠也接到了嬴虎 他看着自己受伤不轻的队友 也是无奈地扶了扶额头 都说了 先试探 然后将消息传给我 我给你们安排对手 这样才能保持损伤最小化 没办法 无声被盯上了 只能先打了 嬴虎强行扯出一抹笑容 费力地从地面爬起来 你们可以走了哦 突然 两人的身后 一道白色的身影 突然出现 嬴虎和紫鼠 看着突然出现的人 也是一愣 博士 你怎么在这里 你不是应该 欧阳志微微一笑 我带来了一个有趣的人 正好他可以做点事 说吧 他的手中出现了一个 被打晕的粉色身影 走吧 他的记忆被篡改了一点 接下来的事情 就不需要我们了 你们也别说见过我哦 这是个秘密 说着 欧阳志像孩子一样 将手指伸在了嘴唇边 好呐 这是个秘密 紫鼠和银虎 也是一脸笑容的 伸出一根手指 放在了嘴边 欧阳志对于他们来说 就像父亲一样呢 序列007 飞鼠 形似鼠 后生双翼 可制造空间通道 甚至是利用空间存储物品 本身并无攻击性 拥有者 十二生孝首领 紫鼠 第131章 温系的觉悟 另一边 无声的家中 伴随着一道白光闪过 无声凭空消失在家中 而家中的其他人 也瞬间昏迷不醒 而此刻在安城 温系看着突然出现的 欧阳志也是一愣 博士 你 欧阳志做了的虚的动作 而后笑道 你们之前在樱花国的 那个女的没死哦 她的灵魂很特殊 她找到了受众伤的无声 并且又将她控制住了 而且 无声现在的状态很不好 你去唤醒她吧 而且还有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 另一边 安贝七看着昏迷不醒的 无声眼中 满满的都是惊喜与痴迷 圣隽 真的是你 我没有在做梦 神明大人 真的把你送到我身边了 哈哈 说着说着 安贝七身上 开始散发出粉红色的光芒 力量再度开始入侵风意 太棒了 终于找到了 终于找到你了 圣隽 你是我的 跟我一起将这里的人 全部杀了吧 而此刻 两人所处的地方 正是一个避难所 昏迷中的 无声此刻的状态也极差 梦中 她看着小时候 被欺负的自己 看着死去的爷爷奶奶 看着死去的父亲 眼中的杀意 愈发的浓郁了起来 我要把你们这群人 全部杀光 红色的雾气 再度包裹住无声 现实中 无声的头发 再度变得心红 手中的长刀 在此刻凝聚 诸神看着这一幕 也是一脸焦急的 开始呼唤 可惜毫无作用 安贝七看到这一幕 眼中的痴迷之色 愈发的浓郁 她身影顿去远处 看着无声手持长刀 走向庇护所的样子 喃喃道 避难所中的人 看着无声手持长刀 杀气腾腾地走过来 眼中的恐惧愈发的浓郁 这 这家伙是谁啊 我们怎么会在这里 救命啊 谁来救救我们 很快 无声扬起长刀 一道恐怖的斩机 将屏障撕碎 伴随着惨叫声的响起 一场血腥的杀戮 就此拉开帷幕 无声的身体 也开始慢慢变得消瘦 无声 过了十分钟 温熙才姗姗来迟 他瞪大眼睛 看着前面的一幕 眼中满是不可置信 前方 尸骨纵横 空气中弥漫着血腥之气 温熙看着这一幕 也是说不出话来 而本就受了重伤的无声 在击杀掉最后一人后 也是无力地瘫倒在地 气弱悬丝 好似下一刻 就会彻底地死亡一般 这时 温熙好像察觉到了什么 一把扇子瞬间出现在手中 朝着远处 打出一道银白色的光滑 在打出攻击后 他瞬间来到了无声的身边 而后抱起无声 就凭空消失在原地 无影无踪 安倍七看着消失的温熙 也是愣在了原地 好奇怪 为什么 为什么我的力量 会不如那个家伙 而这时 他的身后 又一道身影出现 也是个可怜人 也送你过去吧 天地语气淡漠地 看着一脸猙獰的安倍七 而后单手一划 一道空间裂缝 瞬间出现 将安倍七吸入其中 异域 掠国 北域 在一处荒漠之中 少女带着消瘦的少年 凭空出现在此地 温熙紧紧地抱着无声 眼中满是泪水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来晚了 回忆着欧阳博士说的话 温熙此刻才觉得 自己多么可笑 我应该对你再好一点的 我应该再多陪陪你的 温熙咬紧下唇 痘大的泪珠 一点一点地掉落在 无声宛如皮包骨的脸上 回忆着欧阳博士说的话 温熙泪水愈发地止不住 无声其实从来就没有变 他可能对你 确实有一点意思 但是他体内的力气 和负面情绪从未消失过 甚至在一点一点地增长 而他的无声刀 温熙一脸疑惑 此刻的他 其实心中有很多疑问 但是无声的事情 还是比较重要 欧阳智收起笑容 淡淡地说道 无声刀 是无声体内的负面情绪增长而出 你之前在樱花国应该见到过 黑红两色 红色代表的是他的杀气 黑色则是代表的是他的负面情绪 听到此话的温熙一脸震惊 博士的意思是 没错 虽然从小封印情绪 让无声在外人看来 他无比的懂事 但是其实只有他自己知道 小时候给他带来的多大的伤害 他封印是因为他理智 这并不代表他觉得无事发生 相反 这种情绪会愈发的积攒最后爆发 到那个时候 一切都无可挽回 欧阳智低下头 沉声道 温熙 这是前往抑郁的装置 如果无声杀人了 你就把他带回来 如果他没杀人 你就带他去抑郁 花音落下 他将一个戒指递给了温熙 带回来干嘛 温熙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如果他杀了普通人 我会将他处决 博士此话一出 温熙瞪大眼睛 而后连忙转身 朝着欧阳博士所指的方向跑去 在到达地点后 就看到了无声杀人的一幕 温熙紧紧地抱着无声 眼中的泪水 怎么都止不住不害怕 不害怕 我相信 杀人不是你的本意 我会和你一起 回去解释的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温熙倾着泪水 对着昏迷不醒的无声说道 而后将其背了起来 略显单薄的身影 背着一个比自己高的男人 看上去有些可笑 但是温熙充满泪水的脸上 却十分坚定 蓝星之中 欧阳智看着远方 眼中满是感慨 希望你能让他的刀上攀上银色 能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 可能也只有你了 话音落下 欧阳智也消失在原地 别骂了 这才第一个大篇章刚刚结束 别整的 这就是结局一样 第132章 略国 百成 这里就是抑郁吗 温熙背着虚弱的无声 走在炎热的沙漠之中 抬头一看 美眸中满是震惊 只见天空之上 数个太阳高旋于天 散发着恐怖的热量 因为是净化者 所以没感觉到 有什么不对劲吗 难怪这里的普通人 大部分都被送进了 那个所谓的生态圈 温熙喃喃自语 而后想了想 跟随着太阳的方向 背着无声 朝着前方走去 没事的 我一定会带你出去的 温熙看着昏迷不醒的无声 坚定地说道 而后就这样背着对方 朝着某个方向 一步一步地走去 温熙他们所处的地方 好像是一个沙漠 除了黄沙 什么都看不见 因为来的时候匆忙 温熙的御环里 也没什么吃的 他吃不吃不要紧 毕竟净化者的身体 强度很高 哪怕他一个月不吃饭 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是无声肯定不行 本来就是重伤之躯 加上被无声刀 榨干了体内大部分的养分 急需补充养分 温熙边走边观察四周 希望能找到些猎物 或者是水源 就这样 温熙背着无声 在黄沙中 留下一个又一个脚印 走了一天下来 温熙面色有些担忧 无声的面色愈发的苍白 而这沙漠之地 到现在除了黄沙 就是黄沙 连石头都没有 天空也黑了下来 不得不说 抑郁的天空极为美丽 宛如置身于星河之中 璀璨的星辰在天空之上盘旋 看上去比在蓝星上 要大许多 虽然天色黑了下来 但是好在净化者的感官都很强 温熙倒也没有出现 看不见路的情况 就这样 温熙不敢停歇 也不敢乱用灵能 他能等 但是无声等不了 又是一晚上过去 温熙看着毫无变化的景色 又看了看肩膀上 无声愈发苍白的嘴唇 眼中的担忧之色 愈发的浓郁 不过很快 他好像想到了什么 连忙将无声放了下来 在原地过了大约几分钟后 温熙又将无声背起 而这一次的无声 苍白的嘴唇之上 多了一抹红色 北径 百城 这座城市是一座极为庞大的城市 横跨沙漠上千里 而这也是从这沙漠中 走出去的最好方法 直接横穿城市 而在这天 城北的入口走进来一个奇怪的人 那人明显背着什么东西 黑色的布匹盖在背上 布伐摇晃 好似下一刻就会跌掉一般 黑色的长发散落在面前 浑身脏兮兮的 好像乞讨的一般 就这样 这个乞丐一步一步地走进了城中 城中人一脸震惊地看着这一幕 而在踏入城中的那一刻起 一道极为沙哑的声音响起 求求 求求你们 救 救救他 碰 伴随着重物倒地之声响起 两道人影就这样摔倒在了地面 而周围的人这才反应过来 连忙大喊道 快来 这里有人昏倒了 救人啊 这是哪里 不知道多久的黑暗之后 无声睁开了眼睛 嘴里的铁锈味让他有些难受 他看着洁白的天花板 眼中满是疑惑和警惕 你醒了呀 真的不容易呢 你是士兵吗 还是自由者 无声的右手边 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 无声转过头 一个圆脸的少女 正一脸好奇地看着他 你是 无声一脸疑惑地问道 哦 我叫小月 这里是略国百城 你应该知道的 我是这里的一名医生 此话一出 无声也是皱了皱眉头 他没有太大的反应 而是对着小月又问道 就我一个人吗 无声之所以问出这个问题 是因为这些天昏迷的时候 他感觉有人一直在他的身边 哦对 你朋友已经醒了 不过他去忙了 小月听到无声的话 也是开口解释道 略国 妈 听到略国两个字的时候 他就知道这里是抑郁了 但是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抑郁 我昏迷多久了 无声转过头 好奇地问道 从你到这里开始 有一个多月了吧 小月沉思了一会 然后说出了一个数字 无声皱了皱眉头 睡这么久 他是没想到的 诸神 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无声在心中呼喊着诸神 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诸神却没有给予他丝毫的回应 好似已经消失了一般 但是无声能感受到刀的存在 在忌惮什么吗 无声心中有了猜测 然后继续问道 送我来的是男的还是女的 他什么时候会回来 等晚上吧 他现在在工作 因为你们没钱 所以看病的费用 他得自己挣 无声一愣 而后从病床上爬了起来 他现在在哪 哎 你身体还不能乱动 没恢复好呢 小月连忙伸出手阻止 而无声却已经下了床 没事 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 他在哪 带我去找他 心中有很多疑问 无声需要找人解答一下 这个叫小月的少女不能多聊 要是一不小心露出了什么马脚 估计也是个大麻烦 好吧 我带你过去吧 他现在应该还在忙 这里有水吗 我想说个口 感受着口腔里的铁锈味 无声有点难受 哦 门口就有 谢谢 听到小月的回答 无声走到了门口洗了八脸 抬起头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突然一愣 这是 第133章 苏醒 你好 我身上的螺丝好像生锈了 你看能帮我换一个同等型号的吗 杂货部的女人文言连忙开始寻找相同的螺丝 找了半天 却还是没找到 最后被店里面的老板训斥了一顿 你真是的 都来一个月了 怎么连找点东西都找不好 你这样我找你来 有什么意义吗 老板也是一脸无奈 眼前的女人那天来了这座城市之后 昏迷两天就醒了 然后就来到她这里帮忙 到现在这么久了 都没什么进步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走神了 女人连忙低头道歉 漆黑的眼眸充满着歉意 虽然是在道歉 但是心中依旧在挂念着某个人 好了好了 真是的 你要是在这样的话就走吧 老板也是个好人 知道女人不容易 也没有多说什么 谢谢您 下次不会再这样了 女人低着头认错 态度十分卑微 诺 她就在 小月带着吴声来到杂货铺 刚想说什么 吴声就已经走了出去 温西看着老板离去的背影 也是松了口气 而后连忙开始打扫卫生 很快 一阵脚步声传入她的耳中 温西听到后 连忙回头道 您好 有什么需要帮助吗 回过头 看着那张熟悉而幼陌生的脸 温西手中的抹布掉在了地上 吴声看着已经易容的温西 心中虽有疑惑 但是却不知道为何说不出口 只觉得胸口有些疼 没事吧 万千话语与疑惑在此刻 汇聚成了三个字 吴声的声音响起 温西好像就找到了宣泄口一般 这一个月来的委屈和难过在此刻瞬间爆发 她冲到吴声的面前 然后紧紧地抱住了她 终于 终于醒了 吴声被突如其来的拥抱弄得有些不知所措 她想要说些什么 不过很快就察觉到了不对 怀中的温西身体颤抖 抽气声回荡在吴声的耳边 温西尽力地想要让声音不发出来 但是还是没忍住 她也是个孩子 甚至比吴声还要小 独自在这个抑郁撑了这么久 又是担心吴声 又是担心自己身份暴露 还有钱的问题 吴声还一直不醒 她真的很害怕 害怕吴声就这样离开了 到那个时候 她一个人在抑郁该怎么办 吴声看着怀中的温西 没事了我来了 六个字 温西的情绪宛如绝地的洪水一般 倾泻而出 伴随着哭泣声 吴声抱着温西离开了 既然她醒了 就不可能让温西在这里忙了 哎 你是谁啊 要带她去啊 老板也听到了动静 连忙一蹶一拐地从屋子里面走了出来 吴声看到这一幕朝着对方鞠了个躬 谢谢您 我是前段时间和她一起的那个人 这段时间感谢您照顾她 不过现在我要带她离开了 老板看着温西抱着吴声哭泣的样子 想来也是看出来了两人认识 哎 既然如此 你把她带走吧 她来的时候 说的是管两个人的饭就行 说她不要钱 吴声并没有听老板后面的话 说完就离开了 对她而言 现在一切的事情都没有温西重要 吴声抱着温西走到了小月的身边 而后说道 感谢 请问我欠了你们多少钱 小月本来是愣住了的 在吴声开口后也是反应了过来 而后说道 哦 欠了有十块能金了吧 吴声听到后点了点头 能告诉我 能金这东西除了打工 还有什么渠道可以获得吗 啊 那个 南城那边有一个悬赏工会 里面有任务 进化者 还没等小月说完 吴声的身影就消失在了原地 唉 人哪 逃单 小月的惊呼声在大街上响起 而吴声则是找了个巷子停了下来 温西已经睡着了 吴声的胸口被泪水打湿 看来她这段时间 确实是遭受了很大的压力 看着温西熟睡的面孔 吴声发现对方的脸 不再和以前一样白里透红 而是带着些许的苍白 在原地站了一会 吴声以一种公主抱的方式 带着温西离开了 而温西的手则是死死地 抓着吴声的衣领 好像生怕对方丢了一半 吴声就这样带着温西 朝着城南走去 在周围人惊讶的眼神中 城南的悬赏工会中 来了个奇怪的男人 他抱着一个女人 接下了一个城外猎杀污染兽的任务 并且以极快的速度将其解决 很难想象 在那具瘦弱的身体中 有着多强的力量 这是 还你们的能金 能请教你一个问题吗 小月被突然出现的吴声吓了一跳 看着递过来的十一枚 能金也是一脸震惊 你 你怎么做到的 杀了几头怪物 他们给了我一点 吴声的语气 好像在说着一件 微不足道的事情一般 所以 请问你知道 有什么可以住的地方吗 吴声又一次问道 啊 哦 我知道我知道 我带你们去旅店 小月从情绪中缓过来 连忙回应 在接过吴声的能金后 就带着吴声 朝着其他地方走去 谢谢 吴声到了声谢 而后抱着温惜 跟在了小月的身后 第134章 靠近的心 阿声 温惜睁开眼睛后大喊一句 好像是做了噩梦一般 突然 温惜看着盖在身上的被子 有些猛 这里是 看着周围30平米的房间 温惜从床上走了下来 阿声 阿声你在哪 温惜在房间中呼喊了一会 但是最后却无人回应 寂静空荡的环境 压得他有些喘不过气来 是梦吗 温惜摊坐在床上 抱着双腿眼中满是暗淡 不对啊 温惜突然站起身 一双美眸睁得大大的 而后直接推开门 朝着外面 跑去此刻的他脸上阴霾一扫而空 满是笑容与期待 而此刻的旅馆门口 无声正拿着一袋吃的 朝着楼上走去 正好就碰到了来找他的温惜 而温惜在看到无声后 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扑了上去 回到房间的无声 将温惜放回床上 怎么样 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吗 无声问道 温惜一脸开心地摇了摇头 一双美眸一直看着无声 那你吃点东西吧 说着 无声从袋子中拿出了食物 一碗汤 一碗蔬菜 还有一大块烤肉 不知道是什么野兽的 温惜并没有接过无声的东西 而是在盖着被子 直勾勾地看着无声 那眼神不言而喻 无声健壮也有些无奈 而后语气带着些许宠密的 张嘴 啊 温惜张开嘴 享受着无声的头位 吃过饭后 无声坐在床上 温惜就这样趴在他的胸口 死死地抓住他 生怕他一个不留神跑了 对了 我们怎么来抑郁了 怎么回事 无声好奇地问道 听到这个问题的温惜一愣 想了想 然后开口道 欧阳博士说 你那边出危险了 让我来接你 然后给了我一个空间穿梭的装置 说 如果紧急情况 就直接去抑郁 现在抑郁的大部分主战派 全部去了蓝星 让我们来修炼 顺便躲一躲 我大伯他们呢 没事吧 温惜文言摇了摇头道 我不太清楚 不过应该没什么事情 至少我在蓝星的时候 他们是没什么事情的 现在大概率也是 这样啊 那你呢 怎么回事 无声将目光放在了温惜的脸上 两个人的翼容 在此刻已经全部消失了 温惜原本的面貌 出现在无声的眼中 什么怎么回事 温惜想要装傻 你说呢 脸色差的 挡都挡都挡不住 别瞒我 怎么回事 听到无声略显严肃的声音 温惜小声道 就是背着你在沙漠待了几天 然后加上身上没钱 还有医院那边有欠款 还有你要照顾 就没敢乱跑 营养没跟上 不过阿声你真聪明 知道去问问 有没有什么其他挣钱的路子 不像我 温惜还想说什么 而无声则是打断了他 我嘴里的铁锈味 是因为你的血 温惜一愣 而后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无声 他倒是没想到 无声能直接猜出来 而看到温惜这个反应 无声也明白了 自己没有猜错 想到这里 他的内心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 攥了一下一般 看着温惜 他眼中的平淡 仿佛在此刻也渐渐消失 染上了情绪 一个比他还小的小女孩 在一个敌对世界 在一个沙漠中 拖着一个重伤的人 走了一个星期 一路上还没有资源 还要时不时地给无声喂血 这种艰难 他无法想象 他的眼神愈发地柔和 而后轻轻地抱住温惜 而后轻声道谢谢你 以后不会再让你这么委屈了 温惜感受着无声温暖的怀抱 心中也愈发地甜蜜了起来 嗯 那以后你要听我的 好 无声点了点头 答应了温惜的要求 冷漠于理智是无声的外壳 而温惜毫无疑问 已经将外壳击碎 而两人也默契地没有说什么 就这样静静地享受着短暂的安宁 那个 阿生 我想问你一件事情 过了一会 温惜突然开口问道 什么事 你体内的负面情绪会消减吗 温惜的话让无声一愣 而后他摇了摇头道 不太清楚 因为没有减弱过 负面情绪会自动积攒成红物的状态 我也没见他强到一个地步 所以应该是会消减的 温惜文言点了点头 而后继续说道 那你以后解除封印的时候 一定要和我说好不好 在你身边的时候再解放 无声一愣 不太行吧 因为一旦解放到了一个临界点 我会失去理智 就类似于一种自我保护 会攻击一切 对我有威胁的事物 所以我得看着你啊 不能让你失去理智啊 温惜从无声的怀中正拖出来 而后一脸认真的说道 无声看着他 这副认真的模样 也不太忍心拒绝他 于是点了点头说道 嗯 你说了算吧 希希 好耶 温惜听到无声的回答 也是喜笑颜开 而后又扑到了无声的怀中 第135章 战争 1 和温惜待了一会后 无声开口道 我刚刚在路上找到了一个 类似于图书馆的地方 在里面查了点资料 离开百城后的下一个城池 会有传送装置 可以送你回蓝星 无声的话让温惜一愣 他抬起头好奇道 你不和我一起回去吗 无声摇了摇头道 我现在回去也帮不上什么忙 那边有银虎他们 顶着应该没什么事情 我想在这里调查一点东西 顺便在他们高端战力 减少的时候做点事情 我也可以在这里啊 温惜一脸不高兴地说道 不是不让你在这里 主要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需要理智一点 我怕到时候你接受不了 听到无声的话 温惜皱了皱眉头 你想要干嘛 无声盯着温惜的眼睛 而后一脸认真地说道 我想这里离计划矛盾 最好的能挑起战争 此话一出 温惜瞬间瞪大了眼睛 他有些不可思议道 挑起战争 那样会死很多人吧 我们还是他们救下来的 是不是 温惜还想说什么 而无声却打断了他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但是先听我把话说完 看着无声一脸认真的样子 温惜也松开了眉头 而后坐起来 一脸认真的盯着无声 等待着对方说服自己 我调查过了 异域一共有四个大区域 分别是掠国 黑海 虚幻 以及三环地区 这四个地方 分别对应了三个种族 人族 黑海族 以及兽族 人族拥有两个区域 分别是掠国和虚幻 这两个地方 一个负责科技 一个负责武斗 两个国家分工明确 没有矛盾 而这个世界 自从进化者出现后 资源就开始疯狂地锐减 他们现在的资源 基本上都是他们 从这个宇宙中 其他生命星球中掠夺过来的 整个异域 可以说是一个宇宙 他们将宇宙中的 其他星球毁灭 然后建设自己 最后做成了生态圈 而那个生态圈 就是类似于一个资源之地 里面本土生命 已经全部死亡 只剩下异域的人 听到无声的话 温惜也是越发地震惊了起来 那他们 他们岂不是 无声的眼睛也冷了下来 从我查阅的资料上来看 他们毫无疑问是入侵者 并且他们本土 并没有将这个视为 什么不好的事情 也就是说 他们整个异域 都是一个十分团结的体系 当然 也有另一个可能 温惜听到这里 只觉得现在待的地方 好像一个炼狱 有无数的冤魂的呼喊 不对啊 既然有那个生态圈 为什么他们 还要入侵蓝星 是为了什么呢 听到温惜疑惑的话 无声也是解答道 地盘 资源 人力 不管什么都有可能 甚至是单纯的为了战斗 入侵这种东西 从来需要的不是理由 而是欲望 当然 无声还有一个猜想 并没有和温惜说 他在那个所谓的资料馆的时候 顺带地查了一下 关于诸神的问题 最终还真让他查出点东西了 据说是上古年间 有一位手持红刀的家伙 在异域大杀四方 最后带着220人离开了异域 但是入侵的理由 甚至是来的原因都没有 只知道 他们在异域待过一段时间 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 无声也打算调查一下 或者是记起了什么东西 可是 你不是说异域很团结吗 你打算 一个人挑起战争 不太可能吧 温惜眼中 带着些许的担忧道 异域很繁华 这是无可厚非的 他能让他子民全部都吃饱 让他们穿得暖 也不会流离失所 确实 想从这方面入手 实在是困难 但是也不是没有办法 无声将目光看向窗外 眼中带着沉思 什么办法 温惜有些好奇道 人类这种生物 想要进步 就必须有战争 上古时期 人类在与其他动物的战争中 获得了胜利 他们成为了蓝星的霸主 古诗人类在战争中 获得了朝代的更替 时代的进步 现在 人类在战争中 获得了金钱 权力 以及更大的欲望 人类离不开战争 只能将战争换一种形式进行 人类的进步 就在于将野蛮的近身搏杀 转换到了远程的火器 最终转变到了商业 财产 战争不会消失 一个没有战争的国家 是不可能进步的 认真道 你准备怎么做 无声一双瞳孔 带着些许的鸿芒 语气也逐渐冰茫 抑郁之中 有一种名为污染源的东西 他们会将人类 或者是其他种族 污染成一种毫无理智的怪物 这种怪物宛如丧尸一般 没有痛绝 只有杀戮 我打算弄一点过来 然后再抓几个 稍微强一点的家伙 把他们扔进城市中 无声的计划说出口后 温熙先是一愣 他还想说些什么 而无声则是直接打断了他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我们是蓝星人 目前抑郁的家伙在入侵我们 如果我们还手下留情的话 死的就是我们自己人了 这也是我打算送你走的原因 听到无声的话 温熙毫不犹豫到 我跟着你一起 放心 我不会妨碍你的 温熙的话让无声一愣 他看着温熙眼中坚定的样子 思索了一会后 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 那就一起吧 这个计划的成功率 我不好说 因为我也是顺带想到的 如果能成功 当然最好 成功不了 只能另寻他法了 温熙点了点头 第136章 战争 2 两人又讨论了一会 温熙问道 那你有什么具体计划吗 无声点了点头 有一点眉目 哦 说来听听 温熙有些好奇地问道 这个世界毋庸置疑 国家与国家之间没有战争 也没有饿死冷死的人 看上去苦难好像不存在 但是却有阶级之分 阶级之分 什么意思啊 温熙一脸好奇地问道 人类的欲望 产生于他的见识 就好像蓝星 自从进入网络时代之后 人们的眼界开阔了 欲望也就上升了 而欲望的上升 带来的就焦虑 动力 而阶级只会随着时间固化 慢慢地饱和 而底层想要向上爬的人 也就愈发地绝望 就好像这个百成 其实它不应该叫百成 而是称呼为败成 这里的人 要不就是被淘汰掉的机器人 要不就是天赋不好的进化者 反正都是一些 底层之人聚集的地方 从我的感知上 能察觉到 这里甚至连一个退颗镜的都没有 弱得可怜 无声的话 也让温熙点了点头 是这样的 这个地方很大 人口也极多 但是没有强大的进化者 就很奇怪 没错 因为有一点上限的人都会往上爬 越发达的地方越是如此 井底之蛙看到了天空 但是也只能观望而已 它不能像有翅膀的鸟一样 飞入高空 但是又无法再度将自己放入井底 无声的话 温熙也十分地认同 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带来的是地位 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带来的进步 温熙也是有些感慨 而后看向无声问道 所以呢 你打算怎么做 无声摸了摸下巴 而后摇了摇头道 说实话 我现在是找不到什么好办法 我想攻击他们的思想 但是又不知道从何下手 想着先找个污染兽 往城市里面丢一丢看看 能不能在这些人的反应中 看到什么变化 或者看看维护治安的人都是谁 而温熙听到无声的话 也闭上眼睛开始思考 思想的话 温熙难拟了一会 而后突然睁开了眼睛 我想到了 既然是打算从思想上 先造成分化的话 要不弄个宗教吧 无声一愣 而后也是有些疑惑的 宗教 温熙兴奋地点了点头 而后开口说道 我们先在城市中 卖一个标准性的东西 每一个来买的顾客 我们都宣传一下他的传说 就比如上帝 宣传上帝可以在有危险的时候 出现保护他 出现奇迹 这样就会在他们的心底下扎下种子 在绝望的时候 人类总会想要抓住一些 虚无缥缈的东西 等他们呼唤上帝的时候 你就出现保护他们 这样不就能让他们相信了吗 温熙的话 让无声的双眼越来越亮 没错 宗教 创立一个类似于宗教的东西 从思想上分化他们 思想上分化之后 就会产生矛盾 然后产生口角 最后演变成斗殴 只要我们创立的教派足够大 到时候就可以成为一个内乱的根本 没错 温熙也是一脸兴奋地点了点头 眼中满是激动和得意 但是 创立什么教派呢 无声的话 让温熙一愣 而后两个人又开始思考 首先得确定一个问题 那就是 这个教派的东西得能卖出去 不然卖不出去也没什么意义 其次这个东西得很好记 温熙说完后 两个人就坐在床上思考这些事情 想了半天 两个人也没想出来什么 卖人像肯定不行 因为异域压根就没什么传说 所以也不会有什么信仰的人 要不卖十二生肖的雕像 只要雕刻的可爱一点 小孩子应该会喜欢吧 不行吧 生肖组织基本上就是蓝星最强的组织了 估计稍微留点心 就能发现我们是蓝星人 两个人聊着聊着 天色也慢慢的黑了下来 生肖 动物 山海经 突然 温熙呢喃的一会 最后喊出三个字 山海经 无声一脸好奇地看着温熙 我们成立一个类似于传说中的动物的宗教 从山海经里面拿出来一些异兽改一改 然后编个故事 雕刻的可爱一点 然后迈出去应该没问题啊 好办法 正好最近也闲得没什么事情 温熙的话 让无声毛色顿开 他站起身 眼中满是激动 这个计划能不能成功先不说 但是至少现在有计划了 先试试 不行再换就好了 那教派的名字叫什么啊 嗯 洪荒 可以 很快 房间传来了温熙的笑声 一个超级宏大的计划 就这样草率地在房间中 有两个孩子讨论完成了 洪荒教最终的目的 也就只有一个 挑起思想矛盾 开启战争 这也是无声的想法 无论何等种族 在对竞争失去了希望之时 就会将希望寄托于虚无缥缈的神话 他们可能嘴上不会相信 但是一旦出现了某个神奇的例子 他们心中就又会祈祷 抑郁很团结 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这也并不代表 他们不会出现战争 造成绝对团结的原因 只会有两个 锁定阶级带来思想上的禁锢 以及失去上进心的生灵 而抑郁两个都会存在 无声需要做的 就是让他们的思想存在差异 如果是一个人相信神 一群人不信神 那么那个相信神的人 会被另外一群人嘲笑 并且他不会有什么行动 只会默默承受 甚至加入他们 但是如果两个人相信神 一群人不信神 那么这两个人将会成为异类 成为那一群人的敌人 一个人会懦弱 但是如果一个人 得到了另一个人的支持 他就敢掀翻整个世界 这就是无声的计划 不管成败如何 总归先试试再说 抑郁很大 大到这个名为百城的人 走不出这一个城 抑郁也很小 小到一个百城 聚集了所有相同的人 第137章 无声的计划 两人讨论完之后 温熙有些害羞地坐在床上 那个 你今天晚上在哪里睡觉 无声指了指不远处的沙发 就在那里 你在床上睡吧 最近你也累坏了 好好休息 说吧 就把温熙按在床上 而后自己则是站起身 朝着沙发走去 你也刚恢复 要不 要不 温熙的语气有些害羞 而无声见状也是微微一笑 而后朝着他走来 温熙脸上更烫了 恨不得找个洞钻进去 但是无声走到他面前 什么都没做 而是轻轻地 将手放在了他的头上 你还太小了 早点睡吧 雨落 无声就关灯回到了沙发上 而温熙也是微微一愣 黑暗中 他看着无声的背影 而后微微一笑 晚安 晚安 背对着温熙的无声 此刻也根本睡不着 他心中想了很多事情 诸神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个历史毫无疑问 大概率是假的 太过眉头末尾 如果真的是很确定的事情 就算是不知道前因后果 只要结局是错的 那么一定会编造出一个 十分可恶的绅士 但是并没有 那书中的传说 好像就是凭空出现的一般 所以 无声肯定 这里面还会有隐情 说起来 无声其实还有一个计划 只不过这个计划比较残忍 他并没有和温熙说 怕对方接受不了 抑郁的人太多了 哪怕是这百城之中 也有着接近上亿的生灵 他想 如果教派真的创建成功 真的有很多人加入 如果战争无法挑起来 他可能会将里面的人全部杀了 当成他修炼的养分 说起来 他也从来没想过 自己会成为战争的挑起者 但是现在没办法 蓝星那边有十二生肖 他相信 他们会尽最大的力量 保护自己的亲人 但是尽最大的力量 就证明对方的实力 还是在他们之上的 如果真的没有办法 至少 在没有被发现 有什么大问题的时候 这百城 将会成为炼狱 不过现在想那些还太早了 他现在退壳四阶 至少目前在他的感知范围中 方圆几千米内 并没有退壳进的 都是些老弱病残 或者是天赋极为低下的进化者 抑郁的境界划分 和外界没什么区别 唯一的区别就是 抑郁的进化者种类很多 战斗 特殊 以及生活 天赋好的生活戏 会给战争的后勤 带来很大的保障 而特殊戏 则没什么天赋划分 就像之前在南疆的老龟一般 这种异能 讲究等价交换 能发挥出自己本身实力的多少倍 付出的代价 也会多出多少倍 无声现在需要做的 就是进行计划 然后看看这城中的最强者是多强 最近的强者 又能多快进入此地 只要打探好这些 一切都将游刃有余 星红的瞳孔 在黑暗中闪烁着些许的光芒 无声听着身后温惜平稳的呼吸声 回头看了一眼 红色的眼睛慢慢退去 最后变成了黑色 不带着的话 他会更难过吧 无声是这么想的 而另一边的蓝星 除了紫鼠外的十二生肖 也全部将自己的弟子 喊到了身边 银虎看着崔沙脸上带着笑容 小子 现在蓝星的战争 估计需要打很长时间 我交给一个任务 师父您说 崔沙一脸认真 前往异域 寻找你们的首领无声 他现在已经提前进入了异域 你们的任务是破坏那里 如果能在里面搞点事情最好 其他生肖 也是这么对着自己的弟子说的 而这边的银虎 看着自己的徒弟 眼中带着些许的不舍 你小子 当初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才那么点 现在这么大了 时间真是快啊 银虎有些感慨 而崔沙则是笑道 师父 进化者的生命可是很长的呀 我还等着你看着我接你的班呢 臭小子 老子还没死呢 接个屁 哈哈 接班又不一定非得等你死 师徒间大笑着 而后白虎就在银虎的眼中 消失在了原地 前往了异域 银虎看着消失的弟子 轻叹了口气 而后也消失在了原地 他来到了一个白玉宫殿 当然 他的身边也站着其他的生肖 前方 天帝和欧阳致政 一脸笑容地看着他们 天庭的人现在也开始散布消息了 战争也即将进入一个白热化的阶段 接下来就是等着他们开始送人进入异域了 欧阳致开口说道 不是 恕我直言 他们真的不会被发现吗 子鼠有些担忧道 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孩子 他们如果真的被发现了 那么他们肯定也已经处于一个可以对抗他们的层次了 毕竟 他们可是 我们从小教到大的 怎么能没点自信心呢 欧阳致的话让众人愣了一下 然后相视一笑 好了 赶紧解决抑郁的家伙 接下来就愉快地和我一起成为叛徒吧 收到 众人纷纷迎合 而天帝则是一脸不爽地看着欧阳致 真是的 这特么是我的天庭 你调钱我的人 还有我的场地 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 哎呦 都是亲兄殿 你的就是我的 我的也是你的 不要那么计较嘛 欧阳致拍了拍天帝的肩膀 脸上满是笑容 谁跟你亲兄弟 个性死了 天帝偏过头一脸不屑 而欧阳致依旧是满脸的笑容 第138章 杀戮 这天 一个以任务工会中任务为生的小队 迎来了他第四名队友 你们好 我叫吴声 吴声微笑着 看着前方的三人 哦 你好 你就是这次来帮我们一起猎杀乌染兽的精化者吧 真是一表人才啊 你叫我老张就好了 旁边的是小李和小云 中年男人看着出现的吴声 笑着给对方介绍了身边的俩人 吴声也是微笑着和对方打招呼 你们好 请多多指教 小李和小云是两个年轻人 看上去应该是情侣 牵着手对着吴声微笑道 你好 多多指教 这次的任务 你应该清楚吧 老张走到吴声的身边开口问道 嗯 我清楚 森林里面出现了污染兽 精化五阶 可能还会有污染源 让我们处理一下 那就行 不过 还是需要问一下 你什么修为 老张笑着拍了拍吴声的肩膀 而后问道 精化四阶 异能的话是战斗戏 可以换化出一把刀 我身手还可以 去香化异能啊 可以的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出发吧 老张点了点头 而后带着吴声 朝着城外的密林之中走去 就这样 四个临时组成的队伍 朝着森林之中走去 话说小吴 你是怎么来到百城的 天赋不好 老张一脸好奇地看着吴声问道 嗯 天赋不好被直接刷下来了 最近刚来 想说弄点奈金 然后买个店铺卖点东西的 听到吴声的话 老张也是拍了拍吴声的肩膀笑道 哎 没办法 命里面没有的东西就没有吧 你也看看点 你看小李和小云两个人 现在也过得很幸福啊 老张一路上安慰着吴声 而吴声则是笑着回应 很快 四人的面前就出现了一头 浑身上下缠满了黑雾的恐怖怪物 那怪物接近五米高 身长也近十米 长得很像一只大象 但是鼻子却没有肉 只剩下森然白骨 一双眼睛已经失去了神采 只剩下了鸿芒 来了 小李小云小心点 不注意可是要送命的 老张一脸严肃地 朝着身后的俩人喊道 而后手上幻化出一把弓箭 看向吴声道 小声 你上前牵制他 我们三个都是远程攻击的 并没有近身搏杀的手段 吴声点了点头 而后拿出了吴声刀 黑红两次的长刀 散发出凛冽的杀气 温度仿佛都下降了一点 而伴随着长刀的拔出 吴声的头发也开始转变为红色 身上也开始弥漫出雾气 这 这是 老张等人有些惊恐地 看着从吴声身上散发出来的雾气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好像看到了满地的尸骨 朱星 一道声音宛如清风一般 扶过他们的耳边 伴随着身体的发冷 三人尽数被杀 雾气之中 吴声看着这无比巨大污染兽 单手一甩 刀气直接将污染兽劈成两半 净化五阶对于吴声来说太弱了 至于为什么要加入这种小队 吴声也不是经常加入 这一个月来他 加入了大约有三个小队 里面的人全部被他杀了 主要也是想着多杀点人攒点修为 但是又不能太过分引起恐慌 讨伐污染兽失败这种情况经常会出现 到时候去提交任务的时候 换张脸就好了 反正没人看得出来 想到这里 吴声走到了那到底的污染兽的身边 将其收入的御环之中 这个世界的污染兽怎么出现的 没人知道 他们的来历 不知道是被抹除了 还是怎么回事 只知道怎么击杀 污染兽诞生的原因有两个 那就是吃到了污染源 说起来 这个污染源也很奇怪 就是一种凭空出现的黑色雾气 只要你呼吸 吸到了体内 就会被同化 除非你身上带了净化碗 不然不出一个小时 就会彻底地被污染 一般来说 被污染的主力都是森林之中的野兽 野兽吸收了雾气 就会被转化为污染兽 而修为的强度也在于污染的程度 据说 甚至有的污染源能让普通的野兽 直接成为四镜之上的污染兽 不过那种已经算得上是灾难了 一般都会有专门的强者去清理 污染兽 还有一种形成的办法 据说吞噬污染兽 普通的野兽 要是吃了污染兽的肉 也会直接变成污染兽 只不过强度会小很多 比如 一头五阶的污染兽 最多也只能诞生一头五阶的污染兽 或者是五头一阶的污染兽 很平衡 也很奇怪 自从无声醒后 又过去了一个月 无声这一个月当中 猎杀了有上百头污染兽 其中净化五阶的有十头 净化六阶的有五头 再强的也没有了 哪怕无声在林子里寻找了很久 也没有再找到更高修为的污染兽了 奇怪的很无声看了眼身后的尸体 而后放出魔咽 将其烧成了灰烬 抑郁的人 无声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同情心 他是蓝星人 对于这些入侵者 没有什么好同情的 虽然双方都是人类 但是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不同种族 在对方入侵之时 这场战争就必须奋出一个胜负 侵略带来的和平 垃圾 第139章 温馨店铺 来到任务工会 将任务提交之后 无声拿着能金 朝着旅馆走去 他们这段时间 一直住在旅馆之中 应该能金够了 看着玉环中堆积如山的能金 无声点了点头 这段时间 他杀了不少人 他们的能金 还是任务赚来的能金 一个月下来 也有接近5000多枚了 而能金在这里的购买力 也就相当于蓝星的100块吧 这个世界 也有更小的货币 比如说碎能金 或者是能金中能量的消失程度 但是无声 还是喜欢直接用一整块的了 他无法用能金修炼 不过温馨可以 不知道为什么 诸神联系不上之后 他就只能杀人来提升修为了 灵能一点都吸不到 真是怪事 无声轻声喃喃道 而后朝着旅店走去 怎么样 无声回来的时候 温馨一脸好奇地看着他 好似等到归家的丈夫一般 不过两个人到现在 也有点习惯了 所以倒也没什么 害羞之类的情绪 还行 进化五阶 灵能应该也凑够了 到时候 可以去租个店铺卖一下看看 以无换物比较好吧 毕竟我们这个只是木雕 配一个说明的故事本而已 花费一个能金买这种东西 大家可能会觉得亏 温馨的话 让无声点了点头 你说的也是 毕竟主要的受众还是孩子 家长一般也不会给孩子 买这种贵的东西 温馨也点了点头 说起来 孩子也更相信奇迹嘛 毕竟在这里的孩子 都是检测天赋不好被淘汰的 他们肯定也想拼一拼 说起来也有点可惜 如果再蓝星就好了 欧阳博士应该能研究出污染源的构造 然后制造出一些东西 无声的话让温馨一愣 他瞬间就猜到了无声的想法 你想让博士试试 能不能研究出来不失去理智 然后暴增实力的办法 不太可能吧 无声看着温馨笑了笑 也是 等有机会回去的时候 问问博士吧 你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希希 已经叼了有一千个了 能送出去多少 就送多少吧 温馨一脸得意 无声见状也是笑了笑 本来他们打算是画出一个漫画的 但是这种娱乐活动在这里 其实已经行不通了 该有的都有了 只能做一个类似于小故事的东西弄出去 我们什么时候去租个店铺 温馨好奇地问道 等我下午去吧 你在家里好好地休息 无声摸了摸他的头 而后转身离开 温馨也是一脸幸福 也没有阻止无声 很快 无声找到了一家略显偏僻的店铺 而后花费一百能金将其租了下来 不过在路上 无声看到了几个寻人启事 看着上面的脸 无声愣了一下 而后转身离去 寻人启事上的人脸 无声认识 正是之前他击杀的一个小队之中的人 可能是因为没有尸体的缘故 家人不愿意承认他们死亡了 这么一看 我还真是残忍啊 无声自嘲地呢喃了一声 而后回到了旅店之中 店铺已经做好了 怎么样 需不需要我陪你一起 无声看着在忙的温馨问道 不用了 你忙你的就好了 多正点能经 我们可是蓝星的希望啊 这一个月下来 温馨恢复了自己的乐观 无声听到他的话 也是不自觉地笑了出来 你是希望 嘿嘿 温馨笑了笑 而后继续开始雕刻木雕 木雕的样子 就是一只可爱的小老鼠 耳朵很大 身材也是胖乎乎的 不像那种偷大米的老鼠 丑得要死 反倒是像仓鼠一样 温馨编的故事很简单 大致就是 传说中上古有一只鼠神 他会给绝望之人带来希望 只要人们诚心地向他求救 他就会派使者出现 帮助向他求援的人们 也就哄哄小孩子了 这个世界虽然娱乐设施很多 但是孩子毕竟只是孩子 一般的大人 也不会让气太早地去触碰 不该触碰的世界 玩的东西也比较原始 毕竟过早的认识世界 除了能带来焦虑 也做不到其他什么用了 俩人吃过晚饭后 就睡下了 无声依旧睡在沙发上 温馨则是安静地躺在床上 第二天的时候 温馨朝着店铺之中走去 再收拾了一下里面之后 将自己雕刻出来的老鼠 一只只地摆放在上面 而后附带着一个个 精美的封面小画册 这些东西 都是温馨自己做的 设备是无声买的 不出去做也是害怕 未来被人查出来 就这样 在一个偏僻的街道之中 一个名为温馨的雕刻店 开了起来 店铺不卖东西 只吃以物换物 最好是食物 而雕刻这种十分古老的东西 再度出现后 也吸引了一批小朋友 他们看着精美的老鼠眼中 满是星星 就差把想要写到脸上了 温馨健壮 也是一脸微笑地 开始介绍这些雕像的由来 新的故事 加上温馨温柔的声音 也让这些孩子 听得如痴如醉 而因为不需要能经 只是需要食物的原因 这些孩子 也从家中拿了点食物 和温馨换了起来 一天下来 温馨居然也卖出去了 接近一百只的老鼠木雕 当天晚上 温馨十分兴奋地 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无声 无声也是毫不吝啬自己的夸奖 第140章 鼠神降临 一 二牛 我告诉你哦 最近我天天对着鼠神祈祷 我现在的游戏水平 一定比你高了 一定能赢你 七 我也天天祈祷 我绝对不会输的 嘿嘿 我祈祷的是永远比你们强 你们两个永远是我的手下败将 街道上 三个孩子正激动地讨论着什么 而路过的无声听到这里 嘴角勾起笑容 看来 可以开始了 无声转身朝着城外的密林中走去 密林之中 一道身影在林间快速穿梭 低阶进化者 甚至根本无法看到身影 只能看见叶子落入地面 而地面 一群动物正在被追逐着 这些动物和蓝星上的长相 也有些不同 更为潦草 体型更大 看上去刚像是远古时期灭绝的动物一般 无声正将它们朝着某地驱赶中 砰 突然 森林中很多人看向了某处 什么声音 莫非是污染兽 去看看 一起一起 很快 一群人朝着震动声爆发的地方跑去 这 这是 众人看着前方的深坑有些不明所以 而他们没察觉到的是 身后一股红色的雾气 开始弥漫于森林之中 朱星 伴随着雾气的瞬间蔓延 一道蟹线开始在雾气中穿梭 很快 这几十个前来看热闹的人尽数被杀 看着这些尸体 无声心红色的瞳孔中满是冷漠 下方的深坑中 几十头受伤的野兽 正在吞噬着堆积如山的污染兽尸体 而无声也并没有闲着 他将尸体竖着摆好 尸体就好像是鱼耳一般 沿着丛林的路一点一点地朝着入口丢去 最后在即将接触到出口之时 尸体也正好消耗殆尽 看着一路上蔓延过来的血液 无声十分地冷静 感受着身体中汹涌的灵能 他盘膝坐下开始调息 等计划完成再了突破吧 无声在心中想着 而后就这样找了颗树月了上去 临近夜晚 伴随着一声声咆哮声 森林之中仿佛有什么即将苏醒一般 而无声在此刻也睁开了眼睛 新红色的瞳孔在黑暗中仿佛闪烁着幽光 红色的长发更添几分邪意 咔嚓 咔嚓 仿佛是在咀嚼什么 又好像是脚步声一般 声音开始靠近无声所在的方向 慢慢地前方出现了树头充斥着黑气的污染兽 看着这一幕 无声将目光放在了前方的城市中 无声将最后一具尸体丢在入口之中 而那些本就品尝过人类美味的污染兽 好似闻到了血腥味一般 开始咆哮着朝着前方冲去 这黑夜 注定将因为无声的计划染上血色 旅店之中 温熙抱着双腿看着窗外 眼中满是担忧 外界 路灯下的城市其实和白天没什么区别 但是在冒着黑气的污染兽 冲入城市之中的时候 警报声开始响起 伴随着一阵阵的哀嚎声 毫无理智的污染兽们 开始了属于他们的杀戮和盛宴 高空之上 无声踩着飞行器 冷眼旁观这些污染兽很奇怪 如果不是无声引导的话 他们好像就不会进入城市一般 这也是无声这段时间试验出来的 看着下方无数人的哀嚎 无声没有丝毫的波澜 还没到 还没有到达温熙的店铺 那里买雕像的人最多 无声也打算等 那里的人求救之时再出现 可能是因为现在 他们正在进行侵略蓝星的原因 也可能是他们从来没有 把百城这个城市放在心上 这里的武装力量极为孱弱 就无声目前来看的话 这几十头进化五阶到六阶的污染兽 如果没有强者出现攻击的话 这一小片地区 估计得被他们移为平地 而因为百城本就大的缘故 这个区域目前也并没有出现 可以阻止这群家伙的存在 一时间 下方血流成河 数十米的污染兽 开始在这片城市的建筑上大肆破坏 下方也有 进化者出手想要阻止 污染兽破坏的时候 他们的周围也开始弥漫着一股红色的雾气 可惜并没有注意 无声在观看了一会之后就加入了战场 不过别误会 他并不是打算对污染兽动手 而是打算直接对着那群进化者出手 因为修为超出他们太多的缘故 也并没有人察觉 有一个红色的影子在疯狂地收割生命 反正你要死 不如成为他的修为 这是无声所想 这段时间的查阅资料和准备工作极为充分 因为没有价值 所以没有保护 这也是无声感肆意妄为的原因 如果温惜是掉落在略国的中心 无声说不定现在已经回到了蓝星 甚至可能是被认出来 而后击杀 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 周围宛如末日一般 人类建立的城市在此刻被野蛮冲撞 而后化为碎片 无数人在这场人为的灾难中丧生 他们哀嚎 他们反抗 而后绝望 无声就这样默默地杀戮着 等待着一道声音 很快 污染兽已经冲入了温惜的小店附近 而他们的前方是一大群净化者 净化者身后则是逃窜的人们 有一个孩子 手中紧紧地攥着一只老鼠雕像 孩子并不是信仰他 仅仅是因为玩的时候睡着了 而后就一直在手里面 看着身后被杀的大人们 他小小的内心 开始被恐惧和阴霾笼罩 他想要逃离这里 但是他们又怎么敌得过这些污染兽呢 孩子看着即将冲进来的污染兽 想要把手中的东西丢出去 助这些大人一臂之力 但是突然 他好像想到了什么 在遇到灾难的时候 虔诚地呼唤属神的名字 他就会派出使者来保护你的 孩子的内心总是单纯的 他看着前方建设的血液 拿出了自己的雕像 将希望寄托于他 求求你了 属神 求求你救救我 求求你了 他的前方 巨大的污染兽 已经抬起了自己的爪子 准备将这个孩子 和他身后的人 尽数拍成碎片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时 一到数十米的刀器穿过街道 以摧枯拉朽之势 掠过污染兽的身体 孩子瞪大眼睛 看着这一幕 在他眨眼的瞬间 他的前方 一个头戴老鼠面具 手持长刀的身影 出现在此地 我听到了 你的祈祷 空灵的声音响起 祈祷在此刻得到了回应 也在孩子的心中 扎下了一个名为信仰的种子 第141章 属神降临 二 这 这是 事情发生得极为突然 所有人看着突然出现的 无声眼中 充斥着震惊和疑惑 无声戴着面具 站在孩子的身前 宛如守护神一般 孩子看着这位和画本中 描述的一模一样的使者 眼中充斥着震惊和兴奋 传说中 当你陷入绝望之时 只要你虔诚祈祷 鼠神大人将会派遣使者 前来庇佑你 那是一位头上 戴着老鼠面具的人 孩子喃喃自语 而无声就这样 站在孩子的身前 手持长刀 宛如英雄一般 而伴随着污染兽被斩杀 众人也是停下了脚步 无声并没有动手 驱逐其他的污染兽 而是挡在 唯一祈祷的孩子身前 啊 伴随着惨叫声的响起 众人再度反应过来 他们此刻还处于危机之中 而无声就好像 突然死了一般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救救我们 求求你了 周围逃跑的人 朝着无声哀悼 而无声则是没有说话 就这样手持长刀 站在原地 只要靠近孩子的污染兽 基本上都是被一刀斩成碎片 但是也仅仅只保护了 那一个孩子 喂 为什么 这时 孩子的父母也反应过来 跑到孩子的身边 儿子 你说了什么 这是谁啊 是鼠神 鼠神派使者来救我们了 二牛 你们也快向鼠神祈祷 这样就不会有事情了 孩子的父母 孩子云里雾里之时 孩子已经朝着 不远处的玩伴大喊道 鼠神 鼠神大人 求求你救救我们吧 二牛听到同伴的话 也是朝着无声大吼 但是无声依旧不为所动 好像没有听到一般 前程 一定要前程 不然鼠神大人 不会救你们的 孩子就好像 发现了新大陆一般 兴奋地朝着众人大喊 而那名为二牛的孩子 听到这句话后 他直接朝着无声跪了下来 求求您了 救救我 救救我们 伴随着二牛跪倒在地 无声抬起了头 面具下新红色的瞳孔 闪烁着红光 魔刀欺斩二世 诸心 红色的雾气 开始弥漫于城市之中 这一次出现的幻境 不再是湿山血海 而是一头灰色的老鼠 老鼠看上去肥嘟嘟的 还挺可爱 他看着下方的人们 不知道为什么 二牛他们 好像看到了一只无形的大手 摸在了他们的头上 而伴随着红光 闪烁于城市之中 恐怖的灵能席卷战场 伴随着红雾渐渐散去 污染兽也尽数消失殆尽 只留下了满目疮痍 和断肢残骸 而在众人震惊地 看着这一幕之时 一道若急若离的声音 响彻在他们的耳边 感谢你们的祈祷 鼠神来自洪荒 希望你们能继续供奉 我会保佑你们的 但是 请不要宣传我的存在 神迹需要缘分 声音说完后就消失了 而那鼠头人 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如果不是前方的惨状 和身体传来的疼痛 他们甚至以为 这是一个梦一般 爸爸 你看 鼠神真的存在 传说是真的 孩子激动地 对着身边的父母 大声说道 而众人也被孩子 天真的声音 吸引了注意力 他们看着孩子手中的老鼠 回想着 那宛如神明一般 降临的鼠头人 眼中仿佛生起了一种 名为希望的情绪 神迹 需要缘分吗 众人喃喃自语 而在他们愣神之际 无声已经回到了 另一边的旅店之中 因为他事先计划好的原因 他早就将他们住的地方 换到了百城的东边 那里也是前往 下一个城市的出口 不过无声倒也没打算 现在就离开 他的计划 是先创造神话 再制造神迹 最后开启教会 现在才第一步 你没事吧 温惜看到无声回来后 连忙冲了过来 一脸担忧地问道 甚至已经开始伸手了 没事 放心吧 你吃饭了吗 无声关心地问道 没有呢 你没消息我怎么吃得下 温惜见无声没有损伤 也是松了口气 而无声拍了拍 温惜的脑袋笑道 吃饭吧 我这几天要突破了 你这段时间在家里休息 或者出去逛逛都行 好呢 温惜点了点头 而后和无声吃了个饭 吃完后无声 就直接开始突破了 而温惜看着 无声突破的样子 也是无聊地 撑着下巴看了看他 不过很快 他好像想到了什么 眼睛亮了一下 反正也没事 帮你点忙吧 顺便我也克服一下 温惜这般想着 而后从御环中 拿出来了一个 同款的老鼠面具 这个面具并不难做 温惜这段时间做了很多 虽然不如无声的 那个质量好 但是样子也是一模一样的 温惜戴上面具 穿了一件黑色的大衣 而后离开了房间 既然神迹已经出现了 温惜打算去丛林中 帮忙维持一下 简单的来说 就是承恶扬善 顺便把那些 还在手中的老鼠雕像 全部丢到丛林中去 只要捡到了老鼠雕像 后带走了 温惜都会想办法 给他们点好处 无声将能精 全部给他了 第142章 温惜的行动 这天 一个任务小队 来到了森林之中 虽然承熙那边出了事情 但是他们这群人 就是以做任务为生的 不可能因为某些灾难 而不去生活 而且现在那些建筑物 也不是什么贵重东西 一天就会恢复如初 普通的房子 就是这样只能住 抵挡一些普通的自然灾害 要是在更高级的城市之中 那么房子的作用 将会大很多了 甚至有飞入空中的城堡 这些都是已经实现了的 只不过和百成这些人 没什么关系罢了 这是 有人踩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 挪开脚一看 一个木头做的老鼠 正安安静静地躺在地上 老鼠 还有画本 那人捡起老鼠和本子 一脸猛逼地看着 而后怀揣着好奇的心 翻开了画本 传说洪荒之中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故事 看了一会后 那人就没了兴趣 正准备丢掉之时 队伍中有人却将其要了过去 哈哈 正好拿来丢儿子玩 最近他还吵着要我讲故事 我还正愁 不知道该讲什么给他听呢 这个正好 新鲜 听到同伴的话 那人也是一脸笑容地递了过去 一群人又走了一会 而伴随着几道咆哮声 浑身缠绕着黑气的污染兽 瞬间冲满了他们的阵型 静 静化五阶 几人看着比情报上 多出一个境界的污染兽 语气颤抖 这种事情经常出现 因为没人会去实时监视污染兽 这种事情本来危险性就十分强 而伴随着污染兽的攻击 几人可能是因为被惊吓到了 也可能是因为 确实是实力不如人 瞬间就被轰飞 伴随着血液建设 一人被瞬间轰成渣子 众人张开嘴 一脸惊恐地看着这一幕 那结果老鼠雕像的人眼中满是恐惧 大脑瞬间空白 甚至将手中的老鼠挡在前面 而就在这时 一道银白色的光芒 宛如银河一般落在了污染兽的身上 那银色的光滑 看上去无比美丽 但是在它融入污染兽的身体之上时 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污染兽宛如橡皮泥一般 被瞬间碾平 众人还在疑惑之时 一道身穿黑衣的身影从天而降 头上的老鼠面具看上去有些惊悚 但是散发出来的能量 却让众人十分的安心 鼠头人走到了那拿着雕像的人身边 他伸出了手 你 男人结结巴巴的 有些不知所措 鼠神雕像给我 空灵的声音响起 男人也是愣了一下 而后连忙将手中的雕像递给鼠头人 他伸出手仔细地将雕像上的污渍擦去 而后还给了男人 好好供奉他好吗 不要大肆宣扬 一切凭缘分 男人愣愣地点了点头 而那鼠头人也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好像从来没有出现一般 这时 男人想起来了画本上的神话 他连忙拿出画本 开始观看了起来 供奉着 可得鼠神庇佑 男人张开嘴不自觉地念出了这段话 而身边的伙伴也从惊恐中脱离出来 两人对视了一眼 而后走到了男人的身边 那个 能把这个让给我吗 这次任务的能请我全部让给你 两个人想要那个雕像 男人也反应过来了 一脸警惕地将雕像放入怀中不行 这是我的 说吧 男人连忙朝着森林外跑去 另外两人也是一愣 而后连忙跟了上去 至于动手抢 他们倒是没那个想法 毕竟刚刚的场面也看到了 那个鼠头人 很显然就是为了雕像来的 而且很重视雕像 要是抢了到时候 惹怒了对方 说不定会出什么事情 就这样 在无声突破的这些天 温西就穿梭在密林之中 时不时地出手拯救那些捡到了 并且没有丢掉老鼠雕像的人 紧接着 百城之中有两个小区域 开始流传 森林之中有神明的这一个传说 大致故事就是 如果你捡到了一个老鼠雕像 并且虔诚的供奉 那么在你出危险的时候 就会有使者前来拯救你 甚至有很多人已经被拯救过了 而之前无声计划的那一片区域 也开始流传出了这个传说 不过目前还是小范围传播 并没有掀起太大的水花 不过 至少温西目前来说 做出来了一千个雕像 全部有了主人 也就是说 现在至少有一千个人 在供奉那个编造出来的属神 而且 那些供奉属神的人 温西也并没有亏待他们 时不时地朝着一家或者两家 丢去一枚能金 不多 但是造成的反响是十分大的 至少神明回应了 就好像一个人前脚刚拜完财神 后脚就捡到了一块钱 那么那个人和平时捡到钱的感觉 绝对是完全不一样的 甚至会更加相信财神 相较于宣传 回应更能扎根 只要先将这一千个人变得诚恳 就证明这件事情可行 无声也会开始加快投放的进度 另一边 无声也接近了突破的尾声 伴随着周身的灵能 被禁术吸入体内 无声也成功来到了退科五阶 感受着体内磅礴的灵能 无声握了握拳 果然 杀人才是进阶最快的方法 站起身的无声 观察了观察了一下 温西并没有回家 但是桌子上有饭 无声打开饭闻了闻 并没有坏 修为的进阶 没人知道需要多少天 没有坏就证明 温西基本上每天都会准备新的 想到这里 没人不喜欢被人关心 第143章 抑郁的制度 你醒了呀 回到旅店中的温西 看到无声后 也是开心地喊了出来 嗯 突破成功了 你这几天都干嘛呢 无声见他这么晚才回来 有些好奇地问道 嘿嘿 你猜猜啊 温西一脸神秘地笑着说道 逛街 打探消息 还是在宣传卖雕像 无声一脸说出来了三个猜测 温西摇了摇头 而后笑着将这些天做的事情 告诉了无声 无声闻言也是有些惊讶道 好主意啊 你头脑真的很灵活啊 不过下次还是小心一点 和我说一下 不然出危险了 我都不好去救你 温西假装拉下脸 称怪道我哪有那么弱 你看我都要突破了 还有你那么希望我出危险啊 无声听到温西的话 也是笑了笑 怎么会呢 只是会有些担心 无声的话让温西一愣 而后面色有些红润道 说话不要那么直接嘛 无声笑了笑 而后开始询问起 这段时间的情况 听到无声聊正事 温西也是严肃地说道 一千个雕像都有主人了 而且全部都挺诚恳的 因为前段时间 我给他们放了几枚灯金 再加上救了他们的事情 现在他们也是 十分相信这件事情了 无声点了点头 而后沉思片刻道 这段时间 我查看一下各个城市的信息 你的话再雕刻出一点雕像吧 话本就不要再做了 让他们口口相传会比较好 也不用去卖了 直接往森林里丢 出现的频率 也可以开始降低一点了 温西听到后点了点头 对了 你最近的修炼速度怎么样 如果速度较慢的话 我给你找点资源吧 我记得 这里也有可以提升修炼速度的胶囊 进化者其实都可以杀人修炼 只是速度的快慢而已 最基本的进生方式 就是杀其他进化者 而另一种 就是独特的修炼方式了 无声记得 温西是用月光修炼的 不用了 这里晚上的月亮也很多 而且天空之上星星也很多 月滑之力很足 至少我到现在没什么压力 速度也是地球上的数十倍了 温西摇了摇头 它的月滑之力 就是类似于重力的把控 可以让物体更重或者更轻 还可以治疗 算是一种攻守兼备的异能了 加上月滑扇带来的狂风 可以让攻击的速度更为迅捷 序列十四的月神 也不是浪得虚名的 无声点了点头 而后转身朝着百城的图书馆走去 上一次 因为温西的原因 他没有在图书馆待很久 查看了一下基本信息 就离开了 现在温西也恢复了 他打算将资料全部过一遍 和温西说了一声后 无声就朝着图书馆走去 一路上 无声并没有和其他人交流 甚至他用的都不是本身的面貌 只是一个普通的青年男人而已 放在人群中都不会掀起波澜的那种 他就像是一个隐藏在绵羊中的老虎一般 等待着狩猎 他来到了图书馆之中 而后开始在类似于电脑一样的东西上 寻找书籍和数据 就这样 无声在里面待到了晚上 他对整个略国的城市 大概也了然于心 整个略国的战地 甚至要比蓝星的陆地加起来还要多 外围全部是类似于百城这样的城市 因为很巨大 加上挺和平的 各族之间没有战争 所以这些城市也基本上是放养 因为本身的实力就不强 略国的中心是两个大城 甚至可以说是国 虚幻和略国两个 一个专注科技 一个专注于战力 不过现在 他们也处于一个饱和的状态了 科技也发展不过去 战力也顶尖了 还有一个名为名人策的东西 里面记录了这个世界历史上最强的家伙 无声看了一下 这个世界曾经最强者是神境 不过那都是很久远的事情了 后来听说出现过一场灾难 神境的都死绝了 现在最强的也不清楚 虽然科技很强 但是消息并不流通 好像每个区域会有一个独立的科技体系 像百城这种城市 他们的科技体系估计连蓝星都不如了 差不多就是蓝星没进化之前的 可能唯一的区别就是 有很多老化或者即将报废的机器人 阶级十分的森严 不过这样也好 这样的话 无声的教派计划才会更加的顺利 无声的路线也确定的差不多了 从这里往东走 或者参加一场升阶战 就能获得去往下一个城市的机会 这个升阶战也很有意思 如果你的天赋足够 就可以直接升级进入下一个城市 天赋不够也没关系 那里有模拟战斗 只要你在模拟战中 战胜一位比自己强一阶的家伙 你就能脱离百城 前往下一个资源更好的城市 如果你能越两阶 就能再向前升 一次递增 看上去很公平 其实很绝望 因为模拟战斗的家伙 全部是战斗系异能 有专门的天赋技能 甚至是战法 百城这里别说战法了 拥有专门天赋技能的都没有 别说越阶了 第一阶的都不一定能打赢 所以这个越阶战 其实很可笑 但是又有希望 毕竟路就在这里 天生天赋不好 后天战力不如人 你有什么资格反抗 这个战法也挺有讲究的 就类似于武功秘籍 但是这并不是人发明出来的 而是从人身上抢的 抑郁的生灵太多了 异能难免有冲突 而本身的天赋技能 又不会冲突 这种情况下 同一种异能的人 就有可能去学习他人的天赋技能 至于怎么学习 当然是杀了 再提取技 这种东西 根本就不可能流入百城 看完的无声 也不得不感慨 抑郁的体系 确实比蓝星完善太多了 他需要去消化一下 对 抑郁有一个很残忍的制度 城内不可杀人 城外各位随意 在全部是净化者的情况下 这种制度 在百城这里没什么用 但是在接下来的城市 可是越来越明显了 毕竟 异能者最简单的提升修为方法 就是掠夺 而无声挑起战争的原因 也不过是 为了更好的杀人而已 先在这里的带到第三镜吧 看看第三镜 需要杀多少人进阶 再决定去不去下一个城市 无声这般想到 第144章 第一次冲突 一 就这样 在无声和温熙的策划下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 眨眼间 又是一个月过去了 这段时间 有人离开 也有人重新进入这个世界 这个城市 他们被淘汰后 心中依旧有着不甘 他们不甘于现状 想要再试一次 用自己的力量 思想的冲突 在此刻悄然出现 与此同时 百城的警备队中 也有人察觉到了一些问题 老大 最近任务的死亡率 大了很多 要不要和上面报告 一个刚入职 不满一年的年轻人 开口说道 确实 最近伤亡率高了好多 报告吧 让上面多掉资源过来 年轻人一脸兴奋到 收到 而后就去给上头发消息了 那被称为老大的人 看着这一幕 脸上露出无奈的笑容 这小子兴奋什么呢 哈哈 毕竟第一年嘛 总归有点动力 就是别被打击得 太厉害了就好了 身边的人也是苦笑的 只有他们这些老人 才会明白 除非是真的发生了 极为大规模的死伤 否则 这个地方根本不可能 调来所谓的资源 说是一个和平的城市 但是本质上 就是一群连希望 都消失殆尽的人罢了 他们甚至连犯罪的心器 都不会有 吃饱穿暖 上面的生活也接触不到 只能远远观望 你甚至无法过去威胁人家 他们怎么可能 会有反抗的心思呢 绝望已经到了极致了 另一边 无声和温惜此刻 正在看着一场好戏 真有人会相信 鼠神这种东西啊 什么臭老鼠 怎么可能会变成神明吗 不许对鼠神口出狂言 两队人正在吵架 而吵架的源头 就是因为所谓的鼠神 看着被护在胸前的 老鼠雕像 无声和温惜对视了一眼 两人从对方的眼中 看到了些许的满意 两边的人都是年轻人 都是些十七或者十八岁的孩子 看上去心气极高 无声看着这一幕 心中也有些些许的打算 碰 突然 有人出手一脚将人踢倒 伴随着雕像落入地面 几人想要去捡 但是却被一张大脚踩在了下面 哈哈哈哈 这么大了 还信这种东西 重二病啊 什么属神不属神的 搞笑的东西 为首的人出言嘲讽了一下后 就转身离开了 对于他们这些 刚被淘汰的人来说 他们心中是有优越感的 他们觉得 他们只是被淘汰了 但是并没有失去机会 他们还可以继续 而这种机会 就是他们和这群百成人的区别 所以 在看到什么 所谓的属神之后 他们毫无掩饰地出言嘲笑了 毕竟自认为 见识远大的人 总会认为 这些窝居在边陲小镇的人 是垃圾 谁都会出现这种情绪 优越感是与生俱来的 而高傲与谦虚的差距 不过是能否克制心中的高傲罢了 少年默默地捡起 被摔在地上的老鼠 而后转身离开了 他打不过这些 从上面淘汰下来的人 不管怎么样 这些人敢选拔证明 他们至少都是战斗艺能 像他这种 连选拔都不敢去的人 根本就不可能是对方的对手 他的身边 同伴们正在默默地安慰他 他也并没有放弃老鼠雕像 毕竟他现在不是一个人 周围的同伴 至少还是十分佩服他的 毕竟他有勇气 做这些一群人 就这样走了 温熙和吴生 看完这场闹剧 也离开了 你打算怎么做 温熙有些好奇地问道 闹大点 算是第一次冲突吧 正好我也可以趁此机会 看看能不能再度突破一下 吴生沉思片刻后说道 又突破 你再突破就退克六阶了吧 我猜二阶 你这样修为 会不会不稳固啊 温熙有些担忧地问道 吴生闻言摇了摇头道 不会 毕竟我的修炼方式 主要的就是掠夺 不像你们会出现各种情况 那就好 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温熙松了口气后 开口问道 不用 这次的场面不适合你出现 我打算这次闹大点 看看这里到底会不会有人关注 而且 得让他们的思维先活跃起来 太死气沉沉的话 教会是发展不了的 吴生淡淡地说道 而温熙也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反正 你自己小心一点 有什么问题和我说 吴生点了点头 而后离开了旅馆 他需要开始着手 准备好计划了 而计划的第一步 就是将今天发生冲突的那群孩子 引到城外 吴生想到这里就戴上了面具 朝着那少年离开的方向寻找而去 很快 他在一个巷子中看到了那一群少年 此刻的他们正围坐在一起 那拿着雕像的孩子 正仔细地擦拭着手中的老鼠雕像 他现在还记得 那天污染兽出现的时候 本该被污染兽消灭的他们 被一个戴着老鼠面具的人救了下来 甚至之后 他们的家中还莫名其妙地出现了能经 这让他更加相信了那个传说 可能是因为前途的无望 也可能是因为长大了所见之事越来越多 越来越发现自己的无能 他开始将虚无缥缈的希望 寄托在这一个小小的老鼠雕像之上 孩子愣愣地看着手中的雕像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第145章 第一次冲突 二 这时 一道脚步声出现在巷子之中 这群孩子注意力被吸引过去 看着来人 他们瞬间愣在了原地 你 你是 少年有些结巴地 看着突然出现了无声 而无声并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蹲在了少年的面前 而后从他的手中接过了那雕像 伸出袖子轻轻地擦拭了一番后 又将雕像还给了他 而后 无声拿出了一枚能经递给少年 空灵的声音再度响起 谢谢你保护了雕像 这是给你的奖励 如果能再多点勇气就好了 鼠神就可以重现人间了 无声说完后摸了摸少年的脑袋 不知道为什么 少年突然感觉到了一股力量在心中涌动 无声站起身 而后看了看身边的孩子 而后拿出了耐精递给他们 加油 鼠神会一直看着你们的 说吧 无声转身离去 那 那个 能告诉我你来自哪里吗 少年眼中突然燃起雄雄希望 他站起身朝着无声离去的背影喊道 无声转过头 那新红色的瞳孔透过面具 看向了少年少年 好像感受到了一股压力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觉得如果不问的话 他将后悔终生 洪荒 声音传来后 无声消失的无影无踪 只留下了些许的雾气 洪荒骂 少年低下头 那双漆黑的瞳孔 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突然闪烁着璀璨的光芒 我要去找那群家伙 我要让他们道歉 少年坚定地开口 周围的同伴也愣住了 他们面面相去 而后眼中突然也坚定了起来 没错 鼠神是真实存在的 我们要有勇气 不能让他老人家一直担心 少年本该熄灭的心气 在此刻重新燃烧了起来 他们真的是因为崇敬鼠神吗 可能不一定 就好像你拜财神 是因为你真的崇敬财神吗 你拜的不是财神 是对生活的那一丝希望 是对自己命运的控诉 是那一丝从未被磨灭掉的心气 你拜的是欲望 那天 少年向着踩过老鼠雕像的家伙 发起了挑战 他说要去外面打一场 那群人短暂地愣了一下后 哈哈大笑 而后欣然接受了这一场战斗 并表示少年带多少人都可以 无声站在飞行器上 看着这一幕 眼中满是冷漠 第二天 他们如约而至 几十个人相约在森林之中 少年让那群人给雕像道歉 但是换来的是嘲笑和谩骂 思想上的冲突带来的口角 最终演变成了肢体上的冲突 双方打了起来 无声看到这一幕 而后换出了自己的无声刀 可惜 我毕竟不是异域人 所以各位 请为蓝星赴死吧 无声轻声说道 而后伴随着红色的雾气 缓缓升起 一场血腥的杀戮 在此地发生 发 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踩过雕像的少年 从昏迷中清醒过来 睁开眼 他的眼中满是惊恐 快跑啊 地面有很多具尸体 而这些尸体 也正是那相信 无声那一边孩子的尸体 是的 无声将他们全部杀了 当然 也并不是全部 这天夜里 王大此刻正在家中 焦急地联系着自己的儿子 这小子干妈去了 都联系不上 又疯到哪里去了 咚咚咚 这时 门口突然传来了一阵敲门声 臭小子 还知道回来 看我不 王大带着妻子 怒气冲冲地走向门口 而打开门后 看到的却是一张老鼠脸 鼠 鼠神大人 王大也是之前灾难经历的一员 此刻看到无声后 他也有些结巴 这是你的儿子吗 无声突然举起手 他的手中正抱着一个少年 儿 儿子 王大瞪大眼睛 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身上满是鲜血的人 语气颤抖 他没死 他和一群人在郊外打起来了 我只救下来了他一个人 说着 无声将少年递给王大 而王大听到自己儿子没死后 也是松了口气 但是听到无声 只救下来了一个人 心中又有些不好的预感 大人 只救下来我儿子 是什么意思 王大试探到 和他一起玩的孩子全部死了 被另一伙人杀掉了 我没能救下他们 抱歉 无声说完后就消失了 而王大听到这句话 连忙拿出来了自己的电话 而后开始给一个一个的联系人 怎么样了 回到旅馆中的温熙 看着回来的无声问道 很顺利 现在就等他们发生冲突了 无声点了点头 然后回到沙发 直接躺下来了 温熙看到他这副模样 眼中带着些许的担忧 你没事吧 温熙走到无声的身边问道 没事 无声摇了摇头 温熙见状也是坐到了无声的身边 而后伸出手 给他按摩太阳穴附近 两人就在这样的环境下 慢慢地度过时间 而外面的某一处地方 却已经炸开了锅 一群人冲到了警备队之中 而后开始控诉那些 杀了自己孩子的人 而警备队了解到情况后 也叫来了另一边的人 而另一边的人 也是十分不好惹 他们因为刚来摆成 本就自命不凡 而自己优秀的孩子 自从那天回来后 就整天魂不守舍的 于是他们表示 也要个说法 最终就这样吵了起来 本来只是孩子之间的思想冲突 在这一刻上升到了家长 而本就无法产生 交集的两边人 在此刻产生了冲突 能看到未来的希望 这也就代表着他们 不再会懦弱 警备队中大吵大闹 最后警备队也无可奈何 让他们自行处理 演变到最后 一场小规模的冲突 在此刻展开 第146章 第一次冲突 3 第二天一早 吴生就离开了 他朝着王大家走去 而后打听到了 昨天晚上警备队发生的事情 警备队 差点把他们忘了 吴生喃喃自语道 说实话 这个摆成的警备队 其实没什么存在感 因为城外可以解决一切事情 没必要一定要在城内发生冲突 所以 警备队说是维护城中秩序 但是其实没什么大用 实力也没多强 平均上也就进化五阶那一阶段的 不过都是些贪生怕死之辈 警备队也没什么事情 平时就是在城中巡逻 甚至上次污染受攻击百城的时候 这些警备队的人 甚至都没出来看过 可以说 就是一群酒囊饭袋 可能也是星期被打没了 或者是想着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问题 能混个工资就好了 正好可以展开第二波攻势 吴生想到这里 而后朝着城外飞去 此刻的城外 已经聚集了成百上千人 为什么这么多人呢 大多数也都是看热闹的 毕竟 百城想要出现生死兜的可能性太小了 大家战斗力都那样 打来打去也打不死人 还浪费体力和灵能 实在是没必要 看着聚集在此地的人 吴生朝着林中的某处 看去此刻的那里 正有着一批污染兽 朝着此地攻击而来 两边的战斗 实在是没什么看头 就像是孩子打架一样 毫无章法 唯一的区别就是 打着打着 伴随着一道道咆哮声响起 森林中一批污染兽 就这样冲了出来 突如其来的状况 把众人瞬间吓傻了 而污染兽 可不会等他们反应 张开嘴朝着他们撕咬而去 伴随着一声声惨叫响起 杀戮再度出现 吴生冷冷地注视着这一切 眼中没有什么情绪波动 下面的杀戮还在继续 第一时间逃离的人并不多 很多人都被留了下来 吴生见下面人数少了很多后 也是再度戴上了面具 他顾忌重施 在将污染兽斩杀后 看着这群跪倒在地的人说道 蜀神即将降临 他想要帮助你们这些被抛弃的人 但是首先你们必须自己团结 你们有供奉蜀神大人 为了后代子孙儿战的勇气吗 没什么很神圣的话语 吴生也不懂那些 他用十分平淡的话 收获了一群信徒 毕竟这段时间的所作所为 这群人全部看在了眼里 在警卑队抛弃他们 抑郁将他们丢在这里的时候 吴生救了他们 给了他们能经 甚至还给予了他们新的努力方向 只要供奉蜀神 等蜀神降临 他们就可以获得力量 为异域添砖加瓦 没错 吴生并没有让他们为自己 而是说为异域 只有这样 他们的认同感才会更加的高 等未来洪荒真的壮大之时 异域开始注意的时候 那么就是冲突爆发的时候 毕竟 大家都是想要为了异域 凭什么你要断绝我们的希望 我们又没有做什么 对不起异域的事情 矛盾的爆发点 就是因为两边的人 都觉得自己是正义的 只有这样 才能一条路走到黑 才能更加的执拗 吴生在说完之后 就丢下了一大堆的蜀头面具 你们要像我一样帮助他人 为我们寻找更多的伙伴 我们是弱者 作为弱者的我们 更应该抱作一团 放心吧 我一直站在你们的身后 蜀神大人也会一直铭记你们 等未来他降临之时 就是我们为异域做出贡献的时候 吴生说完后 准备离开之时 有人抬起头一脸狂热的问道 大人 蜀神大人到底从何处而来 洪荒 我们自称为洪荒 洪荒之中有许多神明 蜀神只是其中之一 只要我们好好供奉 等他们降临之后 异域将获得无上的力量 你们也将成为异域的功臣 吴生说了一番激励的话后 就离开了 他不太擅长洗脑 所以只能多做一些事情 让这群人相信 只要相信了一切 就好说了 让他们自行发展就好了 一切也就不用管 教派这种东西 需要的是像病毒一样蔓延 而不是像灌溉田地一般 自己去挖去引导第二步 已经成功了 接下来能做到什么地步 就看他们自己的了 吴生这般想到 而后就准备离开 魔鼠 突然 吴生的身后传来一道声音 对方的称呼 让吴生瞳孔瞬间缩紧 吴生转过身 入眼是一个身材 十分火辣的女人 女人长相很美严 有一点不一样的是 她的瞳孔是竖起来的 好像蛇一样 阁下是 吴生换出吴生刀 既然对方能认出自己 那么逃跑就没什么必要的 能在这里解决 还是在这里解决 而且 回程的话 还有可能暴露温惜 女人见吴生不否认 也是露出了笑容 魔鼠大人您好 我是您的部下 十二生孝之一藤蛇 序列024 奉欧阳博士之命 前来辅佐魔鼠大人 第147章 十二生孝的第一次会面 听到来人的话 吴生先是一愣 而后就歪了歪头 好奇地问道 你怎么找到我的 藤蛇文言笑了笑道 欧阳博士说给你身上 安装了定位装置 也不知道是什么 反正我们可以在异域 用玉环定位到你的位置 吴生一愣 你慢 藤蛇微微一笑 外界的战局 已经趋于稳定 基本上都是顶尖站立在打 进化学院大部分的人 全部被送入了这个地方 还有十二生孝 也就是我们 其余人也有您的位置 只不过因为传送的 藤蛇的话 让吴生点了点头 眼中也带着些许的欣喜和感激 欧阳博士为他做了太多了 一时间 他也不知道怎么报答 此刻远在蓝星 并且正带着十二生孝叛逃的 欧阳博士打了个喷嚏 阿秋 谁在想我 欧阳博士揉了揉鼻子 我的家人 还有温惜的家人怎么样了 藤蛇听到吴生对话愣了一下 思索了一会后开口道 应该是没问题的 博士和我说过 对了 你有见到其他生孝吗 没有 你是第一个 吴生的话 让藤蛇点了点头 果然如此 对了 这个给你 藤蛇从御环中 拿出来了一个新的御环 我自己有了 这是博士特制的 可以让我们在抑郁中也联系 现在十二生孝中 御兔没有拿到 吴生点了点头 然后接过了御环 这时 他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 皱了皱眉头 御兔 他为什么没有 藤蛇一愣 而后笑着说道 御兔和你在抑郁啊 你们两个不是一直在一起吗 我正好也给他送一个 御兔 和我在一起 此刻的吴生 仿佛意识到了什么 思绪瞬间豁然开朗 之前某些想不通的事情 在此刻也瞬间懂了 先不聊这个了 你现在是什么计划 这个御环可以联系其他生孝 我们能帮上什么忙吗 吴生也从思绪中脱离出来 面色也不自觉地严肃了起来 能联系其他人 那太好了 先回我的住所吧 我们详细聊 吴生说完后 就带着藤蛇朝着旅店走去 很快 温西看着吴生带回来的漂亮女人 瞬间就愣住了 这 这位是 温西有些试探性地问道 你好玉兔 在下藤蛇 从蓝星过来支援魔鼠的 藤蛇微笑着做了个自我介绍 而温西听到对方 喊自己玉兔一时间也没反应过来 而是笑着点了点头 然后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捂住嘴巴 而后看向了吴生 吴生倒也没说什么 笑了笑 而后拿出藤蛇给自己的玉环 这个怎么用 藤蛇微微一笑 而后在玉环的一个凸起的位置点了一下 伴随着一个半透明 类似于电脑的东西 投影而出 紧接着 投影转化为十个小窗口 好像是视频通话一般 声音在此刻传来 哟 魔鼠吗 我是龙玉 你怎么样 没受伤吧 青龙率先开口 语气依旧的十分的轻快 看样子情况应该不错 我没事 各个人都到齐了吗 吴生并不打算闲聊 准备直接切入正题 到齐了 可是有什么任务吗 众人回应道 吴生听清楚后 先是沉思了片刻 而后一脸认真的问道 宫廷玉叶酒 众人 此话一出 全场陷入了无比沉默的境地 一旁的藤蛇和温惜脸上露出尴尬的笑容 而吴生则是一脸认真 一一 一百杯 龙玉有些试探性地开口说道 没问题了 吴生得到答案后点了点头 而后继续说道 你们现在都处在什么位置 是略国的最外围 还是什么地方 基本上全部是在略国的最外围 不过有些人可能离得更远 有人开口说道 那么各位 接下来请前往略国的外围 目前我的计划是 先破坏掉略国 再略国挑起战争 而后利用战争的混乱杀人进阶 吴生说完后 众人沉默了一回 主要是被吴生大胆的想法给吓到了 你准备怎么做 据我所知 抑郁的地狱太大了 单单一个略国 就已经远远超出了蓝星的土地面积了 吴生看了眼那开口说话的人 那是一个新面孔 四羊 十二生肖之一 序列零三腰 四身羊 据说是一种拥有四个大脑的生物 吴生看了他一眼 而后将这段时间的事情 以及计划全盘拖出 吴生说完后 众人陷入了震惊 四羊率先打破了寂静 没想到 仅仅两个多月你 居然能想到如此好的办法 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行 正好我带了不少仪器 可以试试 能不能从污染兽身上 提取出来 什么可以修为暴涨的物质 四羊说完后 就直接离开了 吴生愣了一下 而后看向了藤蛇 藤蛇见状笑着解答道 四羊的异能 算是比较特殊的 他本身就是天才 加上异能 所以在科研方面极为有天赋 之前一直在欧阳博士的身边 学习过一段时间 听到藤蛇的话 吴生也是了然地点了点头 如果有这样的人 那么这吴一是最好的 他之前还一直很苦恼 目前十二生肖中出现的人 基本上都是战斗狂 如果有这么个 能研究东西的人出现 那么很多事情 将吴一会通畅许多 第148章 初十 那家伙是个科技狂 不用管他 我们继续聊吧 魔术大人 你打算让我们怎么做 这时 十二生肖之一的朱雀 开口说道 对 这个朱雀是个女生 看样子 应该是和四羊很熟悉的 别叫我大人了 我叫吴生 或者你们可以称呼 我为魔术 大人的话听起来怪怪的 吴生说完后继续说道 我的提议是 各位尽量的 都开始在周边的城市 发展洪荒 如果不是战斗艺能的话 可以两人一组 保护好自己的同时 将洪荒彻底地宣传出去 我这边已经初步完成了 只等待着他们 慢慢地蔓延了 我觉得这样也可以 正好各位 也可以介绍一下吧 目前好像只有 青龙 白虎 玉兔 还有魔术四个人认识 朱雀说完后 众人也觉得可以 那么 就由我来开始吧 序列033 朱雀 十二生肖之一 代表的是其中的鸡 代号也是朱雀 刚刚那家伙是四羊 序列什么的 你们都清楚 我现在和他在一起 他的异能比较奇特 不算战斗的 更多的是辅助方面 所以我打算和他组队 吴生点了点头 表示没问题 紧接着 其他人也开始了 自己的自我介绍 吴生这一队的十二生肖 也是第一次见面 众人也将自己的情报 合盘拖出 十二人 十二个代号 分别是 魔术 球牛 白虎 玉兔 青龙 藤蛇 天马 四羊 六耳猴 朱雀 西边神犬 戒猪 有山海经的 有虾边的 一共十二人 也算是第一次集结成功吧 在吴生间 自己的计划全部说完后 众人也纷纷地离开 青龙在此刻 又告诉了吴生一个消息 海族和妖族各自的首领 也全部进入了异域 他们所在的地方 应该就是兽人的地盘 还有那个名为黑海的区域 还有其他国家的净化者 也进入了 你自己小心 虽然大家都是抑郁的敌人 但是不保证碰到了后 他们会不会对我们插刀子 吴生文言也是硬核了下来 在和藤蛇聊了一会后 藤蛇也就此离开 他的意思 是他也打算找个城市 去看看执行吴生的计划 到最后 房间内又只剩下了 温熙和吴生两个人 因为身份暴露 让温熙觉得自己骗了吴生 现在的他 有些坐立不安 生怕吴生会怪他 吴生没说什么 而后走到了温熙的身边 做出了一个 让温熙有些意想不到的动作 吴生抱住了他 谢谢 让你费心了 吴生在温熙的耳边轻声说道 而温熙听到后 也是有些绷不住 脸上充斥着的幸福的情绪 没事 能帮到你我真的很开心 两人抱了一会后就分开了 吴生看着手中的玉环 心中也生起一股温暖之意 被人挂念的感觉 其实也蛮好的 尤其是身后 有一个可以帮助他的大人 这也让他蛮开心的 当然 吴生此刻心中想的欧阳志并不清楚 他现在正在算计吴生呢 天庭之中 欧阳志等人兼听着吴生 和其他人的聊天 脸上不由地生起了一抹欣慰的笑容 怎么样 我培养的孩子是不是很棒啊 欧阳志朝着欧阳空嘚瑟道 滚一边去 和你有个鸡毛关系 那是人家孩子自己优秀 加上自知力强 这要换我 我当初得到魔刀的时候 就给那群欺负过我的人皮被包了 欧阳空的话 并没有让欧阳志起什么波澜 此刻的他正在鼓刀着什么 对了 妖帝那几个家伙 去了异域 不会被干掉吧 我记得 他们好像并没有带很强的人啊 欧阳空皱着没问道 听到欧阳空的话 欧阳志摇了摇头 而后一脸神秘地说道 放心了 那里不仅仅有魔刀的传说 还会有妖族和海族的传说 他们两个人送到的地方 都是特定的 混得会很好的 欧阳空文言点了点头 而后看向欧阳志问道 你觉得他的计划怎么样 很好 除了细节上有些不完美之外 他的计划可以说是天衣无缝 现在的他只需要等待 等待着交汇的自行发展 而后慢慢地发动战争 随着他掠夺的人越来越多 越来越强 到那个时候 抑郁在察觉到的时候 就已经晚了 欧阳志嘴角勾起一抹笑容道 你为什么断定抑郁的人察觉不到 毕竟他们的科技水平 领先我们太多了 想要知道边境的事情 其实也是十分简单的吧 欧阳空有些疑惑地问道 在战争的时候 你会去在一山里面 会不会出现拿原子弹的家伙吗 欧阳志说完后继续说道 现在的无声所在的地方 就是山里面 对于异域的人来说 山里面的人加起来 都是弹指可灭的东西 而对于无声 虽说质量越高 进阶的越快 但是异域那边的数量 足以弥补一切 只要他可以将异域边境的人 尽数杀光 他甚至可以无敌于两界 当然 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可能 不过他也不需要去将边境的人 全部杀光 那样太慢了 让争斗一点一点的蔓延 一点一点的向上蚕食 这样不是更好吗 更何况 不是还有我们吗 欧阳志喝了口茶 老神自在地靠在椅子上 仿佛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欧阳空看着自己 这个大哥的样子 瞬间就是气不打一处来 别喝了你 一边玩去 说着 就将他手中的茶杯 丢一边去了第149章 再遇敌 腾舌来的那天过后 无声每天都去观察那些 分道面具的人 不得不说 上一次的演讲很是有效果 这些拿到面具的人 也开始戴上面具 做着正义的事情 时不时地前往森林之中 帮助一些人处理污染兽 虽然作用不大 但是确确实实地帮助到了一些 而无声有时候 也会在他们危机的时候出手 来保证那些宣传洪荒的人 所说之事更为真实 在这种情况下 已经有一些人 开始对洪荒这个教会 赶起了兴趣 而这天 无声正常地在林中 观察着这些信徒的时候 突然察觉到了一股危险的气息 黑色的瞳孔 瞬间染上血色 无声猛地转过头 此刻在他身后的天空中 一道人影正死死地盯着他 金色的头发 一个类似于法杖之类的东西 还有那蓝色的瞳孔 立体的五官 加上熟悉的气息 毫无疑问 那家伙是蓝星人 你就是继承了龙国生肖首领的魔术 自我介绍一下 我乃十二主神之一 宙斯大人的继承者 你可以称呼 我为亚当 对方来后直接说出了自己的身份 手上的法杖 在此刻闪烁着白色的光芒 你是怎么认出我的 亚当嘴角勾起一抹笑容 而后抬起了右手 只见他的右手中 一个戒指正戴在终止上 蓝星现在的国家 全部合并成了一个 既然是共同抵御外族 那么我当然会拥有盟友的位置了 听到亚当的话 无声的眼睛皱了起来 这点实在是太过不对劲了 但是现在 他也没办法去考虑那些 因为此地 还有一人也正朝着这里赶来 我乃十二圣骑士首领亚瑟王的弟子 我的名字叫做蓝顿 少年手持金色长剑 身披银白色的铠甲 至少行头上是 领先了无声和亚当一大截 面色无比严肃 好像在做着什么神圣的事情 三人踩着飞行器来到云层之上 无声皱着眉头 看着另外两人 两个都是退壳四阶 比无声低一阶 蓝顿还好 那个名为亚当的家伙 看向无声的眼神 可是相当的火热 一股诡异的气氛 在三人的身边弥漫 特辑魔法 流星炎 制裁 十二王亭剑 分尸 亚当和蓝顿瞬间出手 一个宛如流星一般的巨型火球 朝着无声轰去 另一边 则是十二柄锐利无比的金色光剑 朝着无声刺去 而无声手持无声刀 反手斩出一道数十米的血色斩机 伴随着爆炸声在空中响起 烟雾将三人瞬间覆盖 既然是盟友 那就来切磋一下吧 看看盟友的实力如何 未来会不会需要在下的帮助 亚当大笑一声 手中的魔法棒开始闪烁着白色的光芒 伴随着数个增幅魔法 在其身上烙印 魔法棒也变成了一个 类似于狙击枪一般的物体 而另一边的蓝盾 则是直接提起长剑 就朝着无声 斩去无声看着 踩着飞行器来势汹汹的蓝盾 提起无声刀 就和对方打在了一起 当 刀剑碰撞间闪烁着火花 蓝盾的剑术极为精妙 至少在无声所见之人当中 可以名列前茅 两人并没有动用太多力量 只是简单的技巧比拼 金色的剑影 与血色的刀刃划过空气 伴随着火星四剑 两人也摸清楚了对方的情况 华丽的剑术 精妙的技巧 好剑法 恐怖的杀气 凶暴的力道 杀人之刀 这是两人对对方的评价 而这时 伴随着两道枪声响起 金色的激光瞬间朝着 两人轰去 无声和蓝盾不约而同地朝着激光 斩去 两道爆炸声瞬间响起 实力不错 但是仅仅这样的话 你们两个还是不够 亚当的周身闪烁着金色的光芒 那不知道加持了多少层的屏障 给了他无与伦比的安全感 分尸 对于这种在别人决斗的时候放黑枪的 无声从来不会手软 伴随着红色的雾气在周身环绕 新红色的刀器 直接斩向了亚当 刀器宛如狂风一般 瞬间出现在了亚当的面前 恐怖的刀芒 斩到了金色的保护罩之上 伴随着玻璃碎裂的声音响起 那让亚当充满安全感的保护在此刻 宛如翠指一般瞬间破碎 空间魔法 瞬移 亚当的狙击枪 再度变换成魔法杖 伴随着一道法阵出现 他的身影瞬间出现在了十米开外 躲过了这道攻击 可怕 亚当此刻的内心也是掀起了惊涛骇浪 他知道会有差距 但是没想到 差距会这么大 他加持了二十层的护盾 居然瞬间被击破 甚至连三秒都没挡下来 这让他一时间有些挫败 而另一边的兰盾 在无声斩出攻击后 再度冲了上来 这一次 无声并没有留守 挥舞长刀的速度快了一倍不止 攻击宛如疾风骤般 朝着兰盾打来 本来还以为可以和无声来一场 酣畅淋漓的攻防战的兰盾 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很快 三个少年再度乘三角展开 只不过这一次 无声的气势明显碾压了另外两人 红色的瞳孔屁腻着两人 无形的威压 让另外两个人面色难看 你说蓝星现在只有一个国家了 在沉默了片刻后 无声开口问道 没错 现在的蓝星的所有国家 合并为了蓝星域 不再有国家之分 听到亚当的话 无声皱了皱眉头 心中也有了些许的猜测 他可能知道 欧阳博士为什么那么着急 把他们送到异域了 既然如此 你们想要看我做什么我没意见 但是没有我的允许 如果再对我出手 就别怪我的刀下无情 而且 如果让我知道 谁做了蓝星的叛徒 我一定会将他千刀万剐 然后带回蓝星 无声说完后就离开了 他突然想到了一个新的计划 他创造教派的最初目的是 挑起战争 他自己在战争中 掠夺灵能提升修为 既然如此 那肯定是越混乱越好 这突然到来的两个家伙 不是正好吗 让他们两个 也去宣扬自己的信仰 这样 教派就会越来越多 也越来越混乱 而且他感觉 欧阳博士让他们来抑郁的原因 就是想让他们在抑郁打出一片天地 然后等待着再度建立龙国 估计其他的国家也是如此 至于他们两个会不会暴露 无声觉得不会 既然是和他同一阶级的人 没道理会蠢成这样 无声不会去无缘无故的 却揣着一个不熟悉的人 并将对方当作蠢货 第150章 主神教育歧视会 听着无声的话 亚当和兰顿对视了一眼 而后就跟了上去 他们倒也不怕无声使诈 就算打不过无声 逃跑对于他们来说 还是很简单的 毕竟他们不像无声是突然来的 他们可是带了不少顶尖科技过来 而无声就这样再度回到了森林之中 开始潜伏 亚当和兰顿 疑惑地看着戴上了面具的无声 对视了一眼后 两人也没猜出无声的心中所想 这家伙到底要干嘛 等了一会 亚当有些烦躁地说道 别急 那家伙好像一直在观察那几个戴着面具的弱者 说起来 他们的面具还是同款的 兰顿看上去要冷静和细腻很多 这也正常 冷兵器的学习周期会长很多 静不下心来的话 也无法学习剑术 很快 在下方的人遇到危险之时 无声直接出手 而后在接受了那几人的跪拜后 再度消失在原地 远处的兰顿和亚当 看到这一幕也瞬间明白了什么 两人对视一眼 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欣喜和震惊 这家伙 不会是在创办教会吧 亚当有些惊讶地说道 而兰顿则是点了点头 看那副样子应该是了 龙国确实有一手 从那几个人的情况来看 魔鼠这家伙 应该是进入抑郁有一段时间了 兰顿的话 让亚当摸了摸下巴 思索了一会后 他也转身离去 你去哪里 兰顿回过头 看向朝着远处飞行的亚当问道 当然是 和他一样创办教会 既然他可以创办 我当然也可以 作为神王没有信徒 如何能行 说吧 亚当转身离去 他决定了 要在这个城市 创办自己的教会 他要将魔鼠给比下去 最好是把他的教会直接覆灭 然而他并不知道 在其他生肖出现后 无声就不打算再过多地 去管这个教会了 他现在需要一场规模 稍微大一点的冲突 来提升修为 这样的话 他就可以快速地进入换身境 然后前往下一个城市 至于教会的宣传 无声打算交给其他人 回到旅店中的无声和温惜 讲了这件事情 温惜也是愣了一下 沉思片刻后 温惜开口道 既然他们来的话 肯定会有冲突 你打算让他们创办江湖后 引起一场小规模的战争吗 无声点了点头 抑郁很大 可能这一次会引起城中的人注意 但是多的估计也没有 有城主 但是城主也不会在这里住 只是偶尔出现重大事情的时候会回来 但是百城根本就没出现过重大事情 所以我打算引导一次 看看这个城主有几斤几两 需要我帮忙吗 温惜看着无声问道 因为抑郁的灵能的浓度 和月亮和蓝星 完全不是一个层级的 他的修炼速度也是静静飞速 无声摇了摇头 不用 不过如果你有自己的想法 我不会妨碍 你自己决定就好了 无声的话 让温惜面色一喜 他其实是想和无声一起动手杀人的 毕竟他也不想当一个花瓶 而且他自己也有家人 能变强保护自己的家人 当然是再好不过的 那我也和你一起去吧 我也想变强 温惜的话 在无声的预料之中 无声点了点头 而后笑道 想去就一起去吧 这段时间好好修炼 传教这种事情 也算是西方国家比较拿手的东西了 他们的速度 应该会比我们快一点 确实 毕竟他们的准备 会更加充分一点 两个人在房间中 又聊了点有的没的 而后就睡下了 另一边的亚当和兰顿 也选了百城的一个地方 开始计划 他们的行动方式 和无声也没什么差别 先是联系自己人 然后再将计划合盘拖出 而后开始在城内 寻找可以了解抑郁的消息 最后前往森林之中 抓捕污染兽 就这样 在无声的策划下 异常隐秘的传教 就这样开始了 而无声也十分的配合 每天都会乐此不疲的 前往森林中 保护那些教徒 这让兰顿和亚当 也感受到了一丝急切 两人在实力上不如无声 要是在传教这方面 还被比下去 那真的不用活了 无声就这样 用自己的节奏 牵着另外两个人走 时间就这样一点一点的过去 转眼间 又是一个多月过去了 因为兰顿和亚当 两人的准备极为充分 他们甚至带了 很多灵能胶囊过来 这种能量磅礴的东西 抑郁也有 但是不是百成的人 能接触到的 而两人就用这个东西 开始大肆地宣传 自己的教会 两人也很有意思 一个叫做主神教 一个叫做骑士会 两人的教会 也慢慢地开始壮大 而无声自己所属的洪荒 也在周围人的带动下 人数开始慢慢地变多 而无声这里变多 也有四扬的功劳 那家伙 还真的从污染兽的身上 研究出来了点东西 弄出来了一个 名为污染胶囊的玩意 这东西不提升修为 但是可以让你 瞬间变得像污染兽一样 不惧伤痛 就好像是肾上腺素 但是又比肾上腺素 多了些副作用 少了些克命 副作用是 每一次用完 智商就会变低 最终会变成一个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的 白吃着东西的出现 也让这些信奉洪荒的人 切实地得到了好处 提升了自己的实力 甚至听说 有人利用这个东西 将孩子送到了 上层的学院之中 虽然不知道是真是假 但是能为孩子 拼出一个美好的未来 这让这群人 对于属神的敬养 愈发的厚重 欲望也愈加的浓郁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 在三方人数加起来 接近两万多人之时 无声也明白 该收割一下了 如果可以 他并不想在这个世界 待太长的时间 蓝星和抑郁的战斗 一直处于白热化 那可以压制修为的力量 不知道何时才会消失 而一旦消失 那么蓝星会被瞬间摧毁 毕竟蓝星的顶尖战力 是因为他们 只能处于这个层次 没有办法再变强 而异域的顶尖战力 是因为蓝星的神秘力量 而被压制 如果真的放开束缚 那么两边的力量 就好像蚂蚁和大象一般 毫无对战的必要 蓝星绝对毫无还手之力 而且异域出现的人数 甚至都被压制了 第151章 简单的嘴臭 看着下方人数众多的教徒 无声并没有丝毫的喜悦 他好像在看蚂蚁一般 看着这群人 太好骗了 这群人好骗到了一个 极为可笑的景点 只需要给他们些许的希望 就能让他们玩命的 给虚构出现的神明磕头 无声甚至都不需要去洗脑 那么 既然时机成熟 各位也可以为了鼠神现身了 阴暗的角落中 无声心中默念 而后转身离去 既然要战斗 那么冲突就是必要的 亚当和兰顿那两个家伙 可以利用一下了 想到这里 无声将目光看向了某个方向 说起来 无声的教会极为随意 温西做了大约一千多个雕像 分完之后 这群人也开始雕心地 分给下面的人 好像就自动形成了某种阶级 而无声也很懂 第一批的人 他会多给几个污染胶囊 竞争让他们自己去进行就好了 无声并不打算管束 这种情况下 他们居然还真的发展出来了 自己的体系 那被无声分过面具的人 自称为神士 他们这些人 大概有个二十多个 也基本上是污染胶囊 拿得最多的 加上平庸了如此之久 突然掌控了这么大的权力 他们本身也极为激动 这种情况下 他们会更加想要让教派壮大 毕竟统领一个人和统领一百个人 是不一样的感觉 这天 这二十多个人 又开始给那些新加入教派的人 讲述洪荒的事情 而无声也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实 实者大人 无声的气息很是强悍 至少在这群人的眼中是这样的 毕竟他们最强的 也不过进化五阶 无声稍稍放出些许的气势 他们就有些畏惧 当然 这种畏惧也让他们一眼就认出来了无声 嗯 鼠神大人有令 明天所有兴奉鼠神的人前往城外 你们需要帮我击杀另外两个教派的人 当然 这次的任务并不是强制的 你们想来就来 不想来我也不会说什么 但是这次来人 全部可以获得十没神药 说完后 无声就离开了这群人聚集的地下室当中 而在无声走后 这群人先是愣了几秒 而后眼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兴奋 他们也早就听说 在百城的其他两个地方 有新的教会在发展 叫什么狗屁主神和骑士 给的东西 完全和鼠神大人给的能比 为此 他们也发生过几次冲突 冲突的原因是 洪荒教的人 想去其他地区偷偷地宣传教会 但是被他们阻止了 因为在城中 而且这种事情毕竟不合规矩 两边碍于顾忌 最后并没有打起来 但是依旧记住了对方 并且给对方打上了敌人的标签 思想上的冲突就是这样的 就好像两个人 一个人讨论玉皇大帝厉害 一个人讨论上帝厉害 聊着聊着 说不定就吵起来了 如果对方说玉皇大帝不厉害 说不定还会打起来 你要说他真的尊敬吗 倒也不一定 主要是咽不下这口气 更何况 这群人真真正正得到好处 并且深信自己供奉的神明 是真实存在的人了 而在无声走后 这庞大的人群中 也有人偷偷地离开了 另一边 很早就知道了 亚当和兰顿住处的无声找上了门 并且极为不客气地 向对方挑衅了起来 具体情况如下 这天 本来在想着 怎么处理掉无声的亚当 正在家中吃着饭 而这时他的大门被敲响了 咚咚咚 谁啊 亚当刚准备开门的时候 门口传来了一道声音 啥 亚当瞪大眼睛 现实有些猛逼 不过很快 他就反应过来了 他打开门 想要看看 是那个不知死活的家伙来挑事 然后就看到了 无声朝着他竖起了终止 废物 明天下午来城外森林单挑 简单的嘴臭 极致的享受 亚当还没来得及反应 无声就消失不见了 两个人的反应也极为相似 先是猛逼 然后一脸愤怒的 想要给无声一招 但是无声早已消失不见 并且城中不能动 不过这种气氛 也仅仅是持续了一回 两人冷静下来后 也明白这是无声的阴谋 最终 两人前往自己的教会一问 发现自己教会派往洪荒的间谍 得到了明天无声 打算召集人马群殴他们的事情 最终 亚当和兰顿联系了 两人一拍即合 决定明天将计就计 先将无声击杀 毕竟两个人都是无声辱骂的对象 并且他们的硬实力 确实不如无声 三人实力要是差不多的情况下 说不定三人还有可能表面和谐 但是无声的实力 完完全全地碾压两人 这让两人不得不合作 先将无声这个威胁 扼杀于摇篮之中 于是 两人各怀鬼胎 当然也有可能被无声 直接而又简单地嘴臭给恶心到了 导致两人极为合拍 而另一边 无声也将自己的情况告知了温熙 温熙先是一愣 然后突然扑刺一声地笑了起来 怎么 笑什么 无声有些不解 看着温熙道 没什么 就是没想到你还会骂人呢 真想亲眼看看 说着 温熙白嫩的小手 乘着光洁的下巴 饶有兴致地看着无声 而无声也是愣了一下 而后撇过头 淡淡地说道 我是人 不是神 肯定会骂人 而且 这都是为了计划 好好 计划计划 那么明天 你打算怎么做呢 温熙虽然知道一切 但是还是 想听无声说话 他们两个人现在依旧觉得 能在我的手中撑住几时回合 甚至可能觉得 两个人合作 可以将我打败 明天我打算先跟他们周旋一下 等人数到齐后 先将他们击退 然后混入人群中掠夺 这件事 无声计划了很久 甚至第一次得知亚当的时候 他就开始算计了 所以 第一次和亚当他们战斗 他也并没有使出全力 不管对方如何 反正无声也就用了五成力 第152章 顺利进行的计划 第二天一早 无声就朝着城外的森林之中走去 说起来 有多少人会来 毕竟虽然他给出了利益 但是这群人到底有多少被洗脑的他 还真不清楚 计划的成败 今天下午就可以一窥真相 吃过饭后 无声戴上了老鼠面具 而温西也拿出来了一个面具 戴在了头上 你不要出手 在远处观望就好 战斗的话 我和他们打就好 他们现在还不知道你的存在 你在外围帮我看看 大概有多少人进入到了森林之中 最好再引导他们一下 告诉他们 在森林之中 注意识别自己人 当然 最重要的是 尽量将他们分散开 无声说完后 就走出城外 踩着飞行器 朝着天空之上 飞去 进化者进入换身镜之后 就可以遇空 但是无声和温西 现在一个退壳五阶 一个退壳二阶 距离换身镜还有点路 当然 如果计划成功 不出意外的话 两人可以在短时间内 有一个大范围的提升 因为还在早上 无声还以为 需要等一等压当他们呢 没想到那两人 也早早地出现在 三人第一次对战的地方 看着前方面色恼怒的两人 无声抬起手 而后伸出手指 红黑两色的长刀瞬间出现 伴随着新红色的雾气 战斗一触即发 亚当和兰顿 也被无声的动作 整得极为不爽 小子 你有点太嚣张了 亚当愤怒地大吼一声 手中的魔法杖 在此刻凝聚魔力 伴随着空气温度骤降 无声所在的区域 突然下起了大雪 而在雪花飘落到 无声的身上之时 瞬间 无声被冻成冰雕 一起上 亚当明白 这种简单的招式 根本不可能对无声产生威胁 但是如果能限制无声的速度 也是不错的 亚当给自己和兰顿 加持上了各种增幅效果 两人的速度力量 开始大幅地提升 而无声默默地计算了时间后 也瞬间破冰而出 分尸 制裁 十二王停剑 因为知道 亚当这家伙 不善于近身搏杀 兰顿直接冲了上去 只见他的周身 闪烁着金色的光芒 光芒的扩散 宛如太阳一般 十二柄金色的长剑 朝着无声的刀器轰去 双方僵持几秒后 十二柄剑尽数破碎 被削弱的分尸 直直地斩向了兰顿 特级魔法 二十守护 亚当也不含糊 上去就是二十层护身术 套在兰顿的身上 而后手持魔法杖 继续朝着无声攻击 飓风 伴随着白色的能量涌动 无声的周身 瞬间狂风大作 而狂风带来的是恐怖的沙尘 攻击力不强 但是极为阻碍人的视线 在无声眯着眼睛的同时 兰顿手持长剑栖身而上 因为身上加持了各种强力的魔法 还有屏障 此刻的他也放弃了防守 手中的长剑 斩出一道道锐利的剑气 仿佛下一刻就会将无声撕碎 无声面色冷静 没有丝毫的慌忙 周身闪烁着血色的雾气 雾气在其周身 好似下一刻就会被吹散 但是当剑气进入雾气之时 却发出了仿佛金属碰撞之声 攻击被尽数挡下 这招也是无声进气发现的 他发现自己的雾气的坚硬程度 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强 并且还可以加持在无声刀之上 甚至无声刀可以化作雾气攻击 就好像可以流动的钢铁一般 不失液体的塑造性 但是又极为坚硬锋利 他这段时间 有时候也会研究属于自己的招式 毕竟魔刀七斩威力虽然大 但是太过单调了 而且如果未来真的要与诸神一战化 用对方的招式肯定不太合适 当然 这种可能性最好不要出现 什么鬼东西 蓝盾皱着眉头 看着环绕在无声身边的血色雾气 而雾气在此刻也化作了一条巨龙 朝着蓝盾直接撞去 血雾化作的巨龙 在无声的操纵下如必驱使 虽然没什么技术含量 但是胜在速度快 力量大 特级魔法 流星炎 这时 一旁在观望的亚当也瞬间出手 恐怖的火球宛如流星一般 从天而降 朝着无声的头顶轰去 感受着空气传来的灼烧感 无声皱了皱眉头 而后抬起手收回了雾气 凝聚成掌刀 而后朝着流星一刀斩去 火球宛如烟花一般 在天空之上爆炸 极为美丽 无声心红色的瞳孔 看着前方的两人 再度冲了上去 而蓝盾和亚当对视一眼 而后继续牵制 就这样 三个人从早上一直打到了下午 而另一边的温熙 也看到了前方从城中冲出来的人们 一双漆飞的瞳孔 在此刻化作银白色 失去了看向无声如水般的温柔 只剩下了寒义前方 数万人就这样浩浩荡荡地冲出了百城 而城中的警备队 也得知了群众大规模出城的事情 但是最终 他们依旧没有行动 没办法 百城的人太多了 只要不是一城半数之人出城 他们都不想管 而且也管不了 他们最终的决定 就是联系上面 让在上级城市的城主处理 而另一边 温熙看着前方为首的二十多个人 他出现在了对方的面前 神识大人 戴着面具的人 瞬间跪倒在地 语气满是狂热 看那边 另一位神识正的拼尽全力 对抗邪教头领 你们赶紧分散进入 丛林前往帮助他 路上遇到其他教派的人 一定不要客气 温熙说完后 那二十人也瞬间附和 他们早就看其他教派的人不爽了 而这数万人 也不仅仅只有洪荒教的人 主神和骑士都有 只不过 因为在城中 双方不好发生冲突而已 首要任务 帮助那位大人 温熙伸出手指指向了远处 而无声在此刻也得到了消息 他看着前方面色 有些许的疲惫的两人 新红色的瞳孔 瞬间爆发出无比恐怖的杀意 哈哈 魔术 想不到吧 我们早就 亚当本来打算嘚瑟一下 但是突然 他被一股极为恐怖的杀意锁定 伴随着红色的雾气 开始在空中蔓延 亚当和兰顿两人顿感不妙 快撤 兰顿大喊一声 而后手中拿出了一个淡蓝色的正方体 伴随着他用力一按 空间瞬间开始扭曲 魔刀七斩二是 朱星 无声瞬间出手 红色的刀气宛如流星一般 划过长空 瞬间斩向了站在一起 并且即将离开的两人 在红色的刀气 出现在对方一米范围之时 一道金色的屏障瞬间展开 但是这屏障也仅仅是扛住了三膝 伴随着清脆的响声 刀气瞬间掠过天空 没有丝毫的阻碍 天空之上留下些许的血液 而兰顿和亚当两人 却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无声转过头 看向那还在扭曲的空间 脸上极为平静 空间转移 切 两个蠢货 被带入节奏的两个人 如果走不出这一战的挫败的话 无声将完全不会 将他们视为对手 在处理完两人后 无声微微低头 看向下方冲入森林的人群 无声刀的刀刃 在太阳的照射下 闪烁着银白色的光芒 寒气逼人 那么各位 死吧 第153章 新的洪荒负责人 而随着无声说完后 温熙的手中 也换出了自己的月华扇 两个人就这样 进入到了丛林之中 开启了一场血色杀戮 要快点去使者带人那脸 洪荒的人心中想着 脚步也愈发的轻快 也不是所有人 想要和其他教派的人 起冲突的 也有只想要好处 尽量少做事的人 不过无声并不在意这些 他需要的 不过是抑郁的人命而已 血色雾气 与银白色的月华 开始在森林之中蔓延 有人看到后 先是一愣 而后就被斩杀 连惨叫声都没有发出来 这些人面色兴奋 他们因为欲望聚集于此 他们向往着前往的希望 可惜 这希望带来的意识深渊 伴随着一个个人头落地 一个又一个人的身体被压扁 周围的树木 开始疯狂地 吸取着这些养分 而似乎 也并没有人 发现有什么问题 杀戮就这样持续着 时间也这样一点一点地过去吧 面具之下 无声宛如机器人一般 重复着动作 他已经杀戮了 接近两个多小时了 他也不知道 自己杀了多少人 只知道很多 并且身体内的灵能 也愈发地浓郁 汹涌起来 他从白天打的下午 又从下午杀到日落 等到天空中几轮圆月升起 无声也已经麻木了 另一边的温熙也差不多 不过相比无声的麻木 温熙的眼中 更添了几分难过 但是他也明白他 必须杀了这些人 否则死的将是他的同胞 一万多人 就这样慢慢地 被无声和温熙两个人蚕食 有些人还在 和另一方人打斗之时 就突然被一道刀器 直接斩成两半 没有丝毫的反应 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 临近天明之时 无声找了接近半个多小时 都没有找到人的时候 他也从麻木中清醒了过来 他看着周围满地的蚕食败退 眼中没有丝毫的情绪 愣了几秒后 踩着飞行器 回到了天空之中 另一边的温熙也停了下来 感受着体内磅礴的灵能 和周围已经被染红的土地 他第一次清晰地感受到了 自己的力量 原来我可以杀这么多人吗 温熙喃喃自语 愣了几秒后 转身离开 天空之上 无声依旧在寻找着什么 很快 他在地面找到了一个 头戴老鼠面具的教徒 人数不多 也就九个人 看样子 也经历了一场战斗 身上也有伤 几人靠在树上 看上去极为疲惫 无声从天空之上落下 而后来到了九个人的身边 我叫号未来 我的父母给我取这个名字 是想让我拥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不再受这个城市限制 我小时候很努力 但是觉醒的时候 只觉醒了很低的天赋 和一个一般的异能 可以召唤兵器 我努力修炼 到现在进化五阶 但是好像没什么用 直到那一天 我看到了转机 号未来看着突然出现的无声 眼中的警惕缓缓退去 转而变成了崇拜和激动 使者大人 我赢了 那个狗屁骑士会的人 被我杀了 周围的人 也一脸激动地看着无声 眼中满是期许 无声看着号未来的样子 眼中并没有什么情绪波动 这里面有很多神药 具体的话你自己数 够你们用很久了 这次的冲突造成了很大的损伤 洪荒也仅仅剩下了几十个人而已 你叫什么名字 号未来听到无声说 有很多神药 眼中带着强烈的激动之意 大人 我叫号未来 无声点了点头 而后从御环中 拿出一个新的面具 和十个灵能胶囊 这灵能胶囊它有很多 虽然对它的修为 并没有什么大用 但是可以恢复耗损的灵能 不过对于号未来 这个进化五阶的 可就是天赐的良药了 这是十枚可以提升修为的药 现在给你 从今天起 你就是洪荒教摆成的负责人 所有人都有你挑选 统领 安排 我需要跟着属神大人 前往其他地方继续传播教义 希望等未来我回来的时候 洪荒教已经在你手中发扬光大 说吧 无声将污染胶囊和灵能胶囊 全部丢在了地上 而后转身离去 号未来一脸激动地看着满地的胶囊 能经还有面具 感受着里面沉甸甸的的重量 他看向无声背影的眼神愈发的狂热 大人 你们要去哪里 我们会前往更高的城市 等你们的到来 说吧 无声瞬间消失在原地 毒流下血色的雾气 在空气中慢慢消散 更 更高的城市啊 号未来眼中充满着向往 他看着地上堆积如山的能经 污染胶囊 还有一个漆黑的老鼠面具 眼中充斥着激动 他跪倒在地 而后朝着无声消失的地方大喊道 感谢属神大人赏赐 另一边 无声并没有听到号未来说的话 这也是他计划的一部分 他本来就打算离开这里 但是本身这个百城 他也不想浪费掉 教会的宣传这个计划很成功 他特地寻找崇尚教会的人 把手里的东西都给他 管他创立什么教派 只要未来可以产生混乱 那么这个计划 就可以持续进行下去 第154章 百城城主 百出 回到旅店的无声 看着抱着腿蜷缩一团的温西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而温西在看到他后 也并没有像往常一样 微笑着欢迎他 可能今天温西一天下来 确实成长了 但是这成长的代价 可能会有点大 看着蜷缩在一旁的温西 无声思索再三 还是走了过去 怎么了 无声蹲在温西的面前 声音有些沙哑 感觉我们 我们好像怪物啊 那么多人 那么多人被我们随手杀掉了 但是我感觉我体内还有很多力量 修为也快突破了 但是真的杀了好多人 温西的语气带着些许的颤音 他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了 自己的力量 对于弱者而言 是多么可怕的东西 随手一击 就可以导致几十人丧生 这还仅仅是退壳二阶 要是换身镜呢 更高的境界呢 岂不是一击 就可以杀死数万人 温西有些迷茫 无声轻轻地揽住他 思索再三开口道 要不以后就别出手了 我能保护好你的 听到无声的话 温西并没有回答 而是直勾勾地看着他的眼睛 你放音了情绪吗 温西的话让无声一愣 而后点了点头 温西朝着无声的怀中靠了靠 而后开口道 解开放音好吗 无声愣了一下 而后有些呆呆地看着温西 可能 温西摇了摇头 他轻轻地说道 不是说是为了保护你吗 我相信他不会对我出手的 我觉得 如果不能感受自己的喜怒哀乐 应该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 无声看着温西 而后点了点头 魔魂 解风 伴随着体内宛如铁链崩坏的声音响起 无声的周身再度涌现出 新红色的雾气和淡淡的黑气 只不过这一次的黑气 看上去要淡上了些许 感受着疯狂涌动的负面情绪 无声身体微微地颤抖 他的双目琴满了泪水 好像一个孩子一般哭泣 温西看着无声的模样 眼中涌现出强烈的心疼之感 他记得博士和他说过的 要让无声的负面情绪 慢慢地发泄出去 一直积攒的话会出事情的 这一次 尤其是这一次 他尤为感受到了 世界不能出现无声这种 绝对理智的强者 否则未来无声会很孤独 他强迫自己改变 也想带着无声改变 如果可以的话 他也想看看 无声放声大笑的模样 无声的身体颤抖 面色带着些许的痛苦 小时候的精力 在此刻再度涌上心头 红色的雾气 环绕在他的周身 好像要将一切威胁 全部驱逐 温西感受着身体上 传来的些许刺痛之感 他并没有松开无声 而是就这样轻轻地 拍着无声的后背 都过去了 没事的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温西这一刻 他终于明白了 欧阳博士的苦心了 还有很多人爱着你呢 温西仿佛看到了一个小男孩 他就静静地坐在那里 双目无神 好像对世间的一切都漠不关心 等待着有人来带走他 无声是幸运的 也是不幸的 不幸的是他的出身 他被人安排的一生 幸运的是 安排他一生的人 真的在为他好 也没有过分地去强迫他 而是让他走着旧的路 庆幸欧阳博士是对的 两个人就这样相拥着 慢慢地睡了过去 而无声周围的雾气 在此刻也慢慢地扩大 将无声和温西两个人 全部包围了进去 好像温西也得到了他的认可 灵能开始自行运转 两个人慢慢地自行 进入了修炼的状态 而在无声他们修炼的这段时间 外面的洪荒教 也开始以极快的速度发展 好未来很聪明 他先是暗中宣传 而后再安排了一个 战斗异能的家伙 前去打声成战 而后吃下污染胶囊 在最后获胜之时 让对方拿出鼠神雕像 表示他是洪荒教的 这么一手出来 那些心怀希望的人 全部蜂拥而至 几天前损失的人数 在极短的时间内 就补充了回来 当然 他们此举也被 警备队的人注意到了 但是警备队依旧没管 毕竟这群人也没闹事 总不能因为他们 聚集在一起 就给人家抓起来吧 而且还是一群修为 最高不过进化五阶的家伙 在不妨碍到 其他人的情况下 没人会在意 一群蝼蚁的聚集 一周的时间 就这样慢慢地过去 吴生和温熙 也陆续苏醒 两人的修为 迎来了一次跨越式的暴涨 吴生直接从五阶月级 到了幻身进一阶 而温熙也来到了进化七阶 算下来 接近两万人 吴生估计杀了三分之二 温熙解决掉了 另外的三分之一 那城外的森林 现在都有些许的血迹 甚至有不少人以为 是出现了强大的污染兽 也有很多人前往警备队 表示自己的家人 已经消失了很久 警备队的人敷衍了很久 后来直接干脆放假 不理会这些事情 失踪了 大概率就是死了 而能让如此数量的人 失踪死亡 他们这些家伙 怎么可能和那种人 进行碰撞呢 然后就撒手不管 而此刻远在千里之外的团城 也就是吴生他们 下一个准备前往的城池中 一个男人正一脸不爽地 坐上了空间跳跃装置 准备前往摆城 真是的 一个破城池 一年也都上交不了多少能金 是还真多 此人正是摆城的城主 摆出 是个中年男人 修为在幻身境一阶 先天异能 欲物 而他的物品 是一头双头狮子 冰火双属性 第155章 初级基因破坏者 吴生此刻正和温惜待在城外 吴生觉得 如果那个城主真的出现了 那么绝对会来这里看一眼 毕竟这是他的职务 如果真的不来看的话 确确实实容易引起风言风语 一般位高权重的人都比较好面子 当然 这个面子并不是指在普通人面前 而是在同一阶级的人面前 毕竟两个城主如果实力都差不多 那比来比去不就是谁的权力大 谁在城中的威望墙吗 阿胜 我们等几天啊 温惜有些好奇地看着吴生问道 两天吧 如果明天还是没人来 我们就直接去生城站 进入下一个城市 听到吴生的话 温惜点了点头 而后两个人就在丛林里待了一天一夜 第二天之时 终于看到了一个 骑着一头三米多高的双头柿子的男人 看着下方带着不少人的男人 吴生的脸上露出了些许战役 幻身竞刚突破 正好拿你是试水 说吧 吴生改变了自己的身形 慢慢的 那张俊秀的脸 转变为了一个中年男人我去试水 你注意保护好自己 好 你自己小心 温惜点了点头 而后转身推了上百米 博士给的身形转化器 类似于一种信号屏蔽器 只有幻神镜或者之上的进化者能看出来 基本上进入抑郁的人人手一个 而百出本来是打算来看看就走的 但是这时 他脚下的双头狮 察觉到了什么 身体立刻紧绷了起来 而百出自己 也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危机感 分尸 天空之上 一道月牙状的血色刀器 凭空出现 直接展向了百出 小兰 伴随着百出的怒吼声 他脚下的狮子也瞬间膨胀了起来 本来三米多高 瞬间增长到了接近二十米高 恐怖的威压在此刻展现 伴随着一道咆哮声 那刀器被直接震碎 石吼弓 有点意思 无声飘浮在百出的面前 嘴角带着些许的笑容 阁下室 百出一脸警惕地看着无声 此刻的他 疯狂地搜索着记忆 但是确确实实不认识眼前的男人 我是一名流浪的刀客 喜欢挑战强者 无声的话让百出皱了皱眉头 他并没有因为无声的恭维而感到高兴 而是淡淡地说道 神经病就滚原点 否则别怪本城主手下无情 无声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容 死肥猪老子真是给你脸了 无声说完后 瞬间消失在原地 手中的无声刀开始蔓延出雾气 就好像给无声刀加长了一般 数十米长的大刀 直接展现了那名叫小兰的双头师 吼 双头师怒吼一声 张开大嘴 伴随着火焰和寒冰两道气息在嘴中凝聚 那宛如激光般的攻击瞬间砸向了长刀 爆炸声在天空中响起 无声被直接震飞 而那狮子也不好受 带着百出道飞上百米 无声紧了紧刀柄 面色有些难看 他本来是打算研究研究新的招式的 没想到有些差强人意 不过也算不错了 而这时 又是一道无形的音波朝着无声轰来 无声单手向前 红色的雾气将其保护了起来 而脚下的森林中 接近上百棵大树被直接连根拔起 仿佛飓风过境一般 恐怖无比 这就是幻深境的战斗吗 温熙张大嘴巴有些震撼 就这么看 幻深境的实力和他相比 根本就是天壤之别 至少刚刚那道攻击 他大概率挡不下来 朱星 另一边 无声在挡下攻击后 也瞬间开启反攻 整个人化作一条血线 以极快的速度冲向双头师 而双头师的反应也极快 勉强侧过身子 避免了被贯穿的下场 不过左边的身体依旧被划出一道伤口 双头师哀嚎一声 而百出看到这一幕 面色也难看了起来 小子 是你逼我的 百出面色阴沉 而后拿出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一个长条状的物体 百出对着那物体 开口到初级基因破坏者准备发射 而在他话音落下后 只见那百成之上 一个接近上千米的炮筒凭空出现 伴随着恐怖的灵能被吸入其中 漆黑的炮口 让无声感受到了一股死亡的气息 温熙看到这一幕 连忙从御环中拿出了一个蓝色的方块 快走 说着 温熙出现在了无声的身边 伴随着方块瞬间扩大 将两人包裹 空间开始扭曲 给本城主轰死他们 百出面色阴沉的怒吼一声 而那名为基因破坏者的武器 也释放出了一股恐怖的能量 秀 轰 白色的光柱宛如流星一般 轰向了无声所在的地方 伴随着一道光柱出现 那千米范围的森林 被直接轰出了一个巨型的坑洞 百成的周身 一个淡蓝色的光照将爆炸产生的能量 全部排除在外 看着这一幕 他的嘴角勾起一抹不屑的笑容 切 还流浪的武士 这年头谁还玩刀啊 说吧 他转身朝着城内走去 至于城外的破坏 几天就能恢复了 基因破坏者 把你打成渣就没基因了 而这种武器 在所有的城池全部有装备 只有城主可以使用 初级的最大可以释放出 退凡境巅峰强者的权力一击 而无声也是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了 科技带来的恐怖力量 第156章 诸神苏醒 而在无声和温熙消失后 两人再度来到了荒漠之中 看着周围黄沙漫天 无声有些担忧地朝着温熙问道 没事吧 温熙摇了摇头 没事 我们回去吧 博士的空间转移装置 也就百里的范围 百成估计也就在附近 嗯 不过说起来 想不到百成还有那么恐怖的武器 难怪这里的人都不怎么想管事情 那个武器蓄力一炮 估计得死伤大半 无声面色凝重 刚刚的那凭空出现的炮筒太过恐怖了 他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抑郁的边境城市 根本就没什么人管束 毕竟那么恐怖的武器 在城主手里捏着 谁敢造反就得被鸿飞 思索了一会 无声还是决定先离开百成 前往下一个城市看看 在进入到幻身境后 明显感觉到的是灵能的大幅度增长 如果说之前的灵能的数量 是石桶水的话 你们现在就是将水灌住成了一条湖泊 无声杀了有一万多人 估计有二分之一 是全部用来从退壳酒镜 如果说还要杀人进击的话 估计得献计整个百成 才能再迎来一次大幅度的进阶 无声没那个耐心杀人 也没那时间 他还想去调查一下诸神的事情 所以得先离开了 等未来洪荒的发展越来越好之时 说不定他会回来再收割一次 这般想着 无声将这里的消息 全部告诉了其他十个人 并且让其他人收割一次 然后继续朝着下一个城市进发 毕竟那恐怖巨炮的威力太过逆天 如果可以的话 无声想从虚幻国那里 借来设计图用用 异域领先蓝星太多了 越靠近中心 那么无声可以抢的东西就越多 和其他生肖聊了几句后 无声就踩着飞行器 带着温西朝着百成飞去 另一边的百出 在击退无声后就离开了 果然他真的不想回来这里 要不是太久没回来 积攒的情绪和通知太多 我肯定不想回到这里 毕竟团成的科技水平和生活质量 和这里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团成的年轻貌美的美女也多 也不是说百成没有 只不过百成没天赋的人大多都嫁出去了 作为一个城主 他不至于没品到去干这种事 而且到他这个层次 有时候接触了阶级差距太大的女人 反而会被嘲笑 夜晚的时候 无声十分顺利地回到了百成之中 休息了一晚上之后 他带着温西直奔城东的方向 天命殿 在众多普通的建筑中 一个紫金色的楼宇显得格外的突出 看着名为这建筑 无声皱了皱眉头 这建筑的两边写了两行字 生来有则有 生来无则无 全凭天命 看着这扎眼的几句话 无声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某种意义上他说得很对 但是又很想让人反驳 但是结合一下 又好像说不出什么 和温西对视了一眼 两人走进了这所谓的天命殿之中 走入其中后 只见白光一闪 无声就出现在一个纯白色的空间之中 这时 一道淡蓝色的屏幕出现在了无声的面前 上面只有两行字 战斗测试或天赋测试 无声选了战斗测试 天赋的话选起来太麻烦 他也没那个想法 说起来 这个天命殿还挺有意思 他只查看你的天赋和战斗能力 这也让无声有些警惕 这么重要的地方却如此的松懈 无声是有些不相信的 而这时 在无声点下战斗测试之时 一个机器人凭空出现在了无声的面前 看着前方手持长枪的机器人 无声刚准备探查一下对方的修为 这时 他的面前突然出现了对方的详细资料 换身进二阶进化者 具象化天赋 天赋计 狂风枪 而伴随着介绍结束后 前方的机器人也动了 他的双目慢慢地变得灵动起来 好像一个真的人出现在了无声的面前 四肢也开始活动 伴随着一股飓在其周身环绕 大战一触即发 狂风抢 卷云 突然 无声的脚下出现一道极强的龙卷风 想要将其带入空中 而那机器人也瞬间手持长枪飞入高空 闪烁着寒芒的枪尖之上 好似有一小小的绿色龙卷在凝聚 随时准备将无声撕碎 拿你试试新招吧 无声的头发开始变成星红之色 双目也闪烁着红光 手中的无声刀开始凝聚杀意 魔刀凄产三世 血路 伴随着无声的话音落下 他手持无声刀的右手出现了一个条红色的血线 好似血管一般朝着无声刀传输着什么 伴随着能量在刀尖凝聚 无声刀的顶端仿佛低血了一般 一颗血珠在其上方凝聚 咻 血珠瞬间消失在原地 而后出现在那机器人的身边 紧接着 血珠瞬间膨胀将机器人包裹进其中 暗红色的火焰开始在血珠之中燃烧 伴随着嘖嘖嘖的声音在血珠之中响起 无声也在天空之上稳住身形 无声攥紧长刀而后 宛如瞬仪一般出现在了机器人的身后 血球在此刻被斩成两半 里面的人自然也无法幸免 伴随着爆炸之声在天空响起 无声喃喃道 只会进攻的机器人吗 还是 虚拟人 而在无声击杀对方后 天空之上一道紫色的光芒将其笼罩 不知道为什么 看着这紫色的光芒 无声心中生起一股不好的预感 果不其然 在紫光将无声笼罩之后 无声瞬间消失在原地 伴随着景色的转换 无声突然感觉好像有人在触碰他 别动 黑暗之中 诸神的声音久违地响起 而无声也突然感受到了一股振战之意 他好像看到了 有东西在自己的面前想要触碰什么 但是最后 却被一笔血红色的长刀直接击碎 而在击碎了那东西之后 无声眼前的景象也变了 无声并没有注意景象的问题 他先是看了看周围 只见温熙正躺在他的身边 而两人也处在一个银白色的房间之中 好似电梯一般 前方就是门 诸神 怎么回事 无声皱了皱眉头问道 抑郁的一种科技 在大脑中植入记忆和读取记忆 然后让你潜移默化地成为抑郁的忠诚子民 诸神的话带着些许的不爽之意 而无声皱了皱眉头 而后连忙抱起温熙 温熙醒醒 无声想要叫醒对方 而这时诸神语气轻松道 别担心 你小女友了 她没事的 抑郁可不是什么好地方 他们可不想成为抑郁的臣民 没事的 放心吧 第157章 新城市 听到诸神的话 无声松了口气 突然 他好像想起了什么 略显疑惑地问道 你怎么回事 怎么进入抑郁后 一直联系不上你 听到无声的话 诸神也是有些无奈地说道 我也不想啊 我的七七之前 没办法完美地隐藏 我要是和你联系的话 很容易暴露的 听到诸神的话 无声皱了皱眉头 他心中还有很多疑问 想问诸神 但是现在最主要的事情 是先安定下来 反正诸神现在能沟通了 等之后再问吧 想到这里 无声抱起了温熙 然后推开了门 阳光洒落在无声的脸上 看着上方仅仅只剩下的一个太阳 无声的眼中充斥着疑惑 不知道为什么 感觉开门之后 不管是空气 灵能的浓度 还有温度都明显的 比百城要舒适很多 徐徐微风带着些许温暖的阳光 让人感觉很惬意 环顾四周 看着周围明显要华丽很多的房子 和周围脸上洋溢着喜悦笑容的人还有 无声歪了歪头 有些猛逼 他看到很多人形的野兽 走在了大街之上 而在无声抱着温熙出来的时候 也有很多人一脸好奇地看着他们 当然 也有人一脸微笑地走了上来 小哥 新来的吗 要不要加入我们的公会 就好像是蓝星火车站出站之时 出现的那些忽悠你的人 无声面色平淡地拒绝了这些人 而后走在了大街之上 那个所谓的公会 无声了解过 就是类似于任务小队的东西 不一样的是 他们可能更有秩序 而且这些公会 好像也不是主要来做任务的 无声这些并没有了解太多 最后 无声调整了一下 背着温熙在大街上走着 路上的房子 用无声的话来说 十分的循环 因为这些房子 全部是悬浮在半空之上的 就好像不是石头做的 好像是用空间装置放出来的 每个房子的下面 都有一个离地 有个几十厘米 而且房子下面 好像又有个什么东西 在拖着一样 反正看起来十分的科幻 这里的每个房子都是这样 就是大小的问题 环顾了一下 无声最终再度找到了一家酒店 开了一间房之后 无声将温熙放在了床上 然后观察了一下房子 房子里面的结构 倒没什么太让人在意的 就是有着各种各样的 看不懂的物品吧 无声在房间里休息了一会 而后和诸神聊起了天 你现在为什么能说话了 无声有些好奇地问道 你修为提升了 我的力量也变强了 所以我现在可以完美地 隐藏自己的气息了 诸神的语气有些得意 然后继续说道 对了 你这些天看样子 经历了不少事情 封印空间里面的红雾 越来越凝实了 看样子无声刀 已经要彻底成形了 听到诸神的话 无声点了点头 不知道为什么 他感觉诸神有些怪怪的 怎么说呢 就好像一夜之间 成熟了很多一样 你对抑郁了解多少 无声有些好奇地问道 了解的不算多 我知道种族的分布 也知道一些其他的东西 不过有一件事情 你可以放心 他们察觉不到我的 诸神语气充斥着自信 好像完全不把抑郁 放在眼中一般 你这段时间 修为提升得很快 杀人了 嗯 无声将之前在百城的事情 告诉了诸神 而诸神听完后 沉默片刻后 语气中带着笑意说道 不错嘛 看来你真的变了很多 还好 只是有些许变化而已 无声轻声说道 而这时 温戏也从昏迷之中 苏醒了过来 在温戏睁开眼睛的瞬间 一抹银色一闪而逝 温戏睁开眼睛 茫然地看着周围 怎么样 没事吧 无声连忙走到温戏的身边 语气中透露着关怀之意 不过 温戏现在明显还有些猛圈 他抬起头看了看无声 又看了看四周 而后脸上露出些许的笑容 我想睡一会 无声听到后 给温戏盖上被子 而后摸了摸他的额头 生怕他生病 我没事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有点累 你忙吧 我睡一会就好了 温戏语气十分温柔 而无声听到此话 也点了点头 那你好好休闲 我会在这里陪着你的 你放心吧 温戏微微一笑 而后闭上了眼睛睡了过去 而此刻在诸神所处的空间中 诸神心红色的瞳孔 好像察觉到了什么 他张了张嘴 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 而温戏此刻正在做一个梦 一个十分零碎的梦境 他好像看见了一柄血红色的刀 很像无声的刀 那把刀穿过了一群人的胸膛 最后又刺入了持刀之人的身体中 那些人好像全部死了 无声就这样陪在温戏的身边 等待着对方的苏醒 而此刻在团城的城主府当中 一个中年男人的身后 跟着一个少年和一个少女 老爹 你火急火燎的干嘛去啊 都不吃饭 玲玲有些好奇的看着自己的父亲 而身边的玲雷也是一脸疑惑 城里面来了个新的换身镜 资料显示年龄不大 按照规矩得和他说一声 神国学院的事情 男人说完后 他身后的玲玲和玲雷 也是有些疑惑的看着对方 年龄不大的换身镜 真的假的 两个人作为团城知名的天才 到现在19岁的年龄 也不过退科近7阶而已 不过因为 长期在神国学院的原因 两人的战斗力 可以比见一般的退科9阶了 走走走 跟上去看看 要是是个不错的家伙的话 可以把他拉进我们的团队里面 玲玲一脸兴奋 而后蹦蹦跳跳地 跟在了城主的身后 凌雷见状也连忙跟了上去 第158章 愤怒的诛神 咚咚咚 伴随着旅店的房间门被敲响 无声站起身 而后打开了房门 站在了门口 你们是 看着突然出现的中年男人 和他身后的两个 和他差不多大的人 无声一脸疑惑道 你好 我是团城的城主 我叫凌格 凌格伸出手 脸上带着些许的笑容 而无声见状 看了看房间中的温惜 见对方没有苏醒的意思 他轻轻地带上了房门 我朋友在睡觉 有什么事情 换个地方说吧 凌格闻眼脸上带着笑容道 自然没问题 你和我来吧 说吧 凌格就带着无声 随意地找了个新的房间 你今年十九岁 换身境一街是吗 凌格直接开门见山地问道 是 有什么问题吗 我这边是来邀请你 加入神国学院的 里面有异域最为丰富的 资源和技能 也有强大的导师团队 还有很多亲密的朋友与同伴 只要你天赋好 未来你甚至可以进入略国神城 凌格的语气有些激动 好像进入的会是他一样 无声听到对方的话 皱了皱眉头 说实话 现在就是他们给略国皇族的人舔脚 无声都不会有什么意外的 他皱眉 主要是没想到 进入上阶城市后 还会有这样的待遇 神国学院进入 有什么要求吗 当然 十六岁之前必须进入退壳境 二十岁之前必须进入换身境 天赋足够是直接进入 如果天赋不够 而是得到了奇遇机缘巧合 进入此等境界时 只要越阶战斗胜利 就可以进入 凌格的话 让无声沉思片刻 他微微抬头问道 学校会提供住所吗 这是当然的 男女一起住可以吗 啊 如果女方没意见的话 学校不会多问 凌格虽然很疑惑无声的问题 但是依旧如实回答 这种能为抑郁 添加新生力量的感觉 对他实在是太美好了 不得不说 抑郁的洗脑很成功 连城主都被洗成这样了 怎么报名 拿着这个去学院报到就行 学校的话 你随便找路人问都能知道 凌格递给了无声 一张紫金色的卡 而在卡接触到无声后 卡上就显现出了 无声的修为年龄 当然 名字和照片 需要无声同意后才能印上去 能再给我一张吗 我同伴退科期间 比我小两岁 当然可以 凌格脸上带着喜悦之情 并且又拿出一张紫金色的卡 无声接过后到了声线 而后就离开了 临走前无声听到凌格在感慨 真好啊 这段时间突然冒出来这么多天 才进入我团城 今年的城战 说不定我们能取得更高的名次 甚至打上种族战呢 无声默默地将凌格的话记在心中 而凌格临走时 他身后的灵灵和灵雷 都是一脸好奇地看着无声的背影 哥 你有没有觉得哪个家伙 感觉和班级里面的两个人有点相似 确实有点 但是长得完全不像啊 凌雷也是点了点头 很认可地说道 真是奇怪 两人就这样带着疑惑离开了 而无声也回到了房间中 温惜依旧在熟睡 看上去之前 应该是在那生成战中 发生了什么导致 现在一点精力都没有了 话说诸神 我在这里找到了点你的资料 你要不要听听怎么回事 无聊的时候 无声突然想到了 在百城查阅到的资料 他打算问问看诸神有没有印象 什么资料 说来听听 诸神也有些好奇地问道 他说 你带着一群人入侵了一语 差点给他们打穿了 所以称你为魔神 而当时因为记载的方式不多 所以他们只记得 有一笔血色的长刀 诸神听到这里先是一愣 而后不知道为什么 一股无名木火凭空升起 他的整张脸变得争鸣了起来 他们 他们是这样说的 无声也听出来了 诸神的语气不对劲 他皱了皱眉头 而后意识沉入了诸神所在的空间之中 看着前方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 诸神面色猙獰 无声连忙走了过去 你怎么回事 记起什么了 无声按住诸神的肩膀 开口问道 不 不记得 但是 但是应该不是这样的 诸神抱着脑袋摇了摇头 他现在很愤怒 满腔怒火 不知往何处发现 明明只记得一点 但是却十分的愤怒 还有一股悲哀的情绪 看着抱着头的诸神 无声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想了想 他蹲下一脸认真地看着诸神说道 放心吧 我会调查清楚真相的 如果那段历史是假的 我们就将整个抑郁掀翻 听到无声的话 诸神愣了一下 他微微抬起头 看着面前这个一脸认真的少年 张了张嘴 真的吗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我们可是搭档啊 无声的语气十分地笃定 他不会在这种事情上骗诸神 而且他进入更高阶级城市的原因 也是为了调查诸神 当然 可能还有一点自己的私心 抑郁如此广袤无垠 历史如此悠久 他想看看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复活灵魂 诸神愣愣地看着无声 然后嚎啕大哭 那你不能骗我啊 我们砍死 这群不要脸的玩意 我 我为什么要说他们不要脸 诸神的情绪就像那孩子一样 变化得很快 而无声见他这副样子 也是微微一笑道 放心吧 我不骗你的 说吧 无声拍了拍诸神的肩膀 而后退出了这片空间 房间中 无声看着手中的紫金色的卡片 嘞喃道 最优秀的学府吗 希望你有我想要的东西吧 第159章 神国学院 1 来到团城的第二天 温熙也从睡梦中苏醒了过来 之前的那个梦境实在是不怎么美好 他有一种 一是要被吞没的感觉 十分的没有安全感 苏醒之后 也是精神极为萎靡 这时 温熙突然感觉 右手边好像有东西在压着 低头一看 无声正趴在床上睡着了 看着无声的睡着的模样 温熙的眼中流露出些许的歉意 而后轻轻地起身 想要把无声抱上床 而这时 无声也苏醒了过来 他抬起头 看向温熙眼中带着些许关怀道 怎么样了 温熙微微一笑 而后开口道 没什么事情 你怎么样了 无声也摇了摇头 两人先是洗漱一番过后 就走出了旅店 随意地找了家地方吃了个饭 无声也多留了个心眼 团城里面的人 生活挺和平的 周遭的环境 就像是加强版的蓝星环境优美 人与人之间也很和睦 也没见到什么 让人能升起同情心的人 高楼大厦遍地 也有海报在宣传明星之类的东西 反正只要进入一个和平的时代 娱乐活动就会大肆发展 开始注重打扮和所谓的涵养 对了 这种城市中 其实还有一种办法可以进入高阶城市 那就是长得好看 并且本身的异能可以作为才艺表示 这种诡异的破开阶级的模式 和蓝星也差不多吧 一张脸 有时候真的可以改变很多事情 不过 温熙和无声两人 因为易容恶的缘故 也就比普通人好看一点吧 因为不知道蓝星的情报 他们也不太敢将自己的面容彻底地放开 生怕被人认出来 虽然可能性很小 神国学院 和进化学院差不多的地方吗 温熙有些好奇地问道 嗯 应该是差不多的 而且我听他们的意思 那里 好像是年轻人趋之若鹜的地方 我觉得 有可能能遇到我们进化学院的同学 无声的话 让温熙一愣 而后脸上露出些许的喜色 如果是那样的话 也很好啊 说实话 对于他们 我还是有点担心的 担心的话倒也不至于 他们并没有那么差劲 无声安慰了一下温熙 而后两人找了家商场逛了一会 买了很多必要的东西 类似于手机电脑的电子用品 但是先进程度高了很多 一样挂在身上 想要用的话点一下 就会出现一个虚拟屏幕 然后就可以操作了 两人又逛了一会后 温熙的脸色也好了很多 果然 爱逛街是女人的天性 走吧 去那个学院看一下吧 逛完后 无声带着温熙 走进了一个类似于 电梯的小房间之中 这是无声找路人问的 在异域 只要不是边境城市 都装备了这个 一种类似于空间转移装置的东西 可以定位到某个地方 然后直接传送过去 就类似于地铁一般 只不过 速度和方便程度 已经远超地铁了 眨眼间 两人就到达了目的地 看着前方宛如电影中 都描写不出的场景 无声和温熙有些震惊 赛 赛博修宪 温熙有些结巴地说道 前方出现的建筑极为夸张 它就像天宫一般 悬浮在头顶 甚至在下方的无声和温熙 只能看到一个黑点 可想而知 它到底建立的有多高了 下方是一个悬浮在空中的阶梯 没有任何支点 就是悬浮在这里 闪烁着淡蓝色的光芒 温熙和无声对视了一眼 而这时 两人的身后 传来一道惊奇的声音 是你 灵灵和灵雷 有些好奇地看着无声和温熙 而无声回过头也是一愣 没想到是城主的儿子和女儿 你们好 这是要走上去吗 无声十分礼貌地问了声后 而后好奇地问道 对啊 当然 你也可以直接飞上去 灵雷的话 透露着些许的羡慕之意 虽然说这里的人 早就已经征服了天空 但是自己飞行和被工具带着飞行 还是不一样的 既然如此 那设计这个楼梯 有什么意义吗 无声皱了皱眉头 有些不解地问道 怎么说呢 学院的意思是 这楼梯就像是一条通往天堂的路 就看你有没有勇气走上去了 不过 我觉得 应该就是摆出来玩的 灵雷摊开手 有些无奈地说道 听到对方的话 无声点了点头 他倒是能听出来些其他的东西 可能就是为了 给那些进入不了学院的人 一丝希望吧 天赋不够 但是如果毅力足够强大 也可以进入学院 得意思吧 无声这般想着 而后看了看身边的温惜 怎么样 我带你上去 还是你自己走 我自己走吧 睡了那么久 我正好也运动一下精神精神 温惜微微一笑 身后的灵雷 不知道为什么 也有些恍惚 他好像看到一个爵士美女 在朝着他微笑 但是定睛一看 温惜很普通吗 奇怪 灵雷心中有些疑惑 而无声这时看着他笑道 感谢 不客气 灵雷也爽朗一笑 因为和平的缘故 这里的人 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力气 当然 也可能是脑海中 被潜移默化改变的意志 咻 无声和温惜对视一眼 而后一跃就是几十米 两人就这样宛如灵猴一般 一步一步地踏上了 那很多人遥不可及的天堂 第160章 神国学院 二 这就是学院 两人在阶梯上 走了大约一刻钟 看着前方巨大宛如城门一般的入口 带着些许的震撼之意 不愧是换身镜 速度真快啊 这时 无声的身后 林家兄妹也走了上来 两人看着无声 有些羡慕地说道 你们也不弱 无声谦虚着 而后带着温惜 朝着前方的巨门走去 从正面看过去 两人什么都看不到 就好像有迷雾遮挡了身后的一切一般 此刻在蓝星 欧阳博士带着十二生肖 还有欧阳空 正在看着无声和温惜两个人 不错嘛 看样子 他们要在那个学院里面相遇了 欧阳志微微一笑 脸上满是欣慰 博士 要跟上风报告一下吗 报告一下吧 正好子鼠你也可以行动了 可不能让我培养的孩子在里面出事情 欧阳志微微一笑 那双漆黑的瞳孔 透露着些许的慈祥之意 老爹 怎么样要不要支持我一下 突然 欧阳志看着身边的欧阳空 语气有些搞怪地问道 死一边去 我可是敌人 我天庭的人都是为了干凡蓝星的国家存在的 欧阳空一脸不爽 但是语气却没什么敌意行为 那就让子鼠过去吧 关老子屁事 还有死一边去 别靠这么近 嫂子没了这么多年 你怎么跟个男童一样 欧阳志猛地站起身 而后瞬间消失在原地 这么大了 还跟那小孩子一样 欧阳志看着对方消失的地方 嘴角上扬 脸上满是笑容 博士也跟那孩子一样呢 身后的银虎笑着说道 哈哈 孩子带的时间长了 可能被你们传染了吧 欧阳志伸了个懒腰 微笑着说完后 就也离开了 而那漂浮在天空之上 宛如镜子一般的屏幕 也在跟随着欧阳志的离开 悄然破碎 也来到了龙国原来领地的一处别墅之中 看着前方的老者 子鼠的眼中充斥着尊敬 博士说计划可以开始了 让我前往异域 暗中保护吴生他们 那老者张了张嘴 而后轻轻地叹了口气 本来当初用我们决定的方案多好 都是孩子 先辈不是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吗 龙国从始至中都是这样 年长的在前 年幼的在后 虽然办法很好 但是对吴生来说 要承受的太多了 而且 您不是观察了他数十年吗 他成长得很好 老者看着跪倒弯着腰的子鼠 陷入了些许的回忆之中 那个从小看到大的孩子 终于也是成长为了他人的长辈了 去吧去吧 老者转过身 有些无奈地开口说道 遵命 请您多保重身体 龙国会在他们的手中 一直延续下去的 我会看着的 老者点了点头 然后回到了房间之中 而子鼠也是转身离开了别墅 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此刻的吴生 并不知道蓝星有什么计划 他已经走进了那充满的迷雾的门后 再进入到其中后 他看着前方的景色 眼中带着些许的震撼之一 前方那里是学院啊 说是城市都不为过 入眼就是一个战地极为广阔的空地 能看到很多人 在一个个蓝色的屏障之中切磋 应该就是学生平时活动的地方 而围绕着空地散开的 是一个又一个建筑 建筑上面都有一个巨大的屏幕 在介绍它的作用 还能看到有人的唱歌 有人的跳舞 有人在测试武器 大 大哥 上官展有些不可置信地擦了擦眼睛 此刻他眼中充满着激动和不可置信 自从吴声被欧阳博士带走后 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吴声的消息了 在他进来的时候 吴建国一家人 还有妈妈都在嘱咐他 让他记得找一下吴声 而吴声也是一脸疑惑地看着上官展 他看了看 温希而后靠近对方的耳边 轻声问道 我样子有变吗 温希摇了摇头 那是怎么回事 博士的黑科技 吴声在心中有些自问自答 最后将目光放在了上官展的身上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到现在 吴声也有几个月月没见过上官展了 此刻对方的修为也有了进步 退科进二阶了 大哥你消失后一个月之后 进化学院就组织我们进来了 两个人的声音不大 基本上只有他们两个人能听到 大哥 我们换个地方聊吧 上官展看着吴声身后 一脸疑惑的邻家兄妹 而后轻声说道 行 去哪里 吴声点了点头 而后有些好奇地问道 我的宿舍 上官展看上去很高兴 可能是因为久别重逢的原因 还有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总算是落地了 第161章 神国学院 3 上官展带着吴声来到了一个传送门之前 而后直接走了进去 吴声和温熙也是跟了上去 而后两人就消失在了原地 紧接着就来到了一处类似于小区的房区中 哥 我的宿舍就在里面 对了 清荣也在 还有几个同学 上官展已经有些迫不及待地带着吴声上去了 而吴声闻言也是点了点头 很快 三人坐上了电梯 而后来到了六楼 和曾经的高档小区差不多 房子也很类似 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就是路上有很多类似于贩卖机的东西 不过里面也不仅仅卖饮料 还有食物之类的种类应有尽有 好像一个百宝箱一般 很快 上官展走到了一个房门面前 拿出了自己的学生卡刷上后 门就自动打开了 小麦 你快看看 我带谁回来了 上官展的语气充斥着激动 而里面也传来一阵脚步声 谁啊 上官轻荣看着门口的人突然愣在了原地 他的眼中充满着不可置信 而后泪水喷涌而出 大哥 女孩子的情感总是会敏感一些的 可能也是因为受环境影响的温习 上官轻荣一脸激动地冲上前抱住了吴声 而吴声也没说什么 任由他哭 一会过后 上官轻荣的情绪稳定下来后 吴声和温习才落座了 哥 你的修为 上官展有些惊讶地看着吴声 吴声曾经给他的压力就很大 现在更是深不可测 换身镜了 先不聊这个 这个学院里面有多少我们的人 还有 你是怎么认出我来的 吴声将心中的疑问抛出 而上官展听到后 也稳定了一下情绪 开口回答道 目前的话 我认识的有 轩元荣 王斌 还有忽深 以及张令 还有几个不认识的人 没说过话 而听到轩元荣和王斌的名字后 温习眼睛都亮了 他一脸激动地问道 你能联系上小荣和边儿吗 我好久没见过他们了 还有 你们知道我大哥在哪里吗 上官展点了点头说道 能联系上 你大哥的话 好像是在另一个地方的神国学院 我把联系方式给你 太好了 温习得知 有自己大哥和闺蜜们的消息后 也是一脸兴奋地 拿出自己在异域买的手机 递给上官展 让对方把联系方式存进去 在得到联系方式后 温习就走去了厕所 他好久没联系温俊了 很是想念和担忧对方 而吴声也没有去打扰 而是继续了解 学院还有上官展他们的事情 你们为什么要进来异域 吴声有些不解地问道 他们十二生肖 是为了破坏抑郁 但是这些学生们 其实并没有那个必要 上官展听到后 也是说道 校长的意思 是让我们过来提升实力 顺便调查一下 后天进化者的事情 听到这里 吴声连忙问道 那你们调查出来什么了吗 上官展听到这里面色 突然变得严肃了起来 他点了点头说道 调查出来了一点 后天进化者的前身 他们全部是抑郁的人 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被驱逐到了蓝星 然后变成了异能 这可是一个大消息 听到这里的吴声心头一震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未来 如果诸神恢复了记忆 他和诸神说不定 真的会不死不休 而这时 吴声体内的诸神 却愤怒的大吼道 我不承认 我绝对不承认 这样的事情 诸神好像极为愤怒 就像之前一样 凭空出现的怒吼 看着诸神这样 吴声感觉应该是有些隐情 在安慰了一下对方后 吴声看着上官展问道 和我说说这个学院的事情吧 上官展点了点头 而后开始说起了学院的事情 整个学院有三个派系 战斗 科研 还有辅助娱乐 而学院并不会出现班级什么的 只是让你在这里生活 有导师住宿的地方 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去问 想要学习技能的话 也有资料库 可以选择 但是需要能经 每个月都会举办一场比赛 同境界同系别的学生进行比斗 前50名可以直接进入下一个城市 不过很难 因为参加的人很多 每个境界少数有上千人了 而学院之中 并不会阻止你打斗 但是需要在中心的空地中 里面有擂台和训练的场地 上官展说完这些后 继续说道 再多的我也不知道了 因为我也才来一个月多 无声点了点头 知道大致的东西就好了 对了 你为什么要去大门口 等人吗 无声有些好奇地问道 听到无声的温惜 上官展面色有些尴尬 而一旁的上官轻荣却轻笑道 不是了 是他加入了一个 类似于社团的小团体 在招新人呢 当然了 还有再看 好了好了 就是在那里招新而已 没想到就遇到了大哥 上官轻荣还没说完 就被上官展捂住了嘴巴 而上官展也有些慌乱 在隐瞒什么 看着连有些威红的上官展 无声也猜测到了些东西 你的私生活我不插手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必须和你说一下 进入这座城市之后 除了我们 其他抑郁的人 可能都会被入侵意识 也就是说 他们会很忠诚于自己的国家 你自己把握好距离 无声严肃的话 让上官展一愣 他感受到了一股威严之意 默默地低下头轻声道 我知道了 一旁的上官轻荣 也有些惊奇地看着无声 大哥 感觉你变了好多哦 人总是会变的 对了 我大伯还有妈妈他们 都没问题吧 无声见上官展有些低落 他也不好多说什么 只能转移话题 哦 他们没事 被安排到了最安全的地方 里面都是进化者的父母和亲人 所以我们不用担心 不过大哥 你得早点回去 因为建国伯伯很担心你 无声点了点头 轻声道 等我完成了这里的事情就回去 第162章 三大团体 无声在了解事情的时候 门口突然传来了一阵敲门声 而温惜的脸上 也是带着兴奋之意 一路小跑来到了门口 然后打开了门 小蝎 二 容容 宾二 打开门后 两个长相美丽的少女 一脸激动 在看到温惜后 就直接抱了上去 三个人就这样 在门口拥抱在一起 泪水瞬间从眼中涌出 小蝎 你去哪里了 担心死我了 薛月容紧紧地抱着温惜 喜极而泣 从小长大的闺蜜 突然消失了几个月 这段时间 他们两个都担心得要死 这件事情很复杂 我们一会再说 我父母 哥哥 还有你们都没事情吧 闺蜜们久别重逢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温惜也是先问了父母 还有哥哥的问题 没事的 都没事 薛月容面色激动 三个人就站在门口 有些语无伦次 温惜姐姐 你们进来聊吧 我哥哥们正好要出去了 上官轻荣看见 他们这副样子 也是走上前开口说道 嗯 吴声你要去哪里 温惜听到吴声要出去后 转过头问道 我去办一下身份卡 还有我们的住所 顺便出去看看 有没有什么有用的消息 你跟他们聊吧 不用担心我 吴声解释了一下 而后和上官转站起身 朝着门外走去 温惜见状点了点头 而后找了个地方坐下 和久别重逢的闺蜜聊了起来 上官轻荣则是在一旁听着 吴声和上官转 则是朝着宿舍外面走去 办身份卡 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 路上吴声开口问道 没什么需要注意的 就是在那里 可能也会有很多 让你加入小团体的人 哥你可以注意一下 听到上官转的话 吴声先是点了点头 而后又一脸好奇地问道 这些团体的存在的意义 到底是什么 上官转听到后解释道 也没什么意义 就是为了争老大 势力地盘还有资源 因为学院鼓励这种东西 最主要的是 可以晋升到下一个城市 团体战营的话 全体都可以进入 这样吗 吴声点了点头 表示自己清楚了 一路上的学生很多 都是年轻人 他们脸上带着兴奋和朝气 看样子是都觉得 自己未来可气的样子 而吴声也没有多注意他们 对于他来说 这群人就像是 被圈养的侏罗一般 如果可以的话 他甚至想动手击杀了他们 毕竟这里面的人走出去 除了他们这些蓝星的人 其他人都有可能 对蓝星的群众造成威胁 吴声就这样和上官展 慢慢地走着 最后来到了一个 类似于教学楼的地方 走进去后 十分顺利地办了 两个身份卡 而后宿舍也告诉了吴声 和上官展 他们一栋楼 但是不在同一层 对了 吴声并没有和温熙 同一座房间 他给温熙也申请了一个 毕竟温熙 如果闺蜜也在的话 再介绍自己的团队 因为不仅仅只有 吴声这个新人 周围还有几个人 不过吴声还好 可能是因为上官 展在身边的原因 并没有多少人 在这里和他说话 三大团队来了 突然 嘈杂的人群中 不知道谁喊了一句 而这句话出现后 周围的人瞬间安静了下来 纷纷让开了三条路 三条路中 三群人正一脸傲然地 朝着吴声走来 听说你的换身镜 少女一脸骄傲 眼中满是欣赏 女生长得很漂亮 看年龄 也不过和吴声差不多大 修为也在换身镜 吴声皱了皱眉头 并没有回答他 而后将目光 看向了身边的上官展 上官展见状 也是直接挡在了 吴声的身前 面色严肃地开口道 于莲 这是我哥 他不会加入你们的 让开 我们要回去 说完后 上官展又靠近 吴声的耳边轻声道 哥 一般比较抢手的天才 进入学院后 这三个团队的人 会率先知道 他们分别是天人团 兽神团 还有一个名叫智脑团 吴声听着这三个 让他有些牙酸的团体 身上感觉有 鸡皮疙瘩起来了 这位是 吴声有些好奇地问道 天人团的副团长 叫做于莲 吴声点了点头 而后有些好奇地 看着他道 你是那个团的 啊 我是一个小团体的 里面没几个人 连团队战都打不了的 上官展眼神有些飘忽不定 挠了挠头 支支吾吾地说道 吴声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也并没有计较 于莲并没有理会上官展 而是将目光放在了吴声的面前 伸出了自己白嫩的小手孝道 你叫什么名字 你的潜力完全可以加入我们 作为一队的成员 我们天人团的历史很悠久 夺得第一个数量 也数不胜数 甚至在帝都 都有从我们团体走出去的人 吴声也并没有失利 而是伸出 手轻握了一下孝道 不好意思 因为刚来学院 我需要再考虑考虑 所以谢谢您的好意 如果有这方面的想法的话 我会先考虑你的 而另外两个团体的人 并没有开口 而是上下打量的吴声 好像在确认什么一般 这一幕也让吴声皱了皱眉头 说实话 他本来就不太喜欢别人打量他 更何况是在抑郁 有种他被看穿了的感觉 喂 小子 你的异能是什么 如果是召唤兽宠 或者是变身兽人的类型 可以加入我们啊 浑身健子肉的男人 语气十分的粗狂 并没有太过客气 不是 对方这样 吴声也并不会和他有过多的交流 淡淡地说了两个字 就准备带着上官展离开 小子还挺傲 既然不加入我们 我们也不能让你加入另外两个杂碎的团体 告诉我 你的名字 来打一架吧 男人语气带着兴奋和暴力 拳头死死的钻井 好像下一拳就会砸下去一般 吴声皱了皱眉头 转身就走了 现在吴声还没搞清楚太多的情况 直接动手有点不太合适 而上官展见状 也是直接跟了过去 独留下在场的人 一脸幸灾乐祸地看着吴声 另一边的智脑团的人 看着吴声摇了摇头道 狂妄的人 走吧 我们智脑团 不需要看不清楚形势的人 说吧 转身离开 而于连见状 也有些失望 其实 如果刚刚吴声看向他 或者开口问他 他都会保下吴声 但是吴声压根就没有这个想法 甚至他觉得 吴声连他都有点看不起 走吧 如果他不来找我们 说明他不过是个狂妄的笨蛋而已 于连说吧 带着自己的人转身离开 天人团并不缺天才 甚至连他都已经换身三阶了 团长更是有换身六阶的修为 兽人团的那个男人 也是个副团长 名字叫做龙饼 幻身三阶 变身进化者 继承的是神龙 防御和力量都是顶尖 肉搏战可以说是同阶无敌 更有一手寒冰之力 恐怖无比 一场招人的场面 就这样草草结束 在吴声他们走后 那些小社团的人 继续和自己看中的人聊着 而另一边 上官展则是碰到了熟人 展哥 你在这干嘛呢 吴声看着面前 长相清纯的少女 而后又看了看 略显尴尬和羞涩的上官展 也猜到了什么 眼中带着些许的无奈 感情这种东西 真的没什么办法 哪怕可能知道可能性不大 但是又有多少人能放弃呢 更何况是上官展这种自信的人 这位是 少女看着上官展身边的吴声 眼中带着好奇 他是我大哥 叫吴声 大哥 这位是于富雪 是我加入团体的团长 哇塞 这就是你一直在打听的大哥呀 真是一表人才呢 要不要加入我的雪团啊 少女很活泼 修为也重归重举 退科三接 年龄的话 也就和上官展一般大 吴声健壮 也是笑了笑道 我叫吴声 你好 团体的话等之后再说吧 因为我刚来 有点累 吴声说完后 就快步离开了 他可不想当电灯炮 而上官展本来也想跟上去的 但是被吴声制止了 既然你团长来了 你就跟着他去忙吧 我这边没什么事情了 上官展见状 也明白吴声的意思 而后开口道 那大哥 你有什么事情联系我 我先去和富雪去忙了 看着他一脸高兴的模样 吴声无奈地摇了摇头 也不知道是好是坏 第163章 战龙饼 在和上官展分开后 吴声先是来到了上官展的家中 此刻家里面除了四个女生外 就没有别人了 吴声也并没有去打扰他们 将温西的身份卡给他后 就朝着自己的屋子走去 学着上官展刷一下身份卡 房门自动打开后 看着里面和上官展家中 并没有什么差别的房间 吴声满意地点了点头 至少宿舍确实不错 吴声将玉环里面的生活用品 全部拿了出来 而后拿出了之前买的电脑 而后开始查阅资料 吴声先是搜索了诸神两个字 出来一大堆的资料 但是并没有记载 这是名字之类的 而后 吴声又搜索了红色的长刀 搜索出来的东西 也和资料库 看得一模一样 没什么区别 可能唯一的区别就是 有很多离谱的传说吧 诸神也在聚精会神地看着 在发现没什么能看到的后 也是有些气馁 你能记起什么东西吗 吴声朝着诸神问道 记不得什么东西 可能比较清楚的就是 我叫诸神 是从抑郁来的 还有我以前很强 非常强 嗯 还有我杀了很多人 对抑郁很不爽 我还记得我又一个很重要的人 说着说着 诸神突然流眼泪了 他感受着泪水从脸上滑落 不知道为什么 他并没有哭泣 也没有悲伤 他只记得 有一个小小的人 很重要 非常重要 他还记得他说过要去接他的 但是最后却言而无信了 外界 吴声皱着眉头 听着诸神的话 诸神话里面的线索太少了 根本就推测不出什么 不过能确定的是 诸神的抑郁一定很重要 非常重要 甚至重要到能改变什么 以至于抑郁需要隐瞒真相 改写历史 再找找吧 说不定能找到什么有用的东西 这般想着 吴声又开始搜索各种东西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吴声也是找到了一点有用的东西 据说略国皇室 他们有一种类似于蓝星史官的职业 他们负责记录皇族的事情 并且不会做假 每一本历史 都在略国皇族的藏书阁中放着 而且因为异域 其实从来就没有更换过国家 所以吴声很有可能从其中 窥探一二不过皇族的藏书阁 可不是那么好近的 最主要的是 吴声也不知道 皇族的具体实力怎么样 能不能看出来他什么修为 不过想到空间中的诸神 吴声还是决定去看看吧 毕竟搭档这么多年了 有些真相还是早点知道为好 大不了慢慢的谋划吧 而这时 吴声的门口 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大哥 大哥 门外的上官轻荣语气极为急切 而吴声见状也是打开了门 只见上官轻荣眼中含着泪花开口道 大哥 二哥他出事情了 听到上官轻荣的话 吴声愣了一下 上官斩两个小时前不还在他的身边吗 和那个叫于复雪的人打得火热 怎么就出事了 不过吴声也没有多想 跟着上官轻荣来到了两人的宿舍之中 只见宿舍中 上官斩正躺在床上 脸上满是淤青 嘴角溢着鲜血 好像被人打成了猪头一般 怎么回事 不太清楚 他的团长把他送回来后就没说什么 好像有什么难言之意 听到上官轻荣的话 吴声好像想起了什么 眼中闪过一抹杀意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你好好照顾他 我出去一趟 吴声说完后 直接站起身 面色冷漠地朝着外面走去 而温惜见状也连忙跟了上去 上官轻荣则是在照顾着昏迷的上官斩 阿声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温惜小跑到吴声的前面疑惑地问道 如果没猜错的话 应该是那个叫兽神团的人干的 我来这里时间很短 能接触到的人也就他们了 兽神团是什么东西 温惜有些好奇地问道 吴声将之前办身份证的事情告诉了温惜 而温惜听过经过后也点了点头道 那应该就是他们了 你打算怎么办 怎么办 砍了他们 吴声眼中闪烁着红光 空气的温度仿佛都下降了几度 行 那我也去 温惜点了点头 而后一脸愤怒地说道 他是绝对支持吴声的 兽神团在学院中很有名 吴声找了个路人问一下就知道了 而很快 吴声就来到了一个古色古香的建筑面前 黑中带红的颜色 让建筑升起一抹肃杀之意 仿佛里面住着什么可怕的东西一般 吴声也没有多说什么 看着兽神团那巨大的牌匾 换出吴声刀 直接将那黑色的牌匾斩落 哄 重物落地的声音响起 在周围人震惊的目光中 那建筑中传来一道愤怒的声音 哪个混账赶来我兽神团挑事 伴随着一群人从建筑中冲出 吴声的身影也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龙炳看着吴声 眼中闪过一抹了然 很快他脸上的愤怒之意退散 露出了一抹嘲讽的笑容 怎么了 要来打架吗 看他这副样子 吴声也明白了 自己并没有猜错 他将手中的长刀指向了前方的龙炳 语气冰寒道 来吧 死战 吴声的话让龙炳一愣 一会后 他森然一笑 洁白的牙齿露出 一双眼睛满是暴力之色 好啊 学院中不能闹出人命的 而所谓的死战 其实也不会死 就是一种决斗最高等级的说法而已 死战也很特殊 他就好像真的是掠夺一样 败者会被圣者夺取修为和灵能 被夺取的数量必须足够 另一方可以进入下一境界 不够的话 就直接西城进化一阶 这种情况和杀人没什么区别 所以也被称为死战 而吴声在 兽神团向他们副团长死战的消息 也很快就传入了天人团和智脑团的耳中 于连听说后 连忙放下了手中的工作 朝着决斗广场走去 两个换身境的战斗 这种场面可不多的呀 另一边 吴声和龙炳已经来到了擂台当中 周围也挤满了人群 两个人相对而立 吴声的神色平淡中带着一抹杀意 而龙炳则是毫不掩饰情绪 脸上满是暴虐 小子 看我把你打回退颗镜 吴声并没有理对方 在温惜的加油声中摆出了架势 而这时 人群中传来一道惊呼声 于连也到场了 当然还有智脑团的人 吴声看了一眼 发现了于连身边站着的于腹血 看着对方眼中 带着些许愧疚和伤心的样子 他也没多说什么 而是将目光继续放在了自己的对手身上 小子 来吧 天兵龙爪 龙炳瞬间出手 只见他整个人身上布满了雪白色的龙铃 头上也长出两只龙角 身后也延伸出一条长长的尾巴 显得极为霸气 而吴声则是简单的一刀 直接拼出全力 分尸 数十米的血色刀器和巨大的龙爪碰撞在一起 僵持了三息后 爆炸声在两人的中间响起 吴声退了七步 而龙炳则是退了两步 高下利剑 龙炳的嘴角勾起一抹笑容 而吴声则是看了看自己的脚下 怎么说 有什么想法吗 他的力量和防御都在你之上 诸神的声音在吴声的脑中响起 而吴声则是嘴角勾起一抹笑容 既然如此 那就打快一点吧 正好这段时间想到了一个新的招式 拿来用用吧 随着吴声的话音落下 红色的雾气开始四处飘散 他们仿佛云朵一般四散而开 看上去极为美丽和威险 而吴声则是刀尖向前 红色的长发开始飘扬而起 小子 如果你只有这点实力的话 那么就滚回退颗镜吧 龙炳狂妄大笑 龙爪带着极寒之力朝着吴声袭来 朱星 踏天 吴声的话音落下后 整个人化作一道血线瞬间消失在原地 血线直接划过龙炳的身体 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看着胸口的血丝 龙炳嘴角勾起一抹不屑的笑容 小子 太 还不等他高兴 吴声再度袭来 或者说 吴声根本就没有停留 整个人宛若而试玩的弹力球一般 开始四处乱跳 而他的踏板 就是那些血色云雾 这是之前吴声偶然间发现的 血雾居然可以借力 这就让他想到了很多东西 而这招朱星 踏天 就是他最近刚刚研发出来的招式 朱星速度极快 来回跳跃攻击 极为适合打这种行动缓慢的对手 而在外界的人眼中 此刻的龙炳 好像傻子一般 站在原地被无数血线来回攻击 一个个细小的伤口出现 很快就将其染成了血人 龙炳想要吐息 但是根本就找不到对手 而贸然张嘴的话 他又害怕吴声抓住机会 直接攻击他的嘴巴 而且 他只是可以变身冰龙 并不是真的冰龙 拥有不了那无情无尽的寒冰 他的冰更多的是 附着在利爪和攻击之上的 作为毒素 注入他人的身体和血液当中的 血路 突然 一道寒冷的声音响起 龙炳不自觉地打了个颤 他突然感觉到浑身动不了了 视线也被红色轻染 他被一个血球包裹住了 外界的鱼帘看着这一幕 眼中满满的都是震惊 虽然他们的修为很高 但是战斗的经验其实很少 或者说死斗的经验很少 毕竟他们能杀人的机会 也几乎没有 擂台上 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的龙炳 被血球包裹 而吴声的身影也显露而出 他的脸色有些苍白 身体有些颤抖 头发看上去仿佛被动得僵硬了一般 很显然 龙炳也并非是个弱鸡 吴声静止穿过血球 伴随着爆炸声响起 龙炳跪倒在地 垃圾 三章写成了两个大章 这个篇章就是给男主练及 和探查诸神的绅士的 可能会有些单调和无聊 这个篇章过后就好了 第164章 吃醋 龙炳的脸上 满满的都是不可思议 但是感受着体内逐渐减弱的力量 他也明白了 是他输了 并且输得很彻底 幻身三阶 被一个幻身一阶的新生 趋近秒杀了 而吴声感受着体内被提升的灵能 也是有些感慨 抑郁的科技确实是很强 不过这种提升修为的方式 应该是有限制的 否则抑郁的人均神静了 身后的龙炳口中吐出一口鲜血 而后就晕了过去 年轻人看样子火气很大 有点接受不了失败 这也正常 抑郁的天才 基本上就没经历过什么挫折 毕竟只要是天才 就自动晋升自己的身份 然后保护起来了 第一次被人碾压 还是被一个低两阶的家伙碾压 实在是太丢人了 吴声感受着体内攀升的修为 而后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 转身离去 温惜见状 也是连忙跟了上去你没受伤吧 温惜见吴声下来后 也是有些担忧的问道 刚刚吴声在台上颤抖的样子 他可是清清楚楚地看见了 没什么事情 回去洗个澡就好了 走吧 吴声摇了摇头 示意温惜不需要担心 而这时 于连也从震惊中反应过来 只见他的脸上 挂上一抹甜美的笑容 他走到吴声的身前 率先开口道 吴声是吗 我再次邀请你 加入我们天人团 放心 这一次 我会开出更加诱人的条件 有没有兴趣 而温惜看着面前的于连 眼中闪过一抹警惕 作为女人 该有的 占有玉塔还是会有的 吴声思索了一会 还是得出了考虑一下的回应 当然 这一次 吴声多问了一个问题 你们天人团的团队 占次数 会不会很少 听到这句话 于连眼睛一亮 他明白 吴声可能是 打上了死战上面的 修为提升的主意了 当然没问题 死战的修为提升最高 会到换身酒街 你如果有这个想法 我们可以为你 安排彼斗工你修炼 听到这个条件 吴声点了点头 在要了于连的联系方式后 看着他身边的于复雪问道 这位是 吴声的话让于连一愣 他是没想到 对方会对自己的妹妹有想法 看了一眼在身旁 有些猛的于复雪 于连微笑道 这是我妹妹 叫于复雪 吴声闻言点了点头 而后转身离去 而温惜看到这一幕 微微嘟起了嘴 看上去有些许的不太开心 吴声并没有察觉 身边温惜的不太对劲 而是自顾自的朝着前方走去 温惜跟在后面 速度慢了一点 吴声在察觉到不对后 转头看了眼温惜 对方脸上的表情 也让吴声感觉到了不对劲 回忆了一下 吴声站在园定等了一下温惜 在对方走上来后 吴声轻声道 那个于复雪小展 好像喜欢他 并且他们两姐妹都没你好看 也没你温柔 别不开心了 回去看看小展吧 听到吴声的话 温惜脸上的阴霾一扫而空 只剩下开心和些许的娇羞 跟上吴声后 温惜抓住吴声的胳膊 一脸幸福 吴声健壮也没说什么 也没有抗拒 揉了揉对方的脑袋 而后就朝着家中走去 上官展并没有受太重的伤 休息几天就好了 对方的下手很有讲究 会疼 但是不会伤到体内 就是些比较严重的皮外伤 而温惜则是给上官展 治疗了一下就也离开了 看样子 应该是跟他姐妹去玩耍了 而夜晚的时候 吴声和诸神又聊了起来 诸神 这里有没有人能监视到我 诸神听到后 翻了个白眼 没好气地说道 我是个刀铃 又不是什么里面的大呢 我怎么知道有没有人监视你 你以为我神仙啊 诸神的回答很不客气 而吴声也没怎么在意 甚至有些轻松 毕竟这种回答 才是他熟悉的诸神 要是突然变得沉默寡言了 他反倒会有些惊慌 他可不想和诸神拔刀相向 你说 我现在能劈开空间吗 吴声有些好奇地问道 不太可能 以你现在的实力 想破开空间根本就不可能 至少也得等四镜的时候 你问这个是想干嘛 诸神摇了摇头 而后有些好奇地问道 疆域的开启 需要一个空间打开一个口子 只要进入疆域 就可以联系其他人了 所以我想试试 顺便问问其他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听到吴声的话 诸神漫不经心道 你去看看 这波学院里面 有没有什么类似于空间转移的装置呗 反正只要开一个口子 就没问题啊 诸神的回答 让吴声双眼一亮 他倒是忘了这件事情 龙国都能做出来 不知道目的地的空间转移装置 那抑郁肯定也能做出来 更加稳定的空间转移装置啊 不过这种保命的东西 应该挺贵的 想到这里 吴声摸了摸下巴 也不知道学院里面 有没有可以正能经的地方 思索片刻后 还真让吴声想到了个办法 第165章 团体战 吴声的办法 就是加入天人团 加入一个小团体 为了条件要点保命的东西 很合理吧 想到这里 吴声开始联系于莲 两人谈了一会后 很快就决定了下来 吴声的条件并没有多离谱 一个可以可以 破开空间的工具 一千能经 还有要经常性的 让他去和别人比斗 于莲十分兴奋地答应了下来 因为这些东西 在抑郁 根本就不是什么珍贵的东西 毕竟连交通工具 都可以使用空间转移技术了 送吴声一个简简单单 至于一千没能经 那更没有压力了 要知道 每年学院团体战 第一名获得的能经 那可是百万级别的 想到这里 于莲只觉得自己 捡到大便宜了 而他也并不知道 他所谓的大便宜 将会带来多大的麻烦 第二天的时候 吴声的家门就被敲响了 咚咚咚 吴声听着门口的声音 起床后打开了屋门 门外是于莲 于莲脸上带着笑容 穿着一身银白色的盔甲 黑色的长发 加上美丽的容颜 好似一位英姿萨爽的 女将军一般 而她的身边 则是低着头的于傅雪 吴声小哥 我带你去天然团登记吧 顺便让你和你未来的 队友认识一下 可以 吴声点了点头 而后跟在了于莲的身后 而于莲 则是眼神失忆了一下于傅雪 让其跟在吴声的身边 而于傅雪 见状咬了咬嘴唇 偷偷看了吴声一眼 眼中满是无奈和暗淡 我不喜欢她 别搞错了 我昨天特意问她的名字 也仅仅是因为 她把我弟弟送回来了 正常的介绍吧 吴声也察觉出来了于莲的意图 她没有废话 面色淡漠地将一切挑明 于傅雪听到吴声的话 明显松了口气 因为昨天的事情 她被于莲强制带走 自己的团队 也被于莲无情地解散没办法 她的天赋 和她她姐姐比起来 根本就是天差地别 也没生气 而是笑了笑道 你不喜欢我妹妹的话 那你觉得我怎么样 说着还朝吴声抛了的媚眼 一般不喜欢 吴声不为所动地 抛出了两个答案 哥哥哥 你还真有意思呢 那你喜欢谁 昨天在你身边的那个女孩吗 嗯 吴声毫无羞耻心地承认了 而于莲听到后 也是愣了一下 然后上下打量了一下吴声 真是直接呢 让人羡慕的小女孩啊 说实话 吴声还是很对她胃口的 天赋 性格 气质 全部是上等 除了长相 可能有些普通 不过无伤大雅 毕竟有时候 气质真的可以弥补 长相上的缺点 两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 于傅雪则是跟在两人的身后 看上去极为拘谨 很快 三人到达了目的地 天人团的建筑比较特别 看上去古运十足 还是白色和金色搭配的 看上去极为华丽 天人团三个相近的大字 挂在牌匾上 十分的气派 吴声跟着对方 静止走入其中 里面没什么特别的 几个房间 一个类似于训练场的地方 里面有不少人在训练 还有一个黑色的房间 看上去极为神秘 在办理好了身份后 于连带着吴声 走向了一个房间 房间类似于蓝星的会议室 里面已经有了五个人 于连笑着介绍道 这几位都是天人团的副团长 当然 也可以称他们为队长 于连并没有介绍他们的名字 毕竟吴声是他招来的 肯定得加入他的团队 吴声点了点头 并没有说什么 只是心中生起些许的疑惑 他以为团队战 是那种两个团队的人 上擂台打的 现在看来 好像并不是这样的 于连给吴声 介绍了一下几人后 就带着吴声又离开了 很快 他来到了另一个房间 一对 房间上挂着两个字 而于连就这样 带着吴声走入其中 各位 这位是我们的新队友 叫吴声 实力很是强劲 大家欢迎 房间里面十多个人 吴声皱了皱眉头 他并不想记住 这群人的名字 他只是单纯为了修为来的 当然 如果可以的话 他打算进入帝都看看 不过在这之前 得安顿好温习他们 房间里面的人议论纷纷 看向吴声的眼中 充满着尊敬 看样子 吴声昨天的事迹 已经传入了他们的耳中了 一接暴打三接 不客气地讲吴声 现在也算是一个 小小的风云人物了 团体战到底是怎么打的 吴声有些好奇地问道 于连听到后微微一笑 而后为吴声解答了起来 团体战的规则很简单 学院会将我们传送到一个 充满污染兽的封闭空间 在里面拿的积分最多的人获胜 大家可以打污染兽 也可以通过击败其他人 获得对方的积分 吴声听到后点了点头 他的心中带着些许的感慨之意 抑郁的走向 大概走的不是质量之路 而是数量之路 简单的来说就是 抑郁更注重培养出修为更强的人 而不是一个同境界无敌的人 只要高境界的 比敌人多出很多 那么输的可能性就不可能 毕竟你可以越阶战斗一个 普通人同境界强 所以只需要培养出 更多的高境界天才就好了 这可能也是抑郁 在入侵蓝星的时候 很多抑郁的人在同境界 无法敌过蓝星强者的原因 当然 对方可能也没想到 蓝星对他们力量的压制如此之强 第166章 天赋记 吴声在天人团认了会人后 看向于莲问道 你们这里有没有学习技能的地方 我想看看 有没有适合我的刀法 于莲摇了摇头道 我们这里没有 学院的天赋记 都有专属的图书馆收入 不过 我可以给你能金去买 一千枚能金一本 听到价格吴声一愣 他知道会很贵 但是没想到能这么贵 不用了 我自己也有点能金 吴声觉得 要对方的能金有点不太好 毕竟当时条件已经谈好了 突然这样会欠对方人情的 没事 于莲还想说什么 而吴声却是直接摇了摇头 表示拒绝 团体战什么时候开始 吴声有些好奇地问道 一个月后 要是赢了 我们就能去帝都过元年节了 身份也能提升 还可以直接进入帝都生活和学习 于莲的眼中带着些许的向往之意 为了这一次的团体战他 可是准备了很久 他打算带着自己的妹妹打上去 如果可以的话 他还想带着他父母去帝都看看 吴声点了点头 这一个月 尽量给我都安排机场战斗吧 我想快点晋级 没什么事情的话我先走了 听到吴声的话 于莲也没有挽留 从和吴声短暂地接触他 就能看出来 对方是个不苟言笑的人 而且可能会害怕欠别人人情 以吴声的实力 也没必要在这里参加训练 毕竟说是团体战 打来打去打到最后 估计还是只会是个人战 而另一边 吴声则是联系上了温惜 毕竟他的能经都在温惜的身上 在将今天的事情 简单地描述了一下后 吴声让温惜也过来挑选一下 看看有没有适合的天赋计 毕竟一直用磨刀欺斩的话 吴声不确定 后面会不会被人认出来 而温惜听到吴声的话后 很快也赶了过来 你朋友呢 看到温惜 吴声的语气明显能感觉出来 带上了些许的温度 他们在吃饭呢 你吃了吗 没吃的话 等会和我一起走 温惜用着毋庸置疑的语气说道 现在的他 好像越来越会和吴声相处了 也逐渐地站在了主导方 嗯 先去看看 有没有什么合适的天赋计吧 吴声点了点头 而后带着温惜 朝着鱼连给的位置走去 天赋能尽管 宏伟的建筑立于此地 宛如宝塔一般 但是却又充满着科幻的气息 淡蓝色的光芒 一个又一个凭空出现的电梯 站在门口的机器人 吴声和温惜对视了一眼 而后走入了其中 两个人寻找的方向都不一样 吴声想找刀法 还有类似于能辅助用的天赋计 而温惜则是去寻找一些 能加快速度的天赋计 两人各司其职 吴声查找了一下刀法 和辅助类的天赋计后 就和温惜分开了 来到刀法的层级 吴声看着一整排的介绍 而后开始在走廊上探寻了起来 看了一路 吴声也没发现 什么比较有用的刀法 主要是他的刀法太特殊了 凭借杀气 负面情绪 还有纯粹的灵能来催动 而这上面的刀法 基本上都带有某种属性 而他的魔咽更多的是用来护体 而不是作为攻击手段来使用的 看了一会 发现没有合适的吴声就离开了 火系的刀法可以用 但是没必要 要是养成了依赖属性刀法的习惯的话 太容易被其他人克制了 还是像自己的刀法那样 比较纯粹的比较好 大不了就自己再想办法 从魔刀七斩中延伸出来刀法吧 想到这里 吴声朝着辅助类的天赋计看去 来回扫视了一会 突然 诸神开口了 吴声 那个 就那个 叫此消笔掌的天赋计 弄过来看看 听到诸神的话 吴声也好奇地点开了 诸神说的天赋计 此消笔掌 在战斗中 可以逐渐将对方的天赋计 变得更为弱小 一种看上去很鸡肋 又好像很强的天赋计 整一本 这玩意 有可以耍耍的空间 诸神的话 让吴声有些疑惑 什么空间 看看能不能反过来 削弱我的天赋计 如果能将魔刀七斩的天赋计削弱 说不定你就能以幻生境的修为 斩出最后一斩了 诸神的语气有些兴奋 而吴声听到后 双眼也明显地亮了一下 真聪明 吴声也觉得这个方法可行 魔刀七斩后面 如果能用出来 那么对他的实力 也是一个巨大的提升 当然 吴声还看到了另一个辅助天赋计 司空 这是一个真的很鸡肋的天赋计 名字挺牛的 但是他的能力 就是能撕破一个小空间 这个空间 大小随自己本身的力量决定 吴声现在的修为撑死 也就能撕开一个一人大小的空间 但是没什么用 空间如果没有稳定的通道 随便进入 就是被吞噬的 而吴声拿这个的原因 也不过是 为了利用撕破的空间戒指 开启疆域 这样的话 这可是个保命的技能 毕竟疆域这种东西 到底多高 修为能展开 谁也不知道想到这里 吴声脸上带着笑容 在附好能精后 带着两个天赋计 直接离开 这趟没白来 吴声在心中有些高兴地想到 第167章 坑爹的诸神 吴声在拿到天赋计后 附了能精 就到外面等温西了 而大约等了15分钟之后 温西也从里面走了出来 你选了什么天赋计 看到温西脸上的笑容 吴声有些好奇地问道 嘿嘿 一个很合适我的天赋计 造型 一个可以将体内的灵能 改变形态的天赋计 正好我的灵能都带有重力属性 很合适我 看着温西一脸兴奋的样子 吴声也为他高兴 毕竟只要实力增强 那么他也可以更放心温西了 想到这里 吴声脸上也不自觉地露出了笑容 买点饭回去吧 正好去看看小展 嗯 温西点了点头 两个人相伴朝着宿舍之中走去 吴声和温西去看了一眼上官展 不过上官展的家中 现在也挺热闹的 忽声和张令都来了 还有余复雪 忽声吴声挺有印象的 现在他的实力也和上官轻荣他们一样 退科二阶 而张令这个人 吴声也有一点印象 这家伙天赋也不错 退科三阶 之所以有印象 是因为这家伙喜欢上官轻荣 带了不少东西来看上官展 不过看上去 好像醉翁之意不在酒 上官轻荣倒是明确地拒绝过 但是张令可能有点舔狗的属性 不到黄河不死心的样子 上官展的恢复力挺强的 现在也没什么大问题了 就是上官轻荣比较担心 所以一直让他躺着 于复雪则是坐在上官展的床头 为他吃东西 上官展脸上带着羞涩和幸福 不过再看到吴声来了 后上官展明显地慌了一下 他想从床上起来 但是被吴声示意了一下 吴声看了眼 在一旁有些尴尬的于复雪 没说什么 将他买的东西放在了地上 就开口道 我先走了 等过段时间 我会联系你们 有事情 吴声说的 你们当然是所有龙国人 他已经有了初步的计划 但是得等到这场团队战结束后再执行 上官展听到后 眼中虽有疑惑 但是也没说什么 点了点头 后想要起床哥 我送送你吧 不用 你好好养伤 吴声说完后就离开了 而温惜在吴声转过头后 也是用一种极为暧昧的眼神 在上官展和于复雪 两人来回飘荡 把两人看得脸都红了 温惜看他们两个人脸红后 也是无嘴轻笑 说起来 他的年龄 其实和上官展他们差不多大 不过可能是因为和吴声经历的 比较多的原因 在上官展他们看来 温惜好像姐姐一样 温惜和吴声 走出上官展的宿舍后 就分开了 两个人现在都有自己的住所 没必要一直腻歪在一起 毕竟这种时间多了去了 吴声回到自己的宿舍后 就开始修炼两本辅助天赋剂 看着手中的两个技能 吴声思索了一下 决定先学此消彼长 诸神 你有多大的把握 可以将这个天赋剂改掉啊 吴声准备学习的时候 突然有些好奇地问道 应该没问题吧 毕竟我应该活了很多年 脑子应该蛮聪明的 诸神的语气中 透露着自信和些许骄傲 吴声听到后 也闭上了眼睛 而后开始学习 天赋剂的学习 其实并不难 就是将技能刻印进脑海中 而后用自己的灵能轨迹 开始同化技能而已 吴声学了一天一夜 就彻底地掌握了 感受着明显多出来的信息 吴声皱了皱眉头 在学习这个技能之后 才知道这个技能有多积累 在和对方近身搏杀之时 攻击到对方的身体后 就可以削弱对方天赋剂一成的效果 拥有这个技能的主人 也不知道有多无奈 一般来说 你要是能攻击到对方的身体 基本上就很小概率能输了 这个技能感觉就像是扩大优势 让对方毫无反杀的可能 但是前提是你比对方强 毕竟现在的人都怕死 身上多多少少都带了点黑科技 除了上次那个兽神团的龙饼 没什么脑子之外 吴声倒是很少碰到 和自己硬碰硬的人 基本上身上都会加点屏障 吴声学习之后 就联系上了诸神 怎么说 你有没有想法 听到吴声的话 诸神摸了摸下巴 眼神开始变得充满智慧的模样 嗯 吴声看他这副样子 心中一喜 看诸神这十拿九稳的样子 吴声觉得没什么问题了 完全没什么想法 诸神这和面部表情完全不符的话 让吴声一个亮呛 差点摔地上 你再说一遍 吴声的双目闪过一抹星红 而体内吴声刀 也瞬间出现在了诸神的面前 仿佛下一秒就会砍上去 说起来 吴声刀已经退去了之前刀砒的模样 银白色的刀锋看上去极为锋利 别 别急嘛 我再想想 诸神看到面前刀咽了口口水 而后开口说道 算了 你慢慢想吧 反正现在也用不太上 吴声也有些无奈 大概是因为上次欧阳博士的话 让他的思绪一时间有些混乱 居然开始相信诸神的鬼话 而诸神健壮也有些不服气 但是现在的他也不好说什么 因为他真的毫无思绪 而这时 于莲突然联系了吴声 吴声嘛 吴声看着前方出现宛如镜面一般的画面 有些疑惑道 怎么了 于莲微微一笑道 你的对手来了 第168章 阴谋剑起 一 听到于莲的话 吴声心中被诸神坑的郁闷感 瞬间一扫而空 什么时候 听到吴声兴奋的语气 于莲脸脸上的笑意更加的浓郁了 看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对方的时间很充裕 甚至现在都能打 那就现在打 吴声有些迫不及待地说道 而后就挂掉了电话 朝着天人团的方向走去很快 吴声就来到了天人团的门口 此刻的于莲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再看到吴声后也迎了上来 你还真是心急啊 于莲的话让吴声点了点头 而于莲也并没有废话 直接带着吴声前往竞技场 不过路上的人是真不少 现在中午的时间点 一群人围在这里 吴声也是有些好奇地问道 今天这里人怎么那么多 当然是来看你的啊 你以为为什么会有人和你打呀 是因为我们宣传的力度和奖励的力度很大 所以才会有比较强的学生来和你对打 毕竟上次龙鸣的惨状在学院已经传开了 多谢你了 吴声点了点头 而后朝着于莲感谢道 哥哥哥 不用太感谢了 团队战的时候好好处理 让我的队伍成为第一就好了 于莲微笑着朝着吴声抛了的魅眼 而吴声也是点了点头道 放心 我会用尽全力的 很快 吴声就走上了擂台 对方也是一个换身二阶的家伙 脸上充满着兴奋 看样子于莲给的奖励 真的很不一般了 而在吴声走上擂台的时候 台下的人群中 一双眼睛正死死地盯着他 眼中充斥着兴奋和不可置信 擂台上 两人也亮出了自己的武器 对方的武器很常见 而吴声在亮出自己的吴声刀之时 台下的那双眼睛又变得有些疑惑了起来 好像是在确认着什么 两道身影在擂台之上交错 伴随着的红色的雾气看上弥漫 周围的空气仿佛都低了几分一般 而在看到雾气之时 那双眼睛再也忍不住了 没错 没错 圣君 太棒了 你也在这里 太棒了 安倍七的双目因为激动变成了粉红色 他身后的那些男人 看向他的眼神充斥着邪欲 而安倍七则是死死地盯着吴声 他近来已经很长时间了 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抑郁 不过因为抑郁的原因 他在蓝星沙的净化者能量 在此刻迅速消化 修为也是突飞猛进 现在的他实实在在的是一位换身境的强者 而且因为某些原因 他比吴声更加清楚一些事情 圣君 你在隐藏吗 太好了 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了 不过在那之前 你必须变成一个毫无感情的武器啊 安倍七的语气充斥着兴奋 身体都开始微微颤抖了起来 看着台上胜利的吴声 他默默地离开了此地 他也加入了一个团体 治脑团 并且因为实力和手段的原因 现在的他在里面也有不低的地位 单独地带领了一个队伍 而擂台上的吴声 好像也察觉到了什么 皱着眉头 看向了擂台下方 诸神 你有没有感觉到 一股很讨厌的气息 你有病啊 我又没出去 上哪感觉到去 听到吴声的话 诸神没好气地说道 而吴声也是有些疑惑 眼睛在周围扫了一圈 在并没有察觉到 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后 吴声走下擂台 奇怪 而这时 在学院的某个宿舍中 安倍七正在和谁联系 你们还记得吗 那万年前 被你们亲手赶走的神明 你是谁 知道些什么 那头传来一个女声 语气充满着凝重 不要管我是谁 我现在告诉你一件事情 团城出现了一位 手持血色长刀的男人 你们不来看看吗 说吧 安倍七挂掉了联系工具 这是安倍七从城主的儿子手中 得到了联系方式 也就是灵蕾 说起来 灵蕾也是她的追求者之一 想到这里 安倍七的脸上露出癫狂的笑容 一双眼睛也变得粉红 升君 你可是要变回 和万年前相同的模样 房间中传来病态的笑容 而此刻帝都的皇宫中 女帝突然下令 表示要亲自前往团城 去检验一下 这次团队战学生的质量 而此消息一出 整个略国也开始动了起来 灵蕾也并不清楚 那被他父亲 偷偷藏在房间身处的号码 到底会掀起多大的风波 另一边 吴声突然愣了一下 他有些疑惑地转了转头 发现 除了人来人往的学生 什么都没有 真奇怪 吴声轻声难移 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有种很不好的预感 第169章 阴谋见起 2 在和于连寒暄了几句后 吴声就回到了宿舍中 而这一次 先是去了一趟上官展的宿舍 并让对方联系这里的所有龙国人 很快 温惜等人全部出现在了房间之中 呼声和吴声还算有点交集 其他几人的话 基本上就没怎么和吴声说过话了 他们来的时候 都是一脸疑惑地看着吴声 而吴声看着在这里的人 面色严肃的 接下来的事情 大家好好听 众人见吴声一脸严肃的样子 也是不自觉地严肃了起来 而吴声见所有人全部聚集在此 也是拿出来了 余连送给他的空间传送装置 将装置的 转瞬间 空间开始扭曲 吴声的身边 被蓝色的屏障包裹 接下来 吴声只要进入空间裂缝中就好了 而吴声 则是拿出了御环 开启了疆域 熟悉的场景 将众人包裹 所有人彻底地和异域隔绝了起来 而吴声见状 看向上官展开口道 小展 开始联系 你能联系上的龙国所有人 其他人也是 尽量联系这些人 当然 让他们注意环境 而吴声 也是开始联系四羊 四羊应该有办法 可以让他们联系的情况屏蔽起来 很快 吴声联系上了四羊 四羊是个看上去比较懒散的少年 睡眼惺忪的 在看到吴声后 四羊打了个哈欠道 首领 有什么事情吗 吴声没有废话 直接开口道 联系上龙国的所有人 尽量不要让抑郁的人 发现我们在联系 你能做到吗 四羊微微一笑道 放心吧老大 我们十二生肖分布的情况 基本上都有龙国人 而我们十二生肖 都有办法屏蔽气息 所以 你放心联系吧 而这时 虚空中一个个屏幕开始出现 之前熟悉的面孔在此刻也慢慢地显现而出 吴声 妹妹 你们没事吧 温俊在看到温熙和吴声后 语气有些激动 而她的身边 青龙正一脸好奇地看着吴声 似乎想知道 吴声准备干嘛 我们没事 前几天不是联系你了吗 哥你也真是的 别太担心了 温熙看着温俊 也是开口安慰道 而这时 其他生肖也是开口问道 首领 你有什么事情吗 吴声见所有人全部来齐了 而后开口说道 你们的计划进行得怎么样了 薛元天骄他们本来是想开口 听到吴声他们说 计划也是好奇了起来 看向了身边的白虎 而这时 藤蛇率先开口道 没问题的 计划进行得很顺利 甚至我和四阳都收割了一次 成功进入到了退壳酒境 现在洪荒藤蛇和四阳两个教派 现在的人数应该也发展了起来 在我们进入这个城市的时候 人数大概在五千左右 青龙等人也是点了点头道 我们这里也是 人数上也大差不大 计划很顺利 不过说起来 西方的那几个神明还有骑士 好像也察觉到了我们的意图 在我本来像收割第二次的时候 他们就不与他们起冲突了 吴声听到这里点了点头 而后开口 将自己这边的情况说了一下 其他人听得云里雾里的 薛元天骄摸了摸下巴 好像想到了什么 所以 首领 这次是有什么事情吗 朱雀好奇地问道 嗯 这一次 我想让你们全部退出这个学院 回到外围城市那里 继续发展势力 如果可以的话 尽快提升修为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有种不好的预感 吴声身边的温惜 听到吴声准备单独行动 脸色瞬间变了 他张开嘴巴 准备说些什么 但是却被吴声直接打断了 吴声认真的 看着身边的温惜 他轻声道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也知道你很担心 但是你们的实力太弱了 而且我也不能太强 进入抑郁的中心 不然很容易引起注意 所以 这一次 让我独自行动一次 这时 薛元天骄说话了 你准备干嘛 调查我们的异能秘密 并且寻找破局之法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沉默了 自从上次欧阳博士说过 他们异能的情况之时 所有人其实心中都有一根刺 并且 这根刺还不好拔出来 既然如此 我们更应该一起行动啊 怎么能让你 为了我们单独执行 这么危险的事情 温惜语气有些激动 上官斩合 上官轻荣 也是连连点头 你没有发现吗 从我们修为越来越高后 体内会感觉多出来一个人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沉默了 尤其是温惜 自从上一次的噩梦做完后 她的心中 其实也有了些许的恐惧 据我打探出来的消息 是我们体内的家伙之前 全部是异域人 不管他们到底和异域 有什么仇恨 但是至少 他们是从异域出去的 所以我不确定 异域有没有控制他们的方法 所以这次只能我去 至少诸神我能控制 他也听我的话 当然 你们也并不是无所事事 吴声的话说完 众人眼睛亮了一下 所有人有些期待地看着吴声 希望他能给自己安排 什么重要的事情 不知不觉间 吴声好像已经成为了 这些人的主心骨 你们的任务 就是尽全力发展教派 快速地提升修为 如果可以的话 联系博士 让他做出一个大型的空间 传送装置 然后将教派的人进入中心 而后我们开始杀人提升修为 以最快的速度提升自己的修为 然后在我需要你们的时候 接应我 这就是你们接下来的任务 吴声的语气十分的平静 但是却让众人 有些热血沸腾了起来 这样的话 众人会感觉 吴声的性命在自己的手中 只要自己的修为提升速度够快 那么吴声的安全性就越大 那少年 你之后准备怎么做 四扬兴奋地问道 先参加团队战 尽全力获胜 进入帝都 然后查明真相 当然 期限是一年 一年内 如果我没查明真相 我会联系你们 来接应我 也就是说 一年内 你们必须将教派 宣传到最大范围 如果可以的话 和西方还有 妖族海族的人合作 这个时候 抑郁才是我们的敌人 我们明白了 但是首领 之后请务必小心 球牛点了点头 然后一脸认真的 看着吴声说道 放心 我会活着回来 你们的危险性同样很大 所以一定要注意 之后 生肖组织 暂时由温熙掌管 进化学院的人 由天交掌管 你们还有什么 其他的意见吗 吴声点了点头 然后安排众人的职务 没问题 所有人都振臂高呼 而温熙 也没有拒绝这个职务 相反 他必须做好这个职务 这样才能更好地 帮助到吴声 让吴声的安全性更高 一场密谋 就这样在疆狱中策划而起 而吴声 也并不清楚 他的危机 也即将到来 第170章 阴谋剑起 3 在疆狱中结束了联系后 吴声就进入了修炼状态 准备将自己 调整到最好的状态 而温熙等人 也开始着手 处理自己手中的身份卡 虽然说进化学院 是很吃天赋的地方 但是出身同样重要 所以身份卡 其实是可以编卖的 当然 有能力买得起身份卡的人 也都是些上等城市的家伙 像边境城市的人 肯定是没希望了 身份卡编卖一下 然后一个容 只要不乱挑事情 就没什么大问题 而这也是隐藏的规则 毕竟有些空有权势的人 没有天赋 总不能让他们 一直落寞下去吧 至少让他们 能维持出现状 说起来 上官斩这个家伙 居然把于傅雪也忽悠走了 于连也没生气 毕竟 只要吴声帮助他获得胜利 他完全可以毫无负担地 将于傅雪也带走 这段时间 这一个月的时间 吴声之后 就又参与了两场决斗 全部获胜 修为也来到了幻身进五街 这点不得不说 他还真的很感谢于连 当然 感谢的方式 吴声决定帮他们获胜 然后他想办法 潜入皇宫看看 能不能找到 关于诸神的事情 而一个月的时间 转瞬即逝 温熙等人 也撤离了学院 回到了百城 而吴声之所以 这么着急的原因 是他总有种不安的感觉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很少出现这种感觉 虽然有些不安 但是他也不能过于地 浪费太多的时间 这个机会 他必须把握住 而且他觉得自己不会死 今天就是所谓的 团队战开始的日子 他早早的 就被余连叫走 在天人团的基地等着 而此刻学院的校长室中 一个女人正坐在其中 她的两边 是两位散发着 恐怖气息的老者 前方则是跪着一排人 这跪着的一排 是学校的管理层 他们现在也有点慌张 没想到女帝 会突然出现在这里 略国可不是什么 老古董国家 国家出现了 不少女性帝王 并且因为科技的原因 治理起来 都十分的得心应手 不过皇室 已经有过几十年 没有出现过在这里了 突然出现 让他们心中极为惊慌 以为是自己 做出来的丑事曝光了 不用这么惊慌 我就是来看看 你们的团队战而已 顺带找个人 先开始团队战吧 听到女帝说前来的缘由 其他人的心中松了口气 虽然疑惑 但不是找他们的麻烦 就已经是万幸了 这就开始 这就开始 您稍微休息一下 说完后 一个就像是 玻璃一样的屏幕凭空出现 而另一边的无声等人 也进入了 所谓的团队战场地 而这时 玻璃也开始分布战术 最后的结果就是 无声单独行动 而弱一点的 则是抱团行动 在得到自己的任务后 无声就冲进了丛林之中 开始了自己的杀戮 而此刻在智脑团的一队中 安倍七 正在跟自己的队友说着什么 而在说完后 这些队员的瞳孔变得粉红 开始朝着某个方向冲去 圣君 这个可是我为你准备的礼物 当然 安倍七也不仅仅 只是准备了这些人 要知道 他现在的修为 可是换身巴结 至于这么强的修为怎么来的 异能的强度 让他已经魅惑了很多人了 而这些人的下场 也基本上很一致 成为他修为的养料 安倍七在森林中笑着 他当然不可能自己出手 他可是知道很多事情 他也知道 当年那真相到底是什么 所以他明白 无声不会死 如果无声束手就擒的话 甚至连受伤都不可能 那远古的记忆 一直存续于皇宫之中 另一边 无声手持无声刀 开始在森林中 斩污染兽 还有敌人 所有人基本上 都不是他的义和之敌 刀气在森林中肆意挥洒 宛如魔神一般 新红色的长发迎风飘扬 无声化作一道红色的影子 所过之处 无人可挡 在那办公室之中 女帝一双漆黑的瞳孔 死死地盯着无声 眼中满是错愕与惊喜 为什么 为什么刀的颜色不对 他喃喃自语 此刻的他 有些迫不及待地 想要去找无声 而另一边 无声看着周围围上来的人群 眼中充斥着疑惑 无声 不太对劲 这群家伙的身上 有之前那个疯娘们的气息 突然 诸神开口 而无声听到这里后 也是愣了一下 你说谁 那个在樱花国的那个娘们 诸神的语气有些交集 不知道为什么 他也有一种极为不好的预感 而无声听到这里 将目光转移到了 这群人的眼睛上 那粉红色的眼睛 让他如遭雷击 不好 这群人是冲我来的 无声心中暗道 而后拿出自己的空间装置 想要直接撤离 而这时 天空之上乌云密布 伴随着雷霆在漆黑的天空中翻涌 无声的空间传送装置 失去效果 无声看着天空之上 宛如末日一般的场景 心中带着些许的惊慌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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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一阵阵空间 被撕碎的声音响起 一个长相绝美的女人 凭空出现在了天空之上 她的身后 还站着两个老者 你是 诸神马 女人开口的第一句话 就让无声瞪大眼睛 强烈的危机感 在此刻蔓延进她的全身 而这时 一声恭敬道 参见女帝大人 而那被称为女帝的人 并没有理会 而是死死地盯着无声 仿佛是看到了什么 西式珍宝一般 充斥着兴奋和贪婪 而无声也感受到了 从出生以来 最为强大的压迫感 那宛如深渊一般 深不见底的能量 和海啸一般的压迫感 无声此刻好似 那大海中的一夜偏舟 随时都会被那 由龙卷带起的海啸 将其吞没 恐怖如斯 而此刻 在无声刀的空间之中 但是此刻的他 十分想将这个女人 直接杀了 第171章 魔刀七斩七世 出神 无声看着天空之上的女人 虽然对方长得很漂亮 但是无声却感受到了 一股无比强烈的恶意 明明穿的华贵无比 一身金色的华服 看上去无比的高贵 头上的配饰虽多 但是却不臃肿 好似古代的帝王一般 也不是像 这家伙真的是一国之主 明明无声身边什么都没有 但是却感受到了 一股无比强烈的禁锢之力 双手双脚都无法动弹 无声看着天空之上的女人 眼中充斥着金锯 这家伙 而这时 女人又开口了 你就是被诸神选中的人吗 女人对诸神的事情 好像极为了解 而无声也是皱了皱眉头 他是真的有点搞不清楚状况 对方没有杀意 不像之前遇到自己的人 好像都带着强烈的杀意 按理说 既然下面的人 对自己有杀意 有恐惧 那么这个女帝 应该也是对自己有成见的 但是无声现在就感觉 这家伙对自己没有敌意 甚至是有种贪欲 好像是看到了宝物一般的感觉 诸神 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无声想要联系诸神 而这时 他的体内 一股无比强大的灵能凭空出现 一柄血红色的长刀 屹立于无声的身前 正是诸神 此刻的诸神刀身颤抖 好像在凝聚着什么 而无声也感受到了 上方传来了一股 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 魔刀七斩七逝 诸神 声音从刀身之中传来 无声看着前方的诸神 不知道为什么 他好像看见了 一个长的 和自己很像的男人 他感受到了很多情绪 喜怒哀乐 此刻的他 手持新红色的长刀 他在面对谁 而在外界 如果说之前是末日即将降临 那么现在就是 末日已经来到 在红色长刀出现的瞬间 整个世界只剩下一片血红 天空之上 空间开始破碎 一柄万丈长刀 悬挂于高空 好似有神明在上方持刀一般 随时准备 处决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 下方 诸神此刻的状态 也极为不对劲 无声的修为 只有幻神五阶 但是这明显就不是 五阶能打出来的攻击 诸神现在好像 是被愤怒控制了大脑一般 压榨着曾经残存的力量 和其他人的恐惧不同 女帝的眼中 充满着兴奋与惊喜 他抬起自己白嫩的小手 伴随着他身后 响起一道龙银之声 他的身后 九条巨龙冲天起 那万丈金龙 朝着红刀攻击而去 而女帝将目光放在了下方 已经暗淡无光的诸神 还有晕倒在地的无声身上 在那高空之上 九条巨龙咬住刀尖 他们用尽全力 开始将血刀 朝着星空之上拉扯而去 这一刀如果降下来 那么整个异域 得遭受一次大规模的打击 而在长刀立于天穷之上之时 异域各地的强者 也好像是察觉到了什么一般 他们飞入高空 不约而同地 看向了那远处的刀尖 黑海一族 兽人一族 还有 此刻已经回到了 百城的温惜众人 突然身体一震 他们转过头看向天空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好像看见了一柄血色长刀 正朝着他们袭来 他们的心中 也涌现出了悲伤的情绪 泪水不约而同的夺况而出 拥有这种情绪的 不仅仅只有在温惜等人 或者说 蓝星中后天进化者 全部涌现了 名为悲伤的情绪 无声这边 诸神降下来的攻击 已经被摧毁 眼前的女帝 也不是什么等闲之辈 而是货真价实的 容神一届的强者 也是抑郁之中 最强的那一批 不过现在的她 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冷静仔 只剩下了兴奋 她好像痴女一般 落到了无声的身边 她看着无声 声音之中的兴奋 根本就压抑不住 神奇 终于找到了 看着周围一脸惊恐的人 女帝恢复了往日的威严 她看向了身后的两位老者 淡淡地说道 将这群人的记忆全部清楚 这件事情 不要让其他人知道 说吧 她撕开了面前的空间 而后好像观赏艺术品一般 将无声轻轻地抱起 而后离开了此地 另一边 安倍七叶早已离开此地 她可不想被人发现 毕竟她也是这群人的目标之一 当然 安倍七叶观看到了 诸神斩出第七刀的样子 强烈的兴奋 让她面色潮红 娇躯都不自觉地颤抖了起来 就是这样 就是这股力量 便回去把生君 变回曾经的神器 诸神 而在百成的温惜 正疑惑自己 为什么会流泪之时 一股极为强的不好预感 从她的心头升起 她突然感觉全身无力 好像要即将要失去 是什么重要的东西一般 而她那不对劲的样子 也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 上官轻荣连忙跑过来 与其担忧道 温惜姐 你怎么了 身体不舒服吗 温惜看着上官轻荣担忧的样子 勉强一笑地摇了摇头 没事 说吧就站了起来 她回过头看向远方 心中默默为无声祈祷 说白了 还是实力的问题 如果无声都栽了 那么他们 这些修为不如无声的人 过去也是送死 想到这里 温惜的眼中 更添了几分坚定 她一定要快点提升修为 等之后去接应无声 第172章 诸神 诸人身 这里是 无声睁开眼睛 看着面前淡蓝色的晶体眼中 带着迷茫 她想起身 但是她的身上被东西禁锢住了 根本就无法动态 甚至连修为都被封印了 现在的她 只能看到那淡蓝色的晶体 还有一张绝美的脸蛋 行了 女帝看着无声 与其十分温和 好似在和老友聊天一般 而无声看着对方的样子 皱眉道 你是谁 这又是哪 女帝看着无声 毫不慌张的样子 眼中闪过一抹欣赏之意 你和那位神奇长的真相 这就是 她选中你的原因吗 女帝的话 让无声皱了皱眉头 说实话 她有些听不懂 不用疑惑 我们皇族的姓氏都为皇 你可以称呼 我为皇帝 不过 这都不是什么大事情 皇帝 你想干嘛 无声听着这称呼 皱了皱眉头 她有些搞不清对方的目的 没有丝毫的杀意 没有丝毫的敌意 只有无尽的贪欲 而无声也在呼唤着诸神 可惜没有丝毫的回应 诸神好像就这样消失了一般 当然 是让神奇归位了 作为我抑郁的神奇 你肯定是需要帮助我们 扫平一切阻碍的呀 女帝的话语间充斥着兴奋 好像在完成什么伟大的事情一般 听到这里 无声都觉得 眼前的家伙脑子有问题了 但是这家伙很明显知道很多事情 无声决定旁敲侧击一下 什么神奇归位 我 神奇 但抑郁之人 可是称呼 我为不祥之人 魔神啊 听到无声的话 女帝微微一笑道 那是一种统治方式 你一会就知道了 无声一愣 而后轻笑道 你准备让我知道些什么吗 不 我准备让你回忆起曾经的一生 让你变回那个抑郁最强的 神奇 伴随着女帝那兴奋的声音响起 那淡蓝色的晶体 开始朝着无声靠近 最终接触到无声的皮肤 而在无声碰到晶体的一瞬间 意识瞬间消失 而蓝色的晶体 也慢慢地融进无声的大脑之中 女帝看着失去意识的无声 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 当年的精力 让你们变成了抑郁最强的武器 既然如此 那就再经历一次吧 女帝喃喃自语 那淡蓝色的晶体 正是抑郁皇族 储存了几万年之久的记忆 那远古时期 被驱赶的神明记忆 小人生 站那干嘛呢 快过来 迷迷糊糊之中 无声好像听到了一道声音 他睁开眼睛 眼中充斥着迷茫 这里是哪里 儿子 你怎么了 伴随着一阵高跟鞋的声音响起 无声的身边 突然出现了一个女人的身影 无声眯着眼睛 看着面前逐渐清晰的身影 记忆如潮水般 涌入大脑之中 我 我叫朱人生 你是我的妈妈 朱灵 朱灵看着自己儿子 一脸迷茫的样子 眼中闪过担忧之意 他将小小的儿子抱起 而后伸出手摸了摸他的额头 人生 你别吓妈妈 你没事吧 伴随着女人担忧的声音响起 小男孩就这样 直直地晕倒了过去 为了方便分辨 接下来无声用人生这个名字 这篇是诸神的记忆 在服侍的一个儿童医院中 人生睁开了眼睛 他有黑的瞳孔中 充斥着迷茫 不过很快就慢慢地变得清明 而在这种陌生的环境 一个五岁大的孩童 第一件事会做什么呢 没错 就是哭 伴随着人生的哭泣声 在一旁担忧的妈妈 也连忙开口安慰道 怎么了怎么了 不怕不怕 妈妈在这里呢 朱灵抱起人生 眼中满是心疼 而可能是因为 来到了妈妈的怀抱之中 人生的哭泣声 也慢慢地开始消退 咕 听着这道声音 朱灵一脸慈爱地 看着自己的儿子笑道 饿了呀 人生擦了擦眼泪 有些委屈地点了点头 妈妈带你去吃火锅好不好呀 听到自己记忆中 最喜欢的食物 人生脸上露出笑容 好耶 吃火锅 最喜欢妈妈了 听着自己儿子的话 朱灵也是一脸高兴 在检查人生的身体 没问题之后 抱着自己的儿子 朝着外面走去 朱灵很喜欢吃辣 而作为朱灵的亲生儿子 朱人生也完美地 继承了这个特性 很喜欢吃辣椒 很快 朱灵就抱着自己儿子 来到了火锅店 在点了很多人生 爱吃的东西后 他摸了摸自己儿子的小脑袋 明天就要去上学咯 会不会害怕呀 不怕 人生是小男子汉 听着自己儿子的话 朱灵温柔一笑 他轻轻捏了 捏人生的小鼻子 然后假装嘲笑道 小男子汉 刚刚还躲妈妈怀里哭呢 那是 那是因为 因为什么呀 朱灵看着自己儿子 可爱的样子 也是顿感有趣 继续逗弄的 因为妈妈老是说 有妈的孩子想快饱 我是妈妈的宝贝 所以可以哭 最后 人生说出来了一个 牛头不对马嘴的答案 而朱灵听到答案 脸上净是柔情 嗯啊 人生是妈妈的宝贝 很快 菜也上来了 朱灵开始给人生 涮他喜欢吃的东西 涮好后就加给他 而人生也很懂事 在看到自己妈妈 一直加给自己吃的时候 他也拿出筷子 将碗里的肉 夹到朱灵的嘴边 而后用稚嫩的声音说道 妈妈吃 看着自己儿子懂事的样子 朱灵也是一脸幸福 小小的火锅店之中 承载着一对母子的幸福 而此刻在这个国家之中 还有人在看着这一幕 就是这个孩子吗 没错 被选中者 天赋SSS级 很好 启动诸神计划 以序列为代号 将他的代号定义为004 魔刀 好 那么计划开始 洁白的实验室中 一群人正看着一对平凡的母子 他们的眼中没有感动 有的只有弹幕 好似在看一群机器人一般 第173章 神兵炼成 1 从火锅店出来后 朱灵就带着人参 回到了家中 两个人的家是一个老小区 很破旧 但是很温馨 也没有什么破洞之类的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小房子 人参的父亲很小就走了 出了车祸 当然也赔了点钱 用来买这栋房子 而人参的父亲那边 也没什么亲戚 所以现在 属于是母女两人相依为命 也不算穷 也算不上父 唯一的不好 可能就是 朱灵上班的时候 要把人参放在家中 而这件事现在也解决了 人参明天就要开始上小学了 两个人的生活 也越来越好了 想到这里 朱灵脸上的笑容 带着些许的幸福 对于他这种普通人来说 现在的生活真的很好 虽然不应该高兴 但是毕竟适者已适 至少在人参上完大学之前 他是不会再考虑再嫁的问题 人参因为在外面 跑了一天也累了 一回到家就睡着了 朱灵看着自己可爱的儿子 眼中充斥着幸福 他将自己的爱 全部倾注在了人参的身上 第二天一早 朱灵给人参穿戴整齐 而后拍了拍他的脑袋 上学害不害怕呀 人参摇了摇头 一脸认真的说道 不害怕 看着自己儿子的样子 朱灵笑着摸了摸他的脑袋 而后骑上小电驴 开始送自己儿子去上学 朱人参也很懂事 不哭不闹 十分乖巧地来到了学校之中 被妈妈送到教室之后 人参就自己找了个位置坐下去 说起来 朱灵长相很好 年轻的时候也是个大美女 所以 朱人参的长相也不差 粉雕玉琢得极为可爱 人参来到教室中 乌黑的眼睛中 闪过一抹惶恐 毕竟第一次来到一个新的环境 在妈妈面前很懂事 在妈妈离开后 失去主心骨后 就有些害怕了 人参还特意找到了一个靠后面的位置 蜷缩在角落之中 有些害怕其他人 不过 一般长得好看的小孩子 都比较引人注意 而人参的长相不得不说 班草不为过 过了一会后 班级里的孩子也逐渐多了起来 在根据身高分完座位后 人参成功被安排到了第一排 没办法 孩子从小就不喜欢出门 不怎么晒太阳 所以 身高还是挺矮的 人参的同桌 是一位长相很漂亮的小姑娘 此刻的她 正一脸好奇地 看着有些拘谨的人参 你很害怕吗 小女孩对着朱人参说道 我没有 人参好像是听到了什么侮辱一般 小脸通红地反驳道 可是 你看起来很害怕耶 不要害怕哦 我叫李允熙 你叫什么名字呀 小女孩脸上露出笑容 而后伸出小手 主动自我介绍道 人参一愣 她抬头看着面前的小女孩 看着她天真而又温暖的笑容 不知道为什么 她突然觉得有些不害怕了 有过去外地上学人的 应该明白 在你第一次 进入一个新环境的时候 突然出现一个长相不差的异性 伸出手朝着你笑 语气温柔地主动自我介绍 并表示想和你交朋友的那种杀伤力吧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 反正我经历过 你好 我 我叫朱仁参 两个小手就这样相交在了一起 当然 单亲家庭一般都有一个很致命的通病 那就是缺爱 也可以说是自卑 两个人的命运就这样相交在了一起 很快 少年和少女的故事开始从小学发展 小学六年级 允熙和仁参 已经可以称得上的青梅竹马了 经常一起上下学 一起吃饭 而在十多岁这种情窦初开的年龄 少年的心意 已经有些控制不住了允熙 我喜欢你 临近毕业之时 人参向李允熙表白了 啊 李允熙的眼中 透露着错愕和惊讶 女孩子一般成熟的比较走 所以就 目前来看的话 她还是一直把人参当做弟弟的 觉得她很幼稚 所以 这场表白不出意外的 被李允熙拒绝了 那个 人参 我必须实话实说 我不喜欢你 我只把你当弟弟 少年的第一次表白 就这样直接被拒绝了 少年有些难过 因为性格的问题 他比较孤默寡言 所以朋友并不多 虽然长得很好看 但是头发比较长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头发变成红色的了 还是那种血红色 本身长得好看 沉默寡言 学习也还行 这种并不会在学校中受欢迎 而是会被当成一类孤立 他经常听到有人 在后背说他是怪物 毕竟在小学初中里面 大家心智还不是那么成熟 碰到一个长得特别好看 那项还是红头发的同班同学 大家第一件事 大多都不会去亲近他 而是会孤立他 尤其是那些和女生玩得好的男生 这种人能打探到很多消息 知道女生都喜欢谁 那这种情况 女生肯定喜欢长得好看的 幼年时期的嫉妒心 还是很厉害的 而且 他们也不会觉得自己错了 讨厌就是讨厌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没有心机 只是单纯的讨厌 小学的经历就这样消退 人生和李允熙 还是会在手机上聊天 毕竟都是孩子 李允熙想的是 不想失去一个好朋友 而人生就很简单了 没什么别的理由 表白被拒绝后 女生还肯主动找他 他的心情肯定是高兴的 像舔狗 但是没办法 成年人都无法躲避 多巴胺的刺激 更何况是心智 没有完全成熟的孩子 当然 只子莫若母 朱灵在看到自己儿子的模样 就知道发生了什么 她也没有过分地插手 只是摸了摸她的脑袋 然后温柔地说了一句 只要不犯罪 不去做触碰道德底线的事情 妈妈都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你的 此话一出 人生的眼睛直接就红了 鸡仔的委屈在此刻爆发出来 朱灵也是十分心疼地 抱着自己的儿子 她当然知道 自己儿子被孤立了 你们必须和我儿子做朋友吧 更何况 这个学校还好有一个女孩子 愿意和人生做朋友 不过 她也并没有什么事情都不做 至少她和班主任说过了这件事情 保证了那群孩子 只是孤立人生 而不是欺凌人生 而接下来的暑假 李允熙还是会来找人生玩 她还给人生道歉了 表示真的不喜欢人生 但是也不想失去人生这个好朋友 当然 如果人生不接受 她也不会生气 听着很像绿茶发言 但是确确实实没什么问题 毕竟都只是孩子 无缘无故少个在一起六年的好朋友 谁都会可惜 就这样 两个孩子好像又和好如初了 第174章 神兵炼成 2 暑假过去后 人生成功打探到了李允熙的初衷 并且很巧合地和她上了同一所初衷 当然 她也不清楚 她所走过的一切诡计 都是有人在监视和操纵的 与此同时 世界各地好像都发现了一些极为诡异的事情 而朱仁生在开学的前一天 做了一个极为奇怪的梦境 在那梦之中 她看到了一柄新红色的长刀 还有一本名为 磨刀六斩的天赋计 开学际醒了之后 人生这天刷牙的时候 发现了一件恐怖的事情 她的眼睛也变成了新红色 看上去极为可控 白皙的皮肤 血红色的瞳孔和头发 如果在成年之后 这种事情可能会很酷 但现在她是学生 还是初中生 初中生之中 又有多少学习的人会崇尚这种造型呢 她看着血红色的眼睛 又想到了昨天晚上做的梦 她抬起自己的右手 看着那上面 宛如纹身一般的刀撞红印 她好像察觉到了什么 施灵 伴随着她的声音响起 她的右手突然闪烁出一道红光 那红光化作一柄红白相间的长刀 出现在了她的手中 叮咚 强烈的恐惧 让人生时双手一松 长刀直直地掉落在地上 她恐惧地看着躺在地面的长刀 仿佛已经预想到了自己的未来 你看她 红色头发和眼睛 还能叫出来一把刀 真是个怪物 就是啊 怪物 怪物 她甚至能看到 李允熙也一脸恐惧地看着自己 而这时 卫生间的外面传来了妈妈的声音 人参 你怎么了 什么东西掉了 朱灵的语气有些担忧 卫生间内的人参 听到妈妈的声音后 也是吓得连忙将刀再度收入了手中 她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这些 就好像是印入脑海中的事情 而且还有那本名为磨刀六斩的刀法 门外 妈妈依旧在敲门了 人参收拾好心情 而后打开了门 人参 你弄掉什么东西了吗 你没事情吧 朱灵看着自己儿子 面色有些不好看的样子 有些担忧地问道 我没事情的 妈妈 你送我去学校吧 朱人参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而后开口说道 而这时 朱灵突然一愣 她蹲下身子 而后看着人参的脸 人参 你的眼睛 听到自己妈妈的话 人参面色有些惊慌 她一把抱住朱灵 而后语气中带着哭腔道 妈妈 我不知道 她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我不是怪物 你别不要我 朱灵看着自己儿子的模样 也是猛了一下 而后听到对方带着哭腔的话 也是轻轻地拍着人参的后背 揉声道妈妈怎么会不要你的 没事情的 红眼睛的人虽然少 但是不是没有的 这不是怪物 你是我最宝贵的儿子呀 听到自己妈妈的安慰 朱人参心中的惶恐 也是消退了一些 但是还是不愿意撒手 明明已经十多岁了 但是却像个女孩子一样敏感 要不今天你跟妈妈一起去上班 我们请一天假 听到自己妈妈的话 人参松开了自己的手 而后收起眼泪 假装很坚强地说道 没事的 妈妈你好好上班 我去上学了 看着自己儿子的样子 朱灵本来已经打算 让他跟着自己去上班了 但是想了想 儿子总不可能一直跟在自己的身边 他也不想把人参养成一个废人 最终他也是笑道 既然如此 那吃过早饭后 妈妈就带去你学校吧 好 人参点了点头 然后吃过早饭后 就被送去了学校 很快 他来到了新的环境 看到了新的人 头发的事情 朱灵和教导主任说过了 并且还拿出了小时候去医院的证明 表示这是一种怪病 头发天生红色 还没法染 就好像是有油一样 不管什么颜色都没办法染上去 教导主任看到医院的证明后 也没说什么 毕竟只要不是什么传染病 成绩好 那就没什么问题 之后 朱灵就离开了 灵走前还朝着朱人参 伸出手打了个气 而人参在妈妈走后 也是有些紧张地来到了班级之中 他很懂得 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 新红色的头发 看上去极为扎眼 右手的刀形红印 倒是没什么引人注意 哇塞 你的头发好帅啊 人参的身边 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他有些猛地转过头 似乎很好奇 谁会和他搭话 只见他的身边 一个矮矮的男生 正一脸羡慕地看着他的头发 男生长相一般 不帅也不丑吧 但是眼神却没有 之前同学眼中的厌恶感 这是病 不是染的 人参轻声说道 哇塞 我也想到这种病 刘浩一脸羡慕地 看着人参的头发 而后好像察觉到了什么 朝着人参露出一个笑容道 我叫刘浩 你叫啥 朱人参 那我以后就叫你人参吧 你可以叫我耗子 我之前的朋友们都这么叫 刘浩的眼中 充斥着笑容和阳光 而朱人参也交到了 他除离允系之外的第二个朋友 而另一边 在首都的一个实验室之中 还是那群身穿白大褂的人 他们看着朱人参 现在在教室发生的事情 开始记录着什么 初步觉醒 进化一阶 磨刀 三位属性超过普通人极限三倍 人际关系正常 现在情绪为开心 目前开心大于难过 性格自卑 但是对生活充满着向往 计划顺利进行 很顺利 让他继续积攒重要的东西 慢慢快乐的生活 只有尝尽世间一切 才能明白快乐的可贵 当得到了极大数量的快乐 那么痛苦 也将彻底地将其情绪摧毁 明白 人参也并不知道 他所经历的一切 好像是有人在操纵 他也不可能想到这种事情 而在此刻的外界 温惜等人从学院出来后 也过去了将近有两个月了 这段时间 他们尝试过联系无声 可惜全部失败了 现在温惜掌管百成的 红黄鼠神教 发展得很顺利 教重的数量来到了五万 并且还在迅速发展 轩辕天骄和其他生肖 也在稳步发力 并且打听着无声的消息 祝各位过个好年 身体健康 第175章 神兵炼成 三 另一边的人生 也开启了自己初中的生活 就还好 上了初中之后 可能也多了一个朋友 不过因为红头发的原因 被很多好学生认为是不良 所以虽然好看 但是没多少人看 说起来 李允熙并不是和他一个班级 而是分在他旁边的班级 相邻的两个班级 不过现在的人生 也不会像之前一样 天天去找他了 因为对方也有了自己的朋友 人生觉得 还是少来往一点 别影响了人家 而刘浩本身是个极为开朗的家伙 在班级之中 人气也还行 朋友挺多的 也不只有人生一个朋友 所以他的话 也不会一直和人生对话 就这样 时间过去了两个多月后 伴随着冬季的来临 所谓的运动会 也在此刻开启 妈妈 我去学校了 你路上的时候注意安全 多穿点衣服 人生出门的同时 对着家中的妈妈嘱咐道 好好 这不是我的台词吗 你现在怎么还跟我抢台词的 朱灵笑着 摸了摸人生的脑袋 而后目送着对方 朝着学校之中走去 天气很冷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 自从那纹身出现后 人生的身体 好像变得不那么怕冷 也不怎么怕热了 而且身体强度变得很高 之前他一跳 从一楼跳二楼去了 当时给他吓得不轻 身体上的力量 也变大了很多 甚至有时候控制不好 会一把捏扁一拉罐 之后 他也开始尝试着 控制自己的力量 现在也能像正常人一样了 就是头发和眼睛有点显眼 回到班级之中 人生回到了自己的位置 而后默默地拿出书开始看 他现在也习惯了这种生活 说实话 没被霸凌就行 而且 耗子时不时地 还会找他来说话 生活也算快乐 很快 班级里面人陆陆续续多了起来 人生 早啊 耗子走进班级后 就朝着人生打了个招呼 而人生健壮也是笑着抬起手回应道 早 而耗子将自己的书包放好后 就来到了人生的身边 拍了拍人生的肩膀笑道 你怎么样 运动会有没有什么想法 你长这么帅 说不定能收获很多迷妹哦 人生听到他的话 笑着摇了摇头到不了吧 我不太擅长运动 刘耗听到这句话后 上下打量了一下人生 而后点了点头道 也是 细皮嫩肉的 你要是个女生多好 我直接就追你了 哈哈 为什么不能你是女生呢 人生笑着 和对方开了的玩笑 语气竟显轻松之意 而在他笑出声的时候 班级里面的一些女生 也会偷偷地看着他 毕竟好看的事物 总是会吸引人的嘛 在和刘浩聊了一会后 早自习就开始了 之后就是老师 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所谓的运动会 周围的人踊跃报名 而人生并没有参加 众人怀揣着激动的心情 开始训练 甚至借口不上课去训练 反正这个时候 只要不上课 大家都会觉得开心 当然 某些人会例外 尖叫声 人生一愣 他听说过一些事情 放学的时候 会有小混混赌学生 这种人很常见 通常被赌的人 要么就是长得好看的 要么就是看上去 比较好欺负的 人生心中有些挣扎 他不知道该不该管 他对自己的力量 有初步的认识 知道自己有能力管 想了想 人生还是决定去看看 毕竟这个时期的少年 总会有些热血的 并且声音听起来 还是个女孩子 走到巷子之中 人生看着里面的场景 也是愣了一下 里面 五个穿着紧身裤 逗逗鞋的黄毛 正一脸笑容地 将一个长相青春的女孩子 堵在巷子之中 为首的黄毛脸上的笑容 充满着银鞋 而他身后的那些小弟们 则是一口一个嫂子喊着 而女孩则是脸上 带着些许的泪花 身体一直在往后退 那个 能住手吗 就在黄毛在信头上的时候 突然身后传来一道 有些弱的声音 里面的人听到声音后 转过头 看着面前的这个红毛美少年 眼中闪过些许的错额 大哥 这个家伙染的红毛案 道上的 黄毛听着小弟的话 眼中闪过一抹思索 而后朝着人参大喊道 你哪个道上的 大哥是谁 而这时 黄毛身后的少女 也找到了机会 直接就是埋头冲了出来 而后躲到了人参的身后 看到人出来之后 人参也没说话了 他转过头 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一般推着对方的书包 就走出了巷子 而黄毛等人 也是猛逼了 大 大哥 你认识他 黄毛的小弟 似乎还没搞清楚 现在的状况 一脸猛逼的问道 啊 不认识啊 黄毛也是从猛逼中惊醒 他摇了摇头 就这样 人参没废吹灰之力 就将少女 从危机中拯救了出来 而少女出来后 也是一脸心有余悸的表情 眼角的泪花 看上去让人心疼 本就清纯的面旁 在此刻宛如即将破碎的水晶一般 让人充满着保护欲 那个 谢谢你 少女和人参走了一段后 终于开口说话了不用谢 遇到的人都会救的 你快点回家吧 人参笑着摇了摇头 新红色的瞳孔 仿佛能窥探到人心一般 少女看着这美丽的眼睛 一时间有些吃了 那个 能问问 你叫什么名字吗 少女的话让人参一愣 他点了点头道 我叫朱人参 初一三班的 朱人参 少女重复了一遍人参的名字 而后开口说道 我叫士如冰 初一六班的 今天真的很感谢你 今天太晚了 等明天去学校的时候 我再当面感谢你 士如冰说完后 就背着书包小跑着离开了 而人参见状 也转身离去 六班是重点班 都是些成绩名列前茅的 学生待着的地方 人参也不是 想要别人感谢 帮助了其他人 他也挺开心的 想到这里 他脚步也加快了几分 他要快点回家 和妈妈说这件事情 妈妈一定会很高兴的 回到家后 人参在饭桌上 和朱灵说了这件事情 朱灵也是给足了情绪价值 十分开心地夸奖了人参 不过当然 最后也让人参以后注意一点 做好事之前 点了点头 今天除夕 我请一天假 后天祝各位新年快乐 万事大吉 身体健康 也感谢各位 能看无聊的剧情看到现在 我不会太见的 会更新完这本 谢谢各位知识作者 大家新年快乐 发大财 事事顺心哦 第176章 神兵炼城 4 第二天 人参照常朝着学校之中走去 这一次 他在路上碰到了诗如冰 对方脸上带着笑容 朝着人参打了个招呼 也没多说什么 人参也是微笑着回应了一句 这样的距离感 让他很舒服 对于他来说 昨天的事情 其实并不是什么大事 只要是个人 都会这么做的 接下来 诗如冰也会来找人参玩 两个人一来二去 也渐渐的熟络了起来 人参很开心 因为又多了个新的朋友 当然 这天放学的时候 学校的门口的某个角落 突然蹲守了几个人 黄毛蹲在角落 叼着根烟 时不时地 看向从学校出来的学生们 语气充满着不爽道 那红毛怎么还没出来 过了一会 人参从学校中走了出来 他的身边依旧没有人跟着 大家都有自己的圈子 不可能因为你救了人家一次 人家就以身相许 这种事情 还是太少了 而黄毛在看到人参的时候 眼睛也是亮了 而后宁笑着朝着人参走去 人参这边走着走着 突然一条胳膊 搭在了自己的肩膀之上 看着突然出现的黄毛 人参眼中闪过一抹慌乱 小子 我们聊聊吧 听到黄毛的话 人参也知道 这件事情避免不了 点了点头 而后跟着这些人 朝着巷子之中走去 周围有不少人看到了这一幕 但是他们并没有去管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这个道理 在哪个家庭都适用而很快 那巷子中传来了几道声音 那 那个 能不能别这样 会受伤的 废话 不受伤 我们来干嘛 干它 紧接着 巷子之中传来几声震动之声 伴随着几道惨叫声 本来想要看热闹的人 缩了缩脖子 加快了离去的步伐 而此刻巷子之中的景象 也是极为诡异 人身脸上带着泪水 身体有些颤抖 而他的前方 则是一群躺在地上的黄毛 我 我说了 会受伤的 人身说完后就离开了 而黄毛们 也得到了一个深刻的教训 千万不要小瞧人 尤其是看上去老实的孩子 说不定就遭老罪了 人身有些惊慌地回到了家中 路上 他碰到了在和其他同学聊天的李允熙 李允熙看到人身那惊慌失措的样子 思索一会后 他决定跟上去看看 人身 人身 人身跑着跑着 突然听到 身后有一道熟悉的声音在喊他 人身转过头 看向身后的李允熙 眼神变得有些惊慌 他转过头 开始整理自己的头发 还有衣服 生怕自己现在有什么不好的样子 被对方看到 人身 你跑那么快干嘛 出什么事情了吗 李允熙来到人身的身边 喘了会气之后 有些好奇地问道 人身听到后 心中涌现出些许的感动之意 他摇了摇头 而后勉强挤出一抹笑容道 没事 妈妈让我早点回家 李允熙听到人身的话后 点了点头 那你早点回去吧 人身看着李允熙 笑着和自己打招呼的模样 眼中闪过一抹星系 他以为自己和李允熙之间 应该不会有交集了 但是现在 李允熙却开始关心他了 这让他无比的兴奋 甚至连刚刚的不开心 在此刻也烟消云散 而此刻在另一边 那群实验人员 看着李人身的模样 冰冷的眼神中 透露着死记 诸神计划可以开始了 与此同时 在人身所在的城市之中 一个人从黑暗中走出 他手持长刀 整个人宛如液体一般掉入地面 而后开始重组 最后 一个长的和人身一模一样的男人 朝着人身所在的学校之中走去 他就这样静静地看着前方的学校 新红色的瞳孔 毫无情绪波动 好似在等待着什么一般 时间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过去 在第二天早上 学生们全部进入学校后 学校的附近 液体再度化作人身的样子 手持长刀 朝着学校之中 一步一步地走去 而今天 也是学校举办运动会的日子 此刻的学校中十分热闹 学生们正在操场之中 挥散着汗水 假人身就这样一步一步地 朝着学校之中走去 他的任务只有一个 被人身杀掉 很快 在进入中场休息之时 所有人都将目光看向了 那操场之上表演的学生们 只有诸人身 心头突然一震 血红色的瞳孔 开始逐渐收缩 他刚刚好像看到了一幅画面 那画面之中 他看见一个人冲进了学校之中 拿起刀开始了杀戮 人身站起身 想要去一趟测试之时 抬头的瞬间 他看到了那入口之处 手持长刀 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少年 而那人也看到了人身 他没有废话 高高地抬起手中的长刀 朝着人身的方向 一刀斩下 咻 只见他身前的男人 被直接斩成两半 伴随着鲜血飞溅 人身下意识地 抬起了自己的右手 哄 爆炸之声 在人身所在的地方响起 而那强大的冲击力 也将周围的学生 直接掀翻 黑色的烟雾弥漫 血腥之气在空气中 显得格外的难闻 都不是梦境 烟雾散去 伴随着一道道尖叫之声响起 学生和老师们 瞬间慌了起来 杀人了 杀人了 快 快跑啊 学生们惊慌地 从凳子上站起来 而人身看着面前 将攻击挡下来的诗灵刀 眼中充斥着惊恶之色 不知道为什么 心里有一道 声音地告诉他 握住这把刀 他就能解决这件事情 恍惚之间 人身握住了那柄血红色的长刀 伴随着恐怖的能量 开始涌入他的身体之中 战斗瞬间打响 磨刀击斩第一是 分尸 慌忙逃窜的学生们 看着站在上方 手持长刀的人身 听着对方的声音 眼中闪过一抹惊恐之意 因为他们发现 这个孩子长得和杀人的 那个人一模一样 而很快 他们就发现 两个人居然打起来了 一时间 两道速度极快的身影 碰撞在一起 金歌交错之声 此起彼伏 而另一边的实验室之中 所有人看着这一幕 眼中流露出满意之色 当普通人发现 他们之中出现了一位力量远超他们的人之时 那么他们的第一反应 并不是崇拜 而是驱逐与恐惧 这类人只会有两个结果 暴力地统治人类 亦或者不被当成人类 第177章 神兵炼成 5 人身的意识渐渐地回归 他看着面前被战成两半的尸体 看着剑射在自己身上的鲜血 看着身后同学们恐惧的眼神 他的大脑瞬间崩溃了 不 不是我 不是我的蛋 人身站在原地 他依稀记得 自己拿起了长刀 暴力的情绪充斥在他的心头之中 力量开始涌入身体之中 他和一个人打得很爽快 甚至将对方斩杀 他记得一切 但是他不敢承认 因为他看到了周围人恐惧的眼神 他看到了李允熙 刘浩 诗如宾他们眼中的恐惧 他将手朝着对方所在的方向伸去 得到的是 他们颤抖着后退的回忆 看着这一幕 人身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恐慌 他转过身 朝着校门外面跑去 他明白他的人生 完了 他想回到妈妈的身边 人身浑身鲜血地冲在大街之上 周围的人看向他的眼神 都充满着疑惑 而这些眼神 也让人身感觉极为害怕 他杀人了 他要进监狱了 他要回去和妈妈告别 来到家门口 人身推开了房门 他看着房间里面的场景 大脑瞬间一片空白 此刻的房间内 一个长得像只蜘蛛一般的巨大怪物 正用蛛丝将猪鳞包裹 猪鳞则是陷入了昏迷之中 而蜘蛛在人身的视线下 张开了血盆大口 准备一口将其咬死 滚 猪鳞参反应过来 愤怒和杀意瞬间填满他的心中 血色长刀再度显现而出 压榨掉身体之中最后一抹灵能 刀器将蜘蛛直接斩成两半 绿色的血液滴落在地面 而斩完这一刀的人身 也瞬间脱离 跪倒在了地上 猪鳞并没有死 而是中了毒 陷入了昏迷之中 只要及时就医 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在人身进入昏迷之时 一道身影走进了房间之中 扑刺 伴随着刀具入体的声音响起 粘稠的血液滴入地面之中 不知道过了多久 人身突然睁开眼睛 大喊道 妈妈 人身猛地从地面站起身 他看着房间之中的场景 眼中充斥着不可置信 慢慢地 变为了绝望 假的吧 妈 妈妈 这是梦吧 诸人参看着 被斩成两半的母亲 他心中有了个无比可怕的念头 绝望的气息蔓延在房间之中 他换出自己的长刀 看着血红色的长刀 然后毫无迟疑地 插入了自己的身体之中 哈哈 不疼 是梦 是梦啊 诸人参瞳孔放大 语气逐渐癫狂 他微微抬头 语气颤抖而又绝望 而后两眼一黑 倒在了血泊之中 这里是哪里 诸人参看着洁白的天花板 他的语气有些迷茫 不过很快 迷茫被绝望和痛苦替代 他的双目灰暗 仿佛一具尸体一般 你好 突然 诸人参的身边传来一道声音 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你不想知道 袭击你母亲的生物的什么东西吗 那道声音继续说道 而此话一出 人参的眼中重新聚焦起光芒 只是那光芒充满着暴力 告诉我 诸人参的声音极为沙哑 他看着身边这位 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眼中 不再有惊恐 只有无尽的灰白 那是一种异世界的生物 相信你也清楚了自己的力量 你是天选者 异的进化者 上天赐予了你无穷的力量 你应该用来保护其他人 告诉我 在哪里可以找到那种怪物 男人并没有开口 而是站起身 一脸认真地看着他 世界各处都有 我们现在是被入侵者 他们想要我们的星球 现在派出了这种怪物 先来试探我们 而你是最先觉醒的一批人 希望你能好好使用这份力量 不要让你这种情况 再出现在其他人的身上 男人的声音有些低沉 而诸人参却是惨笑道 他们 关我什么事 我现在要把那群怪物全部杀了 然后去陪我妈妈 你妈妈不会希望你这样的 而且 你的生活 还有其他重要的人 男人的话音落下 门外突然走进来几道身影 李允熙 刘昊 还有世如宾 一脸担忧地看着人参 纷纷开口说道 人参你没事吧 我听说了你的事情 我知道那不怪你 说起来也有我的错 那个时候太害怕了 没有第一时间来找你 李允熙的话 并没有让人参起什么波澜 现在的他不在乎这些 他的心中 只有将那群怪物 全部斩尽杀绝 人参 一定要好起来 我们都会等你的 刘昊鼓励道 而人参并没有说什么 而是将目光直勾勾地 看着西装男 你母亲也不全部怪你 你们这类人出现 就会被那群异世界的人盯上 毕竟 你们是这个世界的力量 未来会成为他们的心腹大患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 但是以你现在的实力 去找他们的麻烦 无疑是已软即时 人参听到这 直接朝着男人说道 怎么变强 加入我们 为人类的未来而战 我同意 此刻的猪人参 已经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他什么都不管 他要将异世界的人全部杀了 然后再自杀 他要让这群人给妈妈陪葬 而这时 一直沉默的诗如冰 却开口了 他一脸担忧地 看着猪人参道 人参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 但是我只想说 别被仇恨蒙蔽 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我会一直等你的 那不是你的错 朱灵阿姨 也不会希望你这样的 李允熙也是应声附和 而猪人参听到此话 将目光放在了诗如冰的身上 就在众人 以为他要说什么之时 猪人参却语气冰冷道 我的事情不需要你们操心 场面一下就陷入了冰点 诗如冰的眼眶微红 委屈的泪水 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而后转身离开 另外两个人见状 也是连忙跟了出去 我该怎么加入你们 人参将目光 放在了西装男的身上 没什么特别的 你现在就已经是我们的人了 要记住 我们是为了我们世界的未来而战 为了驱逐所有的入侵者 好 嗯 既然如此 你就是神祖的第四位成为 序列004 代号魔刀 第178章 神兵炼成6 之后的日子里 李允熙等人 每天都会带赤的来看人参 每天和他聊天 带领他走出阴霾 不让他沉浸在母亲死亡的阴影之中 刚开始的时候 人参还是冷眼相对 慢慢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也慢慢开始接受这群人 并且和他们聊天就这样 人参在他们的陪伴和细心照料之下 人参也开始接受这群人 不过心中的仇恨依旧没有退减 当然 可能对未来会有新的希望 一个月过去后 人参看着来送自己的三位伙伴 脸上带着些许的笑容 谢谢你们 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 等我完成任务之后 我会回来看你们的 李允熙听到后 微微一笑道 放心吧 我们一直都在的 我们永远是最好的朋友 看着面前 这张轻力的脸 人参的心中那萌芽的爱情 被扼杀于摇篮之中 可能就像他说的 有些人注定有缘无分 既然如此 那就不要再去消耗那仅存的友谊了 刘浩走上前 面带笑容地 捶了一拳人参的肩膀 而后笑道 加油 回来我们在一起玩 而是施如斌则是面色羞红 他攥着自己的小手 而后焦羞地走上前 趁着人参不注意就亲了上去 众人一脸震惊 只有施如斌的心中满是焦羞 我等你回来 我会一直等你的 这好似告白的话 配合着少女的焦羞 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 人参看着看着就吃了 而这时 施如斌捂着羞红的脸 转身离开 人在众人的起哄声中 人参的脸也慢慢地变红 就送到这里吧 我要走了 人参看着身后这几位仅有的伙伴 眼中流露出感激之情 在母亲死后 是他们给人参新的感情寄托 这让人参真的很感激他们 也很在意这份感情 注意安全 我们在这里等你回来 众人看着人参 眼中流露出真挚的情绪 在和三人挥手告别后 人参踏上了前往神祖基地的飞机 飞机之上 人参看着手中四人的合影 脸上露出了笑容 几个小时之后 人参来到了神祖基地之中 组织不仅仅只有他一个人 还有另外三个人 不过他只见到了一个 另外两个 据说因为本身的能力问题 不在人类社会生活 学校发生的事情 最后被上面给压下来了 表示只是一次单纯的恐怖袭击 而学校内的人 也被一一叫去了小黑屋 最后这件事 仿佛没有发生过一般 而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世界各地的某些东西 也开始慢慢地复苏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五年 人参也长大成人 这些年 他一直行走于黑暗之中 杀的人数越来越多 修为也愈发地恐怖 上面将全部的资源倾泻于他 带来的是修为上的飞速成长 人参 这次任务完成 组织会给我们放假 你准备去哪里啊 身边的队友看着人参 脸上带着轻松与笑容 这次回家 他也要回去看看家人 人参的经历 他们组织中 都会很多人都听说了 很同情他 就他这种情况 组织之中只有他一个人 其他人的生活 都极为幸福美满 这次他们的任务完成之后 都将回到家中和家人团聚 至于他们为什么加入神组 主要也是每一次任务执行的时候 他们都会获得极为丰厚的报酬 神组一共的成员为221位 任务十分完美地结束了 这都得益于人参极为强大的修为 现在的他 因为国家资源的倾斜 修为也来到了四境八界 组织之中最强的就是他 远超其他人 第二位 甚至连四界都没有进入 这也导致现在的神组 基本上就是以他为中心 人参回到基地后 得知了自己的三位朋友 全部在同一所大学 这让他无比地开心 这些年来 他几次九死一生 都是那张合照 给了他强大的毅力 他想回去看看朋友们 想和他们聊一聊 最近发生的近况 他的性格也不似曾经的自卑 力量的强大 让他自信了起来 任务结束 人生回到了最初的地方 他先是去母亲的坟前祭拜了一回 他面带微笑 因为他妈妈说过他笑起来好看 脸上的微笑 眼角是满是泪水 这五年 他杀的人不计其数 可惜最终依旧换不回自己的母亲 他拿出了手机 开始联系起曾经的朋友 与此同时 他的队员们 一个个也满怀激动地回到家 依旧是那座冰冷的实验室中 实验人员看着那屏幕之上的画面 实验室人很多 但是气氛无比的冰冷 可以了 情绪已经到达极点 可以开始了 各位 计划成功 为了计划不被泄露 赴死吧 话音落下 所有人从怀中拿出了一把漆黑的手枪 他们对准自己的太阳穴 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 雪花在纯白的实验室中建设 在场之人无疑幸免 人生回忆着刚刚发生的一切 眼中充斥着迷茫 刘昊 啊 诸人生 哦 是你啊 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好久不见啊 出来 不用了吧 我在和社友聚会呢 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李允熙 人生啊 不好意思啊 我在和男朋友逛街 所以等以后有机会吧 诗如冰 嗯 是你啊 抱歉哦 我这里有事情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怎么了 诗如冰语气中洋溢着喜悦之情道 一个小时候的朋友 没事的 我们继续吧 哈哈 好的 我心急的小宝贝 听到声音的人生也猜到了些事情 不知道为什么 他心里有些口落落的 他明白这五年感情可能会变淡 甚至可能会被遗忘 但是没想到这么彻底 老友重逢的惊喜并不存在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 人生拿出那张合照 看着上面的笑容 不知道为什么 心中一阵刺痛 他心中开导着自己 这很正常 本来也是孩童时期的一句句话 可能 从他们进入人生的生活后 人生就将他们当成了新的寄托 可惜 他们是人生的寄托 但是人生并不是他们的寄托 人生走着走着 又来到了墓地之中 他看着母亲的墓碑 泪水涌现而出 他走到了墓碑之上 而后抱着冰冷的石碑 闭上了眼睛 他也不知道 他的队友们 在此刻也遇到了自己的事情 他们这些人的一切 仿佛命中注定了一般 因为各种原因被剥夺 雪花飘落在人生的身上 他身体并不冷 他就静静地抱着墓碑 沉沉地睡了过去 第二天的时候 人生从睡眠中惊醒 他拿出自己的手机 看着手机之中传来的消息 空洞的眼神中 透露着一抹其他的情绪 备注的名字的师傅 打开信息 看着那简短的语音 人生心中不知道 为何有了一抹不好的预感 人生 根据情报 明天你那里 会有一世界的人大举进攻 带领神祖保护好他们 保护好这片土地的人 你是我 最骄傲的弟子 扑刺 伴随着某种东西 入体的声音响起 人生宛如疯了一般 开始拨打神祖基地的电话 没错 他偷听消息之时 被发现 目前已经死亡 抱歉 总部那边充满着遗憾的声音 让人生的眼中 充斥着不可置信 贴在耳边的手机 掉落在地面 他宛如被剥夺了 灵魂一般走在路上 他就这样走着 宛如行尸走肉 而与此同时 这种事情 也发生在其他的地方 他们这些神祖的成员 在本该充满着喜悦的一天 失去了所有 诸人生 走着走着 人生突然听到了 有人在喊他 他条件反射般地抬起头 看着前方的少女 眼中并无任何的情绪 真的是你啊 没想到真的能见到你 便帅了吗 长相美丽的少女 挽着身边的少年 来到人生的身边 而少女身边的男生 也是一脸警惕地看着人生 生怕他是来抢自己女朋友的 这么不说话 不记得我了 你昨天还给我打过电话的呢 不过说起来 我变化好像 确实有点大 少女好像很健谈 而人生抬起毛子 看了他一眼 而后轻声道 我认识你 诗如冰 没错 来人正是诗如冰 还有他的男朋友 说起来也可笑 诗如冰的男朋友 虽然长得很帅 但是身上的气质 很显然就不是大学生该拥有的 一头黄毛 打着耳钉 很显然就是他小时候 最讨厌的那一种人 你怎么样了 诗如冰 有些惊喜地看着人生 其实他昨天也没那么热情的 但是人生长得太出挑了 红色的长发也极为显眼 加上他记得 小时候 人生是个很厉害的人 所以想着来熟悉一下 说不定以后有机会发展呢 人生看着他 看着和小时候 有些相像的少女 心中毫无情绪波动 好似在看一个 有些熟悉的陌生人 早点回家吧 这两天可能会有危险 人生说完后 就准备离开 而这时 诗如冰却抓住了他的手 一起吃个发啊 正好我把刘浩他们也叫出来 他们几个一直念叨你呢 就是啊 你和冰儿小时候认识吧 一起吃个发 少年搂住少女的腰 仿佛在宣示着主权 人生拿出了屏幕破碎的手机 口袋中的照片 也随着手机一起滑落 看着照片 她已没有了之前的波动 可能是因为痛苦经历的有些多了 她的身上仿佛上了一把锁一般 回忆着小时候的事情 人生点了点头道 嗯 我来联系 少女有些雀跃地说道 她是因为见到人生惊喜吗 可能吧 第180章 人生诗人 我为诸神 很快 六个人来到了一家饭店 刘浩 李允熙和士如斌 还有他们两个人的男朋友 加上人生 一共六个人 饭局之上 少女的男朋友 看向人生的眼神充满着敌意 毕竟人生长得比他们帅太多了 而李允熙和士如斌 看向人生的眼神 也是有着惊喜 好像是 发现了什么宝藏一般 刘浩则是眼底之中 带着些许的嫉妒和不屑 一场饭局下来 人生没听到什么 也没怎么说话 他就静静地吃着饭 感受着和自己预想的 截然不同的心情 心中带着苦涩 刚刚神组给他打电话了 将其他成员的事情告诉了他 并且表示 如果他们的身体和情绪不行的话 可以退出神组 没问题的 而人生听到其他成员的在乎的人 全部被异世界的人杀掉 又想到了自己的父母 而后又想到了自己师父说的话 他明白 他不能退出 一种使命感充斥在他的心灵之中 他想到了这几年来 在组织中的喜怒哀乐 想到了如父亲般的师父 想到了组织上面领导 经常会充满关心的 问他们有没有伤 要不要休息 他想到了很多 仇恨依旧存在 不过可能会换一种方式存在 人生自己给自己洗脑 将自己的仇恨 变成了崇高的理想 从他出生的那一天就注定了 他的道路无法平坦 他能享有很多东西 但是都会在他情绪最高涨之时被剥夺 他突然想到了 如果没有异世界的家伙 他是不是能安稳地生活 答案是 能 从这一刻开始 所谓的诸神计划 才彻底地展开 所谓的诸神计划 不过是将一群有血有肉的人 变成了悲天悯人的神 变成了自我洗脑的怪物人 参看着曾经的朋友 这一刻 他好像想通了些什么 与此同时 外界突然想起一声巨响 能问你们一个问题吗 本该被爆炸声吓到的众人 将注意力集中到了人参的身上 他们看着人参血红色的眼睛 不知道为什么很想认真的 听他把话讲完 你们为什么和我交朋友呢 人参的话让众人一愣 几个人对视了一眼 而后刘昊说道 因为我们小时候人比较好吧 听着这句话 人参没有说什么 他站起身 而后转身朝着外面走去 还是小时候好吧 不管他们现在变成了什么样 但是他们小时候人真的很好 人参觉得 他既然拥有了力量 获得了资源 得到了师父的厚望 有些事情 他可能必须要做 他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看着手机之中密密麻麻的红点 而后在路人和刘昊等人 震惊的目光中 一步一步地踩到了虚空之中 很快 所有人都停住了脚步 他们看向那红色头发的少年 看着他手中血红色的长刀 眼中充满着震惊 与此同时 广播之声响彻整个街道 请各位居民不要慌张 那是我们国家的武器 他是神祖的首领 也是未来的神明 人参手持长刀 看着前方被撕开的空间 眼神逐渐冰冷 他的身后 一道道光芒开始出现 光芒之中 一个个面带仇恨的人 出现在他的身后 神祖221人 至此全部传送于战场之中 诸人参 看着天空那道身影 刘昊等人 不自觉地喊出了他的名字 人参看了他们一眼 那红色的瞳孔 已经没有了空洞 有的只是 宛如死水一般的平静 他经历了人所经历的一切 又被一点一点地剥夺 他从现在开始 为了使命而战 你认错人了 我不是诸人参 此地没有人 只有神 我的名字叫做 诸神 敌人开始出现 人参化做一道血色的光芒 开始朝着敌人们发起进攻 他们的实力很强 强到那些人 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 一场战斗下来 221人 无疑阵亡 他们好像真的是神明 同境界无敌 哪怕超出几个境界 都宛如杀狗一般可以 将对方斩杀 而一世界的人 也只有四境巅峰 好像和蓝星一样 被压制了修为 诸神手持长刀 宛如神明一般将平民保护下来了 这221人成为了英雄 至此 这片世界 也彻底将超凡的一面 展现在了世人的眼中 无数人开始加入 他们挤破头颅 想要加入那221人之中 这里面不乏天赋异禀之人 他们向着这个目标努力着 而诸神他们 也开启了属于他们的传奇 初到开始 未尝一败 221人也好似被神明庇佑 没有一人死亡一年 两年 十年 一百年 到最后 一世界被打败之后 他们也无一人死亡 他们成为了英雄 直到和平的到来 怪物 你们根本就不是英雄 怪物 我的境界 都已经超越了你们那么多 为什么还打不过你们 你们这群怪物 第181章 诸神 诸神刀 你的队员们 已经快要走火入魔了 带他们进入另一个 未开发的世界吧 由你来统治他们 你也看到了 现在的情况 他们根本不适合 在这个世界 当然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也可以将世界毁灭 我不会阻止 也无法阻止 高楼之上 诸神看着面前的老者 眼中没什么情绪 听到对方的话 他也没说什么 而是看了看自己的右手 看着上方的纹身 而后轻声道 有什么办法能救他们吗 这个世界没有 但是那个世界不一定 毕竟那个世界 是最原始的模样 他的力量 也是最为强大的时候 老者说完后 就将目光 看向了下方的人群 看着下方 宛如蝼蚁般的人群 眼中没什么表情 是吗 我知道了 我会带他们离开的 诸神点了点头 答应了对方的请求 而后他将目光 放在了老者的身上 他轻声问道 感觉好像这种事情 经历过一次 但是又好像没有 明明战争已经结束了 为什么还会出现 这么多悲剧 为什么还会有人痛苦呢 战争从来没有结束 战争不会结束 世界与世界的战争 人与人的战争 人与自然的战争 它会一直存在 只不过以一种 其他的形式 我们会与你们一同离去 这个世界 已经不需要了神组 我们不过一群 幻神进巅峰 但是沙戎神 却如同沙楼一般 我们的力量 已经远远的超过了 人们的认知了 老者说完后 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只是眼中带着 些许的轻松之意 他从异国领导者 到现在的世界领导者 他已经承担了太多 也做了太多 现在是时候离开了 我知道了 我们什么时候离开 马上 老者说完后 就消失在原地 而诸神新红色的瞳孔 看向前方 世界已经不需要杀戮 他们这群 被称为神明的怪物 也该离开了 来到一个漆黑的地下室之中 诸神看着 被自己亲手封印的同伴们 眼中并没有什么 太多的情绪 或者说他 自此用进入这里后 对于情绪的感知 也越来越低了 走吧 诸神轻声说道 而后周身 卷起一抹血红色的风暴 包括他在内的221人 尽数消失在原地 而在他们离开后 这片场所 也被瞬间毁灭 没有留下一丝一毫的痕迹 在世界的某个 不为人知的角落 221位曾经的英雄 现在的怪物 离开了这片世界 他们来时拥有一切 走的时候 却截然一身 在巨大的空间裂缝之前 诸神转过头 看向身后的世界 他新红色的瞳孔 带着些许的迷茫 妈妈的离世 已经过去了很久 他也并没有再悲伤 他甚至没多少感觉 诸神自嘲一笑 则 神明吗 很像怪物呢 221位神组成员 尽数消失 来到了另一个全新的世界 伴随着的身后的 空间裂缝关闭 突然诸神 听到了一阵扑通声 对不起 诸神转过头 他看着曾经的那些领导 看着这些德高望重的老者跪倒在地 眼中充斥着迷茫与不解 怎么了 我等 向你赔罪 你到现在为止所经历的一切 都是我们一手策划 你的母亲也并非死于你手 而是我们杀的 你的朋友们 也是我们计划的一环 包括你们神组 221位成员的一切 全都是我们所做 听着身后老者们说的话 诸神愣了一下 血红色的瞳孔 带着些许的不解 听到真相的他并没有愤怒 甚至没什么感觉 他呆呆地看着跪倒在自己面前的老者们 看着他们的面色痛苦的样子 思索了一会 他张了张嘴巴 但是却发不出声音 我妈 叫什么来着 诸神的眼中透露着一丝迷茫 太久了 这上百年的杀戮 已经让他的内心有些麻木了 无休止的杀戮 让他脑子里面记不得其他的事情 你妈妈叫猪灵 老者说出了一个 沉睡在诸神记忆之中的名字 诸神一愣 他歪了歪脑袋 他看着周围的环境 郁郁葱葱的杂草 茂密的树林 围在他身边的动物 一个个的都用好奇的目光看着他 远处的灌木丛之中 还有一个个一不蔽体的野人们 正好奇地查看着他们 一切显得那么生机勃勃 就是有点陌生 人身又转过头 看向身后那220位队员 看着他们昏迷的样子 思索了一会 他拿出了失灵刀 好多事情我都不记得了 嗯 这样的话 你们是想求死吗 诸神看着他们 好奇地问道 老者看着面前这个少年 看着他毫无情绪波动的瞳孔 他明白 他们的计划很成功 甚至成功到了一种 令人发指的地步 我们 求死 老者低下头 而后整个人五体投地 他们的修为很强 至少不比诸神弱 这也是他们为什么 能活这么久的原因 他们这百年来 承受着无尽的煎熬 所以 他们想以这种方式赎罪 好 诸神点了点头 而后手起刀落 人头高高地抛起 他转过头 看向了那满荒大陆 眼中带着迷茫 与此同时 他身后的220位成员 也悠悠转醒 他们的身上爆发出强大的气势 他们眼中没有了理智 一时间 天空乌云密布 空间开始破碎 世界开始降下 神伐诸神转过头 他看向这队员们 将手中的长刀指向了他们 来吧 我作为你们的首领 我为你们报仇了 但是这个世界的人是无辜的 所以请各位 也包括我 一起葬送于此地吧 在这个世界的野人之中 他们看到的是 221位宛如神明一般的人类 打了起来 他们打得天地失色 海水倒灌 陆地被打崩 空间被撕碎 一个又一个巨大的身影倒了下去 唯有那一位血红色的身影 立于天穷之上 他就直直地站在那里 将那些失去理智的怪物 挡在另一方天地 战斗不知道持续了多久 赢家只有一个 那就是诸神 他站在那群尸骨之上 眼眶之中分泌出泪水 这一场战斗 他失去了一切 但是他好像又从未拥有过 一切好像都是命中注定 又好像不是 他愣愣地站在那里 无论春夏秋冬 一直站在那里 直到那些尸体化作白骨 一个个萤火虫飘浮在他的身边 簇拥着他 又好似在安慰他一般 我 是谁 我知道 你叫诸神 你手上的刀叫诸神刀 诸神 诸神刀 你是谁 不知道呢 你觉得我是谁呢 第182章 欧阳之的阴谋 黑暗之中 无声看着前方离自己 越来越远的身影 黑色的瞳孔 带着些许的迷茫之意 这是 这是诸神的记忆哦 突然 无声的身边出现了一个人影 白色的长发 是欧阳博士 博士 你怎么在这里 不是我在这里哦 是我之前在你身体里面放的一点东西 现在正好派上用场了 欧阳博士微微一笑 而无声听到这里 眼中闪过一抹迷茫之意 博士 诸神他 没错哦 那就是他的一生 其实那本来也是你的一生 就像你的父亲 因为这件事死 而未来 温熙也会因为这件事死 欧阳博士 面色突然变得极为严肃 一股含义在无声的心头泛起 他看着面前的这个男人 回想起之前诸神的记忆 眼中闪过一抹警惕之意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你的出生 你父亲的死 都是我与国家一手策划的 不然你以为你父亲那个穷小子 为什么能接触到上官家的女儿 欧阳博士 好像变了一个人一般 语气之中的温和禁术消失 说出来的话 让无声的心头 涌现出一股无尽的怒火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世界需要被拯救 我需要一个强力的打手 来处理掉抑郁 灵灵这种能量 太过让人迷恋 我想将它研究透 我想知道 到底还有多少个世界 人类到底能不能进化成神明 欧阳志的面色 变得无比的癫狂 无声看着面前的男人 眼中透露着迷茫 他记忆之中的欧阳博士 怎么会变得像现在这样 宛如一个疯子一般无声 你已经沉睡了很久了 你们已经在异域待了有十一个月了 你们的亲人全部在我的手中 将异域消灭 回到蓝星 否则 你的亲人将全部会死于我的手中 话音落下 欧阳志打了个响指 在那黑暗之中 一个图像出现在了这里 看到图像的瞬间 无声的瞳孔瞬间缩小 在那图像之中 吴建国等人被吊在空中 身体满是鲜血 整个人昏迷不醒 不仅如此 无声还看见了温熙的父母 还有一些不认识的中年人 消灭抑郁的人 回来后帮助我统治事件 到那时 我会把你们像你看到的记忆一般 将你们送入一个新的事件 你们就在那里继续轮回吧 说吧 欧阳志消失在原地 只留下迷茫的无声 事情发生的太多了 他有些搞不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诸神的记忆 欧阳志的变化 时间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他迫切地想要苏醒 而很快 黑暗消失 光芒照在他的眼眸之中 让他不自觉地眯了眯眼睛 醒了吗 看来 你知道自己的身份了 女帝看着无声 眼中带着些许的笑意 无声眼眸之中 闪过一模了然 他收敛心神 以极快的速度 将目前的状况分析了一遍 这家伙 应该是以为我被洗脑了 但是没想到 那块晶体的记忆 有些不对劲 想到这里 无声决定将计就计 他直接跪倒在地 而后沉声道 神祖诸神 愿为女帝笑吏 女帝看着无声的样子 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他伸出白嫩的小手 而后摸了摸无声的脑袋 乖狗狗 戴上这个项圈 无声面不改色地 戴上了那个闪烁着蓝色光芒的项圈 女帝看着无声的样子 脸上露出些许的笑容 他将脚踩在了无声的脑袋上 而后面色冰冷地说道 不管你有没有被洗脑 这个项圈除非我亲手解开 否则只有幻神镜的强者可以扛住 现在去杀了从蓝星的那些人 我会在王宫之中看着你的 无声的脸被踩在了地里 他依旧面不改色 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般 与此同时 远在百成的温西 也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这几个月以来 他用尽全力发展着所谓的洪荒教 现在的百成十个人里面 至少有五个人是洪荒的人 当然 这也是四阳帮助的结果 四阳这段时间 一直在实验室之中 拼命地做着各种污染药剂 现在的洪荒教的 教众少说有百万人之数 不仅如此 还有兰顿亚当那两个家伙 也是以极快的速度发展着教众 说起来 之前无声指定的那个号未来 现在也是洪荒教的高层了 可以说是 除了温西等蓝星的人 他的地位就是最高的 所以他对于洪荒教 也是极为尽心尽力 与此同时 在黑海以及三环界的边境处 妖以及海蛇两人的修为 也是突飞猛进 最重要的是 他们来到这里后发现 这里的生物 有的对他们极为友好 有的对他们极为厌恶 形成了两个无比对立的派系 所以他们这边这段时间 也并不安稳 经常性地会爆发小规模的战斗 而两人也从其中 获取了极多的好处 可能是因为两人异能的问题吧 第183章 穿过胸口的刀 吴生 你回来了 温西看着面前突然出现的吴生 眼中充斥着惊喜 从洪荒进入平稳发展的阶段后 他就开始调查 吴生所在的地方了 但是却没有丝毫的线索 吴生看着面前的温西 眼中并没有什么情绪波动 而温西则是毫无防备的 冲上前伸出双手 想要拥抱吴生 扑刺 血红色的长刀穿过胸膛 温西瞪大眼睛 眼中充斥着不可置信 他看着面前的少年 看着那张熟悉的脸 感受着胸口传来的疼痛 他的眼中充斥着不解 相同的手段 吴生将摆成的所有蓝星人 全部捅了一刀 而这些人也是毫无防备的 被吴生攻击 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那皇宫之中 女帝看着屏幕中 吴生的所作苏我 眼中充斥着满意的情绪 看来洗脑很成功 既然如此 那么这万年前最强的神明 将彻底地掌控于我的手中 而与此同时 温西等人 已经出现在了一个空间之中 温西从昏迷之中睁开眼睛 她看着周围的环境 眼中流露出些许的不解之意 这是 对了 吴生 温西站起身 但是胸口的疼痛 让她眉眸一皱 她看着胸口之上的伤口 眼中再度涌现出 强烈的不可置信 到底怎么回事 这是吴生的计划 正好趁这段时间 你们好好修炼 接下来的事情 让她去处理就好了 欧阳志的声音响起 温西抬起头 她这才发现 她所处的空间周围一片漆黑 只有她所在的地方 有一个淡蓝色的屏障 这是一处空间 好好地待着吧 等之后会把你放出去的 吴生所做的事情 我会慢慢告诉你 放心 她没有变 与此同时 在蓝星之中 欧阳志和欧阳空 正相对而作 而温西所在的空间 自然就是欧阳空的手笔 当然 还有子鼠那家伙的远程协助 你还真的狠得下心啊 我先说好啊 不管怎么样 到最后 我都不会加入你的 只是协助你而已 欧阳空面色不爽地说道 而欧阳志听到此话笑道 知道知道 你安安心心地 等异域灭亡后 开始你的计划就好了 在这之前 舞台是我们的 欧阳空闻言后 冷哼一声 没再说话 而欧阳志则是微微一笑 对于这个弟弟的性格 他可是拿捏得死死的 另一边的吴声 则是已经朝着 其他方向进发而去 他并不知道 欧阳空等人的事情 但是他相信 温西绝对不会出事的 因为在他出来的时候 他听到了一个人的声音 那个人告诉 只管执行他的计划 他会安排好后续的一切 那个声音 吴声很熟悉 总觉得在哪里听到过 不过吴声 有一点能确定的是 那家伙绝对是蓝星的人 而且吴声觉得 那个女帝 也并不是很在意蓝星的其他人 毕竟他如果真的知道 很多事情的话 那么 以他的实力这些人 估计抬手可灭 吴声猜测 那家伙就是想试探一下他 而吴声也打算借他的手 想办法处理掉一些人 比如 妖族还有海族那两个家伙 而且 吴声也可以趁此机会 去哪里干点事情 不过一切都需要到达那里 才能确定 至于蓝顿和亚当他们 那群人还有用 至少他们手中的 教派发展也不低 吴声决定暂时不动他们 而且 吴声也不确定 温习他们 有没有和那两个人达成合作 反正他们手中的教派 是吴声后提升修为的关键 所以 先去黑暗和三环玉 在这之前 吴声还需要回一趟皇宫复命 从知道诸神的记忆后 对方的经历 让他感觉到有些可悲 但是欧阳博士的出现 又让他有些迷茫 如果对方所说实属的话 那么 诸神的未来 将和他的未来一模一样 也就是说 他未来可能会将 现在的这群队友 尽数斩杀 这让他不知道 该如何是好 而且他也不知道 该如何面对诸神 目前他并不清楚 诸神想不想活命 如果诸神记忆慢慢复苏 想要夺赦 他该怎么办 一切的一切都未可知 而且 诸神的记忆 很显然还少了很多 至于诸神进入蓝星之后 发生了什么 那个最后出现的声音 又是谁的 其他人的异能 又是怎么继承下来的 这都是未知 想着想着 吴声只觉得一阵头疼 抑郁 诸神 亲人 还有朋友这些事情 一瞬间 全部压在了他的身上 让他的压力变得无比巨大 走一步看一步吧 吴声这般想着 而后回到了皇宫之中 第184章 生物 欲望 高傲 回到皇宫之后 吴声的面色极为平静 看一切的眼神 都好像在看物品一般 富丽堂皇的大殿之中 女帝高高在上 他奉眸凝视着吴声 语气带着些许的威严道 见我不跪 吴声看着他 而后轻声道 之前是刚清醒 记忆有些错乱 我整理了一下记忆和思绪 我明明记得 曾经的我们被称为神明 为何要跪 听到吴声的话 女帝的双眸一宁 一股恐怖的气势 从其身上爆发而出 诸神刀自动显现 挡在了吴声的身前 周围的空间开始崩碎 吴声宛如海啸之中的 一夜偏周一般 随时都有可能被直接掀翻 神明 那不过是万年前愚昧之人的供奉 现在抑郁之中 本座才是王 在你实力不到之前 跪下 女帝脚踏虚空 一步一步的 走到吴声的身前 那张绝美的脸上 冷若冰霜 让人心中生起忌惮 吴声面色不改 他静静地看着这个人 而后单膝跪地 是 谨遵陛下圣旨 女帝见吴声是单膝下跪 也没有什么别的不满 对于他来说 一把能够掌控的武器 才是一切 作为万年前的神明 吴声有傲气是正常的 要是一直很听话 那才不对劲 现在吴声的这个样子才像话 现在的局势 你已经看到了 你那另外220位同伴 而后背对着吴声开口说道 没办法 除非大家全部进入容神境 否则无法夺射成功 不过其实不用他们 哪怕我 进入容神境 依旧可以全肩蓝星的所有人 听到吴声的话 女帝冷笑一声道 你当本作是傻子吗 吴声耸了耸肩 这种方法 他当然清楚不可能 因为毕竟面前的这位女帝 也不过换神境的修为 以传说来看 吴声这些神明的修为 在容神之前 打这些先天进化者 就好像玩一样 同街像打狗 越街就像喝凉水一样简单 当然 这种情况 也只会持续在容神境 容神境之后 基本上实力 就不会再有太大的差距了 先天进化者 和他们这些后天进化者的区别就是 先天进化者 进入容神境 毫无风险 但是他们这些后天进化者 想要进入容神境 就要冒着九死一生的风险了 听听你的想法 之后 你准备怎么办 女帝回到王位之上 看着吴声开口问道 我打算去黑海 还有三环玉看看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挑起一些事段 听到吴声的回答 女帝冷笑道 哦 你可能不太清楚 现在的抑郁 可不是你们万年前了 现在的抑郁 可是十分和平的 哦 和平吗 吴声看向女帝反问道 你想说什么 女帝见吴声的样子 面色不改地说道 如果和平的话 为什么你们会想去清越蓝星呢 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 你们这片宇宙 当年发生过一场大战吧 女帝并没有说话 而是目光直直地盯着吴声 示意对方继续说 人类如果不会被毁灭的话 那么它的发展速度 一定是远远超过星球本身的 就好像癌细胞 当宿主扛不住癌细胞的扩散之时 那么宿主就会死亡 而人类就好像是星球之上的癌细胞 它的分裂速度极快 但是星球本身跟不上人类的发展 那么资源就会出现问题 而唯一的办法 就是掠夺 但是其他星球的人 又不会束手就擒 再加上我这段时间观察外面的时候 发现天空之上 太阳和月亮的数量极多 所以猜测 这片宇宙之前应该爆发过一场战争 最后宇宙便为一个整体女女帝看着无声 听着对方的话 嘴角勾起一抹莫名的笑容 你猜的没错 曾经这片宇宙 确实发生过一场恐怖的战争 因为资源的问题 那段时间也是抑郁本身破坏力最为强大的时候 那段时间的人类为了争夺资源 将一切都做成了武器 不过最终战争的获胜者是我们 无声点了点头 而后开口道 人类 兽人 还有黑海的愚人 这三种种族 你们达成的协议 应该是瓜分蓝星吧 或者说瓜分那一整片世界 不错 女帝没有否认 那么 女帝大人 你舍得吗 哦 有什么不舍得的 这万年来不都是如此吗 则 那是因为那场战争过后 生物开始走向了自我进化 而非借助外力 而这种方法 则是会导致无法出现 拥有压倒性力量的存在 而现在 我即为 你们那压倒性的战斗力 无声面色平静地说出来 无比狂悲之言 然后呢 我们为什么要与其他生物争夺呢 女帝抬起玉腿相叠 而后背靠王座笑道 因为生物都是有欲望的 而人类则是欲望之中 带着高傲的种族 虽然你们不说 但是从随手宰杀的牲畜 演变成可以平起平坐的种族 作为女帝的你 应该感觉到很耻辱吧 无声的声音平静 没什么情感 但是在女帝听来 好似那恶魔的低语一般 大殿之中 无声的话说出后 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第185章 驱狼吞虎 女帝没有说话 他轻松般的手指 敲打着王座 在空旷的大殿中 显得格外显眼 当年的220人之中 有两位的异能 名为妖帝 以及海神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两个异能的能力 是掌控其他种族 并且他们现在的继承者 也出现在了异域 你知道吗 无声的话 让女帝眯了眯眼 他看着面前传说中的神明 脸上勾起一抹耐人寻味的笑容 所以呢 你想怎么办呢 重现万年前 人类统治异域的办法 异族之前不可有两王 而两位王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思想 那么战争就会出现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 女帝大人 女帝站起身 他走到无声的面前 他看着这位被称为神明的男人 脸上露出温柔的笑容 你还真是乖巧啊 想做就去做吧 我在这里等着你的好消息 多谢女帝 无声微微欠身 而后转身离开了皇宫 与此同时 在无声离开后 女帝的身边 突然出现了一位中年男人 在男人出现后 女帝朝着男人 微微欠身道 父皇 您怎么来了 男人看着自己这位优秀的女儿 而后轻声道 那个家伙有点不对劲 女帝嘴角勾起一抹诡异的笑容 我当然清楚 那个女生没死 被一股奇怪的空间能量带走了 或者说 他杀的人一个都没死 他只是在做给我们看而已 既然如此 你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上一任的皇帝 有些好奇地看着自己的这位女儿 人类总觉得自己聪慧无比 他们总会用他们所谓的见识 来判断一件事情的可行性 很显然 这个家伙就是如此 他可能觉得 从古至今的帝王 都拥有一个缺陷 那就是浩大喜功 但是他没想过的一件事就是 他所谓的计划 早已在我的监视之下 就让他去吧 他虽然是阴谋 但是说的确实是对的 你的意思是 你是故意的 驱狼吞虎 女帝嘴角扬起一抹不屑的笑容 他算不上狼 那两个种族 倒是可以算得上是虎 不灭掉那两个种族的原因 也不过是 为了不让我们自己做斗争而已 仅仅是为了巩固统治罢了 毕竟我们无法保证 我们皇室的人 一直都会是英明神武的家伙 万一出现一个平庸之辈 总得给他安排点简单难度的世界 所以才会出现黑海和三环玉 不过现在 我们已经有了可以制造种族的能力 那么这些不听话的家伙 也可以去死了 先帝看着这位女帝 她眼中流露出欣慰 还有不甘 以她的年纪 根本就不到所谓的退位的地步 但是她的手段确实太差了 她这位女儿这几年做的事情 比她数百年做的事情还要多 女帝并不知道自己父皇的所想 她一步一步地走到了大殿之外 她俯视着自己的江山 脸上带着不屑的笑容 哼 叫重 神明 可笑 既然知道有克隆这种手段 就应该明白 我根本就不把所谓的人民放在眼里 既然我们可以统一环宇 又怎么可能会因为一个小小的帝都子民 就放弃歼灭蓝星的机会呢 真的期盼是整个世界 而你 不过是那世界的扶贫罢了 而与此同时 在另一届的蓝星之中 欧阳至此刻正站在山巅之上 他看向前方 眼中带着笑容 哼 没办法 孩子还太小 成长不起来的话 只能当一枚棋子 不过 你以为你必赢吗 王朝的心胜 总会有一个限度 人类永远不可能停止探索的脚步 绝对的力量带来的是自信 当你觉得 掌握绝对的优势之时 这本就是一种劣势 入侵 抵御 不 攻守只在一念之间 这场棋局 就由我与你下一下吧 就让我看看 这过程能否改变 欧阳至说完后 身后出现一头洁白的生物 白泽立于他的身后 宛如最为神圣的守护神一般 他轻轻地拍了拍身后白泽的脑袋 而后轻声笑道 我观测古今 从未有一个结果说明 我输了 这场悲剧 就让我尝试着终结一下吧 他的瞳孔变得极为深邃 好似有星辰大海一般 他看向远方 眼中带着欣慰 亦带着些许的悲伤 另一边的无声 也来到了前往黑海的传送阵之中 三个地界都有往来 所以 无声去黑海 以及三环界都极为轻松 不会有什么大的阻碍 他也并不清楚 他已经成为了主宰胜负的关键棋局 他现在想的 不过是前往黑海和三环界 挑起一下战争 而后尝试着让整个抑郁混乱 他也好趁机修炼 不过奇怪的是 诸神他一直联系不上了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诸神刀吸收他灵能的数量 开始增大了 第186章 黑珊瑚之家 无声走到了传送装置的里面 伴随着一阵制空感出现在脚下 外界突然传来了一阵嘈杂的声音 无声推开门 看着这个全新的地方 眼中带着些许的错愕之意 这就是黑海吗 看着屏障外面的世界 无声眼中的错愕 转变为震撼 这个世界好像没有光明 一只只愚人 在黑暗的水中游动着 抬头望去 天空之上一片迷雾 看不见天空 唯有黑暗 就好像现代的黑夜一般 一个个类似于夜明珠的东西 在黑暗的海水中照射着 好似星空之地 您好 进入黑海 需要买避水药剂还有氧气 无声的身边 一个商人模样的男人 正一脸笑容地看着他 无声一愣 他有些奇怪道 避水药剂我可以理解 为什么要买氧气 那商人也是愣了一下 他上下打量着无声 而后有些好奇地问道 第一次来黑海 无声点了点头 商人这才恍然大悟 而后笑着说道 黑海之中没有植物 所以氧气极为稀薄 这里的愚人 因为生存在这里 进化之后 身体结构特殊 所以可以自己在体内生产氧气 供自己呼吸 我们人类不行 所以需要定期补充氧气 无声点了点头 而后开口问道 怎么补充 商人微微一笑 拿出了一个银白色的圆形小球 很小 连指甲盖大小都不到 他将小球递给无声开口道 这是一个氧气存储器 放在鼻子上就可以了 里面的氧气 可以供你使用七天 七天后需要找到 我们人类的补给站补充 听到这里 无声点了点头 而后拿出了 能经买了十个 以备不时之需 这让商人喜出望外 因为这个东西 并不是一次性用品 补充比买一整个要便宜很多 所以他一般 他也只能一个一个卖 但是没想到 今天来了的大款 谢谢这位客人 商人更加热情了 脸上的笑容 怎么都受不住 无声微微一笑 而后开口说道 能问你件事吗 商人点了点头道 客人您说 一定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最近黑海有没有出现 比较大的矛盾 或者比较奇怪的事情 商人一愣 思索片刻后开口道 奇怪的事情 倒是没怎么遇见过 但是比较大的矛盾倒是有 黑海那边的黑珊瑚之家那边 最近矛盾挺厉害的 听说都惊动了龙宫的人了 无声听到后点了点头 然后问了一下黑珊瑚的 因为进化者本身的视力 就是极为恐怖的 所以虽然比较黑 但是无声也能看见前路 只是没有之前那种千里眼的效果了 前方的场景也是极为有意思 无声看到了一个个宛如电视之中的 美人鱼一般的生物 还有一个个巨大的龙虾 螃蟹 以及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 和曾经的大海没什么区别 唯一要说的话 就是这些生物的颜色 基本上都是黑色或者灰色的 这里面的建筑 就和略国的完全不一样了 他们的房子 就好像一个个巨大的贝壳 或者用泡泡围起来的木头房子 如果不是光线的问题 这里根本就是一个梦幻之国 您好 您是来游玩的旅客吗 突然 无声的身边 出现了一个稚嫩的声音 一个小小的人鱼 出现在了无声的身边 人鱼的长相极为精致 尤其是一双淡蓝色的瞳孔 看上去极为美丽 是个小女孩 无声思索了一下 而后开口道 你能带我去黑珊瑚之家吗 小女孩一愣 她上下打量了一下无声 而后笑道 当然可以啊 五十枚能经 看着这位修为 仅仅只有进化三接的小女孩 敢如此要价 无声有些发猛 她不太清楚 海底的货币价值 是不是和陆地一样 毕竟有可能通货膨胀 秉承着不惹事的态度 无声从御环之中 拿出五十枚耐金递给对方 谢谢 谢谢会过 我带你去吧 小美人鱼看到无声出手如此阔绰 眼睛都亮了 她接过耐金 将能经放入自己的储物空间之中 而后甩动着尾巴 带着无声 朝着某个方向游去 而与此同时 在黑珊瑚之家 正在发生着一场冲突 奥比斯 将那个海神鱼孽交出来 本王子可以对之前的事情既往不救 此刻 一个身形巨大的男性鱼人 正手持三叉戟 看向黑珊瑚之家上方的男人身上 二王子 这件事情恕我无法答应 海神的传说 一直存在于黑珊瑚之家中 她是我们黑海族的未来 我不能因为你们的一己私欲 而让她死去 说话之人是一位鲨鱼鱼人 她的面容有些苍老 但是身材极为壮硕 她手持一柄通体漆黑的钢枪 语气坚定 奥比斯 你要反抗龙宫吗 我不是在反抗龙宫 我是为了黑海的未来 听着对方语气中 蕴含着的滔天怒意 奥比斯不卑不亢 眼中满是坚定之意 第187章 海蛇 海拉 而另一边 吴声正跟随在小女孩的身后 虽然是在海中 但是吴声并没有感受到海水的冰凉 因为能呼吸的原因 她现在的感觉和在陆地上没什么区别 就是时不时的能看到 泡泡从水中漂浮而出位 你去黑珊瑚之家有什么事情吗 小女孩的话让吴声一愣 她轻声说道 你们这里是可以打探顾客的信息的吗 嘿嘿 也不是了 主要是最近黑珊瑚之家 经常会有人打架哦 可能会受伤的 小女孩倾笑说出了这句话 而这时 好像是为了印证小女孩话语的真实性 吴声的周身 突然感受到了一股无比恐怖的冲击之力 哇哦 奥比斯大叔又和二王子打起来了呢 小女孩好像并没有受到影响 她向上方游去 而后目视着前方 吴声见状也是稳住身形 而后跟在了她的身后 看着前方对峙场景 吴声的眼中带着些许的震撼之意 前方 一头巨大的蓝金凭空出现 那蓝金有着上百米之长 甚至感觉更长 蓝金的周身布满了鳞片 散发着恐怖的威压 强大的冲击力 卷起恐怖的海龙卷 恐怖的压迫感 席卷吴声的周身 这是 那位是奥比斯叔叔哦 黑海之中排得上名号的强者 黑珊瑚之家的守护者哦 小女孩的语气中流露着骄傲之意 而前方类似于蓝金的生物 也慢慢地开始缩小 最后消失不见 而这时 吴声也回过神 小美人鱼向前游动些许距离后 转过身看向了吴声 这里 就是黑珊瑚之家哦 与此同时 一类似于海藻状的巨大建筑 出现在了吴声的面前 他宛如漂浮在海水之中的小岛一般 一条条无比粗壮的根筋 交错纵横地插入海底之中 能看到 在那根筋之上 有一个个类似于大门的洞口 人鱼在其中进进出出 好不快乐 而这时 奥比斯在赶走二王子后 也是松了口气 他的眼中带着些许的疲惫与无奈 如果可以的话 他真的不想和龙宫的人动手 毕竟都是同一种族 不过是理念上出现了分歧罢了 奥比斯叔叔 突然 奥比斯的耳边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奥比斯转过头 看向朝着自己由来的小身影 本是不满愁容的脸 瞬间就绽放出了笑容 是海拉呀 怎么这么高兴啊 今天正当能经了 嘿嘿 今天遇到个傻子 他给了我五十枚能经 让我带路来黑山湖之家呢 朝着此地走来的吴声 听到小美人鱼的名字 心头也动了一下 至于对方话语中 说他是傻子 吴声直接省略掉了 哈哈哈哈 海拉很聪明啊 奥比斯恋爱地 揉了揉小女孩的脑袋 他看向小女孩 那张天真无邪的脸蛋 心中 对于某些事情的决断 也更加地坚定了起来 你们认识海蛇吗 奥比斯听到这个名字 双目一鸣 那接近两层楼的身高 加上幻神镜的修为 带给吴声的 是宛如火山爆发般的 压迫感人类 你是从哪里听到这个名字的 奥比斯的眼中 带着些许的杀意 手中的三叉戟 隐隐间带着些许的寒芒 我是他的朋友 你告诉他一个红色头发的少年 来找他了 他就知道了 放心 我不会跑的 而且以你的修为 想杀我不是绰绰有余吗 吴声的话语间 充斥着底气 这让奥比斯眼中的杀意 稍稍退减 他上下打量了一下吴声 看着对方黑色的头发 眼中带着些许的疑惑 但是感受着吴声的修为 他也明白 对方说的没什么问题 更何况 如果真的是海蛇的朋友 他还真的有些失礼了 消失在原地 而这时 那位被称为海拉的小美人鱼 突然好奇地来到了吴声的身边 喂 你认识海蛇哥哥吗 听着对方海拉对于海蛇的称呼 吴声愣了一下 然后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小女孩 金色的长发 白皙的皮肤 淡蓝色的鱼尾 配合着一双紫色的瞳孔 加上由贝壳制作的衣服 让海拉看上去 完完全全就是个精致的小萝莉 嗯 我认识她 你为什么叫她哥哥 我记得她是没有妹妹的吧 吴声点了点头 而后有些好奇地问道 哼哼 这我可不能告诉你 万一你是骗我的 我岂不是暴露了海蛇哥哥 我可是很聪明的 海拉一脸骄傲地抬起头 语其中带着强烈的自得之意 完全不清楚 自己已经暴露了不少东西 那就等你海蛇哥哥来的时候 我再问问吧 吴声抬起手 揉了揉小女孩的头发 而这时 一道海龙卷再度出现 很快 龙卷慢慢地消散 一大一小两个人影 出现在了吴声的面前 是你 第188章 奇怪的海蛇 海蛇看着吴声熟悉的面容 淡蓝色的眼睛明显愣了一下 不过很快 他的面色就冷了下来 你怎么找到这里的 海蛇的语气中带着些许的敌意 而吴声也没有在意 他微微一笑道 有点事情找你 怎么样 聊聊吗 一旁的奥比斯的面色 也不善了起来 因为他感觉到了海蛇语气中明显的变化 他将目光放在吴声的身上 只要海蛇说话 他就能立马拧下吴声的脑袋 气氛变得有些凝重了起来 沉默片刻后 海拉率先打破瓶颈 海蛇哥哥 这个哥哥人傻傻的 挺好的 他还给了我五十妹能金呢 我们先回家吧 不然要是龙宫的人看到你的话 又要来找你麻烦了 看着抱住自己大腿的海拉 海蛇微微一笑 而后揉了揉他的脑袋 笑道 听你的 我们先回家吧 在和海拉说完后 海蛇看向吴声冷声道 那就去聊聊吧 奥比斯 麻烦你了 听到海蛇的话 奥比斯面色也柔和了下来 不算麻烦 说吧 海龙卷再度出现 这一次 吴声也被卷入其中 不过神奇的是 吴声并没有感受到什么不适质感 只是瞬息间 他面前的景象就变了 面前的景象 和蓝星的普通房间 没什么区别 一张桌子 几把椅子 还有一张床 有点不同的 可能就是 还有一个类似于黑板样的地方 当然 还有几张照片 说吧 有什么事情 海蛇在带着吴声 进入到房间后 就直接开门见山地问道 而吴声先是愣了一下 而后将目光放在了奥比斯和海拉的身上 海蛇看到这一幕心领神会 他转头开口道 奥比斯 你先带着海拉出去一下 这 海蛇大人 这 放心吧 我和这家伙也算是老熟人了 没事的 海蛇看出了他的顾忌 直接打断了他 而奥比斯看到海蛇的双眼 沉默了一会后 抱着海拉离开了房间 而海拉则是一脸猛逼 现在能说了吧 海蛇找了张椅子直接坐下 而后直直地看着吴声 帮我一个忙 不帮 海蛇想都没想就直接拒绝了 连是什么忙都没问 而这 也在吴声的预料之中 他看着海蛇平淡的面容 而后拿着张椅子坐在了他的面前 现在可不是你帮不帮的问题 你想让蓝星的海洋生物尽数消失吗 听到此话 海蛇沉默了 他微微低头默不作声 好像在思考着什么一般 你打算怎么做 你这边是什么情况 吴声没有说出自己的计划 他打算先听听 这边海蛇到底是什么情况 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 但是知道的一点是 黑海之中一直有一个传说 当海神降临之时 他会为黑海的鱼人 带来蔚蓝色的曙光 所以 奥比斯他才会效忠于我 海拉是我在刚进入黑海的时候捡到的 他的父母一气他了 之后就一直跟着我了 海蛇的话言简一概 吴声听到后 脸上带着一抹笑容 想不到你会同情其他世界的种族啊 你蓝星的臣民们会哭的吧 你变了很多呀 海蛇没有回答吴声的问题 而后上下打量着吴声说道 人总是会变的嘛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 一直这样偷偷修炼 还是跟我一起 海蛇的修为不低 天赋本就强劲的他 加上这段时间 有一位幻神镜的强者在身边指导 短短的时间修为 也迎挨了智的飞跃 幻神镜四节的修为 也仅仅比吴声低了两节罢了 你有什么计划 海蛇看着吴声 有些好奇地问道 正好 你这边出了矛盾 兽人族那边 妖帝估计也是一样 既然有了两个不同的意见 那么肯定是要起冲突的 我们可以趁机 直接将抑郁变得混乱 不行 听到吴声的话 海蛇瞬间激动地站了起来 吴声见他情绪如此激动 心中也是有了些许的推断 这个海蛇绝对有事情没有告诉他 现在的海蛇 有种将抑郁于人 也当作自己沉民的想法了 想到这里 吴声淡淡地说道 这件事情可不是你说了算的 不管海神的异能再怎么强横 你是蓝星人的事实无法改变 略国那边可是有知道某些东西的存在 我们这些后天进化者 基本上只要碰到他们就会暴露 包庇蓝星人 这个罪名我并不知道 在黑海有罪多大的罪 不过对待叛徒 不管是哪里都是无法原谅的 吴声的话 让海蛇面色难看了起来 你威胁我 并不是 只是让你知道 我不管你生出了什么样的感情 不管你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必须记住 我们是外祖 是敌人 你自己慢慢考虑吧 我之后还会再来的 吴声说完后就站起身 他还准备去三环玉看看 毕竟妖帝那家伙也需要说一下 而身后的海蛇也并没有阻拦 淡蓝色的眼中闪烁着挣扎之意 站起身的吴声瞥见了这一幕 心中也是疑惑万分 到底是怎么回事 第189章 出入三环境 吴声走出房间 这时他才发现 这个藤蔓居然是空心的 那房子也就是一个个木屋 木屋被泡泡包裹 像被一根看不见的木棍串了起来一般 一个接着一个的向上方攀爬而去 吴声看着这和周围环境 丝毫不相符合的场景 眼中带着些许的疑惑 他看到了很多个小人鱼 在泡泡中玩耍着 他们的修为都不强 并且周围都没有大人陪伴 说起来 我好像真的没有见过这些鱼人进入陆地 是因为不适应吗 按理来说 美丽的生物 总是会引来充满着贪欲之人的寂觅 吴声记得 这个世界有一种名为偷猎者的职业 之前在生态圈还见过 不过之后就很少遇见了 这么美丽的生物 不会引来人类的寂觅吗 吴声看着那些长相梦幻的鱼人们 心中喃喃自语 当然 也可能是因为鱼人的实力强大吧 想到这里 吴声散去心中的疑惑 转身朝着传送装置所在的地方飞去 一路上 吴声也看到了一个极为奇怪的景象 真的要把孩子送走吗 女人鱼看着手中的婴儿充满着不舍 没办法 这孩子适应力太低了 活不了太久的 只能把他送去黑珊瑚之家了 男人的语气也充满着无奈和不舍 如果可以的话 他真的不想把自己的孩子 送去那被称为家的黑珊瑚之地 最终 女人靠在男人的怀中哭泣 而吴声看到这一幕 心中更加疑惑了起来 不过 吴声也没有傻傻地跑去问东问西的 因为周围人于看他的眼神都不怎么友好 虽然没什么敌意 但是明显感觉到了很重的疏远 很快 吴声又来到了传送装置的面前 他走入其中 在富国能经后进入了装置之中眨眼间 伴随着一阵强烈的光芒 照射在吴声的眼中 吴声眯了眯眼睛 在适应之后也看清了外面的景象 窗外虽然也是陆地 但是和略国差了很多 甚至可以说一个天一个地 如果说略国是科技的象征 那么这里就是自然的天堂 茂密的树林 清澈的湖水 还有黄色的沙漠 三个地方仿佛一个蛋糕一般 排列的极为整齐 这就是三环界吗 还真是名副其实呢 吴声轻声说道 而后就推开了传送装置的门 这一次没有了商人来推荐东西 甚至吴声看到了很多人类 他们拿着类似于照相机的地方 一脸兴奋地冲了出去 推开门 外面有着极多的人 还有类似于人的生物 这些兽人一个个穿着兽皮 好像野人一般 体型健硕并且十分高大 最小的狗头人也有三米多高 而且吴声走出来后发现 这里的树木也是高的吓人 一颗颗都有数百米之高 如果有巨物恐惧症的人看了 估计得当场晕厥过去 房子都是木头做的 并且一个比一个夸张 不过除去这些 吴声也没发现 有什么实力强悍的家伙 这让吴声心中 也稍稍地安定了下来 从传送装置下来的人们 开始朝着各种方向离去 好似来郊游的一般 而周围的兽人们 也一个个谄媚地走上前 仿佛在推销着什么东西 想要换取能经修炼 而这时 一个身形巨大的狼人 来到了吴声的身边 他走到吴声的身边 而后十分熟练地蹲在地上 脸上带着谄媚的笑容到 这位客人 有没有兴趣看看装饰品啊 狼牙项链 狼牙手镯 狼牙棒 吴声听着对方 有些莫名其妙的话 有些猛逼 而狼人依旧在喋喋不休 吴声思索了一会后 淡淡地说道 给我来个狼牙项链吧 好嘞客观人 二百没能经 听着这与对方 产媚面容完全不符的价格 吴声愣住了 你这项链 有什么特殊效果吗 完全没有 不过也有 可以让狼人不袭击你 你们狼人 有袭击过人类的案例吗 怎么可能 我们吃素的好吧 听着对方的话 吴声沉默了 他的大脑 有些跟不上这些狼人的运转了 不过最终 吴声还是买下来了 毕竟他也不是来买东西的 主要还为了打探消息 能问你个问题吗 而狼人 也是极为配合的孝道 客人您问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你们兽人族 有没有什么地方不能去 我第一次来 怕到时候 闯进不该闯的地方 听到吴声的话 狼人思索了片刻 而后开口说道 我们这里 只要你不随便进别人的家里 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哦对了 最近兽声湖那边 经常会起冲突 客人尽量就别过去了 可能会波及到您 兽声湖就在 就是这个 吴声眼中闪过一抹光芒 他点了点头 而后转身离去 第190章 再见妖 兽声湖 一个充满着神话的地方 传说中 会有一位天生 可以让兽人臣服的王者 将在此地降落 而这个地方 也是三环玉的一个和平之地 一些不喜欢战斗的兽人 都隐居于此 据说还有幻神镜的强者 而不知道为什么 这几个月 兽神湖经常会发生战斗 哄 在那看不见 镜头的湖泊之上 仿佛有两道身影 在上方行走 一大一小 而大的此刻 正在疯狂地后退 小的则是每一次 都会爆发出恐怖的力量 在湖中轰起一根根 数百米的水柱 这片湖 也宛如大海一般 深不见底 当然 我说了 您现在在幻神镜四重 真的不适合出去 现在的外面 实在是太危险了 笑天看着前方 不断朝着自己攻击的少年 无奈地说道 太懦弱了 为什么明明 身为幻神镜的 你竟如此懦弱 如此性格 怎能成大事 强者是需要在战斗中 不断地磨练 而不是蜗居一处 成为躲避战斗 腰一头黑色的长发 那双眸子 在此刻充斥着野望和自信 右手化作一刀巨大的笼爪 朝着男人一拳轰去 大人 现在这里很安全 您不需要如此去战斗 您可以在这里慢慢修炼 以您的天赋 百年内绝对可以成为 幻神之上的强者 到那时 我们再出去也不迟啊 笑天的长相极为粗广 但是声音却有些阴柔 好似一个娘娘腔一般 脸上也有着和长相不服的温柔 郭噪 如此 我如何能成为强者 既然你们不愿意与我出去 不如让我一人前行 腰的面色 愈发的难看了起来 他在降落到三环玉之后 就被兽神户的兽人带走了 本来他以为要死了 没想到三环玉的人 对他出奇的好 给予了他很多资源 而面前 名为笑天的男人 也是兽人族牌的上号的强者 如此强者 也是天天来指导 他修炼和战斗 他以为自己 获得了一个极为强大的势力 但是没想到 这个家伙 或者说整个三环玉的情况 极为不好 有人崇尚侵略 也有人崇尚和平 而那些崇尚侵略的兽人说到底 也不过是掠国之人的走狗 用他的话来说 整个三环玉 好像有一种奴性 就好像农村人家散养的狗 虽然性格不同 但是却不敢反抗主人 大人 放弃吧 孝天说着 伸出一根手指 宛如玩闹一般 将那闪烁着寒光的利爪挡了下来 而在接触到对方的瞬间 妖就感觉碰到了一座万米高山 他就好似一个凡人一般 无论如何 都无法将对方挪动半步 甚至连体内的力量 也被瞬间封锁大人 跟我回去吧 修炼这种事情不及的 孝天面色温柔地说道 而感受着两人的巨大差距 妖的眼中也有些无奈 他已经尝试过很多次了 每次都被发现 每次都被对方带回去 你在这里过得不错吗 突然 妖听到了一声熟悉的声音 他顺着声音看去 看到了那个 让他天天魂牵梦绕的人 当然 这里的魂牵梦绕 指的是想要干掉对方 无声 妖看着天空之上无声的身影 眼中瞬间升起一抹愤怒和战意 他早就想和无声再打一场了 他可不是一年前的他了 现在的他无比自信 妖的身后 升起一对金色的翅膀 伴随着他振翅高飞 恐怖的烈焰 宛如流星一般朝着无声冲去 再冲到无声面前之时 两只布满黑色鳞片的龙爪 带着万军距离 朝着无声轰去 砰 伴随着平静的湖水 升起一道道恐怖的水柱 龙爪也成功地轰在了无声的身上 什么 腰看着被无声挡下来的攻击 眼中充斥着不可置信 我今天有事来找你 要打的话等一会吧 先聊事情 无声说吧 双手一振 将两条龙爪推开 而后看向了在下方 注视着自己的笑天 你这边和海蛇那边差不多吗 都有强者保驾护航啊 笑天见无声看向自己 也是笑着打了个招呼 脸上满满的都是和善之意 完全看不出来 他是一位幻神镜的强者 而还沉浸在自己的攻击 被无声轻而易举挡下来的腰 听到对方的话 也是愣了一下 海神 那家伙和我的状况一样吗 无声朝着笑天打了个招呼 然后点了点头 差不多吧 不过他那边好像没你那么受欢迎 腰弟 我看着像妹魔呀 听着无声话语中的调侃之意 腰皱了皱眉头 你怎么回事 以前的你我记得可是个不苟言笑的家伙啊 哦 你说这个啊 情绪的封印被解开了 现在只剩下杀意了 所以可能变了点 当然 也可能是隐藏 你不用太在意 无声的话 让腰皱了皱眉头 算了 你找我什么事 这里不太好说 有没有比较私密点的地方呢 腰深深地看了眼无声 无声某种意义上 也算是他的杀父仇人 但是那件事 又不能全部怪罪在无声的身上 过去了挺久的时间他 有些事情他也看得清楚 如果非要说的话 他父亲的死说白了 也是因为他和村民才死的 而那些村民也都死得差不多了 想到这里 腰转过身朝着远处飞去 跟我来吧 听到腰的话 无声微微一笑 而后跟在了他的身后 不过跟随的途中 无声的心中 同时也生起了一抹疑惑 我原来是这样的性格吗 第192章 懦弱的兽人 很快 无声跟着腰来到了一座小岛之上 在那小岛上 一个个巨大的木屋 井然有序地屹立于此 看上去极为和谐 这里名为兽神之家 你跟我来吧 腰介绍了一下后 就朝着小岛之上飞去 无声也跟了下去 岛上的很多都是兽人 而在那中心 无声看到了一个 没有长相的巨大雕像 这是什么 无声有些好奇地问道 兽神 不过这里的人并不知道 兽神具体的长相 只能像这样雕刻出身体 腰解释了一番 而后就带着无声 朝着某个方向走去 一路上 无声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兽人 猪头人 狗头人 狼人 虎人 反正各种各样的都有 不过无声眼中 生起些许的疑惑 他记得曾经 抑郁入侵蓝星的时候 有很多那种类似于 触手怪的恶心生物 但是自从他来到这里后 根本就没看到过 妖帝大人 今天也是活力满满呢 妖帝大人又被抓回来了呀 都说了 您是打不过笑天大人的 老老实实地待着就好了 我还等着把您的脸 雕刻到那头像上呢 周围的兽人 对于妖 好像都极为和善 而妖的面色 则是依旧难看 并没有因为这群兽人的态度 给他们好脸色 但是无声能感觉到 这家伙的心里 不是这么想的 很快 妖带着无声 来到了一个木屋之中 而木屋里面 笑天早已等候多时 并且给无声递上了一杯热茶 无声有些惊讶 他没想到 如此强者 居然能跟妖的仆人一样 做这种事情 大人你们聊 我先离开 放心 不会有人偷听你们的说话的 笑天面带微笑 那本该充满着压迫感的体型 在此刻却显得有些矮小 滚吧 妖好像极为讨厌他这种态度 面色冷漠地说道 好的 笑天点了点头 完全不在意妖话语间的不善 微笑着转身离去 说吧 你有什么事情 妖找了个位置坐下 而后看着无声 面色冷漠地问道 而无声并没有着急开口 他看了看四周 发现这木屋里面的家具 反倒是挺现代的 没那么原始 和蓝星的普通家庭的房间差不多 要不要和我一起发动战争 将整个抑郁变得混乱 无声开门见山 而听到无声所言的妖目光一宁 他看着无声 面色严肃地说道 主要打击目标是谁 当然是势力最大的略国 我本来的想法是 黑海族和兽人族内部率先混乱 而后再把战火蔓延到略国 但是目前看来 你们两个好像在这里 都有了一定的势力 并且有强者听命 听到无声的话 妖将杯中的茶水一饮而尽 沉没了片刻后 他淡淡地说道 恐怕做不到 理由 无声看对方的样子就明白 对方不是自己不想 而是有什么难言之意 我来到这个地方 也有接近一年了 在和这群人的相处中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哦 什么问题 无声有些好奇地问道 这些听命我的兽人 都是一群懦弱的家伙 或者说 他们不会愿意与人类起冲突 而那些不听我的兽人 则是一群类似于略国打手般的存在 说到此处的妖 面色极为难看 这些听从他命令的兽人 简直就是一群懦夫 他曾经见到过 哪怕那些略国的游客辱骂他们 他们都得笑脸相迎 虽然他们卖的东西要价很高 但是却少有人会给他们能经 哪怕这些异域人直接抢夺 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只不过这种情况特别少而已 但是无可否认的是 这里的兽人就像奴隶一样 毫无血腥可言 听着妖疆事情的缘由说出 无声也陷入了沉默 他没想到 三环玉和黑海的差距如此之大 黑海那边倒是有对战的勇气 但是却碍于实力不行 而三环玉这里 居然连勇气都没有 看来整个异域 也并不像我所见到的那样太平 而后看向妖好奇地问道 说过 甚至说过自己是蓝星的人这种话 但是没用 他们依旧对我没有丝毫的杀意 甚至对我尊敬如初 我说我是来毁灭异域的 他们也没有说什么 而是笑着和我说 既然妖地大人要毁灭异域 那么您的安全更加需要保护 毕竟以您现在的实力实在是不可能 说到这里 妖的面色也是极为无奈 不得不说这里的兽人对待他 甚至要比蓝星的那群妖族还要恭敬 但是就是没什么血性 听着妖的话 无声的脸上也是愈发地疑惑了起来 这里面可能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看来需要调查一下了 想到这里 无声的心中突然有些了奇妙的想法 你能保证那群兽人 完完全全都听从你的话吗 无声的话让妖一愣 他点了点头 而后缓缓开口道 对于这点我倒是有点自信 因为我之前让笑天自杀过 他倒是完全没有犹豫 最后还是我开口阻止了他 还真是听话 看来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事情啊 无声看向门外 脸上带着笑容轻声道 既然聊完了 那么有些事情也需要了断一下了 和我打一场吧 妖见无声久久不说话 站起身脸上带着战役说道 嗯哼 也行 不过你确定吗 四阶打六阶 试试吧 妖的脸上充满着战役说道 第193章 碾压 无声和妖一前一后地走出木屋 而在两人走出后 笑天不知道从何处出现 他笑着看着两人说道 大人是要和您的朋友切磋吗 嗯 妖的面色重新变得冷漠和厌恶 没办法 他尝试过很多办法 但是却从来就无法让这受人生气 那就让我来为两位开出一片空间吧 这位小哥 应该有办法可以创造一个独立的领域吧 笑天微微一笑 而后看向无声 而无声听到笑天的话 微微眯起了眼睛 眼中带着复杂的情绪 嗯 是有这个能力 那就请您下手轻一点吧 别给妖地大人太大的打击 笑天微微一笑 而后瞬间飞入高空 妖地大人 真是不是我不让您出去 只是强者的世界 还不是您可以踏足的 您也该见识见识 您与世界的差距了 而在笑天说完此话后 完全就没有给无声和妖两个人开口的机会 一股无比恐怖的威压凭空出现 平静的湖面开始变得不安了起来 仿佛有飓风袭来一般 明亮的天空在此刻 却让无声和妖两人感觉到了些许的暗淡 诸神和无声两柄长刀 在没有得到无声召唤的情况下 出现在了无声的面前 为其挡下这股威压 而妖的周身 则是显现出一道青色的光芒 天空之上 笑天那张脸在此刻变得威严了起来 她的额头之上 一个漆黑的王字显现而出 伴随着周围的空间开始变成波浪状 仿佛有一只蛮荒巨兽 即将降临一般 唤 虎神笑天 伴随着笑天的声音响起 她的周身开始卷起一股恐怖的黑色能量 吼 这晚如从九天之上传来的咆哮声 响彻整个小岛 小岛上的兽人抬起头 看向那天空之上的黑影 眼中充满着崇拜 而眨眼间 黑影开始化作一头千丈巨虎 巨虎仿佛从沉睡中苏醒一般 她伸展了一下身子 而后仰天咆哮 下方 无声和妖两人瞪大眼睛 眼中充斥着震撼 明明没有朝着他们咆哮 明明没有敌意 力量的差距完全不是所谓的意志能媲美的 这一刻 两人也彻彻底底地见识到了与世界的差距 那巨虎并没有针对他们 就能让两人感受到战力 甚至无法动弹 如果是朝着两人咆哮 无声感觉自己可能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 当然 这是指无声没有防备的情况下 如果有防备的话 无声应该可以启动空间转移装置溜掉 应该吧 无声这般想着 而这时 笑天抬起手 其面前的空间仿佛纸张一般被其撕开 黑色的空间洞穴 出现在了无声和妖两人的面前 笑天看向两人后 微微一笑道 妖帝大人 您可以进去了 而听到对方的声音 妖也从震撼中清醒过来 想到对方有如此力量 却如此懦弱 妖的面色再度冷了下来 走吧 妖帅先朝着那空间裂缝飞去 而无声健壮也连忙跟了过去 笑天笑着目送两人进入 而进入空间裂缝后 无声也连忙展开了御环中的疆域系统 在疆域出现后 无声看着前方充满着战意的妖笑道 你刚刚好像打过一场了 要不要等你恢复一下 不用 你出全力就好 我的恢复力远不是你能想象的 妖的语气中充满着自信 而无声听到后 也是耸了耸肩 换出了自己的诸神刀 出双刀吧 我说了 用全力 听到对方的话 无声的心中也来了些许的兴趣 说实话 他还真不清楚妖帝的具体能力是什么 毕竟记载上只有统一万妖 那就试试吧 魔魂解封 伴随着无声的话音落下 血色的雾气朝着无声的右手凝聚而去 无声刀出现在手中 而左手则是诸神刀 无声的头发变得心红 血色的双瞳带着些许的兴奋之意 修长的身姿配上血色长发 加上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变得有些奇怪的性格 显得无声此刻无比的邪魅 妖帝圣体 妖看着无声的姿态 面色兴奋 他缓缓地念出了自己唯一的天赋 眨眼间 他的样子大变 此刻的他 头上长着一对巨大的龙角 有着青色的雷纹在攀附其中 身后地展开两只数十米长的翅膀 一只通体金黄 带着熊熊烈焰 另一只则是青色 伴随着翅膀的震动 仿佛有龙卷在其周身环绕 双脚变成了宛如黑豹一般的后腿 看上去充满着爆发力 双手变成了两只巨大的爪子 一只看上去是龙爪 一只则仿佛是胡爪 脸上 脖梗夺充斥着宛如金属的鳞片 闪烁着寒光 一双瞳孔也变成了树瞳 哦 看上去好像是继承了 妖族中那些强大圣灵的特点呢 废话少说 看招 妖怒吼一声 仿佛如雷霆乍响 他的声音 居然也带着恐怖的攻击性 身后的火焰与龙卷 开始跟随着妖 朝着无声轰杀而去 头顶的龙角 也开始凝聚起恐怖的雷霆 而他自己的身影 则是拉出道道残影 眨眼间就接近了无声 魔刀欺斩一试 分尸 无声的眼中 闪过兴奋之意 伴随着双刀齐出 纯粹的沙翼 化作两到数十米高的血色刀器 朝着妖轰杀而去 哄 在攻击触碰到一起的瞬间 一个黑色的蘑菇云 瞬间在疆域中升起 黑烟之中 两道身影直接冲出 无声看起来游刃有余 而妖的龙爪 则是被直接斩断 不过眨眼间 就瞬间生长而出 修为的差距 可不是凭借勇气能弥补的 更何况 在这序列二百二十一之中 我可从来没听说过 有人同阶可以打败我 无声的语气充斥着狂傲 他的面色微微变冷 周身再度生起恐怖的血污 魔刀七斩二世 朱星 踏天 伴随着无声的话音落下 血色的雾气瞬间将腰包裹 无声化作血线 开始在血污中穿梭 伴随着速度越来越快 血线开始慢慢变多 一条 两条 十条 百条 而腰的伤头也越来越多 甚至恢复 开始跟不上损伤 腰的瞳孔死死地盯着四周 试图找出无声的破绽 但是可惜 在伤口变多的同时 无声也并不打算 和他再打下去 你输了 无声瞬间出现在腰的身后 双刀染着血架在腰的脖梗之上 腰瞪大双眼 他看着被斩断的双臂 眼中满是不可置信 他知道自己打不过无声 但是没想到 会败得如此凄惨 第194章 出乎预料的顺利 腰的双臂再度开始长出肉牙 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 而无声看到这一幕 也是顿感神奇 至于对方那挫败的样子 无声也没打算安慰 本身就是敌人 只不过是因为要共同抵御外敌 暂时聚集在一起而已 走吧 我去你手下聊聊吧 无声退去疆域 而后合腰回到了现实之中 外界笑天已经散去了 自己强大的气势 周边也开始变得风平浪静了起来 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而在笑天看到无声 和腰后出来后 他脸上露出笑容 完全不在意腰那狼狈的模样 看来腰帝大人 已经知道了与世界的差距呢 笑天的语气没有嘲笑 而是带着欣慰之情 他那粗狂的面容 配合着温柔的神情 加上那好像娘娘腔一般的声线 让人有些不太舒服 哼 腰听到笑天的话 面色难看地冷哼了一声 转身朝着自己的家中飞去 而无声并没有跟上去 而是将目光放在了笑天的身上 笑天也没有离开 在目送着腰回家之中 他转头看向了无声 脸上满是笑容 聊聊吧 无声看着对方的样子 开口说道 嗯 聊聊吧 笑天微笑着点了点头 而后带着无声来到了他的家中 你好像知道很多东西 无声看着面前的男人 有些好奇地问道 而笑天并没有回答 而是给无声搬来了椅子 然后又给无声倒上了一杯茶 嗯 我知道不少 你是蓝星人 身负磨刀 你应该还有任务吧 不过 你自己应该也有些想法 笑天饮了口茶 而后面带笑意地说道 而无声听到对方的话 眼中生起一抹疑惑之色 你比我想象的还要神秘 既然知道我是什么情况 你不打算杀了我吗 我为什么要杀你 不用管我 我对你没有丝毫的敌意 说说你想干嘛吧 笑天并没有回答无声的问题 而是转给无声 抛出了自己的问题 无声看着对方的眼睛 他有些拿不住对方的态度 你对于你们妖地是怎么看的 他的想法 好像是想要战斗 笑天看着无声 而后再度倒了一杯茶 他将茶水一饮而尽 清吐 一口浊气后笑道 你想挑起战争 想让兽人族 黑海族内部发生混乱 而后劲儿将祸水 引入略国室吗 没问题的 我可以帮你 听到笑天将自己的心思猜出来 无声愣了一下 他看着面前的男人 嘴角突然扬起一抹笑容则 看来我猜得没错呢 你们抑郁 好像也并没有看上去的那么团结 团结 不一样的种族 怎么可能团结 不过是一方力量大到 可以压制另外两方罢了 笑天脸上带着自嘲的笑容 声音依旧尖锐 但是和之前的感觉完全不同 帮你们可以 这场战斗我可以打 甚至可以帮你们和黑海族的人交涉 但是你需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听到对方的话 无声皱了皱眉头 什么条件 说来听听 现在不能告诉你 放心吧 这个条件不会对你有什么影响 也不会伤害到你们 我也不会用这个条件要挟你们 等你宣战之时 我再告诉你是什么条件 怎么样 笑天看着无声 缓缓开口说道 无声听着对方的话 看着对方脸上的笑容 沉默片刻 他嘴角勾起一抹莫名的弧度 你的话让我找不到拒绝的理由 毕竟我也没什么退路了 那就试试鱼虎谋皮吧 鱼虎谋皮吗 不错的词语 不过我可不是老虎啊 而且我们获胜的机会可并不大 说到这里 笑天站起身来到了无声的身边 眨眼间 他的手就朝着无声的脖子伸去 无声还没反应过来 只听见咔嚓一声 待无声反应过来之时 笑天也回到了座位上 你脖子上的那个所谓的装置 我已经破坏掉了 对方一时半会也察觉不到 你可以放心了 而听到这里 无声也不自觉地扭了扭脖子 发现之前的束缚全然消失 只觉得一身轻松 这就是我的诚意 希望到时候也能答应我的请求吧 笑天低下头微微一笑 而后自顾自地喝起了茶 而无声见到这一幕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两人就在这种安静的氛围中 默默地喝完了一整壶茶水 你们寿人族能出多少战力 放心 能拖住略国的顶尖战力 但是也仅仅是拖延 大概的时间为一天一夜 一天一夜之后就会消失 听到笑天的话 无声点了点头 他突然想到了妖的话 有些疑惑地问道 为什么这么容易就答应我了 而且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 你应该也清楚妖的身份吧 嗯 很清楚 笑天听后没有否认 既然如此 你为什么还要帮我们 某种意义上我们算敌人吧 确实 我们以后会是敌人 笑天说完后就离开了房间 独留下无声一个人 看着桌子上的茶壶沉思 第195章 陷入自我怀疑的妖 怎么样 问出什么了吗 房间中的妖看着无声问道 没问出什么 不过笑天说 可以帮助我们 他可以拖住略国顶尖站立 一天一夜的时间 哼 我就知道 啊 妖猛地回头看向无声 双目瞪大 眼中满满的都是错愕 和震惊你说什么 无声并没有在意妖的样子 而是自顾自地说道 你手下说没问题 会全力帮助我们的 我们商量一下计划吧 妖有些机械地点了点头 她的心中 依旧是震惊和不可置信 她这段时间说过多少次 这群兽人都没说过 和自己出去的话 无声一说 这家伙才是妖地 第一次 妖对自己的异能和身份 产生了些许的怀疑之情 你在听我说话吗 无声看着心不在焉的妖喊道 哦 你说 妖也连忙恢复过来 虽然心中疑惑 但是脸上依旧是一副冷傲的模样 我本来的想法是 让兽人族和黑海族内部 先产生混乱 而后再蔓延到略国去 最后发动战争 但是现在的话并不用了 兽人族说 可以帮助我们直接攻击略国 而黑海族现在分为两个派系 一派是准备帮助我们的 我们的任务 就是干掉另外一派 听到无声讲述自己的计划 腰皱了皱眉头 凭借我们怎么挑起战争 而且就算战争出现 真的有用吗 孝天说过 兽人和黑海两个族群 绑一块都不够略国打的 主要是争取时间 按照我的计划 会有接近上千万人 在短时间内涌入帝都 就是不知道 帝都能不能容纳那么多人 无声的话 让腰双目一宁 他死死地盯着无声 眼中带着些许的惊恐之意 他的声音带着些许的颤抖 你准备掠夺 嗯 发动战争 然后在帝都混乱 略国顶尖站立被束缚之时 进入人群之中杀人 我观察过 帝都之中大多数都是退颗镜的人 少数会是换身镜的 再强的 也基本上被送进了某些权力机关 我的计划是 兽人族控制住略国最强的那一批人 黑海族帮助我们 拦住剩下修为超过我们的家伙 最后我们这些人 进入人群之中 杀戮 掠夺 在最短的时间内 将修为拉到顶端 无声的语气中 充满着冰寒的杀意 伴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空气仿佛都冷了几分 腰看着面前双目 带着些许红光的男人 眼中闪过些许的金句 这家伙 理智的简直就不像人 真是个可怕的怪物 在和平的年代 大多数人 甚至连猴子都下不去死守 而现在进入进化时代后 虽然杀人已经成了常态 但是其实大多的进化者 也都不会去在意 掠夺这个提升修为的办法 毕竟人类这种生物 在经历了秩序过后 想要崩碎秩序的铁链 也是很难的事情 除非整个世界已经混乱了 妖没想到 无声居然能做到如此的地步 未来我真的会是他的对手吗 妖的心中 生起这样的想法 这还是他第一次 对于打败无声这件事情 产生了怀疑 而无声也并没有在这里 有过多的停留 在和妖说完之后 他就离开了怎么样 需要我帮忙和你去一趟黑海吗 在无声离开的途中 笑天突然出现 来到了无声的身边问道 不用 我自己去就好了 无声摆了摆手 他可不想再多欠对方人情了 虽然也无所谓 反正到时候 条件要是问题不大 无声就帮 问题大的话 无声是不会管的 而在此刻 远在略国边境的某一座城池之中 一个黑发少年 正在和一个头戴老鼠面具的男人 在某个角落中交谈 紫鼠大人 您来这里是有什么事情吗 轩辕天骄好奇地看着紫鼠问道 这个给你 紫鼠从御环之中 取出一个灰色的晶体 递给轩辕天骄 而轩辕天骄看到这个晶体 也是愣了一下 而后有些好奇地问道 大人 这个是 这个是联系我的晶体 你们这段时间做得很好 现在的话 这里已经不需要你了 你去帮助无声 无声 那家伙现在在哪 他没事吧 轩辕天骄 听到紫鼠的话 整个人瞬间激动了起来 自从上次无声联系他之后 他就一直没有对方的消息 虽然很想去找他 但是这边因为刚刚开始发展 他的异能太过重要 实在是脱不开身 没问题的 他现在没什么大事 你放心的去吧 紫鼠说完后 随手朝着面前的空间一滑 一道空间隧道 出现在了轩辕天骄的面前 而轩辕天骄见状 也是连忙冲入其中 他有点迫不及待地 想要去见无声了 当然 可能还有些其他的原因 而此刻在帝都之中 女帝在无声脖子上的项圈 被摧毁之时 就察觉到了什么 她面色带着些许的怒意 仿佛下一刻就会被撕碎一般 陛下 出什么事情了吗 在女帝爆发出气势的瞬间 她的周身出现了六道身影 这些身影之中 有一位是她的父亲 还有五位 则是皇室中修为强大的老祖 无碍 不过有客人来了 女帝面色难看 而后将目光放向了大殿之上 很快 大殿之中 一位身材高大的男人 出现在了此地 男人出现后 就恭敬地跪倒在地 而后语气充满着尊敬道 女帝大人 女帝面色冷傲 她微微抬起下巴 而后嘴角勾起一抹轻蔑的笑容道 不好好地滚回你的三环玉当兽王 来我这里是想干嘛 那是一个中年男人 他的年龄 很显然比这位女帝大上不守 甚至周身散发的修为 也比女帝强 但是他的面容依旧十分地恭敬 女帝大人 我知道你想干嘛 特来请罪 那个少年 是我们兽人的希望 我们想要以这残存的生灵 和您堂堂正正地站上一场 叫你一声兽王 你还真把自己当王了 不过是一只丑陋无比的怪物而已 趴下 把你踩脏的大殿舔干净 女帝抬起玉腿 轻轻地叠在另一条腿之上 语气并没有什么变化 说出来的话也极为平淡 好像在唠家常一般 而那被称为兽王的男人 听到这位女帝的话 也并没有反驳 她跪倒在地 而后整个人趴在地上 最终毫无尊严地伸出舌头 开始舔着她来时的路 这种极为屈辱的事情 她好像习以为常 她的修为很强 甚至可以和这里最强的人媲美 但是她好像完全没有尊严 我再给你一次说话的机会 告诉我 你来此目的为何 女帝对于对方的行为极为满意 她的身体微微厚靠 毫不在意地说道 只是那隐藏在平淡的语气之中的 是那仿佛会化作实质的杀意 在下 想清全族之力 了结这万年来的关系 兽王依旧跪倒在地 只是她说的话 和她的行为完全不符 怎么 你们兽人准备将你们卑劣的利爪 伸向你们的主人吗 女帝脸上带着嘲讽之意 她好像完全不将对方放在眼里 哪怕对方修为比她强 不 兽人的利爪永远不会伸向您的 不过希望您看在 兽人当你这数万年的侏罗的份上 降下怜悯 给我们一天一夜的时间 事后 我们兽人会尽数自裁 成功与否 五等毫无怨言 女帝听到对方的话 双目微微眯起 而后玩味道 如果我说不呢 那五等将亲自动手 五等不会触碰您一根汗毛 但是却会困住您一天一夜 这天 在屹立了万年的皇宫之中 丑陋的兽人 向着那高高在上的主人 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不过可惜 他的要求被拒绝了 存活的越长 奴性越是根深蒂固 他们无法改变 哪怕他们想要反叛 也会将计划告知 他们的自我 尊严早已消失殆尽 而支撑了他们的 不过是那看上去虚无缥缈的希望 第196章 与子鼠的谈话 另一边 吴生已经开始朝着传送装置的目的地飞去 他现在打算去黑海再看看 三环玉这边的事情 初期的顺利 反倒是黑海那边 还有很多谜团 路上 吴生看着在森林中 卑躬屈膝的兽人们 他们对于人类 对他们的歧视 没有丝毫的不满 好像习以为常了一般 而吴生看到这一幕 也是沉默不语 笑天本来是想跟过来的 但是被吴生拒绝了 他让笑天 先将三环玉中的战力 全部聚集 到时候等待他的指令 而妖则是跟着笑天 此刻的他 也有一堆的疑问 想要问问对方 突然 吴生面色一凝 他停在了空中 而后在森林之中 找了个无人的位置 飞了下去 他静静地站在原地 好似在等待着什么 而这时 他的右手边 一道空间裂缝 被瞬间撕开 吴生盯着那道裂缝 眼中透露着疑惑 吴生 裂缝之中走出一道人影 轩辕天骄看着前方 那道熟悉的身影 眼中充斥着喜悦 他连忙冲上前 感受着对方熟悉的气息 脸上的笑容 怎么都止不住 你怎么来的 吴生看着轩辕天骄 有些疑惑地问道 是紫鼠大人送我来的 对了 这个东西可以联系紫鼠大人 他让我过来帮你 轩辕天骄将紫鼠给的晶体 递给了吴生 而后原地伸了个懒腰 观察了一下四周的环境 他有些轻松地说道 真是的 这段时间可累死我了 统领那些教徒真是累人 对了 你有没有酒 给我来一口 轩辕天骄 看着在研究晶体的吴生 有些期待地问道 蛮大的 吴生憋了半天 最后吐出来这么一句话 而轩辕天骄听到后 笑了笑道 哈哈 我本身也不是喜欢 统领别人的性格 我还是喜欢无拘无束 想干嘛就干嘛 因为在蓝星认识 我的人太多了 一直维持的那种感觉 太累人了 听到轩辕天骄的解释 吴生也是接受了 不过现在 他还有个疑惑的点 不是说 那些人全部跟随着 欧阳博士叛逃了吗 吴生这般想着 而后看向了轩辕天骄道 这里是三环玉 我去找你 听到吴生的话 轩辕天骄也是开心道 那可太好了 你先忙 我去看看这地方 有啥好玩的 轩辕天骄说完后 直接腾空而起 他的脚下 仿佛踩着金龙一般 看上去极为炫酷 而吴生这才发现 对方的修为 居然飙升到了 和寿王他们 同一层次的阶级 三个人修为 拉不开差距吗 吴生这般想着 而后开始 往晶体之中注入灵能 伴随着吴生灵能的注入 晶体开始放出光芒 看着吴生 面具下的嘴角 扬起一抹弧度 有事情吗 听到紫鼠的声音 吴生整理了一下思绪 而后面色 带着些许冷意说道 我大伯他们怎么样了 目前没事 不过之后 我不好说 紫鼠的声音 带着些许的轻松之意 而吴生听到这里 也是松了口气 只要没死就好 没死就有希望 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我们现在应该是敌人吧 敌人 不算 等你们回到了蓝星 我们才算是敌人 现在的话 我依旧会帮助你们 而且我觉得 你们应该很需要我的异能帮助 吴生从紫鼠的声音中 听出了些许的笑意 吴生看着面前的紫鼠 他不清楚 这些人到底发生了什么 只不过对方说的没错 现在 他确实需要这群人的力量 你应该清楚我的计划 你不怕我成功后修为暴涨 将你们全部杀了吗 吴生说着说着 周身散出些许的雾气啊 你可能误会了些事情 就算你修为暴涨 只要再蓝星 你的修为只会停留在四景巅峰的 紫鼠弹开手 语气轻松道 听到紫鼠的话 吴生沉默片刻 而后缓缓地收起了散出去的雾气 帮我个忙吧 等战争出现后 帮忙将那些在百城的人 全部传送到帝都 如果可以 找一个无法逃脱的地方 没问题哦 不过你现在也成长了呢 和之前不一样了呀 紫鼠毫不犹豫地 将吴生的要求答应了下来 面具下的眼睛 看向吴生充斥着满意 变了 哪里变了 吴生有些疑惑地看着紫鼠 不知道对方说的什么意思 之前我说过 让你有些事情 不要想得太明白 你听进去了吗 紫鼠的话 让吴生的记忆 回到了他曾经进入 安城时候的事情 那是他和紫鼠第一次见面 对方让他有些事情 不要想得太明白 否则会很痛苦 回过头看 他那时候想得确实很多 想得太远 现在这样 只想着当下的事情 反而没之前那么压抑了 人总会变得 我现在只想将抑郁解决 然后回到蓝星就回我的家人 当然 还有找你们算账 吴生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对方 仿佛下一刻 就会一拳打在那张面具上 加油吧 我们在蓝星等你们 紫鼠轻哼一声 说完后 就化作一团光丽消失不见 而吴生看着手中的晶体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虽然心中有很多疑问 但是眼下 还是解决抑郁的问题在说 想到这里 吴生转身朝着 轩辕天骄的方向飞去 第197章 解放天性的轩辕天骄 很快 吴生在街道上 找到了轩辕天骄 那小子现在正在 一家酒馆喝酒吗 在看到吴生后 连忙笑着和吴生挥手打招呼 生哥 生哥 听着对方的称呼 吴生突然心中 有了一丝不好的预感 不过他 还是走了过去 毕竟不能将对方 一个人丢在这里 走到酒馆后 吴生就看到了 轩辕天骄的身边 站着几只身材高大的猩猩 他们此刻正站在 轩辕天骄的身后 而再看到吴生过来 眼睛都亮了 这位小哥 您就是这位客人说的兄弟吧 能否请您付一下能金呢 一共一千枚 吴生看了看在一旁 他想灌着酒 做没做相的轩辕天骄 他有种想要转身跑的冲动 不过 最终吴生还是给轩辕天骄付款了 毕竟这家伙的异能 确实是太重要了 不能把对方丢在这里 虽然他可以不付钱 但是吴生想了想 还是算了 他总感觉 如果不付钱的话 他的良心会受到谴责 而且 阿胜 我跟你说 我从那里拿了好多瓶酒呢 这些瘦人心真黑 居然宰客 不过小爷也不是吃素的 趁着他们把注意力 放在你身上的时候 往御环里装了老多了 轩辕天骄一脸得意 他好像是解放天性了一般 整个人开始变得极为狂野 不得不说 有良心 但是不多 真好啊 一个人出来真是爽 尤其是这种没人认识 我的地方爽透了 之前在蓝星 天天得维持人黄的威严 真没意思 还累人 轩辕天骄从御环中 掏出一瓶 类似于品酒的饮品 边走边喝 还丢给吴生一瓶 这玩意挺好喝的 来点 你别整个扑克脸 看上去凶巴巴的 可是没有女孩子喜欢的哦 到时候没老婆的话 我一定狠狠地嘲笑你 吴生从接过饮料 而后有些疑惑地 看着轩辕天骄道 你有老婆 嘿嘿 没有啊 轩辕天骄灌了口酒 而后继续说道 听老爹老妈的日子太久了 我还是想叛逆一段时间 人黄这个名头 安在我头上是真类人 我的梦想可是无拘无数 想去哪就去啊 轩辕天骄大笑着说道 他俊秀的脸上充斥着向往 可能确确实实是 曾经十几年被当成人黄培养的他 实在是太压抑了 序列001的人黄 责任大于力量 想到这里 吴生并没有说话 他喝了口酒 味道不错 听到吴生的话 轩辕天骄大笑道 是吧 OK 定一个小目标 当一个叛逆的孩子 干坏事咯 轩辕天骄插着腰战 在街道上放声大笑 周围的兽人看向他一脸疑惑 而也有人类路过的时候 被吓一跳 等于哈哈 我长得是不是很帅 不用偷偷看的 过来 光明正大的看 轩辕天骄朝着周围 偷看他的人大声说道 而周围的人看到他这副样子 连忙开始散开 隐隐间还能听到吐槽声 神经病 吴生也是一副不认识他的模样 静止离开 他是没想到 轩辕天骄本身的性格 居然如此的狂野 而轩辕天骄吴生离开了 也是笑嘻嘻地跟了上去 哪还有当年和吴生 第一次对战之时 那高贵和充满傲气的感觉 两个人喝着酒 一前一后地 朝着传送装置所在的地方走去 很快 两人交了耐精后走入其中 伴随着一瞬的失重感 大门再度打开 轩辕天骄看着外面漆黑的海洋 眼中带着惊奇之色 哇 还真是黑海啊 一片漆黑 不过为啥 难不成这里的生物喜欢黑色 轩辕天骄在一旁自言自语 而吴生则是递给他氧气 而后讲解了一下使用方式后 两人踏入了黑海之中 轩辕天骄看着海中的建筑和渔人 感慨道 想不到曾经只是在传说中的美人鱼 现在真的出现在了我的眼中 吴生听到他的话 也是淡淡地说道 都说人类不可能修炼 我们现在不还是修炼了起来 总是要进化的 轩辕天骄听到吴生的话 也是微微一笑道 也是 不过说起来 你是计划是什么 和我说说呗 我还以为你不打算问呢 听到吴生的调侃 轩辕天骄毫不在意到虽然有玩闹的心 但是正式也不能落下 而这时 在黑山湖之家的海蛇 好像突然察觉到了什么 直接站起身 看向了门外 而海拉看着自己哥哥突然起身 也是有些疑惑的 哥哥 你怎么了 海蛇没有说话 他揉了揉海拉的小脑袋 然后走出了门 奥比斯在吗 海神大人 有什么事情吗 奥比斯瞬间出现在此地 他看向海蛇 眼中带着些许的疑惑 他发现 海蛇的情绪 突然变得前所未有的高涨了起来 来客人了 跟我去招待一下 海蛇嘴角勾起一抹笑容 蔚蓝色的瞳孔之中 生起一抹战意 第198章 海蛇再聚 前往黑珊瑚之家的路上 吴声和轩辕天骄聊着自己的计划 轩辕天骄脸上的笑意也收了起来 时不时地插上两句话 询问着计划的详情 顺便想要看看有没有什么破绽 突然 吴声和轩辕天骄面色一变 轩辕天骄的脸上露出莫名的笑意 两人停下后 看向了前方 只见那黑暗的海洋之中 一道水龙卷正以极快的速度 朝着两人冲来 眨眼间就即将攻击到两人 我来吧 看样子是来找我的 轩辕天骄微微一笑 而后右手倾台 金色的灵能开始显现 整个人的气质瞬间变得威严无比 那金色的灵能环绕在其周围 仿佛化作了一件无比华贵的衣衫 而衣衫之外 三条金龙正游走于其中 仿佛随时都会仰天咆哮 龙卷冲向轩辕天骄 而金龙也在此刻变大 伴随着恐怖的咆哮声响起 三条接近五十多米长的金龙 出现在这漆黑的海洋之中 而那水龙卷也轰击在了一条金龙的身上 金歌交错之声响起 龙卷缓缓散去 显露出的是海蛇手持三叉戟的身影 三叉戟深深地嵌入金龙的身体之中 仿佛下一刻就会将其刺穿 攻击到轩辕天骄的身上 但是那一点距离又宛如天欠一般 哟 这不是海神吗 怎么这么久不见这么热情 真是 让本皇回应一下你吧 轩辕天骄语气充满着调侃 好像完全不把对方放在眼里 伴随着他单手一指 让海水撞开了一般 哄 一道梦哼之声响起 海蛇被金龙瞬间撞飞 朝着后方倒去 当然 虽然被撞飞 但是他的脸色并没有很难看 相反 看上去极为轻松 海蛇到飞了百米后 再度化作水龙卷来到了两人的面前 这一次的他并没有出手 而是面色冷淡地看着两人 你又来干嘛 听到海蛇的话 吴声微微一笑 而后开口说道 换个地方聊呗 正好 把这里除了你之外 能叫得上号的人叫过来吧 我们商量商量怎么计划 看着眯起眼睛的吴声 和站在他身边 一脸笑意的轩辕天骄 海蛇皱了皱眉头 想起之前吴声的话 他强压下心中的不爽 转身道来吧 轩辕天骄和吴声对视一眼 而后也跟了上去 很快 两人来到了海蛇的家中 家里面海拉正抱着个娃娃丸 而在看到海蛇后 就直接跑了过来 而后一把抱住对方的大腿 吴声看到这一幕倒没说什么 反而是轩辕天骄 看到这一幕皱了皱眉头 吴声 海蛇 海拉听到这个 则是小脸瞬间就红了起来 但是手依旧没有放开 看来这小孩懂得不少啊 海拉 你先出去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聊 你先去找其他小伙伴玩一回好吗 海蛇摸了摸海拉的头 而后语气温柔道 海拉听到后 懂事地点了点头 而后朝着门外游去 而在海拉出去后 房间之中凭空升起一道水龙卷 奥比斯的身影 也从其中显现而出 奥比斯在看到吴声后 倒没感觉什么 在看到轩辕天骄后 双目瞬间就凝了起来 眼中充斥着敌意 吴声和轩辕天骄 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 而海蛇这时开口道 奥比斯 他们暂时是我的同伴 听到海蛇的话 奥比斯想要说什么 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 见奥比斯将敌意散去 吴声和轩辕天骄也松了口气 没办法 幻神镜和幻神镜的差距太大了 两人紧张也是正常的 说吧 你们想怎么样 海蛇轻声说道 而听到海蛇的话 奥比斯也是疑惑地看着吴声和轩辕天骄 吴声见状也是直接开口道 兽人那边已经答应了我的要求 他们会拖出略国的顶尖强者 一天一夜的时间 剩下的一些比我们强的老家伙 就希望你这边能派出人出手了 而听到吴声的话 奥比斯瞪大眼睛 你说的是真的吗 兽人那群家伙真的原因出手吗 吴声点了点头 而后淡淡地说道 如果你不信的话 下次我可以将那边的人喊过来 到时候我们一起聊一聊 你呢 打算怎么办 吴声将目光放在了海蛇的身上 等待着对方的答复 海神大人 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要是受人也帮助我们的话 这一次我们绝对会成功的 奥比斯抓住海蛇的胳膊 语气激动道 海蛇并没有说话 而是将目光看向了门外 不知道在思考什么 沉默片刻后 海蛇开口了 我有自己的计划 我还是拒绝 第199章 女帝来袭 听到海蛇的回答 在场的人全部愣住了 吴声和上官长还没说话 一旁的奥比斯先忍不住了 大人 为什么呀 难道您真的不打算救这群孩子吗 奥比斯的话 让一旁的吴声 双目闪过一抹莫名的情绪 他将目光看向了身边的轩辕天骄 两人对视了一眼 顿时心领神会责 这样吧 和我打一场 你要是赢了 我们就离开 你要是输了 就听我们的 怎么样 轩辕天骄伸了个懒腰 而后站起身 看向海蛇说道 海蛇和奥比斯愣了一下 奥比斯想要说什么 海蛇倒是率先开口了 打一场可以 但是我不会听你们的 行行行 来吧来吧 正好我也嫌得没什么事情 试试排在我后面的异能 是什么水准 轩辕天骄的话 明显带着挑衅的意味 而海蛇听到轩辕天骄的话 脸上顿时露出猙獰的笑容 你应该明白吧 序列排名 从来不是排的战斗力 轩辕天骄听到此话 歪着头不屑地笑道 你不是阿生那个怪物 见轩辕天骄这副样子 海蛇再也忍不住了 周身爆发出强大的气势 手中的三叉戟凭空出现 伴随着宛如海啸般的冲击力 朝着轩辕天骄轰去 而轩辕天骄也没有反抗 借助着对方的力量 直接冲出了房间 而后来到了海域之中 奥比斯刚准备跟过去 这时 吴声开口了 和我聊聊吧 我应该有办法 让你们的海神大人加入你们 吴声的话 让奥比斯瞬间停了下来 他看向吴声 眼中带着些许的疑惑 不过很快疑惑就从眼中消退 他看了吴声一会 而后坐在了他的对面 你想知道什么 说说吧 就什么孩子 为什么这个所谓的黑珊瑚之家 都是些小人鱼 吴声挑起眸子 看向了奥比斯 而奥比斯听到吴声的话 眼中闪过一抹挣扎和思索之意 而后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好似在思考着什么一般 而吴声也并没有催促 像人黄 海神 妖帝 这三个异能的偏向不一样 单体作战能力的话 妖帝是最强的 人黄属于是攻击最为繁多 发展比较均衡 而海神就是纯粹的天灾类型的能力了 单体作战最弱 但是如果是以破坏力来说的话 它是最为恐怖的 毕竟海水的数量 是远远地超越了陆地的 它恐怖的地方在于 它不能打赢像吴声这样的顶尖强者 但是可以瞬间毁灭掉陆地上的文明 所以 轩辕天骄比海蛇强 它可以主导战斗的时间 所以 吴声不及 而过了一会 奥比斯睁开了眼睛 他看向吴声 而后缓缓开口说道 生存在黑珊瑚之家的孩子 有一种特殊的病 他们不能在这片海域 存活超过二十年的时间 这片海域的能量太过强大 不适合他们这种体质弱小的孩子 他们需要去那种 还没有完全被灵能浸染的海水之中 也就是蓝星的大海 听到奥比斯的话 吴声点了点头 他大概明白了 海蛇那家伙的想法了 所以 海蛇的想法是 带着你们这群追随他的人前往蓝星 然后躲起来是吗 甚至是加入略国 最后统领你们 奥比斯点了点头 同时他的眼中闪过一抹惊讶 他没想到 吴声居然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中 想明白这些事情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 突然 吴声嘴角勾起一抹笑容 他看着奥比斯开口道 你们应该还有些事情没有告诉我 甚至是海蛇吧 奥比斯双目一宁 眼中闪过一抹震惊 他死死地盯着吴声 似乎想不明白 吴声是从哪里看出来这个消息的 吴声见奥比斯有这种反应 心中也是生起一抹疑惑 他只是诈一下对方 但是没想到 对方居然还真有不对劲的事情 方便说吗 吴声看着奥比斯问道 奥比斯听到吴声眼中闪过一抹惶恐 不过很快就消失不见 见此情形 吴声眯了眯眼睛 从对方的反应中 他能看出来 那恐怕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并且对方绝对不会告诉他 不说也没关系 但是我必须确认一件事情 那就是 你们确定是真心帮我 而不是在玩将计就计的把戏吗 这个你可以放心 如果我们是将计就计的话 你们这些蓝星人 从进入这里后 就会被我们抹杀了 听到奥比斯的这番话 吴声也是点了点头 虽然黑海族有隐瞒的东西 但是应该也不至于 做出这么大的戏给他们看 毕竟以吴声他们的修为 这群人想杀了吴声等人 简直就是一如反掌 在说完这件事情后 吴声就准备朝着外面走去 而这时 一道恐怖的威丫 细卷整个黑海 伴随着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 吴声和奥比斯的面色大变 而此时 伴随着威丫的出现 黑海中的强者也尽数出现 吴声和奥比斯来到外面 那贯穿深海的光芒 眼中闪烁着一抹震惊 参见女帝大人 黑海龙宫的强者尽数出现 而吴声也被一股强大的力量 死死的前置 不得动弹 身体不由自主地 朝着黑海表面之上飘浮而去 而本该在外面战斗的 轩辕天骄和海蛇 也金属性消失不见 下方的渔人们 一个个恭敬地跪倒在地 黑珊瑚之家的小渔人 则是躲得家中 在吴声的视线中 他看到了几个头上 带着王冠的愚人 他们面色比较苍老 但是周身都散发着 极为恐怖的气息 和奥比斯的修为差不多 而此刻在另一边 欧阳志好像是察觉到了什么 他的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而后看向身边的欧阳空笑道 那边出了点小问题 送我过去一趟吧 欧阳空听到此言皱了皱眉头 虽然脸上有些不满 但是依旧撕开了一道空间 两个人就这样走入空间之中 第二百章 欧阳志与女帝的第一次对峙 吴声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身体 以极快的速度 朝着海面之上飞去 并且很快冲出了这片 无比漆黑的海洋 在睁开眼睛之时 外面蔚蓝色的大海 让吴声一乐 她的身体不由自主地转过来 而后看向了天空之上的那道身影 女帝高高在上 恐怖的气势席卷整片黑海 伴随着她的出现 黑海之中又冲出几道身影 那几道身影跪在虚空之中 脸上满是恭敬 吴等参见女帝大人 奥比斯也在其中 现在他们黑海的事情 女帝其实并不知晓 但是她现在还是有些紧张 毕竟如果是女帝的话 一定能看出海蛇的真实身份 到那时 海蛇绝对难逃一死 想到这里 奥比斯顿时汗流加倍的起来 主神 你是不是以为挣脱了项圈 就能躲过朕的目光了 女帝看着下方跪倒在地的渔人们 眼中闪过一抹强烈的厌恶之意 如果可以 她真的不想看到这些丑陋的家伙 只是刚刚黑海之中 爆发出一股极为熟悉的气息 那股气息将她带到此地 并且 她并没有猜错 真的是她 女帝看着站在身旁 一脸敌意的轩辕天骄 眉梢之上平添几分喜色 而轩辕天骄 确实一脸猛逼 她看着面前这个风华绝代的女人 眼中满是疑惑 刚刚她和海蛇打得嗨皮的时候 突然一道空间裂缝出现 将海蛇收了进去 而她则是被一股能量包裹 强行带到了这里 最后看到了这个女人 不过对方的气息 却让轩辕天骄 感受到了一股清静之意 就好像是一家人的感觉 想到这里 轩辕天骄试探性地说道 这位美女 你是哪位啊 而女帝则是并没有理会轩辕天骄 而是朝着无声呵斥了一句 伴随着恐怖的威压 无声整个人 突然被一股极为恐怖的压力碾下 身体不由自主地开始弯曲 这时 两柄长刀出现在了无声的周身 伴如保镖一般飘浮在无声的周围 哼 朕还以为你 这把刀能拾去 没想到也是个不识好歹的东西 既然如此 那就变成废铁吧 话音落下 女帝抬起那看似毫无威胁的仙仙玉手 伴随着一条黑色的巨龙 从她的身边升起 恐怖的吞噬之力 开始将无声的身体 朝着巨龙的口中吸去 这时 轩辕天骄也察觉到了不对 她看到这个女的攻击无声 脸色瞬间就冷了下来 风神 雷灵 轩辕天骄怒吼一声 天空瞬间乌云密布 伴随着一道金色的雷霆 从天而降 一个巨大的雷霆巨人 出现在了女帝的面前 居然咆哮一声 而后握紧雷电凝聚而成的拳头 一拳朝着女帝释放出的黑龙轰去 不 好似泡沫瞬间破开一般 那看上去充满着威势的雷灵 被女帝随手一巴掌给拍散 而黑龙的攻击依旧在继续 女帝 看向轩辕天骄 脸上露出一抹满意的神色 果真是你 人黄 终于让朕找到了 而就在黑龙即将吞噬掉无声之时 在这浩瀚的蓝天中 一道宛如玻璃碎裂的声音 响彻在众人的耳边 咔嚓 咔嚓 碰 伴随着一声脆响 一道长达千米的空间裂缝 出现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而裂缝的蔓延 也将那条恐怖的黑龙直接撕碎 这位女帝大人 能不能请你放过我的后背呢 毕竟你大欺小这种事情 无声瞪大眼睛 看着那一头白色的长发 眼中充斥着错愕之意 哦 欧阳博士 所有人看着出现的两个人 男人眼中充满着错愕 而女帝看着面前的这个白发男人 先是有些愤怒 不过很快就转变为了平静 女帝微微一笑 而后看向了欧阳博士开口道 你就是那位蓝星背后那位执掌一切的人吗 欧阳博士并没有回答他 而是看了眼身边的欧阳空 欧阳空健壮 嘴角瞥了一下 看上去极为不爽 但是还是抬起手 制造出了一道空间裂缝 将无声转移到他的身后 至于轩辕天骄 他并没有出手就对方 这也让轩辕天骄一脸不解 无声看到欧阳智后 张开嘴 想要说些什么 而欧阳智却抬起手打断了他 现在不是小孩子开口的时候 闭嘴 欧阳智罕见地收起了那温和的表情 整个人变得极为具有威严 身后也出现了一头雪白的生物 而无声这时才发现 曾经看上去弱不禁风的欧阳博士 修为居然强得可怕 这股能量比笑天还强 无声难难地说道 他想不通 在蓝星那种无法突破四镜的环境 欧阳智是怎么修炼到这个境界的 而此刻 欧阳智却并没有理会无声 而是看向女帝微笑道 没错 在下欧阳智见过女帝大人 欧阳智看上去极为具有礼貌 并没有做出什么不对的举动 哼 免礼 女帝冷哼一声 而后一脸高傲地开口说道 你此番前来 是觉得已经有实力 可以直接面对我了吗 欧阳智微微一笑 而后摇了摇头道 结果 你我早已知晓 又何必在这里争斗呢 异欲地大物博 预测未来的异能 应该也有吧 您 看到您获胜的未来了吗 欧阳智抬起眸子 一双漆黑的瞳孔变得纯白 那双眼睛 仿佛能看穿时间一般 哼 未来 可笑至极 那不过是人类为了给自己悲哀的命运 未来 女帝霸气侧漏 说出的话充满着狂傲 而她也确实有狂傲的资本 听到这里的欧阳智 嘴角勾起一抹笑容 既然如此 那么你为什么又在给你们 那曾经在星空之上 掠夺世界的武器充能吗 听到欧阳智的话 女帝面色不改道 狮子伯兔尚用权力 朕背负的是整个异语 所以朕绝对不会允许 出现一丝问题 欧阳智听到这里 突然哈哈大笑了起来 既然如此 女帝大人 不如我们做个约定如何 哦 什么约定 欧阳智伸出手指向了吴升 然后开口说道 你身边的那位仁皇 你就带走 而我身边的这位孩子 在他向你宣战之前 你不能以任何形式向他出手 如何 而听到欧阳博士话的轩辕添交 瞬间就不淡定了 博士啊 我亲爱的博士啊 你不能丢下我啊 我可是最听您的话的了 这娘们看上去凶巴巴的 说不定还是个老太婆 就喜欢我这种帅气的小鲜肉 万一她榨干我了 你可就失去了一个优秀的弟子和未来啊 欧阳智 欧阳空 吴升 女帝听到轩辕添交的话 皱了皱眉头 而后随手打出一道灵能 对方瞬间就昏迷了过去